燕北意外穿越道玄幻世界 开局千道天地间最强体制 混沌天体 从此 他开挂班的人生也正式启航 恭喜宿主 千道获得奖励 混沌天体 恭喜宿主 千道获得奖励 天眼内连法 恭喜宿主 千道获得奖励 万物母弃顶 恭喜宿主 千道获得奖励 万年修为 就这样 燕北一步一杀 最终成功正道 成为了一尊无敌雨内的混沌天地 当天地大劫来临 世间万族生灵都将遭到毁灭之际 一道周身布满混沌气息的伟岸身影 及时出现 燕北踏空而立 俯瞰万族 无为天地 当镇压世间一切敌 第一章 混沌天体 天地异象 红武大陆 东玉 清云宗 在一处山崖之巅 此地云雾缭绕 仿佛人间仙境一般 这里便是清云宗极为有名的地方 囚龙山 囚龙 囚龙 顾名思义便是一处类似监狱的地方 因为只有宗门内犯了严重错误的弟子 才会被囚禁在囚龙山中 此地由于海拔过高 所以常年天寒地冻 环境恶劣 燕北 你竟然在圣女殿下洗澡的时候偷窥 严重触犯宗门规定 理应逐出宗门 被妖兽吞食 但好在圣女殿下宽宏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自今日起 你便在囚龙山潜心修炼 没有宗门的阴雨 你不得踏出此地半步 自从前段时间 燕北穿越过来之后 脑海中便多了这些记忆碎片 偷看圣女洗澡 老子在地球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再怎么说也该就地正法呀 碰 碰 碰 在囚龙山的一处空地中 燕北正在卖力地挥动着自己的双拳 场中不断有气静声响起 他仿佛不知疲倦一般 足足几个时辰都未曾有过停歇 倒不是他到底有多么勤奋 而是被逼无奈 不得不说 这囚龙山实在是太冷了 他只要停下来不继续锻炼身体 那么他将会感受什么 才叫阵阵袭来的寒意 又过了半个时辰 燕北终于体力透支坚持不住了 动就动吧 反正也不会死 燕北已经死住不怕开水烫了 想来这样的生活 他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刚穿越过来 就受到如此酷刑 燕北想起自己的遭遇 都忍不住难过 他原本在地球好好的 过着朝九晚五的双休生活 谁想到他只不过在煮饭的时候 碰了一下插线板 随后便穿越到了这鬼地方 燕北休息了片刻过后 又自觉地来到山上空地处 继续挥动长剑 只不过此刻的他一脸委屈 喵的又不是我偷看的 为什么罚我 燕北欲哭无泪 人家穿越到玄幻世界 要么成为圣地圣子 大叫神子的 再不济也有个特殊体制啊 我特么的 刚来就被人关进这鬼地方 这简直要把他给气死了 这地狱开局让他怎么破 就在这时 仿佛明明有东西感受到了什么 一道没有丝毫感情的 电子合成音在燕北的脑海中响起 电 恭喜宿主成功穿越 神级迁道系统绑定成功 宿主 燕北 修为 炼气近五重 神通 无 迁道次数 零次 请宿主开始迁道 宿主迁道的次数越多 奖励则会越丰厚 每日宿主都可拥有一次迁道机会 神级迁道系统 燕北开始一愣 随即脸上出现狂喜之色 作为穿越者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系统这种东西呢 他的金手指到账了 检测到此地乃是球龙山 请问宿主是否迁道 现在 立刻 马上 迁道 燕北激动地搓了搓手掌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叮 恭喜宿主首次迁道成功 奖励新手大礼包 还有新手大礼包 燕北眼睛一亮 不愧是系统啊 打开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混沌天体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混沌不灭精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三年修为 燕北听到这些东西 脸上露出激动狂喜之色 混沌天体 混沌不灭精 他当然很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混沌天体 乃是世间最为强大恐怖的体质 没有之一 而混沌不灭精 更是为混沌天体量身打造的无上功法 两者相结合 简直不可想象 相对比 这三年修为 却显得无足轻重了 但有比没有强 三年修为 等于节省了燕北三年苦修的时间 这已经足够他突破多个境界了 宿主 奖励是否现在吸收 吸收 燕北四处观察了一下 确定球龙山上没有旁人 随即说道 他是青云宗百年以来第一位被关在球龙山上的弟子 可以想象 他当时能够保全小命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燕北盘腿而坐 将混沌不灭精 在体内运行了一个周天 将混沌天体完全激活后 哄 三年修为入体 燕北的修为顿时蹭蹭蹭地往上狂飙 炼气五重 炼气六重 七重 八重 九重 炼气九重巅峰 他的修为一路狂飙到了炼气进九重巅峰境界才停下 此刻的燕北已经是炼气进九重巅峰的修为 就算是距离气海近 也只差一步之遥 红武大陆修炼境界 炼气 气海 雷劫 元神 神功 四级 超凡 圣人 圣王 大圣 至尊 准地 大地 只是燕北不知道的是 此刻外界已经炸开了锅 九天之上 风云色变 黄雷翻涌 哄 在这一刻有无数圣人虚影从苍穹之中浮现 密密麻麻 一眼简直看不到尽头 这些圣人虚影皆是朝一个地方朝拜 而那方向正是球龙山所在的方向 只不过圣人虚影太过浩瀚 无人能够看出他们到底在朝拜何方 这一幕 惊动了整个冬域的修饰 这 这是什么 竟然有圣人虚影显化 他们到底在对着谁人朝拜 不少人此刻满脸骇然地看着天穹上方 如此震慑人心的场景从没有人见过 天生异象 难道是有逆天人物出师 整个冬域的修士们纷纷都在感叹 不知是何等人杰将士 竟引得如此恐怖异象 这般异象 古今罕见 纵然是古之大帝出生之时 也不过如此吧 而在青云宗的一座殿宇中 一位神色威严的男子此刻震惊地看着天空 这异象 怎么感觉就是我青云宗所凝聚而出的 就在刚刚 他隐约感知到 这天降异象 竟好像是从青云宗的某处散发而出 可当他想要去追溯其本源时 却仿佛被一层迷雾遮挡 根本无法探知 片刻后 可能是我感知错了吧 如此恐怖的异象 岂是我这小小青云宗所能凝聚而出的 那威严男子 瞥了一眼天空自嘲一笑 随即再度陷入了沉睡 第二章 突破 弃海境 囚龙山上 鸿蒙始出 大道眼生 为我混沌永存 阴北口中喃喃自语 在他运行了混沌不灭经一个周天之后 一股灰白之气 从他的体内散发 随即在他的经脉中不断游走 一缕缕灰白之气 萦绕在燕北周身 让他看上去 竟有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燕北盘腿而坐 他正在适应体内暴涨的实力 和混沌天体的妙处 对于刚刚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他都没有丝毫感觉 呼 我终于也突破到 炼气九重巅峰了 燕北站起身来 双拳捏紧 此刻他感觉体内 有用不完的力量 炼气九重巅峰 就算是在青云宗内 也是极为不错了 就算被他偷看洗澡的圣女殿下 也不过采气海境 而燕北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突破到了炼气境的巅峰 说出去 恐怕要吓死一片人 系统 继续签到 尝到甜头的燕北 在内心默念 可是等了半想 一点动静也没有 嗯 怎么没用 他一脸问号 难道系统坏掉了 系统每日 只有一次签到机会 请宿主好好把握 明日再来 不要忘记哦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 看不下去了 出声提醒了燕北一下 深夜 紫时 在囚龙山一处 乌漆麻黑的洞穴中 透着月光 能够隐约地看清 里面有一双明亮的大眼 正在一眨一眨的 好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突然 这双眼睛的主人 好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那漆黑的山洞中 立马出现了两排 洁白无瑕的牙齿 系统 快给我签到 燕北的声音突兀地出现 好在囚龙山上 否则有人在此的话 恐怕会被吓得不轻 山洞中 很长时间 没有传出任何声响 系统 签到 燕北双眼冒着红光 他早就极可难耐了 为了能够早一点签到 他干脆一宿没睡 直接等到了凌晨12点 恭喜宿主 第二次签到成功 奖励 天眼内联法 系统的声音 也仿佛不知疲倦般 在燕北的脑海中响起 并且还给他讲解了一下 使用方法和功效 天眼内联法 这是一个玄妙无比的 神级法觉 燕北运转此法觉后 可屏蔽自身天机 纵然是一些通天彻地的大能者 也无法窥探到燕北的具体修为 并且不管他使用任何惊天动地的法术 只要运转此法觉 都能使其变得平平无奇 看着这法觉 燕北的眼睛都直了 这玩意 他太爱了 这简直就是扮猪吃老虎的神器啊 在修士突破到气海境界时 自身体内便可汇聚灵气 到时候 必定产生灵气风暴 一些强大的修士 对于灵气风暴相当敏感 纵然是相隔数十里 也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而有了这天眼内联法 在他往后突破境界时 便可遮掩此地天机 让旁人无可探查 燕北笑了笑 内心一阵愉悦 他都已经想好了 修炼间那么危险 自己还不如就狗在这里不出去 天天牵到 然后等某一天无敌了再出去 岂不美哉 获得奖励后的燕北 终于放下心中牵挂美美的睡去 又是一日 恭喜宿主 牵到第三次 奖励 燕北摊开手掌 一枚乌黑发亮的药丸 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这脉象 怎么这么像传说中的身腿瞪眼丸啊 燕北咕噜一声 将手中的药丸直接吞下 要不是这玩意带着一股丹药的清香 他还真不敢吞 毕竟看过电视剧的 都知道身腿瞪眼丸是啥 吞下身腿瞪眼丸的燕北 呃 不 是吞下聚气丹的燕北 顿时间感觉到 丹田内有一股温和的药力 在体内流转 片刻后 哄 顿时间出现了一个恐怖的灵气漩涡 囚龙山周围的灵气开始暴动 燕北内心一惊 连忙运转天眼内连法 一层不可察觉的无形力量 从燕北身上散发而出 将整个囚龙山都笼罩了起来 这是他此刻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要是再往外扩张 凭借他此刻的修为是做不到的 足足一刻钟过去 燕北终于重新睁开了双眼 这便是气海镜吗 燕北看着自己手掌中的灵气漩涡 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 修士达到气海镜后 自身体内便可汇聚灵气 并且可达到灵气外放的效果 在往后的战斗中 将灵力加持在手上或者战兵中 威力可想而知 要是让我再碰见那圣女 定将她就地正法 燕北捏着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清云宗的圣女 传说也不过才气海镜 如今燕北也已经是气海一重 真要对上怒死水手还不一定 就在这时 一道如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在囚龙山外响起 师兄 一位身穿紫色长裙的少女 正站在不远处 对着燕北挥手 灵儿 你怎么来了 燕北看着少女微微一愣 随即便露出了一抹笑容 少女名叫灵儿 她的父亲乃是清云宗的七长老 而燕北便是七长老的唯一弟子 所以 两人的关系很是要好 呼 这不是快要弟子大比了吗 我刚刚修炼完就 顺道过来看看你 灵儿伸手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她一个弱女子 爬上囚龙山 可是将她累得不轻 顺道过来看看我 这囚龙山可是偏僻得很 可不是顺道能过来的 所以 灵儿是专程过来看她的 想到这些燕北眼神 开始变得柔和起来 师兄 这是我专程去小镇上 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糕点 灵儿将藏在背后的小竹篮 递给了燕北 燕北看着竹篮 心中浮现一抹暖意 在这一世大陆 能够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实在不多 谢了师妹 你竟然还记得我 喜欢吃这家的糕点 燕北接了过来 便带着灵儿来到了山洞中 第三章 恐怖一指 刚一进山洞 灵儿便停住了脚步 看着眼前这艰苦的环境 她的鼻子一酸 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 都怪我 我 要不是我师兄 也不会落到这般下场 看着这简陋无比的山洞 灵儿此刻忍不住开始哭泣 燕北一愣 随即便想起了什么 目光开始变得更加温和起来 没事的 师妹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燕北伸手揉了柔铃儿的头发 用衣裳帮她将眼角的泪水释去 其实燕北偷窥圣女洗澡这件事情 实则是另有隐情 并非是燕北刻意地 想去偷看圣女洗澡 而是被捕当晚 灵儿说想要去后山赏月 作为师兄的她 自然一路伴随 他们一路前行 最后竟然来到了青云中的一处境地外 当时的灵儿比较任性 非要进去看看 燕北无奈之下 也只好陪同 可好巧不巧 刚进入境地的他们 竟遇到了刚刚修炼完毕 正在沐浴的圣女殿下 这可谓是撞了个满怀 当时浑身赤裸的圣女一声尖叫 一掌便直接将燕北拍晕了过去 等到燕北再度苏醒 便已经被关押在了这囚龙山中 师兄 回去之后 等父亲闭关完毕 我一定让他想办法将你救出去 灵儿擦去脸上的泪水 眼中露出坚定之色 燕北的师尊 也就是灵儿的父亲 在燕北被关进囚龙山时 所以也没能施上援手 否则燕北也不至于被关到这里 没事的师妹 此地可以修身养性 正好适合我 没必要去麻烦世尊 燕北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他才不想出去 狗在这囚龙山上多爽啊 仅仅几天 他就提升了这么多 要是在这里狗伤一年 十年 二十年 燕北相信 只要自己能狗助发育 终有一日 他能够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想到这里燕北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 更何况 他这位成长起来的混沌天体 要是被一些强大的修士所发现 定然不会放过他 到时候被某个老怪物夺射了 可就没地方去说理 灵儿看着师兄脸上的傻笑 内心更加自责了 看来是将师兄关得太久 都已经开始 精神恍惚了 这更加坚定了 他回去之后 请求父亲 将师兄救出来的念头 两人闲聊了 一会儿灵儿 便离开了 马上要开始弟子大比了 灵儿作为参赛者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恭喜宿主 签到成功 奖励空间神宴 恭喜宿主 签到成功 奖励通天执法 七日后 恭喜宿主 签到第十次签到成功 奖励十年修为 吸收 在山洞中 燕北盘膝而坐 体内不断运转 混沌不灭精 准备吸收 今日签到所得的十年修为 碰 半响后 随着一声闷响 燕北重新睁开双眸 一股强大的威势 从他的体内散发而出 系统 打开面板 燕北熟练地对这系统说道 宿主 燕北 修为 契海境九重巅峰 神通 天眼内敛法 空间神眼 通天执法 签到次数 十次 看着这系统面 燕北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未到半月时间 他便从炼气七五重 提升至了契海境九重巅峰 这种恐怖的速度 简直害人听闻 清云宗 在整个冬域来说 只能算是 不入流的下等势力 宗门最强者 也不过才雷洁静的修为 由此可见 燕北现在的实力 何等强大 就算是门中一些长老 也有所不及 燕北 饭来了 今日为燕北送饭的弟子 也是异常匆忙 将饭放在地上 便离开了 询问一番后 燕北才知晓 原来明日 便是清云宗的盛会 三年 一度宗门弟子 大必要开始了 所有弟子 都在为了明日 而做准备 空间神眼 开 燕北沉生轻喝一声 得到这空间神眼后 他还未曾使用过 如今正好可以拿来 检验一下效果 此时 在燕北的眉心处 竟多出了一只 光芒璀璨的神眼 当他使用精神力 注入空间神眼后 他竟发现 以他为中心 方圆五百里距离的 任何地方 他都清晰可见 也就是说 如果燕北想要观看什么 只要在方圆五百里范围内 他都能随心所欲地探查 并且加上天眼内脸法的存在 他使用空间神眼 根本无人可以察觉 这东西好啊 此时的燕北 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样他天天宅在囚龙山 也没有关系而来 他只需要打开空间神眼 便能够洞察一切 坐观天下风云起 静观沧海变桑田 便是说得如今的燕北 一步未曾踏出囚龙山 却能够知晓 清云宗所有事情 坐在山洞中的燕北 看到了 正在一片竹林中 刻苦练剑的灵儿 看到了 正在闭关的师尊 看到了为明日弟子大比 忙碌的宗门弟子 很快他便收回目光 整个宗门 都在为了明日而做准备 并没有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如今已经气海九重天了 这通天执法 还未曾使用过 不知道威力如何 燕北站起身来 走到空地中 来到这世界后 他还未曾出手过 所以他打算试验一下 自己到底有多强 问 猛然间一股强大的气势 以燕北为中心 不断地向外扩散而去 在空气中 产生一道道波纹 场面震撼无比 通天执法 第一是 一指震天 燕北抱喝一声 目光如炬 将全身灵力 汇聚于一指之上 随后猛然向天一指 哄 随着一声 恐怖的爆炸声后 囚龙山上空云层 直接被轰出了一个 巨大的窟窿 不好 燕北神色一惊 连忙施展天眼内连法 将整个囚龙山包裹起来 与此同时 在青云中的一座大殿上方 坐着一位 神色威严的男子 突然 本在沉睡的男子 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豁然起身 神念铺天盖地的朝外 扩散而去 嗯 怎么回事 青云眉头紧皱 在他刚刚沉睡的时候 猛然间被一股 极其强大的气息惊醒 可当他散发神念 前去探查之时 那股气息 竟然又消失于无形 仿佛从没有出现过一般 任他再怎么探查 都徒劳无功 难道我又感应错了 青云摇了摇头 狐疑地说道 宗主 就在这时 一位长老瞬间出现在大殿之中 对着青云微微一拜 第四章 宗门大笔 七长老 你刚刚可有感受到一股恐怖气息 看到来人 青云双眸一亮 对着七长老询问 恐怖气息 能够从宗主口中 说出恐怖二字 难不成是雷洁镜高阶强者 甚至是元神镜的 强大修士 我刚刚才到此地 并未感受到任何气息 七长老也是满脸狐疑 他刚刚出关 便感到此地 并未感受到任何气息 没感应到 我们青云此时 更加疑惑 难道真是 自己睡昏了头不成 最近怎么老是感应错 七长老 你闭关完了 来此何事 青云摇了摇头 不去想刚刚的事情 兴许真的是自己 感应错了吧 明月便是弟子大笔了 宗主 我那徒儿燕北 可否参加 七长老 看着大殿上方的青云 迟疑地说道 燕北暂时便让他继续留在 囚龙山吧 此次大笔 便不用参加了 青云沉吟一顺 听到这话 七长老微微叹息 正当他继续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老七 你又不是不知 此刻留在囚龙山 才是燕北 最好的选择 如果让他出来 圣女性格温和倒不会说什么 而圣子 恐怕就会想尽办法 找他麻烦 让他留在山上 一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二是为了保护他 青云目光沉重地 对着七长老解释 他也知道 燕北乃是七长老 唯一的弟子 他事如己出 想要救出燕北 他也能够理解 可有些事情 他身为宗主 不得不权衡利弊 圣子毕竟是宗门未来的支柱 而燕北不过 是一个天赋平平的 普通弟子罢了 青云圣子 轻目圣女 并非是一天两天了 虽说圣女并未同意 但整个宗门上下 皆知他喜欢圣女 而燕北意外地看到了 圣女赤裸的样子 将圣女早已看作 是自己未来道理的圣子 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他曾多次想要 斩杀燕北 只不过都被人阻止了 而今燕北 被关押在囚龙山 才是他最好的去处 如果他一旦出来 圣子定然不会放过他 不过 等此次大笔结束之后 我会找圣子一谈 到时候他的气 应该也消了 看着眼前叹息的七长老 青云缓缓摇头 七长老名叫风寒 乃是青云宗 少有的雷洁镜强者 曾经为宗门 做出巨大贡献 所以青云 也不好将事情做得太绝 那就多谢宗主了 听到这话 风寒面色终于缓了一些 连忙对着青云拱手致意 举手之劳罢了 说不定 你那徒弟 在囚龙山上待习惯了 不想下来 也不一定 青云为了缓和气氛 打趣地说道 风寒嘴角露出一抹淡笑 微微摇头 怎么可能 一日 囚龙山 恭喜宿主 签到成功 奖励 鬼影弥踪 鬼影弥踪 乃是一种神级步伐 运转之后 可让人达到瞬移的效果 修为越高之人使用 则顺移距离越长 而经燕北七海径九重境界的修为 则是可以顺移五十米的距离 一个时辰内可使用五次 燕北看着这技能介绍 咧嘴一笑 又多了一样保命神器 签到已经完成 无聊的燕北 打开空间神眼 看起了直播 至于修炼 有系统 还修炼个屁 在这囚龙山上当一条咸鱼 呃 不 当一位咸鱼雅是不好吗 此刻 在青云宗的宗门广场上 聚集了无数弟子 他们全部目光炽热地盯着广场中央 那里此刻 正有两名弟子 正在比试 打得有来有回的 场面激动万分 但是燕北 却看得索然无味 他如今都已经是气海境高阶了 这些炼气境弟子的比试 他是没有兴趣观看的 可就在这时 一个人引起了燕北的注意 那便是青云圣女 他一袭白衣 容貌绝美 星眸闪烁着点点星光 带着几分清冷 浑身透着一股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漠 他便是青云宗当代圣女 奇梦 燕北对于此女 还是饶有兴趣的 毕竟自己前身 可是偷看过对方洗澡的 虽说那段记忆碎片有些模糊 但是燕北 还是能够想起圣女殿下 在浴池中那诱人的曲线 咕噜 想到此处 燕北便有些口干舌燥 连忙摇了摇头 不再去看奇梦 他怕自己一会儿 便把持不住开启 跨越了一个时空的传统手艺 大比进行得很快 燕北看到了林儿上场 只不过 第三轮便被淘汰了 炼气九重 哼 太弱了 擂台上 一位身穿青色道袍的青年目光 充满不屑 他正是青云圣子 气海近似重修为 而在他对面的 乃是一位炼气九重的弟子 那名弟子天赋还算不错 可面对青云圣子时 却满脸凝重 两者的实力差距 悬殊太大 他根本没有一丝取胜的机会 哄 随着一声震动 在青云圣子对面的那人 直接被一掌轰飞出去 落在地上大口咳血 身受重伤 击败对手后 青云圣子一脸笑意地看着台下 为他欢呼的观众 这一刻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在囚龙山上 燕北看到如此一幕 不由地暗自摇头 这青云圣子 一点也不顾及同门之情 次次出手 都将对手打成重伤 以彰显他的实力 但青云圣子可能不知 如此做法 虽然能让他在宗门内 树立起威严 但却失了更为重要的人心 吴胡 在另一边的擂台上 又传出一阵惊呼 原来是启梦也战胜了对手 只不过 他和青云圣子不同事 他并未仗着修为势强凌弱 与启梦对战的弟子 虽败在他手中 心中却无半点恨意 眼中只有轻木 尊重之色 时间不断流逝 很快大笔 也已经接近尾声 随着一声 震天的呼喊声后 毫无悬念 青云圣子拔的头筹 以压倒性的实力 获得了此次大笔的冠军 毕竟他拥有气海精四重的强大修为 常人根本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这一届弟子的水平有所提升 不错 不错 青云站在高台上 看着圣子圣女两人 连说两个不错 证明了他内心的喜悦 第五章 百年难遇的天才 只是有些遗憾 圣女今日并未出手 否则他与圣子大战 谁成为冠军 还说不一定呢 一名长老看着场中的启梦 暗自摇头 为他感觉到无比可惜 今日大笔 决战之时 本该圣子圣女两人角逐 可圣女启梦在决战之时 却突然走下战台 当时场中一片哗然 走下战台的意思便是认输 圣女对战圣子 原以为将会是一场无比精彩的对决 可没想到 圣女竟然认输了 这一操作 不只是弟子看猛啊 就连诸位长老也都傻了 难道是圣女怕了圣子 启梦这丫头 青云看着如此一幕哑然失笑 她当然不会像常人一般觉得 圣女认输便是怕了圣子 启梦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那便是她青云的亲生女儿 作为父亲她当然明白 启梦如此做法是什么意思 这丫头不过是不想出风头罢了 启梦一向淡薄名利 对这些不怎么感冒 青云圣子想要便给她救世 她坚信修士 强大的是自身 并非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就算你万众瞩目 但实力浅薄 那么跟一个俗人有什么区别 这小妞 有点意思 燕北嘴角掀起一抹糊度 远在囚龙山观战的燕北 看到如此一幕 也不禁高看了启梦几眼 既然大笔已经落幕 燕北也失了兴趣 随即便准备关闭空间神眼 继续睡觉 至于自己出手拿下冠军的念头 压根就没在燕北脑中出现过 她坚信 苟住才是王道 咦 突然 让原本兴趣缺缺的燕北 猛然坐直了身子 眼中爆发璀璨神光 一脸惊讶地看着大笔现场 就在长老正准备为青云圣子 加冕之时 等等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一名黑衣青年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擂台之上 这一变故 让所有人一愣 纷纷议论这黑衣青年是谁 你是何人 快滚下去 青云圣子 看到眼前这黑衣男子 眉头一皱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打断他 就像那啥的时候 被突然打断 换谁都是一脸愤怒 青云等长老 看到自家圣子的模样 内心叹息 圣子虽说天赋不错 可心性始终太差 都不问对方 是谁便主动释放敌意 完全不是明智之举 呵 圣子好大的火气 黑衣青年嘴角 掀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晚辈 七宝宗林峰 见过诸位前辈 他没有再去看青云圣子 而是对着宗主 包括在场诸多长老拱手一半 七宝宗 林峰 怎么是他 他怎么来了 场中弟子顿时躁动了起来 七宝宗也是东狱的 一处宗门势力 与青云宗地位相差不大 乃是竞争关系 而这林峰也是极为有名 乃是号称 七宝宗百年难遇的天才弟子 如今 在此微妙的时刻 七宝宗的林峰 竟然出现在了青云宗 对方的意图 恐怕不小 青云圣子此刻一脸阴沉 看着林峰的眼神 很势不善 他看出了 此人明显 是来搅局的 哦 既然是七宝宗小友 此番来我青云宗宗有何贵干 青云何等睿智 一眼便看出了 此人的意图 他的内心也有些不悦 但却无法发作 听闻今日青云宗举办盛会 便打算修炼枯燥之余 来到贵宗一游 晚辈不请自来 还望诸位前辈恕罪 林峰嘴角露出一抹淡笑 不卑不亢 纵然面对诸多强者 他内心却没有半分畏惧 好说 既然小友到访 当以贵宾礼一接待 七长老 你好好招待 以下林峰小友 青云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对着七长老说道 让长老亲自招待他 青云可谓是 给足了这林峰的面子 他反应了过来 林峰小友 一路舟车劳顿 还请随我进入内殿中 歇息片刻 七长老对着林峰说道 神色合跃看出 不他内心半分波动 听到这些话 林峰内心 暗骂几声老狐狸 这青云处世 可谓是极为圆滑 就连林峰 都差点着了他的道 好在他内心非常清楚 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长老好意 晚辈心领了 刚刚晚辈 在台下观战 看到贵宗天才弟子能人背出 一时寄养难耐 也想上来与诸多师兄师姐切磋一番 林峰此刻也不再虚于尾仪 直接进入主题 否则他知道文字游戏 自己一定玩不过青云 那老狐狸的 听到林峰所说 在场诸多长老 乃至青云的脸色 又瞬间沉了下来 此刻 乃是我青云宗弟子大比 小友想要切磋 不妨换个时间 风寒与宗主对视一眼 随即和颜悦色地 对着林峰说道 换个时间 此刻万众瞩目 泪台高注 在我看来 就是最好的时间 青云宗弟子 谁人敢与我一战 林峰缓缓摇头 身上温和的气质 顿时变得狂傲无比 他的目光 环视在场所有人 最终定格在了青云圣子身上 带着一丝 轻蔑之色 充满挑衅 在场原本 脸色阴沉的诸多长老 听到他的话后 顿时脸色一变 这林峰 是铁了星药和青云宗 过意不去了 放肆 此刻风寒面色一沉 这林峰不知好歹 竟忤逆他的意思 宗门大笔 岂能让外人干涉 哄 一股风雷作响 雷洁静的恐怖威势 顿时从天而落 压迫的在场诸人 都有些难以呼吸 好恐怖的威压 不愧是雷洁静的强者 在场除去青云之外 所有人都面露震撼的 盯着风寒 平日里 和颜悦色的七长老 没想到 还有如此强势的一面 就连身在囚龙山上的燕北 看到自己 这素未蒙面的 便宜师尊 也是一脸惊讶 怎么 长老要对晚辈 出手不成 凌风感受着雷洁静的威压 他内心暗暗心惊 但表面却也不动声色 他有自信对方 不敢朝自己出手 七长老 退下吧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青云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凌风看到来人 心中一灵 青云可不同于风寒 他乃是雷洁静七重天的高手 比七宝宗的宗主修为 都要高出一个小境界 第六章 圣子败 青云看着眼前 这凌风一阵皱眉 对方身后 站着七宝宗 身为长辈 自然无法出手针对他 像他这种来宗门挑战的人 每年都会出现几位 青云也见怪不怪了 小友 如你想要 与我青云宗弟子切磋 还请稍后 等着大笔结束如何 青云语气平和地说道 抱歉 刚当是晚辈唐突了 既然贵宗此刻 无人敢应战 那我退下便是 到此 凌风朝着青云 微微欠身 随即便往后退去 看样子是想离开 这番话 看似是在检讨 其实是在嘲讽青云宗无人 仿佛在说 此地没有任何人 敢与他一战 好小子 杀人还不忘珠希 我擦 这小子太嚣张了 哇卡卡 要是老子是圣子 定然将他撕成碎片 这让人怎么忍受 不少弟子此刻 都忍不住大吼了起来 全都目光不善地 盯着凌风 青云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内心震怒 但却并未表现出来 毕竟凌风与他相比不过 算是一位小辈 他如何也拉不下脸面 来对付他 青云圣子此刻 也一脸愤怒 这凌风实在是太狂妄了 宗主 怎么办 风寒面色阴沉地 看着青云问道 依着他的意思来吧 青云此刻 也已经知道 没有退路了 如果他不阴影的话 弟子们便会觉得 青云宗不如七宝宗 哼 七宝宗百年难遇的天才 我看你有什么资本 使你如此狂傲 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传出 青云圣子的脸色 难看到了极点 他早就忍无可忍了 要不是长老拦住了他 他早就冲了上来 同为一方势力 最强弟子 他有自信不弱于人 哼 一股强大的气势 猛然间 从青云圣子身上 爆发而出 他身为圣子 自然也不是 可以随意欺凌的存在 原本已经准备离开的凌风 听到这话 顿时停下了脚步 嘴角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他专程青云宗的目的 便是受到了宗门指示 让他来此打压青云宗 如今看来 目的快达到了 殿下 何必您亲自出手 让我先与辞子站上一番 看他是否有资格 与你一站 这时 一位身穿华服的青年 从青云圣子身后 走了出来 他乃是九长老青传弟子 张明 气海敬意重修为 青云圣子眉头微皱 露出思索之色 随即点了点头 那就请张师弟 务必小心 如若不敌 就立即退回 青云圣子 一脸关切地对着张明说道 让这张明 前去试一试这凌峰的实力 也未尝不可 青云圣 张明 还请赐教 张明一步迈出 落到了站台之上 对着凌峰 微微抱拳 就派了你这个弱姬上来吗 凌峰眼神 有些不屑 缓缓摇头 此刻他身上那股温和的气息 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一股狂傲之意 仿佛他不将任何人 看在眼中 如此一幕 落在了张明眼中 顿时让他的脸色有些占红 他没想到这凌峰 竟如此不给他面子 你太狂妄了 玄天鸣玉剑 张明内心狂怒 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抬手便是最强杀招 凌峰眼神不屑 看到朝他杀来的剑招 他抬手便是一拳 动 在他身前的虚空 顿时发出一声轻响 一道恐怖气静 猛然从他的拳头散发而出 张明的身躯 轰的一声被轰飞出去 弟子们一片哗然 张明虽说不是青云踪 最为杰出的天才弟子 但实力却也不弱 足以可以排进前五 可就算这样 还是没能承受住 这凌峰的一击 这百年一遇的天才 果然没有浪得虚名 好可怕 这凌峰明显 只是随手一击 却如此恐怖 不少弟子此刻 脸色骇然地看着擂台上 那道黑衣身影 青云圣子此刻 也一脸凝重 虽说他也能一击拍飞张明 但却无法像凌峰这般随意 圣子殿下 你还不下来吗 凌峰目光一瞥 在他看来这青云宗 也不过如此 赶快打败了这群垃圾 他好回到宗门 继续修炼 远在囚龙山的燕北 也是幸灾乐祸地 看着如此一幕 躺在山洞内 看一场直播 恐怕没有什么 比这更惬意的了 哼 那就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青云圣子 再也无法忍受凌峰的挑衅 直接如同一颗炮弹般的 朝凌峰杀来 震雷拳 青云圣子狂吼一声 身上猛然升腾起 一股恐怖波动 在他的右拳之上 竟有雷霆绽放 一道拳硬 直接朝凌峰的面门而去 看上去无比害人 哼 雕虫小剑 凌峰冷哼一声 目光不屑 哼 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 顿时从他的身体里 迸发而出 顿时间 让整个场地风云色变 气海净七虫的 强大气息压迫的在场之人 难以呼吸 气海七虫 怎么可能 此刻 不止青云圣子 就连诸多长老们 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凌峰竟然是 气海净七虫的修为 不好 圣子快退 一位长老脸色一变 看了一眼 正在朝凌峰杀去的 青云圣子 立马大喝一声 想要让圣子退回 已经晚了 看着朝他冲来的 青云圣子 凌峰发出一声冷笑 随即猛然抬起手臂 直接朝前一掌拍出 哼 顿时间 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紧接着一道 身穿青色长袍的身影 如同炮弹般的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圣子 不少人 看到如此一幕 脸色顿时大变 怎么会 就连圣子 都没能挡住他的一掌 他们没想到 自己宗门的最强圣子 竟然连对方一掌 都没能接下 这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这家伙都能当圣子 看来青云宗 也不怎么样嘛 凌峰一掌拍飞圣子后 语气很是不屑地说道 他本就是奉命而来 如今有机会打压青云宗 他当然不会放过 第七章 凌儿受伤 你 长老们勃然大怒 目露凶光地看着凌峰 但都按捺住了 没有出手 毕竟 如果他们出手的话 性质便就不一样了 那将会挑起 两大宗门的战争 凌峰 我来会一会你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奇梦瞬间便降临 在了擂台之上 目光冰寒 散发着一股寒冰之气 青云宗乃是他父亲的宗门 如今被人诋毁 他身为青云宗的圣女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你们宗门的最强 圣子都败了 你还要来挑战我 凌峰眉头微皱 他当然认出了奇梦 奇梦乃是青云宗宗主之女 这是人尽皆知的 对方圣子还好 如果他敢出手伤到了奇梦 恐怕今日就算是有十条命 他也难以活着离开青云宗 青云那老家伙 可是对他的女儿疼爱得很 大比冠军 未必便是最强 还未战过 结局如何谁能判定 奇梦目光冰冷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寒冰之气 让在场之人 无不打了一个寒战 远处 还在疗伤的青云圣子 听到这句话 顿时间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更加萎靡 囚龙山上 燕北听到这句话 又看到青云圣子那痛苦的表情 顿时哈哈大笑 这小妞还挺有意思 一句话将自己人给气个半死 你与我修为差距较大 根本毫无胜算 况且刀剑无眼 你确定要与我一战 凌峰眉头紧皱 如非必要 废话少说 领冬寒光 启梦此刻已经很是不耐烦了 在他身上猛然升腾起一股恐怖气息 直接朝凌峰杀来 哄 凌峰举起手臂匆忙抵挡 脸色微变 此刻他的右臂竟然被一层寒冰包裹 他的右臂竟然已经失去了知觉 这时 整片天地的温度急速下降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擂台便已经布满冰霜 怎么可能 气海六重 凌峰感受着启梦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机 面色一变 所有人感受 则启梦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机 都不由得满脸震惊 竟然是气海精六重 本以为圣子气海四重已经天赋结出 没想到圣女一直韬光养晦 直到此刻才爆发 就连在场的长老 包括清云本人也颇为意外 他们也是此刻才知晓圣女的修为 另一旁的清云圣子 看到擂台中央那如同折仙一般的女子 不由得感到一丝自残行贿 没什么不可能的 达到气海六重并不是什么难事 启梦冷冷地看着凌峰 要不是此人侮辱清云宗 他也不会暴露自己实力的 听到这话 清云圣子的脸不知为何火辣辣地疼 不少弟子的目光也时不时地瞟向他 其中寓意不言而喻 所有人此刻也明白了过来 原来刚刚圣女认输 并非是不敌圣子 而是不屑于争强好胜 否则以他气海精六重的修为 谁人能挡 哄 气海六重罢了 境界的差距是不可弥补的 凌峰右臂一阵 冰屑横飞 他的手臂恢复了自由 凌峰认真了 面对一位只比他第一个小境界的对手 他不敢丝毫马虎 启凌拳 凌峰爆喝一声 他的右臂猛然增大了一圈 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让人无比心惊 这是他当众第一次使用武技 足以说明他对于此战的必胜之心 动 一道无比恐怖的拳影 出现在凌峰的右侧 随即猛然向启梦轰去 整片虚空都隆隆作响 冰峰 一声娇和传来 启梦腾空而起 随即身上散发出一道令人窒息的寒光 直直地朝那拳影击射而去 当寒光刺中麒麟拳的那一刻 凌峰轰出的拳影 顿时被一层寒冰覆盖 动作也开始变得迟缓起来 想困住我 凌峰见眉一树 右拳猛地一握 凝聚的能量变得更加恐怖 那覆盖在麒麟拳上的寒冰 直接被震碎 凸峰一声狂吼 一股更加无比的威势 从凌峰身上爆发 直接将擂台上的冰霜瞬间震碎 眼看着麒麟拳就要轰击在启梦身上 所有人都为之着急 冰凌盾 启梦双手结印 周身凝聚出无数寒冰 随即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寒冰盾牌 哄 麒麟拳瞬间轰击在冰凌盾上 恐怖的气浪从两人身旁迸发 这时 一声清脆的声音传出 让启梦脸色巨变 咔嚓 凌峰的力量实在太过恐怖 冰凌盾无法承受其恐怖攻势 已经开始瓦解 轰隆隆 冰凌盾直接爆碎 启梦的身形如同一颗炮弹般 撞击在擂台下方 不好 这时 清云嘀吼一声 随即脸色大变 倒不是因为启梦被击飞的缘故 而是因为 他看到了一道寒光 正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朝启梦所跌到的位置击射而去 正是刚刚冰凌盾所爆炸后 分裂出的一根冰刺 也不知道是不是凌峰故意为之 此刻冰刺竟然正朝着启梦刺去 冰刺没有任何偏离 跌坐在地上的启梦 也翘脸煞白 让这冰刺刺中 他不死也得中伤 清云正以全速朝他赶来 可他知道 已经晚了 灵儿 不要 一声狂吼 从另一个方位传来 语气充满惊恐 可就在这时 一道娇小的身影 瞬间从启梦的身后 踏出 挡在了他的身前 正是在一旁观战的灵儿 冰刺没有给人太多考虑的时间 直接猛然刺向了 那挡在启梦身前的灵儿 灵儿举起手中的长剑 挡在身前 企图抵挡着即将到来的冰刺 可他实在太低估这根冰刺的力量了 碰 他手中的长剑 竟然直接被崩开了 吃辣 冰刺直接从灵儿的左臂处一穿过 带起一片雪花 好在灵儿避开了要害 但还是被震飞出去十几米开外 哄 就在这时 一道惊天动地的气息 从远方传来 你找死 风寒此刻彻底怒了 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受伤 他再也无法忍耐 一股杀意 瞬间将林峰锁定 林峰此刻也脸色大变 如今被杀意锁定的 他觉得自己如躲冰窖 风寒乃是有名的雷洁镜大修士 捏死他 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一般简单 第八章 一招败敌 断臂求生 对不起 刚刚晚辈无一之举 不小心伤到了林千金 还请恕罪 林峰此刻 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连忙道歉 我没告辞了 抱歉 林峰额头不断有冷汗冒出 说完之后 连忙便朝青云宗外跑去 生怕风寒一怒之下 将他当场斩杀 就在风寒准备出手之时 老七 算了吧 还是先照顾林儿 杀了此人 恐怕将会挑起和七宝宗的战争 青云出现在风寒身旁 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也非常想要直接杀了林峰 可是如今青云宗正在关键时期 如果挑起宗门大战 对他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风寒捏紧双拳 随即长叹一声 又重新收敛了气息 深深看了一眼 林峰逃跑的背影 在距离青云宗 大约六百里外的一处湖泊 有一位黑衣男子 盘腿而坐 那老东西 还真是恐怖 我得快点突破雷截径了 到时候找个机会 灭了这青云宗 这正是刚刚从青云宗狼狈 逃出来的林峰 就在此时 不远处树林的鸟 仿佛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纷纷起身飞走 这一幕 让林峰脸色一变 难道那老家伙 追到这里来了 如果真要被风寒追到这里 那么他就危险了 原来在这里 真是让我好找 一声冷笑 从头顶上方传来 林峰内心猛的一惊 连忙往上看去 一道身影 竟然已经出现在了 他头顶上方的大树上 好快的速度 是谁 林峰立马站了起来 警惕地看着树上的那道人影 当他看清之后 眉头紧皱 来人不知使用了什么秘法 面庞之上 竟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迷雾 让他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真容 只能见到 此人身穿着 清云宗普通弟子的服饰 来人正是燕北 只不过如今实力 还不算强大的他 并不打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此刻运转起了混沌体 让自己的面容上 多出了一层迷雾 让林峰无法窥探他的真容 清云宗的普通弟子 林峰神色一愣 原来不是风寒那老家伙追上来了 而是一名身穿清云宗普通弟子服饰的人 这他就没必要害怕了 燕北站在树梢之上 副手而立 目光冰冷地看着林峰 哄 一股让人极其压抑的威压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让周围的妖兽四散而逃 自断一臂 我不杀你 燕北的气息无比射人 举手投足之间 都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压迫力 林峰感受着眼前这人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机 瞳孔猛的一缩 内心一宁 好强 虽说他看不清燕北的具体境界 但他能够从气机感应出来 此人绝对没有达到雷洁境 可就算这样 却依然给他一种极其强大的压力 在气海境中 林峰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 一名普通弟子 也敢孤身前来找我 刚当的话同样奉还给你 自断一臂 我留你一命 林云冷笑一声道 虽说他知道 眼前此人很是强大 但他却丝毫不惧 在他看来 清云宗的人都不过是废物罢了 他虽看不清燕北的面容 但他能够感知到 眼前的这神秘男子极为年轻 这也让他内心的巨异少了几分 他有自信 只要雷洁境的强者不出 他有信心全身而退 既然如此 那便死 燕北见到这家伙 还是如此嘴硬 他也不废话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没有多余的动作 燕北直接伸出一根手指 哄 一根由灵气汇聚而成的锯直指 顿时出现在燕北身前 携带着无匹的力量 猛然朝凌峰镇压而去 凌峰感受着眼前这根手指 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脸色狂变 他没想到 此人竟然强到了如此地步 要不是对方的确没有达到雷洁境 否则 他早就直接跑了 麒麟拳 凌峰也不甘示弱 直接选择正面硬汉 这是对于强者的尊重 可就是这一拳 将启梦打成重伤的麒麟拳 竟然在那根锯指之下 寸寸蹦碎 如同纸壶一般 不堪一击 动 凌峰直接被镇压地跪在地上 脸上一片骇然 他竟然连对方一根手指都没能接下 他抬起头 看着眼前这身穿青云踪普通弟子服饰 脸上一片混沌的身影 内心骇然 他本以为 自己已经算是弃海境中顶尖的天才 可没想到 今日这与他同为弃海境的神秘男子 仅仅一招便拜了他 怎么可能 我竟然拜了 凌峰跪在地上捏紧双拳很是不甘 脸上一片骇然地看着眼前的身影 他竟然连对方随意一指都没能接下来 凌峰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太恐怖了 这人简直强到让他窒息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最后说一次 自断一臂 否则燕北站在原地副手而立 黑发在风中起舞 加上脸庞上的灰白迷雾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此人伤害了师妹 他本想直接将其斩杀 但在追踪的路途中 他思索了一番 如果此时他将凌峰斩杀 那么他身后的七宝宗 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虽查不到具体是谁出手 但肯定会将这桩恩怨 归于青云宗身上 到时候引起宗门大战 是如今目前的燕北 也不想看到的 听到这话 凌峰内心一沉 没想到今日在阴沟里翻船了 他倒也是个狠人 直接拿出长剑 刷 一道剑光闪过 顿时血花飞溅 凌峰额头不断有冷汗落下 脸色无比苍白 他竟然真的一剑 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 燕北目光闪烁 不由地深深看了一眼凌峰 将自己一条手臂斩下 竟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 星星真不是青云宗那圣子可比拟的 我现在可以走了 凌峰咬紧牙关 忍住断臂处传来的剧痛 今日便算给你一个教训 燕北冷哼一声 直接转身离去 见到燕北离去 凌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这神秘的青云宗普通弟子 实在太恐怖了 简直压迫的他喘不过气 凌峰连忙收好断臂 便疯狂朝远处逃命而去 生怕燕北改变了主意 第九章 宗门内有一位绝世天才 一日 囚龙山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奖励 雷结夜 燕北熟练地摊开手掌 一个白玉小瓶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雷结夜 燕北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这东西 正是他现在最为欠缺的 雷结夜 乃是由天雷炼化而成的灵夜 可助气海镜修士 更加顺利地突破至雷结镜 如今已经气海境巅峰的燕北 正好需要这东西 咕噜 燕北直接拔开瓶塞 便直接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根本没有丝毫节约的说法 想要发挥出雷结夜 最大功效的办法是 需要配上几位药材 他这么抱舔天物的做法 要是被旁人看到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片刻后 服下雷结夜的燕北气息 开始不断攀升 他面色微变 连忙转起天眼内连法 就算在这突破的关键时刻 他也不想自己闷声 发大财的事情败露 囚龙山的天穷 像是露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般 无数的天地灵气倾泻下来 化为滚滚洪流朝他汇聚 哄 他突破了 就在此时 他终于在雷结夜的帮助下 突破到了雷结境 从此 燕北也算是 跨入了强者行列 成为了一名雷结境的大修士 虽说囚龙山中狂风大作 灵气暴动 但是在外界却没有丝毫感知 就连青云也毫无知觉 不知道在自己宗门内 竟然已经悄悄诞生了一位雷结境的强者 呼 好强大的感觉 比之前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现在恐怕林峰连我的气息都承受不住 燕北感受着自己的体内惊人的变化 嘴角笑开了花 燕北继续开始了他的咸鱼生活 又回到山洞 继续躺着睡觉 此时 相比于囚龙山的平静 外界可是已经炸开了锅 在青云宗的义士大殿中 一众长老全部齐聚于此 二长老 你所言属实 青云眉头紧皱 对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询问道 宗主千真万确 这是从那林峰嘴中亲口说出的 他是被一名青云宗的普通弟子击败 由断臂作为证明 二长老沉声对着在场人说道 林峰败了 这一则消息 就如同狂风过境一般 席卷了东域南部地区 七宝宗号称百年南域的天才 弃海境七重的林峰 竟然被青云宗的一位普通弟子所击败 自然很多人开始都不相信 但林峰曾公开站出来说过 青云宗有秘密培养一位绝世天才 那人恐怖无比仅仅一招 便击败了他 他不得已才委屈求全 自断一臂 才得以求生 最开始 很多不相信这则消息的人 当他们见到林峰的断臂之后 不由得沉默了 就算是要将青云宗推到风口浪尖 也没必要自断一臂吧 这不由得让人多人起了疑心 难道 青云宗私底下 让诸多宗门起了防备之心 当时大笔之时 可有宗门弟子不在场 青云皱紧眉头 心想 难道宗门内 真有一位绝世天才不成 大笔之时 所有弟子全部在场 无人一人缺席 只是对着青云禀报 听到这话 青云微微点头 他已经有所准备了 毕竟能够一招击败林峰的绝世天才 怎么可能出自青云宗 风寒张了张嘴 想说燕北当时不在场 可是话到了嘴边 还是咽了下去 燕北被关进囚龙山中时 不过才练气静五重 这是不可能和他有什么关系 老七 你有什么话说 青云清楚地捕捉到了风寒的举动 随即问道 碰 宗主 这林峰分明是陷害我们 风寒一掌 拍碎了自己身下的座椅 一脸愤怒地站了起来 他最终还是没有提及燕北 在他看来 林峰这家伙一肚子坏水 如今 将青云宗推到风口浪尖 不知道安得什么心 我也觉得 这家伙定是不安好心 众人纷纷附和 他们都觉得 林峰不是个东西 如今之际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青云轻叹一声 宗门现在已经让其他势力产生警觉 说不定 这会引起不小的麻烦 众长老默然 也纷纷长叹一口气 如果真如林峰所说 那绝世天才真出自他们 宗门该多厚 不过可惜 这不过只是一场骗局罢了 囚龙山 燕北盘膝而坐 也不知是不是实在无聊 他竟然破天荒地修炼了起来 无数弥漫在空气中的灵气 疯狂地朝燕北汇聚而去 混沌体的优势在此刻显现 无论天地间的任何属性力量 他都可以使用 突然 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立即停止了修炼 站起身来 就在这时 一声雷霆响起 伴随着恐怖气势 正在朝此地不断接近 形如风 动如雷 这是雷结镜的标志 有强大修士 正在朝他而来 图儿 一道雄魂的声音 从囚龙山外传来 随即一道身影 如同九天雷霆一般 瞬间落在了燕北身前 看着眼前这身穿紫袍的中年男子 燕北微微一愣 随即拱手 师尊 这便是燕北在青云中的师尊 风寒 雷结镜强者 近日来让你受苦了 风寒走上前来 伸出大手 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满脸内疚 灵儿已经告诉了他 燕北被关禁 这囚龙山中的真正原因 原来都是因为自己女儿任性 才让燕北吃了这么多苦头 多谢师尊挂怀 正好适合修身养性 燕北赶忙带着风寒来到了山洞中 随即搬了一张破旧的石凳 让师尊坐下 他自幼被风寒所收养 对于自己 这位师尊他内心无比敬重 而风寒也带他极好视如己出 犹如真正的父亲一般 风寒看着山洞内无比简陋的场景 鼻子不由的一酸 燕北乃是他从小养大的孩子 如今见到自己孩子 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心中更加愧疚 第十章 师尊 冲突 既然围师来了 便无人可将你继续囚禁于此 一二 随围师下山 风寒见到这燕北所生活的山洞 内心复杂 随即大手一挥 顿时间整片天空雷鸣滚滚 听到自己的小名 燕北嘴角不由地抽搐了一下 一二 这也太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了 可 师尊 燕北一脸诧异 没想到师尊竟然如此霸气 这就要带自己下山 但是此刻的燕北 哪里还想出去 这囚龙山 简直就是他的修炼圣地 如果出了这里 他天天迁道在 加上他的混沌天体 迟早会被人发现端倪 还不如就狗在这里偷偷发育 此时 还不等燕北继续说什么 一道温怒的声音 便从囚龙山外传来 凤章老 您如此之举 恐怕不妥吧 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青年 背负双手 闲停信步地朝两人走来 在他身后 还跟随有两位气息强大的存在 竟都是气海境高阶强者 如此恐怖的阵容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哦 圣子殿下 今日怎么有空来求龙山散心 风寒此刻面色一沉 对方来者不善 恐怕多半是为了燕北而来 在青云宗内 圣子暗中倾慕圣女 在宗门内并不是什么秘密 上次燕北闯进圣女的沐浴之地 将对方全身上下看了个遍 圣子得知消息后 雷霆大怒 当即便要斩杀燕北 好在燕北有风寒这一层关系 纵然风寒当时处于闭关状态 但是宗门高层 也不敢随意处置他的弟子 毕竟这老家发起标来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燕北乃是宗主亲自下令关押的人 风寒长老 您怎能私自带走 青云圣子一脸阴沉 对于燕北他 可是恨到了骨子里 自从那件事发生后 他行走在宗门内 时常有不少弟子暗暗私语 让他颇为难堪 甚至有不少留言传到了他的耳中 说他堂堂一位圣子殿下 竟被一名普通弟子戴了绿帽子 可想而知 青云圣子听到这些话 内心到底有多么狂怒 他今日收到消息 得知风寒长老前往囚龙山 他便知道 风寒定是为了燕北而去 他这一去 燕北必定走出囚龙山 毕竟雷洁静的长老 谁人敢拦 所以 他便立马动身赶往此地 果不其然 刚刚来此 便听到风寒要将燕北带出囚龙山 这让他怎么同意 他要让燕北在此地受勇士折磨 待他往后修为比风寒高 或者接管青云宗的时候 再来此将其斩杀 他便是打算以宗主之名将风寒压主 让他不敢乱来 听到这话的燕北连连点头 就是 师尊你怎么能擅自放我出去 宗主那里 我自会去解释 还轮不到圣子殿下操心 风寒冷哼一声 根本没放在心上 可圣子明显失算了 风寒根本不吃这一套 青云圣子面色一变 没想到这老家伙 竟然不顾宗能规定 风寒转过头看着燕北 随即目光便柔和起来 燕北是他唯一的弟子 他内心早已经将其荡为自己的孩子 如今 孩子在这里受到委屈 他作为长辈的 当然不肯 风寒长老 这里可是青云宗 违反宗门的规矩 后果你知道的 青云圣子捏紧双拳 额头青筋抱起 这老家伙 简直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让他有些无从下手 无需圣子担心 一二 我们走 可风寒根本不顾圣子的威胁 直接拉起燕北的胳膊 便往外走去 燕北欲哭无泪 自己这师尊 怎么比自己还将 风寒站在前方 所以根本没有看到 燕北脸上的生无可恋之色 否则内心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说真的 他实在不想离开这囚龙山 天天在这里牵到多爽啊 花花世界迷远眼啊 如果到了外界 燕北不知道 自己还能否坚守住本性 青云圣子面色微变 没想到这风寒竟然如此强硬 就算违抗宗门命令 也要将燕北带出去 风寒长老当真要一意孤行 青云圣子沉生说道 他身后的两名气海境高阶强者 顿时释放出了自身契机 拦住了两人去路 让开 风寒身上的紫色道袍开始飞舞 目光如炬 给人一种极其强大压迫感 那两名气海境高手 顿时被压迫得连连后退 既然长老决定违反宗门规定 本圣子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管 青云圣子目光一沉 直接拦在了风寒的身前 风寒的脸色顿时便冷了下来 他没想到 这圣子竟然敢真的拦下 自己去路 直接风寒目光一凝 一眼朝青云圣子看去 这一眼携带了雷洁静的恐怖威势 青云圣子顿时脸色大变 额头冷汗淫淫直下 他竟然从这老东西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杀意 他感受到 对方竟然有要斩杀他的意图 青云圣子内心一颤 但此刻他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 如果此刻退步 那么未来风寒必定不会受到他的管制 青云宗一统也会出现变故 风寒此刻内心也在纠结 到底如何将这圣子打发 至于杀意 那不过是他释放出来吓唬对方的 毕竟对方乃是圣子 他如果将其斩杀 那么事情的影响便大了 就在此时 住手 一道空灵悦耳的声音响起 一股清风佛来 一具妙慢的身形便出现在了场中 他白衣圣雪 一头青丝在风中飘舞 容貌绝美 眸中蕴含着点点星光 正是青云宗的圣女启梦 风长老 圣子 你们快住手 启梦此刻面容有些焦急 连忙走到两者中间 将其分开 启梦 你不好好养伤 怎么来这里了 看到是启梦到来 青云圣子顿时面容露出一抹谄媚 而风寒则是站在原地不语 只不过那恐怖无比的气势 此刻已经烟消云散 第十一章 修为调高了 如今青云圣女到场 正好可以把此事了结 风寒也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 至于宗主那边他自有办法解决 我再不来 恐怕这囚龙山都要被你们掀个底朝天了 启梦美好气地看着青云圣子 对于青云圣子的各种献殷情 他是一点都不感冒 甚至觉得他多多少少有点大病 好好的圣子不当 非得来此地找死 风寒长老是什么人 年轻时期 那就算是在整个南部片区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一介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仗着圣子身份便想和风寒叫板 这不是找死吗 风伯伯 实在抱歉 此事因我而起 牵扯到您实属愧疚 启梦对着风寒微微一拜 语气充满歉意 完全没有圣女的那副高傲姿态 风寒看着启梦 随即脸色也柔和了很多 对于当代圣女 他无话可说 至于那圣子 他内心则是暗暗摇头 圣女殿下无须自责 说到底 还是怪老夫 坏了宗门规矩 风寒霸了罢手 微微一叹 此事 因我而起 便也当因我而终 燕北上次与我之误会 我今日便在此言明 我从未怪他 往后任何人再敢 以此事找他麻烦 那便是与我轻云圣女过意不去 启梦身上 竟带着几分威严 一边说着 一边用眼神微微瞥了一眼 身旁的轻云圣子 顿时让对方的脸色 变得阴沉起来 最后一句话 这不是明摆着 对着圣子说的吗 其实 当初启梦一掌 将燕北拍晕之后便离去了 最后 他被关押到囚龙山一事 启梦根本没有参与 完全是圣子一手在策划 想要报复燕北 至于父亲那边 我会去解释 风勃勃无需担心 燕北现在便可离开囚龙山 启梦转过头 继续对着风寒说道 听到这话 风寒面色一柔 连忙抱拳脸上 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如此一来 老夫便谢过圣女殿下了 如果他今日真要强行 带着燕北离开 那么无疑是挑衅了宗门威严 虽说倒不至于怎么处罚他 但却弄得大家面子上 都有些难堪 圣女此举无疑是为风寒解了尾 风寒一脸 恨铁不成钢地 拐了一下身旁的燕北 多谢圣女殿下 燕北连忙反应过来 对于圣女他内心 还是颇有好感的 毕竟换作是他人 毁坏了自己清白 根本不可能善罢甘休 启梦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燕北美眸 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风勃勃这是宗门的聚气丹 多谢灵儿上次 为我挡下那一击 否则我现在生死难料 启梦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枚丹药 递给了风寒 聚气丹 这是能够帮助练气境修士 突破气海境的丹药 就算是整个清云宗 也不过只有寥寥树枚 哪怕是风寒想要弄到 也得花费很大的功夫 圣女太客气了 风寒满脸笑意 最终还是收下了这枚丹药 毕竟这东西 乃是灵儿目前最为需要的 既然此事已了 我便不再久留 启梦一番告辞后 便化为一道残影消失了 见到启梦离去 清云圣子冷哼一声 也便带着两名手下离开了 只不过在他临走时 深深地看了一眼燕北 眼中的杀意毫不掩饰 既然启梦都这般说了 他此时也不好再度插手 众人离开后 风寒便来了山洞中 一二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下山吧 下山 燕北觉得 还是对着师尊 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可不想后面 天天偷偷溜回这里 师尊 不想下山 燕北沉吟一瞬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风寒一愣 随即一脸奇怪地看着燕北 这小子没病吗 这囚龙山环境如此恶劣 他竟然还不想离开 还真被宗主说中了 不想下山 难道是你怕圣子报复 风寒目光有些失望地看着燕北 想到了一种可能 毕竟刚刚清云圣子临走时 可是充满杀意地看了一眼燕北 他以为燕北爬出去之后 会被圣子报复 修行意图 本就逆天行 修事最为忌讳的 便是心存畏惧 这样的人 大多数都难有成就 所以 此刻的风寒内心 对燕北生出了一丝失望 师尊 囚龙山虽说环境恶劣 但却可以磨练心性 非常适合我修炼 燕北摇了摇头脸 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修炼 自从有了千道系统后 他只是修炼过一次而已 过得完全就是躺平生活 胡闹 囚龙山 岂是你这等微末修为能长居之点 风寒神色一怒 吹胡子瞪眼地看着燕北 在这里修炼 囚龙山常年被寒气笼罩 没有气海境的修为在这里 长居身体会被寒气侵扰 最终会出大问题 这也是风寒迫切地 想要带燕北下山的原因 而燕北被关押进囚龙山时 不过才炼气五重的修为 岂能承受这里的寒气 对了 一月为考察你的修为 现在到了什么境界 风寒转过身沉生说道 要是这小子一月时间修为 没有半分寸境的话 那么说 在这里修炼 就完全是胡扯的 燕北自从修习了天眼内脸法后 旁人便无法窥探他的具体修为 就连距离他如此之近的风寒 也没能窥破 弟子已经到了炼气九重巅峰 燕北犹豫了一下 将自身修为压制到了炼气九重巅峰境界 他没有暴露出 自己已经突破到雷洁境的事情 毕竟 这实在是太过惊世害俗 风寒知道后 肯定又是一大堆问题 燕北暂时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嗯 不错 已经到了炼气九重 风寒还沉浸在燕北 为何想要留在囚龙山的问题中 也就随意地回应了几句 可突然 风寒的表情突然僵硬了起来 仿佛反应了过来 什么 你说 你到了什么境界 风寒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燕北问道 炼气九重巅峰 燕北嘴角一抽 看师尊的表情 他知道自己肯定把修为调高了 早知道还是该低调一点 第十二章 血灵门 炼气九重巅峰 怎么可能 你别骗我了 风寒根本不相信 燕北在一月时间 便突破到了炼气巅峰 哄 燕北也不再掩饰 直接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炼气九重巅峰的气机 斩露无鱼 这下 风寒原地愣住了 这特马还真突破到了炼气巅峰 你小子到底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修为竟然进展得如此之快 风寒眉头紧皱 拔苗助长 可不是好事 他连忙将手搭在燕北的肩膀 一股温和的灵力 顺着他的手掌 进入了燕北体内 半想后 风寒露出奇怪的表情 刚刚探查一番后 他竟然发现 燕北的修为无比牢固 没有任何催化的痕迹 根本不像是服下了什么 能够快速增长修为的灵药 难道真是这小子 一步步修炼来的 世尊 不过才炼气九重而已 有那么值得惊讶吗 燕北一脸无语 还好没露出雷洁镜的修为 否则恐怕世尊真得当场吓死 这下轮到风寒无语了 炼气九重 有那么值得惊讶吗 这话 要是让青云宗的那些弟子听见 恐怕生吞了燕北的心 都有 你小子 风寒面色也终于缓了下来 此刻他才明白 燕北所说的 在这里修炼完全是真实的 并没有骗他 一月连破多个境界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弟子竟还是一位天才 叶儿 你当真不下山 风寒再度问道 世尊 此地乃是属于我的修炼圣地 我还想多待一段时间 我想下山的时候自会下来 燕北露出一抹笑容 终于搞定了 这样 他以后天天待在囚龙山迁道 便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了 也罢 修行意图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 我也便不再多干涉 风寒沉吟一瞬 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便不再多说什么 师徒两人 继续在山洞中聊了一会儿 不久后 风寒便离开了 不过在他临走时 将启梦交给他的那枚锯气丹 给了燕北 在山崖边 燕北握着手中那枚 还在散发微弱热量的丹药 心中百感焦急 这没剧气丹 虽说已经对他无用 但是却对于林儿来说 用处很大 而风寒 竟然没有将其留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是交给了自己 他能够感受到 风寒的确将他看待 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不禁让他的内心 涌现一股暖流 师尊放心吧 往后有我燕北在的一天 定然会护你和林儿周全 燕北口中喃喃自语 目光深邃地 看着风寒离开的方向 这一刻 他终于完全承认了 这份意识大怒的感情 不只是因为这具身体 而是因为他自己 时间匆匆而过 一月后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奖励 一百年修为 吸收 燕北站在 球龙山上方的云层中 他的气息不断攀升 片刻后 那种暴涨的气息 终于稳定了下来 系统打开面板 燕北对于召唤系统 已经很熟练了 宿主 燕北 修为 雷洁近七重 神通 天眼内脸法 通天执法 空间神眼 鬼影迷踪 千道次数 四十次 此时的燕北 站在云层中 看着下方那些 刻苦修炼的弟子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他此刻并没有 运转起天眼内脸法 但是整个宗门 却无任何一人 发现他的踪迹 因为修为最高的 青云宗主 此刻并未在宗门内 听说好像是去了 什么遗迹 获取机缘去了 不知不觉 已经来到这世界 一个多月了 燕北感慨地摇了摇头 身形一闪 便回到了山洞 继续当咸鱼 与此同时 在青云宗外几十里外 出现了几位 身穿黑袍的蒙面人 队长 已经确定了 青云带着一名 雷杰进高手 去了红海遗迹 一名黑衣人 死死地盯着 不远处的青云宗 身上散发出 一抹强烈的杀意 消息是谁给你的 另一名身材魁梧的 蒙面人 沉声说道 那人走近 对着他耳畔 巧声说道 哦 如此说来 还真是天赐良机 没想到你也会 被自己人出卖 如今 青云不在宗门内 我看谁还救的了你 蒙面人听完之后 诡异一笑 为血灵门报仇 风寒 你跑不掉的 话音刚落 那蒙面人 便带着其余几位黑袍人 消失在了原地 夜晚 月光如同一层白霜 覆盖了整个青云宗 刷刷刷 几名模糊的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 在青云宗的上空掠过 那天幕中的宗门防护大阵 如同虚射一般 没能拦住他们嘶吼 一名身穿黑衣的青年 站在青云宗的一角 看着那几道身影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风雪殿 这里乃是风寒 所居住的殿宇 此时的风寒 正在庭院中 指导着灵儿的修行 突然 他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眉头一皱 灵儿 你快回到自己房间 待会儿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要出声 为父有客人来了 风寒面色一沉 对着灵儿说道 灵儿还未明白 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碰 一声巨响 从风雪殿的大门处 传了过来 风寒 这一刻真是让我等了好久 五名黑衣人 瞬间出现在了风寒不远处 一道道契机 完全将风寒锁定 其中两名 竟然都是雷洁静的强者 其余三名 也达到气海静巅峰 你们是何人 风寒沉声贺问 如此恐怖的阵容 让他深吸一口凉气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他心中产生 你还是贵人多忘事 其中为首的蒙面人 也不再遮掩 直接一把扯下了脸上的面巾 露出了真容 在他的脸上 有一道很长的刀疤 看上去无比猙獰 风寒看到这人容貌时 瞳孔猛的一说 竟然是你们 血灵门余念 二十年前 在距离此地五百里的一座小镇 有一处名叫血灵门的小市里 在当地为非作歹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正巧在一次血灵宗弟子 在外屠杀一群 手无寸铁的百姓时 遇上了当时在外历练的风寒 年轻时期 一向崇尚正义的风寒 悍然出手 直接当场斩杀了几名血灵宗弟子 正当他准备离去之时 可诚不想 竟引来了血灵门 众多高手的围攻 当时的风寒 已经达到弃海境八重天 根本没有丝毫畏惧 独自一人与血灵门 激战一天一夜 最终已经杀到癫狂的他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举铲平了血灵门整个势力 第十三章 燃烧神魂 现在记起来了吗 为首的那名蒙面人 发出一声冷笑 他本是血灵门中的门主 二十年过去 如今就算他已经突破至雷洁境 但却始终没有忘记心中仇恨 那一战风寒将他满门斩杀 就只有他们兄弟五人活了下来 为的便是有朝一日 能够报仇雪恨 奈何风寒加入了清云宗 而清云宗的宗主 乃是雷洁境高阶的恐怖存在 他们平日里根本不敢前来 如今得到消息 清云带着宗门内的 一名雷洁境长老 前往了红海遗迹 所以他们便立即赶来 想要趁清云不在的时期 斩杀风寒 我很好奇 你们是如何 翘无声息地来到这里的 风寒看着天幕中 完好无损的宗门大阵 一脸凝重地说道 这几名闯入者 竟然能够翘无声息地 进入清云宗 这让他内心非常疑惑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准备受死吧 为我死去的亲人尝命 那刀疤男子爆喝一声 身上释放出恐怖杀意 他身后的几名黑衣人 瞬间化为一道道残疑 顿时将风寒围在了中间 风寒看着 将自己包围的几人 念色一沉 老夫当年 能将你们这些 祸乱人间的魔头 斩杀干净 今日也一样可以 哄 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 猛然从风寒身上爆发 恐怖的威势 直接将其中三名气海静 强者震退 雷洁静 四重修为斩露无鱼 来吧 风寒此刻身上 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杀意 瞬间将几人全部锁定 他的身躯化为一道残疑 直接消失在原地 韩月 风寒暴喝一声 一轮明月从他手中飞出 速度极快携带着 极为恐怖的能量 面对这种围攻 风寒知道自己 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得先发制人 以雷霆之势 击溃对手 被韩月锁定的那名气 海静巅峰高手 脸色大变 这一招 能够直接将他斩杀 血灵 就在此时 另一旁的刀疤男子 当然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同伴 被杀 一道血红色的虚影 瞬间从他体内冲出 刷 一道寒光闪过 那血灵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被斩杀当场 但好在为那气 海静强者 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雷杰四重 看来 你这些年进步也不小 不过 我们早有准备 刀疤男子 感受着风寒身上 所散发的气机 脸色微变 随即冷笑地说道 他不过才雷洁进二重的修为 当然不会是风寒的对手 不过他们早有准备 否则也不敢贸然来到这里 血沙阵 刀疤男子抱喝一声后 体内冲出数十道血红色的虚影 其余几人亦是如此 顿时间 整个庭院内 到处都布满了血灵 散发出滔天血气 开 刀疤男子 拿出一块福音网里 注入灵力 那上百道 血灵身上 顿时都散发出一道血气 随即交织在一起 化为了一个整体 此刻刀疤男子等人和这些血灵的力量可以共享 不管风寒攻击其中任何一位 他们都能瞬间将力量转化到其他人 包括血灵身上 竟然是这等恶毒大阵 你们败入了血神教 风寒脸色大变 他本有信心 以一敌武 可当这血沙阵出来之后 他的心便沉到了谷底 血沙阵是一道极其恶毒的沙阵 这场中的每一道 血灵其实都是一位活生生的生灵 只不过是被他们炼化成了这般模样 不错 要不是神教栽配于我 我怎会有机会报仇 血灵 杀 刀疤男子此刻猖狂大笑 如今风寒被血灵包围 根本不可能逃脱 风寒右拳凝聚恐怖威势 直接朝一道血灵砸去 那血灵也直接抬起拳头 要与风寒硬汗一击 当他的拳头落在了血灵身上时 场中的上百道血灵 全部散发出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哄 风寒直接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破 风寒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萎靡 爹爹 房屋中的灵儿此刻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冲了出来 连忙扶起父亲 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是让你待在房间吗 风寒看到灵儿出来后 脸色大变 则则 风寒没想到你的女儿晋升的 如此国色天香 待会兄弟们有福了 另一位蒙面人看到灵儿的面容时 眼神露出银鞋的光芒 你敢 嗨嗨 风寒听到这话 顿时大怒 嘴角再度溢出一缕鲜血 刚刚和血灵对轰的那一拳 让她体内的脏腑都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灵儿此刻脸色煞白 眼中不断有泪水滑落 这里发生了这么大动静 为什么这么久 却没有一个人敢来 她看着风雪殿外空荡的道路 内心一阵冰冷 风寒的脸色也很是沉重 风雪殿所爆发的能量波动 理应宗门长老能够感知到 可直到此刻 却无任何一人前来救援 这是一个让人值得深思的事情 但此刻她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了 灵儿你快走 卫妇拦住他们 风寒脸上露出绝绝之色 一把将灵儿推开 想让她快点离开此地 想活命 给兄弟们爽过后 可以考虑考虑收你做个女奴 刀疤男子伸出心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他当然不会放过如此漂亮的美人 况且还是仇人的女儿 他要将其收为女奴 整日肆意玩梦 灵儿 往后卫妇不在身边的时候 你和叶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风寒目光一沉 朝秋龙山的地方看了一眼 像是在交代后世一般 随即 他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自己的眉心处 他的双眼猛然变得通红 哄 此刻风寒身上的力量 正在以极为恐怖的速度不断攀升 很快便突破枷锁 达到了雷洁进五重天 小心 这老家伙要临死反扑 竟然燃烧神魂 刀疤男子神色大变 开始警惕起来 其余几名蒙面人 连忙退到几十米开外 生怕被灵死反扑的风寒给换掉 第十四章 恐怖的金色大手 爹爹 不 灵儿淒厉地大吼一声 看到如此一幕顿时露出绝望之色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眼看着父亲燃烧神魂 但却无任何办法 走 风寒一把抓住灵儿的肩膀 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原地 他想要让灵儿离开这里 刀疤男子等人自然不会同意 一道血灵 直接朝腾飞在空中的灵儿抓去 其余几人也纷纷动身 朝灵儿掠去 而赶 风寒直接一拳轰在了血灵身上 直接将其打得坠落在地 随即又轰出几拳 将几人打飞出去 可下一秒 一声尖叫传来 竟然有一位蒙面人抓住了灵儿 灵儿的身体瞬间从风寒手中脱落 这让他脸色狂变 就算是燃烧神魂又如何 有了这血杀阵的加持 你不是我的对手 几人站在虚空猖狂大笑 美然 待我将这老东西杀了后 便好好宠幸你 蒙面人眼中的银邪光芒 毫不掩饰 灵儿此刻 面色苍白如指 浑身都在发抖 想到自己即将要面临的事情 她内心便充满无尽的恐惧 蒙面人 伸出大手朝铃的一惊处探去 想要在风寒活着的时候 好好看看她女儿 被自己蹂躏时的场景 聂处 你敢 风寒此刻神色癫狂 眼中杀意滔天 直接朝着蒙面人杀来 只不过一道道血灵 顿时拦住了她的去路 让她发出无尽的狂吼 小美人 我看 谁还就得了你 就在蒙面人的手掌 就要伸到灵儿的衣巾时 可就在这时 嗡 天穷突然开始颤动 一只恐怖无边的 金色大手从天而降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直接一把攥住了蒙面人 碰 金色巨手 猛地一握 那蒙面人 根本来不及发出惨叫 直接变化为一团血物 是谁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刀疤男子挤人背上的寒毛 顿时炸开 神色大害地朝周围看去 风寒此刻也停下了杀戮 目光震撼地 朝灵儿所在的地方看去 在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没有任何人 发现他是如何到来的 仿佛他从始至中 就站在这里 他就静静地站在虚空中 没有任何动作 但却散发着 让在场诸人 都为之惊惧的气息 这人浑身被一层 灰白色的雾碍所笼罩 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 只见他穿着一身 青云棕 普通弟子的服饰 没错 来人正是 刚刚从睡梦中 被惊醒后赶来的燕北 你们该死 燕北脸色阴沉地 看着场中 剩余的四位蒙面人 在看到风寒此刻的状况 内心一沉 师尊竟然燃烧了神魂 要不是 他及时赶来灵儿 也将受辱 这些人该死 他直接伸出大手 那金色的大手 顿时再度出现 直接猛地地面拍去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恐怖爆炸声后 地面竟然出现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手掌印 而那些血灵 竟然在这一掌下全部化 为了虚无 让风寒毫无办法地血灵 竟然连燕北一掌 都没能抗下 多谢前辈 风寒拱手对着燕北一败 这一掌的威势 连他都心机不已 同样他也目光疑惑地 看着虚空中的燕北 他根本不知道 青云宗何时有这么一位 强者存在过 燕北的此刻的声音 虚无缥缈 所以风寒 也没能认出他的身份 这时 哇的一声 以刀疤男子为首的 几名蒙面人 一起喷出一大口 暗红色的血液 燕北这一掌 虽说是灭了血灵 但是却伤及了他们本源 前辈 我们乃是血神交织法队 还请网开一面 放过我们 刀疤男子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地上 对着燕北求饶 这神秘强者 实在太过恐怖 让他心中根本 生不起半分抵抗之心 只能祈祷血神教的名头 能够让对方产生忌惮 血神教 燕北目光疑惑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对 前辈 就是血神教 还请前辈 看到神教的面子上 放过我们 刀疤男子 脸色大喜 看来血神教的名头 已经将对方震住 风寒此刻 脸色一变 这几人 一定不能离开 否则后患无穷 不过最终 他还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这神秘强者 与他无任何瓜葛 能够前来救他女儿 已经算是人至义尽了 可还不等刀疤男子 继续高兴 一道冷漠的声音 便传来 血神教 那是什么狗屁东西 燕北冷哼一声 他根本不可能 因为威胁而放过这几人 师尊和灵儿两人 乃是他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亲人 敢伤害他们 岂有活命的机会 死 燕北直接伸出手指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势 顿时从他的指尖迸发 羞羞 几道光柱 瞬间洞穿刀疤男子等人 直接将他们钉死在虚空中 直接抱成一团血物 一枚血红色的符印 从血物中飞出 在虚空中沉浮 燕北手掌 一招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看到如此一幕 风寒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好恐怖的手段 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将他的敌人全部斩杀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风寒强忍着体内的伤势 对着燕北深深一拜 燕北连忙侧身 避开了这一行礼 受风寒意理他 可是要折兽的 他再度伸出手指 虚空一点 一道金色的能量 朝风寒击射而去 风寒脸色一变 但还是没有动弹 以这神秘人的恐怖实力 就算是反抗 也是徒劳无功 下一秒 他的脸上露出 已不可思议之色 他刚刚燃烧的神魂 此刻竟然重归平静 他能够感觉到 一股温和无比的强大能量 正在他的经脉中流转 正在逐一修复 他体内受伤的经脉 这正是燕北 混沌不灭精的妙处 只要一息尚存 便能够复苏 修炼之大成 哪怕燕北只剩下一滴血液 也能够凭此众生 现在他不过是运转起功法 导出一道精纯的灵力 进入风寒体内 帮助他更快地修复伤势 站在燕北不远处的灵儿 美眸散发溢彩地 看着眼前这神秘男子 这种强大的存在 也是头一次见 并且还在这生死攸关的 紧急时刻 将他从恶人手中救下 直到此刻想起来 刚刚那金色巨手 从天降的霸气的模样 灵儿的芳心 便如同小鹿一般 砰砰乱跳 燕北神殿散发 探查了一下周围 并没有这些人的余挡存在 随即便化为 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在了场中 他可不想在此地久留 灵儿和风寒 都是极为熟悉他的人 万一被识破了身份 可就不好办了 第十五章 神秘的绝世天才 恩公 风寒朝着那化为流光 正在远去的身影大喊 可是燕北却 根本没有停留的意思 眨眼间便施展 鬼影迷宗消失不见 爹爹 这位前辈到底是谁 灵儿也重新回到了 父亲身边搀扶着他 看着那远去的声音 眼眸泛起丝丝异彩 风寒此刻也才缓过神来 回忆起那神秘人的样子 他默然想到 一月前那位 出手击败林峰的神秘人 根据当时林峰所描述 相差不多 面容模糊 仿佛被一层灰白色的物碍所覆盖 穿着一身青云棕 普通弟子服饰 他应该便是一月前 宗门内传的沸沸扬扬的 爵士天才 风寒深吸一口气 目光震撼地 看着远方的天空 爵士天才 灵儿美眸闪动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这岂不是说 这人并不是 一位活了无数岁月的老怪物 而是一位 如他一般年轻的天才少年 想到这些 灵儿内心 更加对这位神秘的天才少年 崇拜起来 真希望有机会 能够目睹一番他的真容 灵儿正处于情斗初开的时候 对于这般强大神秘的少年 天才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嗯 又有人来了 风寒忽然感应到 不远处有几道充满杀意的气息 再朝此地不断靠近 他脸色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难道血灵门还有鱼党 隐藏在这附近 没过多久 几名浑身浴血的中年男子 降落在风雪殿中 风长老 你怎么样 一名道袍染血的中年男子 降落在风寒身前 面色凝重地说道 这几人都是青云宗的长老 和风寒的关系 还算可以 风寒看着几人这般模样 内心一沉 看来他们刚刚也经历了一番大战 是当初被我灭掉的血灵门 风寒看着刀疤男子与命的地方 沉声说道 血灵门 身世好胆 竟然敢闯入宗门内 那名长老神色大怒 对了 你们为何这般模样 风寒看着几名长老身上 都染着鲜血疑惑的问道 其实 在风雪店爆发大战的一瞬间 诸位长老便感知到了 随即立马动身前来支援 可就在他们来时的路上 竟然遇到了一群蒙面人 这群蒙面人的 修为不是很高 但对方根本不和长老们硬碰硬 而是想方设法地拖住他们 无奈之下 长老们和这群蒙面人 缠斗了半刻钟才斩杀 对方属人 随即便支援了过来 蒙面人 风寒听完后 沉吟一声 血灵门的鱼挡 刚刚全部在他这边 而这群蒙面人 到底是何方势力 并且 血灵门这些人 是如何翘无声息 进入了青云宗 那群蒙面人 又是如何潜伏在长老们 来支援的路上 这些问题 让风寒越想越心惊 在宗门内 竟然有人想要杀他 他看着周围的这些长老 随即内心摇头 他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根本没理由要害他 风老头 你可真厉害 竟然一个人 便将血灵门的这些人 全部斩杀 我感知到其中雷洁镜的强者 便不止一位 一位和风寒关系要好的长老 此刻盯着 刚刚被燕北拍出的 巨大手印的地方 嘖嘖称奇 其余长老的目光 此刻也纷纷被吸引了过来 刚刚那恐怖的能量波动 便让他们无比心惊 而今见到这恐怖掌印 则让他们更加震撼 这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场景了 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那么恐怖的实力 要不是有贵人相助 我此刻 也早已成为刀下王魂 风寒苦笑着摇头 他要是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那可就好了 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所做的 贵人相助 诸位长老们神色一愣 你们可还记得一月前 那击败林峰的绝世天才 风寒语气一宁 颇为神秘地说道 当然记得 那不是林峰那 不安好心的家伙胡周的吗 说起林峰 在场的长老们变气 不打一处来 兴许 他并没有胡说 风寒此时 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胡说 风老头 你的意思是 咱们宗门内 真有一位绝世天才 长老们此刻 目露金光 死死地盯着风寒 风寒笑着点了点头 长老们此刻 倒吸一口凉气 你是说 是他将这些人 全部杀死的 怎么可能 林峰不过才气海静 而这些人 我能感知到 是实打实的雷杰静 就算宗门内有那位天才弟子 但他怎么可能是 雷杰静的对手 众长老根本不信 宗门内有一位 能够将雷杰静强者斩杀的天才弟子 你给他们说 母猪能够上述 还比较合理一点 李叔 父亲说的是真的 刚刚那位绝世天才 紧紧一指 便让他们 直接全部抱成血污 此时 一旁的林二 也走了上来 想起当时的场景 此刻都觉得震撼不已 听到林儿所说 在场的长老们 沉默了起来 要是风寒一个人 胡周 也就算了 但是林二 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女孩 是不会撒谎的 还是把这件事 快点通知给宗主吧 看他如何定夺 风寒提议说到 众长老也纷纷点头 很快 一道传讯光符 便从风寒手中飞出 随即顿入虚空消失不见 不过 想起传讯光符中的内容 风寒的嘴角 便忍不住地露出一丝笑意 真不知道 宗主和大长老看到 信中的内容后 会有什么感想 而另一边 燕北已经重新回到了山洞中 应该没有暴露身份吧 燕北回想着刚刚 所发生的一切 确定自己 没有露出破绽后 便没有多想 到头便开始继续睡觉 他可不想 将自己的身份暴露 毕竟现在的实力 他觉得 还是太弱了 打个小啰啰 都要亲自出手 他觉得最起码 当他一个念头 就能将这些人 全部灭掉的时候 那才算是 在这修炼世界 有了一丝自保之力 第十六章 突破 原神境 一日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奖励 一百年修为 吸收 燕北盘膝而坐 很快便吸收了 这系统奖励的 这一百年修为 他的气息 也愈发地恐怖起来 哄 一道雷霆 在囚龙山的上空划过 燕北也终于 打破了智骨 突破到了原神境 燕北双眼紧闭 在他的石海内部 此刻多出了 一尊金色的小人 这便是达到 原神境的妙处 他的神魂之力 可凝聚成为 原神灵体 有了这具 原神灵体后 他便可以修行精神力 并且将其召唤 而处在关键时刻 助他杀敌 不过这种极端的 这种做法 还是很少有人用的 毕竟原神灵体 虽说攻击力强大 但却极为脆弱 少有损伤 便会对本体 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这时 燕北石海中 那尊金色的小人 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这金色小人 和燕北并无二样 只不过是小了很多 他在囚龙山的 四处飞行一遍后 又继续回到了 燕北的石海中 原神归位后 燕北身上的气息 愈发得深不可测起来 仅仅无意间 散发的气息 便让周围石块不停颤动 呼这便是原神镜吗 燕北吐出一口浊气 口中喃喃自语 他的原神 还是不能长时间的 在外游离 这对他的神魂力量 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让原神 长期的停留在外 恐怕得达到 更高一层的神功镜才行 不过这些对于 燕北来说也无所谓 原神之力虽厚 他可不敢随意 让其显露在外 否则真是连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如今已经是 清云宗的最强者 可是燕北知道 这还远远不够 所以在他修行了一会儿后 便又躺在草席上 继续睡觉 强行压制住 自己那颗热血澎湃的心 与此同时 在距离清云宗 无数距离的一片海洋中 一位身穿青色道袍的身影 站在碧波之上 在他身旁 还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正是前往红海遗迹 获取机缘的清云 和大肠老两人 休休 这时 一道发光的符转 飞落在他们两人身前 大肠老滩开手掌 这幅转盾时 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竟然会使用 传训光符 清云看到传训光符的那一刻 面色便有些沉重 传训光符 在他们宗门内 可是不多的 一般事情 是不会使用传训光符的 所以宗门内 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半想后 宗门遇袭了 大肠老脸色极为难看 什么 清云目光一阵 顿时大怒 到底是何方潇晓 竟敢犯我清云踪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从清云身上爆发 此刻的他 竟然已经突破到了 雷结九重 看来这趟红海遗迹 他们收获颇为丰富 昨夜 宗门遇袭 是血灵门淤念 杀上了宗门 大肠老沉生说道 他也还没读完里面的全部内容 血灵门 他当然听说过 风寒和他一起宿醉之时 曾不止一次提起他的这段 光辉事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已经灭门的血灵门 竟然去袭击了自己宗门 正当清云就要 发怒的时候 不过 宗主不用太过担心 宗门弟子并无伤亡 血灵门那群家伙 是冲着风寒长老去的 听到这里 清云的面色稍微一缓 去找风寒的还好 风寒拥有雷结晶四重的实力 去找他不是送死无疑吗 清云临走前 还在内心多次担忧 生怕他一出门 自己宗门就被其他势力给灭掉了 那封寒长老那边情况怎么样 杀了多少人 清云嘴角微微一扬 在他看来 这血灵门的余孽 去找风寒 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他都已经预想到了 在他回到宗门后 风寒给他吹嘘时的那般场景 宗主 血灵门余孽中 有多名雷结晶强者 风寒长老不敌 点燃神魂之力 大长老月 独月是心经 点燃神魂 这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事情 从这些便可以表述出 当时的战况到底有多么激烈 清云仰起的嘴角瞬间变得僵硬 多名雷结晶强者 清云脸色发白 浑身一震 心脏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狠狠攥住 风寒乃是他的至交好友 如果风寒陨落 清云定如失去了一条左膀右臂一般 正当他又要狂怒的时候 大长老再次发言打断了他 不 不过 好在有神秘人出手相救 风寒长老并无大碍 血灵门余孽当场全部被神秘人震杀 大长老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继续读着光伏中的内容 清云此刻完全愣住了 倒不是因为风寒没事 也不是因为神秘人的缘故 你特么 能不能一次性说完啊 清云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一把从大长老手中夺过光伏 自己查探起里面的内容 可越看 他的眉头就皱得越深 此时他才发现 刚刚的事情还真不怪大长老 而是特么地发出光伏的这人 竟然将一件事情 分成了几个段落的写在光伏之中 清云耐着性子 继续扫视着光伏中的内容 随着他不断地往下看 他的表情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从最开始的担忧 逐渐变为凝重 看到最后竟直接变得震惊起来 半想后 爵士天才 清云和大长老两人 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 对视眼 他们两人都能见到 对方双眼中的震撼 那凌峰 竟然真的没有撒谎 而是清云宗内 真的出了一位爵士天才 并且 昨夜再度出手 帮助清云宗渡过难关 饶视清云大长老这等人 看完这光伏中的内容后 都不禁心潮澎湃 那爵士天才 竟然一指 便将数位雷洁镜强者戳死 片刻后 清云的心境终于平复了下来 此刻他再度重复 看了一遍手中的传讯光伏 要是让老子知道 是谁写的 定饶不了他 清云牙齿 咬得咔咔作响 可当他瞟了一眼 落款人的姓名时愣住了 凤 一个龙飞凤舞的印记 点缀在末尾处 让空气突然宁静了下来 这一切竟然是 风寒的老东西搞的鬼 这一刻 清云直接傻了 他万万没想到 风寒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心情 给他开玩笑 随即 清云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你这家伙 看我回去 不把你给灌翻在地 走 清云冷哼一声 直接腾空而起 宗主 去哪里 大长老有点猛 宗门出了一位绝世天才 自然是要回去的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谁 清云化为一道雷霆 瞬间便消失在了 这片大海之上 第十七章 万物母气顶碎片 时间匆匆而过 七日后 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 清云终于赶回了宗门 清云宗内的所有人 此刻都一脸欣喜地 望向天空中的那道身影 他们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自家宗主变得更加强大了 不过 清云并未多坐停留 而是直接化为一道雷霆 直奔风雪地儿去 才刚到 清云便看到 早已经在大殿门口 等待他的风寒 见到风寒 清云本平静的面容 顿时变得争鸣起来 他直接一把抓住了 风寒的衣精 已发出的那道传讯光符 差点让老子心脏病都犯了 风寒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那不过是他随意为之 没想到还真奏笑了 能够有机会 捉弄捉弄宗主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件极为值得开心的事情 对了 宗主你不是在红海一计 还需要一段时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风寒此刻也恢复了常态 拱手对着清云问道 宗门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自当回来看一看 清云美好气地看着风寒 对了 宗门内真隐藏了一位绝世天才 清云此时话风一转 面带狐疑地问道 他在回来的路上 便感觉有些疑惑 就算是宗门内有一位绝世天才 可是他怎么可能是 雷杰进强者的对手 毕竟那些余孽 连风寒都不敌 没错 千真万确 当然要不是他出手 恐怕我和灵儿早已命运 提到那神秘的天才 风寒脸上 还是忍不住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清云听到风寒的描述当时的情景 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同时 恋心也更加好奇起来 这位神秘的天才弟子到底是谁 绝世天才 我一定要看看 你到底是谁 清云此刻 双眼爆发璀璨神光 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神秘人找出来 囚龙山上 此时的燕北 不知为何突然一个喷嚏打出 这不由得让他暗暗嘀咕一声 他都已经原神静了 怎么还会感冒 不过 他并没有在意这些 系统 迁到 燕北盯着自己 石海内的一个小番茄说道 自从踏入了原神静后 他便能够看到 自己石海中的系统 正是一个小番茄的形状 恭喜宿主迁到成功 奖励 万物母气顶碎片一枚 系统的话音刚落 一道漆黑无比的空间裂缝 便出现在他身前 突然 燕北脸色微变 一道携带着惊天威势的恐怖气息 从空间裂缝中 不断朝他靠近 哄 一枚青铜碎片 犹如击碎黑暗的流星 直接便从空间裂缝中 冲了出来 燕北看着悬浮在他身前的 这枚青铜碎片 饶势他也不由地 暗自吞了一口口水 竟然是万物母气顶 对于这玩意 燕北可是无比熟悉的 这可是传说中 连仙都可震杀的无敌杀器 此刻竟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虽说只是一枚碎片 但我能感觉到 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能够轻易将我粉碎 燕北伸手拿住青铜碎片 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 暗暗心惊 只是一枚碎片 便有如此恐怖威力 要是如果能够 将整个万物母气顶复原 想到这些 燕北的脸上 便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正愁没有什么兵器 这青铜碎片 来的时候 可是太好了 系统 到底需要多少枚碎片 才能够让万物母气顶复原 燕北立马朝石海内的小番茄问道 万物母气顶是由 三千青铜碎片 以及玄黄母气组成 宿主还需要 两千九百九十九枚青铜碎片 以及玄黄母气 便能够重塑万物母气顶 小番茄在石海内 滋滋不倦地对着燕北讲解 两千九百九十九 还要玄黄母气 听到这些东西 燕北直接白眼一番 直接将青铜碎片 随意地丢进了空间戒指内 他上哪去凑这么多青铜碎片 妈的白高兴一场 燕北一脸无语地 继续躺在草席之上 开始休息了起来 额布是开始修炼了起来 第二日 天微微亮 燕北还睡得迷糊的时候 便听到在山洞外 传来一声呼喊声 好像是在叫他的名字 他一脸疑惑 囚龙山平日里根本没人前来 这到底是谁在叫他 虽然很不想起床 但是最终燕北 还是鼓足勇气 掀开了自己身上的被子 走出了山洞 燕北 你可总算出来了 一名看守囚龙山的弟子 见到燕北出来 终于是缓了一口气 张师兄 今日的饭菜这么早吗 燕北见到此人也是一愣 这天才刚亮 饭就来了吗 这让他怎么吃得下 不是不是 燕北 你快跟我走 去宗门广场 看守囚龙山的弟子摇了摇头 我去宗门广场 燕北一脸疑惑 快走吧 不只是你 整个宗门的弟子都必须去 张师兄一脸严肃地说道 到底发生了何事 燕北一脸蒙圈 竟然连他都必须前往宗门广场 张师兄左右两边看了一眼 随即走到近前小声道 我偶然听直视大人说 咱们宗门内 好像出了一位不得了的绝世天才 传说那人一眼 便将雷杰尽强者震杀 恐怖无边 宗主现在下令到处再找他呢 哦 一眼便将雷杰尽强者震杀 听到这话 燕北的嘴角忍不住抽搐起来 也不知是谁这么夸大气词 要是他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还需要待在这里 不过 距离他上次出手 这才过了几天时间 青云宗主竟然便已经收到消息 甚至已经从红海遗迹赶了回来了 这速度还真是没得说的 好了 快走吧 要是咱们宗门真要出了这么一位绝世天才 那咱们青云宗可就在东狱出名了 张师兄一脸激动地说道 仿佛他便是那位绝世天才一般 好 我们走吧 燕北犹豫一瞬 还是打算下山看看 毕竟 如果所有人都去了 如果唯独他不去 那可就真太刻意了 同时 燕北内心也有着自信 在青云宗内 应该还没有人能够发现他的身份 他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弟子罢了 第十八章 不畏无敌于世间 只为守护所爱 宗门广场 燕北跟随着张师兄 很快便来到了这里 此刻的宗门广场内 人山人海 整个青云宗数千名弟子 全部齐聚于此 正在互相讨论着 场面一片嘈杂 你们听说了吗 宗门内出了一位一道 眼神能够秒杀雷竭的绝世天才 一道眼神秒杀雷竭 怎么可能 就是就是 恐怕只有传说中跨入的四级境界大能 才有如此逆天的手段吧 一名少年天才怎么可能 要是宗门内 真有这么一位绝世天才 老子 直接把毛坑中的水全部喝光 我也是 我也一样 广场内讨论的声音很是激烈 不过都是 不怎么信青云宗真的出了一位 能够一眼秒杀雷竭的绝世天才 站在一旁的燕北 自然能够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他只能一脸苦笑 师兄 你也来了 这是一道月耳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一名少女正在挥手 这道声音 吸引了不少在场男性弟子们的目光 纷纷转过头看去 那少女有一双精亮的毛子 明镜清澈 灿若繁星 眼睛弯得像月牙一样 仿佛那灵韵也溢了出来 一颦一笑之间 高贵的神色自然流露 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他清雅灵秀的光芒 来人正是灵儿 他在远处见到燕北后 便连忙跑了过来 灵儿在清雲宗内也是极为有名的 她是风寒长老的独女 并且容貌身材极佳 与圣女启梦一样 是无数少男的梦中情人 当她出现后 在场的男性弟子们开始沸腾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 这梦寐以求的人儿 是他们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 燕北也侧头看去 见到灵儿的那一刻 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一谋笑容 师妹 好久不见 而她身旁的不少人 听到燕北所说的 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在他们看来这平平无奇的普通弟子 怎么可能认识灵儿这等天之娇女 正当有弟子准备出演嘲讽燕北的时候 师兄 你可算下来了 晚上跟我一起回家吃饭 今晚就不回去了吧 灵儿快步地跑到燕北身前 美眸竟然露出一丝哀求之色 见到如此场景 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下巴 灵儿认识 这普通弟子也就算了 竟然还主动邀请对方回家一起吃饭 并且还想要留住对方在他家过夜 什么鬼 在场的诸多男性弟子 此刻看向灵儿的目光 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风寒长老的女儿 这么开放的吗 随即 他们看向燕北的目光 也产生了变化 这小伙 生得的确俊俏 小姑娘 你可别被坏人给骗了 世间险恶 人心难测啊 此时 有弟子忍不住出言劝阻灵儿 让他即使收身 回头试案 弟子们纷纷点头 都不忍心让这么可爱的少女 堕入魔窟 毕竟在他们看来 定是燕北使用了花言巧语 哄骗了灵儿 你们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 灵儿美眸睁大 一脸疑惑 好了 你别管他们 也的确很久没有下山了 今晚正好去看看世尊吧 燕北看着自己 身前这位可爱少女 伸手揉了揉她的秀法 灵儿还是和以前一样 那么喜欢粘着她 哇 真是太好了 爹爹见到你 肯定很开心的 灵儿高兴地跳了起来 直接跃到了燕北身上 好了 周围很多人看着呢 燕北一脸苦笑地 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少女 随即灵儿也反应了 她那如同白玉一般的皮肤 开始肉眼可见地变成红色 很不好意思地躲在她的身后 看着周围 已经对着自己 目露凶光的弟子们 燕北也一阵无奈 带着灵儿便走向另一处地方 她不敢保证在这个地方久留 会不会被这些弟子围攻 在另一处空地上 燕北和灵儿两人站在一起 师兄 你知不知道 宗主到底叫我们来 到底有什么事啊 灵儿看着高台上 还未到来的宗主 一脸疑惑地说道 她才刚刚闭关结束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便被人带到了这里 听说是宗门内 出了一位爵士天才 宗主叫 我们来此 便是为了找出此人 燕北正在想着 晚上去风雪殿的事情 所以随意地说道 没想到 师兄身在囚龙山 消息还是挺灵通的嘛 灵儿美眸 一眨不眨地看着燕北 像是想要看出什么 刚刚不过是听师兄们 说的罢了 传说那位爵士天才能够一眼 秒杀雷洁净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燕北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见过她出手的人 只有风寒和灵儿两人 风寒师尊定然不会胡乱谣传 难道是灵儿 噗 听到这话 灵儿扑斥一声便笑了出来 一眼秒杀雷洁净 师妹 你笑什么 燕北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地 看着灵儿 他们胡说师兄你也信啊 那位爵士天才我可是亲眼见过呢 灵儿挺着已经发育 完全傲人的胸部 一脸骄傲地说道 哦 师妹见过 燕北故作一脸惊讶 反正此刻闲来无事 从别人口中了解了解自己 也不为一件去事 灵儿捂着嘴巴 直到自己说漏了嘴 怎么了 不能说吗 燕北一脸奇怪 唉 父亲知道了 肯定又会骂我 灵儿小声嘀咕了一声 眼睛朝端坐在高台上的风寒 看了一眼 风寒曾叮嘱过灵儿 让她不要将那晚发生的事情 告诉燕北 她不想让再求龙山 前行修炼的燕北担心 在燕北的询问之下 最终灵儿也只能吐出实情 片刻后 燕北的目光闪烁着复杂之色 看着高台上的那道身影 久久不语 师尊就算是身灵险境差点陨落 也不愿将此事告知她 就怕影响到她的修行 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让燕北的内心涌上一股暖流 这便是亲人的感觉 就算自身再难过 再痛苦 也不愿让自己所爱的人担忧 燕北看着灵儿的目光 变得更加柔和起来 有师尊和灵儿两人 在这个世界她终于明白了 自身修行的意义 不为荣华富贵 不为名垂千古 不为无敌于世间 只为守护自己所爱之人 第十九章 把女儿都给卖了 青云宗 在宗门广场上的一处高台 在一群长老的簇拥中 青云终于到来 这时 青云双眼闪烁着莫名光辉 正在一遍遍地扫视在场的诸多弟子 宗主 弟子们已经集结完毕 无任何一人缺席 一名宗门执士走上前来拱手说道 青云此时收回目光 略微有些失望 他刚刚使用神念将全场笼罩 一遍遍地不断扫视在场弟子的修为 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找到 他想要寻找的那人 没找到吗 风寒看到青云的神色 便隐隐有了猜测 此人的隐匿手段极为高超 就连我也不能发现任何端倪 青云微微一叹 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还是按计划进行吧 风寒无奈地瘫了瘫手 各位青云宗的弟子们 本宗主今日便宣布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想来你们也有所耳闻 那便是咱们青云宗 出了一位修为高绝的天才少年 青云慷慨激昂地对着弟子们 宣布这则喜讯 卧槽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咱们宗门内真有一位绝世天才 废话 宗主大人都亲口说了 那还能有假 青云话音刚落 场面便开始沸腾起来 无数弟子不断地左顾右盼 都想要看看 到底谁才是那位传说中的少年天才 对了 刚刚要把粪池里面的水喝光的那位人凶在哪里 这位绝世天才在哪里 是谁 是谁 让我看看 是那位少年人节 一时间场面无比沸腾 到处都充斥着各种 议论声 站在人群中的烟北 微微一笑 这青云宗主也太过自信 用这种办法 就想让他出来 怎么可能 嗨嗨 诸位安静一下 青云轻咳一声 手掌微微一压 场中弟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下面有请咱们青云宗的 这位天骄弟子 走到最前面高台来 青云的声音 如同红中大吕 一般在场中回荡 在场无数弟子 开始屏住呼吸 都想要看一看 到底谁才是 那位绝世天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刻钟 两刻钟 弟子们不禁露出疑惑的神色 望着青云宗主 此刻的青云 也有些坐不住了 这弟子也太不给他面子 这都不出来 看来要给点好处了 这位我青云宗的天骄 本宗主知道 你为人低调 不在乎名利 但修行并不是闭门造车 而更是要注重资源 如果你现在出来 我愿意立刻下令 让你成为宗门的少宗主 地位在圣子圣女之上 从此后 青云宗将成为你修行道路上 最为坚实的后盾 青云一咬牙 直接加住筹码 他就不信 有人不会心动 少宗主 弟子们纷纷惊呼 如果成为了少宗主 那么未来统领青云宗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有人都露出无比羡慕的目光 当然一人除外 那便是青云圣子 他此刻一脸乌黑 如同锅底一般 对于这位绝世天才 他此刻的恨意 甚至已经超过了 看了圣女身子的燕北 要是让他知道此人是谁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站在原地的燕北笑了笑 青云所提出的条件 让他的内心 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波澜 青云宗的少宗主 一听就很没有逼格 还有什么资源 他如今已经到达元神境 青云宗能有什么资源 可以帮助他的 要不是师尊和灵儿的关系 他早就把囚龙山给搬走了 不出去 打死也不出去 他可是有梦想的男人 怎么可能被眼前 这点小小的诱惑 所蒙蔽内心 嗯 竟然还是不肯出现 好一个绝世天才 青云把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但表面却依然风轻云淡 他不能让这些弟子们 看到自己的丑态 嘿嘿 看来我们这位天才弟子 胃口还是挺大的 本宗主就喜欢这样的人 这样吧 大家也知道 奇梦是青云宗的圣女 也是老夫的亲生女儿 说起来 奇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这位弟子 如果你此刻出来 本宗主决定 可以将圣女许配给你 青云的声音如同天雷激荡 响彻在每位弟子的耳边 话音刚落 在场所有男性弟子 全面沸腾 之前他们对于这位神秘的天才弟子 只有羡慕的话 此刻已经全部转化成了嫉妒 奇梦 那是青云宗的第一美人 不论是天赋还是容貌 在整个宗门内都无人能与其比肩 并且 奇梦性格冷清 容貌绝美 身材火辣 这样一位冰山美人 征服起来才最有成就感 要是能够得到他成为他的道理 那往后的幸福生活 简直无法描述 此刻 在站在弟子最前方的奇梦脸上 一起泛起了阵阵红霞 一脸责怪地看着父亲 众多弟子见到奇梦这般模样 都恨不得自己成为那神秘天才 青云圣子 此刻一脸阴沉 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平日里稳重无比的宗主 竟会将自己的女儿都给卖了 他又看到奇梦那如此羞涩的模样 顿时内心涌起一股无名怒火 见女人 连是谁都不知道 竟然就想贴上去 他的内心狂怒 但却不敢丝毫表现出来 只能暗暗咬牙 不过他的目光不停变换 不知道又在想些什么鬼主意 不远处 阎北伸手摸了摸下巴 听到这里 就连他都差点没有把持住 直接答应了 泽泽 这青云宗主 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又是成为少宗主 又是宋资源宋宗门 如今竟还送起了女儿 他也看到了 此刻站在前方的奇梦 在他的脑海里 顿时又浮现出了一具 完美无瑕的玉体 让他的内心也一阵火热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阿弥陀佛 好在燕北心中默念佛号 这才强行压制住了 内心的那股冲动 好凶猛的青云 差点乱我道歇 心中无女人 千道自然神 燕北闭上 双眼调整呼吸 让自己不去想着奇梦 第二十章 圣子叛变 又过了许久 青云的脸皮 仿佛也有些挂不住了 他就算开出了 如此丰厚的条件 甚至将自己女儿 都压了出去 但是对方 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师兄 你说这神秘天才 到底会不会出来啊 这时 灵儿眨着眼睛 看着燕北说道 我想 他应该不会出来了 燕北摇了摇头 微笑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神秘人不会出来 该不会 师兄就是那神秘人吧 灵儿伴着鬼脸 目光直勾勾地 看着燕北打去地说道 卧槽 燕北内心一惊 难道这丫头认出了他 不过他转念一想 自己根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灵儿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是那神秘人就好了 现在就去把圣女抱回囚龙山 燕北面色如常 失笑地摇头 灵儿盯着燕北 他不知为何 内心竟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自从那晚见过神秘人后 他的内心便一直没有平静过 每当他想起那神秘人的样子后 心中便会浮现出燕北的面容 此刻他盯着燕北的身形 随即再度想起了神秘人的样子 两道身影开始重合 变化为一人 但下一秒 两道身影又缓缓分开 成为两人 他都有些恍惚了 这时 灵儿撇了撇嘴 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师兄竟然还惦记着圣女殿下 不过师兄连切海镜都没达到 怎么看着也不像 燕北满头黑线 竟然被师妹瞧不起了 师兄我早已经切海镜了 倒是你 还停留在炼气九重 燕北笑着摇了摇头 稍微对灵儿释放了一丝契机 师兄你已经到了气海镜 灵儿瞪大了美眸 很是吃惊 要知道 一月多前 燕北被关入囚龙山时 不过才炼气五重天 如今竟然便已经到了气海镜 这静静也实在太恐怖了吧 燕北露出一丝笑容 小丫头 要是让你知道 师兄我已经到达元神镜了 不知道你会露出什么表情 而另一边 清云又是给出了种种条件 不过燕北却根本不为所动 这 清云面色难看 他能给出的条件 全部都给了 只差没有将宗主之位 直接让出了 不过直到此刻他也明白了 恐怕 他就算让出宗主之位 对方也不见得能够出来 这神秘的天才 根本不屑他开出的这些条件 罢了罢了 大家都散了吧 清云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对着下方的弟子们罢了罢手 他连挽回自己颜面的场面话 此刻都懒得说了 场中的弟子们也纷纷一脸遗憾地散去 虽说羡慕极度 但是谁都想要亲眼见见 这绝世天才到底长什么样 老七 你说这神秘人到底何时才会出来 弟子散去后 清云看着身旁的风寒问道 在场之人只有他见过这神秘人 我也不知 不过他既然遮掩身份 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看 咱们还是顺其自然好了 时候到了 也许他便自己就出现了 风寒也苦笑着摇了摇头 众多长老纷纷无语 你这话说了 也等于没说 夜晚 在风雪殿吃饱喝足后的燕北 哼着小曲闲听信步地 朝裘龙山走去 风寒不止一次 让他今晚就留在风雪殿 但是 燕北独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还美其名曰他 不能就此沉沦 一定要回到裘龙山前行修炼 风寒当时内心颇为欣慰 觉得燕北终于长大了 不过他真正不想 留在风雪殿的原因是 是怕自己明日一觉睡得太死 而忘记迁到了 月亮之上 我在遥望 燕北一路高歌而去 他并没有使用修为 而是不行 所以速度很慢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来到了裘龙山脚下的一片森林里 正当他想要一下 跳到山巅时 嗯 他突然轻易一声 双眸朝森林一处看去 他感知到 这片森林 竟然有一阵细微的能量波动传出 如果不是他已经踏入原神境 都不一定能够感知出来 反正闲来无事 去瞧瞧吧 他嘟囔一声 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他的身形 出现在森林一处 极为偏僻的角落上空 他朝下方看去 表情瞬间变得精彩起来 在他的下方 竟然有一个白色透明的护照 乃是一层空间结界 将此地完全包裹 而在结界之中 有两方人马正在对峙 更好巧不巧的是 这两方人马 他竟然都认识 清云圣子 启梦 他们怎么突然闹掰了 燕北端坐云层之上 一脸奇怪地看着下方的情形 圣子 你发出飞书说你遇到危险 我带人立马赶来支援 可如今却将我们禁锢于此 到底是何意 启梦此刻眉头紧皱 他也不知 自己到底 何时得罪了清云圣子 对方竟然要将他困在此地 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 清云圣子突然给启梦传出飞书 说他遇到了危险 让他立刻前来支援 当时的启梦也没有多想 带着宗门内的几名 弃海境长老 便直接动身前来支援 至于清云 才从鸿海遗迹归来 正在闭关 所以 启梦也便没有惊动他 而来到此地后 他们竟然发现 这完全是圣子的一个圈套 启梦 这一切都只怪你 怪你那废物老爹 是你们逼我的 此刻清云圣子两眼通红 竭力思得地对着启梦大吼 大胆 竟敢侮辱宗主大人 启梦身后的一名老玉 身上猛然爆发出一股强大威势 直接一掌朝清云圣子拍去 这老玉乃是清云宗的一名长老 修为达到契海境八重境界 启梦此刻的脸色 瞬间也沉了下来 想来 父亲此刻如果在这里 肯定会很心寒 清云一直带圣子 如自己清传弟子 宗门资源也很大程度地倾斜于他 可如今 他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蝼蚁 滚开 一声怒吓 从清云圣子身旁响起 他身后的 一名蒙面男子 直接探出手掌 猛地迎上那杀来的老玉 哄 两个强大的能量相撞 老玉的身形 顿时如同一颗炮弹般地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的老玉 面色惨白无比 眼神有些惊恐地盯着清云圣子身后那人 第21章 山穷水静 这时 破 倒在地上的老玉 再也无法忍住 一口鲜血直接喷出 神色骇然地说道 雷 雷洁净 说完以后 老玉直接便昏死了过去 刚刚那一击 已经让老玉的经脉受损 并且 手臂已经完全废掉了 以无再战之力 启梦连忙扶起老玉 从空间戒指中 迅速地拿出一枚药丸 给他扶下 好个圣子 竟然勾结外敌 企图谋害我等 回去之后 宗主定然不会放过你 一名身穿道袍的老者 从启梦身后走出 无比愤怒地看着清云圣子 还想着回去 别做梦了 清云圣子此刻面露凶光 根本不惧长老的威胁 既然做出此事 他就没打算让这件事情暴露出去 前辈出手吧 清云圣子转过头 拱手对着身后的那名蒙面人说道 蒙面人也点了点头 随即直接释放出自身契机 哄 一股极其恐怖威势 瞬间席卷整个结界 启梦此刻内心猛的一沉 竟然真的是雷结镜强者 这让启梦的内心 瞬间沉到谷底 对方样子明显来着不善 如果不能突破结界封锁 他们今日便危险了 前辈如此强者 竟然听命于清云圣子这等小人 启梦沉声对着蒙面人说道 同时 他的脑袋正在飞速运转 正在思考 到底如何才能破解 如今眼前的局面 不过 当他看了一眼四周后 眼中出现一抹担忧 启梦已经感受过了 这结界无比牢固 凭借他和长老的修为突破的几率 微乎其微 如今他只能期盼拖延时间 父亲能够尽快地发现此处的情况 凭他还不足以使唤老夫 倒是作为清云独女的你 倒是让老夫产生了一些兴趣 蒙面人发出诡异的笑声 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原地 正在以恐怖的速度 不断朝启梦接近 这地方毕竟还是靠近清云宗 他根本没有耐心陪他们玩下去 所以他直接出手 便是要在最快的时间拿下启梦 圣女 你找机会突围 老夫拦住他 启梦身后的那名长老 见到蒙面人不断靠近脸色一变 立马将启梦护在身后 长老此刻也顾不了许多 直接调动全身修为 将自己的力量催动到极致 清天觉 长老也知道自己 根本不可能是雷结近强者的对手 所以他出手便是杀招 动用了清云宗的镇宗宝树 清天觉 天地忽然震动 就算在结界之中 也浮现出了片片青色的云彩 每一片云雾中 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波动 震 长老双手结印口中吐出一字 顿时间整个结界之中 雷鸣滚滚 无数青色云雾 朝蒙面人镇压而下 每一朵都仿佛重达万金 让天空隆隆作响 其实施展清天觉 阻挡蒙面人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则是长老 想要使用磁宝树 引起外界警觉 从而感知到此地情况 不过 他明显失算了 这结界牢固无比 根本没有半分能量波动泄露 宝树不错 不过修为太弱 区区蝼蚁 也敢足我 蒙面人见到朝自己 不断压下的云雾 冷哼一声 身上猛然爆发出一股 更加恐怖的波动 金轮破天 蒙面人掌中 突然泛起霞光 无数金色的飞轮 从他的掌中飞出 直接将朝他镇压 而下的云雾 瞬间撕碎 七宝宗 金轮长老 启蒙和长老两人同时 发出一声惊呼 他们都认出了 这蒙面人的身份 金轮破天 乃是七宝宗 金轮长老的独门秘书 就算知道了又何妨 你们今日也无法 做出任何改变 就算被认出身份 蒙面人内心 却根本毫无波澜 在他看来 这两人就算今日 有天大的本事 也插翅难逃 不过青云圣子 还是脸色微变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可不如这金轮长老 要是被青云宗的人 发现他勾结外敌 对付自家人 恐怕就算他 有十条命也不够死的 不过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他已经无路可退 待他擒住其梦后 便会为其种下奴隶印记 让这不可一世的高傲女神 一辈子都沉浮在他的脚下 此刻场中的战斗 进行到了白热化 不得不说 这位青云宗的长老实力极为强横 竟然以弃海静修为 与雷洁静强者 缠斗如此之久 那金轮长老此刻的面皮 仿佛也有些挂不住了 对方比自己低一个大境界 竟然如此长时间 都没能将对方拿下 给我去死 他一脸狂怒 身形化为一道雷霆 猛的一掌 拍在青云宗长老身上 哄 青云宗长老 此刻再也无招架之力 直接被一掌拍飞出去 将地面都砸出了一个大坑 九长老 奇梦脸色大惊 立马朝大坑所在的位置而去 想要救回九长老 不过当烟尘散去之后 奇梦瞬间脸色一白 在大坑之中 九长老的气息 已经微乎其微 全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鲜血浸染了整片大地 快快走 九长老此刻 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指 想让奇梦离开此地 走 在这结界之中 能往哪里走 蒙面人此刻 瞬间出现在奇梦身前 他手掌猛的便奇梦压下 掌中散发出恐怖气息 瞬间将其压制 奇梦直到面对之时 才知道真正雷洁境强者的恐怖 仅仅散发出来的气机 竟然就让他根本无法动弹 放开我 奇梦面若冰霜 不断摆动着 郊区企图挣脱束缚 不过 就算他再怎么挣扎 也无济于事 他根本无法挣脱 气息压制 由此可见九长老 能够在蒙面人手中 坚持这么久 已经多么难得了 你这个残害同盟的卑鄙小人 不得好死 这时 倒在大坑中的九长老 看到青云圣子的身影 瞪大双眼 死死看着他 被这人不忍鬼不鬼的家伙 盯得毛骨悚然的青云圣子一咬牙 还敢诅咒我 去死 这九长老 对他来说 根本毫无用处 他直接祭出一把飞剑 以灵力催动 直接朝九长老杀去 他竟是 准备直接杀了九长老 不 见到如此一幕 被气息压制无法动弹的奇梦 再也无法忍受 也不知道底是哪里来的力气 他竟然瞬间 便挣脱了气息压制 朝大坑中的九长老扑去 第二十二章 我可不是什么前辈 空间结界中 奇梦的内心充满绝望 他知道 此刻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之中 两名跟随他来的长老 一位重伤昏迷 一位已经失去战斗力 而他却根本不可能 会是这金轮长老的对手 父亲恐怕也还不知道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人会来救他 奇梦的眼中闪过一丝绝绝 看到青云圣子所打出的飞剑 一咬牙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用身体迎上 青云圣子的心思 他怎能不知晓 与其落在他的手中受辱 不如直接一丝百了 父亲 庶女儿不孝 奇梦神色坦然迎上飞剑 眼中根本没有丝毫畏惧 只是闪烁着遗憾之色 圣女 不要 九长老神色大变 他想要强行起身拦住奇梦 可自身骨骼 尽碎已无半分力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奇梦赴死 青云圣子脸色巨变 想要收回飞剑 可是这飞剑的速度极快 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范围 奇梦不仅是他爱慕 做梦都想要得到之人 也更是他此刻唯一的筹码 他敢保证奇梦如果生死 这奇宝宗的金轮长老 肯定会第一时间拍死他 奇梦死了 他也就毫无利用价值 夜色中 奇梦一袭白衣 此刻竟显得如此凄美 他闭上双眸 有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 他在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一刻 人生经历过的场景 如同放电影 一般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所有的亲人 都在对他微笑挥手 这一刻他感觉死亡 仿佛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了 金轮长老此刻 也内心一惊 想要出手挽救 可已经晚了 他花了如此大的功夫 正是要活捉奇梦 如今却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这让他回到七宝宗后 该如何交代 想起青云得知 自己女儿死后 狂怒的模样 就连他也不由地 打了一个冷战 可就在这时 在大家都以为奇梦 即将被飞剑穿心而过的时候 一阵清风扶来 伴随着一道悠悠的叹息 青云圣子等人 顿时瞪打双眼 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在电光火石之间 一道模糊的人影 从天穷降下 踏舞而来 身影的速度 快到不可思议 刹那之间 便已经出现在奇梦身前 随即伸出两根手指 直接夹住了刺来的飞剑 奇梦原本紧闭的 美眸此刻 也微微颤动 此刻 他不应该已经死了吗 怎么一点痛觉 都未曾出现 他缓缓睁开双目 随即美眸瞬间 睁大一倍有余 他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 在他的身前 竟然出现了一道挺拔的身影 燕北站在场中 轻轻一叹 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 在青云宗内 自己在意的 只有师尊跟林儿两人 对于其他人内心 都是一片漠然 哪怕是刚刚几名长老 都要被斩杀了 他也是一脸淡然 因为这一切都跟他无关 他跟这些人 从没有过交集 但启蒙圣女 在他内心的感官 却是不同 自己被关进求龙山 的确是因为 看到了圣女洗澡 冒犯了对方 但这一些 都是圣子在一手操作 以至于后来 圣子想要斩杀自己 也是圣女 不计前嫌 开口给自己求情 否则在师尊 没有出关的时候 他已经被拉去 投喂了妖兽 面对一位 未曾偷窥过自己洗澡的男子 圣女还能摒弃前嫌 为他求情 这换作其他女子 能做到吗 所以 如今见到启蒙 即将被杀 他还是没能忍住出手 启蒙一脸呆滞地 看着眼前的这道身影 就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 在这种关键时刻 还真有人前来救他 你是何人 怎么会出现在 我的结界之中 金轮长老面色 顿时一变 眼前这人毫无预兆地 出现在他们眼前 就连他都未能看清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一位闲人罢了 他的语气很是淡然 仿佛他真是一位 置身世外的局外人 咔嚓 燕北直接使用手指 将飞剑加断 这看得在场住人眉头一跳 两根手指 便将灵气级别的飞剑加断 光是这一手 便让金轮长老心生忌惮 见到两根手指 将飞剑加断 奇梦美眸 顿时散发一阵异彩 前辈请民出手 救救我们 事后清云踪定 不会忘记前辈恩情 如今出现了一位神秘强者 这是他唯一的保命机会 他当然不会放过 前辈 我可不是什么前辈 燕北摇头轻笑一声 微微减弱身上的混沌气息 露出了清云踪 普通弟子服饰 想以此来证明 自己很年轻 自己明明是青春少男 叫前辈 岂不是把自己叫老了 可见到燕北身上 所穿的清云踪 普通弟子服饰后 奇梦的神色一愣 清云踪的普通弟子 不对 他默然想到白天 父亲到处寻找的 那名神秘的爵士天才 不就是这副打扮吗 浑身被一层迷雾包裹 看不清真容 身穿一袭清云踪 普通弟子服饰 这不是那神秘的爵士天才 又是谁 清云踪传说的神秘天才 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清云圣子 刚开始也是一愣 随即便反映了过来 清云踪普通弟子中 能有如此身手的 就只有那神秘人 他眼睛 无比愿毒地看着燕北 他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完全就是 眼前这人造成的 如果不是燕北 给的压力实在太大 他又岂能行如此险招 随即清云圣子 立马跑到金文长老身边 在他耳边小声说着什么 你是父亲寻找的 那神秘弟子吗 启梦此刻美眸 散发出异彩 看着眼前这神秘男子 心跳骤然加快 算是吧 燕北苦笑一声 不得不说 启梦长得实在是太美了 他每一次见到心中 都不禁生出一丝惊艳之感 虽说不知道 你是怎么进入节节中的 但想来能进便能出 现在你赶快逃 去通知我父亲前来 此人乃是雷洁静强者 你不会是他的对手 启梦满脸焦急地 对着燕北说道 想让他快点离开此地 他见到清云 圣子不知 在金文长老耳边 嘀咕什么 但想来准没好事 如今 只有通知他父亲赶来 才能有机会 将他们所有人救出 可就在此时 虽不知道 你小子怎么进来的 但现在翔走已经晚了 那金文长老此刻 猛地腾空而起 将能量注入空间节节中 让其变得更加牢固 看到这一幕 启梦心里咯噔一声 脸色煞白 完了 现在走不掉了 雷洁静吗 有我在 不必担心 燕北轻笑一声 神色淡然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洒脱 他既然下来 准备救下众人 便没打算要离开 可当启梦开始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微微一正 有我在 不必担心 这一句轻飘飘的话 落在启梦的耳中 却让他内心充满一股 莫名的安全感 第23章 灭杀金伦长老 启梦脸色微红 轻硬了一声 随即便退到了燕北身后 他的美眸散发溢彩 此刻 正在细细打亮眼前 这神秘的青云踪天才 这一刻 他的心无比平静 仿佛已经忘记了 自己还身处险境 因为 他能够感觉到 就算此刻天塌下来 眼前这个男人 也能为他一肩扛下 这种奇妙的感觉 除去父亲外 他还是头一次 从其他男子身上体会到 今天 还真是好运 不仅能够活捉青云之女 还能够斩杀 这所谓的绝世天才 实在是妙啊 金伦长老 站在虚空 仰天大笑 刚刚眼看着 奇梦要死了 正当他思考 回到七宝宗后 如何交代时 没想到竟然冒出 这么一人救下了他 更让他欣喜的是 这人 竟是青云宗 那神秘天才 对于这神秘天才 他 可是一点也不陌生 毕竟他们七宝宗 百年难遇的天才 凌峰 便是败在此人之手 当时的凌峰才气 海静修为 这不过一月时间 这神秘天才 想来修为 也不会超越雷杰境 况且就算达到 雷杰一众 他也有绝对的信心 将其斩杀 所以 燕北的到来 对于金伦长老来说 可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想要英雄救美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的实力 我到处找你 没想到你今日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青云圣子面色 无比阴沉 看着奇梦 依偎在燕北身后 他的怒气 便不打一出来 燕北看着 站在虚空狂笑的 金伦长老 和青云圣子两人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难道你们想要 将我也留下不成 不是瞧不起你们 就凭你们 还不行 场中的笑声此刻 戛然而止 我们不行 金伦长老神色一愣 仿佛有些不相信你们 除了你和你身旁的废物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燕北白眼一番 觉得这金伦长老 跟个傻帽一样 废物 青云圣子左右看了看 随即大怒 这家伙死到临头了 还敢骂他 你找死 我到时候要看看 这样众人吹嘘的神秘天才 到底有何等本事 青云圣子 脸色狂怒 身躯化为一道残影 直接朝燕北杀来 震雷拳 青云圣子冷哼一声 随即右拳上面 雷霆绽放 一股强大的气息 扑面而来 小心 启梦惊呼一声 这是青云圣子的成名绝技 这一击 就算是他 也只能避其锋芒 可随着青云圣子的 不断接近 燕北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就静静地站在原地 仿佛被吓傻了一般 快躲开 启梦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准备出手 帮燕北接下此招 可就在他即将出手的那一刹那 燕北终于动了 刷 他的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瞬间消失在原地 不好 金轮掌老脸色猛地一变 伸出大手 朝燕北抓去 可燕北的速度实在太快 金轮掌老破了个空 青云圣子 也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豁然转身 可这事已经晚了 燕北瞬间便出现在青云圣子身后 直接一记鞭腿 咔嚓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青云圣子惨叫一声 随即如同一颗炮弹般砸在地面 启梦嘴巴缓缓张开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手中凝聚的能量此刻也逐渐散去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一瞬间 启梦完全都没看清燕北的动作 便听到青云圣子的惨叫声 这 启梦此刻也一时语色 不知说什么才能表示出自己的震惊 长老 救我 躺在地上的青云圣子面露痛苦与惊恐 他的脊椎骨在燕北这一脚下直接断裂 往后就算伤势痊愈后也无法动弹 他将是一位废人 你 金伦长老见到青云圣子的伤势后 内心一惊 青云圣子乃是七宝宗吞并青云宗计划极为重要的一枚棋子 如今竟然被人一脚给废掉了 金伦长老身上猛地涌起一阵金色霞光 无数的飞轮从他的金光中飞出 小子 我要你死 哄 无数金伦划破虚空 直接朝燕北杀来 场面震撼无比 奇梦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焦躯微微颤抖 翘脸没有丝毫血色 在他看来 他们两人都将与命在这漫天飞轮之下 可就在这时 燕北见到这朝他斩来的飞轮不屑一笑 叮 他直接口中吐出一字 宛如有魔力一般 在虚空中的金伦仿佛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定住了 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燕北微微侧头 便见到奇梦颤抖的娇躯 随即一笑 我不是说 有我在 不用怕吗 奇梦的心灵仿佛被这一语重击 心脏跳个不停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 这家伙竟然还这么燎然 就算是性子清冷的奇梦 此刻内心也不禁泛起阵阵液 相比于心生涟液的奇梦 而另一边的金伦长老 则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怎么可能 金伦长老此刻 整个人被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定在虚空 就连抬一下手指 他都无法做到 连我青云宗的圣女也敢动 实在找死 燕北目光冰寒地看着金伦长老 燕北抬起手掌 随即猛地一握 爆 哄 漫天的飞轮瞬间爆炸 那金伦长老也在寝客间 被一股莫名的恐怖力量 直接碾碎炸成血物 根本无任何抵抗之力 你也去陪他吧 燕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道恐怖光柱瞬间从指尖迸发 不 青云圣子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想要起身逃走 可是却根本无力动身 这一幕像急了他 刚刚对待九长老师的场景 哄 一道爆炸声响起 青云圣子在光柱之下 直接化为粉机 连尸骸都未曾留下半分 启蒙呆呆地 看着场中的一切变化 他直到此刻都不敢相信 本以为他打败青云圣子 已经极为了德 没想到这绝世天才真的 如传说中一样 随意间便可抹杀了一截净强者 好恐怖的手段 第24章 一年时间 神功六重 躺在大坑中的九长老 也是满脸惊骇 虽说 他全身无法动弹 但是却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此刻的他 早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看着不远处 那浑身充满混沌气息的男子 九长老内心无比震惊 真是清云宗的弟子吗 他怎么感觉这天才弟子 比宗主还要强 既然此件事了 我也该回去了 燕北伸出手指 随意一点 让启蒙等人 毫无办法地空间结界 瞬间消融 别 启蒙下意识地脱口出 嗯 怎么 还有什么事吗 燕北微微一愣 叫什么名字 平日里端庄大方的启蒙 此刻的神态 竟也有些扭捏 原来是因为这事 燕北本想做好事不留名 但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 爆出自己的名号 否则宗门那弟子 形容他的时候 都是什么绝世天才 神秘人等等 听得他耳朵都生俭了 你就叫我 卧龙先生吧 燕北思来想去 好像也没有什么 适合自己的名号 随即他便想到自己 天天都待在囚龙山 也整日卧在一张草席上 称之为卧龙先生 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 反正总不可能 叫卧草先生吧 卧龙先生 启蒙默念了一遍 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怪异 反而他觉得这名字之中 充满了一种 说不出的清雅 仔细品味后 有又一股 油然而生的豪情壮志 蕴含在其中 让人一听便知道 此人并非凡俗 卧龙先生 多谢你出手相救 回去后 我定然让父亲 好好感谢你 启蒙红着脸 对着燕北说道 举手之劳罢了 无需挂怀于心 走了 燕北苦笑 这摇了摇头 他才不想自己的身份暴露 他的身影画 为片片光雨 逐渐消散 卧龙先生 我们何事 再能再次相见 启蒙看着逐渐消失的燕北 内心一急 日后 有缘自会相见 燕北的声音 如同虚幻 忽远忽近 让人无法捉摸 日后 我会等着你的 启蒙绝美的 面旁满是坚定之色 躺在一旁地上的九长老 见到启蒙如此神情 作为过来人的他 哪里还不知道 自家圣女 已经对着神秘少年动了情 唉 傻丫头 他微微一叹 内心百感焦急 同时内心 闪过一丝担忧 虽说启蒙乃是圣女 父亲更是宗门宗主 在清云宗内地位尊崇 可就从他今天所见之中 便知晓燕北 并非池中之物 这小小的清云宗 如何能盘踞下 如此一条大龙 不过这些 他都未曾说出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是他人 无法干涉的 是好是坏 只有尝试之后 才知晓结果 自从燕北出手 救下启蒙后 宗门内 便开始沸腾 其中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是 平日里 无比爱慕其梦的圣子 竟会联合外宗之人 一起来暗算圣女 听到这则消息时 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 不过 最后有圣女亲自 出面讲述过 当时的场景后 弟子们 纷纷为之震撼 在圣女的讲述中 最为让人震撼的 便是那叫做 卧龙先生的人 同时 弟子包括 长老们也才第一次知道 宗门内 那神秘天才的名号 多亏了卧龙先生出手 否则圣女殿下 恐怕凶多吉少啊 一些弟子 听到当时的场景 都不由地 纷纷为圣女捏一把汗 卧龙先生 真乃神人也 连宗主 都未曾察觉的空间结界 他都能感知到 岂不是说 他的修为 比宗主还要厉害 有人小声 对着自己的同伴说道 眼中的崇拜之意 毫不掩饰 自此 燕北这卧龙先生的名号 也就在此刻打响 清云不止一次 让人去寻找过这卧龙先生 不过最终 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这清云宗内 根本没有人叫做卧龙先生 不过 众人也已经习惯了 如果这神秘天才这么容易 就暴露的话 那么也就不是他了 经历那晚出手 救下奇梦一世后 燕北的生活 再度恢复成以前 凭借的样子 在这寂寥荒凉的囚龙山上 燕北仿佛成了 独立在清云宗外的 一位透明人 除了整日迁道外 他竟然自觉地 开始修炼了起来 付出多少 回报便有多少 他的修为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悄然水涨船高 突飞猛进 整个宗门内 此刻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也没有人会想起他 除了灵儿 和风寒师尊偶尔回来 看看他外 大部分的时候 燕北都是 独自一人修炼 燕北倒也无所谓 他无聊时 便打开空间神眼 看看外面的趣事 倒也乐得逍遥 就这样 春去秋来 日月轮转 眨眼之间 他便已经独自一人 在囚龙山上 已经居住一年了 不过对于修士来说 一年时间 不过弹指即逝 根本没人在意 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燕北并没有虚度光阴 反而无比勤奋刻苦 他变强的道路 没有一刻停歇 番茄 打开面板 听到燕北的呼喊 石海中的小番茄 瞬间散发出一道星光 随即在燕北身前 凝聚出了一道光幕 宿主 燕北 修为 神功晋六重 神通 天眼内脸法 通天执法 空间神眼 鬼影迷踪 上苍之手 万物母气顶 五百枚碎片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 他早已突破 元神踏足神功晋 这个修为 可以说是青云宗 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 就连青云宗主 直到此刻 也不过堪堪 突破元神晋 还在闭关中 神功晋 就算是整个东域 也称得上是 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一般有这种修为强者 要么是一方大教的教主 要么是全清天下的君王 也就是说 如果燕北此刻想 他完全可以 将青云宗提升为 一方大教 甚至是做 拥有无数子民的国度 他如今的修为 在青云宗方圆五千里内 已经算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没有一人 是他的对手 毕竟更恐怖的 四级晋强者 根本不会待在 这小小的东域南部地区 至于超凡晋的存在 异或者圣人 那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直接燕北 还未曾听闻过这些 恐怖存在的传说 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 突破神功晋之后的燕北 气息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也不知是不是 境界提升的原因 他的气质 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蕴含了大道真理 有一种莫名的威严 让人心生畏惧 不过这一切的 改变无人知晓 第25章 血神教 与此同时 在距离青云宗无数 距离外的一座山脉中 这里云雾缭绕 巍峨的山脉 直冲云霄 一座座宫殿矗立在此 一眼看去 便让人觉得大气磅礴 这里便是东域 让人闻风丧胆的势力 血神教 血神教乃是一处邪教势力 在此地称遵数千年 无任何势力 是其的对手 在方圆万里内 从没有任何势力 或者修士 敢于血神教作对 此刻 在血神教的一座大殿中 有数十名黑袍人 站立在此 而在大殿中央 有一处血红色的祭坛 正在运转 在场所有人都 庄严肃目地 看着祭坛所在的方位 就在此时 问 一股恐怖无比的能量波动 从祭坛内部传出 恭迎教主 恭迎教主 所有黑袍人 立马全部贵服 在地神色虔诚无比 仿佛在迎接什么到来 起来吧 一道身穿血红色长袍的 高大身影 从祭坛中浮现 威严的声音 响彻在整个大殿 他便是血神教的教主 神功进八重修为 恭喜教主大人修为 再进一步 问顶四级 只日可待 一位黑袍人走上前来 拱手对着血神教主 虔诚地说道 血神教主应了一声 随即静止地 走到大殿上方 目光直视 在场所有长老 本座不在交中的这些日子里 可有什么事情发生 听到这话 不少黑袍人心里 咯噔一声 回 回禀教主 教中并无大事发生 一名黑袍人 硬着头皮说道 血神教主 端坐在大殿上方 目光一动不动地 盯着说话的 这么黑袍长老 并无大事发生 你确定吗 从这黑袍长老的语气中 他便感到一丝不妙 教主饶命 黑袍人猛地跪下 语气有些恐惧 到底发生了何事 血神教主眉头一皱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黑袍人深吸了一口气 一咬牙道 教主 前段时间 执法堂的一名小队长 把我们的血灵符 偷走了 什么 血神教主脸色一变 面若冰霜道 你刚才告诉我教中 并无大事发生 连血灵符都被人拿走了 这还叫没有事情发生 血灵符 乃是操纵血灵的符印 就算是在血神教中 也不过只有五块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 在血灵符中刻画 有详细操纵血灵的阵法纹路 要是被有心人 得到流传出去 那么后果就糟了 得到血灵符阵法修饰 可利用阵法 控制血神教中的血灵 血灵符不能遗失 血灵乃是血神教力教根本 不能有半点闪失 否则 到时候血神教 在东狱的地位 必将大幅受到打压 血神教的实力 也将大大受损 如今听到一个小小的执法队长 竟将其中一块符印偷走了 血神教主此刻 都想一掌 将这黑袍长老 直接拍死 本座问你 那执法队长 现在何处 血神教主 冷冷地问道 听到这话 黑袍长老的身躯 都开始微微颤抖 犹豫了片刻后 他 他的本命浑灯熄灭 已经死了 什么 血神教主此刻 直接豁然起身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势 瞬间席卷整个大殿 哄 连看一块符印 也看不住 你这废物 留着也无用 血神教主此刻内心震怒 直接出手一掌 便将这明媛 神静的长老拍死 教主息怒 教主息怒 在场的长老们 纷纷身躯一颤 连忙跪在地上 发生了如此大事 你们让我如何息怒 血神教主面色 无比阴沉 他此刻 甚至都想 将这些人全部拍死 真是一群饭桶 在这无比紧张的气氛之下 一道无比苍老的声音 从殿外传来 无需惊慌 老夫有一办法 或许可追回符印 一名发虚揭白的老者 从殿外走了进来 血神教主见到老者也神色一环 父亲 见过老教主 这老者 不仅是献血神教主的父亲 更是血神教 上一代教主 父亲您刚刚说 有办法追回符印 血神教主 来到老者身前 焦急地问道 当然 你只需将一滴精血滴 在其他血灵符之上 便能够心生感应 找到这枚遗尸符印所在的位置 老者伸出干枯的手掌 将一枚血灵符的 给了血神教主 如此简单 血神教主 有些狐疑地问道 要不是这人是自己父亲 他真的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毕竟连他都不知道 还可以这么操作 祖上炼制血灵符 当然会想到如今之事 所以早就留下了后手 只要有修炼血神经的修饰 并且达到神功静变 可使用此方法 找回遗尸的符印 老者徐徐道来 老者虽是上一代教主 却没有修炼血神经 否则他早就带人找回 这一世的符印了 血神教主听后 随即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割破了自己的指尖 滴答 一滴浓稠无比的鲜血 滴落在刚刚老者 所递出的符印之上 这时 血神教主紧闭双眼 在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道莫名的力量 为他指引着他 片刻后 呼 找到了 血神教主神色大喜 哦 在哪里 老者闻言也是一喜 连忙让人拿出地图 血神教主 看着眼前的地图 仔细感受着 那股牵引之力所指的方向 随即一指 在这里 众人纷纷定睛看去 东域南部 这么远 难怪没有找到 血神教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简直把方圆数千里 翻了一个遍 但还是没能找到血灵符 如今才知晓 这枚血灵符 竟被这执法队长 带到了东域南部地区 难怪他们没找到 第26章 五堂主降临 既已经找到血灵符所在的位置 执法堂主何在 血神教主回到大殿上方 沉声问道 不过等了片刻 并没有人回应他 嗯 竟然没有人回应他 难道这些家伙 都翅膀硬了不成 正当血神教主 即将发怒之时 一名黑袍长老 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教主 您刚刚拍死的 那位便是执法堂主 血神教主 看着倒在不远处的那具尸体 沉默一瞬 随即说道 既然执法 堂主已死 武堂主那本座便派你前往南部地区 收回血灵符 武堂主顿时大惊 收回血灵符 如此重担 竟然交给了他 如果做得不好 那么下场 肯定比执法堂主好不了多少 武堂主的脸色此刻 比哭还难看 都怪自己多嘴 如非本座 需要闭关巩固修为 否则也不会派你前去 不过 你也无需担忧 南部地区本座年轻时期 曾去历练过 那么不过是一处蛮夷之地 元神镜便是哪里最为强大的修士 想来凭你元神巅峰境界 修为在南部地区 已经算是激进无敌的存在了 血神教主 看着武堂主的怂样 冷哼一声 随即说出了 东域南部的情况 武堂主此刻 微微一愣 元神镜便是最强 如果真如教主所说 他元神镜巅峰修为 去到南部地区后 的确已经算是无敌了 这样便大大的减少了 他找到血灵符的难度 如果他真找到了血灵符 那么便是大功一剑 原本的苦差事 瞬间便成为了香波波 在场的多名长老此刻 都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他 武堂主也不含糊 连忙朝着 血神教主丹西跪下 教主 属下一定会将 血灵符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花音落下 黑袍长老也不坐停留 直接带着几名手下 便离开了血神教 直奔东域南部而去 一日 清云宗 此刻在清云宗深处的一处密室中 清云正盘息而坐 在他的头顶上方 有一尊透明色的小人 这便是清云的元神 自从他突破元神境后 他就一直在此地闭关 适应着体内的强大力量 片刻后 清云终于睁开双眸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碰 密室中的桌椅 根本无法承受 助清云的气息 直接瞬间爆碎 在清云气息 重新内敛后 他也没坐停留 直接打开 密室走了出去 恭迎宗主出关 在密室外早 也有长老们等待 纷纷一脸灿烂地看着清云 太好了 咱们宗门往后 也是有元神境界的强者了 风寒一脸高兴 内心很是激动 清云宗 能够出一位元神境界的强者 实属不易 往后清云宗 有一位元神境界的强者作证 整个东域南部地区 谁人敢惹 想到这些 在场的诸多长老们 便不由地激动起来 清云宗 终于熬出头了 既然我已出关 咱们清云宗往后 也不必畏手畏脚 风寒长老 你即刻去召集弟子 清云也是 露出一谋淡笑 随即大手一挥神色 再度威严 召集弟子 宗主 你难道 风寒神色一惊 他隐约猜到了清云的意思 没错 七宝宗七人太甚 不仅策反本宗圣子 还派出雷杰净强者 以大欺小 暗算圣女 即我已突破元神 清云宗子 当要世人知晓 我清云宗的人 并不是那么好动的 而七宝宗 便是我们清云宗第一款魔刀石 明月 随我出征 一举灭掉七宝宗 清云神色威严 慷慨激昂地说道 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 极为恐怖威势 让无数人为之胆寒 在场的长老们 听到清云所说的后 浑身一颤 内心震动 灭掉七宝宗 这便是突破元神境后 清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要是七宝宗此刻 知道清云的想法 不知道会不会下得彻眼难免 元神境的恐怖存在 是他们根本无法抗衡的 与此同时 在距离清云宗 五十里外的一处虚空中 有八道身穿黑袍的人影浮现 正是从血神教赶来的 武唐唐主等人 这蛮夷之地 也太过贫瘠了 本开始我还不信 此刻想起教主所说 竟还有些夸大气词 武唐主站在虚空 无比嫌弃地 看着脚下的这片大地 这一路走来 连一个元神境修士 都没能遇见 反而那些弱小无比的 雷洁境修士 却在此地称王称霸 看得他是一阵无语 这东玉南部地区 不愧为蛮夷之地 武道竟然落后到这种地步 这时 虚空破开 一位黑袍人出现 此人在此次行动中 扮演了赤后的角色 负责探路与收集情报 唐主 教主所说的地方 好像就在前方 一名黑袍人用手 指着前方恭敬地说道 嗯 可还探查到了什么 武唐主应了一声 随即问道 据血灵符所指的地方 好像是一处名叫青云宗的地盘 黑袍人拿出地图 递给了武唐主 上面标注了血灵符 和青云宗所在的位置 嗯 难道血灵符是 在这青云宗手中 武唐主眉头紧皱 他来到此地本 不想与其他人产生任何瓜葛 只想快点拿到血灵符 回到写神教 不过 看样子是不行了 照地图上所显示的位置 血灵符的确就在青云宗手中 黑袍人沉声对着武唐主说道 那这青云宗势力如何 武唐主掐着眉头 一脸沉思 他此刻正在思索如何制取血灵符 而不和这青云宗发生碰撞 毕竟出门在外 还是小心为上 青云宗 乃是是一处三流 下等宗门 其中最强者 便是他们的宗主青云 雷洁静 九重修为 黑袍人连忙汇报出 自己所得到的全部信息 雷洁静 九重 武唐主明显一愣 怎么这么弱 第27章 青云宗微难 这青云宗如此弱小的势力 竟然敢藏匿血灵符 真是该死 另一名黑袍人走了上来 浑身杀气腾腾 真是可惜了执法长老 要是被他知道 血灵符在这些人手中 真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众人叹息一声 不断摇头 执法长老 虽说是死在教主手中 但最终原 又确实因为这血灵符 白白送了性命 如果执法长老 在天有灵 知道血灵符 在这些蝼蚁手中的话 就算没死 也要被气死 不如咱们 直接灭了这该死的青云宗马 为执法长老报仇 有人提出意见 众人没有接话 毕竟武堂主 才是此次行动的指挥者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敢擅自行动 武堂主此刻也是 一脸犹豫 同时内心沉思 执法长老曾在教中 多次对他施以援手 如今能有机会 为他报仇 他也不愿错过 也罢 执法长老 老夫也便为你疯狂一次 血神叫众听令 这时 武堂堂主大喝一声 在 那八名黑袍人 瞬间不再议论 全部严肃 以待战在原地 即刻出发 覆灭青云宗 活捉青云 逼问血灵符下落 武堂主大手一挥 无比霸气地说道 同时他的内心 也好过了一些 如此做法 也算是为 执法长老报仇了 是 所有黑袍人 顿时大喜 覆灭青云宗 正是他们所有人的想法 想到等下 能够大杀四方 已经有人开始 伸出心红的 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 他们本就不是什么善茶 死在他们手中的人 不计其数 屠杀是他们 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青云宗 宗主大殿内 青云此刻 正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同时思索着 明日出征的事宜 就在此时 突然 青云猛地睁开眼睛 死死地盯着大殿之外 他察觉到 有数道恐怖无边的气息 正在朝此地 飞速而来 这气息 是原神境 青云内心一惊 神色大爱 这气息靠得越来越近 他竟然感觉到了 其中有数道气息 挨此原神境 快 打开护宗大阵 青云瞬间冲出大殿 站在宗门狂吼一声 此刻 虽不知对方是敌是友 但是面对这种 能够瞬间覆灭 青云宗的恐怖阵容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打开护宗大阵 虽说长老们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到青云 如此焦急的神态 也没有犹豫 哄 一层紫金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在天空 瞬间凝聚成了一个 巨大的保护罩 将整个青云宗 都笼罩在内 随即一阵警报响起 什么情况 宗门大阵 有嫡妻 青云宗内 不论是弟子 亦或者长老 看着那紫金色的保护罩 纷纷露出骇然之色 就在此刻 一阵阵 如同狂雷般的笑声 在青云宗上方响起 没想到 你们这些蝼蚁 还反应挺快的 不过 就凭着垃圾阵法 就想要拦住本座 九尊身穿黑袍的人影 出现在虚空中 正神色屁腻地 望着下方的青云宗 一道道无形的威压 从这些黑袍人身上 散发而出 压迫的护宗大阵 隆隆作响 感受着这一股股惊天气息 所有人内心 都是意涵 这些黑袍人里面 随便一人的威压 竟然都比青云宗主 还要强横 青云乃是原神境 岂不是说明这些人 全部都是原神境强者 青云宗内 宗主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何时出现了这么多元 神境强者 青云宗所有的长老此刻 都已经来到青云身边 脸色皆是沉重到了极点 这恐怖无比的阵容 让所有人心生绝望 他们本还沉浸在青云突破 元神境的喜悦中 没想到 这才不过半天时间 便有九名神秘的元 神境强者找上宗门 青云脸色无比难看 我也不知 不过可以肯定 这些黑袍人来者不善 他刚刚还在想着明日 怎么灭掉七宝宗 那承想 今日自己的宗门 便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风寒表情凝重 不知为何 看着虚空中 那九尊黑袍人 他的内心 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些人 都是元神境强者 我只有一人 绝非敌手 青云此刻的声音 也有些沙哑 如果 如果青云宗贞 被攻破的话 我会拼死拖住其中几人 你们 便快掉逃吧 青云的内心 沉重到了极点 哄 一声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青云宗的 护宗大阵 开始剧烈颤抖 仿佛随时都将崩裂 宗门内的弟子 脸色瞬间惨白 青云也知道 此刻再也不能逃避下去了 他一步一步地朝 虚空迈步而去 最终停在了 护宗大阵的边缘处 与九尊黑袍人 遥遥相望 不知青云宗 何时得罪了诸位 竟引得阁下 前来兴师问罪 青云微微拱手 不卑不亢地问道 原神静 这蛮夷之地 终于出现了一位 能与本座对话之人 想必你就是这青云宗的宗主吧 武堂主 背负双手站在虚空 神色辟匿地看着青云 正是在下 不知阁下 有何指教 青云感受着对方 那如鸳似海的气息 内心一阵冰寒 这种恐怖的气息 他前所未见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眼前这人伸出一根手指 便能够将他轻易地蹦死在地 只教谈不上 不过你拿了本座的东西 就不打算交出来吗 武堂主冷哼一声 目光凌厉地朝青云看去 哄 一股狂风 顿时撞击在护宗大阵之上 让护宗大阵的光芒 瞬间暗淡了许多 感觉摇摇欲坠 拿了阁下东西 青云神色一正 内心疑惑 武堂主眼睛 微眯目光顿时 有些不善 忘了 本座也好心提醒你一下 一年前 我五名血神教职法堂的弟子 来到了你这青云宗 最终便再演了吴英训 他还是决定 先逼问出血灵符的具体下 落后再灭掉 这青云宗不迟 血神教 一年前 青云口中默念了一声 在脑海中疯狂回忆 随即他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风寒 他们所说的五名职法堂弟子 会不会是一年 前来找你报仇的血灵门余念 青云转过头朝地面上的风寒问道 风寒听到这里 心里咯噔一声 点了点头道 应该没错 一年前那血灵门余念 的确是说了 他们加入了血神教 一边说着 风寒的脸上愈发的难看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今日青云宗的灭门大祸 竟是由他而引起的 其余长老们也纷纷朝风寒投来目光 其中含义各不相同 第28章 青云的抉择 虚空中 五堂主乃是元神静九重巅峰境界的修为 自然能够听清楚青云两人的对话 血灵符果然在这里 他的内心一阵激动 想到拿着血灵符回到教中后的模样 他的嘴角便止不住地上扬 不过他的表情 还是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神色冷漠地看着青云 现在记起来了 五堂主冷哼一声 青云此刻的内心已经沉到谷底 他原本内心还有一丝 期盼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毕竟青云宗 从没有招惹过如此强敌 可如今看来 他还是想太多了 这一群员神静强者 就是冲着青云宗来的 阁下 此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是贵宗弟子 袭击我宗长老在先 我宗长老迫于无奈之下 才出手击杀了贵宗弟子 如阁下化干戈为玉伯 我宗愿意赔偿贵宗损失 青云此刻 硬着眉头对着五堂主说道 虽说低头服软很丢人 但总比丢掉性命强 赔偿损失 五堂主仿佛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事情 就连他身后的那些黑袍人此刻 也发出阵阵怪笑声 没错 本宗愿意赔偿贵宗损失 青云脸色有些僵硬 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为何发笑 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而是你真的赔得起吗 五堂主笑容内敛 神色有些阴厉 本宗自当今最大努力 青云看到 五堂主此刻的表情 额头也不由得有冷汗落下 这是决定青云宗命运的时刻 是生世死全在此人的一念之间 因为此事 我血神叫死了一位 元神静九重境界的长老 你也能赔得起 五堂主面色无比阴沉地说道 听到这话 青云的脸色也瞬间难看起来 直到此刻他也明白 这人根本就没有放过他们的念头 交出血灵符 我留你全尸 五堂长老大喝一声 恐怖的气息 如同天威降临一般 瞬间让整个青云宗的弟子 跌倒在地 那护宗大阵此刻 也变得更加暗淡起来 仿佛下一秒就要蹦碎 不过好在有青云等 众长老的力量及时补给 护宗大阵又才重新焕发光芒 杀 灭掉这垃圾宗门 那数名黑袍人 也纷纷释放出自己的杀意 直接朝青云宗冲来 轰隆崩 整个护宗大阵隆隆作响 好在有青云 与众多长老的力量维持 才没有第一时间蹦碎 不过 这大阵也坚持不了片刻了 如果没有解决办法 青云宗的覆灭在所难免 血灵符那是什么 青云全身气血翻涌 转过头对着风寒问道 他当时都不在宗门 哪里知道这血灵符是什么东西 风寒神色凝重 努力回想起当日所发生的一切 随即他的眼睛出现一抹疑惑道 当时血灵门余孽死亡时 好像的确出现了一枚血红色的符印 不知道那是不是他们要找的血灵符 那符印呢 青云连忙问道 如今解决眼前局面的办法 只有先拿到那枚符印 否则无论如何 也化解不了眼前的境地 那符印 好像被卧龙先生收走了 风寒面色难看 他记起当日的确有这么一枚符传 不过最后却落在了那神秘天才手中 卧龙先生 青云深吸一口气 一时间也愣住了 要是这符印落在其他人手中还好 还可以拿过来成为自己等人的筹码 但这卧龙先生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此人是谁 他上哪去拿回这枚符印 宗主 要不咱们现在找一找卧龙先生 让他出面把这符印拿出来 毕竟人也是他杀的 只要他出面 想来这些人也不会死追着我们不放 这时 一名长老颤抖着嘴唇走上前来 他已经被吓破胆了 在他看来 只要交出了这血灵符和杀人凶兽 宗门才有生存的希望 随他一同前来的两位长老也纷纷点头 同意了他的说法 混账 青云顿时神色大怒 卧龙先生 曾宗门危难之际出手 也曾在外敌手中救下小女 如今大敌当前 你们想的不是如何抵御外敌 却是想着如何出卖自己人 青云怒斥一声 脸色极为难看 宗 宗主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不过是想 让卧龙先生出来 共同抵御外敌 自己贪生怕死 却被宗主当众揭穿 这名长老脸上顿时羞红一片 胡闹 就算卧龙先生出手 他也不过才雷洁净的修为 如何是这些人的敌手 让他出来 无非送死而已 我看你是活糊涂了 青云大骂一声 眼神很是失望地看着 这么长老 我青云 就算今日战死 也绝不出卖自己人 但凡心生畏惧者 此刻便可脱离宗门 从后山离开 青云压制住体内 汹涌翻滚的气血 转过头对着身后的长老 和弟子们说道 不少人眼神露出犹豫之色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有人疯狂地朝后山逃去 正在逃离青云宗 毕竟宗门危难 和自己的性命相比起来 还是自己的性命更为重要 青云眼神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早有猜测 对于这些逃离的长老 和弟子们 他无话可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无权干涉 很快在场的长老 和弟子们便四散而逃 数千人的宗门 此刻只剩下了 不过一百来号人 我等 愿为青云宗死战 突然 这一百来号人 猛地朝天怒吼 虽说 只有一百多人 但声音 却如横雷一般 响彻在整个青云宗 那些逃亡的弟子们 纷纷内心一颤 心中很不是滋味 青云眼睛 躺下一滴热泪 青云宗 有你们足以 也罢 放手一战吧 哄 也就在这一刻 青云宗的护宗大阵 完全坚持不住了 直接轰然炸开 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青云宗爆发 那一百多名留下来的长老弟子 顿时直接被阵飞出去 第二十九章 我要你们全都死 说 血灵服在那里 没了护宗大阵的保护 武堂主等人 瞬间降临到了青云宗 说 一名黑袍人 向前一步踏出 直接一拳 朝青云轰去 青云脸色大变 连忙施展宝树抵挡 哄 可对面的力量 实在太过恐怖 他的宝树如同细雨 而对方的拳印 却如同天雷 直接瞬间 轰在他的身上 破 青云猛地吐出 一口血液 身上的道袍 焦黑一片 不断有鲜血 从伤口涌出 父见 宗主 剩余的长老们 立马冲上前来 扶起青云 神色悲弃地望着 天空中那一道道人影 那青云宗外 刚刚逃离的弟子们 此刻也正在注视着 这场战斗 他们此刻内心 一阵冰寒 庆幸自己逃了出来 这完全不是一个 等级的战斗 而是一方面的屠杀 不说是吧 有一名黑袍走出 看着青云宗外 那乌鸦鸦的弟子们 他直接抬起手掌 狠狠地拍下 哄 天地中的灵气 疯狂汇聚 随即在青云宗外 凝聚成了 一只巨大无比的 灵气手掌 随即直接朝那些 逃离的弟子们拍下 青云身旁 剩余的长老们 看着后山的一幕 神色顿时 一片骇然 咕噜 全 全死了 风寒此刻的身躯 也忍不住开始 微微颤抖 刚刚逃跑的 两千多名弟子 竟然在请客之间 化为了一片血肉 他们全部 被这眼前的黑袍人 拍死了 见到如此一幕 重伤的青云 也顾不了自己的伤势 仰天长笑 天要往我青云宗啊 他是故意让那些弟子 和长老们逃走的 整整两千多人啊 只要他们能够 离开此地 逃过一劫 那么青云宗的传承 便将不会覆灭 心火犹存啊 不过 如今他们竟然 全部都被杀了 这让他怎么能够接受 我要跟你们拼了 青云脸上 浮现一抹戾气 他准备自爆弃海 哦 准备拼命 黑袍人露出兴奋之色 能将一个人 逼到绝望的境地 是他他很乐意见到的 血神教本 就不是什么善来 他们也绝非善叉 死在他们手中的人 不计其数 对于他们来说 杀一个人和踩死一只蚂蚁 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 对于让一个人 如何心怀恐惧 绝望而死 是他们杀人的唯一乐趣 这时 风寒面无表情地 走上前来 按住了青云的动作 宗主 要死 也是我先死 此事 因我而起没想到 连累了宗们 我愧对大家 愧对宗们 不过 已经多说无意 希望来世 咱们还能做兄弟 风寒满眼歉意地 看着身后的这些 青云宗的长老弟子们 深深一拜 虽说可能伤害不了 你们分好 但我青云宗志 从没有懦夫 对不起了林儿 对不起了燕儿 风寒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微微一叹 也不坐停留 直接腾空而起 朝那黑袍人冲去 然 风寒嘀吼一声 双目瞬间变得血红一片 他再一次点燃了 他的神魂 父亲 不 杀呀 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跪着生 风老兄 等我 老夫来业 这一刻 风寒的做法 仿佛点燃了众人 潜藏在内心 最为深处的热血 他们纷纷神色无畏地 跟随风寒一起 朝天空中那群黑袍人冲去 找死 一名黑袍人眉头微皱 这些人 竟然一点也不怕死 让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丝恼怒 他直接探出手掌 准备一巴掌 将这些人 全部拍死在地 可就在他的手掌 即将触碰到风寒等人时 你找死 一道极为愤怒的声音 突然在天地间响起 同时 一股清风浮来 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风寒等 刚刚一起赴死长老们的神魂火焰 在这一阵清风下 瞬间熄灭 就连倒地不起的清云 身上的伤势 也瞬间恢复了一些 那不满清云宗阴霾的气息 仿佛瞬间被冲散 是谁 武唐主力喝一声 神色猛然一变 警惕地看着四周 就在刚刚他感受到一股 极其恐怖的力量 在不远处复苏 那股力量让他心迹 囚龙山上 相比于外界的尸横遍野 此地却和往常一样 燕北看着清云宗的方向 冷汗盈盈直下 就在刚刚 他正在进入最为深层次的修炼 踏入了最为玄傲的 他承想到清云宗就在这时 居然发生了如此滔天大火 好在番茄在石海中 成功将他惊醒 否则今日将会发生 令他一辈子也难以释怀的事情 他一年前不过随意出手 帮师尊斩杀了几位血灵们余孽 没想到今日 竟然为这清云宗惹来了如此恨火 看着风寒师尊等人 如今的凄惨模样 燕北双目星红 嘀吼一声 敢动我师尊 我要你们全部都死 随即一步迈出 哄 整片天地顿时炸开 露出了无数漆黑的空间裂缝 燕北直接化作一道 横雷直接朝着清云宗冲去 这 这是 启梦此刻忽然是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抬起头朝天空一角看去 随即美眸顿时睁大 露出了一抹激动之色 在场所有的人 此刻也纷纷抬起头 朝天空看去 轰隆隆 虚空中 只见一道身影携带者 无尽恐怖的气息 朝着众人而来 众人看去 此人浑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迷雾 让人无法看清他的容貌 不过他全身最为显眼的 便是他那属于清云宗普通弟子的服饰 卧龙先生 启梦惊喜地大喊道 其余清云宗人 也纷纷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不过下一秒 又暗淡了下去 卧龙先生的实力 他们也能够猜得大概 应该是 雷杰进高阶修为 在平日里 倒是称得上清云宗 最为强大的人之一 可如今 就连元神静的清云宗主 在这些黑袍人手中 都毫无还手之力 这卧龙先生此刻出来 也不过白白送死罢了 启梦此刻 也反应了过来 眼中的激动全部化 为了担忧 他想让燕北快点 逃离此地 第三十章 一眼震杀元神静 此刻武堂主等人 看着在天穷上方 俯冲而下的身影 瞳孔猛的一缩 不知为何 他们见到此人后 心里净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阁下何人 武堂主瞬间释放出自身契机 整片天地顿时出现 一股浩荡的威压 元神静巅峰境界的修为 斩露无鱼 他目光凝重地看着燕北 此人身上迷雾笼罩 竟连他也不能窥破 由此可见 对方至少也是 与他同级别的存在 甚至可能更加恐怖 燕北瞬间降临在 清云宗众人身前 目光看到清云宗 后山外那一地的尸体 身躯猛的一颤 一股恐怖的杀意 从他身上爆发 他双目星红地盯着武堂主等人 声音沙哑道 是谁出手的 燕北的声音此时有些沙哑 一股沙意止不住地从他体内涌出 在场之人无不感觉到 一道冰冷刺骨的寒意 从脚底升起 此刻整片天地仿佛静了下来 没有任何人敢发出声音 仿佛你只要开口说话 那么必将迎来这神秘人的雷霆一击 一股极其压抑的气息 笼罩着清云宗 武堂主此刻也不禁眉头紧皱 他完全看不透眼前此人的修为 所以他也并未回答 而是在思索着燕北到底是何等身份 不过 武堂主能沉住气 他手下的黑袍人 此刻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是我 你想如何 那出手的黑袍人 直接一步踏出 目光阴冷地看着燕北 他虽然也觉得 眼前这神秘人诡异 但他却没有半分畏惧 毕竟自己等人的实力 在这东域南部 可以算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没有神功镜的大能者出手 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是你 燕北豁然抬头 死死地盯着说话的那名黑袍人 是你 那就给我死 他目光一凝 一抹金芒 瞬间从瞳孔中炸开 哄 一道无形的力量 轰然间从燕北的双眸中爆发 躲开 武堂主脸色一变 想要伸手将黑袍人拽回来 不过已经晚了 那站在原地的黑袍人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下一秒 啊 黑袍人的脸色瞬间大变 双眼猛地有鲜血躺出 直接跪在虚空抱着头颅惨叫 紧紧一个呼吸后 黑袍人停止了动作 整个身躯也如同失去重心 一般朝地面坠落而去 他的同伴正想要接住这名黑袍人 不过被武堂主伸手拦住了 他已经死了 武堂主深吸一口气 目光凝重地朝燕北看去 什么 此刻不只是血神叫的众人尖叫一声 就连在地上的青云等人 也目瞪口呆地看着虚空中那道身影 死 死了 风寒嘴巴微张 看着那砰的一声砸在地上的黑袍人 满脸震惊地说道 这一掌拍死数千人 连元神镜的宗主都不敌地存在 竟然被这天才弟子一道眼神被杀死了 什么鬼 这也太恐怖了 剩余的黑袍人 此刻的神色也有些惊恐 不断朝武堂主靠近 想要以此来获得一点安全感 毕竟直到现在 他们也没能看清 这神秘人到底是如何将自己同伴斩杀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阁下刚刚使用的手段 是精神类攻击吧 武堂主此刻目光凝重地说道 燕北没有回答 只是冰冷地看着他 新日这些来清云宗的人 都要死 没想到 老夫竟能在这小小的清云宗 遇到一位主修精神力的强者 还真是有趣 武堂主看着燕北口中嘖嘖称奇 武堂主目光平静 笑了笑又继续说道 不过刚刚那一击 定然抽干了你全部神魂之力 想要再杀人 恐怕没这么容易了吧 呵呵呵 燕北冷冷一笑 笑得很是诡异 看得人有些毛骨悚然 他石海中的力量 可谓是无穷无尽 刚刚那一击所消耗的神魂力量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在场的血神教人 听完武堂主解释后 顿时放下了高玄的心弦 而启梦等人的眼神中 则流露出担忧 不得不说 燕北刚刚的那一招 将他们所有人都镇住了 就在这时 自己阵营死了一位原神境强者 本该大怒的武堂主 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不知阁下可否有兴趣 加入我血神教 当见到燕北的精神力后 武堂主在内心经过一番思量后 决定将燕北拉拢到自己阵营 要知道 修行精神力的修士 在大陆上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般出现这种修士 都是被大宗门供养起来的存在 血神教也有一位主修精神力的修士 被称为大祭司 精神力甚至达到了神功境 恐怖无比 大祭司那种强者 可真是一念之间 能让山河崩碎 乾坤震荡 如果要是让教主知道 自己此次不仅带回了血灵符 并且还为教中带回来了一位 修行精神力的强者 如此大的功劳 必定让他在教中地位水涨船高 说不定以后能搞个护法当当 老夫可以保证 如阁下 愿意加入血神教 地位必定不会在我之下 武堂主见到燕北沉默不语 以为是对方犹豫了 所以立马抛出更大的橄榄枝 那群黑袍人 听到武堂主给出的条件 顿时浑身一阵 他可是堂主级别的存在 除了更上一层的护法长老和教主外 堂主便是血神教中权力最大的职位 而这连相貌修为都未能看清的神秘人 武堂主竟然给出了这么丰厚的条件 血神教 什么狗屁东西 还想招安我 燕北语气冰冷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 第31章 上苍之手 看来 你是冥顽不灵了 武堂主看到燕北的选择 当下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轻轻一挥手 刷刷刷 剩下的黑袍人顿时将燕北团团围住 武堂主的身躯缓缓腾空 身上的气息愈发地恐怖起来 那些黑袍人也纷纷全力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整片天地狂风大作 如同末日降临一般 让人震撼不已 他们正在给燕北施压 一位精神力强者 血神教实在是不想错过 最后 给阁下一次机会 加部加入血神教 武堂主冷声贺问 燕北此时再也忍无可忍 我加你吗 都给老子死 我要将你们全部斩杀在此 以祭奠我青云宗两千弟子的王魂 燕北的声音如同领冬寒风 一股冰冷的寒意 瞬间从脚底生起 武堂主深吸一口气 脸色有些发青 既然如此 杀 他一声令下 所有黑袍人瞬间朝燕北冲去 无数宝树 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燕北轰来 我龙先生小心 奇梦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美眸露出金色 翘脸瞬间变得惨白 不只是他 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脸色大变 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 就算是那武堂主 也会有些应接不暇吧 不过此刻燕北的表情 并未有任何变化 面对这种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没有半分交集 只见缓燕北缓缓伸出右掌 朝虚空一按 上苍之手 他眼神凌厉 一股恐怖的气息 轰然从他体内爆发 哄 突然 天穷之上仿佛碎了一般 露出了一个恐怖无比的黑洞 一只金色的大手 从中叹了出来 这一刻 那些朝燕北轰来的无数宝树 瞬间化为云烟 全部消散在天地之间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 顿时降临 瞬间将在场所有之人 全部镇压在地 就连原神进巅峰境界的武堂主 此刻也被镇压得半跪在虚空 他脸色狂变 死死地盯着天穷上方的 那只金色的大手 这便是新获得的神技 上仓之手 也正是因为这门神技 让他今天差点在人生中留下遗憾 所以他要用上仓之手 将他们全部斩杀 这 这是什么 武堂主表情有些惊恐地望着 头顶上方的金色手掌 清云 启梦等人 此刻的嘴巴也仿佛能塞下一颗鸡蛋 这将他们也震惊地不清 这种恐怖的威压气息 简直前所未见 原神进的清云在这股力量下 他感觉自己如同一只蝼蚁 正在注视着一尊神王 震 燕北神色冷漠无比 口中再度吐出一字 哄 那金色的大手 又朝下方靠近了几分 顿时间场中压力俱增 碰 一名原神进二重的黑袍人 再也抵挡不住这恐怖威压 此刻直接炸成一团血舞 武堂主额头清金爆起冷汗 盈盈直下 他神色恐惧地盯着眼前这神秘人 他能够感知到 这恐怖大手中 没有丝毫精神力夹杂在其中 这是最为纯粹的武道威压 他不经神色骇然 这神秘人不仅精神力恐怖无比 武道修为更加是他们无法揣夺 他甚至隐约感觉就连血神教教主 恐怕也不是此人的敌手 武堂主内心无比后悔 他们到底是招惹了一尊什么样的怪物 大人 放过我 我乃是血神教堂主 要是我死了 血神教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武堂主很是艰难地开口说道 这威压实在太恐怖了 他连开口说话都有些吃力 血神教 我会记住的 燕北神色根本不为所动 目光一片冰冷 他知道 如果斩杀武堂主 其背后的血神教 必定不会放过清云宗 但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死吧 燕北手掌猛地一握 那金色大手如他的动作一样 哄 空间顿时爆裂 武堂主等黑袍人瞬间一起炸开 鲜血洒满虚空 清云宗众人此刻看得眼皮直跳 经过这场战斗 他们知晓 自己等人 好像以前完全低估了卧龙先生的修为 就连原神竟巅峰境界的强者 在他的手中竟然都如三岁志童一般 随意被捏死 他们敢保证 这是他们看过的最为恐怖的战斗画面 清云宗上空 燕北站在虚空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去 而是将目光看在那一地鲜血之上 斩杀了武堂主 血神教定会报复 但燕北更加清楚 如果今日放了这几人 难道血神教就不会卷土重来吗 既然如此 那都别活了 燕北冷声说道 他可不想 往后有人时不时地来清云宗报仇 万一自己一个闭关过出个远门 清云宗便被人灭了 那可就太难受了 所以他准备 现在趁着血神教还未反应过来 自己直接去将他老巢给他端了 与其让我整日忧心 有人前来复仇 不如我亲自前往 灭了这血神教 燕北看着自己的手中喃喃自语 随即一步踏出 化为一道横雷 直接消失在清云宗 清云等人 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远去的恐怖身影 咕噜 众人忍不住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神色一片骇然 我刚当没听错吧 风寒此刻忍不住问道 清云宗众人很配合地一起点头 你没听错 他真的去灭血神教了 咱们清云宗真的出笼了 清云目光震动地望着远方 那早已消失在天际的身影 第32章 众人的震惊 清云宗呢 残余的一百多位清云宗弟子 乃至长老此刻都摊坐在地上 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 同时看着后山外那一地的尸体 他们心中百感焦急 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的热血 反而救了自己的一条性命 如果他们当时选择 和大多数一样逃离清云宗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他们此刻 也将成为那数千尸体中的其中一具 宗主 卧龙先生 也太恐怖了吧 一名长老神色 震撼地看着清云说道 其余人也纷纷点头 刚刚那恐怖的场景 让他们直到此刻都内心振战不已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力量 原神境巅峰境界的大能者 竟然都没能在他手中 翻起一点浪花 不只是你们觉得 就连我也被震惊得不轻 清云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他本以为今日清云宗覆灭 已经是注定的 可没想到这位隐藏在自己宗门内 神秘的卧龙先生 竟然凭借孤身一人力挽狂澜 不仅保下了清云宗众人性命 更是强势朕杀了来犯之敌 更加恐怖的是 他此刻竟然打算把对方老巢 都直接端了 如此神人 当真是恐怖如斯 父亲 你觉得卧龙先生 到底是什么境界的修为啊 启梦想起刚刚的场景 内心震撼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今日的卧龙先生 比一年前强大了无数倍 在场主人 纷纷竖起耳朵 都想要知道 燕北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丫头 你也太看得起为父了 卧龙先生 那等神人 岂是我能揣夺的 清云嘴角 露出一丝无奈 并不是他不愿意说 而是因为 他的确看不出燕北的具体境界 众人眼中 纷纷出现一抹失望 就在这时 清云再度开口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道 不过 从他出手的能量波动来分析 我猜卧龙先生 至少已经达到 神功境界 甚至很有可能是 神功境中的高阶存在 死 众人听后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神功境 高阶 在场之人 听到这几个字眼后 无不露出惊骇之色 神功境 那是什么存在 要是到整个冬域 南荒万年以来 也不过出过寥寥数位 那几位恐怖逆天的强者 无不是明镇冬域的恐怖存在 而今 他们清云宗内 竟然有一位神功境的存在 并且和他们 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难怪从来没有人发现 这卧龙先生的真实身份 原来对方是神功境的强者 就在大家都为之震惊的时候 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 不对啊 风寒此刻 皱紧眉头 一脸疑惑 众人纷纷转过头 朝他看去 嗯 风长老 难道质疑 我的猜测 清云神色一愣 立马站起身来 此刻他身上的伤势 在燕北的治疗下 已经好了很多 这老小子 竟然当众拆自己的台 其他人 也纷纷看着风寒 目入疑惑 不不是 我并没有质疑 宗主你的猜测 只是我觉得 卧龙先生的修为 很有问题 风寒看着清云 那仿佛能够吃人的目光 善笑一声说道 修为很有问题 此话怎讲 清云目光一宁 风寒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修为很有问题 难不成这卧龙先生 还能往自己修为里 注水不成 其余人 也纷纷皱起眉头 看着风寒 他们都觉得风寒此刻 是在说燕北的坏话 启梦此刻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他 听见有人说 卧龙先生的不是 心中就很不开心 哪怕这人 乃是自己的长辈 风寒看着众人的神色 就知道大家误会了 我并没有诋毁 卧龙先生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卧龙先生的 修为静静也太快了 众人听后 神色终于缓和了下来 哦 静静太快 清云伸手拖着下巴 一脸狐疑 对 就是静静太快了 一年前那晚 血灵门余孽来袭时 卧龙先生 便出手相助过 当时的他 周围也深不可测 但还在我的感知范围内 我能够感觉到 当时他的修为 绝对没有超过 雷洁静的范畴 风寒深吸一口气 对着众人 讲述着当时的情况 你 你的意思是 清云嘴巴微张 不敢置信地看着风寒 其余人最开始 也没有理解到 这其中含义 不过下一秒 也纷纷露出震惊的神色 卧槽 怎么可能 风长老 你确定 没有感知错 在场中人想明白后 纷纷露出震撼之色 我确定没有感知错 一年前的卧龙先生修为 绝对没有达到原神境 风寒目光震动 努力平复自己的内心 饶视他 此刻也被震撼得不轻 也就是说 卧龙先生 一年时间 便从雷洁静 修为提升到了神功境高界 清云深吸一口气 神色骇然地说道 清云话音落下之后 在场中人 也算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这 这还是人吗 一年时间 横跨两个大境界 这到底是什么妖面啊 此刻已经有人震惊地跌坐在地上 这般惊天伟地的盖世天骄 竟甘愿屈身于我这小小的清云宗之中 清云此刻 脸色潮红 嘴唇都忍不住开始哆嗦 他的内心实在是太过激动与震撼了 今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就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起起伏伏 清云宗弟子听令 往后本宗 设立太上长老位 由卧龙先生立临 地位在本宗之上 可决断清云宗大小一切事情 清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转过头对着身后的弟子们吩咐道 第三十三章 利林写神教 与此同时 在一座座绵延的山脉之上 哄 一道横雷从天空一闪而过 那恐怖的速度所产生的气浪 在地面刮起阵阵狂风 正是不久前 从南荒赶来此地的燕北 如今已经神功六中的他 一步迈出便是数千里之远 燕北此刻目光凝视远方 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 那血神教应该就在这片山脉之中 不过他已在此地寻找了几个来回 并未发现任何有人活动的迹象 难道 我找错了地方 燕北眼中露出一丝狐疑 不过下一秒 他又否定了 地图上明显的标记此处 他绝不可能找错 既然没有找错 那便是这血神教隐藏了起来 空间神眼 开 燕北想通之后 内心默念一声 一道神光璀璨的神眼瞬间 从他的眉心绽放 空间神眼的能力 可不仅仅只是让燕北 在囚龙山看动物世界 而是有着神鬼莫测的能力 打开空间神眼后的 燕北可堪破一切虚妄 无论是任何阵法 幻境都对他通通无效 果然 我找到你了 燕北看着距离此地不远处的 一座山脉中 哪里和其他地方 并没有任何不同 不过 在使用空间神眼下的 燕北视野中 确实另一番景象 一座无形的大阵 正包裹着那一片山脉 让其中的一切都隐藏了起来 既然已经找了 血神教的所在地 燕北也毫不含糊 直接化为一道惊雷 横空而去 血神教内 在血神教的 深处的一座宫殿之中 有一道身影 在其中沉浮 正是血神教主 此刻 血神教主正盘 坐在一座 血红色水池的上方 一道道红色的能量 从水池里提取而出 不断地朝他体内汇聚而去 大殿内到处都充满着 血腥的气息 如果一个普通人来到此地 定然会止不住地呕吐 因为血神教主身下的那一池水 来是由活人 祭炼而成的血水 现在 他正在依靠这数万人的 所祭炼而成的血水 巩固自身神功 进八重境界的修为 这血水的滋味 真是美妙 我能感觉到 无数亡魂之力 在其中咆哮 还道 血神教主眉头舒展 无比享受着 血池中为他源源不断 提供的养料 就这样 他的气息 愈发地变得强大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神功八重的修为 终于完全稳固了 血神教主脸上 露出一谋笑意 就在这时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 从血神教上空传来 这恐怖的动静 让整座宫殿一阵摇晃 无数灰尘纷纷落入了 血池之中 护法何在 血神教主尘喝一声 脸色难看无比 原本空无一人的大殿 墙壁上此刻 竟然有一道黑影浮现 随即化为一道人影出现 属下在 护法回应道 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弄出如此动静 血神教主脸色阴沉 这血池之水变得浑浊 他简直杀人的心都有了 回禀教主 此刻在护礁大阵外 有一位不知身份的恐怖强者 正在攻击护礁大阵 护法丹西跪地 禀报着血神教中 所发生的事情 什么 血神教主神色一惊 竟然有人攻击血神教 怎么可能 血神教屹立此地数千年 根本无任何一人敢忤逆他们的意志 而今日竟然有人正在攻击他们的大阵 我倒要看看 是那方强者竟敢找我血神教的麻烦 血神教主冷哼一声 直接化为一道光影瞬间消失在大殿内 与此同时 在血神教的上空 有一道恐怖身影屹立在天穷之上 这龟壳还真不是一般的影 燕北眉头微皱 这血神教的护礁大阵 可不是青云宗那种低级阵法 可以比拟 这大阵的坚固程度 就算是燕北出手一时间 竟也无法攻破 正当他正在思索着 如何迅速破开大阵的时候 大胆 竟敢攻击我血神教 一声怒河传来 一道血红色身影 携带着恐怖威势 瞬间朝燕北杀来 正是刚刚闭关而出的血神教主 哦 终于赶出来了吗 燕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毫不畏惧 直接迎面而上 哄 两道无比恐怖的能量撞击在一起后 恐怖的能量波动顿时炸开 血神教主身形顿时倒飞回了地面 而燕北却站在原地 没有丝毫退步 一招对轰之下高下立判 怎么可能 血神教主面露震惊 刚刚那一击 对轰之下 他竟然完全没有占到一点优势 虽说 他刚刚没使用权力 但凭借他神功八重境界的修为 在这方圆万里内 谁会是他的对手 这人能够应接他一拳 而不落下风 说明此人的修为 至少是与他同级 阁下到底是谁 血神教主 沉生喝道 他本以为 是什么萧小之辈 如今看来并不是 同时他也内心疑惑 血神教何时招惹了 如此一尊恐怖的强者 来灭你之人 燕北并不想过多废话 他抬起右拳 一道由灵气 凝聚而成的恐怖拳头 瞬间出现在虚空中 拳头轰的一声 直接砸在血神教护胶大阵之上 哄 如同天崩般的声音响起 整个血神教的弟子 亦或者长老纷纷 脸色大变 一些实力低微者 在燕北的这一击下 竟然直接震得耳膜流血 狂妄之徒 你找死 血神教主哪里 还能忍耐下去 虽说有护胶大阵的 保护燕北 攻不进来 但如果燕北 一直使用这种手段 轰击护胶大阵 先不说 阵法能不能坚持住 反正教中的弟子 肯定是坚持不住的 血神教主 直接化为一道电光 直冲燕北而去 他要将这狂妄之徒 朱砂与血神交外 血灵 复苏 血神教主狂吼一声 身上散发出无尽血光 这些血光随即化为 一道道虚影 不满整个虚空 血神教主 虽然看不透燕北修为 但也知道 此人极为恐怖 所以一上来 也没有保留 直接释放出杀招 燕北见到如此一幕 眉头微皱 这和当日 血灵门余孽 来到青云宗施展的术法 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的 便是这些血灵 散发的气息 根本不是当初 血灵门余孽施展时 所能比拟的 这些血灵的气息 竟然都是神功镜 此刻就算是燕北 见到如此一幕 也不禁深吸一口气 平日里一位神功镜 在东域遍济南见到 而今道好 这些血灵 竟然都是神功镜 也难怪血神教 能够在此地 称遵数千年 无人敢与其争锋 光是这一手 便让他们 立于不败之地 第34章 一指震天 赶来我血神教撒眼 这一招我看你如何破 血神教主 面色阴沉地看着燕北 他此刻召唤出了2000道血灵 每一只血灵的实力 都大约在神功镜 一二重左右 单个虽说不可能 是此人的对手 但是这2000道血灵 融合在一起 所能爆发出的力量 可就不是燕北 所能抗衡的 血灵吗 燕北目光震动 他发现自己 好像完全小去了 这血神教 这2000道 血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连他也感到一丝不安 虽说他有自信 全身而退 但此次 他是来灭人宗门的 如此退走 让他心有不甘 嗡 就在这时 在燕北的空间戒指中 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波动 引起了燕北的注意 这是 那枚符印 燕北手掌一番 一枚血红色的符印 便出现在了 他的手中 当燕北拿符印的那一瞬间 虚空中 所有血灵所融合的气息 仿佛一致 看着燕北手中的符印 血神教的众人 瞳孔猛的一说 血灵符 此刻 血神教的所有人 纷纷大惊失色 他们没想到 这神秘强者手中 竟然还掌控着血灵符 同时他们目光担忧地 朝自家教主看去 这种级别的 战斗他们 根本无力插手 如今对方 拥有血灵符 恐怕 血神教主神色大惊 此人手中 竟掌控着血灵符 燕北当然看见了 这些人的反应 随即嘴角 掀起一抹糊涂道 原来这玩意叫 血灵符吗 这枚符印 自他从血灵门 余孽手中获得后 曾仔细钻研过 不过他并没有从中 获取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也问过番茄 番茄说 这枚符印乃是一种 可控制某种灵体的掌控器 至于到底是什么 灵体他并没有明说 自此后燕北 也对于符印兴趣 缺缺便随意地 扔在了储物戒指中 事到如今燕北 才反应过来 番茄所说的 能够控制某种灵体 他看着这不满虚空的血灵 眼中神光大盛 攻击 燕北将一股灵力 注入血灵符 随即朝着 血灵大喝一声 那两千道 血灵仿佛受到了某种指令 瞬间转过身躯 便准备攻击血神教 变 血神教主神色大惊 连忙拿出一枚 和燕北手中 一模一样的福音 对着血灵大喝一声 这要是让这两千道 血灵同时 攻击血神教 恐怕这片山脉青壳 直接变得化为飞灰 你怎么会有本教血灵符 血神教主目光震动 死死地盯着 燕北手中的血灵符 血灵符 乃是控制血灵的关键所在 就算一位 得到血灵符后 都可掌控这些血灵 偶然所得罢了 燕北不嫌不淡地说道 随即他便准备 继续使用血灵符 催动血灵发动攻击 收 血神教主 看到燕北的动作眼皮直跳 连忙将所有血灵 收回自己体内 对方手中拥有血灵符 也就是说 血灵再也对他产生不了 任何伤害 如果再度依靠血灵 说不定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血神教主 根本没有一丝犹豫 瞬间将所有血灵收回 真是无趣 还没完够呢 燕北一脸无语 他本想凭借着 血灵攻破血神教的护交大阵 可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一点机会也不给他 交出血灵符 本作饶你不死 血神教主见到 血灵符出现的那一刹那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他直接探出大手 随即一股血红色的能量 在空中凝聚 瞬间凝聚成了一只鬼爪 狠狠地朝燕北所在的地方抓去 燕北眸光一冷 神色冷冽地 看向血神教主 可怕的压迫 感令对方心中一惊 就平民 通天执法 一指震天 几乎是一瞬间 一根通天手指 横压天地之间 萦绕着恐怖道则 震动天地 向血神教主镇压而去 哄 顿时间 整片天地都被禁锢住了 那鬼爪在巨子的攻击下 如同纸壶一般 寸寸崩断 就连强如血神教主 也根本无法动弹分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根 如同天柱般的手指 朝他镇压而下 哄 瞬息间 有气焰的血光炸开 血神教主的半边身子 直接被这一指点碎 哪怕他修为 比燕北高出两个小境界 也根本无法抵挡 助使用神迹的燕北 在混沌天体的力量加持下 燕北的气息 达到了一个顶点 啊 血神教主惨叫一声 气息一落千丈 直接从高空坠落而下 教主 无数人在这一刻惊叫一声 他们的教主 竟然一招便败了 护法神色大害 连忙出手 将血神教主的半边残 驱带了回来 血神教主脸色发白 气息微弱 残渠中鲜血 仿佛不要命一般的涌出 要不是他修为强横 掉住了一口气 此刻早已经一命呜呼了 几名堂主 包括老教主 连忙连忙运转体内 全部灵力帮助血神教主续命 不 不要管我 此人不可力敌 全力维持护胶大阵 血神教主 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说道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恐怖声音传来 燕北并未停下 而是再度攻击起了护胶大阵 我看你这龟壳 到底能保你几时 燕北冷哼一声 一道道恐怖的力量 轰击在护胶大阵之上 让整个血神教都为之颤动 不少的宫殿此刻已经全部垮塌 成为了废墟 几名堂主神色一惊 将自身力量从教主身上收回 连忙朝护胶大阵灌输而去 此刻护胶大阵 已经成为了他们最后一道屏障 要是护胶大阵碎了 那么他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一道道能量光柱 从血神教中涌出 不得不说血神教的凝聚力无比强大 他们心有信仰 根本不想清云宗 那般遇到危难 便只顾自身逃走 这些血神教的长老弟子们 虽说心有畏惧 但却没有一个人后退 此刻都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血神教的护胶大阵 瞬间变得更加璀璨 第35章 顶碎虚空 烟灭 这时 老教主腾空而起 对着燕北河问道 血神教与阁下无冤无仇 阁下如此强者 为何非要与我血神教 拼个鱼死网破 这是血神教此刻 最为疑惑的地方 他们印象中 从来没有招惹 过如燕北这等强者 而今天 燕北突然降临血神教 直接屠戮四方 让他们为之惊惧 他们根本不知道 哪里得罪了这等强者 无冤无仇 燕北冷哼一声 这一拳更加用力 当 恐怖的气息 让血神教之人 气血翻涌 一些弟子 甚至已经被燕北的气息 吓破了胆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血神教哪里得罪阁下了 不妨说来听听 也好让我等有个明白 老教主面色沉重 本座自南花来 燕北目光如炬 朝老教主看去 让对方内心一惊 南花 老教主低语一声 默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他的神念 朝血神教深处探去 瞬间他便看到了 在血神教祠堂之中 被派去南花 收回血灵符的 武堂主等人的灵魂 欲捡已经爆碎 燕北斩杀武堂主之后 仅一个时辰便利临了血神教 所以就连武堂主 陨落的消息 他们也根本来不及知晓 是你 斩了武堂主等人 老教主脸色一变 同时他也弄清楚了 这神秘人手中的血灵符 从从何而来了 你这邪教不分青红皂白 便派出强者 肆意屠杀本座宗门 还好本座 及时赶到 才没有酿成 灭宗惨案 但本宗弟子 死伤尽九成 今日无论如何 本座也要灭了 你这血神教 燕北想起青云踪厚 山外那一地的尸体 内心便一阵狂怒 什么 不仅老教主惊了 就连所有的血神教之人都惊了 此刻他们终于明白了 这神秘强者 到底为何要咬住 血神教不放 原来武堂主 去到南荒寻找血灵符的途中 竟发生了如此大事 临行前 他定是听闻教主说 凭借他缘 神境巅峰的修为 在南荒几近无敌 所以才开始 内心膨胀了 最后进去灭人宗门 不仅血灵符 没有带回来 还为血神教 招惹来了一尊 如此恐怖的强敌 要是武堂主附生 在他面前的话 他连将其活吞了的心都有了 万物母气顶虚身 现 燕北神色冷冽 爆合一声 哄 这时 一尊大鼎 直接撞碎 虚空直接降临 大鼎降临的瞬间 虚空崩塌 整个血神教之人 都感受到一股 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在天穷之上绽放 大到气息蓄乱 这一方时空仿佛被镇压 所有事物全部冻结 这是燕北 拥有五百枚青铜碎片后 短暂召唤而出的 万物母气顶虚身 虽说凭借他此时的修为大顶 只能够停留数个呼吸 但对于他来说 已经足够了 此刻 燕北双眸紧闭 万物母气顶悬浮于他的头顶之上 坠落一缕缕 玄黄母气 散发无尽恐怖气息 下一刻 燕北猛然睁开双眸 只见他振臂一呼 一团金光顿时炸开 破 万物母气顶 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 只见朝血神教的 护胶大阵撞去 血神教之人 无不目自尽烈地 望向那天穷上方的那尊大顶 哄 如同天地崩裂般的声音 直接炸开 随即伴随着玻璃 碎裂一般的声音 血神教最后的屏障 护胶大阵破了 最终大阵 还是没能抵住万物 母气顶的轰击 逃 快逃 老教主神色惊骇 再也不顾一切 直接朝远方顿去 现在想逃 燕北冷哼一声 大手挥动一股 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压 顿时降临 在场血神教弟子 哪怕是神功境界的老教主 直接瞬间被镇压在地 站在虚空中的燕北眼中 没有丝毫情感 催动万物母气顶 直接镇压而下 烟面 哄 万物母气顶 突然爆发出一阵 恐怖仙光 其中蕴含的力量 仿佛能够净化 世间一切 在一阵强烈的白光下 整个血神教 开始分崩离析 山河寸断 天地崩裂 根本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逃脱 燕北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并未有任何愧疚 来时 他便已经打听过 这血神教 在此地纵横数千年 为祸世间 方圆万里 生灵苦不堪言 如今 他也算为名除害了 这等邪教本 就不该存在于世间 燕北目光平静 一步踏出 直接化为一道 流光消失在了天穷之上 在燕北走后 此地已经面目全非 那一座座山脉此刻 早已经被夷为平地 除非极其熟悉 此地的修士来此 否则也根本不会想到 此地曾经还有一座 让人闻风丧胆的邪教存在 仅仅一个时尚后 燕北便已经返回了青云宗 他看见了 正在忙碌清理尸体的宗主等人 摇了摇头 也算为你们报仇了 燕北低语一声 根本没有人发现他的宗迹 他直接一步 便回到了囚龙山中 此刻 距离武堂主等人攻打青云宗 不过才过来两三个时辰 谁也不会想到 他背后叱咤风云的血神叫 此刻已经被人灭掉了 燕北摇了摇 喜树一番后 继续躺回了那张熟悉的草席之上 就在他刚准备打短的时候 师兄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灵儿来囚龙山了 他的神情 很是担忧地朝山洞看去 嗯 灵儿你怎么来了 燕北走出山洞 看着一脸焦急的灵儿笑道 当灵儿见到燕北的那一刹那 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刚刚清云宗发生了如此大事 残余的清云宗弟子中 也并没有燕北 他很是害怕燕北 和其他人一样 被拍死在了后山外 所以 他立马便来到了囚龙山 看一看燕北 到底再不在这里 吓死我了 还好师兄你没事 灵儿拍了拍胸脯 一脸后怕地说道 傻丫头 我能有什么事 燕北目光柔和地 看着灵儿 宗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师兄道后 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睡觉 灵儿看到 睡眼惺忪的燕北 一脸惊讶地说道 我知道 我也才从山下回来 燕北揉了揉铃的袖 发笑着说道 才从山下回来 灵儿突然目光 很是奇怪地看着燕北 燕北动作一致 完了 说漏嘴了 灵儿此刻目光审视地 看着燕北 刚刚清云宗大战之时 所有弟子都在场 唯独师兄不在 第36章 秀为平景 出门历练 而且师兄刚刚说 他才从山下回来 难道 师兄是 灵儿美眸瞬间瞪大 目瞪口呆地看着燕北 一个大胆的想法 瞬间从灵儿的脑海中 迸发而出 刚刚下山时 我见到一群黑袍人 围攻宗门 可是把我吓惨了 燕北故作 一脸害怕地说道 既然师兄下山了 那我怎么没有见到师兄 灵儿美眸中 闪烁着狐疑之色 那些黑袍人 实在是恐怖至极 我很害怕便躲在了 山下的森林中 燕北不动声色地 在为自己圆晃 灵儿的双眼 更加疑惑地看着燕北 不说到底 是不是师兄害怕 而躲了起来 就算躲了起来 在大战结束之后 师兄也该来到宗门 帮助大家一起 清理战场 可他却从始至中 都未曾见到过燕北 师兄就像是一个透明人 此刻宗门上下 除了父亲和自己 能够想起这囚龙山上 还有一名弟子外 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记起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眼前的师兄 和传说中的卧龙先生 很多相似之处 至于是哪里 他又说不出来 这是女人的第六感 他总感觉 自从师兄来到这囚龙山后 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种神秘感 始终笼罩着此处 傻丫头 你在想什么呢 燕北伸手 在灵儿面前晃了晃 不会真被发现了吧 爱看来 自己苟着发育的路药 被师妹给断掉了 也罢 如今 自己已经神功劲 也不必再畏首畏尾 就算宗门之人 知晓自己是卧龙先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事情 烦多了一点吗 就在燕北 快要开口承认自己身份时 师兄既然你没事 那我便下山了 宗门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忍手 灵儿下次再来看你 灵儿脸上露出一抹 纯真的笑容 看着燕北 他此刻也想通了 不管师兄 到底在隐瞒着什么 不管他到底 是不是那神秘的卧龙先生 这些都与他无关 他只需要知道 燕北是他的师兄便好了 囚龙山巅 燕北站在云雾之中 看着正在潮山下 而去的灵儿 眼中出现一抹自责 也许 自己不敢隐瞒师妹的 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时 他的内心充满迷茫和畏惧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畏手畏脚的 生怕被人发现 他的身份 如今 他的实力 已经站在了南荒之巅 已经没任何一人 是他的对手 还是顺其自然吧 燕北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就这样 燕北的生活 再度恢复了平静 血神教一事 倒是在冬域 引起了震动 毕竟血神教 在整个冬域 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一方大教 而所有人都没想到 哪怕是强横无比的血神教 也在寝客之间 被人直接灭门 有不少修士 曾亲自前往 血神教遗址查探 当他们到达血神教之时 任何一人 都是满脸震撼与惊骇 没有人知道 血神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能见到 那原本高耸 在此处的那一座座山脉 此刻 竟全部被夷为平地 连当初 血神教存在的影子 竟也被人直接抹去 世人纷纷骇然 都在猜测到底是何等强者 竟有如此实力 灭掉了在世间纵横千年的 一座魔教 当然 具体是谁做的 自然无人站出承认 谁也不傻 没必要去为了出风头 而将自身推到风口浪尖 这一切都和燕北无关 此刻的他在囚龙山中 如往常一样 过起了悠闲千道的日子 他的修为也在日渐上涨 正在朝更加恐怖的境地攀升 就这样 悠闲的千道日子 整整持续了半年 半年后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奖励 万物母气 顶碎片一枚 听到这道声音 燕北脸都黑了 这整整半年的时间 他签到所得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些碎片 或者生活用品什么的 至于修为 他是一丁点 也没获得过了 不过好在 他拥有混沌天体 本身物性 便极高 经过这半年时间沉淀 他的修为 也已经攀升到了 神功禁酒重大圆满境界 如今只差灵门一角 便能成为传说中的 四级禁大能 一日 差一点 始终差了一点什么 距离四级禁 总感觉 差了一些什么东西 燕北吐出一口浊气 轻叹一声 这半年时间里 在第二个月 他便已经将修为 提升到了 神功禁酒重大圆满境界 可后续的时间里 他的修为不得半步寸境 不管燕北怎么修行 他都没有任何的提升了 他的修为 彻底卡在了 神功禁酒重大圆满境界 跨入四级禁的瓶颈中 这样 让燕北终于明白 整个东域的神功禁强者 并不在少数 但是四级禁却 是寥寥无几 想要迈入四级禁 已经不是苦修所 能够完成的了 需要对大道的感悟 从而领悟 天地法则淬炼四肢百骸 洗脱凡俗之躯 为下一步超凡境界 提前做准备 可如今他就算 已经神功禁大圆满 但却始终还是 肉体凡躯 想要迅速地 将肉身完全淬炼 退去凡胎 谈何容易 唉 燕北轻叹一口气 倒也没有灰心 而是在想办法 到底如何才能 更加迅速地 突破四级禁 片刻后 燕北嘴角 露出一丝苦笑 摇了摇头 看来宗主说的没错 修炼闭门造车 是不行的 也罢 自己也是时候 该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了 不过 虽说他已经准备 暂时离开青云宗 但也没有立刻出发 毕竟他一个大活人 直接消失不见 师尊和灵儿两人 会很担心的 夜晚 风雪垫 燕北破天荒地走下了山 来到了师尊的府邸 燕儿 你今日怎么舍得下山了 风寒端起酒杯 直接一饮而尽 对于这位弟子 风寒也不由地感叹 最开始他以为燕北 将自己闭关在囚龙山时 以为他是惧怕圣子 可圣子如今 也已经死去了 接近两年时间 他却还在囚龙山上闭关不出 他从未见到过星星 如此坚定的年轻人 不求功名利禄 不好酒肉吃灵 只有一颗追寻大道的心 第37章 告别 身份曝光 弟子深知长时间 没有陪伴师尊左右 心生愧疚 所以想下山陪师尊喝几杯酒 燕北脸上露出笑意 他手掌一翻 一瓶美酒 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这是他来前 亲自去距离此地八百里的 一处酒庄中 买来的一瓶佳酿 从小伴随在风寒身边 燕北自然是知道 他到底喜欢喝什么酒 风寒见到此一幕 微微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你这小子 竟还知道 老夫就好这一口 酒宴上 师徒两人畅所欲言 气氛极为融洽 灵儿坐在一旁 看着满脸笑容的父亲 和师兄两人 他的嘴角 也不由地露出一抹甜笑 酒过三巡后 臭小子 你说吧 今日来找卫师 到底有何事 风寒虽说喝了很多 但却不见一丝醉意 弟子今日 是专程来陪师尊喝酒的 并没有其他事情 燕北看着如今的气氛 如此融洽 他也便暂时不想 提出要出远门的事情 你这臭小子 竟还学会撒谎了 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穿什么颜色的内 嗨嗨 风寒洋装一怒 正说着 燕北穿什么颜色的内裤 他都清楚时 才发现 灵儿还在一旁 灵儿此时 翘脸瞬间一红 连忙低下了头 燕北 也是一脸苦笑 师尊还真是的 一点也不给他留面子 内裤的颜色 都被师妹听了去 说吧 到底来找位师何事 风寒此刻神色一正说道 燕北也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师尊 不瞒您说 我此刻的修行已经达到瓶颈 想要出门历练一番 燕北沉吟一瞬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历练 风寒轻易一声 没错 如今我的修为 很长时间已不得寸进 所以弟子 才想出去历练历练 看看外面的世界 燕北说出了自身情况 历练是好事 不过却要拥有 能够保护自身安危的实力 你如今什么境界了 风寒此刻也一脸慎重 站起身来看着燕北说道 历练可不是小事 虽说每一位修士 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 但是在其中与命之人 也不在少数 所以此刻的风寒 很是严谨 燕北毕竟是他唯一的弟子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他真是不敢想象 我现在已经达到 雷洁进九重大圆满境界了 燕北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河盘拖出 自己的修为 嗯 雷洁进九重大圆满 风寒点了点头 不过随即 他好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脸色大变 什么 雷洁进九重大圆满 风寒大吃一惊 神色震惊地 朝燕北看去 燕北无奈 也只能释放出一丝气机 将自己的修为 压制到雷洁进九重大圆满境界 哼 燕北身上露出一丝气势 整座大殿顿时间 被一股强大气势包裹 风雷之声隆隆作响 还真是雷洁进九重大圆满 风寒深吸一口气 目光震动 灵而此刻 双眸闪烁出异彩 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师兄 虽说雷洁进九重大圆满 已经很让人震惊了 但是他却感觉 这根本不是师兄的真实修为 燕二 你这修为 风寒此刻 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他这弟子还是人吗 一年前 不过才刚刚跨入汽海境 如今才过了多久 竟然已经成为了 雷洁进九重大圆满境界的大修士 自己苦修了一辈子 直到今日 才不过雷洁进五重境界 而燕北才多大 不过 二十出头罢了 师尊 如今的我可以出去历练吗 燕北笑着对着风寒问道 风寒咽了一口口水 随即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当然可以 燕二 你已经长大了 雄鹰也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他当初外出历练是不过 才气海境 他都能安然无恙 更别说 自己这雷洁进九重大圆满的弟子了 凭借这等修为 行走在南荒中 谁人敢惹 多谢师尊 燕北跪在地上 对着风寒 深深一拜 我们清云宗出笼了 风寒看着燕北 仰天大笑 灵儿站在一旁撇了撇嘴 心想 父亲你要是知道师兄那些小秘密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不过 既然燕北没说 灵儿也没有戳破 燕北何等修为 自然是能够感知到灵儿的表情变化 同时内心苦笑 果然还是女孩子心细 凭借之前的点点滴滴 竟然便能够猜到自己的身份 燕儿 你出去历练为师部阻拦 不过你需知道 外面人心叵测 不管是谁的话 你都不能轻易相信 否则一不留审你将会落入万丈深渊 风寒此刻正在对着燕北叮嘱道 燕北看着自身眼前 不断对着自己叮嘱的师尊 他也没想到 师尊竟也会有着唠叨的一面 他的心中 不由得有一股暖流涌过 此刻的风寒 便向急了他前世外出打工 那对他唠叨的父母亲 生怕他在外面吃亏受苦 片刻后 风雪垫门前 经过无数的唠叨后 风寒也终于停下了 既然你已决定出门历练 便去宗主那边说一声嘛 毕竟你还是清云宗的弟子 切不可觉得自己有点实力 而忘记了礼数 风寒沉声对着燕北说道 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子 是一个拥有一点实力后 便自我膨胀的人 虽然他知道燕北并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还是忍不住地提醒了一下 嗯 我知道了 师尊 灵儿你们在家里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灵儿也要勤家修炼 我可不希望回来之时 你的修为还在停留在汽海经二重 经过一番告别后 燕北便离开了风雪殿 不过在临行前 一道如同细文般的声音 传到了灵儿耳中 师妹 明日清晨到囚龙山来 师兄有东西 交给你 燕北的声音传来 灵儿的眼睛顿时 闪烁出一抹金光 直到此刻 他完全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便是师兄 也就是燕北 定然便是那传说中 神秘无比的卧龙先生 第38章 宗主大殿 燕北离开风雪殿后 也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囚龙山 而是朝着宗主所在的大殿而去 他并没有动用修为 而是选择缓步前行 自上次大战之后 清云宗弟子死伤超过九成 自那时起 宗主便又再度开山广收门徒 如今的清云宗中 又增添了无数的新面孔 以往还有一些老弟子 能够认识自己 可如今 燕北微微一探 也没做多想 便继续朝清云殿而去 清云殿 此处乃是清云殿 任何弟子不得擅闯 当燕北朝清云殿内部走去时 两名看守弟子顿时将他拦下 燕北微微一愣 这地方他以前也来过 当时也没这规矩 我有急事需禀报宗主 还请行个方便 燕北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 一个龙飞凤舞的封字赫然印上 正是风寒的令牌 虽说他如今实力强大 但是在清云宗之中 还是师尊的名字 好使一点 果不其然 这两名弟子见到此令牌后 顿时脸色缓和了下来 原来是风寒长老之人 请吧 两名弟子不再阻拦 直接让开了道路 风寒可是这里的常客 三天两头的 便会来到清云殿 跟宗主大人一起喝酒 所以此刻也没有多加阻拦 燕北顺利地进入了清云殿中 宗主大殿内 父亲 你就让我去吧 这次可是不可多得的机缘 奇梦摇晃着清云的手臂 眼中露出哀求的神色 不过 清云双眸威逼 根本不为所动 不行 天一秘境我已经找人打探过了 整个冬域的 各大宗门都在关注着 其中更有超凡势力的神子 进入其中 你一人前往为父 断然不会放心 清云根本没有多想 直接神色严肃地拒绝了 父亲 我已经突破雷结镜了 就算在天一秘境中 也能有自保之力 奇梦还是很不甘心 他在半年前 便已经突破雷结镜 如今已达到雷结三重天的实力 天一秘境 乃是一位传说中的四级镜 强者作画所化成的秘境 其中宝藏无数 让整个冬域为之疯狂 就连各大超凡势力 来自更加神秘的圣地 也颇有关注 毕竟四级镜的强者 在冬域也算是一方巨拨了 跺跺脚都能让冬域震上一震 虽说天一秘境 不允许25岁以上的强者进入 但梅儿 你根本不知道 25岁对于一个超凡势力的神子来说 到底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地步 清云神色肃穆 无比凝重地对着启梦说道 清云曾经在外游历过 见多识广 他知晓想成为超凡势力的神子 有一个硬性要求 那便是20岁之前突破到原神境 不过这些他并未跟启梦说明 怕太打击自家女儿的自信心 父亲启梦欲言又止 好了 别再多说 此事就此作罢 清云直接抬手 制止了启梦 想要继续说道话 开玩笑 让自己唯一的宝贝 女儿屈天一秘境 那里的人可不像宗门脸 到时候那个混小子 见到启梦长得漂亮起了非分之想 那可就麻烦了 启梦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化为一声叹息 没敢顶撞父亲 就在这时 在宗门大殿外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在弟子们的指引下 燕北很快便寻到了此处 弟子燕北 见过宗主 圣女 燕北微微拱手 便闲听信步地走了进来 没有丝毫拘束 燕北 你来此有何事 清云微微一愣 随即便想起了什么 宗主 弟子最近修行已经到达瓶颈 想要出门历练一番 所以前来报备一声 燕北微微拱手 淡淡地说道 清云看着眼前 这熟悉既又陌生的弟子 他对燕北的印象并不深 若不是风寒 跟他喝酒时常提及他的这名弟子 他都已经快要忘记这个人了 主要是燕北 这些年实在是太低调了 几乎从没有在清云踪落过面 就连启梦此刻 也不禁多看了燕北几眼 对于燕北他的印象 还是较为深刻的 毕竟当初想起那些事情 启梦的脸上便出现一抹脱红 当初的前因后果灵儿 最终都和启梦讲清楚了 所以启梦对于燕北也并无敌意 甚至还多少有点同情他 毕竟在他看来 燕北是因为自己 才被圣子关押 进求龙山受苦的 哦 修为平景 出门历练 清云顿了顿 目光朝燕北看去 自从燕北进入这座大殿时 他便感觉 这名弟子身上有着层层迷雾 仿佛将所有人隔绝在外 哪怕是清云此刻 也根本无法探查燕北的具体修为 不过他并未深究 毕竟一些弟子 修行了某种特殊的隐秘法门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错 弟子想要出门历练 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 燕北继续说道 启梦看着燕北眼睛深处 闪过一丝光芒 他此刻竟然发现 燕北和他自己的想法 很是相同 都想去见识见识 外面的世界 出门历练可需要相应的实力 如果修为太弱的话 出去清云宗 无疑是送死 你考虑好了 清云沉生说道 燕北毕竟是风寒的弟子 他也不想这年轻人 因为一时的热血 而白白送掉了性命 弟子来时 已经考虑好了 燕北自信一笑 虽说神功镜 还并不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能 但是以目前的燕北来说 已经完全够用了 也罢 想来风寒也应该知道了 我也便不阻拦 不过你记住清云宗 永远是你的后盾 在外遇到危险时 可曝出本宗之名 想来一些雷洁镜的修饰 还是畏惧本宗的 清云站起身来 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沉生说道 随即便转身离去 多谢宗主 燕北见到清云的背影 内心也是一阵温暖 清云宗虽说不是什么大宗门 但是却极为注重感情 这对于燕北来说 是最为看中的地方 清云离去后 宗主大殿内 便只剩下了燕北 和启梦两人 场中的气氛 顿时便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第39章 天衣秘境 燕北 你当真要出去历练 启梦美眸闪动 看着燕北说道 这些轮到燕北愣住了 他没想到 平日里高冷无比的 冰山美人竟会 主动同自己说话 要知道 他现在的身份 不过是一位 被关押在囚龙山的 普通弟子 并不是那神秘莫测的 卧龙先生 当然 明月一早 我便会出发 燕北笑着回应道 他一直以来 对启梦的感官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也乐得多说几句 那你想好了 去什么地方吗 启梦沉吟一声 继续问道 嗯 燕北眼中 闪过一丝疑惑 这冰山美人今日 这是怎么了 竟然开始画牢了起来 这个 倒是还没有考虑好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燕北一脸善笑地说道 他本来原计划 是准备去冬域圣城 传说整个冬域的强者 基本都凝聚在圣城 那是修士的天堂 其中更是有 传说中的圣人遗迹 让他向往不移 不过 最后思量一番后 他还是没有改掉 苟株发育的思想 圣城虽好 可强者 实在太多了 他去了 不一定能讨到好处 所以他还是决定去 一个适中的地方 不过直到此刻 他也没有想好 到底去哪里 那个我能问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吗 如果方便的话 启梦背齿 轻咬红唇 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毕竟修为这种东西 是很私密的东西 既然燕北选择 修行隐秘功法 那么便是 不想在人前展示 燕北此刻更纳闷了 今天这冰山美人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 对自己这么关心 这都搞得燕北 有些不适应了 嗨嗨 无妨 燕北笑着说道 现在我的境界很盛女 你差不多 已经到达了雷杰境 燕北面无表情地 继续说道 他告诉风寒 自己的境界 是雷杰境九重大圆满 如今告诉启梦自己是 雷杰境 修为也不过分吧 没给他说 自己是契海境 已经算是人至义尽了 雷杰境 启梦的美眸 瞬间瞪大 一脸错愕的表情 怎么可能 自己能够突破到 雷杰境 已经是消耗了 整个宗门 相当一部分的资源了 而整日 被关押在 囚龙山上的 一名普通弟子 竟然也和他一样 突破到了雷杰境 开什么玩笑 燕北看着启梦 那不信任的眼神 一脸无语 他明明都已经 把修为抱得这么低了 竟然还是被人质疑 真是大无语事件了家人们 露出一缕气息 一股雷杰境的契机 顿时出现在宗主大殿内 启梦愣住了 呆呆地站在原地 竟然还真是雷杰境 半想后 燕北你的修为静静 竟然如此之快 启梦很是吃惊地说道 他的目光 从上到下地 重新打亮了一番燕北 仿佛要重新认识一下 也还好了 整日在囚龙山闲来无事 也只能以修炼消磨时间了 所以修为 也增长得迅速了一些 燕北见到启梦的表情 内心暗爽 但表面却不动声色 启梦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修为增长得迅速了一些 这才指一些吗 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燕北进入囚龙山时 不过才练气境的修为吧 这短短一年多 竟然便已经突破到了雷杰境 这天赋 恐怕就算是自己 也难以企计吧 同时 启梦的双眼 散发出一股 莫名的异彩 燕北 你有没有听说过天一秘境 启梦目光犹豫一瞬 突然说道 天一秘境 燕北默念一声 摇了摇头 他整日待在囚龙山 方圆五百里的东西 他倒是了如指掌 不过这天一秘境 他确实没有听说过 天一秘境 乃是一位四级镜大能作画后 所画成的秘境 启梦眼睛闪过一缕金光 四级镜所画成的秘境 燕北嘟囔一声 他如今就是卡在了 神功镜九重大圆满境界 下一个即将要突破的 便是四级镜 所以对这些字眼 很是敏感 没错 传说中天一秘境中 拥有至强宝术 超凡功法 和无数的天才地宝 甚至有那位四级镜强者的传承 启梦一脸激动地说道 翘脸上满是向往 至强宝术 超凡及功法这些东西 他不敢奢求 但是 那些天才地宝 如果自己能够运气好得到一个 那么对于他这一生的修炼 都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毕竟青云宗 不过是一个规模 很小的宗门 南荒也是无比平级 这注定了这片区域的修饰成就 不会太高 想要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只有做一些常人 不敢触碰的事情 而这天一秘境在 启梦看来 便是他一生中 不可错过的机缘 燕北听的 也是内心一阵火热 四级强者所化成的秘境 听起来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不过 既然这天一秘境 显露世间 想来去的强者 一定不在少数吧 听圣女的意思是 你想要前往 虽说燕北内心火热 但是还没有被诱惑冲昏头脑 同时 他狐疑地看着启梦 圣女 不过才雷洁静修为 竟然想染指这等秘境 启梦自然是听出了 燕北话中的意思 随即解释道 你有所不知 想要进入天一秘境 有一个硬性要求 违规之人 将会遭到无情的抹杀 哪怕是超凡境强者 也不敢硬闯 否则秘境 将会直接瞬间崩塌 启梦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什么硬性要求 燕北惊讶地说道 天一秘境 只允许年龄 在25岁或以下的生灵 进入其中 如今我已达到雷洁静 虽说没机会获取 那最强的机缘 但是一些天才地保孕气候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 启梦御守托着香塞 苦笑一声 他也有自知之明 他从没想过 和那些超凡神子 争夺那些最强机缘 刚刚父亲 对他所说的话 原本已经让启梦 打消了前往天一秘境的念头 毕竟他如果要去 也只能独自前往 连一个互相照应的人也没有 如今见到燕北 也已经突破雷洁静 让他原本沉寂得心 又再度火热了起来 第四十章 启梦的邀请 25岁以上的修士 不可进入 燕北听到这话 眼眸顿时亮了起来 他如今不过才21岁 完全符合进入 天一秘境的要求 你的意思是 燕北看着启梦 一脸狐疑地说道 这圣女殿下 对自己说这么多 绝不可能只是 给自己讲解一下 这天一秘境 如你想的一样 燕北 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 前往天一秘境 启梦迎牙一咬 迟疑地说道 邀请我 燕北哑然失笑 原来是因为这事 这天一秘境听起来还不错 去去也无妨 没错 此次天一秘境 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我不想错过 如你不愿 我也会独自前往 启梦气质 再次恢复冷清 淡淡地说道 虽说父亲 已经劝阻他了 但是他还是决定 去看一看 如果此次不去 恐将成为他心中的一种遗憾 燕北沉吟一瞬后 听圣女殿下所言 我也内心颇为向往 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 启梦的眼中 充满了惊喜 如今 我也没有一个好的去处 不如陪伴圣女殿下一起 前往天一秘境看看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收获 燕北嘴角 掀起一抹糊度 笑着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既然你明月一早出发 我同你一起便好 启梦露出可倾倒众生的笑容 一脸甜笑 也罢 既然如此 圣女殿下 我便先告辞了 燕北露出一抹笑意 启梦如此神情 恐怕还真没几个男人见过吧 好 明月见 启梦挥了挥手 送别了燕北 如今 总算找到一位 能够陪伴他 一起前往天一秘境的青云宗弟子 真是太好了 至于父亲那边 也只好先掌后奏了 启梦如今 也顾不得许多了 天一秘境 他是非去不可 一日 囚龙山 师兄 我来了 天才微微亮 凌儿便已经来到了囚龙山 师妹 你竟然来这么早 燕北从山洞中走出 笑着说道 既然卧龙先生都发话了 小女子 当然得跑快一点 凌儿古灵精怪地说道 如今她已经知道了 燕北的身份 可是激动得她一晚上没睡着觉 恐怕 谁也不会想到 青云宗神秘非凡的卧龙先生 竟是她的师兄 燕北 你这妮子 这话 可不能再外乱说 燕北走上前 胡乱地揉了几把铃儿的秀法 铃儿站在原地 也没有丝毫反抗 只是一脸崇拜地看着燕北 要是以前 她也不会想到 这神秘大佬 竟在自己身边 我懂 我懂 师兄咱要低调 低调 铃儿脸上笑开了花 燕北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今卧龙先生这个身份被铃儿知晓了也没什么 但她还是不希望将她的身份公布于众 毕竟一个二十多岁的神功竟巅峰强者 这消息传出去恐怕整个冬域都要为之阵战 到时候自己将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师兄 你今天就要出去历练了 叫我来求龙山做什么啊 灵儿抱着燕北的手臂说道 在她看来燕北的修为比宗主都强 还出去历练 不是去欺负小朋友们吗 灵儿 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 有些东西 便提前交给你吧 燕北一边说着 一边从除物戒指中拿出了一大堆东西 有一些高阶的修行功法 宝树等等 还有一大堆零食 这些东西 都是从系统迁到 所获得的一些对她没用的东西 不过这些功法 宝树 乃至零食 对于现阶段的灵儿 乃至整个青云宗来说 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宝藏了 看着这一地的宝物 灵儿直接震惊了 她没想到 一直待在求龙山的师兄 竟然这么富裕 师兄 你这些东西灵儿 看着地上那一枚枚 圆滚滚散发光芒的零食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燕北笑了笑 没有解释这些东西的来历 而是手掌一番 一枚散发着点点星光的玉坠 便出现在她手中 这枚玉坠极为好看 其中汇聚着天地星辰之力 戴上此物后 能够帮助修士 更为清和天地大道 修为事半功倍 其中的星辰之力 甚至在佩戴着 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 为其提供一层星辰护盾 避免一次致命危机 不过此物转为女子打造 燕北得到后 也就没有带过 这玉坠出现的那一刹那 便吸引了灵儿的目光 灵儿 此物你要收好 或许在关键时刻 此物能够救你性命 燕北伸手为灵儿 将玉坠挂在了脖子上 灵儿看着脖子上 那极为好看的玉坠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师兄 你真好 灵儿翘脸微红 女孩子都喜欢 这种漂亮的首饰 灵儿也不例外 燕北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而是手掌 师兄真的很强 你才是炼气镜 老夫的徒儿此刻 已经雷结九重大圆满 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家伙 风寒吹胡子瞪眼地 看着清云 两人的关系极好 这种吵嘴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此次只不过激烈了一些 你开什么玩笑 吹牛也不说 一个正常一点的 你徒弟要真是雷结镜九重 老夫直接退位 将宗主之位让给他做 清云岂会相信这等胡语 直接当即便想要拆穿风寒的谎言 同时 也他也奇怪地看了一眼风寒 这家伙没喝酒 竟然也能说出如此大话 这是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啊 哦 你说的 风寒瞬间来了兴趣 他和清云对赌 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 但从来都是 他输多赢手 如今 他一定要狠狠宰这家伙一笔 我说的 你徒弟真如你所说 雷结镜大圆满境界 老夫直接退位 清云也含糊 直接说道 听到这话 风寒简直要笑出声了 燕北的修为 他可是亲自检验过的 乃是真真正正的 雷结镜大圆满境界 你输定了 风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仿佛已经吃定了清云 此刻他们怕事 已经离开了南荒 你拿什么证明 你徒弟到了 雷结镜大圆满 清云此刻内心还是很焦急 不过却又没有什么办法 哪怕是他以原神镜的修为 全力赶路 恐怕也难以追上燕北两人了 同时 他竟然有些隐隐期待起 风寒所说的真实性 如果燕北真是 雷结镜大圆满境界的修为 那么 天一逆境 他们两人 还说不定真能获得一些好处 证明 风寒脸色一僵 一时间 他还真不知道 敢用什么方法 证明燕北的修为 燕北在清云宗极少露面 可以说 知道他的人少之又少 更别提他的修为了 如果不是那小子 昨日在自己面前展现 恐怕自己直到现在 也被蒙在谷中 如今想要证明燕北的修为 这对于风寒来说 可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看来也只能赌一赌人品了 风寒小声嘀咕一句 随即硬着头皮 对着清云说道 那个宗主 你要相信我 燕北真的已经雷结 可不当他说完 清云的脸色开始难看起来 原本内心的一点期盼在这一刻 直接破碎 老子就知道你是胡说的 清云脸色无比难看 阴沉得可怕 就在这时 嘎吱 庭院中的一处房门打开 灵儿从中走了出来 戴上水晶吊坠的他 身上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气质 仿佛万千星光 都汇聚于他一人之身 清云见到灵儿出来后 神色略微有些缓和 在小辈面前 他还是得注意一下形象 风寒见到灵儿出来后 顿时脸色一喜 正愁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证明燕北修为 而如今 灵儿不就是最好的人证吗 灵儿 快过来 风寒连忙上前 将灵儿带到了清云前面 风寒一脸得意地看着清云 宗主 你不信我 总相信灵儿吧 清云目光变得柔和 灵儿乖巧懂事 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女孩 灵儿 你告诉伯伯 你师兄到底什么境界 说起燕北 灵儿的眼眸中便闪烁着星光 云伯伯 父亲并没有骗你 师兄真的很强 他并没有直接说出 燕北的修为和身份 很强 清云皱着眉头说道 放心吧云伯伯 刚刚的事情 我也在房间里听到了 此次天一秘境之行 有师兄陪在孟姐姐身边 您就放心吧 灵儿很是认真的说道 在他看来 如今师兄的修为 至少达到神功境高阶 那等逆天修为 进入天一秘境中 谁人能敌 超凡神子 圣地道子等等 恐怕也全部得靠边站 听到这话 清云的眉头终于开始舒展 哎 但愿如此吧 如今也只能等待了 清云微微叹息一声 目光遥望远方 内心为女儿祈祷 放心吧 而孙自有儿孙福 咱们也不可能一辈子 都守在他们身边 风寒也忍不住出言安慰道 与此同时 东狱 天一城 这里乃是天一秘境的主人 曾经四级静强者 所常驻的城池 想要前往天一秘境的修士 都必须前往天一城 经过检测 古灵合格者才可进入 这时天一城外 一位脸上蒙着一层面纱的女子 与一位面容清秀的青年 降落而下 正是启梦与燕北两人到了 两人才刚刚降落 周围的人群 目光不断地朝启梦身上飘去 不得不说 启梦的姿色 真的是无可挑剔 就算此刻蒙着面纱 但是也依旧不能掩盖住她的风姿 天一秘境开启 还上虚几日 我们先进去看看 找个地方落脚 启梦提议说道 刚刚从南荒而来 他们经历了多个传送阵 才达到此地 现在的启梦已经有些疲乏 想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燕北点了点头 两人便朝城池内走去 就在他们刚刚踏入城池的那一刹那 吼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如同真龙嘶吼的声音 从上空传来 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势 街道之中 所有人脸色一变 纷纷抬头看去 一位身穿黄金战甲的青年男子 站在一头蛟龙之上 神色屁密 宛如一尊少年大地出行 神威滔天 这是天龙殿 有人见到这一人一跤 神色震惊地说道 没想到来人竟是天龙殿的神子 看样子也是为天一秘境而来 有不少修士此刻都在议论 有不少人都认出了那青年的身份 蛟龙在天翼城上空盘旋一圈后 便落入了城主府中 那恐怖的气息也随之消失不见 此刻街道上 议论纷纷 没想到来人竟是天龙殿的神子 看样子也是为天一秘境而来 有不少修士此刻都在议论 第43章 寻找住所 天龙殿 燕北低语一声 那是东狱的一处超凡级势力 门中强者如云 刚刚来人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天龙神子 启梦见到燕北疑惑的表情后 立马解释道 同时 他也无比忌惮地朝城主府所在的地方看了一眼 他没想到 这才刚刚进入天一城 便见到了如此恐怖的人物 他感觉自己 在刚刚天龙神子 所散发的恐怖气势中 就如同大海上的一叶孤舟 随时都可倾覆 如今这等人物 也将同他一起进入天一秘境 让奇梦感到一股 无与伦比的压力 既然天龙神子都来了 其他超凡级天骄 恐怕也会按捺不住 此次天一秘境 恐怕又是一场龙争虎动 有人感慨地说道 燕北 此次天一秘境之行 我们量力而行吧 如果情况不对 我们立马退出 奇梦沉生说道 刚开始来到此地时 奇梦内心还有些憧憬 如今感受到天龙神子 所散发出的气息 仿佛让他认清了现实 这里终究不是南荒 他雷洁镜的修为 在此地根本不够看 燕北看着奇梦 那满眼的忌惮之色 内心暗笑 放心吧 圣女殿下 我会保护你的 燕北轻笑一声 圣女是和他一起出来的 他自然也会将她带回去 此次出门历练 他不过是想放松一下身心 顺便感悟天地大道 希望早日突破四季境 这天一秘境 他也是颇为感兴趣 进入其中 说不定能找到此刻 需要的东西 奇梦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他没想到 平日挺正经的一个人 出门之后竟没个正形 不过在面纱下 奇梦的嘴角 微微浮现了一丝笑容 在这里 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也只有燕北了 两人在城中穿梭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客栈外 燕北没有犹豫走了进去 不过很快燕北 就沉着脸从中走了出来 还是没有房间 燕北摇了摇头说道 他们已经询问了 至少七八间客栈了 根本没有一间客房 奇梦此刻也不禁皱眉 近日来天一城 涌入无数强者 都是为了天一秘境而来 此刻的天一城 已经人满为患 想要找到了处住所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他们来的时间有些晚了 罢了 再找找吧 不行的话 我再想办法 燕北无奈一笑 如果真没地方住 他也只能动用 有些特殊手段了 很快两人继续寻找住所 来到了一座 名叫最香楼的酒楼外 两位客官 里边请 热情的小二立马 上前迎来 燕北和奇梦点了点头 进入了最香楼之中 客官是吃饭 还是住宿 小二问道 住宿吧 这里还有客房吗 奇梦问道 一路上的奔波 早已经让他疲乏不堪 他此刻只想找个地方 先休息一下 两间 哎哟 真是不巧 本店已经没有房间了 掌柜的此刻 难为情地对着奇梦说道 近日整个天异城的住宿 应该都已经没有了 大部分休市 都选择在街头露宿 奇梦眼睛闪烁着一丝懊恼 他没想到 此次出门竟然连一个住所 他都难以找到 就在他们 准备转身离去时 掌柜的 退房 一道声音 从酒楼上方传来 这道声音 如同落入水泼中的石子 瞬间掀起一阵浪花 此刻醉香楼之中 已经有不少吃客 目光 全部汇聚在那名青年手中的房牌 客房如今 可是一块香饱饱 就算自己不住 还可以倒卖给别人 赚取差价 毕竟还有很多人 此刻还没有住所 青年走了下来 来到了掌柜身前 将手中的房牌 递给了他 天字号房 有名眼人瞬间看到了 那枚房牌中 所刻画的字样 天字号房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住得起的 很快青年 便拿着一大袋零食 转头对着酒楼上方喊道 公子 我们走吧 原来这青年 只是一位下人 不少人眼神 露出一抹好奇之色 青年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雷洁进高阶 那他所称呼的公子 又是何等人物 就在这时 天字号的房门打开 一位身穿黄金战甲的 青年男子走了出来 这 这是 天龙神子 有人顿时 脸色一变地朝那青年看去 青年现在阁楼上 神色屁腻地看着下方的人群 嘴角掀起一抹 不屑的笑容 燕北也抬头看去 不过他 很快便收回了目光 微微摇头 虽说此人相貌极其相似 但他能够看出 此人并不是刚刚那在天异城上 空掠过的天龙神子 这不是天龙神子 是他的包店 龙行云 很快也有人 看出了青年的身份 小声说道 龙行云 乃是天龙殿神子的包弟 天赋也极其出色 就算比之他哥哥 也逊色不了多少 龙行云站在上方 无趣地摇了摇头 既然被识破了身份 他也便不想停留 直接下楼朝外走去 他之所以退房 是因为他的哥哥 刚刚派人 让他前往城主府中居住 掌柜的 他的这间房 我要了 这时 燕北开口说道 他看着周围 虎视眈眈的人群 便知道他们 也对刚刚所退出来的房间 颇为心动 只是迫于这青年的压力 所以才暂时没有开口 此刻 酒楼内 所有人脸色微变 纷纷同情地 朝燕北看去 果不其然 原本即将要走出 酒楼的龙行云 瞬间停下了脚步 第44章 鸡蛋 众所周知 天龙殿之人 大部分人 都有一个特殊癖后 那便是不喜欢共享 自己所用过 或看上过的东西 其他人绝对不能染指 特别是在自己眼皮底下 曾经便有一位 天龙殿的弟子 在外住宿 他刚刚退房 便有一人住了进去 那人的结果不言而喻 很是凄惨 他们认为自己前脚刚走 便有人住了 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房间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种挑衅 这也是刚刚大厅内 不少人眼馋着 这间天字一号房 但却没有出手的原因 都是不想得罪了 这龙行天 这人可不是一个善茶 比之他哥哥天龙神子 更加心狠手辣 启梦此刻脸色微变 眼中出现 浓浓的担忧之色 他也能看出 此刻微妙的气氛 而燕北就像是 没事人一般站在原地 你说 你要我刚刚退出的那间房 龙行云转过头 目光冷漠地 朝燕北看去 而燕北 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理会 掌柜的 多少钱住一晚 掌柜此刻 冷汗盈盈直下 不断给燕北识眼色 三十枚零食一碗 公子 您要不等一下再来吧 燕北眉头微皱 为何 我来住宿 还得挑时间不成 启梦面色微变 不说在一旁注视着 他们的龙行云 这三十枚零食 可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三十枚零食 可是相当于 清云终将近半年的开销 竟然在这里 只能住一晚 燕北 我看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再去别处看看 启梦拉了拉燕北的手臂 此刻被不少人注视着他 也倍感压力 况且此次出门 他总共 便带了三十枚多零食 如果只是 拿来住宿一晚 他还是宁愿不住 无妨 我真总不可能 让你这么一位 娇滴滴的大美女 露宿街头是吧 燕北转过头 淡笑一声 随即他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袋零食 扔在了掌柜的面前 掌柜的面色沉重地 打开了袋子 一股磅礴的灵气 顿时从中喷涌而出 里面竟然足足有一百枚零食 公子 这是房牌 掌柜的也不好 多说什么 只能将房牌 交给燕北 这一动作 让所有人都眉头一跳 看来这青年 也不是一位善茶 随便出手 便能拿出一百枚零食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启梦此刻颇为震撼地 看了一眼燕北 他没想到燕北 竟然能够一次性 拿出一百枚零食 这可是相当于 整个青云宗的家底了 甚至还不够 你 哪来的这么多钱 启梦吃惊地说道 这你就别管了 这是房牌 快上去休息吧 燕北惠心一笑 没有回答 而是将手中的房牌 递给了启梦 让他上楼去休息 这些零食 都是他剿灭血神礁石 从他们的宝库中 所拿到的 像零食这种东西 他的储物戒指中 数不胜数 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启梦手中拿着房牌 心生一丝温暖 他知道燕北 之所以要拿下这间客房 全是因为自己 不过 他拿着房牌 并未离开 而是站在了燕北身旁 因为此刻 正有人目光冰冷地 看着他们 小子 我们公子问你话 你是龙子吗 这时 龙行天身旁的手下 一脸怒气地 对着燕北说道 找查的来了 酒楼之中 所有人望着眼前的一幕 不知道这人今日 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麻烦 哪里来的狗 在这里乱废 燕北目光一宁 淡淡地说道 那青年不知为何 顿时脸色一变 连忙后退一步 刚刚燕北朝他看去时 他瞬间感觉到 自己如同 被一头洪荒猛兽 所盯上一般 一股无与伦比的压力 顿时扑面而来 不过 那种压力 仅仅只是持续了一瞬 很快便消失不见 你说谁是狗呢 青年此刻大怒 他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 给吓得后退一步 正当他想要继续说 什么的时候 好了 退下 别再丢人现眼了 这时 一旁的龙行云 开口说道 青年神色一阵 不敢丝毫反驳 立马退到了龙行天身后 不知两位 是那方大娇弟子 我怎么这么面上 龙行云走上前来 盯着燕北与启梦说道 一股淡淡的威压 从龙行云身上散发 让在场一些人脸色微变 启梦见到龙行云上前 内心一沉 我来自何处 你无须知晓 还有别的事情吗 燕北古井无波地 朝龙行云看去 没有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场中的气氛 顿时沉到冰点 在场之人 无不色变 这青年 实在是太过狂妄了 竟然敢如此 对着龙行云说话 这人惨了 龙行云 可是出了名的狠辣 得罪他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好下场 所有人不禁用 同情的目光 看向燕北 启梦的面纱之下 脸色也是微变 燕北如此态度 无疑是得罪了这龙行云 他们今日 恐怕麻烦大了 不过另一边 龙行云的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他能够断定 燕北应当和他一样 来自某座超凡势力 刚刚燕北 朝他手下看去的那一眼中 蕴含了一道 极其恐怖的精神力量 虽说只是一瞬 但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这种冷静 沉着的气质 他除了在自己哥哥身上体会过 便从无二人 在内心犹豫一番后 接下来 龙行云的话 更是让在场之人大跌眼镜 不知两位阁下 可否赏脸 与在下 前往城主府中一聚 龙行云眼神深处 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随即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拱手对着燕北说道 他能够感觉到 眼前这青年 并不是一位繁俗之人 体内拥有着一股 浩瀚澎湃的力量 让他多为之心惊 这话一出 整个酒楼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 朝龙行云看去 第四十五章 红粉房间 启梦的心思 这天龙神子的弟弟 不应该大发雷霆 直接出手镇压这狂妄青年吗 怎么会这样 不仅没有动手 反而出言 邀请此人 前往城主府中聚会 燕北此时 也很诧异地看着龙行云 他本以为对方 会因为这件客房的事情 找自己麻烦 可没想到这龙行云的 转变如此之大 让他都有些错不及防 这青年到底是谁 龙公子竟然都邀请他 前往城主府中聚会 有人小声地震惊道 不知道 但我肯定这青年 也并不如表面 看上去这么简单 一道道神念 交织在酒楼之中 纷纷为燕北的身份 而感到好奇 聚会便不必了 现在我 只想好好休息一番 燕北罢了罢手 直接拒绝了 酒楼中的气氛 又沉默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燕北 竟然拒绝了 此次城主府中的聚会 可不止天龙神子一人 其余超凡势力的弟子 甚至圣地弟子 也都有人前往 如果能够进入城主府 结识这些天骄的话 将来对自己的修行之路 说不定也会有着不小的帮助 也罢 我也不勉强 希望有缘再会 龙行云淡笑一声 他随即瞥了一眼启梦 目光出现一股 莫名的意味 随即便转身离去 他邀请燕北 前往城主府 只不过是想缓解 刚刚的尴尬局面 也并不是真心实意 在他没有弄清楚 燕北的身份之前 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龙行云走后 酒楼之中 也无人找燕北的麻烦 毕竟他们也不是傻子 这青年刚刚 连天龙神子的弟弟 都吃不定 他们上前挑衅 不是送死吗 见到无人在找麻烦 燕北转过头 看着启梦柔声说道 你先去休息吧 我再看看 还有没别的住所 启梦美眸闪烁着异彩 看着燕北的眼神中 充满了一股莫名之色 刚刚的燕北 和此时仿佛判若两人 现在的燕北随和 温柔 刚刚却无比强势 甚至连天龙神子的弟弟 都不放在眼中 他都本以为 今日要起冲步的时候 那龙行云竟然态度 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 更是邀请他们 前往城主府聚会 虽说不知道 是一个怎么样的聚会 但启梦知道 能够参加这等聚会之人 定然身份 实力不俗 这也让启梦 对燕北彻底好奇起来 燕北此时身上 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一般 他此刻很想知道 燕北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人 你跟我一起上去吧 面纱之下 启梦的俏脸 已经开始变得微红 他身为一位女子 如今明目张胆地邀请 一位男子 进入自己的房间 要是旁人 定会想歪了 不过 燕北却是一愣 从上到下地 打量了一番启梦 确定 启梦见到燕北的神色 顿时脸色更红了 你在想什么呢 我只是让你上去 休息一下喝杯茶 等我要休息的时候 你再出来 启梦没好气地看着燕北 刚刚燕北身上 那股神秘莫测的气质 顿时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股莫名的猥琐 启梦只是觉得 如今整个天异城 都只剩下了这一间客房 燕北已经没有了去处 况且这三十枚 临时一晚的房间 让他一个人住 实在是太浪费了 就这样 两人在整个酒楼 住室的目光下 来到了天字一号客房 这青年正是好福气 能够有如此美女相伴 泽泽 想起那身段 要是能让我也 嘘 你不要命了 要是让那人听到 燕北两人进入房间后 酒楼之中 顿时沸腾了起来 启梦虽说脸上蒙着面纱 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这是一位绝世美女 如果是平时 早就有人上去搭讪了 但是燕北 可是连龙行云 都不敢擅自招惹的人 现在自然也没有人 敢去触她的眉头 天字一号房内 燕北刚一进入 便闻到一股 玫瑰花的香味 放眼看去 两人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这 看着房间的装饰 燕北的嘴角 忍不住一抽 启梦原本便很不好意思 如今白皙的皮肤 更是如同火烧一般 迅速在全身蔓延 整个房间很大 光是客厅 便有超过30平米的面积 大厅内 所有家具 全部一律都是粉红色 最令他们吃惊的是 在房间中一个硕大的浴缸 摆在中央 用大片玫瑰花瓣 所堆成的爱心扑洒在地 整个房间 充满了令人迷离的气息 要不我还是出去吧 燕北就算再是木头 也知道眼前这房间 是来干什么的 这分明就是一家 情趣房间 难怪刚刚他们进入之前 那么多人用诧异的目光 盯着他们两人 他此刻不禁好奇 那龙行鱼与他的那名手下 到底在这间房里面干了什么 你现在出去 不是更让别人误会吗 奇梦脸上一片通红 拦住了燕北 也是 现在出去 恐怕他们都会认为我不行 燕北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说道 你你在说什么呢 奇梦耳根瞬间通红一片 一脚踩在了燕北的脚掌之上 随即便进入了卧室里面 燕北露出有些吃痛的表情 随即朝房间看了一眼笑了笑 便静止来到了房间的沙发之上 呼 这房间还真够有情调的 燕北低难一声 闭上双眸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房间内 奇梦芳芳心砰砰不断乱跳 眼睛时不时地朝房门口瞟去 他还是第一次同男子住进一间房里 所以此刻的内心很是复杂 他有些害怕 万一燕北突然闯了进来 要对他做些什么 到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 不过等了许久 整个房间寂静无声 燕北也毫无动静 奇梦在好奇的驱使下 走出了卧室 可当他看见燕北躺在沙发上 呼呼大睡时 别提表情有多尴尬了 他刚刚还在担心燕北 会闯入房间对他做什么 没想到对方 竟然连一点想法也没有 都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原来一切都是自己 在自作多情 奇梦看着沙发上熟睡的燕北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随即便悄声地退回了卧室 如今一番折腾下来 他早就已惊困得不行 他得好好休息一下了 只是奇梦不知道的是 在他重新进入房间的那一刹那 原本躺在沙发上熟睡的燕北 嘴角竟悄然地掀起了一抹糊度 第46章 测试 傍晚 天字一号房 嗯 这一觉睡得真舒服 燕北斜矣在沙发上 慵懒地张开双臂 伸了一个懒腰 不愧是天字一号房 这沙发的柔软度真的没得说 囚龙山上的草席简直无法比拟 他觉得后面回到青云宗后 他也要好好装饰一下山洞了 这时 卧室中一阵响动 奇梦也从中走了出来 你醒了 燕北坐在沙发上笑着说道 奇梦针手轻点 回应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睡醒的缘故 脸颊有些微微发烫 既然如此 那便收拾一下 咱们出去逛逛 顺便将前往天一秘境的令牌拿到 燕北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外面太阳此刻已经快要落山了 而街上的人流却丝毫不减 此次的天一秘境 对于年轻一辈修饰影响极大 整个东域不少家族势力 都派遣门下弟子前来天一城 都想要在天一秘境中 分得一杯美羹 待奇梦收拾一番后 两人走出了房间 此刻的酒楼中 不少人朝燕北和奇梦两人 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 蕴含着浓浓的羡慕之色 不过也并没有敢出言放肆 在他们看来燕北身份神秘 恐怕来头很大 万一招惹了这等人物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奇梦感受着周围朝他投来的目光 面纱下的脸庞一抹红霞生气 而燕北却仿佛浑然无感 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直到两人走出酒楼后 里面的气氛才开始再度活跃起来 纷纷都在议论着燕北 两人的具体身份 天秘阁 这里乃是曾经驻守天一城的那位 四极境强者千年前 亲手建立而成 传说 天秘阁的存在 是为了守护一个秘密 当然 这些都只是一个传说 那秘密具体是什么至今 也无人知晓 燕北看了一眼天秘阁 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进来 所有想要 进入天一秘境的天才 必须要在这里检测古灵 拿取令牌 只有这样他们 才能够在天一秘境开启之时 顺利地进入其中 就算此刻天已经快要黑了 但天秘阁中 还是有着不少人 正在排队检测古灵 等待领取令牌 当燕北与启梦两人 刚踏入天秘阁的那一刻 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近几日 燕北的修为也在不断增长 虽说还没有突破四极境 但他的四肢 已经在逐渐退去凡俗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 独特出尘的气质 宛如九天上的折仙 一般超凡脱俗 启梦此刻也美得不可方物 虽说脸上有着一层 微薄的面纱遮掩 但却让得他的气质 显得更加神秘 加上那无可挑剔的完美身材 在场的男子 都想要将他的面纱拿下 亲眼目睹一番 那面纱下的绝世容颜 这样的组合 无论是走到哪里 恐怕也是极为 惹人注目的存在 这青年是谁 还有那名女子豪美 天秘阁中 不少人窃窃私语 纷纷猜测起燕北两人的身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便到了燕北两人测试 你先去吧 燕北测过头对着启梦说道 作为华夏儿女的他 深深懂得女士优先的这个道理 启梦针手清点 也没有丝毫矫情 好 随即他越过燕北 进入了一片光幕中 很快便有一道声音传来 古灵二时 修为雷洁净三重 浮合 测试人员面无表情地 将一块令牌递给了启梦 启梦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拿到令牌 就等同于有资格 进入天衣秘境了 随即启梦来到了燕北身后 等待着他 启梦盯着燕北的背影 在眼神深处 闪过一道莫名的光彩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燕北的实力 不止眼前所表现出这般 如今借此机会 正好可以看看 燕北到底是什么境界的修为 燕北静止走上前来 张开双臂进入了一道光幕中 古灵二十一 修为雷洁 神 碰 还不等声音说完 砰的一声 一股浓烟冒出 顿时充斥整个大厅 那测试的仪器 直接瞬间炸开 如此动静瞬间 便吸引了在场所有人 嗯 怎么回事 测试仪器 竟然直接炸了 怎么回事 当即立马 便有一名天秘阁的直士 快步走上前来 查探情况 刚刚在测试此人的时候 仪器 好像发生了点故障 随后就坏掉了 测试人员 伸手指了指燕北说道 嗯 故障 难道此人身上 有什么古怪不成 指示目光 一凝朝燕北看去 随即又摇了摇头 收回目光 怎么可能 那不过只是一位少年罢了 这台能够测试 神功晋强者的仪器 就连自己 也难以损坏 何况一位少年 指示重新将目光 放在了测试仪器之上 片刻后 这部测试仪器 已经坏了 指示脸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这仪器 乃是天秘阁花费 大价钱买来的 一台 便足足需要 百万枚零食 天秘阁买这些仪器 是因为已经死去的阁主胶带的 就是为了测出 天秘密境参赛者的古灵与修为 方便为他寻找一个 能够传承他一波的天骄弟子 如今没想到这仪器 仍然炸了 大仁 这怎么办 测试人员 脸色苍白额头 不断有冷汗落下 他操作也没有失误啊 这仪器 为什么会炸 他想不明白 只是掌心也是 微微出汗 深吸口气 还好他早就预料到了 这种仪器 坏掉的情况 他命人将另外一台仪器 抬了上来 你操作谨慎一点 如果这台钥匙坏了 我拿你是问 只是神色严肃地 对着测试人员说道 如果此次天秘密境 出现任何差池 恐怕他难辞其咎 顿时几名测试人员 一脸沉重 都恨不得将这测试仪器 给供起来 第47章 云龙王国 九王子 此时 燕北一脸乌黑地 站在那台坏的测试一旁 他也没想到 这仪器 竟然如此脆弱 他刚刚明明都已经将 修为压制到了雷洁镜 可是这仪器 还是没能承受住他的力量 这不是程兴 和他过不去吗 其实燕北不知道的是 这台仪器 至多只能测试 神功镜修为的强者 他虽然将修为 压制到了雷洁镜 但测试仪器 检测的 却是他的本源 他如今的修为 已经达到 神功镜九重大圆满境界 实力更是比这一些 四级镜强者 还是厉害 所以测试仪器 没能够承受住他的力量 燕北来到测试人员的面前 询问道 那名测试人员 看了一眼 燕北脸上有些不耐烦道 不必了 复合 他还在想着 刚刚为什么仪器会坏掉 如今 这台崭新的义器 能稍检测一个 就一个吧 万一什么时候 再坏掉了 他就难受了 随即一块令牌 直接扔到了燕北手中 燕北手拿令牌一脸无语 不就是坏了一台仪器吗 至于这样生气吗 不过他也犯不着 和这测试人员生气 燕北转过头一脸笑意地看着奇梦 我也拿到了 走吧 奇梦愣了愣 这才回过神来 点了点头 在往天秘阁外走的路途中 奇梦一脸奇怪地看着燕北的背影 他隐约感觉刚刚一气的爆炸 恐怕和燕北脱不了干系 不过 他也并未询问 就在他们两人 刚刚走出天秘阁的那一刹那 好 上空忽然传来一声 恐怖的咆哮 两头巨大的银月 天狼所拉着的碾车从天而降 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呼 死 这是银月天狼 还是雷洁净的银月狼王 这种强大的银月天狼 几乎成为兽王 能成为狼王的存在 修为至少达到雷洁净高阶 性格凶狂无比 现在竟然被人用来拉车 到底是哪一位大人物降临 竟然能用两只雷洁净的银月狼王拉车 此刻街道上 所有人见到 这两只银月狼王时 纷纷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亥然 他们既然来到此地参加天一秘境 本身实力便已不错 但他们依旧被这两头银月狼王给震撼到了 凶兽的战力本就不凡 就其实这种雷洁净高阶的银月狼王 虽然他是雷洁净 但真正战力几乎不弱于人族一般的元神境强者 这样强大的凶兽 任何一只都能横扫在场所有人 结果竟然只是用来拉车 来人到底何方神尚 启梦此刻站在一旁 目光震撼 这种级别的凶兽 如果去到南荒 恐怕根本无人能敌 就连他父亲 元神静一众的修为 恐怕也不是此寿的对手 就在这时 在车脸之上 有一位俊逸青年迈步而出 只见青年副手而立 身穿一袭紫金蟒袍 头戴玉冠 举手投足之间 有一股贵族气息流露而出 当街上行人 见到他腰间所惜玉佩时 纷纷神色震惊 云龙王国的九王子 有人瞬间便认出了这青年的身份 众人听闻纷纷目光震动 云龙王国乃是魏楚 与东狱的一方大国 国力强盛 强者如云 他们的国主 云龙王更是四级境界的超级强者 九王子见到街上 行人们的表现 目光深处 闪过一丝得意 虽说这种场景 他早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 但那都是云龙王国之中 而今来到了天异城 这满街的修士 听到云龙王国的名号后 纷纷为之阵战 让他内心升起一股虚荣之感 有一种天下之大 莫非王土的感觉 天异城虽说只是一座城池 但却不受任何势力管辖 这里曾经出过一位四级境的大能 他便是这座城池的主人 燕北看着九王子的面容 微微摇头 这九王子虽说生得俊逸 但却面色苍白 步伐之中带有一股虚浮之感 说明此人 常年沉浸在九肉池林中 身体亏损严重 殿下 就是在这里领取 进入天异秘境的令牌 一位太监 来到了九王子身前一脸谄媚地说道 走吧 九王子打了个哈欠点了点头 便朝天秘阁走去 就在他要迈进天秘阁时 九王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转头朝身旁一侧看去 他原本昏沉的双眸 顿时明亮了起来 好美帝人 九王子此时的双眼之中 也不禁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在他的身旁一侧 启梦正静静地站在原地 还在盯着那两头银月 天狼发呆 虽说九王子 看不清启梦的具体容貌 但是对月女无数的她 一眼便能够看出 此女定当是一位角色游物 她虽说见过不少漂亮女子 但是却没有一人急得上 眼前的这人 这部清冷的气质 犹如天上下凡的仙子 不沾染一丝红尘之气 九王子此刻见到启梦后 她的内心便瞬间升起一股 想要征服的欲望 如果能把此女带回府中 等待秘境开启的这些时日 想来过的也不会无趣 燕北注意到了九王子的目光 随即出言提醒道 圣女殿下 那人好像在看你呢 启梦这时才回过神来 转头朝身旁看去 正好与九王子的目光相撞 启梦看着九王子那奇怪的眼神 顿时身体一阵发寒 别瞎说 我们快回去吧 说完 启梦便转身朝最香楼的方位走去 燕北笑了笑也紧随其后 可就在这时 姑娘请留步 一道充满雌性的声音 从后方响起 九王子快步地朝启梦走来 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殿下有何事 启梦带眉微皱 在下黄蜂 姑娘也要前往天衣秘境 不如与在下一同前往 互相也好有个照应 九王子看着启梦手中的令牌 一脸笑意地说道 如果是一般人 听到九王子 邀请自己一同进入天衣秘境 定然会欣喜若狂 毕竟他身边强者如云 能够得到不少的好处 第四十八章 通通镇压 不必了 多谢殿下好业 启梦摇了摇头 没有犹豫 直接拒绝了 虽说他并不认识黄蜂 但是从他接触自己开始 启梦便知道 此人恐怕对他不怀好意 所以 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拒绝了 黄蜂神色一僵 脸色有些阴沉 他没想到对方 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他 直接拒绝了 在云龙王国中 从来没有人能够拒绝他的要求 姑娘 不考虑一下 跟我一起的话 我保你在秘境中横行无际 天才地宝应有尽有 黄蜂看着启梦诱人的身段 有些不死心地说道 如此美人 他实在是不想错过 如果能够将其收入房中 无疑是一件美事 启梦的脸色很是为难 他根本不想搭理这黄蜂 更别说 一起进入天衣秘境了 但是也不敢将其得罪得太狠 毕竟如云龙王国 那般恐怖的势力 是他所招惹不起的存在 就在他无比犹豫之时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他不是都已经拒绝了吗 还这么死皮赖脸的干嘛 燕北目光冷漠淡淡地说道 他实在是受不了 这什么九王子了 这人看着启梦的眼神 仿佛恨不得将其衣服 都给拔下来一般 对于这种不怀好意的人 燕北自然不会放过 此刻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 瞬间一变 就连启梦也瞪大美眸 诧异地看着燕北 完了 同时 启梦内心一沉 燕北此言 定然是将这黄蜂得罪死了 他们今日 恐怕有麻烦了 果不其然 放肆 黄蜂身后的侍卫抱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势 瞬间将燕北笼罩 就要准备对他动手 不过黄蜂的微微抬手 制止了他们 黄蜂的脸色 很是难看阴沉无比 他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当着他的面 如此羞辱他 他缓缓地转过 头朝燕北看去 你刚刚说什么 有没有胆量再说一遍 他的语气很是森冷 一股杀意将燕北锁定 见到此刻 剑拔弩张的情形 启梦神色一惊 连忙对着黄蜂赔礼 我师弟口无遮拦 不过 不等启梦说完 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便将他拉到了身后 燕北向前一步 淡淡地说道 你如果耳朵没问题的话 想来应该听到了 我刚刚所说的话 死 街上的行人们 此刻也纷纷停下了脚步 道西一口凉气 一脸震撼地看着燕北 这人是谁 不要命了吗 他们没想到 这人竟然如此刚猛 竟然敢这么对着 云龙王国的王子说话 难道这青年 也有着什么逆天背景 根本不怕云龙王国 众人纷纷猜测到 启梦此刻 神色有些焦急 他自己当然知道 他们哪里来的什么背景 青云宗 不过是南荒边陲的 一个小宗门 哪里惹得起云龙王国 这样的巨无霸 小子胆量不错 不过英雄就美 你好像来错了地方 黄蜂发出一声冷笑 他正愁没有借口 将这美人带回去 而今燕北 正好给了他这个借口 敢辱骂本王子 今日你休想 活着离开这里 黄蜂原本那俊逸的脸庞 此刻显得有些猙獰 他直接伸出右拳 狠狠地朝燕北砸来 哄 一股恐怖的音爆声响起 街上的行人们 纷纷脸色一变 快速闪到一旁 这一拳黄蜂没有丝毫留守 已经将他雷洁进八重的修为 催动到极致 他要一拳 结果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随后好 赶紧带着这位美人 回到府中好好调教 启梦脸色一变 感受着黄蜂 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内心沉重 他知道自己恐怕不是对手 但此刻他也知道 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冰封 启梦娇喝一声 一道寒气瞬间 从他的手掌迸发而出 寒气瞬间 将黄蜂的拳头包裹 随即冻结 这低等的寒冰术 就像冰封我 黄蜂冷哼一声 右臂一阵 咔嚓 不过瞬间 黄蜂直接将笼罩在拳头之上的冰屑震碎 启梦翘脸一阵苍白 他根本无法阻挡黄蜂 你快逃 他们的目标是我 启梦转头看着燕北 眼中带有一丝泪花 将其往外一推 黄蜂此次的目标明显便是自己 此刻的情况 他们两人能逃一人是一人吧 不过燕北的身躯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看着启梦担忧的眼神 我不是说过 此行我会保护你吗 燕北伸出大手 将启梦再度拉到了自己身后 小心 启梦脸色一白 黄蜂的拳头 已经朝燕北的背部轰过来了 就在这时 问 天地忽然开始震战 一股无形的气浪 不断从燕北的脚下 散发而出 哄 一股强大气势猛然 从燕北身上升起 随即他直接伸出 一根手指虚空一点 一道恐怖气静 直接从他的指尖迸发 黄蜂见到如此一幕 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狂妄之徒 竟以一根手指 便想拦住他 不过下一秒 黄蜂脸色巨变 随即变得苍白 啊 一声惨叫传来 那不可一世的黄蜂此刻 跪在地上痛苦地惨叫 他的拳头 刚刚竟然被燕北的一道气静 直接废了 殿下 几名侍卫和太监脸色巨变 连忙上前 查探起黄蜂的伤势 当他们见到黄蜂的幼泉 已经被废掉时 身躯顿时遗产 黄蜂可是王后的独子 如今被人废掉幼泉 如果王后得知 恐怕得雷霆大怒 周围围观的行人们纷纷震惊 他们没想到 这青年竟然如此强横 就连对方是 王子一言不合 也将对方给废掉 同时一些人暗暗心惊 他们还要没有因为 对方的女伴漂亮上去搭讪 否则下场 恐怕比这黄蜂更加凄惨 启梦此刻 目光震撼地盯着燕北 你竟然一招 便将他打败了 燕北不是应该财雷 竭尽一二重 修为还没有自己高吗 为什么一招 便将这云龙王朝的 九王子给废掉了 如果连这种废物都对付不了 又怎么敢出言说 此行护你周全 燕北侧过头 笑着说道 启梦正正地看着燕北的背影 竟有些出神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 燕北和平日里的很不一样 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仿佛在哪里见过 第49章 护道人 这时 街道中一声爆河传来 几名侍卫神色狂怒 敢出手伤害我云龙王国王子 找死 几名侍卫狂吼一声 身上爆发出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 狠狠地朝燕北拍下 如今九王子受伤 回到王国后 身为侍卫的他们保护不当 定当遭受重罚 燕北见到这几名侍卫 朝他冲来 眸光露出一丝不屑 他直接探出大手 虚空一握 一道巨大无比的灵气 手掌瞬间在空中凝聚 直接一把将几名侍卫 攥在手中 如此一手 直接惊呆了 在场所有人 还不等他们反应 燕北再度出手 你们也一起过来吧 燕北掌中 出现一股强大的犀利 直接将黄蜂身旁的人 全部捏在了掌中 就连黄蜂 也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直接被抓到了燕北脚下 放开我 黄蜂神色有些惊恐 身躯不断挣扎 可是他的躯体 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 根本无法逃走 这 什么情况 这青年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抬手便将黄蜂 及他的部下 全部镇压 街上的众人 见到如此一幕 神色无比震撼 不过 一群蝼蚁 竟还想要 当街抢抢名女 实在当杀 燕北神色冷漠地说道 一股惊天杀意顿时在他的身上弥漫 燕北平生 最恨这种 仗着有点身份 便横行霸道之辈 不 不要杀我 我再也不敢了 黄蜂此刻 连忙起身跪在地上 朝燕北磕头 祈求他 不要斩杀自己 众人目光鄙夷地看着黄蜂 堂堂一位王子殿下 竟然当众跪地求饶 其实 众人不知道的是 燕北上次 灭掉血神教后 体内便积攒了一股 极其恐怖杀意 现在释放出来 瞬间便将黄蜂的心神 完全击溃 此刻在黄蜂眼中燕北 就如同一尊 来自地狱的魔神 黄蜂不断求饶 可是燕北哪里会在乎这些 死 他直接手中 凝聚出一股恐怖威势 便朝黄蜂的头颅拍下 众人目光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没想到 这青年 竟然真的要斩杀黄蜂 对方可是云龙王国的九王子 如果死在了这里 恐怕云龙王会 雷霆大怒 说不定直接杀到此处 云龙王乃是四级镜的强者 他怎么敢 就在燕北的手掌 即将打在黄蜂的头颅上时 哄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势 从城主府深处升起 住手 一道威严的声音 响彻在整片天空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黄蜂瞬间笼罩 碰 燕北一掌拍在了 黄蜂头顶之上 本该死去的黄蜂 此刻竟然完好无损地倒在地上 燕北的所有力量 都被那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了下来 嗯 竟然还有帮手 燕北目光一宁 朝天空看去 有神功镜强者的气息出现 这一刻 燕北体内原本沉寂的力量 此刻也正在逐渐地苏醒 他刚刚不过动用了原神镜的力量 便将黄蜂等人全部镇压 此刻见到 有神功镜强者出现 他知道自己 可能无法再隐藏下去了 住手 一道身穿青色道袍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上空 竟然是城主大人 没想到 连城主大人都给惊动了 街上的居民们连忙 朝上空中的那道身影一拜 没错 来人正是天一城的现任城主 天灵 天灵此刻目光震动地 盯着下方的燕北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少年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修为 竟然将黄蜂 乃至他的随从 全部镇压 更让他未知震撼的是 这少年 明知黄蜂的身份 竟然还是要将 黄蜂当街阵杀在此 好在他及时赶到 否则到时候暴怒的 云龙王到此 就连他也颇为头疼 你也要出手帮他吗 燕北神色古井无波地 看着天空中的城主 他体内的力量 此刻已经完全复苏 神功敬酒重大 圆满境界的恐怖力量 已经开始在他的体内奔腾 只不过他有修习天眼内脸法 无人能够感知到罢了 只要这城主 也助纣为虐的话 他丝毫不介意 给天一城换一位城主 街上的居民们 纷纷震撼地 朝燕北看去 这青年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狂到如此地步 就连城主大人 他也想一起镇压不成 启梦此刻 早已经震撼地 说不出话来了 站在原地呆呆地 看着燕北 燕北此刻地 给他的感觉 竟有一种 极为熟悉的感觉 他此刻仿佛回到了 被青云圣子埋伏的那一晚 当时的卧龙先生 也是这般强势无比 天灵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地看着燕北 他也好奇这少年 到底是谁 就连见到他 这神功敬的强者 也丝毫不拒 本座乃是此城之主 而等在城中 肆意打斗 本座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天灵沉声说道 那你出手 阻我斩杀此人 到底是何意 燕北神色不变 对着城主质问道 在场所有人 瞬间平住呼吸 神色震动地 看着燕北 果然是一位狂人 竟然敢当面 质问城主 天灵神色一沉 他也感觉这少年 实在太过狂妄了 正当他准备出手 略施惩戒时 脸色微变 这一刻他察觉到 有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正在附近折服 这股力量 连他也为之心境 天灵神念 顿时扩散而出 想要知道 那股力量 到底是什么时候 那股气息 却如同惊鸿一现 根本无法追溯 这少年背后也有人 天灵目光一沉 刚刚那股惊现的恐怖气息 让他忌惮无比 难怪此人不惧怕 云龙亡国 直到这里 天灵的心 也瞬间沉寂了下来 目光凝重地看着燕北 难道此人乃 也是一位超凡神子 无数种念头 在天灵的脑海中闪过 不过 都被他一一否决 整个东狱的 超凡势力 他多过接触 超凡势力的圣子 他也全部都知晓 燕北 绝对不是其中一位 难道是 他是圣帝之人 一个恐怖念头 在天灵的脑海中产生 也是 只有圣帝 才会有神功镜的护导人 想到此处 天灵神色一阵 但他还是忍不住提醒 此人乃是 云龙亡国的九王子 你知道 斩杀此人的后果吗 第五十章 百万灵石赎命 云龙王 乃是一位 四级境界的大能者 手段通天 如果他最为疼爱的 第九子 死在了这里 云龙王 定然雷霆大怒 他虽然也很不待见这黄蜂 但是此地 乃是天一城 如果黄蜂死在了这里 他身为城主 也将卷入一场麻烦中 这也是天灵 刚刚出手 护下黄蜂的真正原因 后果 燕北目光 微微一宁 云龙王 乃是四级境的大能者 你如真要出手 我也不会阻拦 但你真的考虑好了 天灵陈生说道 刚刚从燕北背后 感受到的那股恐怖气息 让他明白 今日此地 恐怕不是他能做主的 如果他强行出手带走黄蜂 恐怕会适得其反 如果逼出燕北背后 那位护道人出现 事情恐怕就麻烦了 燕北 还是放了他们吧 云龙王国 我们惹不起的 启梦此刻一脸沉重 对着燕北传音说道 青云宗不过是南荒边陲的一个小宗门 如果真的和云龙王朝硬汉 无疑是以卵击石 燕北内心犹豫一瞬 也罢 既然都为你求情 今日便饶你一命 的确 他虽然出手将黄蜂斩杀后 能够带着启梦潇洒离去 无任何人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但是将黄蜂斩杀后 他们肯定是不能待在天异城了 毕竟云龙王那是四级境的大能 到时候找上门来也是颇为麻烦 黄蜂闻言内心那高悬的心终于微微放下 今日不用死了 不过 想要活命可以 拿出一百万枚灵石 我今日放你离开 这时 燕北目光一转朝脚下的黄蜂看去 这一眼 让黄蜂的整个心神如遭雷击 周围的人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一百万枚灵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连站在虚空中的天灵 也不禁神色一阵 一百万枚灵石 可是想到于一些神功竞强者毕生的积蓄 这少年 竟然张口就要一百万枚灵石 黄蜂闻言身躯一颤 带着哭腔的说道 我此次出门 只带了五十万枚大人 能不能宽限我几天 从小娇生惯养的他 实在是被燕北吓破了胆 特别是那股 将他笼罩的惊天杀意 他能够感觉到 眼前这人简直就是一位屠夫 死在他手中的生灵 恐怕不在少数 众人嘖嘖称奇 一位排名末尾的王子出行 竟然就带了五十万枚灵石 不愧是云龙王国 还真是财大气粗 不行 一刻钟内 如果你没有一百万枚灵石 我会出手斩杀你 燕北的态度很是强硬 根本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 黄蜂脸色煞白 他丝毫不怀疑燕北所说话的真实性 自己一刻钟后 如果真的拿不出一百万灵石 恐怕他真的要将自己斩杀在此 街道中此刻 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不过都是年轻一辈的天才 老一辈的强者倒是没有几位 他们都满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云老王国 九王子在天异城被人当街镇压的消息 如同一阵狂风不断朝外扩散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奇梦见到周围朝他们投来目光的人群 心理压力巨大无比 这里的大部分人修为都要比他高 那种一起产生的压迫感 无法想象 如果不是燕北站在他身边 光是这种压迫感便让他心神不稳 黄蜂此刻神色焦急 四处东张西望 想要找人凑齐这一百万枚灵石 相比于自己的性命 一百万枚灵石又算得了什么 他的目光不断四处探索 想要找到一位熟人 可是四处查探下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这里终究不是云龙王国 他根本没有一位认识的人 不过下一秒 他将目光看向了虚空中的天灵 称主大人 可否借我五十万枚灵石 事后我定当如数奉还 黄蜂一脸哀求的目光朝天灵看去 虚空中 天灵嘴角一抽 这小子竟然借钱借到了自己头上 五十万枚灵石 对他个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 不过要是此时不借的话 恐怕黄蜂真的惨死在这里 云龙王也定会迁怒于他 也罢 看在云龙王的面子上 我借你五十万灵石 天灵轻叹一声 一道光滑闪动 一个乾坤袋落在了黄蜂手中 这五十万枚灵石 他倒是不怕云龙王不给 毕竟在如此众物魁魁之下借的 这点信誉云龙王国还是有的 这是一百万枚灵石 今日是我冒犯了阁下 黄蜂接住乾坤袋 随即有把自己所带的 五十万枚灵石如数 全部递给了燕北 只求他能够饶自己一命 看着这一幕 在场之人忍不住唏嘘 一位堂堂的王子殿下 竟然如今也被逼到了这种程度 不过他们也是非常好奇 为什么城主大人 不出手制止这场闹剧 反而站在一旁围观 燕北收下这一百万枚灵石后 点了点头 今日之事算给你一个教训 你可以走了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黄蜂连忙一败 带着手下转身变逃 不过在他即将要离开街道之时 目光瞬间变得无比怨毒 今日之事 我黄蜂定然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黄蜂此刻内心狂吼 但是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原来刚刚那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 只不过是想活命罢了 如今他死里逃生 他当然不会忘记今日之耻辱 不会忘记燕北 他已经完全记住了燕北的容貌 当黄蜂走出街道 完全看不见燕北等人时 立即传讯给二哥 让他带人前来添一场 黄蜂面色阴厉 对着侍卫说道 是 侍卫也是一脸愤怒 他们如今当街被人羞辱 可谓是丢尽了王国脸面 同时也有些鄙夷地 瞟了一眼黄蜂 如果黄蜂刚刚要让他们死战到底 他们也绝无二话 可是这黄蜂却贪生怕死 让王国蒙袖 黄蜂此刻内心也很是愤怒 没有注意到侍卫的眼神 第五十一章 神女奉旨月 在街道之上 燕北看着逃离的黄蜂 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凭借他的修为 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黄蜂刚刚目光中的怨毒之色 不过 既然对方已经交出了一百万枚零食 他也打算近期不再找他麻烦 对于黄蜂这小角色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对方还要来送死 那也就怪不得他了 我们走吧 燕北转过头看着奇梦 如今街道之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人多眼杂 不便久留 他伸出手臂 揽住奇梦的细腰 身形一闪 瞬间便消失在了街道之中 虚空中 天灵看到凭空消失的燕北 眉头紧皱 就连他也没有看清楚 燕北到底如何离开的 想来 应该是他身后那位护道者出手了 同时内心一灵 还好他刚刚没有出手 否则 恐怕今日就算是他也得陷在这里 如今的天一城 风雨飘摇 他的父亲刚刚作画 实在是不宜多生事端 天灵神念扩散出去 想要找到燕北的踪迹 可是却根本没有办法痕迹留下 无奈之下 他也只得离开 今晚城主府中还有宴席 他不便在外久留 随即天灵化为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城主府中 街上围观的行人们 可谓是不少 刚刚那狂人到底来自何处 不知道从没有见过此人 噓 我白天在醉香楼中见到过他们 醉香楼 同时白天燕北与天龙神子的弟弟龙星云 差点起冲突的事情也流传了出来 在场之人无比深深地朝醉香楼看了一眼 他们纷纷为燕北的身份而感到好奇 这狂人刚来天一城 一日之间竟然便与两位身份不俗的人产生了矛盾 同时 整个天一城提起燕北时 都是以狂人称呼他的 毕竟直到此刻 整个天一城除了启梦外 还没有任何一人知晓燕北的名字 醉香楼 天字一号房 问 虚空一阵摇晃 瞬间露出了一个漆黑的裂缝 两道身影凭空出现在房间内 启梦一脸呆滞地看着燕北 我们回来了 燕北笑了笑 当然 难道你还想在街上被人围观 启梦仿佛没有回过神来一般 站在原地发呆 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冲击到了启梦的内心 燕北所展现出来的种种手段 包括他那神秘莫测的修为 都让他大受震动 你 真的是燕北 启梦美眸带有一丝疑惑地看着他 在青云宗内 虽说他与燕北的交际并不是很多 但燕北好歹是封寒长老的唯一弟子 他们两人自然也见过几次 自从那次被燕北无意间看到自己洗澡后 他才逐渐开始注意到这个人 我还是假的不成 燕北哑然失笑 他也知道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恐怕将启梦给震惊得不轻 那你的修为 启梦面露狐疑地看着燕北 刚刚他所展示出来的实力 简直太可怕了 连黄蜂都给直接镇压了 还有燕北面对神功镜的城主时 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 就他父亲恐怕也做不到 要知道 那可是实打实的神功镜强者啊 这个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 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 你先睡觉吧 燕北瘫了瘫手 坐在沙发上缓缓闭上的双眼 启梦看着燕北欲言又止 此刻他内心有十万个 为什么想让燕北解答 可是又不知从何处问起 就这样 启梦怀揣着无数疑问 进入了自己的卧室中 城主府 今夜的城主府 显得格外热闹 有着一辆辆华丽的车架摆放在府门外 拉车的蛮兽 甚至有恐怖的四肩魔兽 四肩魔兽 可是堪比原神境的人类修士 同时也从侧面证明 车架中的人物 都是有着尊贵无比的身份 城主府今夜的宴会 设立在一座灵狐的阁楼之上 一眼望去 烟雾弥漫 宛如人间仙境一般 阁楼之中 有着曼妙的琴声飘扬而出 也有美貌的侍女 在湖畔之上翩翩起舞 一群身穿华服的青年才俊 和天之娇女 坐落在阁楼之上 气氛融洽 都在欣赏着 眼前这美好的景色 这时 一道青色的光芒 从天而降 正是刚刚从天蜜阁外 赶回的城主天灵 在场之人全部起身相迎 一位模样神武非凡的青年 站起身来问道 城主大人 刚刚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如此匆忙 见到青年说话 其余人纷纷侧目看去 这位青年 便是天龙殿的当代神子大人 龙行天 封号天龙神子 刚刚城主 正与在座的各大势力添交 侃侃而谈 可不知突然发生了什么 城主脸色突然猛的一变 就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其余人等人 纷纷投来目光 他们内心无比好奇 到底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神功镜的城主大人 如此慌张 刚刚遇见了一位神秘的家伙罢了 天灵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神秘 在场众人 无不是身份华贵 天资聪明 能够让城主大人 都说神秘的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够让您 都称其神秘 我们倒是很好奇 不妨城主大人 为我们讲讲刚刚的经历 也好为酒宴增添一份情调 龙行天走上前来迎接城主 随意地说道 就是 城主大人不妨说来听听 也好让我们见识见识 您口中的神秘人 一道无比空灵悦耳的声音传来 只见阁楼的中央处 有一位身穿火红色长裙的少女 起身说道 少女绝美无比 在月光的照耀下 如同夜下精灵一般 优美动人 众人闻言看去 当他们看到少女眉心处 那一道闪耀的凤凰印记时 浑身一震 少女的身份也相当恐怖 她乃是超凡势力火凤谷的神女 凤指月 一些只能坐在阁楼外围的少年天才 当见到凤指月的那一刻 双眼纷纷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今夜的城主府 所有在场参加聚会的人 身份皆是不俗 在龙行天身旁 有一位和她容貌很是相似的青年 看着凤指月 不过她也只能在远处看看 让她真正上去搭讪 她可是不敢 要知道 这凤指月 就连她哥哥都没有把握战胜 第52章 操碎心的天龙神子 城主府 水上阁楼 天灵见到众人兴趣如此强烈 也不想扫了 众人雅兴笑了笑说道 也罢 说来也无妨 随后 天灵在众人好奇的神态下 描述了刚刚在天秘阁外的场景 半想后 哦 这人做事如此狠辣 当街想要斩杀一位王子 他就不怕云龙王国报复吗 一位身穿华服的天骄 满脸惊讶地说道 云龙王国 可不是什么小势力 那可是有着四级进强者坐镇的 一座鼎圣王国 除去超凡势力外 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 算是东狱最为鼎圣的势力之一了 没想到那神秘男子 竟然在知晓黄蜂身份的情况下 还要将其斩杀 最后更是索要了一百万枚灵石赎命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之狂 调戏对方女伴 还好那儿没有让人失望 要是我在场 定然直接出手 斩了那黄蜂 凤芷月一脸温怒地说道 这黄蜂 她早有所耳闻 在云龙王国中便肆无忌惮 四处调戏梁家妇女 如此坏配在她看来 今日被斩杀了才好 也算是为民除害 众人听闻 无不额头冒汗 这大小姐的脾气也太火爆了 竟然当众说 要斩杀黄蜂这等话 也就是她 如果换作别人 定然嗤之以鼻 黄蜂虽说修为 还未到原神镜 不过背景确实很强大 有云龙王国作为靠山 但是这位大小姐 可就不一样了 云龙王国虽说强盛 但是与火凤谷相比起来 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火凤谷传说 可是还有这一尊 活着的超凡 这种底蕴 可不是云龙王国能够比拟的 超凡强者出手 像云龙王国这种势力 顷刻间便能使其会灰飞烟灭 一位神秘男子 和一位戴着面纱的女子 难道是他吗 在天龙神子身旁 有一位和他样貌极其相似的男子 喃喃自语地说道 正是龙行云 他此刻听到城主的描述 默然想起了 那白天与他在醉香楼中 差点发生冲突的那人 那人同样也是强大非凡 一到眼神 便将他雷洁镜的手下惊退 最后更是差点与他发生冲突 哦 城主所说之人 你难道认识 天龙神子 此刻侧过头 看向自己的弟弟 刚刚龙行云所说的话 他离得如此之近 自然能够听得清楚 场中所有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天龙神子本就是今晚的主角之一 所以他一开口 所有人瞬间便将注意力集中了过来 行云老爹 你认得此人 一位身材高大 身穿铠甲的男子站起身来 目光疑惑地看着龙行云 同时他将双拳捏紧 他乃是云龙王国境内的宗门 霸权宗的传人 霸权宗由于未处云龙王国 所以与其甚是交好 宛如同气连之 黄蜂更是与他称兄道弟 如今黄蜂在城中被人欺负 他内心很是震怒 想为他出手找回场子 虽说刚刚凤凰神女 也出言说要斩杀黄蜂 但是他却不敢出言反驳 毕竟那是超凡势力的神女 不是他所能招惹得起的 但是这神秘人却不一样了 听城主的语气 对方好像并没有什么背景 只是凭借一点实力 便在城中肆意妄为 众人闻言也纷纷好奇 他们也都想要知道燕北的身份 龙行云站起身来一脸苦笑 我并不认识 不过 我倒是与此人有着一面之缘 随即龙行云便讲出了 白天他在最香楼与燕北的遭遇 哦 也就是说 此人现在还在最香楼的天子一号房 那把全宗的铠甲男子 站起身来沉声说道 想来 此刻他应该和他的女伴还在那里 龙行云点了点头说道 他倒是没有注意到 这铠甲男子的神色 而是在回想 燕北身旁那位绝色美女 他很想知道 燕北与启梦到底在天子一号房中干了些什么 想起启梦那绝美的风姿 他的内心便一阵荡漾 同时 他将目光再度投向凤指月 恐怕也那女子摘下面纱的样子 在场诸多天之娇女 也只有凤指月能够与其一争高下了吧 既然他还在最香楼 咱们不妨将他也请来 如今冬裕年轻一辈 天骄大多齐聚于此 也好让我们看看这神秘天才到此世何方神圣 铠甲男子面无表情地说道 但是内心却在冷笑 他就能当着这些人的面好好羞辱一番此人 也好为了黄蜂出窃 同时 他也想见见城主 多吹嘘的神秘人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 这个提议不错 城主说 这人也有元神静的修为 已经有资格参加这次宴会了 这时 凤凰神女凤指月也开口说道 对于燕北他也感到无比的好奇 冬裕年轻一辈的天骄就这多 竟然还有如同燕北一般出现在众人视野 都无人可以认出的存在 众多天骄也纷纷点头 既然如此 那谁去请他来此 让谁去请 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总不可能让城主大人亲自跑一趟吧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龙行云看着众人的目光 一脸苦笑 龙行云 在场诸人中只有你和此人有交界 看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了 凤指月两个月牙斑的双眸微微一弯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龙行云见到凤指月朝他微笑 顿时浑身一阵倒 诸位放心 我定不辱命 随即龙行云便直接起身 化为一道剑气长虹 直接朝最香楼所在的地方飞去 天龙神子见到如此一幕 暗自摇头 自己这弟弟什么都好 就是太过沉迷于女色 这凤指月不过只是对他露出一抹微笑 他便愿意为其跑腿 他时常告诉弟弟要以大道为重 女人如钱财一般都乃是身外之物 只有永恒的大道才值得自己这般修饰去追寻 可是弟弟每次嘴上答应得很好 但只要见到美女便又变成了这般模样 真是让他这个当哥哥的操碎了心 第五十三章 双臂退凡 醉香楼 天字一号房内 启梦躺在床上 回想着今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燕北今日带给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多了 此时的燕北在他眼中 就如同一个浑身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秘人 让他都有些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 等等 神秘人 启梦美眸瞬间瞪大一辈有余 突然好像是记起了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那位曾多次出手拯救青云宗的神秘强者 卧龙先生 此刻启梦的脑海中 瞬间便出现了一位浑身笼罩着混沌迷雾的人影 现在那混沌人影脸上的迷雾逐渐消散 露出了燕北的面旁 那身形 姿态和刚刚在街上 强势无比的燕北 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燕北 就是青云宗那神秘无比的卧龙先生 启梦的神情有些惊疑不定 随即 他将头微微探出房间 看了一眼盘坐在沙发上修炼的燕北 这一刻 他看着燕北那俊逸的面旁 竟然有些微微失神 如果燕北真的是卧龙先生 想到这里 启梦的翘脸有些泛红 当时那位从天而降将出手他 从危难关头救下的神秘身影 顿时出现在脑海中 那是一道让他梦魂迁绕的人影 每当进入梦境 都会不自觉地出现在启梦的脑海中 这是一个崇尚舞蹈的世界 启梦身为一名女子 自然也崇拜强者 在一年前燕北无意间 出手将启梦从青云圣子的埋伏中救下后 启梦的内心便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曾多次派人在宗门内寻找 想要将卧龙先生找出 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 如今燕北的表现 让他默然想起了卧龙先生 没有互相比较之前 他从未往这方面想过 也不认为燕北便会那神秘强大的卧龙先生 可是今日燕北带给他的震撼之下 他回想起当时的种种细节 他竟然发现 燕北与卧龙先生相似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他真的会是那人吗 启梦轻拧红唇 不确定地说道 启梦站在房门口犹豫了很久 最终强行压制住了 自己没有的疑惑 没有钱去询问燕北 就这样 他在沉思中缓缓闭上双眼 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久 整个天字一号房无比宁静 燕北一动不动地盘坐在沙发之上 一股灰白色的气流 在他的身体流转 让他在月光的映照下 显得威严神圣 忽然 燕北的两只手臂 开始一阵发光 他的两条衣袖 在此刻瞬间化为粉剂 燕北眉头开始紧皱 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痛苦一般 手臂上的光芒 愈发地璀璨起来 他的两只手臂 此刻正在退去凡胎 这是迈入四极境的关键一步 天眼内脸法 燕北嘀吼一声 一股无形的力量 瞬间将整个天字一号房 全部笼罩 就在天眼内脸法的领域力量 刚刚笼罩天字一号房的瞬间 哄 一声恐怖的爆炸声传出 他左臂率先完成转化 刚刚的声音 乃是他肌肉所发出的轰鸣声 房间里的启梦 瞬间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 房子要塌了 他连忙起身 可当他冲到客厅之时 眼前的一幕 使他震撼得无以复加 此刻 天字一号房的客厅内 燕北整个身体 悬浮于空 一股恐怖无边的气息 从他身上流露而出 他的左臂此刻爆发出璀璨神光 他能够感觉到 此刻他的左臂与以往完全不同 力量增幅了数倍不止 哄 他的右臂肌肉 此刻也传出一声爆响 一股恐怖无比的能量气息 顿时充斥着整个天字一号房 要不是他努力控制 此刻整个罪香楼 恐怕都得在瞬间化为粉机 啊 启梦此时 发出一声惊呼 伸出仙仙玉手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刚刚那两道恐怖的肌肉暴震下 燕北全身的衣物 竟然被直接化 为了虚无 这种普通的衣物此刻 根本无法承受 助他体内澎湃的能量 回到房间去 燕北有些艰难的开口说道 此刻自己衣不蔽体 就这样暴露在这一位绝世家人眼前 实在是有些乱他的心神 嗯 用手捂着双眼的启梦站 在原地连忙乖乖地点头 不过在临走之时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他的手指 还是微微张开露出了一条缝隙 又偷偷看了一眼燕北后 连忙朝自己的卧室跑去 回到卧室后 奇梦捂着胸口 芳心砰砰砰地不断乱跳 想到刚刚的事情 他的俏脸瞬间涨红了起来 连忙躲在被子里面 一刻钟后 客厅内的光芒逐渐消散 燕北看着自己的手臂露出一抹苦笑 他的两条手臂此刻变得无比光滑 如同白玉著成 恐怕一些女子见到也会自残行贿 不过 只有燕北自己知道 这两条手臂的变化 让他的力量增幅了不知数倍 如果要是白天的 他与现在的自己战斗 恐怕连一招都戒不下来 要知道 他现在可还没有真正迈入四级镜 只不过是他的两条手臂 退去了繁体 同时他也明白了 为何自己迟迟没有迈入四级镜 原来四级镜想要突破四级镜 必须要将他的两条手臂 以及双腿 全部退去繁体 这是为了进入超繁境界 所提前做出的准备 如他拥有混沌体 这种天地间最强的体质 突破四级镜都需要花费 如此大的功夫 难怪整个东玉神宫镜的强者 不在少数 四级镜的大能却是少见 他能够感觉到 如果他能够跨入四级镜 那么他的实力 又将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还未突破四级 便如此恐怖 不知那些超繁强者 乃至圣人 又该有何等风采 燕北的目光 首次露出向往之色 如今的他举手投足 直接便可使山河崩碎 那些更为恐怖的 超繁强者 又该何等强大 燕北无比憧憬 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达到 这个世界的最巅峰 他将提起 放在一旁的储物戒指 重新戴在手上 随即从里面 拿出一身干净的衣服穿上 如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他还不穿的衣服的话 实在是不雅 第五十四章 扯平了 刚刚穿好衣物 一道弱弱的声音便传来 你 没事了 启梦此刻 正探出脑袋目光复杂地 看着燕北 翘脸同时 有些泛红 燕北神色一惊 连忙检查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衣物 看着自己已经穿戴整齐后 随即尝出一口气 圣女殿下 怎么还不睡觉 反而跑出来偷看我 燕北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打趣地说道 启梦原本已经平息的内心 瞬间再度沸腾起来 神色有些慌乱地说道 胡说什么呢 那有 开玩笑的 刚当你看我一次 我看过你一次 也算是扯平了 燕北看着启梦 害羞的样子 随即恶趣味地说道 果然 启梦的耳朵 顿时变得通红一片 整个身体 原本白皙的肌肤 也如火烧 一般在迅速蔓延 他默然想起一年前 在青云棕时 燕北闯入了他的沐浴之地 见到了自己浑身赤裸的样子 不跟你说了 我去睡了 启梦很是慌乱地说道 随即直接跑回了房间内 燕北笑了笑 有时候能够有一位美女 让自己调戏一下 就在这时 嗯 燕北轻易一声 目光朝天字一号房的房门处看去 咚咚 两声很清脆的声音响起 有人在敲门 门外何人 燕北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这个时候 还会有人来敲门 他不是已经吩咐过小二 不要来打扰自己吗 在下龙行云 在门外传来一道雄浑的声音 醉香楼中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天龙神子的弟弟 竟然深夜造访天字一号房 难道龙行云回去 后期不过 是来找那人麻烦的 燕北一脸诧异 这个名字 他倒是依稀记得 龙行云 白天和自己 差点打起来那个 难道这人要回来 和自己抢着天字一号房 燕北神色 顿时变得冷漠起来 上前走去打开了房门 龙行云 来找我何事 燕北淡淡地说道 龙行云此刻 眉头直跳 不知道 为何刚刚门一打开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压力 顿时扑面而来 让他差点没有站稳 听闻公子实力强劲 我是受凤凰神女 纸月小姐所托 前来邀请你 前往城主府中一句 龙行云满脸笑意地说道 仿佛白天 差点和燕北 发生冲突的人 并不是他一般 凤凰神女 燕北有些疑惑 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不过整个醉香楼 顿时沉寂了下来 我没听错 凤凰神女 凤凰神女 竟然亲自邀请他 前往城主府聚会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 嘘 你不想死就小声点 一个时辰前没看到 天秘阁外黄蜂的惨样吗 醉香楼中 所有人小声低语 神色忌惮地朝楼上的 天字一号房看去 城主府的天骄们 都想认识一下阁下 不知阁下 可否赏脸一起 前往小聚一番 龙行云此刻的姿态很低 丝毫没有架子 既然是奉旨月要求的事情 他自然会竭力地办好 燕北目光 有些狐疑地看着龙行云 这怕不是一个鸿门燕吧 这家伙有这么好心 还专程跑到此地 来邀请自己去聚会 不过 看着龙行云的神态 倒也也没有半分作假 你可以和他去看看 说不定能够认识一些朋友 启梦这时 也从房间走了出来 看着燕北柔声地说道 龙行云见到 没有戴着面纱的启梦 顿时眼中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随即有微微一暗 好美的女子 不过可惜 已经是别人的道理了 龙行云内心轻叹一声 有些遗憾 虽听说人妻的感觉相当不错 但是龙行云身为天龙神子的弟弟 还是有一些该有的节操 燕北 听闻今夜城主府 的确热闹非凡 你可以去看看 启梦语气温柔地说道 在他看来 燕北如此天骄 当初隐藏在青云宗变 是因为整个宗门 都没有一位 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年轻人 所以燕北 才会闭关苦修 直到最近才出路锋芒 如今城主府的聚会 启梦也有所耳闻 听说 就连一些超凡势力的神子 也在其中 燕北如此强大 去到那里想来 也不会吃亏 说不定还能够认识一些朋友 而今晚聚会中的天骄 无不是身份华贵 意或者实力强大 如果能够结识一两位 对于燕北往后的修行道路 说不定也会起到一些 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 启梦内心自嘲一笑 自己这般天赋 在燕北的生命中 恐怕只是一位过客吧 还有更加广阔的天空等 着眼前这位少年去征服 没错 诸多天骄 还在等着阁下立临 都想亲眼目睹 一番阁下的风采 龙行云 直接毫无底线 先把燕北骗去了再说 这样他对凤芷月也好 有个交代 启梦也朝他点了点头 清云宗始终是一处小地方 根本无法陪伴燕北 走向更广阔的天空 燕北何尝不知道启梦的意思 也罢 便随你去看看 听闻此言 龙行云终于放下心来 凤芷月的任务 他算是完成了 等下在女神面前也好 表现一番 快去吧 回来了告诉我一声 启梦伸手 拨动了一下秀法 随即甜美一笑 宛如一位端庄贤惠的妻子 等待晚归的丈夫一般 你和我一起去 燕北语气中 带着一丝霸道和毋庸置疑 我 一起去 启梦正了正 当然 我可不放心 把你一个人丢到这里 燕北淡笑一声 虽说 最香楼的每一座房间 都设有阵法 但他可不敢保证 自己不在这里后 那些心生歹意的人 会不会对启梦做些什么 毕竟启梦的容貌 的确称得上万里挑一 属于绝美 启梦是他带出青云宗的 如果出了什么差池 到时候回到宗门他 可不好给宗主 与师尊交代 龙行云此刻 顿时露出一副便秘的表情 他没想到 不过是来邀请一下人而已 竟然还吃了这么一大波狗粮 真是不摇臂脸 启梦的脸颊 也透着红霞 表情有些羞涩 燕北的话 让他内心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暖意 第55章 赴燕 天一成 城主府 水上阁楼 虽说此时已经达到深夜 但是这里依旧在歌在舞 没有任何一人 有丝毫疲倦之色 你说那人 会来这里吗 此刻场中 大多数人讨论的话题 都是想要知道 燕北到底会不会来 毕竟龙行云去了 也好一会儿了 如果要来 应该此刻也该到了 他要是有胆子来此 老子定要他好看 霸权宗的铠甲男子 一脸阴沉地说道 敢仗着原神静地 修为欺负他兄弟黄蜂 真是不知死活 他已经想好了 就算燕北不来 燕会结束后 他也会前往最香楼看看 到底是何人如此猖狂 敢欺辱云龙王国的王子殿下 就在这时 霸权宗的铠甲男子 话音刚落 远处便传来几道破空声 龙行云先行而至 转头对着身旁的青年说道 我们到了 燕北点了点头 带着启梦 随着龙行云继续向前走去 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在湖泊之上 一道如折仙般的身影 正迈步而来 他身穿一袭白衣飘然若仙 背负双手神态自若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 超然出尘之气 来人正是燕北 如今 朝四极近又进了一步 让他整个人看去来 都有一种超脱繁俗的感觉 就连此刻他身旁的启梦 也不禁偷偷瞧了燕北几眼 不得不说 他此刻的迈向的确不错 这便是城主大人 都称赞的人吗 在场的天之娇女 此刻都纷纷朝燕北看去 目光中闪过一丝痴迷 如此俊逸的男子 实在是太少见了 那穿着紫裙的女子是谁 好美 在场的男性修饰的注意力 自然没有放在燕北身上 而是看向了他身旁的启梦 启梦此刻并没有戴上面纱 这是燕北特意要求的 他身穿一袭紫色长裙 在月光的照耀下 整个人宛如暗夜中的精灵 在湖面上翩翩起舞 在场的少年天娇们 盯着启梦的眼神中 纷纷露出一抹炽热的光芒 就连一向以大道为重的天龙神子 也不禁微微动容 目光出现一丝波澜 此女容貌 恐怕在场 也只有凤芷月 能够与其相提并论了 不少人的目光 朝作落在阁楼深处的那名 身穿火红色衣上的角色女子看去 凤芷月的美眸此刻 也不停地在燕北 与启梦身上来回扫视 令她无比好奇的 是燕北的修为 她竟然丝毫看不透 燕北此刻在湖面上踏步而行 自然会运用灵气包裹脚掌 而不使身体坠落 但就算这样她 还是丝毫不能看出 这燕北的修为 倒是启梦的修为 被他们所有人都探知到了 不过才雷洁进三重 反而是燕北此刻显示的 有些神秘莫测 毕竟那种超然的气质 与面对众多天骄审视的 坦然表情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有些意思 凤芷月嘴角微微掀起 饶有兴趣地朝燕北看去 就在此时 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赶来此赴燕 胆子倒是不小 一道雄浑的声音传出 把全宗的铠甲男子 直接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 朝湖面上的燕北看去 如此一幕 顿时让场中所有人来了兴趣 这把全宗的男子 名叫王力 乃是年轻一辈有名的强者 虽说不及神子这等 超凡势力传人 但却也不容小觑 王力这思突然发什么神经 难道他与这青年有过节 泽泽 我瞧是他看上了别人的女伴吧 一道道声音 在阁楼中传出 都面带笑意地朝下方看去 虽说燕北的城主大人吹捧 但是一些人却不以为然 直到刚刚他们见到启蒙的修为时 更加嗤之以鼻 雷杰进低阶的修为 连做他们手下的资格都没有 竟然还想要参加此次的宴会 不过碍于面子 一些人也并未出言 而今王力站了出来 他们倒是瞬间来了兴趣 哦 你是谁 燕北停下脚步 微微抬头朝上方看去 眉头紧皱 他敢保证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启蒙最开始来到此地的时候 还很紧张 毕竟此地参加宴会之人 无不是一方贵族 或者实力绝强之辈 但是 见到燕北那神态自若的模样 他也就逐渐放松了起来 此刻王力的突然发难 让他的心再次担忧起来 不过他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 因为 他相信燕北 这女子不错 凭借雷洁静的修为参加此次宴会本身 便是一种勇气 此刻又在王力所散发的气机下 窥然不动 真是有意思 奉旨月 美眸散发金光 眼神在奇梦的身躯上 不断扫视 我是何人你无须知晓 你只需要知道 凭你还不够资格 参加此地宴会 王力背负双手 站在阁楼之上 很是不屑说道 不够资格吗 那你们邀请我做什么 燕北目光 微冷地朝阁楼之上的龙行云看去 这是在消遣他 如果真的是 他不介意 让这些人后悔刚刚的决定 龙行云看到 燕北冰冷的目光 站起身来说道 王力你做什么 他乃是 刚刚大家一起 提议邀请的 你现在 什么意思 王力听到龙行云的话 倒是脸色微变 的确燕北 的确是刚刚众人提议邀请的 甚至包括 凤凰神女也都开口了 他虽说实力强横 但在场之人 哪一位不是 更何况凤凰神女 如果违背了他的意愿 恐怕他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过每每想起 城主大人口中黄蜂 今日的惨状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很想为自己这位兄弟报仇 王力转过头 不断在众人身上扫视 他竟发现 除去龙行云外 没有任何一人发言 甚至是连表情 都没有一丝辩慧 就连凤凰神女 奉纸月也一脸冷漠 仿佛对于此事漠不关心 这让他眼睛一亮 他知道这些人 不会插手此事 第五十六章 出手震惊众人 行云公子 在下 只是觉得此人的实力 根本没有资格 参加此次城主府的宴会 所以再忍不住出言 想将此人驱逐 以免碍了大家的眼 王力一脸善笑 拱手对着龙行云说道 神女他惹不起 神子自然也是惹不起的 龙行云 乃是天龙神子的弟弟 他自然不敢怠慢 王力目光一转 又继续说道 不过跟他一起 而来的这位女子 倒是可以留下参加宴会 给神子大人 蒸蒸酒夜 还是不错 说不定他福气好 神子大人 收起为侍女 也说不定 在场众人 听闻王力的话 纷纷暗骂一声小人 这不是明摆着相当于 当着宴北面上 他的老婆吗 杀人又诛心啊 此刻 就连凤芷月的眼眸 玉手在青铜 所著成的酒杯上 捏出了几个 清晰可见的指印 不过 他并未爆发 而是想继续再看下去 龙行云看了一眼 湖面上 如同天女一般的奇梦 又看了一眼 自己的哥哥 他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够了 行云你坐下吧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天龙神子 神色漠然地说道 嗯 在场的气氛 顿时一宁 天龙神子此刻 开口是什么意思 这是变相地 同意了王力 所提出的条件 龙行云有些 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哥哥 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这真的是自己那位 以大道为重的哥哥 原来哥哥以前 并不是不喜欢美女 只是没有人能够 让他看得上眼罢了 如今奇梦身上 所散发出的那股清冷气质 深深吸引了他 正如王力所说 如果将其收为一位侍女 也未尝不可 王力此刻面色一喜 天龙神子都发话了 龙行云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连忙坐在一旁 不再说话 凤指月 看了一眼天龙神子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 果然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小子 你听见了吗 将这位美人 留下为神子大人针灸 你现在可以滚了 王力转过头 直接飞出阁楼 站在虚空猖狂的大笑 与其暴打一顿此人 不如羞辱来的痛快 同时王力一副欠打的样子 目光挑衅地 朝燕北看去 意思好像是在说 怎么样 当着你面上 你的女人的感觉 不好受吧 众人 纷纷朝湖面看去 都很好奇 燕北接下来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到底是放手一搏 最后惨淡收场 还是乖乖地 交出自己的女伴 来讨好天龙绳子 你说够了吗 一道无比平静的声音传来 燕北淡淡地说道 但所有人都能够听出 这平静的声音下 蕴含着一股彻骨的寒意 怎么受不了 王力继续猖狂的大笑 可还不等他说完 站这么高跟你 说话真费劫 下来 燕北神色 瞬间变得灵力 直接伸出大手 虚空一按 哄 虚空忽然开始震战 一直由灵气所化成的 恐怖大手 瞬间在王力的头顶上空凝成 直接一掌朝王力拍下 王力感受着这股气息 脸色微变 连忙伸出手臂抵挡 可他根本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轰的一声 直接被拍落进湖泊之中 溅起一阵恐怖浪花 在场之人 无不震惊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什么情况 王力竟然一巴掌 便被拍飞了 他可是原神 进五重境界的强者 怎么可能 启梦见到王力 被燕北一掌拍飞 美眸中散发出点点星光 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顿时充斥着他的心肩 仿佛只要有身旁的这位男人在 就算天塌下来 也不会伤到他分厚 阁楼上 天龙神子此刻 眉头微皱 燕北的实力 倒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过他并未放在心上 他皱眉的原因是 启梦此刻露出的表情 那种娇羞的神态 看得让他内心 掀起一阵波澜 但启梦却不是对他所展现的 王力刚刚所说 让他收起梦为自己的侍女 这的确让天龙神子颇为异动 就在这时 哄 湖面中猛地冲出一道身影 正是刚刚被燕北一掌拍 落进湖里的王力 小子 你竟敢偷袭我 王力神色狂怒 这小子竟然让他在这么多人 丢了面子 实在找死 对付你 还需要偷袭 燕北神色漠然 目光不屑地看去 你找死 霸权 王力狂吼一声 一股鸿芒瞬间涌现 顿时间便覆盖了整个天空 将湖面都染成血红之色 这乃是霸权宗的震宗绝学 在这使用霸权的这段时间内 王力的力量提升百分之三十 并且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王力直接抬起拳头 狠狠地朝燕北轰来 这一拳 他没有丝毫留守 刚刚让他在众人面前 失了面子 此刻他要以雷霆手段 将此人强势震杀在此 看着朝自己冲来的王力 燕北轻蔑一笑 霸权 改名王霸权算了 鬼影迷踪 燕北的身躯 微颤随即 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燕北后发现痣 直接出现在王力身前 在场之人 无不同孔猛的一缩 惊呼一声 好快的速度 燕北现在的距离 和王力不过相隔一米 王力出拳便能随意攻击到 此人离王力如此之近 是在找死吗 不少人发出一声惊呼 王力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特别是使用霸权的情况之下 他的肉身强大无比 此刻选择和他近身肉搏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王力的目光瞬间一凝 随即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既然你找死 也怨不得我 一抹鸿芒 顿时贯穿整个虚空 狠狠地朝燕北砸下 不过 下一秒众人惊呆了 什么 众人纷纷豁然起身 目光震动 他竟然一根手指 便接下了 使用霸权状态下 王力的权力一击 一名容貌 颇为靓丽的女子 站起身来 震撼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人的手指 难道是金刚铸成吗 不对 就算是金刚 铸成在王力的一击下 也得化为粉机 其余人等 也纷纷满脸震惊 这太不可思议了 刚刚燕北并未闪躲 而是伸出了一根手指 直接迎上了王力的拳头 王力目光震动 他没想到这人的手指 竟然如此恐怖 竟能够接住他的一击 而不后退分吼 给我断 王力狂吼一声 鸿芒变得更加璀璨 一股恐怖力量再度从他的拳中爆发 他想要直接轰断燕北的手指 第57章 力压天骄 可王力明显失算了 在他面前 这根手指如同一根天柱一般 根本不可摧毁 就这点力气吗 燕北神色无比冷漠 淡淡地说道 同时 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 从燕北的指甲迸发 一道恐怖光柱 顿时贯穿整个虚空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顿时响彻整个城主府 王力此刻站在神色惨白一片 如黄豆大小般的汗珠 不断从他的额头低落 他伸手想要捂住右臂处 不断喷涌出的鲜血 可那里 已经是一片空荡荡的 他的整条右臂 在刚刚那一击下 竟然已经被轰成血污 你敢斗我手臂 王力身躯不断颤抖 脸色苍白地吓人 如果是常人 失去了整条手臂 说不定早已经痛得 晕厥了过去 但是王力 却还能开口说话 这便是霸权的效果 让此时的他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哦 如此剧烈的疼痛之下 竟还能开口说话 不错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燕北看着这一幕 也嘖嘖称奇 话音刚落 燕北的身躯 顿时再度消失在原地 瞬间出现在王力的背后 直接一脚 哄 王力整个人 直接狠狠地砸向 不远处的一块空地 不知死活 这点实力也敢出言不逊 燕北看了一眼 落入大坑 不屑一笑 此刻整个阁楼都静下来了 所有人都有些发呆地看着 屹立在虚空中的白衣男子 他竟然废了王力 王力在他手中 竟然如同三岁志童一般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众人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震惊地说道 就连天龙神子此刻 也颇为凝重地看着燕北 直到此刻 他都没能看清燕北的具体实力强度 此人就像一座 触不到底的天渊 深不可测 凤指月 此刻也终于正眼瞧了瞧燕北 与天龙神子差不多的想法 此番宴会 极有人不欢迎我们 那便告辞 燕北转过身体 环视一周 随即冷冷地 朝龙行云看了一眼说道 那冰寒的眼神 让龙行云内心一灵 下意识地 朝自己的哥哥身边 靠了靠 此刻的燕北 在他看来 如同一尊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燕北身形降落 瞬息间便落到了启梦的身边 就在他准备 带着启梦回去醉香楼时 等等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传了过来 燕北也停下了脚步 朝说话之人看去 怎么 你也想挨揍吗 他的话音落下 整个阁楼 瞬间寂静地可怕 众人脸色一变 露出震撼的表情 不敢置信地 朝燕北看去 他竟然敢如此 对着神女大人说话 不少人此刻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神色震动 没错 刚刚出言的正是凤指月 凤指月 乃是整个冬域有名的脾气大 因为他身怀火风血脉 脾气暴躁 也是在所难免 曾经便有一人 不小心得罪了凤指月 最后直接被凤指月 追着暴打了十多天 最终跪在火凤谷门前 忏悔了十多天 才得到原谅 而今燕北问凤指月 也想挨揍吗 这种猖狂的话语 凤凰神女 岂能让他好过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两人即将大打出手时 凤指月翘脸一怒 但好像 立马又想到了什么强将怒火 压制了下去 随即咬紧银牙说道 你这人的脾气 比我还大 真是不懂怜香惜玉 你出手击败了王力 事实证明 你有资格 参加此次宴会 在场诸多少 年天交有些 微微吃惊的 嘲讽指月看去 在他们想来 此刻的两人 不应该已经打起来了吗 为什么凤凰神女 竟然还邀请他上来 参加宴会 有资格参加宴会 燕北轻笑一声 没错 你已经够资格了 凤指月点了点头说道 燕北的实力 在场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能够强势镇压王力 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了 就在众人 都以为燕北 会应了奉指月的邀请 来到阁楼时 本以为今夜的城主府 天交齐聚 乃是一场盛会 不过如今 看来不过是一群 土鸡与娃狗的聚集 实在让人提不起 半点兴趣 你们认为 我有资格 不过我却觉得 你们没有资格 这宴会 不参加也罢 燕北扫视了 在场每一个人 随即冷笑一声说道 话音落下后 他伸手揽住 秦梦的细腰化为 要不是启梦当时 劝他来此 他是绝对不会来的 所有人看着 已经远去的那一道雷霆 神色有些发呆 土鸡与娃狗的聚集 卧槽 他是在骂我们 泽泽 好狂妄的人 此刻在场之人 无不动容 敢一起辱骂 这么多天交的人 还从未出现过 要知道这里面 还有天龙神子 凤凰神女这等 超凡势力传人 混蛋 一声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凤指月 此刻气的翘脸煞白 在原地直跺脚 这人竟然骂自己 是土鸡 哇卡卡 真是气死他了 他凤指月 从小长这么大 就从没有人敢这么骂过他 天龙神子此刻也是 一脸铁青 神色阴沉 土狗不就是说的他吗 他将目光投向 燕北所离去的方向 眼神不断变换 不知在想些什么 可恶 本小姐 从没有这么生气过 那谁 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凤指月 如同一只发飙的小老虎 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本想说出燕北的名字 可最后他竟然发现 他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这瞬间让他更气了 嗨嗨 好了丫头 还有两日天一秘境 便会开启 说不定你们到时候 还能遇上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城主天灵满脸笑意地 从阁楼深处 走了出来 燕北也确实给了他 一个很大的意外 没想到这小子 还如在天秘阁外 那般狂道无边 竟然连神子 神女 好久 天一成 一缕刺目的阳光 透过窗户 照射在了一副 俊逸的面庞上 燕北伸手遮掩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隙 嗯 都已经中午了吗 经过昨夜的宴会后 燕北与启梦 回到最香楼后 便已是深夜 所以一觉睡去 直到此刻 燕北才悠然转醒 片刻后 燕北的双眼 恢复了一丝清明 随即朝着石海的某物说道 番茄 迁道 他的迁道地点 并不仅限于囚龙山 任何地点都可以 不过奖励 却是随机的 他已经许久没有得到一个 有实质作用的东西了 燕北不禁有些期待 不知道 这次换了个迁道地点 他能不能得到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叮 检测到此地为最香楼 恭喜宿主 迁道成功 奖励 猴儿酒一壶 嗯 猴儿酒 燕北神色一愣 一壶散发着清香的美酒 便已经落在了他的手中 这时 一道开门声响起 启梦也从卧室中走了出来 见到燕北的那一刻 嘴角立马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你也醒了呀 此时的启梦 只是穿着一个简单的吊带 就连裤子 也是如蕾丝 一般有些透明若隐若现 加上性格 本就清冷的他 露出的那一抹甜美的笑容 简直将燕北的心 都瞬间融化了 今天心情 看上去不错吗 燕北站起身 来笑着说道 跟大名鼎鼎的卧龙先生 一起出来历练 当然得保持愉快的心情 不然某人觉得碍眼 我可就没地方哭去了 启梦有些俏皮地 对着燕北吐了吐舌头 燕北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 启梦果然还是猜到了 自己的身份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从决定和启梦出来 他就没打算故意隐藏下去 毕竟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启梦迟早也会发现端倪 不过让他很是诧异的是 平日在宗门里高冷的 如同一座冰山一般的圣女 竟然也会露出这种小女声 才会做出的动作 尊贵的圣女殿下 如此美丽 在下 怎会觉得你碍眼呢 燕北也笑着打趣地说道 听到圣女殿下这几个字 启梦的翘脸顿时微红 如今知晓燕北的实力后 清云宗的圣女这个身份 他实在有些难以拿得出手 包括他这点微末的修为 与燕北比较简直不值一提 他那里 还好意思以圣女自居 你就别调侃我了 今后你就别叫我圣女 启梦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叫圣女 那我叫你什么 燕北下意识地说道 那我怎么知道 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我又管不着 启梦扭捏了一下郊区 有些羞涩地说道 燕北陷入了沉思 该想着到底叫启梦什么才好 叫启梦 显得太生分 那叫什么呢 总不可能和宗主师尊他们一样 叫他梦吧 那样也显得太亲密了 那我以后叫你小梦吧 燕北笑着说道 小梦启梦默念了一声 随即脸上竟露出了一抹欣喜的笑容 那以后就叫这个吧 既然如此 这都已经晌午了 小梦你饿了没有 要不要咱们出去吃点什么 正巧我这里有一壶美酒 燕北伸手将刚刚签到 所获得的猴儿酒拿了出来 这么一说 我还真的有点饿了 不过出去吃就算了吧 倒是可以让小二将饭菜送到房间来 启梦静止走上前来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也不知是不是有意 启梦坐下的那一刹那 他胸口处顿时春光乍现 两块星号星号仿佛脱江的野马 肆意晃动 而燕北何等修为 这一幕顿时被他捕捉到了 顿时间 燕北便感觉到 自己体内有一股 邪火蹭蹭蹭地往上冒 甚至隐隐感觉 口鼻都差点有鲜血涌出 燕北连忙别过头 饶食他的脸皮 也不由得有些发烫 你确实不方便 在外显露 否则酒楼中的 吃客们得该疯狂了 启梦看着燕北的神情 有些好笑 没想到 天不怕地不怕的燕北 竟然会因为自己而感到不好意思 燕北连忙逃离 静止地来到天字一号房的房门处 他打开房门后 立马就有一名小二 满脸堆笑地走了上来 客观 有何吩咐 随即燕北打开房门 小二见到燕北后 不知为什么 眼神中竟然闪过一抹畏惧的神色 此刻最香楼的天字一号房 已经在整个天异城出名了 倒不是因为这房间 到底有多么奢侈 而是因为此刻住在里面的人 燕北昨夜 在城主强势镇压 把全宗传人王历的消息 已经传了出来 包括他后面的所作所为 完全不将神女绳子放在眼中 并还当面出言 比喻他们是土鸡娃狗 如此狂人 竟就住在他们酒楼之中 小二这种普通人 见到燕北 内心还是有些畏惧的 半君如半虎 便是这个道理 他生怕自己一个 惹这位大佬不高兴 对方随手便将自己给拍死了 那可就没地方说里去了 不过 小二明显想多了 燕北随意地点了一些菜肴 就这些了 做好之后送到房间来 燕北对着小二吩咐道 好嘞 大人还有什么需要吗 小二问道 没了 对了 再拿两只酒杯 这是饭钱 多了的就不用找了 算你的 燕北随意地扔出一袋零食后 便直接关上了房门 如今 他已经算是财大气粗 之前灭掉血神教后 便得到了数百万枚零食 而今又刚刚从那什么酒王子那里 获得了一百万枚 零食这东西燕北手中太多了 小二打开手中的袋子 顿时间一股白色的光芒 简直闪瞎了他的眼 小二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 挣了挣 这一顿饭 最多也只花五枚零食的样子 而这里面竟然足足有上百枚零食 第六十章 最后不知天 一枚零食便够确保一个凡人普通家庭 好几年的开支 如今 住在这天字一号房的客人 随手打赏的零食便足足有上百枚 小二此刻的内心激动万分 有了这一大笔零食 她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她也没有忘记 雁北的吩咐 连忙小跑着去到后厨 安排雁北所吩咐的菜肴 很快 一道道热腾腾的美食 便送到了天字一号房中 天字一号房 窗帘遮掩 一道昏黄的灯光 笼罩在两人的面庞之上 两人相视而笑 整个房间内都充斥着一股微妙的气息 看着此刻的场景 雁北眼中出现一丝追忆之色 这像极了前世中的烛光晚餐 雁北深适地为启梦 珍满了一杯火酒 两人碰了碰杯 启梦微敏了一口 随即眼神一亮 这酒自然是香醇 不过倒不是这个让启梦惊讶 而是她刚刚稍微敏了一口火酒后 她突然感觉自己的修为 竟隐隐隐有增长的趋势 为了证明心中猜想 她连忙又尝了一口 果然 是这酒的功效 忽然 启梦脸色一变 立马闭上双眸 碰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启梦身上流露而出 她突破到了雷洁镜四重 这是 什么酒 启梦美眸震惊地问道 不过喝了两口 她的修为变提升了一个境界 这简直太恐怖了 此酒名叫火酒 是我刚得到不酒的东西 燕北但笑着说道 番茄虽说并未给她讲述此酒 但想来应该是不错的 闻着那古酒香和前世的茅台 有的一瓶 不过此酒多了一股果香味 倒是颇为奇特 火酒 启梦低难一声 还是没能掩饰心中那股震撼 这酒的名字倒是很奇特 蓝不成是猴子所酿制不成 启梦目光有些吃惊地看着自己手中的这一杯酒 这一刻 这简简单单的一杯酒 在她手中仿佛重如万金 生怕洒出一地 她知道 她手中这一杯 如果放到外界 也可称为仙酿 哪怕只有一杯 恐怕也是无价之宝 能令所有修士 为之疯狂 此刻 启梦竟然有些不忍心喝了 如此仙酿就这样 被自己糟蹋了吗 你干看这做什么 这又不是啥稀罕玩意 燕北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她倒是没有 觉得这酒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只感觉和果汁差不多 不过只是多了一点酒的干练 启梦看着燕北 将一杯酒一口气全部喝下 别提有多么心疼了 要不 咱们还是留着带回去给风寒伯伯 他们尝尝吧 启梦忍住一口喝下去的冲动 将酒杯重新放在桌子上 燕北的动作顿时便缓了下来 目光柔和地 看了一眼 端坐在自己眼前的启梦 我早就给他们留了一份 喝吧 没事的 燕北拿出了另一个酒壶 里面散发着和活酒一样的香味 师尊最是喜欢喝酒 燕北是深深知道的 所以他在得到活酒后 便将其分为了两份 他们如今所饮的 不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启梦看到燕北手中的酒壶 顿时露出明媚的笑容 这一刻 两人相视而笑 既然没有了顾虑 启梦也便敞开了心扉 与燕北对应了起来 不得 不说这猴儿酒 是真的没得挑 就连启梦这很少沾酒的女子 喝了几口后 也彻底喜欢上了这种味道 就这样 两人喝了很多 我 哥 还能喝 启梦双眼迷离 打着酒哥说道 此刻的她 哪里还有冰山女神的一点样子 说完之后 启梦便倒在了桌子上 不省人事 而燕北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说没有像启梦这般 但却也面色通红心神恍惚 这猴儿酒 终究不是普通之物 后劲极为恐怖 就连燕北这等修为的存在 都有些抵御不住 要不是 她现在依靠修为强撑着 恐怕她也倒下了 好了 快去睡觉 这酒不能喝了 燕北醉眼朦胧地说道 随即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想要将倒在桌子上的启梦 送回卧室 就这样 燕北伸手揽住启梦的腰肢 将她扶起 两人跌跌撞撞地朝卧室中走去 一路上 两人不断在墙壁上磕磕碰碰 这倒不是燕北故意的 而是她此刻也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干些什么 她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将启梦送回房间 睡在外面会着凉 终于 在燕北的不懈努力下 她终于搀扶着 启梦来到了卧室中 门刚一打开 一股清香未便涌来 一瞬间 让燕北的神稍微清醒了一些 她感受着手掌中 传来了阵阵温度 再看着启梦 那娇艳欲滴的绝世荣年 顿时间有些星园一马 不过她 还是按捺住了 随即她将启梦 放在了床上 便准备起身离开 你快 睡吧 我去沙发躺躺 燕北朝着床头柜说道 就在她转身的时候 一双柔弱无骨的御手 拉住了她 我 不要你离开 那双手狠狠一拽 燕北便直接朝床上 倒了下去 自此 燕北便仿佛失去了意识 沉睡了过去 一日 四 头好疼 燕北伸出手掌揉了揉额头 心想这活久的后劲 也太大了 忽然 她好像察觉到 在自己身旁 有一股温热的气息 她豁然睁开双目 看着周围的环境 以及身上的被子 糟了 难道 她缓缓转过头 随即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张绝美的面孔 那一头乌发 如云曝散 熟睡时 仍抹不掉眉眼见 拢着的云雾般的忧愁 她的目光 划过她蝴蝶微气般的睫毛 红润如海棠唇 最后落在 不慎裸露在外的香肩 呼吸一紧 洁白如牛乳般的肌肤 看着微微凌乱的床单 可以想想 昨夜在这之上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燕北一时间镇住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过从这一刻起 她便知晓 她与启梦这一生 将会产生一种不可割舍的关系 这时 一道低迷的声音声 在她耳边响起 让燕北耳朵都酥了 下一秒 燕北脸色变了 一只如同学偶一般的手臂 搭在了她的胸口 她那条带着温和气息 无比光滑的大腿 也顺势将燕北紧紧夹住 燕北神色异景 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将身旁的启梦惊醒 第61章 梦境还是真实 也不知过了多久 该来的还是来了 嗯 睡得好舒服 一道月儿 带着一丝慵懒的声音响起 启梦微微睁开眉眸 一张俊逸无比的面旁 瞬间出现在她的双眼 启梦微微一愣 随即晃了晃脑袋 这是梦境 她虽说时不时地会梦见燕北 但这次的感觉也太真实了 她甚至能够感觉到 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体温 不过 有人抱着睡的感觉 还真不错 就在启梦胡思乱想之时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那个 你听我解释 燕北一脸正经地说道 启梦内心一惊 随即又放松了下来 梦境中的人会说话 也是很正常的 随即她用玉腿 将燕北夹得更紧了 就连身体也微微朝前靠了靠 反正这是梦 她始终秉持着 不抱白不抱的观念 燕北无比诧异地看着启梦 这妞 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别人醒来后发生了这种事情 醒来后 不应该先发出一声尖叫 随即将被子全部抢走 然后捂住自己的身体吗 为什么到了 自己这里却不一样 启梦醒来后不哭不闹 竟然还将自己抱得更紧了 这是什么鬼 难道是自己的帅脸 将启梦完全征服了 嗯 应该是这样 不过 此刻启梦的眼神中 突然出现了一丝狐疑 梦境 这么真实的吗 启梦此刻 有些狐疑地说道 她触摸着手中的肉感 根本不似假的 还有那强有力的心跳声 让她内心充满疑问 下一秒 她的美眸瞬间瞪大 足足一倍有余 不会 不会这是真的吧 启梦再度抬起头 朝燕北看了一眼 燕北见到启梦看自己 咧嘴一笑 启梦此刻完全呆住了 这不是梦 当然不是 燕北柔和一笑 房间内的空气 这一刻仿佛凝固住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啊 随即一声尖锐无比的声音 从卧室中爆发 燕北内心一惊 连忙伸手 将启梦的嘴给捂住 这种声音 要出传了出去 别人指不定说 他们在房间中 干了些什么 嗯嗯嗯 启梦不停地挣扎 可她哪里有燕北的劲打 嘿嘿 小梦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 啊 燕北不停地解释 随即发出一声痛苦叫声 连忙松开了手掌 启梦竟然一口咬在了 她的手指上 要不是她肉身强大 这一口 说不定她的手指 都将断掉 启梦看着燕北 不断流血的手指 眼神中出现一丝慌乱 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情急之下 竟然下口那么重 对 对不起 我刚刚太害怕了 启梦用被子捂着身体 很是委屈 小声地说道 一滴滴晶莹的泪珠 从她的眼角不断滑落 神情无比其处 很是委屈 燕北看着神色委屈的启梦 眼中愧疚之意更浓 也顾不得手指的疼痛 将她一把拦入怀中 该说对不起的人 应该是我 燕北轻轻拍打启梦的背部 安抚着她的情绪 她知道 要是任何一个女生 知道一觉醒来 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恐怕内心都会很难以接受 启梦依偎在燕北的怀中 身躯不停抖动 刚刚的却是把她吓到了 半想后 启梦泪眼朦胧地抬起头 注视着燕北 放心吧 我不会耽误你的前程 往后还是如以前一样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吧 在她看来 自己这等天赋 拙劣的人 怎么配得上燕北这等天之骄子 她虽有几分姿色 但是在这五道至上的世界中 像燕北这等强者美女 不过只是伸手 便能换来的东西 她应该此刻 也挺纠结的吧 不如自己 先说出来 以免最后丢了最后的面子 燕北一脸苦笑地看着启梦 正当她想要说什么时 启梦扑在燕北怀中 神色七楚 双眼含泪地再度说道 你将来注定是 万众瞩目的天骄 将拥有璀璨的人生 而我不过是一名 弱小宗门的圣女罢了 是我配不上你 启梦此刻双眼不满晶莹的泪珠 冰山女神此刻 也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了 从最开始的卧龙先生 那道混沌身影 便进入了启梦的内心 让她倾慕 再往后 便是青云宗发生的种种事情 都是燕北出手化解 直到后面燕北的身份暴露 启梦才知道 原来卧龙先生便是燕北 加上黄蜂的无礼的挑衅等等 每当危难之际 都是燕北站出来保护她 燕北的身影 早已经在启梦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傻丫头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燕北也听出了启梦语气中的意思 她还以为自己会嫌弃她 燕北并不是那种始乱终气的人 既然发生了这些事情 那么她便会负责到底 燕北满是心疼地看着 启梦委屈的神色 伸手将她紧紧抱住 第六十二章 黄龙降临 惊天大命 傻丫头 我也是喜欢你的 燕北抚摸着对方的秀发 一脸柔和地说道 启梦仪或者抬起头 紧紧地看着的燕北 喜欢我 她双眼闪过 慌乱之色 不确定地说道 她怕刚刚不过只是 自己的幻听罢了 燕北重重地点头 目光无比坚定 启梦的表情呆滞了一瞬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真的喜欢我 不嫌弃我的天赋 燕北看着满脸 小心翼翼的启梦 哑然失笑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又不是你的天赋 燕北满是深情的双眼 注视着启梦 揽住她的手臂 更加用力 启梦感受着那股 扑面而来的热浪 让她心神 都有些恍惚 你没有骗我 启梦此刻 也平复了心情 但还是有些 不确定地说道 我若骗你 便糟 燕北还会说完 一只温热的小手 便捂住了她的嘴唇 她将启梦的小手拿开 直接迎上了她的红唇 两人相拥在一起 互相缠绵 一刻都不舍地分开 相信我 往后有我在的一天 便绝不会 让你受到半分委屈 嗯我信你 一日 距离天衣秘境开启 还剩一天 天衣城中 无数人都隐隐有些激动 在一座庄园中 黄蜂站在庄园的空地上 凝望天空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片刻后 好 一声恐怖的咆哮声传来 让无数人内心一震 看 那是什么 不少人指着天空 一脸骇然地说道 此刻 在远方的天际 出现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身影 他们个个身穿战甲 气息震天 宛如神话传说中的 天兵天将降临 一般恐怖无边 人还为之一股铁蟹之意 便已经传来 来者何人 城主府骤然响起一声爆喝 随即升起一股 恐怖滔天的威势 天灵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虚空中 目光凝重地 朝远方看去 这时 那群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走出一位 身穿黄金战甲的男子 城主大人 我乃云龙王国二王子 此次受父王之名 前来天一城 缉拿要饭 二王子黄龙站了出来 对着天灵拱手说道 城中无数人为之震动 缉拿要饭 难道是那天当街 殴打黄蜂的那人 云龙王国竟然这么快就来人了 果然传言不虚 黄蜂乃是云龙王最疼爱的儿子 怎么大张旗鼓的 来我天一城缉拿要饭 黄云龙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云龙王国不成 天灵面露煞气 一股恐怖威势 从他身上爆发 天空中顿时响起一阵轰鸣 天一城的修士们 纷纷大受震动 不愧是城主大人 竟然直呼云龙王的名字 就在大家都以为 二王子即将暴墓时 黄龙的脸色也变了变 不过却没有发怒 城主大人说笑了 天一城独立一方 自然不受任何人管辖 我来此不过是想 要缉拿前几日 欺辱无地之人 还请城主大人行个方便 我一人进城便好 二王子的态度很是谦卑 没有因为天灵的话而暴怒 他曾经便问过父王 问他 为什么天一城一座小小的城池 能够屹立在东狱之上 并且不属于任何势力管辖 他还提议不如 让父王派兵前往将天一城占领 还可以扩大国家疆土 派兵占领天一城 扩大国家疆土 听到这话的云龙王 脸色瞬间大变 混账 云龙王顿时大怒 直接一巴掌 打在黄龙的脸上 将其扇飞了出去 黄龙跌坐 在地上脸色极度委屈 不明所以 他不知道 为什么父王会生 这么大的气 他不过只是提了 一下天一城罢了 直到半想后 面色沉重的云龙王才 再度开口说话 而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黄龙一辈子都记忆犹深 他清楚地记得 云龙王当时说道 天一城 哼 王二你万不可 对此地产生任何念头 天一城并不是表面 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别说为父 就算是超凡 也不敢轻易涉足 里面牵扯到了一个惊天大命 连超凡都不敢涉足 惊天大命 当时的黄龙浑身一震 能让超凡 都不敢涉足的惊天大命 到底是什么 可无论他再怎么询问 云龙王都只字不提 可在云龙王离开书房后 黄龙在他的书案上 看到了一个龙飞奋舞的大字 爹 看到这个字的那一刹那 黄龙的心神 仿佛在这一瞬间 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轰击 让他整个人连连倒退几步 气息瞬间萎靡 神色无比骇然 从那天开始 他的心中便再也没有 出现过要占领天一城的念头 同时也知道了大陆上的一些心秘 所以刚刚天灵直呼 他父王明慧 他也并未动怒 他知道 虽说天灵只是神功镜 但背后的能量却大到无穷 他不敢丝毫放肆 既知晓这里是天一城 那便快滚 在我的地盘上拿人 哪怕是云龙王亲自来也不行 天灵目光冷冽 对于黄龙并未有什么好感 他知晓这些人 恐怕是为了燕北而来 不过他是不会让云龙王国得逞的 因为燕北如今已经在他的一张名单之上 是此次天一觅境传承的候选人之一 此刻万万不可出现任何意外 如果传承出现了问题 别说是云龙王国 就算是超凡势力 也得请客间灰飞烟灭 黄龙此刻面色沉重 他没想到这天灵 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好 既然城主大人如此说 晚辈也便不多掏扰 不过此人我一定要带回王国 从此刻起我便在城外守着 黄龙也不敢强来 只能吩咐手下在城外驻扎 将整个天一城团团包裹 等待燕北出城 天灵看到黄龙如此做法 也是冷哼一声 倒也没有直接驱逐 他虽说看着燕北比较顺眼 但终究还不是传承之人 况且 这黄龙想要拿下燕北 有那么容易 他背后那恐怖的护道人 连他都感到心惊 想要捉拿他 恐怕得云龙王亲自出手才行 不过天灵自然不可能出言提醒 冷笑一声后便直接转身离去 天一城再度恢复平静 不过里面的修饰却炸开了锅 第六十三章 秘境开启 恐怖身影 天一城内所有修饰的目光 都朝一个地方看去 那便是最香楼 他们都知道这黄龙来此 就是专程为住在天字一号房的 那位狂人而来 又过了一日 今日便是天一秘境开启的时间 所有人都无比振奋 都在等待秘境开启的那一刻 就在地平线太阳刚刚升起的那一刹那 哄 一声如同天崩般的声音 顿时在天一城的上空炸开 一个恐怖无比的黑洞顿时形成 无数人眼神炽热地朝上空看去 天一秘境的入口开启了 所有手持令牌者 可以灵力将其催动 他便会带你自动进入天一秘境 遇到生命危险时 捏碎令牌 可保性命无忧 城主的话如同天雷滚滚 在每个人的耳畔中响起 一名修士已经迫不及待 连忙将自身灵力朝令牌灌注而去 刷 这名修士的身影 顿时化为一道流光 瞬间冲入了上空的黑洞中 消失不见 无数人纷纷效仿 随即街面上一道道流光冲天起 眨眼间街上的人群便消失了大半 天一秘境 我也要进去 看看谁能阻我 一声爆喝 猛然间从天一城中传出 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 瞬间出现在天幕之中 老者的身躯干瘪 如同一具干尸 但他的体内 却蕴含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他的寿元 将至 即将要作化了 如今他也顾不得一切 只能进入天一秘境中 祈求寻到一株灵药 助他延缓寿命 他拜月魔教的人 难道他 也要进天一秘境 不少人纷纷神色一阵 朝那老者看去 这老者拥有神功镜的恐怖修为 如果他进入了天一秘境大杀四方 那可就完了 毕竟拜月魔教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动辄灭人九族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乃是一处恶名昭著的邪道势力 天灵的身形 也出现在天幕中 冷眼看着这名老者 二十五岁之上的修士 无法进入天一秘境 你不知晓 天灵冷声说道 老夫才管不了这么多 今日我倒要看看 凭你这小辈如何阻我 老者冷哼一声 神色决绝 根本无拒一切 他此刻即将作化 寿命最多还有七日时间 他已经彻底疯狂 他不想死 如今天一秘境开启 他听闻 里面有四级镜强者所留下的宝藏 如果其中有增加寿源的灵药 他也就不用死了 话音落下之后 老者仰天长笑 一股灵力风暴顿时形成 尽数朝他体内汇聚而去 他那甘北的身体此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仅仅几个呼吸后 他那甘北的身体 便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的目光 此刻的他 哪里还有半分苍老的模样 老者此时的面容虽消瘦 但却显得神采奕奕 双眸中神光璀璨 全身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此刻他的实力达到了最顶峰 他要做这最后一搏 老者也不再犹豫 他没有多余的时间 他此刻的状态 最多还能维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如果他没有得到能够续命的宝物 他将直接陨落 哄 他直接以灵力包裹全身 头也不回地朝黑洞冲去 无数人目光震撼地 看着这一幕 如果让这老头 真的进入了天一秘境 恐怕此次前往的天骄伤亡 必将极其惨重 他们都以为 城主大人会出手拦截 不过目光朝天灵看去 只见他静静地站在原地 神色漠然地看着老者 冲向天一秘境 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就在这时 哄咚咚 天一秘境入口处 忽然开始颤动 一道无比威严的声音传了出来 闪闯者 死 这道声音恐怖无边 其中蕴含着一股 令人沉浮的强大意志 让一些修为上帝的修士 瞬间跪伏在地 哄 天地间顿时出现一股 极其恐怖的威亚 那老者的身形 如同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 定格在了虚空一动不动 碰 一道闷声响起 下一秒 老者的身体 仿佛遭到一股莫名的重力碾压 一抹七雁的血花顿时炸开 老者的身形 直接化为一团血物 鲜血洒满虚空 天一秘境的所有修士 目光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那老者可是神功镜的强者 竟然直接就死了 城外 黄龙刚刚也在注视着 天一秘境所发生的一切 此刻的他同样震撼 父王果然没有说错 这里蕴含着大恐怖 就在刚刚那股威压出现的一刹那 哪怕他远在城外 他的内心都忍不住颤抖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力量 但肯定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守护着 天一城或者天一秘境 最香楼 天字一号房 燕北目光震动 刚刚的一切 他也看在眼中 那股气息 那股力量他前所未见 他能够感知到自己如今的修为 如果要与其对抗 仅仅瞬息间 自己便将会被磨灭数万次 太恐怖了 这是自他踏出球龙山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恐怖的气息 同时他也明白 原来25岁以上的修士 不可进入天一秘境 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而是一种规则 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你敢擅闯 恐怕下场和刚刚那老头下场差不多 呼 我们也该走了 燕北呼出一口长气 随即转头对着启梦说道 启梦点了点头 两人手拉着手 一起激活令牌 顿时 两人的身影顿时变得模糊 随即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包裹 化为一道流光朝天一秘境冲去 就在燕北即将进入天一秘境之时 他恍惚间仿佛到了一个奇异空间 在空间的深处 屹立着一尊身影 那是一尊伟岸的身影 站在那里 岁月不留下一点痕迹 看起来二十几岁的样子 英姿摄人 黑发浓密 眸光睿智 可洞穿一切 举手投足 天地万道 为他而站立 哀鸣 他的风采举世无双 不过这道身影却背对着他 应该是背对着众生 身影仿佛在凝望星空 好像哪里有他在意的东西 第六十四章 失明 残废 燕北并不知道 这道身影是什么存在 但那身影所散发出的气息 让他惊惧 震战 惶恐 他从未见到过 这种恐怖存在 他神功近的修为 仿佛在这道身影面前 如同一只蝼蚁 正在仰望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般 显得渺小无比 这时 那尊伟岸的身影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竟缓缓地转过身体 朝燕北看来 这一眼 仿佛跨越了无数时空 啊 燕北猛然惨叫一声 他的眼角此刻 有血泪躺下 他看到了一尊熔炉 正在焚烧他的双眼 他无法挣脱 无法逃避 奇梦有些惊恐地 看着燕北的变化 燕北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吓我 奇梦带着哭腔 为燕北擦去血泪 但他此刻什么也做不了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燕北突然就变成这样子 燕北的表情 仿佛很痛苦 双眸紧闭 血泪还是没有停止 忽然 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两人已经进入了天移秘境 天移秘境的某处 一阵刺目的白光过后 奇梦缓缓睁开双眼 但随即 他的脸色骤然一变 他的动作并未改变 还是保持着 拉住燕北的样子 可 燕北却不见了 他环顾四周 这里 是一处荒凉的沙漠 荒无人烟 一望无际 而燕北却完全消失 两人分开了 不过在奇梦脖子上 有一枚吊坠 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他在秘境 奇梦看着吊坠 眼神中的担忧 终于减缺了几分 这是进入秘境前 燕北亲手为他戴上的 说有了这个吊坠 他便能感应到燕北的位置 不过 此刻的吊坠 却没有任何动静 除了能够证明 燕北就在此界之外 别无二样 也就是说 燕北现在的距离 离他定是无比遥远 所以 就连这枚吊坠 都无法感应他 具体的位置所在 你一定要平安无事 我来找你了 奇梦双手合十 认真地祈祷 只要他们两人的距离 达到一个范围 那么他们都会互相感应 从而来到彼此的身边 与此同时 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之中 有一座孤独的小岛 花 花 海浪拍打着礁石 溅起了几尺高的 洁白晶莹的水花 海浪涌到岸边 轻轻地 抚摸着细软的沙滩 又恋恋不舍地退回 一次又一次 永远不惜地抚摸着 在沙滩下 画出一条条的银边 像是给浩浩荡荡的大海 镶上了闪闪发光的银矿 使大海 变得更加迷人美丽 在小岛的边缘处 有一道白衣的身影 静静地 躺在沙滩之上 他的衣经 被鲜血所侵染 脸上的有一道道血夹 看上去猙獰 而又恐怖 这便是烟北 此刻的他昏迷不醒 气息微弱 没人知道 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 日月轮转 时间过去了 烟北还是如最开始一般 安静地躺在沙滩上 一动不动 海浪时不时地 浸泡着他的腿部 让他整个人的体温 降到冰点 如果有修饰路径此地 根本没有人会认为 他还活着 这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哗啦啦 这时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如黄豆大小般的雨点 不断击打在烟北的脸庞 但他却不为所动 整个人 还是未曾苏醒的迹象 随着雨水不断地冲刷 他脸上的血痂 也随之脱落 露出了一张 令无数少女 都为之疯狂的脸庞 又是十天过去了 今日的海风很是温暖 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咸尸味 让人心旷神疑 突然 烟北的手指 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又过了两个时辰 烟北的睫毛微颤 时隔二十天 他终于苏醒了 他缓缓 从沙滩上坐起身来 身上的骨骼 噼里啪啦地响得不停 也许是许久没有动弹的原因 嗯 烟北的神色变了变 他骇然地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竟然无法睁开双眼 他失明了 不止如此 他还发现自己的双腿 竟然也无法动弹 仿佛已经与他的身体 失去了联系 他 残了 怎么会这样 烟北开口说话 他的声音沙哑无比 仿佛从九幽传来 让人毛骨悚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意识 还停留在进入秘境前的那一刻 那道恐怖身影 转过身体 朝他投来目光时 他的元神仿佛炸开一般 整个人如遭雷击 随即一尊如同轰炉般的东西 将他的双眼拘禁 进行焚烧 他随即便到了过去 至于后面启梦呼喊他 他虽说也能清楚地听见 想要开口回应 但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开口说话 就连眼睛 他也无法睁开 启梦 突然 烟北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朝着周围抓去 不过他所能触碰到的 只有沙子 至于那道绝美的身影 不知道身在何处 啊 为什么会这样 烟北仰天狂吼一声 周围的海面顿时炸开 掀起数百米的水柱 他倒不会觉得 是启梦抛下他独自离开 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他们进入天一秘境时 定然是遭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被分开了 这是他自来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感觉到这么的无力 一切的一切 都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 以前无论做任何事情 他都早已经纵观全局 将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如今他惶恐了 惊慌了 启梦凭借雷洁静的修为 又怎能在天一秘境中闯荡 他如今又在何方 有没有人欺负他 如果有人 自己不在 他该如何 万一他陨落了 无数的念头 从烟北的脑海中涌现 一股惊天杀意涌现 让整个海面 开始沸腾起来 忽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朝自己的左手大拇指摸去 那里有一枚玉班纸 还在 还在 感受着玉班纸中 传出的微弱光芒 烟北神色一松 启梦还活着 并没有陨落 并且 他也来到了天一秘境 想到这里 烟北高悬的心 终于微微放下 随即朝自己两条 已经失去知觉的腿摸去 如今最先要解决的 便是自身的问题 等着 我马上就来找你 烟北虽说看不见 但却仰望天空 神色坚定地说道 第65章 是瘸子还是瞎子 一日 小岛之上 有一道白色的身影 坐在在一块礁石之上 他在眺望远方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他双眼闭合 眉头紧皱 表情仿佛在挣扎着什么 一刻钟 两刻钟过去了 他捏紧双拳 表情仿佛有些猙獰 额头上有汗珠滑落 仿佛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 竟还是无法睁开 烟北大口喘着粗气 神色有些阴沉 那道身影 到底是什么人 那轰炉又是什么东西 为何要将他的双眼拘禁 无数的疑问 在烟北的脑海中回荡 沉默半想 呼 罢了 还是先去寻找他吧 烟北仿佛释然了 既然眼睛无法睁开 那便随他吧 如今以他的修为 虽说双眼失明 但却也影响不到他什么 他的神识力量强大无比 就算闭上双眼 也一样可以观测周围的事物 烟北伸出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双腿 面色开始有些凝重 已经一天时间过去 他的双腿就像 已经和他断开了联系 无论他怎么敲打 双腿都毫无知觉 看来我必须要 尽快跨入四级境 才能让两条腿重新复苏了 烟北难难自语 上次在醉香楼中 他的双臂已经退去樊区 如今 只要将他的两条腿 也完成退樊 成功跨入四级 他便能重新站起来 既然想明白了 该怎么做 烟北便立马入定 进入了修炼状态 因为有一人还在等着他 一日后 烟北坐在礁石上 身形如同泥塑一般 一动不动 忽然 嗡 一股恐怖气息 瞬间从他的身体内爆发 海里的鱼虾一部分已经通灵 顿时间四散而逃 烟北的身体缓缓升腾 在虚空中沉浮 神情无比严肃 片刻后 哄 随着一声暴响 他的右腿开始爆发出璀璨光滑 一股恐怖能量 正在他右腿的经脉 不断流转 此刻 就连血管肉眼都清晰可见 渐渐的 他的右腿皮肤表层 渗出了一股黑乎乎 极为粘稠的东西 碰 随即再度一声暴响 烟北的嘴角 终于露出一抹笑意 他的右腿 退繁成功了 和他猜想的一样 如今右腿 在退繁成功的那一刻 也重新恢复了知觉 既然右腿已经完全好了 他便继续开始 左腿的退繁过程 两个时辰后 烟北皱紧眉头 想成为跨入四级镜 果然不是一天两天便能完成的 他经过百般尝试 他的左腿 还是不能完成退繁 如果左腿 也能退繁成功 那么他便算成功地 迈入了四级镜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仿佛是好像这片天地不允许 他总感觉缺少了一点东西 也好像感觉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 压制着这片天空 让他无法突破 不过经过烟北的努力 他的左腿 虽说并未完全恢复 但已经渐渐有了知觉 已经可以勉强走路 在沙滩上 烟北神色平静 他望着远方的天空口中 喃喃自语 来找你了 说完 他的身影便一阵模糊 化为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在小岛上 天一秘境 古城 这里是一座高耸的城池 模样和天一城极为相似 此刻的古城之中 人潮拥挤 街边小贩 客栈酒楼 青楼妓院应有尽有 城门处 哇 这里便是古城嘛 跟外界真的一模一样 一位俊朗少年 缓步朝城中走去 便走便感叹着古城的繁华 不过 当少年话音落下之后 周围人们的动作 仿佛停滞了一瞬 纷纷朝少年看去 噓 你小声点 少年周围的同伴 连忙捂住他的嘴巴 一脸善笑地朝周围看去 你捂我嘴干嘛 少年仿佛不明 所以 朝同伴质问道 他们都是慈介的原住民 最是讨厌我们这种外界而来的人 你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身份 他们都已经开始警惕我们了 他的同伴仿佛恨铁不成钢地 朝少年说道 少年听完 果然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 连忙闭嘴和同伴逃之夭夭 没错 天衣秘境不仅仅只是一个秘境 这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 虽说没有外界那么广阔 但却面积却和冬域相差不大 这里拥有原住民 他们从出生 开始便一直生活在这方世界中 这群少年在原住民看来 就是异族 曾经也有如少年这般的异族人 闯入过这片空间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心存善念 一些为非作歹之人 进入这片空间后 四处奸引抢掠 大杀四方 弄得这些原住民无比愤怒 最后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名强者出手 这才肃清了那些 在此界为非作歹之辈 还了这个世界一个太平 外界传言 天衣秘境乃是一位 四级境强者作画后 而形成的事件 进入过这片世界的人 会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如此规模的世界 别说四级境强者 就连超凡存在 亦或者传说中的圣人作画后 也无法形成 就在此时 城门外 哐当 哐当 一道声音响起 吸引了所有在场之人的目光 这是什么造型 有人发出错愕的声音 在城门处 此刻缓步走来了一位青年 青年的容貌俊逸非凡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质 当然并不是这些吸引到了他们 而是青年此刻的样子 只见青年双眼紧闭 手处拐杖 一瘸一拐地 朝城门内走去 刚当的声音 便是他拐杖处地 所发出的声音 街上的行人 纷纷为他让开道路 生怕一不小心碰倒了他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青年虽闭上双眼 但却仿佛能够看见 周围的事物一般 静止地朝前方走去 并没有碰到任何东西 街上的行人们 纷纷屏住呼吸 神色凝重地看着这一幕 奶奶这人 到底是瘸子 还是瞎子 这时 一名小男孩 对着自己卖菜的奶奶询问道 忽然 青年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 朝小男孩望去 他虽然没有睁开眼睛 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一股极其恐怖的精神力 正在场中肆虐 他的气息是那么幽冷 仿佛能够将人冻结 在场所有人 顿时脸色一变 纷纷警惕地 朝青年看去 甚至已经有人运转起了 自身体内的灵力 第66章 怪人 他来了 小男孩 此刻也开始瑟瑟发抖 朝奶奶的身边靠了靠 在场之人 冷汗盈盈直下 从这青年出现开始 他们便 感觉到非同寻常 他们能够清晰地 感知到此人的不同 哪有瞎子 能够清楚地分辨路径 哪有瘸腿之人 如此神采奕奕 这根本不是残疾人 而是一名修为高深的修士 青年 仿佛感受到了周围人的敌意 随即轻叹一声 那股恐怖的精神力量 瞬间消散 场中再度恢复平静 你们有见到过此人吗 青年 从怀中掏出了一幅画卷 声音有些沙哑地问道 画卷打开之后 一名栩栩如生的绝美女子 便出现 场中之人 朝画卷看去眼神中 也不禁露出一抹惊念 这是青年来时 所画好的 为的便是寻人 阁下抱歉 我们天天在此处 并未见过此人 进入古城 一名散发强大气息 身穿战甲的男子 走了上来 此人乃是古城守将之一 他此刻目光凝重地 看着青年 掌心微微出汗 场中所有人凭住呼吸 他们完全猜不透 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种未知的存在 往往不知道他下一秒 即将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此刻 都目光警惕地看着青年 青年的神色 仿佛一暗 将画卷 重新收起放入怀中 唉 还是没有消息 青年微微一叹 摇了摇头 声音中 仿佛蕴含了千百种含义 有忧愁 有思念 有无奈 没错 此人便是燕北 古城已经不是 他来到过的 第一座城池 可都还是没有 启梦的消息 梦 你到底在哪里 燕北叹息一声 整个人开始变得模糊 一步迈出 直接消失在 众人的视野中 他走后 城门处的人们 才开始大口喘气 好恐怖的人 他到底是谁 古城守将冷汉 已经将背部尽尸 此刻他的双腿 竟有些发软 刚刚他所展现出的镇定 完全是硬撑的 虽说那青年 并未刻意针对某人 但那古 隐隐所散发的气息 而产生的强大压迫力 他前所未见 在他看来 就算古城城主 也不一定能有此人强 要知道 古城主 乃是一名神功近巅峰的强者 将军 刚刚那人所持画像 怎么感觉像 一名身穿假皱的士兵 走上前来 对着守将说道 住嘴 此事 休要提起 手将低吼一声 神色无比严肃 士兵浑身一颤 脸色瞬间煞白 是 五日后 在古城的一处小巷中 哥哥 你真厉害 一名几岁大的小女孩 手持一枚小风车 站在一名瞎眼瘸腿青年的面前 甜甜地说道 青年看着小女孩 脸上洋溢出的甜美笑容 脸上露出了一丝追忆 她 也爱对着自己笑 小兰 快回来 这时 小女孩的母亲 站在不远处神色 担忧地说道 青年抬起头 朝小女孩的母亲看去 顿时让对方脸色一变 眼神深处 闪烁着害怕之色 小 小哥 我来接小兰回家吃饭 小女孩的母亲 强忍着畏惧 对着青年说道 妈妈 你看哥哥 给我坐的风车 小女孩兴奋地 朝妈妈跑去 小女孩的母亲 看了一眼风车 随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便再度 朝青年看去 小兰 你快和妈妈回家吃饭吧 哥哥要休息一会儿 青年笑着说道 她的嗓音 无比好听 充满雌性 小女孩的母亲 感激地 朝青年看了一眼 随即抱着她 迅速地离开了 燕北看着母女俩 离去的样子 自嘲一笑 如今的自己 真的有那么吓人吗 其实 倒不是她的样子吓人 而是你见过一个 瘸子飞檐走壁吗 你见过一个盲人深夜 在外散步吗 这里住的 都是一些 无法修炼的普通人 见到如此怪人 不害怕才怪 燕北站起身来 身形如同鬼魅 一步迈入 便已经回到了房间 碰 一阵清风吹来 房门也直接关闭 不远处的邻居们 见到如此 情形顿时 脸色一变 连忙避紧了窗户 躺在床上的燕北 并没有半分困意 她如今腿脚不变 双眼失明 实在不移 在外抛头露面 每每出去 都被当成一个怪人 而她的修为 正好也进入了 最为关键的瓶颈 迟迟无法破开 她有在囚龙山上的经验 所以就算一人 独居此地 也并未觉得闷得慌 不过一件事情 却是让她的心中 出现了一片雾碍 那便是奇梦 她已经出来 寻找很久 但却没有她的半分信息 照理说 奇梦那么漂亮 走到哪里 都是惹人瞩目的存在 不应该没有消息 和他们一起进来的 凤凰神女 天龙神子等等 都已经在此界 闯出了赫赫威名 但这些燕北 都觉得无所谓 如今她最为想要的 便是尽快得到 奇梦的消息 如果 如果奇梦真的被人所害 想到这里 燕北的眉宇间 便出现一片怒意 整个房屋的门窗 开始隆隆作响 不敢想象 如果奇梦真的出意外了 她将会是什么样子 她努力 不去往坏的方面想 就这样 燕北渐渐地平静下来 慢慢地陷入沉睡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燕北 即将要睡着的时候 忽然 她大拇指上的玉斑指 闪过一道光滑 虽说光芒很是微弱 但燕北是何等修为 加上她的整个心神 都在这玉斑指之上 一瞬间 她便察觉到了 燕北直接豁然起身 紧闭的双眼 朝虚空某处看去 她 来了 燕北的表情 兴奋得无以复加 眉宇间的阴霾 瞬间一扫而空 就在刚刚 她感受到了掉坠的气息 那是她临行前 亲手给奇梦带上的东西 说明 奇梦此刻 就在古城附近 嗯 不过下一秒 燕北身体一颤 表情出现一抹慌乱 刚刚那股感觉消失了 就在前一秒 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阻断了 玉斑指与吊坠 直接的联系 是谁 燕北怒吼一声 整个眉毛 瞬间竖起 神念铺天盖地的朝外 扩散而去 第67章 本城主要澄清了 古城 夜晚 此刻的街道中 灯光昏暗 只有一夕一点烛光 从周围的居民住所中 照应而出 刚刚那妞 还真待见 一名大胡子修士 走在街道上 她的身旁 还有几位同行好友 他们浑身散发着酒气 眼神有些许醉意 我的也是 同伴们 纷纷符合 想来刚刚他们所去的地方 定飞同一般 就在这时 刷 一道清风拂过 里面好像 还夹杂着一缕白光 如惊鸿过戏一般 这让其中那名大胡子 瞬间清醒 哎 你们刚刚看到没 好像有一道 白影从你们身后一闪而过 大胡子东张西望 有些惧怕地说道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没看到 同伴笑了笑 认为这人定是眼花了 他们都是雷洁静的修士 如果有东西 从他们身后过去 他们怎么可能 察觉不到 是真的 我刚刚真的看到了 大胡子不停地 朝四处张望 我们都没见到 大晚上的 难道你遇见鬼了不成 同伴们 纷纷嘲笑着修士 认为他酒量也太小了 竟然出现了这种幻觉 大胡子摇了摇头 难道自己真的看错了 看来当当的妞 把你迷得不轻啊 同伴们纷纷大笑 大胡子也笑了笑 便没再说话 就这样 他们继续前行 忽然 大胡子停下了脚步 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朝身后看去 一道白衣身影 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 鬼啊 大胡子惊叫一声 直接一下子 跳到了同伴身上 其余几人 也立马转过身来 神色警惕地 朝那道白衣身影看去 阁下何人 其中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 沉声和问道 其余人 也纷纷如临大敌般 朝那道白衣身影看去 此人能够 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他们背后 实力不可小觑 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白衣身影双眼闭合 一幅画卷 从他的手中展开 一名栩栩如生 绝色清澄的女子 便出现在画中 画像实在太过逼真 仿佛活人一般 下一秒 就要从画中走出 在场几人 见到了这幅画卷后 顿时眼神一亮 这画中的女子 实在是太美了 他们从未见到过 如此绝世佳人 看到画卷中的女子后 他们不禁感觉 刚刚在一红楼中 宠幸的女子 未同嚼辣 没 没见过 大汉拱手 对着白衣身影说道 白衣身影 仿佛有些失望 摇了摇头转身 便离开了 他们看着白衣身影 远去后 纷纷尝出一口气 古城何时 有这么恐怖的人出现 不知道 不过他画中 那名女子 还真是大胡子感叹一声 随即眼中露出 一抹银鞋的光芒 不错 那女子 哪怕只是在画中 但依然掩盖不住 那绝世容颜 大汉目光中 也闪过一缕光芒 嘿嘿 那女子 要是能让哥几个爽一下 那可就太妙了 一位容貌 有些猥琐的胡须男子 满脸一吟地说道 听到这话 大胡子和大汉两人的脸色 明显变了变 连忙朝四周看去 忽然 一股寒意袭来 仿佛来自九幽的气息 令人灵魂都在颤抖 他 也是你们 也能够亵渎的 天幕之中 一名白衣身影 扶手而立 神色冷冽地 朝下方看来 刷 一道剑光滑过 几人连惨叫都未曾发出 脖梗触变 有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随即倒在了地上 成为了几具冰冷的尸体 今晚无论如何 我也会找到你 天幕中的人影 仿佛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根本没有停留 随即化为一道残影 中的各处穿梭 古城 城主府的一座大殿中 今夜 能够请到诸位 添交齐聚 是我古某的荣幸 一名身穿蓝色道袍的 中年男人 满脸笑意地对着 在场之人说道 古城主客气了 我等出零此件 还有许多事情 需要向您请教 一名身穿黄金战甲的男子 站起身来 拱手说道 在场的一些女子 见到此人开口 眼中顿时一片花痴 神子说笑了 我不过只是 秘境中的一位城主 如果能够出去 到达外界 说不定还需仰仗 你们在座的天骄们 古城主罢了罢手 摇头笑道 没错 那名身穿黄金战甲的男子 便是无论在外界 或者秘境中 有具有赫赫威名的存在 天龙神子 在他一旁 还有不少外界天骄 此刻都成为了他的手下 神女 老夫今日 怎么看你有心事 不如说出来 在此节说不定老夫 还有一些办法 古城主目光一转 朝天龙神子对面的一处看去 只见那里有一位 身穿火红色长裙的少女坐落 他的戴眉微皱 仿佛心事重重 听到古城主的呼喊 少女仿佛才回过神来 没 紫月并没有什么事情 无需劳烦城主大人了 凤紫月露出一抹微笑 古城主见他如此说道 也不便再多说什么 随即继续和其他天骄 畅谈起来 对外面的世界 颇为好奇 在古城主 和其他天骄聊天的时候 凤紫月转过头 朝自己身后的火凤谷弟子看去 还没找到他吗 火凤谷弟子神色一震 还没有消息 不过弟子们已经在尽力了 听到这话 凤紫月的脸色明显难看了一些 真是一群废物 连一个人都找不到 随即他转过头 轻叹一声 你们到底在哪里 在他的美眸中 浮现出了两道身影 自从进入这天一秘境后 这么久过去 他们两人都了无音讯 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酒宴进行到了一半时 嗨嗨 古城主倾咳了几声 示意有话要说 在场诸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纷纷投去目光 诸位 其实我今日 邀请你们来此 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在座的诸位们见证 古城主满脸笑容地说道 哦 城主大人有何事 难道是成亲不成 有人立马打趣地说道 场中一片哄笑 古城主为人 极为和善与随和 所以在场的天骄们 也与他的关系 也还可以 这位小兄弟说的没错 本城主要成亲了 古城主脸上的肥肉 都堆积在了一起 满脸笑容 第六十八章 红衣新娘 城主府中 所有人听到 古城主所说的话后 场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还真是成亲 古城主虽说为人随和 但他也有几百岁了吧 现在居然要成亲 开什么玩笑 你们没听错 请诸位 来此 便是为了见证这美好的一刻 我古猿 要成亲了 古城主脸上的笑容 无比灿烂 想来他对此次的对象 颇为满意 在场不少人嘴角一抽 他们可是听说 古猿就算一太太 也都有十几房了 现在居然告诉他们要成亲 不过他们也不敢扫了他的面子 恭喜 恭喜城主大人 我倒是今天怎么天降瑞彩 原来是古城主要成亲了 恭喜啊 城主 不少人纷纷起身道贺 毕竟别人成亲 也算是一件喜事 哪怕对方有 十几房一太太 奉旨月 虽嘴上道贺 心里则暗暗鄙视古猿 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真不知道怎么开的这个口 还如此大张旗鼓地 邀请他们来此恭贺 要不是他此刻实力不允许 他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实在是见不惯这种人 城主大人 既然您要成亲了 不如江夫人请出来 让咱们也开开眼 到底是何等家人 才能入您的眼 这时 龙行云站起身来打趣地说道 作为天龙神子的亲弟弟 他所说话的分量 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 在场诸人安静了下来 纷纷朝古猿投去目光 他们也想看看 到底让古猿不惜花费如此手笔 大张旗鼓要娶的女人 到底是谁 古猿面色男色 仿佛在沉思着什么 古城主就别藏着掖着了 请夫人出来看看吧 龙行云再度开口说道 古猿仿佛做了一个 什么决定 也罢 既是澄清 见见也好 秋月却将夫人请上来 古猿朝着 站在不远处的侍女说道 名为错月的侍女 点了点头 便朝大殿后方走去 片刻后 一名蒙着红盖头的人影 在秋月的搀扶下 缓步前来 在场诸多天交看着眼前 这道红衣身影 暗暗点头 虽说还没有掀起盖头 但那恶挪多姿的身段 高挑完美性感的身材 以及微微裸露在外白皙的皮肤 定是一位家人无疑 城主大人好眼光 夫人定然一位 国色天香绝世家人 龙行云谬赞一声 让古猿内心很是舒服 其余天骄等等 也纷纷露出赞赏之色 既然都出来了 便和大家见一见吧 古猿看着众人的表现 脸上满是笑意 在场众人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就连天龙神子 凤纸月也不禁投来目光 也想知道 这红盖头之下的人 到底是谁 古猿露出一抹笑意 来到了新娘身边 不知为何 在场之人 见到新娘的身躯 此刻微微一颤 但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古猿伸出大手 将新娘头上的红盖头 缓缓拿下 看着眼前这张绝美的面孔 内心一阵愉悦 可忽然 场中的气氛 顿时安静了下来 落真可闻 无比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新娘的脸庞之上 嘴巴微张 他们的眼神中有惊讶 有震惊 古猿看着众人的表现 内心一阵得意 怎么样 被我的夫人惊艳到了吧 当初的我也是如此 他怎么会在这 这时 有人开口说话 他的语气中充满震惊 碰 忽然 有三道身影 一掌拍 在暗桌豁然起身 目光死死地 盯着那红衣新娘 怎么会是她 三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目光之中 有震惊 有怒火 有惊讶 古猿看着三人的动作 眉头一皱 神子 神女 你们这是何意 没错 刚刚拍而起的三人便是 天龙神子 与龙杭云 还有凤纸月 这便是城主大人的新娘 天龙神子此时开口说道 目光闪烁着莫名之色 神子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古猿神色一冷 眸光朝天龙神子看去 同时 她的内心很是疑惑 他们到底什么情况 为何这么大反应 古城主 你可知你身旁的这位女子 姓甚名谁 凤纸月此时 也站了出来 冷声说道 她的目光 隐隐有些怒火 仿佛一触急燃 这是我的夫人 韩清月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古猿神色冰寒一片 冷声说道 韩清月 呵呵 还真是个好名字 凤纸月冷笑一声 随即火凤谷的弟子们 也纷纷起身 来到了她的身后 凤纸月 带眉涌现一缕怒火 冷声道 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 她并不叫韩清月 而是叫做 启梦 城主大人 我说的对吗 启梦 听到这两个字的古猿眼神 终于出现了一丝波澜 没错 她知道 她身旁的这名女子 叫做启梦 韩清月不过是 她为妻索取的名字 那是在几天前的事情了 因为大批的外界人员 来到天衣秘境中 古猿出去了一趟 随即在返回古城的之时 正巧在古城附近 不远处的一座寺庙外 见到了这名女子 当时的启梦 带着面纱 正准备前往寺庙中 为燕北祈福 希望神明 能够保佑她 就在此时 古猿从天而降 落在了启梦的不远处 她见到启梦的那一刻 眼神止不住地为之惊叹 她在天衣秘境中 生活了几百年时间 从未见到过如此美人 但身为城主的她 也并未像其他强盗劫匪一般 出手将其掳走 而是和启梦交谈了起来 随即两人交谈了几句 古猿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 说明了 自己乃是古城城主 两人交谈了许久 启梦眼中的警惕之色 逐渐放松 对方一身正气 想来也不是坏人 并且 启梦听到她 乃是古城城主时 美眸中顿时一喜 片刻后 她便拜托古猿 能否帮她寻找一位白衣青年 古猿自然是满口答应 说这种寻人的小事 对她一成之主来说 可谓是再简单不过 启梦也是一脸高兴 殊不知危险 正在一步步朝她靠近 第69章 奉纸月出手 随即古猿邀请 启梦前往古城做客 这样也方便帮她寻人 启梦犹豫了一瞬 随即便同意了 她如今并没有什么去处 并且如今 能够认识古猿这般存在 能不能寻到燕北 还得依靠她 否则凭借自己雷洁静的修为 想要在天一秘境中寻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就这样 启梦便随着古猿 来到了城主府中 最开始古猿 一直是极为礼貌 从不靠近启梦遗仗之内 启梦也将燕北的画卷 交给了她 让她帮忙留意留意 可几日过去 每每启梦询问燕北的消息时 古猿的眼中都有些闪躲 启梦也看出了古猿的不对劲 恐怕对方并未真的帮自己寻人 既然如此 她第二天便提出了 要离开城主府 可这时的古猿 哪里舍得放启梦离开 她将启梦带回来后 每天看着这么一位绝世家人 就来修炼起来 都感觉顺畅了许多 但启梦去意已决 古猿根本不能改变她的意志 既然这样 愤怒下的古猿 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启梦拍晕了过去 并且封住了她周身灵力 但古猿好歹是一位城主 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不知是否内心过意不去 所以暂时并未碰过启梦 最终 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决定取启梦为妻 并为妻改名为韩清月 在她想来 如果启梦与自己成亲后 经过时间的推移她 一定会逐渐忘记那人 并且与她有了后代之后 定能回心转意 发现跟着自己比什么都好 就这样 她邀请天下人节 来古城一句 顺便让他们 见证一番自己的婚礼 如此浩大的场面 这是她能为启梦 所做出的一点补偿吧 就这样 才发生了刚刚的一幕 城主大殿内 古城主 启梦已经有夫婿 你如此做法 恐怕有些不妥吧 奉执月眼神 有些冰冷地看着古元 夫婿 一些土著 并不认识启梦 但所有外界而来的 天骄们的双眼中 却浮现出了一道白衣身影 胡说八道 清月乃是本界之人 并不是你们口中 所说的什么启梦 古元脸色极为难看 冷哼一声 来人 将夫人送回房间 古元看着秋月说道 秋月身子一颤 连忙扶着启梦 便要往大殿后方而去 慢着 天龙神子开口说话了 她的目光 也紧紧地盯着启梦的脸 目光闪烁不停 对于此女 经过上次王力的提议后 她的道心 也第一次升起了涟漪 果然 秋月在天龙神子的压迫下 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她知道 此人乃是外界神子 其身后的实力 恐怖无比 哦 神子 你想要 与老夫危难 古元目光一宁 朝天龙神子看去 顿时间 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 在场中形成 古元神功镜 九重巅峰的修为 展露无鱼 好 一道龙银之声 响彻在大殿内 天龙神色脸色一变 没心出一条 黄金神龙 出现抵消了这股威压 她的目光闪动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半想后 罢了 天龙神子 轻叹一口长气 身上的气息 顿时消散 随即重新回到了座位 龙行云 也随着哥哥 一起坐下 目光沉重地 朝前方看去 古元乃是 神功镜巅峰强者 他们如今 不过元神静俭 岂是对手 如果在此地 激怒了他 虽说捏碎令牌后 能够离开天衣秘境 但却也错失了 此次机缘 思量一方后 天龙神子 暗纳住了内心的冲动 古元看着天龙 神子坐下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朝凤指月看去 神女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凤指月顿时 脸色无比难看 苏兄不断起伏 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 在他心中爆发 莫办法 古元便是此地最强者 他们都无力与其对抗 但凤指月的眼神 却出现了一抹决然 此人 你 不能动 凤指月的气息 冷到了极点 同时他的身上 开始燃烧起了一股熊熊火焰 一只巨大的神皇虚影 在他的背后浮现 众人眼神诧异地 看着凤指月 天龙神子刚刚准备出手 倒是说得通 毕竟只要是个男人 都对美女没有抵抗力 但凤指月 这是为何 难道他也喜欢女人不成 哦 你想对我出手 古元也破意外 同时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体内生腾 压迫的那神皇虚影 一阵哀鸣 哄 一股气静扫来 凤指月的身形 顿时直接飞起 狠狠地撞击在大殿的墙壁之上 放肆 竟敢对神女大人出手 火凤谷的弟子们纷纷脸色大变 直接祭出了自身最强宝树 将凤指月护在身后 这不过只是一个教训 念你是超凡传人 我不杀你 否则我不介意 将你们这群女人 全部留在我城主府 古元冷哼一声 目光冷漠 听到这话的在座天骄 纷纷神色一阵 古元神功境九重的修为 虽也强大 但是对于超凡势力而言 不过弹指极灭 他此刻竟然敢公然威胁 火凤谷的弟子 如果被火凤谷的那头老凤凰得知 恐怕他十条命也不够死的 你 火凤谷的弟子们脸色大怒 还从未有人这么威胁过他们 身为超凡势力子弟 走到哪里不是被人尊敬 如今竟然一个小小的神功境变感扬言 要将他们所有人留在此地 你神功境修为在场中人 的确无人是你的对手 这时 凤指月站起身来擦去嘴角的鲜血 目光无比冷漠地说道 既然如此 你还不退开 非要比我不成 古元声音很冷 一股惊天杀意在大殿中爆发 启梦乃是他看上的人 如果真的要逼他出手 哪怕就算对方是神女 他也一样敢出手将其留下 对方的姿色可是不逊色启梦 此界无人是你的对手 但不包含外界 你如果敢碰他 我家超凡老祖自然会降临至此 与你要个说法 凤指月手掌一番 出现了一枚令牌 所有人神色无比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就连古元也为之一惊 他竟要捏碎令牌 回到外界 第七十章 重逢 在场天骄一脸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这启梦到底是凤指月什么人 竟然引得他如此 为了他 就算放弃天衣秘境中的机缘 也不惜回到外界 古元脸色一变 如果这凤指月当真如他所说 回去请超凡老祖 那此事就麻烦了 超凡存在 强大到不可揣测 手段通天 哪怕相隔一届 超凡恐怕也有办法对付他 特别是在此刻天衣秘境开启的时候 想回到外界 古元冷哼一声 身躯顿时 直接在原地消失不见 凤指月脸色一变 连忙手中用力 想要捏碎令牌 可古元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他的身旁 一把从他手中 将令牌夺下 所有人脸色巨变 古元 难道想要杀凤皇神女不成 就连天龙神子 此刻也面色沉重的地 站起身来 同时在座的天骄们 纷纷将令牌拿了出来 随时准备捏碎 面对古元这般强者 他们能做的 只有逃命 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不过 也无法阻拦我澄清 事后我会放你离开 古元伸手一点 凤指月全身的灵力 瞬间便遭封禁 火凤谷的弟子们 纷纷脸色一变 就要捏碎令牌 就在这时 呼呼呼 一道狂风从殿外吹来 大殿的门直接被掀开 在大殿门口 默然出现了一道白衣身影 她的神色有些激动 紧紧地朝大殿伸出那位 红衣新娘望去 我找你找得好苦 白衣身影嘴唇 微微有些颤抖 双拳紧握 有些激动地说道 没错 燕北到了 她在城中四处寻找 但却并未发现 启梦的身影 直到城主府 传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她才默然想起 城主府中 她还未曾探查 所以便来到了此地 刚一进来 便见到了那位 令她梦魂牵绕的人影 场中之人 纷纷朝她看去 此界土著 一脸好奇地看着这人 并不知道是谁 而外界的天骄们 脸色却变了变 她 竟然来了 不少人纷纷神色一阵 朝那白衣身影看去 那一夜 这道白衣身影的无敌之姿 顿时浮现在他们脑海中 当时的她岌岌无名 但面对无数天骄时 却丝毫不见退却 反而丽压 霸权宗添骄 狂放之姿 无可辟逆 现在她来了 所有人都知道 奇梦乃是她的道理 如今这位狂人 见到她的道理 即将要成为别人的新娘 到底该有何等愤怒 她将要做什么 所有人目光紧紧地看着燕北 是你 古元见到 站在大殿门口处的燕北 目光一震 那幅画卷 虽说她已经烧掉 但燕北出现的那一刹那 古元便认出来了 同时 站在一旁的奇梦郊区 不断颤动 仿佛也知道了 是谁到来 别轻敌 此人乃是神功境 九重巅峰境界的强者 这时 凤纸月对着燕北提醒说道 同时大家也发现了 一个怪异的地方 那便是燕北 竟然直到现在 都未曾睁开眼睛 这是看不起古元吗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 燕北此刻的情况 燕北没有回答 缓缓地朝奇梦所在的地方走去 不过此刻 在场诸人的目光 顿时一片惊骇 就连天龙神子 凤纸月等 也长大了嘴巴满眼震惊 燕北走得很慢 他双眸紧闭 因为左腿还未完全恢复 所以走路一瘸一拐的 他的腿 瘸了 不止他的腿 他的双眼 仿佛也出现了问题 场中之人 顿时震惊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就连燕北 从他们身旁 一瘸一拐地走过时 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 那晚的燕北风姿绝世 此刻 竟然变成了一位残疾人 就连天龙神子等人 也不禁露出一抹惊叹 他虽说只见过燕北一次 但他知道 此人绝对是自己 毕生以来 遇到了一尊最强之敌 凤纸月每眸闪动 露出一抹可惜之色 至于火凤谷的女弟子们 看着燕北的样子 眼中 竟浮现一抹心疼 燕北那晚的霸气之姿 一举俘获了不少少女的芳心 如今见到他这般模样 忍不住地叹息 我倒是谁 原来是个瞎眼缺腿的残废 古猿站在原地哈哈大笑 原来启梦要找的人 竟是一个残废 启梦由于此刻 侧着对着众人 所以他的目光 看不见燕北此刻的模样 但听见众人所说 他的心在低血 差点晕厥过去 滚开 燕北并未朝古猿看上一眼 而是紧紧地望着 那道红衣身影 死 在场之人 无不到吸一口凉气 果然 这位狂人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敢做的 就连古猿这般神功劲强者 他都敢如此呵斥 古猿原本大笑的表情 顿时凝固了下来 残废你说什么 古猿掏了掏耳朵 朝燕北看去 但燕北却是并未理他 静止地朝启梦而去 见到如此一幕 古猿顿时大怒 找死 他直接探出手掌 朝燕北抓去 可令人震惊的是 燕北的身影 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直接便出现在了启梦面前 终于找到你了 燕北虽说眼睛没有睁开 但在场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 他眼中的喜悦 他伸出手指 再启梦身上一点 他身上的风镜顿时化解 燕北 你的腿 行动不再受束缚 启梦直接扑在燕北怀中 声音有些哽咽 燕北的眼睛 无法睁开 他是知道的 但这腿 又是曾变成这般样子 见到燕北的样子 令他无比心疼 没事的 这腿过一段时间便好了 燕北伸手揉了揉他的秀法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听到燕北这样说 启梦高悬的心 顿时放下了不少 随即启梦看着自己身上的红衣 神色一变 燕北这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并没有想和他澄清 这一切都是他逼迫我的 在如今这般场景下 难免燕北会多想 我当然相信你 燕北伸手将启梦揽入怀中 紧紧抱住 不过脸色却开始有些阴沉 忽然 一道细纹般的声音 传入燕北的耳中 除了你 并未被任何人碰过 燕北怀中 启梦羞红着脸 如同细纹般的小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 燕北眉宇间的阴霾 仿佛瞬间一扫而空 傻丫头 就在燕北想要 与启梦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第七十一章 出手 放肆 一声暴怒的声音传来 古元满脸怒火地看着这一幕 他即将过门的妻子 如今当着大庭广众之下 与其他人搂抱在一起 算什么回事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他这古城城主的脸 也丢尽了 古元直接化为 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 大手狠狠地朝燕北拍去 小心 奉执月美眸顿十一惊 对着燕北大声地提醒 不过 燕北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 刷 燕北和启梦的身形 一颤瞬间消失在原地 一个闪烁便出现在了大殿中央 哄 古元一掌拍空 所泄露出的力量 直接将地面打了一个大窟窿 他神色一愣 目光疑惑 你这瘸子 跑得倒是挺快 而此时大殿中央 燕北原本洋溢着笑容的脸庞 此刻已经变得无比冷漠 一股寒意从所有人脚底生起 死瘸子 放开我夫人 我留你全尸 古元也不知是否被气的 脸色战红无比 启梦乃是他所看上的女人 此刻竟然出现在别人的怀抱 简直要将他气死 你的夫人 燕北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一股淡淡的威压 从他身上散发 没错 小子 我劝你赶快放开城主夫人 否则别怪我们 不客气了 一些古城的原住民 此刻也纷纷起身 目光冰冷地朝燕北看去 不客气 那我看看你们 怎么一个不客气法 燕北神色忽然冷到极致 他抬起大手 便朝刚刚开口的那些人拍去 哄 直接一道金光 直接在大殿中炸开 刚刚说话的原住民 全部惨死当场 肉身直接被一只 金光璀璨的大手碾碎 化为一地肉泥 如此一幕 顿时震惊了在场所有天骄 那些原住民中 也不乏强者 其中更是有着一位 神功敬意中的将军 但就算这样 也还是被燕北一掌所镇杀 天龙神子脸色变了变 他虽说底牌全出 也能斩杀那名神功敬意中的将军 但绝不会如燕北这般轻松 凤侄约的美眸不停闪烁 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目光不断在燕北身上打亮 啊 古元忽然大叫一声 神色愤怒无比 刚刚燕北出手 就算他也始料未及 此次参加宴会的原住民 全部都是他的心腹 如今既然被人一掌拍死 这怎不让他狂怒 你要你陪葬 古元怒吼一声 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朝燕北所在的位置冲去 给我死 他的拳头中 有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爆发 燕北站在原地神色冷冽 哄 几乎是一瞬间 燕北出手了 抬手一直点出 一根通天手指的虚影 便自他的背后浮现 萦绕着无穷大道法则 震动天地 向古元镇压而去 顿时间 整座大殿内的空间 仿佛被禁锢了一般 就连古元也内心遗颤 不知为何他此刻内心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连忙避开 不敢与这根通天手指硬汗 由于古元闪避 通天手指顿时轰击在了 大殿的墙壁之上 哄 如同天崩般的声音响起 随即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 整座大殿瞬间崩塌 化为一片废墟 那些天骄弟子们 纷纷记起光盾 朝远方逃顿而去 神女 火凤谷的弟子们 顿时脸色大变 如今神女修为 被古元封禁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没有自保之力 他们连忙带着凤旨 越朝外面逃去 可这些弟子们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保全自身还不成问题 但如果带着一个人 那么就相当危险了 小心 奇梦突然一惊 娇喝一声 一根巨大的柱子 正在朝鞋带凤旨越 逃离的那名弟子砸去 有了奇梦的提醒 火凤谷的弟子 连忙转头 朝身旁一侧看去 脸色大变 他如今已经没有 躲避的位置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根 巨柱朝自己砸下 凤旨越脸色一变 难道自己就要 死在这里吗 他堂堂一代 超凡神女 竟然被一根柱子砸死 真是够好笑的 燕北仿佛察觉到了 什么眉头一皱 他再度伸出手指一点 一道气静弹出 瞬间击射 在凤旨越身上 忽然 烈 场中顿时传出一声 尖锐无比的叫声 一头火红的神皇虚影 瞬间出现在凤旨越的身后 将他与女弟子 护在羽翼之下 此刻沉烟四起 城主大殿 已经化为废墟 虚空中 有两道身影 静静地站立 燕北覆手而立 神色冷冽地 朝下方看去 只见两道红光瞬间 从废墟中冲出 这两道红光症 是凤旨越 与那名火凤谷的弟子 见到凤旨越出来 其余火凤谷的弟子们 顿时神色一松 刚刚的情况 太过危急 如果神女真的被砸死 那他们 也就别活了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凤旨越 降落在燕北一旁 神色感激地 看着燕北 拱手说道 他也没想到 燕北与谷猿两人的 战斗余波 竟然如此恐怖 如果不是燕北 刚刚在紧急关头 解开他体内的封镜之力 否则他早已经被埋在了 下面这片废墟之中 无妨 我还要多谢神女 出手救我妻子 燕北摇了摇头 也很是感激地说道 刚刚他来时 可是看见了凤旨越 正在与谷猿争斗 便是为了救下启梦 启梦的脸 瞬间便红了起来 目光朝燕北看去 妻子 他竟然当着外人的面叫 刺激妻子 这时 一声狂怒传来 你个死瘸子 真的激怒我了 我要拿你的神魂点天当 谷猿灰头土脸地冲了出来 全身上下布满了灰尘 站在原地等我 燕北侧过头对着启梦说道 启梦真守清点 你要小心 他对于燕北的实力 还是挺放心的 哪怕对方是神功劲强者 嗯 燕北点了点头 便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朝谷猿冲去 找死 谷猿怒吓一声 也迎面冲来 敢与他硬碰硬 实在找死 突然 一道冷漠的声音 传入了谷猿的耳中 神功劲 可不止你一个人 是 哼 天地间 忽然出现 一道令人惊惧的威压 一股恐怖无边的气息 顿时从燕北身上爆发 第72章 谁在称无敌 那个敢言不败 怎么可能 感受着那股气息 谷猿脸色变了变 同时他紧握拳头 力气又加大了几分 只见两人 如同划过黑夜的两道流星 瞬间撞击在一起 哼 黑色的天空顿时如明昼一般 强光将整个古城瞬间点亮 随即恐怖的爆炸声 便从虚空中爆发 一道身影 顿时从爆炸中心飞出 不 应该是被轰出 是谷猿 天龙神子 脸色无比震惊地说道 他的掌心 微微出汗 身躯都有些发抖 听到天龙神子的话 天骄们的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 两人对轰一击 倒飞而出的 竟然是谷猿 他不是神功镜九重巅峰强者吗 爆炸所产生的光辉散去之后 只见燕北一人停留在原地 而谷猿 早已经被轰飞了出去 此刻所有人无不动容 纷纷目光惊骇地看着燕北 强如神功镜九重巅峰境界的谷猿 竟也不是他的对手 燕北到底是什么修为 这时 谷猿再度飞了回来 你 他面露震撼地看着燕北 此人的气息 强大异常 就连他也隐隐感到心急 忽然 哄 燕北身上猛然爆发出一股 惊天动地的恐怖威势 他没有再遮掩自己的修为 此刻将自己体内的力量 催动到了顶点 感受着燕北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所有人都露出惊骇之色 这股气息恐怖无边 就算比谷猿也不遑多让 甚至隐隐有 将其压倒的意味 你的修为 怎么会 谷猿还是不敢置信 能够进入此界的外来者 无不是25岁之下的少年天骄 而能够在25岁前 突破到这等境界 他到底是什么人 想到这些古猿内心 也是一阵心惊 他知道自己这次 恐怕真的踢到铁板了 天骄们也震惊地看着燕北 同时在内心里 猜测起他的身份 去往天一城前 他们从未听闻东狱 有这么一位叫做燕北的人 他们第一次见到 还是在城主府的宴会上 自奈此他击败王历 从此名声大噪 但也仅限于此 还是有很多天骄不屑一顾 认为自己比他强 不过 此刻他所展露出来的气息 竟然和自己老祖 都不相上下 甚至更强 这人是怪物吗 25岁的神功晋 九重巅峰强者 阁下 之前 是我无意冒犯 不如此事 就此作罢 否则对你我都不好 在古猿得知的燕北的修为后 立马转变了态度 拱手陈生对着燕北说道 对方乃是 和他修为不相上下的存在 他也便没有拖大 古猿从出生 便生活在天一秘境中 晋升到如今这等修为 他足足用去了近千年光阴 如今突然出现一位 和他境界相仿之人 让他瞬间便感到一股 浓浓的威胁 他不想与其硬碰 并且刚刚与其交手两招 他发现对方的实力强大无比 甚至隐隐在自己之上 所以心生俱异 准备化解此事 等到此次秘境关闭后 他依然是此界最强存在 你倒是算盘打的想 想带我离开此界之后 再度称霸一方 燕北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谷元面色一沉 自己内心的想法被看透 让他的脸色很是难看 你我皆是神功九重 再站下去 无疑是两败俱伤 不如就此罢手 启梦让你带走 谷元硬着头皮 再度开口说道 在自身的安危面前 哪怕是启梦这等 倾国倾城的绝世犹物 他也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舍弃 燕北站在原地 露出一抹讥笑 你什么意思 谷元脸色难看地说道 他从未有如此低声下气的时候 今日已经让他的脸皮 有些挂不住了 燕北屹立于天穷之上 身上散发出无尽恐怖的气息 仿佛要将天地撕裂 你这等萧小之辈 也能统领一方 实在可笑 就算今日屠戮众生 我要让世人知晓 我的人 谁也不能动 他此刻仿佛化为战仙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惊天战意 这一刻 无人能够将他阻止 无需多余 来战 燕北率先出手 只见他抬手探落 一只遮天大手 直接朝谷元压落 掌中仿佛有日月星辰转动 皆化为实质 随便扔出一颗 便可化为数千米的巨石 恐怖无边 谷元脸色顿时大变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便被打得显像还生 他仿佛此刻面对的 不是一位同级别的对手 而是一位境界 比他高出许多的四级大能 破 燕北手捏一颗 虚幻星辰 直接朝谷元砸去 此次谷元根本没有来得及抵挡 瞬间被这颗星辰击中 一口血液从谷元的口中喷出 他的气息蓄乱不已 整个人面容都浮现一抹苍白 谷元面露惊骇 他不敢想象 自己堂堂 神功巅峰 竟然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下来 怎么可能 在此就有神功九重巅峰 修为是无敌的 谷元仰天大喝一声 很是不敢置信 无敌 谁在称无敌 那个敢言不败 燕北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一道雷霆散发绽放 随即如同刹那剑的烟花 又转瞬凋零 听到这句话 不知为何所有人内心 都是遗产 谁在称无敌 那个敢言不败 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 却如同万丈雷霆 狠狠地披在了众人的心剑 天龙神子等 天骄脸色一阵苍白 道星竟然都出现一丝裂痕 他们无不是自诩无敌的 少年天骄 而经听到燕北的这句话后 纷纷对自己的实力 产生质疑 何等才是无敌 什么才是不败 哄 去死 古猿仰天大喝一声 身上凝聚出恐怖力量 天地震动 神威弥漫 一股难以形容的 金石之力涌现 携带着恐怖力量 像是要镇压苍天 古猿携带着恐怖力量 朝燕北砸落 那些虚幻星辰 瞬间化为粉机 场景如同蔑氏一般 就平面 燕北暴喝一声 神色冷冽 身上金光涌动 直接一拳 朝古龙砸去 顿时间 天地色变 一道浩荡 全印轰击而出 恐怖的金光 照耀整片天地 整个古城 都被金光所覆盖 哄 如同天崩地裂般的声音 响彻在云霄 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但不少人 还是被震得大口吐血 强烈的金光散去后 所有人看着天穷上方的一幕 瞳孔猛的一缩 啪哒 啪哒 此刻天穷上 有一人静静地站立 在他的手臂之上 挂着一具尸体 一滴滴鲜红的血液 从虚空不断滴落 第七十三章 震慑古城 古城 此刻无论是 站在虚空中的天骄 还是处立在地的人群 都一脸惊骇地 望着天穷上方 滴答 一滴滴血液 划过长空 不断朝地面滴落 每一滴血液 仿佛都重如万惊 狠狠地击打在众人的心间 咕噜 有人吞咽了 一口口水 脸色一片煞白 天穷上方有一道 白衣身影 屹立在那里 他犹如一座大山 将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古猿死了 此刻所有人都面露惊骇 身躯有些颤抖 甚至惊恐地说道 神功镜九重巅峰境界的大能古猿 死了 被人一拳贯穿整个躯体 就连心脏也被轰成一团血污 死的不能再死 燕北站在天穷之上 在他的手臂上挂古猿的尸体 随即他右臂一阵 碰 古猿的肉身顿时化为粉剂 天龙神子等人 此刻目光震撼地看着天穷上的一幕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古猿竟然真的被斩杀了 并且 还是以这么强势的手段 燕北神色一片漠然 仿佛击杀一位古猿 并没有让他的内心掀起多大的波澜 只见他抬手探落 一只金光璀璨的大手 直接在虚空中凝聚 随即狠狠地拍下 哄 整个城主府瞬间 直接被大手移为平定 地面上 只留下了一只无比巨大的手印 燕北环顾四周 虽说他的双眼紧闭 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仿佛都察觉到一双恐怖的眼睛 正在注视着自己 里面充满了浓浓的警告意味 燕北这么做 便是为了警告所有人 他的人 谁也不能碰 古猿之死 旧由自取 而等古城之人 想要为他报仇的 现在便可站出来 我一并接下 燕北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 普通一道惊雷一般 在所有人的耳边乍响 他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志强的威压 瞬间 将整个古城 笼罩在其中 整个古城 乃至整片天空 都寂静无声 没有任何一人 此时敢当这个出头鸟 一些古城世家的强者们 此刻目光震撼地看着天空 古猿虽说平日里 有帮助过他们 但此刻 谁敢站出来 强如神功进巅峰的古猿 也被这青年强势震杀 他们出来 不就是送死吗 整个古城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燕北站在虚空等待了一会儿 看到整个古城 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冷哼一声 这时 启梦来到了燕北身边 随之而来的 还有凤纸月 见到两人来此 燕北收敛了身上气息 对着凤纸月拱手 多谢神女殿下 刚刚他根本无暇多顾 他与古猿的战斗余波 也强大非凡 根本不是启梦 所能抵抗的 好在关键时刻 有凤纸月出手 启梦这才没有半点损伤 无妨 就算你不提醒 我也会保护好启梦的 凤纸月笑了笑 他毕竟 贵为超凡神女 并没有因为燕北此刻的 修为而感到畏惧 燕北微微一笑 不过心底 却是极为疑惑 这凤纸月 难免对启梦也太好了 为了他哪怕错失 天一秘境中的机缘 也要与古猿为敌 甚至不惜回去 请超凡老祖出事 启梦身上 到底哪一点 吸引到他了 美貌 不过凤纸月 可是一位女子 而且容貌 与启梦不相上下 这点完全说不过去 神女殿下 为何如此在乎启梦 燕北皱着眉头 深深地望了一眼凤纸月 她还是没能忍住 内心的疑惑 直接问了出来 她怕万一 对方有什么别的企图 启梦神色愣了愣 不知为何燕北 会突然这么问 她只感觉 这位神女 仿佛对她挺好的 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凤纸月 听到燕北的询问后 眉眸中出现一丝挣扎 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说明 看着启梦那无比依赖她的神色 也就微微一探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 随我来 凤纸月看着周围 朝他们投来目光的人群 随即对着燕北说道 转身便朝城外飞去 燕北眉头皱得更紧了 不过她 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否则心里总会不舒服 她揽住启梦的腰枝 化为一道横雷 直接凌空而去 追寻着凤纸月的身形 古城上空的天骄们 见到燕北离去 随即望了一眼脚下的废墟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这世界 真的有这么年轻的 神功进强者吗 他们纷纷朝天龙神子 投去目光 要知道 哪怕是贵为超凡神子 他此刻的修为 也不过裁员 神境巅峰 这还是进入天一秘境后 获得一些机缘后 所提升到的 天龙神子 神色有些不自然 如今被众人质疑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他的修为 的确不如燕北 走吧 天龙神子沉声 对着龙星云说道 随即直接一个闪身 便消失在原地 龙星云紧随其后 眨眼间 来到古城的天骄门 便四散去 城中之人 见到这些域外强者 全部离去 这才尝出一口气 没了城主的震慑 他们人心惶惶 生怕其中某一人 杀心大发 直接屠城 这种事情 在以前 可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月湖 在一片平静的湖泊之上 有一轮 皎洁的月亮映在上面 在湖泊旁 有座一小亭 此刻 正有三人站在小亭内 欣赏着月下美景 神女殿下 有话不妨直说 此刻没有人能听见了 燕北转过头 对着凤纸月说道 对于凤纸月 她的内心 还存在一丝好感 毕竟她可是对启梦 仗义出手过的人 凤纸月 微微一叹 既然准备告诉他们 也便没有打算隐瞒 你可听闻过黄与圣地 凤纸月的眼神中 第一次出现了郑重之色 仿佛接下来 她要说的东西极为重要 黄与圣地 嗯 没听说过 燕北嘴角一抽摇了摇头 虽然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但她还是如实回答了 毕竟她还真没听过 什么黄与圣地 整个东狱 好像没有这个势力存在吧 第七十四章 黄与圣地 凤纸月原本无比郑重的脸色 直接给僵住了 没听说过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不是东狱的人 凤纸月仿佛有些破防了 她美眸瞪大翘脸 凑近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燕北 燕北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她没想到这小妞的反应 竟然这么大 但凡是东狱的人 没可能不知道 黄与圣地 凤纸月看着燕北的眼神中 一阵奇怪 难道这家伙不是东狱的人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两人中间的启梦 忽然说道 黄与圣地 我知道 我在宗门的手闸中看到过 宗门手闸 燕北挠了脑脑袋 她怎么没看过 凤纸月一脸挑衅地看着燕北 意思很是明显 你一个大男人 还不如一个小姑娘 有见识 宗门手闸中有详细记载 黄与圣地 乃是千年前的 一座圣地级别势力 其中强者如云 超凡强者数十位 更是有圣王级别的 超级存在 在那个时代 黄与圣地 便是东狱势力中 最顶级的存在 无任何人敢与其争锋 启梦回忆着 清云宗手闸所记载的 详细内容 对着燕北讲解到 圣地级势力 超凡强者数十位 更有圣王存在 饶是燕北 也不由得一惊 没想到 这黄与圣地 竟然如此恐怖 此刻的东狱 一位超凡强者 便可组建 一座超凡势力 凌驾于所有宗门势力之上 而黄与圣地 竟然有数十位 更别说其中的圣王了 那种存在燕北 至今都不敢想象 整个东狱 恐怕如今都没有一尊 凤纸月 极为满意地 看了一眼启梦 这段话 仿佛让他很受用 不过 你说这黄与圣地 是什么意思 燕北疑惑地看着凤纸月 此女如此推崇 黄与圣地 是什么意思 这是想背弃尸门 我自然是火凤谷的神女 但也是黄与圣地之人 凤纸月脸上 有些得意地说道 圣地 那是无数修士 梦寐以求的地方 能够进入其中修炼 就算舍弃 自由为人奴仆 都有无数人屈之若物 凤纸月这番话 信息量不可谓不大 她是火凤谷的神女 也是黄与圣地的人 这什么意思 难道 燕北脸色有些吃惊地 看着凤纸月 你所想的没错 黄与圣地 便是如今火凤谷的前身 凤纸月脸色沉重地说道 听到这里 燕北也不禁内心一震 黄与圣地 是火凤谷的前身 为何黄与圣地绘画 为如今的火凤谷 这其中 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据传如金火 凤谷不过 只有一位超凡存在 还是一位年迈的老凤凰 而黄与圣地 可是拥有数十位超凡 更是有圣王坐镇的圣地级势力 凤纸月 看着燕北的表情 便知道 他想要询问什么 随即便缓缓开口 千年前 黄与圣地 经历了一次大劫 一场灭门的大劫 凤纸月 提到这段往事 他的粉拳 便不由地紧握 双眼中 露出了无比怨恨的表情 那一日 整个冬域 都人心惶惶 圣极大战 撕裂天地 冬域的大路 都被打成一角 但最终 凤凰与圣地圣王强者不敌 被钉死在虚空 圣地中的人 被对方全部斩杀殆尽 超凡尽数陨落 片甲不留 好在有一位老祖 在外游历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随后创立了火凤谷 听到这些 燕北有些默然 他能够想象到那一场大战 数十位超凡陨落 哪怕是圣王 也跌血在虚空中 被人钉死 他们到底遇到了 怎样的大敌 到底是何种存在 才能一日间 将一座鼎盛的圣地摧毁 不留一人 燕北深吸一口气 我不明白 神女殿下给我讲述这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 凤指月 给他讲述了这么多 难道是 期望他去为火凤谷 复仇不成 但想想怎么可能 自己虽说即将突破四级 但在一些人眼中 依然不过是蝼蚁 并且 他也不是愣头青 被一个女人说了几句好话 便为其卖民 我讲这么多是因为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凤指月转过郊区 美眸注视着燕北 与启梦 无比认真的说道 什么 听到这里 燕北的神色瞬间 就冷了下来 既然如此 我们便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 启梦我们走 燕北冷声说道 拉着启梦 就要离开 开什么玩笑 还真要他帮忙复仇 能够将圣王都定死在虚空的人 让他去帮忙复仇 燕北还好素质极高 否则直接就是一口唾沫吐在了凤指月脸上 等等 你听我说完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准确的是 需要启梦的帮助 凤指月连忙拦住燕北两人 脸色紧张地说道 燕北停下了脚步 神色疑惑地看着凤指月 这妞没毛病吧 需要启梦的帮助 启梦修为雷洁静 出生于青云宗 这那点被这神女看上了 需要她的帮助 这开什么玩笑 就连启梦的脸色也极为诧异 她本以为凤指月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请要被与她一起前往火凤谷 没想到她的目标竟是自己 我 启梦极为诧异地指了指自己 对 就是你 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 凤指月极为认真地看着启梦说道 燕北彻底傻掉了 她竟然还真是为了启梦而来 这让她实在不理解啊 只有启梦才能帮助如今的火凤谷 重新崛起 说着 凤指月从怀中拿出了眉天蓝色的印记 嗡 印记出现的那一刹那 忽然爆发出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 整个月壶瞬间被冻结 燕北脸色一变 连忙带着启梦后退 因为那印记竟然朝着启梦所在的方向而去 月壶都被冻结成冰 如果要是被这东西碰到 还不瞬间成为冰棍 燕北 等等 启梦忽然开口说道 这没印记出现后 不知为何她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顺畅起来 启梦闭上双眼 两九后 碰 随着一声闷响 启梦身上的修为竟然节节攀升 雷杰四重 五重 六重 七重 足足突破到雷杰进七重巅峰 才停止了下来 如此场面 可是将燕北震惊得不轻 如果不是番茄 还在自己的实海中 她都以为启梦也获得了千道系统 吸收了百年修为 第七十五章 冰皇 冰破旋体 这眼前的一幕 已经超过了燕北的认知 这天蓝色的印记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何启梦的修为会突然暴涨 启梦此刻 缓缓睁开双眸 不过她身上的气息 仿佛更加清冷了起来 瞳孔也带有一丝天蓝色 她伸出手 想要去触碰印记 见到这一幕 燕北连忙出手 阻止了她 别碰 这东西危险 燕北沉声对着启梦说道 启梦转过头 朝着燕北一笑 没事的 我能感觉到她不会伤害我 燕北皱紧眉头 准备随时出手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她更加震惊 就在启梦的手指 接触到印记之时 烈 一声无比尖锐的声音 从印记中传了出来 随即一头如水晶般的凤凰虚影 从中冲出 这是一头冰皇 此刻正在虚空中盘旋 她的双眼仿佛蕴含灵气 注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晚辈 凤指月见过冰皇前辈 凤指月见到冰皇出现的那一刻 立马跪在地上拱手说道 并且立马释放出了 自己的火凤虚影 哦 火凤传承 没想到 竟会在一个女子身上 冰皇竟然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虽极为动听 但却如领冬寒风 一般让人瑟瑟发抖 承蒙师尊不嫌弃 凤指月露出一谋笑容 说吧 将本座唤醒何事 难不成那些家伙 又来了不成 冰皇淡淡地开口说道 随即一股极其冰冷的气息 将此地笼罩 就连燕北也差点被冰封于此 燕北神色骇然地 看着眼前这一头冰皇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家伙的修为至少是超凡 甚至更强 前辈息怒 并没有人来找麻烦 而是我发现了一人 想来冰皇前辈会感兴趣的 凤指月神色一景 连忙说道 随即眼神朝启梦看去 咦 冰皇随着凤指月的眼神 瞬间落在了启梦身上 顿时轻易一声 随即又朝他身旁的燕北看去 忽然 燕北脸色骤然一变 不知为何 他瞬间感觉到 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压力 顿时朝他袭来 他此刻 如同大海上的一叶孤舟 随时都将倾覆 不准你伤害他 启梦看着燕北 此刻痛苦的表情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一步挡在燕北身前 快让开 燕北脸色一变 将启梦朝旁边推开 这股压力 让启梦来承受 将瞬间将他碾碎 但启梦帮他挡了一下后 那股恐怖气息 顿时消失不见 场中恢复正常 不错 小小年纪便半步似及 心智坚毅 不错 冰皇的声音 从上空传来 对着燕北赞赏道 半步似及 听到这句话 凤指月 哪怕早已经有所准备 但也还是被震惊得不轻 燕北的修为竟然如此恐怖 整整比他高出了一个大境界 多谢前辈 燕北神色感激 拱手对着冰皇说道 他的左腿 刚刚在那股压力下 血脉已经畅通 再恢复一些时日 他便能一举冲破 似极境的壁垒 冰皇点了点头 随即再度将目光 放在了启梦身上 冰破旋铁 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 除了凤指月外 启梦与燕北两人 有些不明所以 冰破旋铁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和自己的混沌体 一个性质的东西 冰破旋铁 世间百强体质之一 拥有含冰血脉 休息冰属性功夫 事半功倍 激活后 且不受任何寒冷侵袭 大成冰破旋铁一念间 可将万里大地化为洞土 冰封天地 万物冻结 这时 番茄的声音 在燕北的脑海中回荡 这么久他 还是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 你怎么知道 燕北诧异地 对着自己识海问道 本系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哪怕那遥远的上古岁月 番茄在石海中 滋滋不倦地说道 听到这里 燕北连忙 直接与他断开了连接 这家伙讲课 能给你讲上几天几夜 他现在 可没有功夫听他瞎掰 我是冰破旋铁 奇梦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从初生长这么大 除了长得漂亮一些 他从没有感觉到 自己哪里与众不同 没错 冰破旋铁 极为罕见 你可愿 成为本座弟子 冰皇从空中降落在小亭外 目光注视着奇梦说道 成为你的弟子 奇梦不敢相信地说道 这冰皇虽说 只是一道虚幻的灵体 但他也能够感受到 他体内所蕴含 毁天灭地的力量 这种存在 既然让他拜师 没错 只要你拜本作为师 我保你夸入圣极 冰皇的声音 威严无比 圣极 奇梦倒是对于这个 没有什么概念 但燕北与凤指月 则是神色一阵 凤指月面路羡慕地看着奇梦 当初他获得火凤传承时 可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当时的火凤只不过 说保他进入超凡 他拥有火灵之体 虽说也极为难得 但却不是世间百强之体 燕北则是内心震撼 圣极 那是他的目标 他终有一日 也要达到那个境地 你可愿拜我为师 冰皇再度开口 对着奇梦说道 奇梦脸上露出犹豫之色 挣扎了很久 摇了摇头 多谢冰皇前辈好意 至于成为前辈弟子 晚辈没有这个想法 此刻不只是冰皇 就连凤只月与燕北 也愣在了原地 奇梦竟然拒绝了冰皇 成为圣级 这是多少 修道之人的梦想 没想到奇梦 只是犹豫了一下 竟然便直接拒绝了 就连燕北自问 都有些做不到 哦 为何 冰皇仿佛也感到很诧异 开口问道 奇梦站在原地 伸手小手拉住了燕北 只想和他一直在一起 听到这话 凤只月整个人直接傻了 燕北神色一愣 随即脸上露出了一谋笑容 傻丫头 可就在这时 哄 一股极其冰冷的寒意 瞬间涌来 冰皇怒了 胡闹至极 他本以为奇梦 是因为别的事情 拒绝了他 没想到 确实因为儿女私情 冰皇猛然震翅飞上高空 恐怖的气息 撕裂天地 方圆千里的生灵 瞬间被冻结 天空下起了一片片雪花 第七十六章 大道轰鸣 月弧之上 冰皇展翅 一片片雪花落下 冰冷刺骨的寒意袭来 燕北的脸色顿时一变 冰皇发怒 这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这种存在 他现在是没有能力抗衡的 前辈息怒 凤只月脸色也是 一遍开口说道 哼 一声冷哼从上空传来 此刻整片天地 宛如进入了极寒 冰皇在空中盘旋气息 震慑天地 为了儿女私情 竟放弃大道 愚昧至极 冰皇落在月弧之上 羽翼微微颤抖 不知道是不是被弃的 燕北的脸色瞬间一沉 前辈此话 未免有些不妥了吧 嗯 冰皇的双眼瞬间朝他看来 携带着一股冰冻万物的气息 燕北的身上顿时布满冰屑 仿佛随时要被冻结一般 启梦站在一旁神色焦急 他没想到他拒绝之后 冰皇的反应竟会如此之大 不过那些寒风好像是对启梦没有效果一般 就算吹过他的身体 他也没有多大的感觉 只是有些感到危了 并不是人人都想追寻大道 如果能够安居乐业 我相信定会有人放下手中的利刃 燕北有些艰难的开口 他每一个呼出的雾气都变为冰泻落在地上 如果能够让他与他所爱之人一生无忧 哪怕让他放弃现在的修为 他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冰皇在空中盘旋 神色难看无比 也不知过了多久 呼 不过场中的寒风不知为何突然停了下来 冰皇坐落在月壶上 气息重新内敛 他抬头仰望天空 随即微微一叹 确实如果世间太平 又有谁愿意追寻这漫漫大道 不得不承认燕北的话的确有几分道理 令他也无法反驳 世上修者千万 但如不用修炼便能平安一生 又有多少人会放弃这条修道之路 话虽如此 不过自保的实力 冰破玄体的消息如果泄露 到时候大陆上修炼兵属性的势力 定会找上门来强行将他带走 一些圣地说不定也会出手将他炼化为顶炉 到时候说是举世皆敌也不为过 凭借你这点微末修为 恐怕还不足够保全他 要知道四级竟在一些人眼中 还是与蝼蚁无异 冰皇忽然画风一转 盯着燕北说道 场中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 启蒙身体微颤 没想到他的冰破玄体 竟然能惹出这么大麻烦 燕北站在原地 沉默不语 身为世间百强体质 的确所有人都炙手可热 沉默许久 燕北伸出手捏了一下启蒙的脸 我不在乎什么冰破玄体 也不在乎你愿不愿意修炼 我只要你一生无忧 哪怕举世皆敌 我也愿意坚扛下 相信我 无论什么人 也不能将你从我的手中抢走 这一刻 燕北的神色忽然变得异常严肃 周身被一股灰白色的雾气所笼罩 他仿佛在宣誓一般 每一个字都狠狠轰击在人的心间 轰隆隆 天地间忽然响起一阵轰鸣 震耳欲聋 仿佛大道都在倾听燕北所说的一切 与他产生了共鸣 兵皇的眼神 这一刻变了 大道轰鸣 他有些震撼地 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 他到底是何人 说出的话 竟引得天地大道为之共鸣 这是圣人才具备的 这说明 此人拥有成圣之姿 年纪轻轻 便半步四季境 又能引得大道轰鸣 就连兵皇此刻 也不禁正眼看了看燕北 他一生见过无数天骄 不过燕北却是唯一一个 让他也无法看透的存在 兵皇的目光 紧紧地看着燕北 两久之后 也罢 本圣的时代终究是结束了 如今这道苟延残喘的灵体 不知还能存在多久 兵皇的双眸 出现一抹暗淡 在场之人都能听出 他声音中的落寞之意 强如圣者 他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兵皇的双眸 不愿成为本圣弟子 我也便不勉强你 只是可惜了这兵破玄体 可惜了皇与圣帝 今生恐怕再也无法 见弃重现辉煌了 一道悠然的叹息后 兵皇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印记之内 他为圣者 如对方不愿成为他的弟子 哪怕兵破玄体极为罕见 他也不会强迫于人 这时 印记华光闪动 兵破玄体 如你改变心意 可前往火凤谷 本圣一直等着你 兵皇的声音 回荡在月湖 千里洞土又瞬间恢复 燕北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神色惊叹 这便是圣者的手段 一怒之下 将千里之地化为洞土 一念间 又可将所有事物 恢复成原样 奉旨约跪在地上 恭送兵皇 不过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失望 启梦站在原地 情绪有些低落 我能够感受到 兵皇前辈很失落 燕北沉吟一瞬 最终也是一探 兵皇这等存在 是他目前无法揣夺的 他之所以 没有叫启梦答应下来 便是因为 其背后的皇与圣地 成为兵皇的弟子 虽说可受益良多 能够有很大几率 成为圣者 但同时也会背负起 千年前皇与圣地的一切 让启梦落入如此危险的境地 还不如不要这一身修为 能够一日间 灭掉皇与圣地的人 哪怕你成为圣者 对方想要斩杀你 依然难逃厄运 不然圣王也不会惨死于虚空 兵皇也不会陨落 只剩下一道灵体 苟延残喘 成圣是多少人的梦想 你竟然拒绝了 凤纸月忽然开口 颇为失望地看着启梦 他本以为这一切会水到渠成 启梦将会成为兵皇弟子 与他一起带领火凤谷 重回巅峰 可他没想到 启梦竟然拒绝了 启梦神色有些不自然 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成圣虽好 但与其背负皇与圣地的仇恨 还不如不要那一身修为 燕北叹了一口气 摇头说道 听闻此话 凤纸月沉默了 火凤谷表面上 虽看起来强盛无比 但如果当初那些 灭掉皇与圣地的人 想对付他们 恐怕吹口气 便能让他们毁灭 甚至他们早就知晓 火凤谷的存在 只不过嫌他们实力太过弱小 根本懒得出手对付他们 虽说这种说法很夸张 但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毕竟能够灭杀圣王的存在 超凡在他们眼中 也跟蝼蚁无异 第77章 天神山 事情既已如此 我也不再勉强 凤纸月微微一叹 倒是如冰黄一般洒脱 不过 临行前 我想和启梦单独说几句 这个没问题吧 凤纸月美眸盯着燕北说道 燕北皱了皱眉 不能在这里说吗 这神女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女孩子私密的事情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 凤纸月轻笑一声 听到这里 燕北嘴角一抽 也不再多问 便独自走出了小亭 两女在小亭中交谈了几句 随后启梦便回到了燕北身边 燕北目光一阵疑惑 这两人到底背着他说了些什么 竟然这么神神秘秘的 不过他倒是没有使用神念头听 毕竟这种手段很不道德 启梦记住我说的话 考虑清楚后 可以来找我奉纸月笑了笑 伸手将一块玉符扔在了启梦手中 随即便带着周围的火奉古弟子 凌空而去 这搞得燕北更加猛逼 这两个人背着自己 到底说了啥 他问启梦 启梦也只是支支吾吾地不愿透露 最终 燕北也只能就此作罢 没有再问了 因为有些事情 时间一到他自然便会知道 问多了反而不好 七日后 天神山 这是天一秘境中的一处灵山 传说乃是上古年间便存在于此 直到近日解除静置后 修饰才可入内 此地灵力充沛 进入此地的修饰 再次修行 能够更快地吸收灵力 修行事半功倍 其中更有各种天才地宝出现 一些人获得后直接吞服 竟连破数个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 天神山中 还有一处奇异之地 名为神梯 共999阶梯 任何修饰都可攀登神梯 越往上者 获得的好处则越多 其中以天龙神子为罪 攀登神梯 一举冲破500阶 获得了神梯奖励 最终直接当场晋升为神功镜 震动四方 这些消息传出之后 无数天骄 纷纷朝天神山涌来 这时 在天神山外 有两道身影 出现在了天幕之中 正是燕北与启梦 两人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一片惊呼 这 这是燕北 死 他竟然也来了 此地有不少天骄在此 纷纷朝两人 投来震撼的目光 那晚古城的覆灭 他们是亲眼所见的 强如神功镜 九重巅峰境界的古猿 也都惨死于燕北之手 如今燕北的威名 甚至已经超过了天龙神子 以及凤凰神女 成为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所以 燕北一出现 便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燕北站在虚空 神念铺天盖地的涌出 很快便找寻到了 神梯所在的位置 他也听闻了天神山的奇异之处 所以赶来此地一探究竟 同时 燕北对于那神梯 无比感兴趣 他没多做停留 带着启梦 直接朝天神山深处飞去 燕北所去的方向 是神梯所在的位置 难道他也要来攀登神梯 走走走 快去看看 天神山外的人都沸腾了 纷纷转身 跟随燕北所在的方向而去 他们都想要看看 如今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到底能够攀登多少间 神梯 此刻的神梯依旧有着不少天骄 正在攀登 其中有一道火红色身影 格外的引人注目 它便是一代超凡神女奉旨月 已经四百阶了 神女还差一百阶 便能与天龙神子持平 不少人此刻站在神梯下方 激动的大吼道 火凤谷的女弟子们 纷纷握紧粉拳 用期盼的眼神盯着奉旨月 在一些人看来 这不光是攀登神梯 而是一场鄙视 更是一场两个超凡势力的较量 天龙神子此刻 站在神梯五百三十阶的位置 神色漠然地注视着 正在攀登的奉旨月 他在五百阶的位置 获得了神梯赐福 成功晋升了到了神功晋 但他依旧 只能往上再度攀升三十阶 这神梯每往上攀登一阶 所承受的压力 便会成倍增长 凭借他的实力 依旧只能走到五百三十阶 他神梯上方看了一眼 内心震撼 九百九十九阶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登顶 奉旨月此刻浑身 已经被汗水所浸湿 勾勒出一具完美的躯体 让人遐想连偏 不过 他此时已经顾不得自身形象了 奉旨月的目光 始终盯着前方 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在五百阶前倒下 四百七十阶 四百七十七阶 每一部奉旨月 仿佛都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达到四百八十阶的时候 奉旨月身体一颤 两眼一黑 差点直接倒了下去 好在他稳住身形 这才没有倒下 这时 神梯外 两道身影落下 身后跟随了一大片人群 在场之人见到来人后 纷纷浑身一震 没错 正是燕北到了 他一来到此地 便看到了神梯上那道火红色的身影 以及站在五百三十阶的天龙绳子 看来这神梯还有些意思 总共近一千阶的神梯 仅仅才四百阶 便让一代超凡神女攀登起来 如此困难 这让燕北瞬间来了兴趣 不过他也没有贸然攀登 而是如诸多天骄一般 站在下方看着凤纸月 他也想知道 凤纸月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众人见到燕北站在原地 也没有人敢挑衅他 反而敬而远之 生怕一个不小心将他触怒 就这样 两人所在的位置 仿佛清场了一般 所有人都朝周围退去 不敢与他靠得太近 燕北无所谓地笑了笑 这样倒也挺好 神梯上 天龙绳子看到了燕北到来 目光一沉 他虽说从未与燕北 发生过正面冲突 但他却始终是燕北 为此生最大的敌人 斩杀古元 当时说 真的让他震惊了 古元可是货真价实的 神功劲巅峰 如果是他出手 恐怕连对方的一根手指 都无法伤到 而燕北却强势 将其斩杀 这真的是一位 年龄还未到25岁的天骄吗 如果不是进入 天一秘境前 那拜月魔教的老者 被强势震杀 他都以为有老怪物 混入了其中 不过燕北倒是没有 天龙绳子想的这么多 他也不介意将其抹杀 哪怕对方背景通天 他毅然不惧 第78章 神梯 499阶 凤芷月的脸色惨白一片 焦躯此刻都在不断颤抖 他凭着一股意志力 终于到达了499阶 这一刻 他的双腿已经开始无力 仿佛要跪倒一般 不 我不能在这里倒下 凤芷月双眼都有些涣散 但一股不屈的意志 在他的身上散发 只差一阶 如果再次倒下 不甘心 凤芷月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 银牙一咬 脉动了右腿 他用尽了全身力气 右腿朝第500阶踏去 脚刚刚落在上面 哄 一股莫名的力量袭来 凤芷月脸色一变 破 他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瞬间萎靡 面色惨白一片 神略 火凤谷的女弟子们 纷纷大吃一惊 神色惊恐地朝神梯看去 可就在这时 众人皆以为 凤芷月已经坚持不住 要跌落神梯时 奇迹发生了 我不能在这里倒下 凤芷月此刻的美眸 都有些冲雪 他在内心狂吼一声 哄 一道火凤虚影 在他背后浮现 仰天嘶吼一声 凤芷月的双眸 此刻竟仿佛燃烧起来了一般 他猛地一步踏出 站在了500阶之上 不过他的身躯一阵摇晃 仿佛随时都将轻浮 直到过去足足几分钟 凤芷月才适应了 500阶的恐怖压力 他盘坐在阶梯之上 一股无比精纯的灵力 疯狂地朝他汇聚而去 一个时辰后 哄 一道强大无比的气息 从凤芷月身上爆发而出 他突破了 如天龙神子一样 他打破了原神镜瓶颈 突破到了神功镜 又休整了一刻钟 凤芷月睁开双眸站了起来 随即一步踏出 他不断地向上攀登 510剑 520剑 此刻天龙神子的脸色终于变了 凤芷月离他越来越近了 如果真的将他超越 那么他的威名将大不如前 甚至更多的人会认为他不如凤芷月 不过他已经没有力气往上攀登了 目前530剑已经是他的极限 想要往上攀登 除非他的修为更近一步 不过他刚刚才突破到神功镜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可能 529 凤芷月与天龙神子两人对视一眼 随即没有犹豫 哄 凤芷月一步踏出 与天龙神子站在了同一块台阶之上 神女成功了 这一刻 神梯下方的火凤古弟子们沸腾了 而天龙殿的人却一脸不爽 在他们心中天龙神子才是最强大的 哪怕对方也是超凡势力传人 但他们依旧觉得自家神子才是最厉害的 如今凤芷月也和天龙神子站在了同一块台阶上 让他们内心颇为不舒服 恭喜你 530剑 天龙神子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看着凤芷月 虽说他内心也很是不舒服 但表面上却风度翩翩 凤芷月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随即将目光再度朝上方的阶梯看去 这一幕落在了所有人眼中 难道凤凰神女还要往上攀登? 天龙神子内心咯噔一声 不知为何他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没错 凤芷月并没有准备在530剑停留 突破到了神功镜后 他体内的火凤虚身愈发地恐怖起来 如今他还留有余力 他再度超前脉步 天龙神子此刻也绷不住了 脸色顿时一变 死 531剑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此刻的凤芷月已经站到了天龙神子的上方 531剑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加让众人惊掉眼球 立 只见凤芷月背后的火凤虚影 仰天大叫一声 他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而去 532剑 540剑 560剑 599剑 凤芷月一鼓作气 直接踏上6 599剑 他再度想要往上迈步之时 他的皮肤忽然出现一丝裂纹 肉身仿佛随时都将崩溃一般 如此变故 让凤芷月停了下来 如今599剑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如果不是他体内火凤的本源之力 源源不断地为他传输力量 他也根本走不到这么远 站在599剑之上 凤芷月朝下看去 只见天龙神子 此刻正抬着头仰望着他 目光充满了震惊 599剑 我没有眼花吧 卧槽 足足比天龙神子多了69剑 此刻神梯下无数天骄震惊地 看着上方的凤芷月 599 这是此次天神山开启以来 最高的记录了 凤芷月呼吸了一番此地的空气 随即目光朝地面看去 两道人影出现在他的眼中 他竟然也来了 凤芷月见到那道白衣身影后 有些微微吃惊 随即直接飘然而下 没有在神梯上停留 他眨眼间便落在了地面之上 随即来到那白衣身影面前 笑音音地说道 今日吹的什么大风 竟将你也刮来了 突破 七百阶 这 神梯下方的人群们 直接惊呆了 燕北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就登临了七百阶 凤芷月嘴巴微张 也有些吃惊 虽说他压了燕北 能够登临九百阶 但也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轻松地 便站在七百阶之上 他刚刚从神梯上下来 自然清楚 那上面的恐怖 他在五百九十九阶 准备进入六百阶时 他的身体都已经有些承受不住 仿佛要崩裂一般 而燕北倒好 十几秒的时间 便已经刷新了 此次神梯的记录 这便是拥有 成圣之姿的人杰吗 凤芷月内心震撼 美眸散发异彩 有些崇拜地看着上方 那道白衣身影 启梦站在原地 也露出雀跃的笑容 不过下一秒 他看到了凤芷月 朝燕北头去崇拜的目光时 他的笑容便一下僵硬了起来 神色变得有些忧愁 七百阶上 呼 燕北深吸一口气 再度朝前踏去 七百阶 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在这里停留 只不过为了让身体 适应一下这里的压力 咚咚咚 燕北的每一步落下 都仿佛一道天雷轰击在众人的心间 他的位置越来越高 八百阶 燕北额头出现一滴滴汗水 咬紧牙关踏了上去 在他踏上八百阶的那一刻 场中一片哗然 赢钱了 赢钱了 有人立马兴奋地大吼道 他正式下注压了燕北 能够登临八百阶的其中一人 此刻 他正兴奋地大吼 在他一旁 也有一位少年露出了笑容 他也压了燕北 能够登临八百阶 至于那位开设赌局的天骄 此刻 差点已经笑出了声 压八百阶的人 也只有一少部分 大部分都压了六七百阶 而今那些压六七百阶人的灵石 已经全部归他了 此刻他已经稳赚不赔了 除非燕北攀登到九百阶 让他赔五百万灵石 否则他将赚得盆满钵满 哥 你快下来吧 快下来 开设赌局的天骄 对着天空暗暗祈祷 八百阶上 神梯忽然散发奇异光彩 神梯赐福 燕北的身躯一阵 一股极其精纯的灵力 疯狂地朝他汇聚而来 他的气息不断攀升 随后仿佛达到了一个顶点 他有些疑惑地朝下方望去 为什么他到八百阶 才有神梯赐福 难道这神梯有灵质不成 认为他登临八百阶后 才能让他感受到一些压力 所以直到此刻才赐福 还不够 只差一线我便能突破 他再度朝上方望去 没有犹豫 继续攀登了起来 死 他竟然还要往上攀登 众人纷纷震撼地看着神梯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八百五十件 燕北默念着神梯上刻画的数字 进入了八百阶后 他已经无法再像之前一样 快速攀登 他此刻承受的压力 无比地恐怖 燕北此刻 感觉自己的背上 仿佛驮着一座大山一般 举步为鉴 并且随着每一阶的攀升 他所承受的力量 愈发地恐怖起来 八百九十九 燕北神色终于变得凝重起来 他咬紧牙关 他的身体一阵发酸 他竟然也要达到极限了 只差一阶 只要能够登临九百阶 他便又能获得神梯赐福 到时候 一举冲破瓶颈 跨入四级镜 那九百九十九阶 说不能够尝试一下 哄 一道脚步声响起 仿佛天鹰一般 响彻在每个人的心间 九百阶 他登上了九百阶 下方的天骄们 仿佛已经麻木了 燕北创造的奇迹 实在太多了 天龙神子 此刻还站在五百三十阶的位置上 他此刻遥望燕北 却只能看到一道 有些模糊的背影 他自嘲一笑难道 差距真的就这么大吗 登临五百三十阶 便已经用尽了他全身力气 而燕北 不过才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便已经登临了九百阶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他一代超凡神子 还是头一次觉得自己不如一个人 但没办法 事实就是如此 让他不想承认 也没有办法 九百阶上 燕北额头不断有汗珠低落 这一刻他感觉有无穷的力量 疯狂朝自己汇聚而来 他立马盘膝坐在原地 神色严肃 凤指月看着他进入修炼般的动作 顿时目光一阵闪动 这是要突破了吗 上次兵皇便说过 燕北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半步四级镜 如今得到神体两次赐福 恐怕再也无法压制 他如果真的在这里突破四级镜 真不知道将会掀起怎样的风暴 凤指月喃喃自语 神色有些震撼 天才有不少 一些圣地道子的确能够在这个年龄 达到神功镜高阶 但突破四级的却少之又少 神功镜与四级镜乃是一道分水岭 正常人光是让一条手臂 退凡便要数年 甚至十几年的功夫 而燕北才多大 如此年纪便就要跨入四级镜 这简直是骇然听闻 这消息如果一经传出 恐怕整个冬域都将震上一震 燕北此刻眉头紧皱 汹涌澎湃的能量在体内游走 仿佛要将他的整个身体撑爆一般 天眼内脸硕 他嘀吼一声 一股莫名的力量瞬间将全身包裹 但那股力量想要往周围扩散之时 却仿佛受到了什么阻拦 无法寸进分毫 但此刻燕北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要突破了 停止许久的境界 今日终于松了 哄 他体内轰的一声传出一声爆响 神体上的灵气疯狂地朝他汇聚而来 最后竟形成了一道 如漏斗般的灵气风暴 下方围观的人们 见到这一幕浑身一震 不知为何 他们此刻使用神念扫描神体时 却根本无法发现燕北的存在 他宛如消失了一般 但使用肉眼看去时 燕北却又静静地盘坐在第九百阶的位置上 这一幕令人嘖嘖撑起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八十一章 清帝 灵气风暴足足持续了一刻钟 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燕北呼出一口浊气 站了起来 一股难以想象的惊世之力 在他体内折服 他终于打破瓶颈 跨入四级镜了 并且 此次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镜声 他不光迈入了四级镜 修为更是一举冲破数个境界 达到了四级镜四重天 这应该是 他在神功镜大圆满境界 滞留太久的原因 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恐怖的镜声 他捏了捏拳头 感受着体内的恐怖力量 燕北露出了一抹笑容 如果能够相比较 如今的他 只需伸出一根手指 便能轻易 笨死一个十分前的自己 还剩九十九阶 不知道如今迈入四级 能不能登顶 燕北朝上方望去 看着那已经距离他不远的九百九十九阶 脸上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如果他之前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能够登顶成功 那么此刻他的信心 便没有那么足了 自从踏入九百阶 他所感受到的压力 前所未有的恐怖 他只要一动身 那么他 便会瞬间遭到一股 无比恐怖的力量冲击 就宛如一尊大敌 站在他的面前 不断地对他轰击 如今想要往前踏上一阶 都需花费他极大的力气 而到现在 还剩九十九阶 到底能不能登顶 就连他自己心里也每个数 下方围观的人们 此刻见到燕北 重新站了起来 顿时间 场面便沸腾了起来 我的天 九百阶 就连天龙神子都不过 才攀登了五百三十阶 而燕北竟然到达了九百阶 这还是人吗 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上方 那道白衣身影 燕北真的能够登上九百阶 是他们没想到的 那名开始赌局的青年 此刻脸都黑了 他好不容易赚点钱 此刻全部都要赔给凤芷月 关键是他还不敢赖账 这可是超凡神女 如果敢赖账 他敢保证 从天一秘境出去后 他的宗门就没了 已经九百阶了 拿来吧 正当他思考的时候 一道悦耳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凤芷月摊出手掌 满脸笑意地看着这位青年 开设赌局的青年 一脸乌黑 但也没办法 只好将刚刚的所有赌资 全部拿了出来 最后一清点 竟然还不够 他随即极为肉痛地 从自己的口袋 再填补了三十万灵石 这才交给了凤芷月 周围的天骄们 看着这五百万枚灵石 所散发出的光彩 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他们有的人 虽说也出生名贵 但是地位却不是那么高 所以 见到五百万枚灵石 出现在自己眼前 还是很心动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 敢做什么小动作 毕竟这是凤芷月 如果想要被灭门的话 尽管动手就好 火凤谷可是出了名的户端 神梯九百阶上 燕北调整了一下 自身的状态 将自己的精气神 调整至最巅峰 他准备继续攀登了 没有犹豫 燕北一步踏出 碰 一道闷哼声响起 一股难以想象的恐怖压力 骤然降临 燕北的双腿一颤 身体开始摇晃 差点倒了下去 好险 差点就功亏一篑了 燕北额头出现一丝冷汗 刚刚实在是太过惊险了 如果不是他迅速调整 恐怕他就摔了下去 果然 这九百阶之后 每一步都难以攀登 哪怕他跨入了四级镜 也同样举步维艰 就这样 燕北咬紧牙关 小心翼翼地开始攀登起来 每一个阶梯 他都需要休息几分钟 这里的压力 无时无刻都如排山倒海般 朝他镇压来 每一次攀登 都需要花费他不少力气 他必须时刻保持最巅峰的状态 否则一个不小心 恐怕就将坠落下去 九百三十阶 九百六十阶 当他到达九百六十阶的时候 除了神梯散发出一片 银白色的光芒外 外面的天空已经暗下来了 他已经站在神梯上 足足十个时辰了 但他此刻没有丝毫困意 也不敢有 如今已经九百六十阶 燕北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他要登顶 不知为何 他从感觉哪里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吸引着他 让他内心迫切地想要前往 同时他也在和石海中的 那颗小番茄沟通 本系统早已时刻准备就绪 番茄的声音 回荡在燕北的脑海中 让他的身体再度充满活力 下方围观的人群们 此刻也没有一人离去 甚至人愈发地多了起来 就连天一秘境中的土著生灵 也有不少人前来围观 神梯 这是一个远古的传说 相传神梯乃是上古年间 一位修为通天彻地的大能 亲手建成 为的便是检验后辈天资 传说能够登顶神梯的人 能够得到那位大能的赐福 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九百七十件 燕北低吼一声 虚空一片震动 无穷无尽的大道符文 在他的周身显化 哪怕他的身体此刻 也不禁有鲜血渗出 他朝上方看去 内心骇然 他快要达到极限了 但这阶梯 竟然还有二十九阶 还未攀登 这真的是检验人族天资的地方吗 番茄 我快坚持不住了 燕北朝着石海大吼道 在他石海中的那枚小番茄 顿时散发出一道光彩 叮 检测到此地乃是上古年间 清帝所创建的神梯 请问宿主此刻是否迁道 番茄的声音 从石海中缓缓传来 清殿 燕北目光疯狂震动 这神梯 竟出自大地之手 迁道 他忍住内心的震撼 对着番茄说道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奖励 万物母气顶碎片石梅 万物母气顶碎片石梅 燕北听到这里 差点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你敢不敢换个别的东西 他自从跨入了神功镜大圆满境界 每天迁道的东西 不是一枚万物母气顶碎片 便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番茄刚刚给他信誓旦旦的说 他准备好了 现在竟然还是给他奖励的碎片 虽说有石梅 但现在有个屁用啊 这简直要将他给气死了 他还指望这能够迁道 获得一些什么好东西 然后帮助自己继续攀登神梯 燕北脸上有些不甘心地 望着上方仅剩的二十九阶 双拳微微紧握 难道真的就要止不于此了吗 第八十二章 杜劫 今日迁道是燕北特意留到现在的 就是为了能给自己留个后手 可那丞想竟被番茄摆了一刀 可恶 罢了 再做最后一波吧 能不能登顶 就看造化了 燕北双拳紧握 长呼出一口气 收好十枚万物母气顶碎片后 他便准备继续攀登 可就在这时 番茄的声音再度从始海中传出 检测到宿主累计迁道 成功五百次 获取进阶大礼包一份 请问宿主是否此刻打开 番茄说道 进阶大礼包 打开 燕北浑身一震 连忙说道 第一次的新手大礼包 直到现在 他还记忆犹新 那一次 可是奖励的混沌天体 不灭金 所以 听到大礼包的这一刻 要不是眼睛睁不开 他的双眼都要冒绿光了 进阶大礼包 打开成功 奖励 提前为宿主 开启神体意象 混沌种青莲 奖励 天品魂器 是神剑 燕北目光露出疑惑之色 提前开启神体意象 混沌种青莲 这什么东西 还有一柄 如水晶雕刻成一般的小剑 拿在手中 宛如透明形状 混沌种青莲 乃是上古意象之一 也是混沌天体 所契合的异象 使用之后 可使宿主 周身一尺之内 万法不清 无惧任何道法 不过 此刻宿主实力浅薄 使用混沌种青莲异象后 仅可维持十秒 是神剑 天品魂器 可引于石海 以原神之力催动 能造成 出其不意的效果 番茄在石海中 不断为燕北讲解 这两样东西的用处 听到这里 燕北终于是松开了 紧握的拳头 露出了一抹笑容 混沌种青莲 万法不清 燕北深吸一口气 浑身一震 这也就是说 他只要使用了这异象 那么便没有任何 术法能够将它困住 也无法对它造成伤害 虽然只要十秒的时间 但这已经足够了 修饰的战斗中 一瞬间的误差 便能影响整个战局 还有他石海中的 这柄是神剑 更是一个偷袭用的质宝 魂器 这东西燕北 可是听说过 在红武大陆上 极为难得 而是神剑 还是最为顶级的 天品魂器 魂器顾名思义 专攻灵魂 只要被魂器所伤 大多数人都难以活命 毕竟灵魂受损 可不是肉身损伤 这般简单 这次的进阶 大礼包果然给力 饶使燕北此刻 也不禁为之振奋 有了这混沌种青莲 我看谁能足我登顶 燕北咧嘴一笑 此刻他信心满满 直接朝上方的阶梯踏去 975阶 979阶 980阶 燕北踏上980阶时 忽然 天地色变 天幕之中一片乌云 出现在他的头顶上空 其中闪动着一条条 雷蛇发出阵阵怒吼 仿佛上苍发怒 要惩治他一般 糟了 燕北豁然抬头 脸色一变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天法 修道本就是一个逆天形的过程 当修士跨入四级镜后 体内的所蕴含的力量太过庞大 这时 天道察觉后便会降下天法 想要将其磨灭 轰隆隆 原本漆黑的天空 此刻狂雷大作 一道道横雷 滑破长空 这是怎么了 下方的修士们望着天空 脸上一片骇然 不知为何他们内心 尽度生出一股畏惧之意 仿佛很惧怕上方的雷霆 是天法 好像是为了燕北而来 那开设赌局的青年此刻 脸色狂变 大吼道 他曾在族中 见到过自家老祖 突破境界时的样子 也是这般 只不过此次的声势 仿佛更加浩大 一股难以言喻的威压 笼罩着此处 让众人心里一阵压抑 快跑 否则会被天法 也当成目标 有人立马大吼道 随即转身变逃 神体下方原本乌鸦鸦的人群 此刻四散而逃 都不敢在此地久留 万一被天法物认为目标对象 最后被轰死化成结灰 那可就没地方 说里去了 我们也先离开这里吧 凤芷月 转过头目光凝重地 看着奇梦说道 奇梦抿着红唇 一脸担忧地望着上方 厌北他 别看了 我们在这里 是帮不了他的 还会给他造成负担 厌北定然会没事的 要相信他 凤芷月 看着天上的结云 愈发多了起来 脸色焦急地说道 奇梦再度担忧地 看了一眼 无奈之下也只要点头 随着凤芷月 以及火凤谷的弟子们 朝天节外围撤去 神梯 980街上 厌北一脸凝重地 望着头顶上空 那里传来了一阵阵 令他心计的力量 天法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了 这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难道自己真的要走下神梯 可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此次走下神梯后 他便要错失一个大机缘 厌北的脸色不断变换 内心极度纠结 他只要走下神梯 身体没有承受 如此恐怖的压力 那么度过天节轻而易举 可如今他不仅要承受 神梯的恐怖压力外 还要扛住天法的轰击 这可谓是腹背受敌 一个不小心便会栽在这里 几个呼吸后 厌北一咬牙 神色一横 马德拼了 老子就要 看看这传说中的天节 到底有多厉害 话音还未落 哄 一道赤红色的雷霆 便朝厌北批来 宛如上苍发怒了一般 这道雷霆一瞬间 便直接批在了厌北身上 他身上的衣物 直接瞬间破碎 不过厌北 却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上方 嗯 就这 厌北一脸纳闷 这天节 好像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 刚刚那道雷霆 批在身上后 他只感觉自己 仿佛被什么东西 给挠了一下 这一刻 天地仿佛寂静了一瞬 下一秒 轰轰轰轰 节云中仿佛有什么 存在发怒了一般 足足上百道雷霆 同时朝厌北轰来 远处围观的人们 吞咽了一口口水 满脸震撼 这真的是天法 而不是有人在针对他吗 他们只见到 神体所在的地方 一道道雷霆 噼里啪啦地 朝厌北轰去 根本没有一丝 想要让他喘气的意味 这不像是在杜劫 而像是一个 看厌北极度不爽的人 在疯狂地惩治他 第83章 吞噬天罚 不知过了多久 在漫天的雷霆 笼罩之下 厌北整个人 已经成为焦炭 口中有黑色的气体吐出 但是 那些雷霆 却还是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反而愈发地激烈起来 啪啪啪 一道道雷霆 不断轰击在厌北的背部 但他此刻 除了感觉有些酥麻之外 已经无感了 如今 他的混沌天体 已经小成 肉身强大无比 抬手间 便可开山断海 这种程度的雷霆 虽说对常人 依旧是恐怖无比 但对于厌北来说 已经让他感受不到 任何疼痛了 轰轰轰 天罚 宛如不知疲惫一般 也好像是厌北的姿态 让某种存在震怒 雷杰不要命地 朝他轰来 片刻后 980街上 厌北一脸乌黑地 盘坐在台阶之上 要不是此刻 他被神体的 恐怖力量所压制 无法欲空而起 否则他真的想要 飞到结云中去 看看 是不是有人 在刻意针对他 就算是天罚 也没有这么离谱好不好 这族族已经劈了 他几个时辰了 还不散去 这是要跟他死磕到底吗 不过好在 这几个时辰 钟厌北 也没有闲着 他运用雷霆之力 已经完全将是 神剑这柄天品魂器 彻底地融入了自己十海 与自己合二为一 雷杰感知到厌北 竟然毫发无伤 并且在利用他之后 劫云仿佛受了刺激一般 天罚降得更快 并且威力更大了 那么的 到底有完没完 燕北见到雷杰 继续向他披露 神色一横 脸上露出一抹疯狂 燕北站起身来 长笑一声 老子吃了你 他竟然张开大嘴 将朝他落下的雷杰 直接吞入腹中 远处围观的修士 看到眼前这一幕 脸色骇然无比 浑身一颤 他们看到了一道 模糊的身影站 在神梯之上 张开嘴巴 一口便将无数雷霆 直接吞入了腹中 如此震撼的场面 他们前所未见 吞噬天罚 这是在找死吗 天龙神子 凤指月等一众 天骄看着这一幕 内心骇然 他们都曾见到过 自家老祖杜劫时的场景 很清楚 这雷杰的恐怖之处 正常人面对天罚时 唯恐避之不及 而此刻竟然有人 直接将天上降下的雷霆 直接吞入腹中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此刻 没人注意到 在天神山的上空 一朵朵云彩凝结 随即化为了一张 有些模糊的人脸 由于此刻 正是深夜 便也没有人注意到 这一变化 那张人脸正在注视着燕北 他的脸上 又带有些许震撼 以雷杰淬炼自身 数个时代 都未曾见到过了 真是后生可畏啊 人脸的语气 有些惊叹 说完后 便消散在天幕之中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神梯上 燕北 将雷杰吞入腹中后 便开始炼化 有混沌体的加持 雷杰竟然他体内的一瞬间 便被同化为他的力量 他的气息不断攀升 随后再吞噬了几次天罚后 碰 一道闷声 从他体内传出 他又突破了 四级进五重天 我去 多来一点 燕北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他没想到 自己的一个突发奇想 竟然让修为更上一层楼 他立马兴奋地站起身来 张开大嘴 将天罚吸入腹中 完全不浪费一点 他最如同引雷气一般 无数的雷霆化 为一个漏斗 直接疯狂地朝他灌输进去 天杰仿佛震怒了 他也感知到了 这雷霆仿佛是伤害不了 此人分厚 并且还让他愈发地强大起来 最后 赏了燕北一到雷霆后 便终于停了下来 随即缓缓消散 诶 别走啊 燕北见到劫云散去 神色一惊 连忙吆喝着 他不说还好 一说 劫云散得更快了 仿佛很不乐意 见到他一般 燕北见到 这般场景 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 为什么不早点发现 浪费了这么多能量 要是他早一点发现 说不定此刻的 修为能够冲到四级进高阶 远处的修士们 此刻已经有些麻木了 他们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还能活下来 他可是吞噬了雷霆啊 并且他们还看到 燕北此刻的表情 仿佛有些意犹未尽 看他的表情 这天罚这么着他稀罕 搞不懂 搞不懂 别看我 我也没见过这种怪胎 修士们纷纷罢手 一脸震撼地 看着神梯上的那道身影 燕北 简直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从没有人知道 还可以这样杜劫 吞噬天罚 这是多么大胆的事情 一个不小心 便会万劫不复 天龙神子目光沉重无比 他假设将自己换到燕北 刚刚那种所处的境地 恐怕他连一个呼吸 都难以扛下来 燕北不仅仅是面对天罚 更是有着神梯 对他进行压制 让他站在原地 根本无法闪避 燕北硬炕下来了 所有雷劫 奉直月的美眸 也无比震惊地看着燕北 张嘴是雷霆 好八道的小子 那晚倒是小瞧了他 这已经不是成圣之姿了 哪怕是征战地禄 也不见得落入下风 直月 未来不管如何 你需尽量地拉拢燕北 此子前途无量 等他成长起来 恐怕就算是巅峰时期的 黄与圣地 也不是他的对手 冰皇的声音 传入了奉直月耳中 他也早被雷劫 从沉睡在惊醒 同样也是完整地看完了 燕北渡劫的整个过程 哪怕他身为圣人 也从未见过 如此震撼人心的场面 吞噬雷霆 这是多少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哪怕少年大帝 也不敢如此疯狂吧 奉直月浑身一震 再度朝燕北投去惊骇的目光 等他成长起来 连巅峰时期的黄与圣地 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事从冰皇口中传出 他自然不会胡说 燕北的潜力 当真如此恐怖 奉直月在内心对着冰皇问道 恐怖 丫头你还太年轻 此子岂能用恐怖来形容 说是逆天也不为过 刚当的天节 便早已说明了一切 正常人突破四级镜 岂会使上苍震怒 冰皇的声音 也有些震惊于感叹 第84章 混沌重青莲 神梯 980街 此刻劫云散去 天空再次平静了下来 那些围观的天骄们 也纷纷再次回到神梯下方 众人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神梯上方 那道白衣身影之上 它就像是一座不朽的封碑 仿佛任何事物 都不可能将它击垮 燕北此刻 深呼一口气 便继续准备攀登 咚咚咚 它每一步落下 都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响声 此刻的它 仿佛背负十万大山 连保持站立姿势 都有些吃力 它再度朝上方 攀爬了几个阶梯后 终于达到了 985街 到极限了 燕北脚步一顿 身体不断颤抖 一股难以想象的 恐怖压力 正在疯狂地对它压制 在985街这个位置 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 它现在连抬一下腿 不需用尽全身力量 它已经无力在攀爬了 前方还有14街 仅仅十几米的距离 此刻对它来说 宛如一道 无法跨越的鸿沟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 才能创建出这玩意 燕北暗骂一声 它都已经突破到了 四级近五重 可依然无法登顶 真不敢相信 能够在神体登顶的生灵 该有多么恐怖 不过 就真的这样直播了吗 下方的人群们 时时刻刻紧紧盯着燕北 看样子 它已经到达极限了 无力在攀登了 天龙神子目光一宁 开口说道 见到燕北 再也无力攀爬 不知为何 天龙神子的心里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奉旨约目光一沉 口中低语 这神梯 真的是来检验天赋的吗 它身为超凡势力神女 身怀火凤传承 依然只能攀登五百街 而据兵皇所说 燕北拥有逆天之姿 未来极有可能 从圣级领域超脱而出 成为震动宇内的至尊生灵 可如今 就算燕北有这等天资 却依然无法登顶 那这神梯 九百九十九阶 到底是为何等生灵建造的 神梯上 燕北表情异常严肃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如果和他的预想不一样 那么他真的变之不于此了 他在原地调整了半个时辰后 他再度站了起来 燕北仰天大喝一声 神梯一想 开 燕北神色一震 他身上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气势 伴随着一缕 铝灰白色的混沌 支气随后 直接炸开 哄 忽然间 虚空炸开 一道青色的光芒 从中冲出 随即降落在了 他的身旁 是一株青帘 浑身散发着混沌气息 仅生三片叶 却显得无比夺目 青帘轻轻一震 却能令天地震战 仿佛一下子定住了世间的一切 这便是神体异象 混沌种青帘 这一刻的燕北气息 不断攀升 身上散发出一道青色光韵 仿佛将一切都隔绝在外 万法不清 此刻神体上的压力仿佛被混沌清廉 全部吸收 那股对燕北压制的力量 瞬间消散 只有十夕时间 燕北没有犹豫 他一步迈出 哄 天地震战 大道轰鸣 整个神体都在散发出一道道璀璨光滑 燕北的身影如白鞠过戏一般 在快速地攀登 下方的人群们 此刻一脸惊骇地看着上方 怎么可能 卧槽 他不是没力气了吗 不少人纷纷露出惊骇之色 甚至有人过于震撼 从而口吐芬芳 天龙神子身体一颤 脸色发白 有些摇摇欲坠 他不敢相信 没错 燕北登顶了 有了混沌 肿清廉的加持 神体对他的压力顿时消散 他直接一步迈出 便达到了999阶 登顶成功 他不是没力气了吗 怎么突然一步迈出 便登顶了 还有他身旁那朱清廉是什么东西 场面顿时沸腾了起来 无数人都朝燕北投去目光 就连此界的土著们 也纷纷露出震撼之色 天神山屹立在此不知多久了 好似自上古时期便一直存在 天梯也曾不止开放过一次 每过千年便会开启 但这久远的岁月中 从没有人登顶过 神梯 999阶 当燕北踏上这里的那一刻 轰隆隆 天地忽然开始震战 神梯爆发出无尽光滑 有真龙真风的虚影 在空中凝聚 降下一道道锐彩 这一刻 燕北神色一阵恍惚 表情陷入呆滞 他仿佛进入了一处奇异之地 这里是一片虚无空间 他感知到不到这里有任何东西存在 只有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此处 也不知过了多久 你终于来了 一道充满雌性的声音 在燕北的背后响起 在哪里出现了一道 有些模糊的人影 是谁 燕北神色一惊 豁然转身 立马朝后方望去 此地一片虚无 没有任何光线 就连他的神识 也受到了压制 根本无法探出 此刻双眼无法睁开的他 成了真正的盲人 别紧张小家伙 我没有恶意 让你来此不过 是为了归还一样东西 一道轻笑声 从燕北不远处传来 同时那人影大手一挥 哄 无尽的时空破开 一尊通体散发炙热温度的红炉 撞碎虚空 降临出现在此处 红炉在虚空中沉浮 随即人影伸手 将上面的盖子掀开 一道奇异的波纹 在虚空扩散 随即从里面 飞出了两颗 散发混沌气息的圆球 当圆球出现的那一刹那 燕北的脸色 豁然一变 此刻在他的脑海中 竟然出现了一幅画面 正是此刻自己的样子 就连那轰炉 他也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令他震惊的是 这视角并不是在他所在的方位 而是在他的正对面 这是 我的 眼睛 燕北指着那两颗 散发混沌气息的圆球 有些骇然地说道 第85章 灰暗的世界 混沌之眼 没错 这两颗散发混沌气息的圆球 正是燕北的双眼 可燕北脸色一变 连忙伸出手 朝自己的脸上摸去 下一秒 他的脸色一白 连连往后退去 他的双眼 虽说一直无法睁开 但却依旧在他的眼眶之中 可如今 他摸到自己的眼眶时 却发现 里面依旧空无一物 他的眼眶是空的 难道自己一直无法睁开眼睛的原因便是 自己根本就没有眼球吗 想到这些 燕北的内心一阵颤动 同时 画面继续传入他的脑海 他看到自己站在一旁无音虚空中 一脸惊骇地摸索着自己的脸庞 不过当他 朝眼球望去之时 只看到自己的眼神 宛如黑洞一般 有些恐怖 我的眼睛 燕北有些失神 他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没有了眼睛 那道人影 看着燕北此刻的面前 摇了摇头 哑然失笑 别紧张小家伙 我只是 借用了一下混沌之眼 这便还你 随即 燕北见到人影一挥手 一道青色的光芒 便将那双混沌之眼锁笼罩 缓缓地朝燕北所在的方向飞来 燕北站在原地 身体微动 随即便平息了下来 不知为何 他感到眼前这尊人影 不会伤害他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随着混沌之眼 缓缓地落入燕北的眼眶中 他的表情逐渐舒展 他的视线恢复了 就如同原来一样 不过在他的瞳孔中 有一株青色的莲花 缓缓绽放 忽然 这 这是 燕北站在原地 表情猛的一变 一道记忆碎片 从眼球中传入他的大脑 随即 他便见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场景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地 整片天空 都是灰蒙蒙的 充满萧色之感 就连一切植物 也都呈现出灰暗之色 那里仿佛没有色彩 没有阳光 只有无尽的灰暗 笼罩着整个世界 忽然 他看到在大地尽头处 出现了数十道小黑点 随即眨眼间的功夫便已经降落在他眼前 这是一群怪物 他们身材高大魁梧 浑身不满漆黑的鳞片 站在地面上 对着自己张牙舞爪 燕北感受着那些怪物的气息 内心升起一阵阵寒意 其中最为弱小的存在 他竟然都无法感知到对方的具体修为 这说明对方的修为 远超于他 清电 你早已死去 为何迟迟还不消散 这时 其中一尊恐怖身影站出 进口土人员 对着自己所在的方位暴和道 直到现在 燕北才看到 原来在自己身旁 站着一尊伟岸的身影 那是一尊伟岸的身影 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便让虚空一阵颤动 仿佛随时都将崩裂一般 无穷的大道符文在显化 天地在震战 大道在轰鸣 燕北看得有些呆滞了 这认出了这道人影 这便是当初 他即将要进入天一秘境时 所见到的 那尊恐怖身影 当时不过对望一眼 他便直接失明了 所以对于此人 他记忆犹新 原来 他叫做清帝 燕北难难自语 不灭掉你们这群肮脏的家伙 本帝又如何得以安息 这名叫做清帝的伟岸男子 神色默然开口说道 凭你一道残念 便想灭掉我们 你本尊降临至此还差不多 那尊怪物 站在原地一阵吃笑 不试试 又怎会知道 清帝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当年你成帝后 将我足追杀至这等阴暗的下等世界中 这仇我还没找你报 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的确 你在世时 哪怕进入暮年 也无人敢与你争锋 但如今你死后 仅凭一道残念便敢孤身前来 实在是太不将我等放在眼中 一起动手 斩了他这道残念 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那道恐怖的怪物身影 此刻正无比怨毒地看着清帝 仿佛想要将他生吞活挂 哄 这群怪物宛如蜂魔 直接朝清的扑来 今天的杀伐之意 瞬间将此地笼罩 天上的星辰此刻都在颤动 大地在崩裂 虚空在坍塌 燕北的心中一惊 通过眼球的视角 他都感觉自己已经要窒息了 面对那种恐怖的力量 他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就在此时 清帝转过头 对着自己说道 小家伙 借你的眼睛一用 也没有问燕北同不同意 他的眼球便出现在了清帝手中 燕北依稀看到 清的化身成了一株混沌清廉 随即冲进了自己的眼睛中 下一秒 他仿佛感觉到 自己的双眼 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股力量强大到他内心振战 仿佛他一个念头 便能将世间一切东西全部毁灭 他看到 那些怪物在自己的眼前哀嚎 惨叫 竟然是混沌之眼 他怎么将这鬼玩意都找到了 快逃 那为首的怪物 带着自己的手下 朝远方逃去 但是清帝明显不想放过他们 他见到自己的视野在疯狂推进 眨眼间便已经追上了这群怪物 九天风戒 清帝漠然的声音传了出来 虚空中顿时出现一道道秩序神炼 仅仅瞬间便将这群怪物全部束缚 让他们在原地无法动弹 扯物 混沌之眼这种鬼东西 怎么会被你拿到了 怪物疯狂地咆哮 但却根本无济于事 这秩序神炼 他们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挣脱 时代早已变迁 如今我见到混沌天体出世 这些事情本该是他未来所做之事 不过 本帝想起往日种种 杀意无法压制 这才借他双眼一用 清帝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听到这里 燕北内心咯噔 自己的体质竟然被清帝发现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惊慌 清帝乃是递进生灵 探查到自己身具混沌天体很正常 混沌天体 这种体质竟然真的存在 那怪物露出不可置信般的神色 满脸惊骇 多说无意 你们这些残暴的生物 死来 清帝冷哼一声 随即再度回到了眼球中 一道道混沌之气直接炸开 怪物们相继陨落 本作不服 我乃准地 你一道残念 凭什么杀我 为首的那尊怪物 在疯狂地咆哮 企图挣脱秩序神炼 虚空隆隆作响 就连天上的星辰都被他吼落 准地 虽距离地只有一线之隔 可其中差距 你这等东西 是无法想象的 死吧 清帝冷哼一声 乾坤震动 那怪物也停止了挣扎 身躯在一点点消融 就连这片世界 此刻都在坍塌 都在溃散 第86章 清帝拜托的事情 很快 这片灰暗的世界 再不断地溃散 崩溅 无数的怪物在哀鸣 惨叫 他们都是 刚刚那恐怖生灵的后代 不过清帝并没有留守 直接将其斩灭 就这样 在燕北的眼中 一个浩瀚的世界 不断走向破败 直至消亡 最终 他亲眼看到 这方世界 在宇宙中化为废土 被清帝一掌 震成粉机 飘散在无垠星空中 看到这里 燕北内心无比骇然 这便是古之大地的力量吗 那怕只剩下一道残念 毅然可以毁灭一方世界 这种力量 是他目前无法想象的 这时 小家伙 看完了吗 一道声音 传入燕北的耳畔 瞬间将他惊醒 直到此刻 燕北才回过神来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记忆碎片中 那尊伟案存在 清帝 只不过 他此刻的气息 并没有记忆中那般摄人心魄 反而让人感觉极为温和 燕北深吸一口气 连忙说道 见 见过清帝前辈 刚刚的画面 还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重复 纵然此刻清帝身上 没有半分气机流露而出 但是那股与生俱来的威严 还是让燕北内心一颤 无需多礼 不愧为混沌天体 竟能凭借四级进修为 登顶神梯 清帝站在原地 露出了一副饶有兴趣的眼神 他的目光 在燕北的身上不断扫视 暗暗点头 混沌天体 这种传说中的体质 此刻就出现在他面前 就连清帝也没有想到 这种体质 竟然真的存在 神梯乃是他上古年间 建立而成的 想要登顶的难度 他自然知晓 哪怕是他自己 想要登顶 也至少需要超凡级修为 常人更是需要圣人修为 才有机会 而燕北倒好 竟然凭借四级进 便成功登顶 实在是让他也颇为惊讶 看着清帝在自己身上 不断扫视 燕北的内心一阵颤抖 他感觉到 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力量 涌进了自己的身体 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好在那股力量没有丝毫恶念 否则他将瞬间殉灭 这时 清帝眉头微微一皱 开口说道 小家伙 修为晋升得太快 可不是一件好事 他随即抬手一指点出 一朵青色莲花在虚空呈现 一缕缕混沌之气 萦绕在莲花之上 让虚空一阵颤动 随即朝燕北所在的地方 缓缓飞来 燕北注视着莲花 他能够感觉到 里面所蕴含的澎湃能量 但是他没有反抗 任由莲花进入了他的身体 在莲花进入燕北体内的瞬间 便化为了一道极为精纯的能量 这股能量极为温和 在他的四肢百骸中流转 片刻后 破 燕北脸色一变 猛的一口乌黑色的血液 从口中喷出 当这口乌黑色的血液吐出后 燕北的精气神 明显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多谢前辈出手 燕北连忙对着清帝深深一拜 他从穿越到至今 不过历史不到两年时间 便从炼气境 一路攀升到了四级境 一开始都是迁到所获得的的修为 倒是无比凝实 可是刚刚突破四级境后 一路连破五阶到达四级五重天 这种大跨度的晋升 已经让燕北体内的根基有些不稳 甚至刚刚吞噬天罚强行晋升 雷霆蕴含毁灭之力 已经在燕北体内造成暗伤 燕北虽说已经发现 但却无力根治 只能后面再想办法 不过好在遇上了清帝 这暗伤如果不仅快调理 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些暗伤便会对燕北 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此时 清帝已经将他体内的暗伤全部抚平 甚至燕北感觉自己的根基 仿佛都被重塑了一半 这种逆天手段 恐怕也只有眼前这位才能做到 修为 最为重要的便是基础 如根基不牢固 纵然攀登至最巅峰 依然可随时倾覆 清帝极为严肃地对着燕北说道 燕北浑身一震 连忙再度一拜 小子明白了 仅听前辈教诲 此时的燕北没有半分傲气 看到燕北的样子 清帝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燕北瞳孔一缩 有些震惊 清帝大人 您的身体 他指着清帝的左臂 满脸震惊 此刻的清帝的身躯 竟变得几分虚幻 仿佛随时都要消散一般 甚至他的左臂处 已经有一处消散不见 燕北所见到的清帝 本是一道残念 每出手一次 实力便会锐减几分 上次出手灭掉一个世界 已经用尽了这道残念内 九成九的力量 他本该早已消散 之所以残存至今 便是想要亲眼见见 这天地间的至强体质 混沌天体 如今帮燕北重塑根基 让他原本便仅存不多的能量 再度锐减 清帝的身躯 此刻宛如烛火一般 明灭不定 仿佛随时都将熄灭 都怪我 否则前辈也不会如此 燕北面露自责 他知道清帝即将消散的原因 是因为出手为他重塑了根基 否则凭借这道残念的力量 清帝根本不至于消散 无妨 我本早该消散 如今见到你 也不忘了却我一桩心愿 清帝随意地笑了笑 并未在意自身的情况 他身为帝者 早已经将生死看淡 更何况他早已陨落 如今只不过是一道执念罢了 今日让你来此 除了归还你的双眼外 本帝还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清帝的脸色 突然变得有些严肃 燕北听到这话 只感觉头皮有些发麻 清帝拜托自己事情 不过燕北 受了清帝恩惠 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前辈有何事吩咐晚辈 清帝没有说话 而是大手一挥 一幅画面便呈现在虚空中 这是一片锦绣繁荣的大陆 足足有整个冬域那般大小 不过下一秒 燕北脸色猛的一变 浑身一震 这是天一秘境 他认出了这片大陆 这不就是他此刻所在的世界吗 第87章 世界本源 暗世界 天魔 没错 正是天一秘境 准确地来说叫做天青大陆 清帝淡淡一笑 天一秘境叫做天青大陆 还不等燕北说什么 清帝的手掌便朝虚空探去 随即一块闪烁着光芒 像是云团般的东西 便出现在他手中 这 是 燕北目光紧紧地盯着清帝手中的云团 他竟然从这东西体内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意志 难道他是一个活卧 这便是天青大陆的世界本源 清帝伸手在能量光团上轻轻抚摸 仿佛一位慈祥的父亲 正一脸关怀地看着自己的孩子 世界本源 燕北神色顿时一片震撼 当然听说过世界本源 世界本源乃是一方大世界 所诞生出的一道意志 拥有自己的思维 能力超乎寻常 寻常修饰根本无法预见 更别说如清帝这般抓在手中 想必你也知道 本帝不过只是一道执念 如今我即将消散 但唯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那便是这方世界 清帝轻叹了一口气 强如地者也不禁心有遗憾 不,不要离开我 清帝手中的云团 忽然闪烁着一道刺目的光芒 随即化为一个三岁大小女孩的模样 小女孩抱着清帝的大腿抽叶 一股极度悲伤的气氛在此地蔓延 而此刻的天移秘境 整个世界突然电闪雷鸣 很快便下起了瓢泊大雨 只要身在此界的生灵 此刻都能感受到 一股极其压抑的气氛 充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小女孩便是天青大陆的世界本源 她的每一个情绪波动 都将感染着整片世界 她叫小青 我一直这么称呼她的 清帝蹲下身子 宠溺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随即 清帝不知从哪里 拿出了一团灰暗色的世界本源出来 交给了小青 小青这才停止了哭泣 外界也才恢复了正常 燕北看到那团灰暗色的本源 神色一阵 她能够感受到 其中散发出的契机 正是她双眼所见到的那个世界 小青拿着这团本源 仿佛很是开心 像吃棉花糖一般地啃了起来 表情很是喜悦 燕北看着眼前的一幕 震惊地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她看到的是 两个世界的碰撞 她所在的这方世界 正在一点点地吞噬着那灰暗世界 你知道 为何我们的世界有缤纷的色彩 为何这团本源所化成的世界没有吗 忽然 清帝转过头 认真的看着燕北问道 燕北不知道 清帝为何突然这样问 晚辈 不知道 燕北沉吟一瞬 摇了摇头 如果不会通过混沌之眼 她此刻连这灰暗世界都认不出来 岂能知道别的东西 因为拥有色彩的世界 大部分是人族或者妖族生灵所孕育而出 清帝缓缓说道 拥有色彩的世界 是人族或者妖族所孕育而出的 这还真是触及到了燕北的知识盲点 恐怕不只是她 就连整个冬域恐怕都没有几人知道吧 那这灰暗的世界 难道是那群怪物孕育而出的 燕北忽然突发奇想 常识性地说道 清帝极为诧异地看了一眼燕北 你说得不错 如你所见到的灰暗世界 皆是他们所孕育而出 我们叫做暗世界 暗世界 这是什么东西 燕北从未听闻过 那群怪物到底是什么存在 前辈为何不惜毁灭一方世界 也要将它们斩灭 燕北对那些怪物也起了好奇心 想要弄清楚 它们到底是何物 毁灭一方世界 要是本地还未作画 定要杀到地狱界 将那群天魔斩尽杀绝 哪怕毁灭一方星域也在所不惜 清帝的气息忽然变得无比冷冽 它每一个字吐出 都让虚空一阵颤抖 仿佛随时都将崩塌一般 就连坐在它脚边的小青 此刻也露出一抹畏惧之色 燕北更是吓得不敢说话 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同寻常的信息 地狱界 天魔 天魔应该就是说的那些怪物 但是地狱界又是什么地方 燕北的内心充满疑问 小家伙 你要知道 人族乃至于整个光明界 都与地狱界有不共戴天之仇 往后你正到成帝后 定不可泯灭初心 清帝的神色仿佛很激动 紧紧地看着燕北 燕北一脸呆滞 他根本不知道清帝在说些什么 正到成帝 清帝竟然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但不可泯灭初心 他最初的愿望 便是狗在囚龙山中当一条咸鱼 直到后来 随着他的修为不断攀升 他开始渴望自己变得更强 所以他走出了南荒 来到了这天衣秘境 清帝仿佛也察觉到了 自己的情绪有些激动 随即冷静了下来 就这样 两人半想都没有说话 天魔 地狱界 燕北此刻的脑袋 已经嗡嗡作响了 他觉得自己今天所获得信息量 实在太过庞大了 暗世间 天魔 地狱界 这都是什么地方 什么存在 他一概不知 罢了 现在与你说这些还太早 未来你会慢慢明白的 清帝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这一刻 他的身躯仿佛苍老了许多 燕北沉默许久 最终开口说道 欲气无比坚定 前辈放心 不管未来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会忘记 我身为人族的这一身份 听到这话 清帝站在原地有些出神 正正地看着燕北 好小子 不愧是混沌天体的拥有者 如此 我也好放心 将天青大陆交给你 清帝仰天大笑 声音震耳欲聋 表情有难以掩饰振奋 将天青大陆交给自己 燕北有些猛圈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接下来 他很快他便明白了 小家伙 我时间不多了 趁现在我还有一丝力量 可帮你炼化天青大陆 未来希望 看在本地的情面上 好生对待小清 清帝的声音有些急促 他的身躯更加地虚幻起来 仿佛即将消散 他伸出大手 燕北的身体 瞬间便被不由自主地朝他飞去 地面上的小清 将手中的灰暗本源扔掉 抱住清帝的大腿 再度开始哭泣 他也许也能感受到 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正在离去 此时 整座天移秘境 也是整片天青大陆 此刻都在颤动 无穷的道光在显化 灵气在奔腾 神功镜以下 修为卡在瓶颈上的修饰 开始纷纷突破 直接晋升了一个境界 无数的人们纷纷跪在地上 开始朝拜 他们认为这是上苍 在为他们赐福 第88章 主宰诞生 神梯下方 所有人都震撼地朝天上望去 轰隆隆 虚空震动 云雾翻涌 随即在天空中凝聚出来一道 无比伟岸的身影 他就静静地站在哪里 却仿佛映照诸天 令万物生灵都为之颤抖 一股无法抗拒的意志 贯穿整片天地 天衣秘境中的土著生灵 进阶跪倒在地 朝着那道身影朝拜 这是什么 从天一城而来的天骄们 一脸骇然地看着天空中那道虚影 他们并没有吐住 生灵感应的那般强烈 但他们也能感知到 此刻的天衣秘境 正在发生一个惊天巨变 就在此时 凤侄约怀中的 一枚水蓝色的印记 开始发光 冰皇从中飞了出来 他满眼震惊地 看着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主宰 天衣秘境 竟然诞生了主宰生灵 他的语气有些畏惧 甚至惊恐 在场之人 无不一脸好奇地看着冰皇 他们并不知道 这是一位怎样的存在 只有天龙神子的脸色变了变 连忙朝冰皇一拜 见过冰皇前辈 身为超凡势力传人 他自然听说过 火粪谷的历史 而冰皇他也有所耳闻 乃是千年前 震动冬域的圣级强者 此刻竟然出现在了此处 不过冰皇并未搭理天龙神子 而是将目光看向后方 火粪谷弟子听令 立刻捏碎令牌 返回天翼城 冰皇的语气 无庸置疑 甚至有些急切 火粪谷的女弟子们 目光中闪烁着一丝疑惑 不过对于自家老祖的命令 他们还是不敢违背 当即便直接捏碎令牌 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原地 老祖 这是什么意思 奉执岳走上来 疑惑地看着冰皇 天一秘境 有主宰诞生 只有我们需赶快离开 此界不宜久留 否则将会有殒命的危险 冰皇抬头有些畏惧地 看了一眼虚空中 那道伟案的身影 身为圣人 他自然是感应到了 这片天地的变化 此刻的天一秘境的世界之力 竟然正在源源不断地 朝一个地方汇聚而去 正是虚空中 那尊虚影所在的位置 这种情况 他自然知道代表着什么 此界 由掌控世界的主宰诞生了 冰皇的声音 并没有丝毫遮掩 在场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竟然出现了主宰 天龙神子 脸色狂变 他身为神子 自然是听说过主宰的存在 主宰乃是一片世界的 绝对掌控者 不论你拥有何等修为 何等强大的手段 只要在拥有主宰的世界中 你将永远不可能是 他的对手 除非你的力量 能强过一个世界 可想要自己的力量 比一个世界的强 哪怕是圣人 也无法做到 更恐怖的是 每当一个世界 出现主宰出现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清除异端 像他们这种外界而来的人 就会被主宰当成异端 直接给清除掉 天龙殿弟子听令 立刻捏碎手中令牌 返回东狱 天龙神子也是立马 反应了过来 连忙吩咐道 天龙殿的弟子们 也纷纷听命 捏碎令牌 化为流光消失在原地 你们也快离开 否则主宰苏醒 会将你们全部抹杀在此 天龙神子临行前 好心地提醒了一下 那些一起 从天异城而来的天骄们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脸色大变 对于主宰一些人 还很是陌生 但听到天龙神子所说 他们也不敢再耽搁 直接将令牌捏碎 就连天龙神子都跑了 自己留在这里 岂不是跟送死一个样 天一秘境出现主宰 这一变故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如果此时不离开 等到主宰完全苏醒 恐怕想走也难了 这主宰是谁 他们并不清楚 万一对方封锁世界 那么他们就算 拥有天大的本事 也将拥有被留在此界 虽说秘境中 还有诸多遗迹未曾探索 但在场的天骄们 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所以他们也不再犹豫 直接纷纷捏碎令牌 离开了天一秘境 毕竟性命留着 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 天神山的人不断消失 很快 便只剩下了凤纸月 兵皇与启梦三人 纸月 带着兵破玄体 迅速离开天一秘境 兵皇急切的声音 传入凤纸月的耳中 凤纸月脸色微变 朝着神梯上方看去 烟北还在上面 此时 兵皇也仿佛反应了过来 刚刚主宰气息的出现 让他神魂震动 一时间乱了方寸 直到凤纸月提醒他 才漠然想起神梯上方 还有一人存在 烟北此刻盘坐在神梯之上 纹丝不动 仿佛陷入了某种修炼境地 启梦此刻也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朝神梯所在的位置 跑去 他一步步地攀登而上 可最终爬到了一百阶的位置 便直接被震飞了出来 启梦瘫坐在地上 一股无力感涌上了心头 他竟连唤醒烟北的能力都没有 烈 一声恐怖的叫声在场中响起 兵皇顿时腾空而起 化为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大神皇 他想要将烟北带下来 这位年轻人潜力无穷 他也不想任其陨落至此 兵皇朝着神梯所在的方向飞去 可刚一靠近 哄 神梯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强如兵皇也直接被震飞出去 神梯乃是亲弟亲手建立 想要上去 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便是一步一步地攀登 纵然兵皇乃是圣人 但依旧不能强行登顶 小子 快醒醒 兵皇再次从地面爬起 双翅一阵 仰天对着神梯咆哮 可就算兵皇的声音震耳欲聋 但燕北却依然盘坐在原地 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 糟了 看到这一幕 三人的心沉到了谷底 第八十九章 离开秘境 我已经尽力了 现在必须立刻离开 我能感觉到 主宰即将苏醒了 兵皇的身躯不断缩小 化为之前的模样 神色无比凝重 兵皇前辈 纸月 你们先走 我要留在这里等他 启梦翘脸有些发白 对着凤纸月说道 胡闹 主宰出现 第一个便是要斩掉 我们这种外界而来的生灵 留在这里 简直就是白白送死 兵皇怒斥一声 启梦拥有兵破玄体 事所罕见 是最适合继承 他兵之一道的人选 兵皇自然 不想让他白白陨落在此 凤纸月站 在原地有些出神的 望着神梯上方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不会离开的 启梦神色无比坚定地说道 他是一个倔强的女子 纵然知道可能会死 但他也绝不会抛下燕北一人 兵皇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脸色巨变 快走 来不及了 他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那枚水蓝色的印记之中 随即两股力量从中涌出 直接将凤纸月与启梦的令牌震碎 此时 兵皇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实在不忍心 兵破玄体陨落在此 不 启梦见到令牌破碎 顿时脸色大变 他伸手朝神体所在的方向抓去 但下一秒 嗡 一股莫名的力量将他包裹 随即凤纸月与他直接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天神山 就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 哄 整个天青大陆隆隆作响 这一刻 真龙腾空 神皇盘旋 玄武拓路 一条条锐彩 一道道神灰 随即在虚空中 凝结成了一条璀璨的金光大道 延伸至天神山 盘坐在神梯之巅的燕北此时 也缓缓睁开双眸 一抹璀璨的金光在他瞳孔炸开 他站起身来 踏上这条金光大道 一步迈出 消失在了天际 虚空中 唯有道光在闪烁 化为九天雷鸣流下 天地都为其降下异响 整个天青大陆 无数人此刻为之金句 不管身在何处 都能看见这条延伸至宇宙镜头的无敌大道 燕北一步迈出 日月山河 全部倒退 脚下道文浮现 瞬息间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这种速度过于可怕 让人惊恐 它迈步 犹如穿透虚空 那条金光大道 以及各种天地奇景 都跟随他一起远去 这一日 天青大陆大阵 无数生灵都在颤抖 纷纷感受到了主宰的气息 无不向那个方向朝拜 仅仅半刻钟的功夫 燕北便踏遍整个天青大陆的每个角落 很快 他再度回到了天神山 他独自坐在神体之上 前辈 小青 燕北的双眸 竟出现了一丝落寞 此刻他已经身为天青大陆的主宰 可他内心 却并没有感到半分喜悦 反而一股愧疚涌上心头 这是青帝前辈 用尽了最后的力量 送给他的一场造化 想要拥有一个世界 非至尊生灵不可 如今 他不过才四级境 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对他的好处可想而知 并且如天青大陆 这般成型的世界 更是难得 纵然是 一些准地 也无法拥有这等世界 同时炼化了天青大陆后 他也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天青大陆 竟是青帝前辈自身 所预御出的世界 前辈 放心 这一方世界 我定会为你好生照看 不会让天魔入侵 燕北站在坐在神梯上 低难自语 这也是青帝 为何将天青大陆 交给他的原因 如果一个世界 没有主宰存在 那么天魔感知到后 便会入侵这方世界 到时候 以天魔的残暴程度 整片世界的生灵 都将被奴役 被荡成血石 尸山古海 一点也不夸大 直到最后吸干 这个世界的本源之力后 天魔便会将世界毁灭 这也是青帝痛恨天魔的 主要原因 长叹一声后 燕北抛开了内心的杂念 罢了 先回去吧 他应该也等急了 燕北摇了摇头 随即身影 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东狱 天异城 已经在天异城上空 凝聚而成的黑洞 足足持续一跃有余 除了一些遇到危险 迫不得以捏碎令牌的 天骄回来之外 这黑洞便无任何动静 就在此时 问 许久未曾有过动静的黑洞 忽然产生一阵波动 有人出来了 街上的人们纷纷驻足 朝天空看去 想知道 到底是哪位天骄回来了 忽然 一阵香气扑面而来 黑洞中陆续走出数十位 身穿长裙的貌美少女 他们都是来自火粪谷的弟子 火粪谷 他们怎么全回来了 众人面露疑惑 可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黑洞再次颤动 天龙殿的弟子们 也纷纷出来了 就这样 参加天一秘境的天骄们 陆陆续续地从黑洞中走出 众人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从天一秘境出来的人 都是黑着脸 伴随着一道龙银声 天龙神子也一脸沉重地走了出来 就连天龙神子都出来了 天一秘境结束了 人们纷纷猜测 就连城主天灵此刻 也是一脸奇怪 照理说 天一秘境应该没有这么快结束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神子 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然你们这么快便回来了 天灵出现在虚空 对着天龙神子问道 天龙神子深吸一口气 也没有隐瞒 天一秘境有主宰诞生了 这句话一出 无数人都露出疑惑之色 他们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听到这话的天灵 神色一变 连连后退束步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当然知道 天一秘境中诞生 主宰了是什么意思 此刻 天秘阁深处 数位年迈的老者 跪在一座祠堂中 祠堂中 供奉着一幅画像 那是一位 身穿一袭青色长袍男子 背负双手凝望着虚空 哪怕只是一幅画像 却都栩栩如生 让人一眼看去 便能感觉到 一股气吞山河之意 恭送大帝 几位老者 跪在画像前 痛哭流涕 他们已经感应到了 那股 一直庇护着他们的气息 此刻已经完全消散 清帝最后的残念散去了 诞生了主宰 你可知道是何方圣灵 天灵神色一震 对着天龙神子问道 不知道 那股气息震动天地 我等不敢久留 天龙神子叹息一声 缓缓摇头 天灵文言也不禁沉默 也是 那位挑选的存在 岂会被别人窥破了身份 同时 此刻的街面 已经开始沸腾了起来 那些刚刚从秘境回来的天骄们 纷纷都在给自己的好友 长辈们 谈及在天一秘境中 所遇到的事情 其中燕北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第九十章 冰皇的叹息 天一城 此刻的天一城人潮拥挤 所有参加秘境的天才们 都已经回来了 一位刚从秘境中返回的天骄 正在给朋友们 讲述自己 在秘境中所遇见的事情 那燕北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邪火 有人发出质疑声 那是自然 我刚刚才从秘境中回来 还会骗你不成 少年痴笑一声 燕北此刻 自然成为了大家 共同的话题 毕竟他在天一秘境中的表现 可谓是震惊了无数人 就连天龙神子 和凤凰神女 都才攀登了五百多街 而那燕北 竟然登顶了 不断有人发出质疑声 听到这些 天龙神子的脸色 黑得如锅底一般 不过他也没有发怒 毕竟这些人 并没有夸大其词 大家看到 天龙神子的表情 浑身一震 他们知道 这恐怕是真的 否则神子早就发怒了 天龙神子的目光 在场中不断扫视 最终停留在了 奇梦身上 双眸闪出一丝疑惑 他并未发现燕北的身影 难道 那家伙 还在神梯之上 此刻 不仅天龙神子 反映了过来 场中的天骄们 也反映了过来 他们刚刚离开 秘境之时 燕北好像的确在神梯之上 那家伙不会 已经被主宰灭杀了吧 有人发出惊呼 说出了大家 内心一个共同的想法 刚刚主宰诞生 燕北却在神梯上 闭关修炼 此刻 就连启梦都出来了 而燕北 却不见人影 在一些人看来 恐怕燕北此刻 已经被主宰 当成一端 给灭杀掉了 你们讨论的燕北 到底是何人 一些人 还是面露疑惑地说道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谁 不过 当后来有人说出了 他的事迹后 众人才反应过来 原来那位当街 镇压黄蜂的狂人 城主府酒宴上 强势出手 击败霸 全宗天骄的白衣青年 被云龙王国 派人缉拿的人 竟是同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燕北 斩神宫九重境界的城主 灯神梯巅峰 燕北 在秘境内 所做出的惊天之举 也被大家曝光了出来 众人听闻后 纷纷被震惊得不清 他们本以为 此次秘境之行中的主角 将会在天龙神子 和凤凰神女之中诞生 可让众人 万万没想到的 竟是出了燕北 这样一匹黑马 竟能够力压超凡神子 神女两人 燕北身上的光环 实在太过璀璨 让天龙神子 与凤指月两人 都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不过 有人轻叹一声 为之感到可惜 天一秘境中 有竹崽出现 恐怕燕北 已经被灭杀了吧 毕竟一个人的天赋在墙 但是面对竹崽 还是与蝼蚁无异 竹崽 这两个字 让不少人 感到无比陌生 很快大家翻阅古籍 或询问身边的老人后 便才得知 竹崽的意义 竹崽 乃是一个世界的掌控者 修为通天彻地 在他所掌控的世界中 没有任何存在 能够与他抗衡 当然想要成为主宰 也有一个硬性条件 那便是要得到 世界本源的认可 并且炼化整个世界 这种精识之力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想要炼化一方世界 至少得是至尊生灵 亲自出手 否则绝无可能 半刻钟后 火凤骨所在的位置 所有人都一脸期盼地 望着天空 都希望那道白衣身影 能够出来 可惜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刻钟 那道身影 还是未曾出现 凤指月怀中 那枚水蓝色的印记 开始发光 随即从中走出 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正式化为人形的冰皇 冰皇的容貌绝美 气质与启梦 颇为相似 只不过他却更为清冷几分 不带有丝毫烟火之气 宛如从九天降下的折仙一般 见过老祖 火凤骨的弟子们 连忙跪倒在地 冰皇微微抬手 随即抬头注视着 天移秘境的出口 长叹一声 真是可惜了一道 冠绝一代的天骄 听闻此言 原本满脸忧愁的凤纸月 更是胶躯一颤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凤纸月抬头看了一眼 上空中的黑洞 又看了一眼怀中 晕厥过去的奇梦 颤声说道 老祖 真的回不来了吗 饶式兵皇的神色此刻 也是一案 微微摇头 凭借四级静修为想要 从主宰手中活命岂有可能 纵然是本圣全圣时期 也会瞬间被灭杀当场 更何况 他没有说完 但所有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主宰 不可抗衡 圣人亦不可敌 兵皇的神色 很是遗憾 燕北是他这一生以来 见过天父 最为杰出的人 如果不是他的道法 只能由兵属性体质 来继承的话 他真的很享受燕北 作为他的弟子 再不济 也要将他拉拢到火凤谷 因为天一逆境一行 身为圣者 他看出了燕北的潜力 与天父 他的天父 甚至在眼前这尊 冰破玄体之上 要知道 冰破玄体为 世间百强体质 一旦激活 修为一日千里 并不是痴人说梦 不过可惜 就这么一概带天骄 竟然陨落在了一座秘境之中 主宰出手谁人能敌 哪怕是皇与圣地的圣王复活 也根本无济于事 场中的气氛 有些沉闷 在场的火凤谷的女弟子们 也有些失神地看着天空 燕北 这样一位奇男子 竟然就这么陨落了 刚刚要不是 那神体阻拦 本圣也便将他带回来了 冰皇神色有些愤怒 玉手紧握 他刚刚在秘境中 可是那神体过于恐怖 仅凭借反阵之力 便差点让他受伤 冰皇转过头 看着还在晕厥中的启梦 叹息一声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 在场都是女子 闻言后皆是一叹 都在为启梦感到可惜 有这么一位夫君 在这次意外后 竟然便阴阳两格 启梦此刻睫毛微颤 仿佛即将苏醒 这丫头醒来后定然伤心欲绝 你们暂时便不要告诉燕北 已经陨落的消息 希望时间能够让人忘记一切吧 冰皇看了一眼启梦 随即对着在场的弟子们吩咐道 他怕启梦知道燕北 已经陨落的消息后 想不开也追随而去 要是换作旁人他 自然不会管 可是启梦乃是兵破玄体 爱才心切的他 实在不忍其陨落 就像是燕北一样 刚刚如果有一丝机会 冰皇也不会坐视不管 启程 回火奋骨 冰皇再度开口 如今天一秘境已经结束 留在此处也是无意 启梦也即将苏醒 让他一阵头疼 还不知如何安慰 冰皇抬手一点 虚空微微震战 随即破开 形成了一个空间传送节点 随即火奋骨的弟子们 一个一个地进入其中 离开了天异城 第九十一章 燕北归来 火奋骨的众人前脚刚走 问 天异城上空的黑洞 再次颤动 十几道流光从黑洞中飞出 随即落在了地面上 当城中之人 看清楚这几人 其中一人的容貌之时 顿时浑身一震 燕北 他竟然没死 没错 燕北回来了 而且为了不引人注目 他还特地在天青大陆上 搜寻了一番 最后发现了 这十几从同他一样 进入秘境历练的天骄 当时的他们 并未在天神山 而是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有人在某处里 遗迹苦修 有人在城池中 闷酒宿醉 有人在青楼中 阴歌厌舞 但不管他们 在做什么 只要是跟他一样 外界而来的人 他全部带了回来 我的灵芝 我的灵芝 忽然 其中一位身材 有些矮小的少年 连忙伸手 在自己的腰间摸索 随即尝出一口气 还好他的灵芝 还在 我们回来了 有人看清楚 周围的环境之后 露出疑惑之色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现在才回来 天灵瞬间出现 目光疑惑地看着众人 此刻 无数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他们身上 城主大人 我正也想问 为什么我回来了 一位光着膀子 穿着裤衩的修饰 满脸尴尬地说道 他刚刚正准备 重新小翠 没想到 忽然被一股 莫名的力量包裹 随即他便回到了 天意城中 同时他暗自庆幸 好在他动作晚了一步 否则裸体出现在 这大庭广众之下 想想都尴尬 天灵目光微皱 显然他的回答 没有令人满意 天灵目光 再次看向其他人 最终定格在了一位白衣青年身上 这时 这位白衣青年 缓缓睁开双眸 他有些茫然地 看着周围的一切 城主大人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天灵 这人自然便是燕北 不过他不想暴露 自己是主宰的这一消息 燕北 你们为何此时才回来 刚刚秘境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灵再度开口 对着燕北询问道 刚刚 我正在神体上修炼 但忽然仿佛感觉 被世界排斥了一般 随即便出现在了这里 燕北一脸认真地说道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露出了然之色 应该是天一秘境中的 主宰复苏后 并没有斩杀他们 而是将他们给排斥了出来 你们还真是命大 请能从主宰手中活命 天灵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们 这十几人能够活命 也实在难得 随即天灵 也便没有再多询问 刚刚出来的这十几人 还有些不明所以 不知道 为何大家都用这么奇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 询问一番后 才在其他人的口中得知 刚刚天一秘境中的情况 主宰 那穿着裤衩的男子 吞咽了一口口水 脸色骇然 此时他们才知晓 原来自己 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燕北此时 目光扫射着周围的人群 眉头微皱 咦 他们人呢 此刻燕北的神念 已经覆盖了整个天一城 可令他奇怪的是 他竟然没有发现 一位火凤谷的弟子 就连启梦 也不见了踪影 在天一秘境时 启梦一直与凤指月 待在一起 此刻他们竟然不见了 就在此时 天灵仿佛看到了 燕北疑惑的神色 开口说道 你的妻子 刚刚随火凤谷的人 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 燕北有些愣住了 他前前后后 不过耽误了半刻钟的时间 他们竟然就离开了 不过 让他为之疑惑的是 启梦为何 也跟他们走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担心 启梦的安危 毕竟跟凤指月 和那头兵黄在一起 安全自然无需考虑 多谢城主大人 燕北拱手感激地 谢过天灵 便准备起身 前去追寻火凤谷的人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等等 天灵叫住了他 燕北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天灵 城主大人 还有什么事 天灵沉吟一顺 燕北 那位 可与你交代过什么 听到这句话 燕北的内心一惊 不过脸上 却是不动声色 城主并未说出口 而是神念传音的方式 这则更让燕北内心 惊疑不定 难道城主知道些什么 城主大人在说什么 那位 那位 燕北的脸上 有些疑惑地说道 关于自己成为了 天灵大陆主宰这件事情 燕北并不打算公布于众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的 这个道理 他深深懂得 清帝曾言明 在修士成为至尊后体内 便会初步孕育出 一个世界胚胎 而天灵大陆 已经成长为一方世界 是那些至尊孕育的 世界胚胎 是无法与其相比拟的 他知道 如果将自己生怀 一个世界的消息暴露出去 恐怕比混沌天体泄漏 还要恐怖 到时候 恐怕那些顶级强者 全部会纷纷出世 甚至连准地强者 也会复苏出手 前来争夺天青大陆 如今凭借自己的实力 根本无法 与这些存在抗衡 所以 哪怕他知小天一城 恐怕与清帝 有些关系 但还是不敢暴露出来 莽荒遗迹 师妹有难 在场所有人的眉头 都是一皱 这太监真是不知死活 竟然敢在此时闯入大殿 冷了下来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何事 这名太监 乃是王后身边的心腹 云龙王 也没有第一时间发作 而是沉声问道 但所有人都能听出 他语气中的不悦 回禀陛下 九九王子殿下 与二王子殿下的 魂灯熄灭了 太监柜 在地上颤声说道 话音一落 什么 在场诛人 无不闻颜色变 魂灯灭了 云龙王豁然起身 死死地盯着下方的太监 你再说一遍 太监浑身站立 强撑着身体 就在刚刚 两位殿下的魂灯 同一时间熄灭了 闻言 云龙王倒退一步 跌坐在龙椅之上 在场所有人都身体一颤 脸色一片惊骇 王子死了 并且 一次还死了两位 这其中 更有云龙王 最为疼爱的第九子 到底是谁 敢杀我魂 我要灭你九族 扑 云龙王大吼一声 神色无比愤怒 随即仿佛是气血攻心 一口鲜血喷出 一日之间 丧失两位子嗣 纵然他乃是四级进的大能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陛下 闻五百官们 纷纷大惊失色 整个皇宫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 在东狱的一处高空中 刷 一道快道不可思议的白色光影 在天空一闪而过 正是燕北 他依照地图 正在炒火粪谷所在的位置赶去 可一路上 他并未碰上火粪谷的人 他们的速度 怎么可能这么快 燕北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他此刻可是全速在飞行 照理来说 应该早就追上了凤指月等人 可直到现在 他都未曾遇上 甚至一路上询问过多名路人 都未曾经见到过火粪谷等人 燕北虽说内心疑惑 但还是没有丝毫减速 继续追寻 可就在这时 突然 燕北瞬间停下脚步 脸色一变 双眼死死地看向远处 一股滔天力气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哄 整个天空都是一颤 无数云层散去 天地开始狂风大作 一股惊天 沙翼笼罩此方天地 燕北的脸色 从未有过的森寒 盯着南荒所在的方向 眼中沙翼 毫不掩饰 就在刚刚 他感应到了师妹的求救 灵云二 遇见了生死大难 正在被人追杀 他看了一眼前方 哪里正是火粪谷所在的位置 如果按照他此刻的速度 只需要半刻钟便能抵达 可如今灵二竟然出事了 让他不得不改变形成 启梦如今 在火粪谷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毕竟那冰皇 可是很看重他的体质与天赋 如今 灵二发生危险 让他心急如焚 曾经他曾在囚龙山 暗自发誓 这一生 一定要保护好 灵二的安危 灵二不仅仅是他的师妹 更是他最为亲近的人 他绝不允许灵二出事 敢伤害灵二 我将你祖焚都扒了 燕北狂吼一声 直接将自己的修为 催动到极致 甚至还调用了 天青大陆的世界之力 哼 他一步迈出 速度快到极致 将空间都直接撕碎 直接化为一道恐怖雷霆 朝灵儿所在的方向冲去 南荒 莽荒遗迹 莽荒遗迹乃是五千年过去 一名南荒强者 所开辟出来的 一座上古遗迹 当时遗迹中 各种天才地宝应有尽有 可谓是轰动了整个冬域 无数强者纷纷赶来 可如今五千年过去 莽荒遗迹迹早已破败 里面的东西 差不多都已经被人搬空 只剩下几尊残破的雕像 南荒乃是冬域 最为贫瘠的一方大地 这里灵气稀薄 没有一座一流势力 愿意建立在南荒 因此 莽荒遗迹 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混乱地带 还有一些无数的散修 或者邪魔外道之人 都纷纷集聚在此 此时 莽荒遗迹外围 在一座破败的雕像之上 有一位身材妙慢 穿着暴露的妖媚女子 坐在上面 女子的容貌 说不上顶尖 在她的周围 还跟随有数十位气息凶恶的人影 他们此刻正将 一道娇小的身影 团团围住 一些散修看见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微微一叹 随即没有犹豫 直接离去 全当没看见 这种事情 在莽荒遗迹内经常发生 倒也见怪不怪 不过也有一高人胆大的修士 驻足观望 想要看看他们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不过目光 却是一直盯着雕像上的 那名妖媚女子 放开我 一道叫娇荷声 从雕像不远处传来 众人纷纷看去 只见到那群人影之中 有一位女子 正被他们围住 听到这声音 无比空灵悦耳 一些准备英雄救美帝强大 散修顿时浑身一震 立马握住了腰间的剑柄 准备仗义出手 可当他们逼近时 神色一片恶然 随即连忙转头离开 真是晦气 原来这数十位人 隐围着的人 竟是一位脸上长满雀斑 容貌丑陋的女子 这瞬间 就让他们失去了英雄救美的念头 被围住的小丑女 身躯微微颤抖 神色有些慌张 她正是灵儿 不过此时的灵儿 身穿一身素衣 不知用了什么 易容手法 让脸颊两侧 都长出了一些雀斑 容貌大变样 这是灵儿 行走在外的手段 她深知 自己修为不高 一个人 行走在外 容貌太过好看 会招来杀劫的 坐在雕像上的魔女 吃笑一声 男慌的男人 也一样 都是一群见色忘义的东西 在这莽荒遗迹 就是这般 这里人命如草剑 如果你要是没有让人想要 为你出手的资本 是没有人 愿意为你出头的 小丑女 将你脖子上的吊坠交出来 姐姐放你离开 妖媚女子 缓步走来 身躯微微弯曲 泄露一大片春光 苏生说道 咕噜 看到那一片春光 在场的男人们 不禁都吞咽了一口口水 其中一位 更是直接 她竟伸出大手 便直接朝她的臀部探去 妖媚女子 仿佛也有所察觉 可是她却不为所动 而是站在原地 露出一抹享受的神色 仿佛她很乐意被抚摸 这更是激起了那人的欲望 大手探出的速度 快了许多 第九十四章 妖女 水千月 可就当那只大手 即将要触碰到妖媚 女子的臀部时 她身旁的一位身影 冷哼一声 敢对小姐动手动脚 找死 刷 伴随着一道剑光闪过 那伸出大手的人 直接被一剑斩成血雾 死 在场的伞修们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刚刚你明探出手 想要去摸妖媚女子臀部的人 可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雷洁镜 七重境界的强者 这种境界 在男荒中 可谓称得上是一方强者了 但就算这样 却还是被人一剑斩成血雾 连惨叫声都未能发出 长老 妖媚女子 有些娇称地看了一眼身旁的长老 仿佛有些不满 长老面无表情 仿佛早就习惯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恐怖 浑身一震 神色震惊地说道 没看到这些人胸前的印章吗 他们是拜月魔教的人 这时 一人小声地说道 拜月魔教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那名妖媚女子的苏兄之上 的确有一枚印章 乃是一轮血红的弯月 不过此地的大部分修士 都是男荒的人 并不认识这轮血红色的弯月 代表着什么 不过当此时 有人说出拜月魔教 这几个字后 在场所有人无不闻之色变 拜月魔教 他们可不陌生 这是东玉一座顶级大教 教中强者无数 教主更是恐怖无边 乃是传说中 四级境界的超级大能 拜月魔教乃是东玉 排名第一的邪教 所以名气极大 纵然在南荒也有 流传着魔教威名 拜月魔教的人 为什么会来南荒 这等偏僻的地方 那女子又是什么人 这拜月魔教的人 好像都是以她为首 伞修们一脸凝重地说道 不知道 但我们还是快走吧 否则不小心触怒 他们就麻烦了 这种级别的存在 根本不是他们 这种小人物 能够招惹得起的 随即便有人转身离去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再莽荒一计 看热闹 也得有相应的实力 如果对方看你不爽 直接出手 将你斩杀了 那可没出说理去 当然也有胆大的修饰 虽说知道 眼前这群人 很是可怕 但却并未退走多远 而是站在远处 盯着此处 毕竟拜月魔教的人出现 可算是个重磅消息 他们都想看看 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此时 却有人按耐不住了 一位修为达到半步圆 神经的散修 忽然双眼 开始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一脸玩味地 盯着场中的妖媚女子 此人修炼 有类似于 透视术般的眼光 此刻她正在 肆意欣赏着眼中 那具完美无瑕的玉体 妖媚女子每一个动作 仿佛都牵引着她的心神 让她嘴角 露出一抹银鞋的笑容 拜月魔教这等庞然大物 他们这般 小人物平日里 可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如今有机会 能够看到这群人中 所谓小姐的身体 可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此刻场中 所有人在她的目光之下 都是浑身赤裸 不过 当她将目光投向 最中间的那名 小丑女身上时 却一阵皱眉 不知为何 她百事不爽的透视术 却对着小丑女无用 在她身体周围 又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 将她笼罩在其中 让她根本无法窥探 但这也无所谓 小丑女如此丑陋 送给她看 她也不屑 毕竟她的目标 并不是小丑女 而是那名拜月魔教的小姐 就这样 她开始肆意地 观看起了妖媚女子的身体 让她内心一阵荡漾 如此完美无瑕的身体 她还真是少见 这时 妖媚女子正准备上前 将小丑女的欲坠取下 忽然 她脸色微变 眼中浮现一抹怒意 她好像是 察觉到了什么 只见她转过头朝那半不圆 神静的散修看去 糟了 被发现了 这下的那人 顿时连忙收回了透视术 准备逃走 不过她本以为的雷霆 大怒并未到来 反而妖媚女子 做出了一个 令她意想不到的动作 只见那妖媚女子 看向她后 并未表现出什么怒意 反而露出了一抹娇羞的笑容 小哥 奴家的身子好看吗 妖媚女子面色微红 仿佛很是羞涩 她伸出小手 在自己的翘臀拂过 风情万种 这简直看得那羞逝 眼睛都直了 连口水都差点流出 与她一样的还有不少 远处围观的人 纷纷感觉口干舌燥 他们的脸上 都露出银邪的笑容 站在原地一脸荡漾 发觉到不对的人 立马爆喝一声 别看 是媚蜀 所有人内心一惊 一些陷入不深的人 立马回过神来 可是 那几名身陷其中的男子 却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只是时不时地 发出一声银邪的笑声 几个呼吸后 碰 几人同一时间 神色一致 随即应声倒地 身体微微抽搐 随即便没了声息 吱吱吱 这还没完 他们的尸体 仿佛是被什么 看不见的东西 在灼烧一般 迅速地干扁下去 很开便只剩下一具 皮包骨的尸体 受到光芒 从尸体冲出 妖媚女子张嘴 直接便落入了 她的口中 看着地上的那几具干尸 众人头皮一阵发麻 谁能想象在几秒 之前他们都是 身强力壮地修饰 如此惊悚的一幕 顿时让所有人 脸色狂变 连芒朝远处顿去 不敢在此地久留 途中 有人发出惊恐的声音 我知道她是谁了 当代拜月魔教教主之女 水千月 水千月 拜月魔教教主之女 据说她天生魅谷 乃是一位绝世游物 修为达到神功境界 恐怖无比 她精通魅术 具有东玉第一妖女的称号 一眸一笑间 便能魅惑众生 没有一个男人 能够逃离她的手掌心 哥哥 没想到这小小的男慌 竟还有人认识本小姐 水千月发出娇笑声 犹如花枝乱颤 不过 她也并未去追杀 那些逃离的修士 毕竟那些人 在她眼中 不过只是蝼蚁罢了 刚刚只不过试想 逗她们玩玩 第九十四章 有人化作横雷而来 小丑女 见识到姐姐的厉害了吧 现在把玉坠给我 我还可以收你为我的丫鬟 这可比你在这男皇好上许多 水千月朝 被围困在众人之间的灵儿看去 对收她做丫鬟 仿佛已经是莫大的恩慈 灵儿此刻站在原地 神色无比紧张 掌心已经被汗水浸湿 她完全不知道 眼前这群人到底是谁 师兄出门历练前 曾给过她一个非常好看的玉坠 这枚玉坠的能力实在不凡 在她修炼之时 竟然能够将天地间的星辰之力 炼化送入她的体内 就这样 她的修为突飞猛进 很快便已经突破到了 弃海境九重巅峰 当时可是震惊了宗主与父亲 但灵儿并未说明 是这枚玉坠的原因 最后 灵儿在青云宗苦修 可修为迟迟不能突破到雷洁境 在修炼的苦闷之下 灵儿便也打算出来历练一番 为之她还苦修了一绒术 将自己打扮成了 如今这般小丑女的样子 当然 她也不敢走得太远 而是来到了南荒 所有人都熟知的蟒荒遗迹 这里的宝物 虽说已经被前人全部取走 可是 她却不是为了宝物而来 只是想出来长长见识 顺便散散心 可没想到 她不过刚刚才到这里 便遇到了这么一群人 她脖子上的玉坠 想要抢去 这是师兄送给她的 灵儿自然不肯 随即便起了冲突 这女子想要强行拿走玉坠 她身旁的随从 自然直接出手便要拿下灵儿 灵儿不过才起海境巅峰 自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好在 就在她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她脖子上的玉坠 突然开始发光 无穷的星辰之力涌出 将她保护了起来 灵儿这才没有受到伤害 不过 她此时虽性命无忧 但却无法离开此地 她不管走到哪里 这几人都会将她围住 回宗门 她想过 可是被她否决了 这些人来历不明 实力恐怖无比 甚至她能感受到 这些黑衣人所散发的气息 竟然在宗主之上 如果将他们带回去 不就是给青云宗 戴权灭顶之灾吗 最后万般无奈之下 她捏碎了师兄临行前 给她的感应符 灵儿站在光幕之中 一言不发 只是时不时地 朝远方的天空望上一眼 仿佛在期盼着什么 不过她的眼中 闪过一丝担忧 她能够感觉到 玉坠之中的能量 正在不断减弱 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水切月看到灵儿不说话 顿时脸色便冷了下来 同时目光出现一抹疑惑之色 她也不知道 这小丑女 到底是从何处 弄来了这么一枚玉坠 竟然还有护主功能 其中的能量 更是浩瀚无边 就连身为神功镜的她 短时间也根本无法破开 你让我有些失去耐心了 看你样子 也不像是其他玉智人 难道在这小小的南荒 还有人敢来救你不成 水切月的俏脸变得很冷 如果不是这该死的光幕破不开 她一定要让这丑女生不如死 小姐 我们再次已经耽搁许久了 这玉坠古怪无比 应该是 她在莽黄遗迹中所获得的宝物 不如我们一起出手 将光幕轰碎 这时 长老来到水切月的身后 开口说道 水切月看了一眼灵儿 随即点了点头 身为魔教教主的女儿 她本想通过自身的魅力与实力 将小丑女征服 随即乖乖主动地将玉坠交给她 可如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她早已失去了耐心 既然软得不行 那便来硬的 一起出手 快速击溃这光幕 我倒要看看这玉坠 到底是何物 水切月娇喝一声 这玉坠 不仅样貌极为好看 并且还有如此强大的护主功能 她势在必得 所有人黑衣人点了点头 纷纷动用力量 朝铃儿轰去 铃儿站在原地 脸色大变 朝她轰来的力量恐怖无比 如果没有玉坠的保护 她连一个呼吸都坚持不到 玉坠中的能量 正在飞速流失 铃儿神色惊慌 连忙将自身的全部灵力 朝玉坠之中住去 一分钟后 铃儿浑身 已经被汗水浸湿 她此刻体内的能量 已经消耗一空 忽然 她的容貌一阵变化 场中顿时出现了一位 面色苍白 容貌绝美的少女 如此变化 顿时让拜月魔教 所有人手中的动作一致 眼中不禁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如今的灵儿娇小可爱 差点都让她们不忍心对其出手 易容树 水千月看着灵儿此时的样子嘛 脸上的神色不断闪烁 哟 没想到 竟还是一位小美人胚子 拜月魔教的众人 见到灵儿真容的那一刻 眼中止不住地露出银邪之色 天天跟随在水千月这妖女的身边 早就让她们内心对于女色无比渴望 但是水千月乃是教主的女儿 她们自然不敢心生非非之想 但按照她们拜月魔教的身份 普通的女子 她们也看不上 如今见到灵儿 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笑小姐 这小女娃等下 可否赏赐给兄弟们 一位有些按捺不住的黑衣人 一脸哀求地看着水千月 其余黑袍人也纷纷投来目光 水千月神色微冷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有些嫉妒地看着灵儿 此女的容貌竟然还在她之上 快一点轰碎光幕 本小姐要好好研究这枚玉坠 至于她 我不管 水千月冷哼一声 拜月魔教本就是魔教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水千月虽身为女子 但却也见怪不怪了 甚至连她自己 如果见到好看的美男子 也会主动贴上去 将其作为男宠圈养起来 等她顽腻了之后 便会吞噬其浑身晶圆 就这样 拜月魔教的人 手中的攻势更加卖力 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分寸 生怕一不小心 能量泄露伤害到了灵儿 毕竟他们此时可是很需要她的 灵儿看着这些人 朝自己露出银邪的目光 身躯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玉坠里面的能量 正在急速锐减 即将破碎 师兄 看来灵儿等不到你了 灵儿看着身前的蓝色光幕 已经开始有了裂纹 眼中一片绝望之色 她拿出一把小刀 便准备朝自己的心脏刺去 与其落在这些人 手中受辱 不如一死了之 可就在这时 哄 莽荒一记上空 一道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 突然出现 住手 伴随着一声爆喝 只见一道白衣身影 化作天地间的 一道横雷暴声来 无数虚空被踏碎 那道恐怖身影 直接横冲而来 那包围着灵儿的 拜月魔教之人 直接被震飞出去 几乎是一瞬间 这道恐怖身影 便落在了她的身前 第96章 接下来 交给师兄 这突然的变故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不少刚刚逃离的伞修们 此刻都躲在远处 朝这里看来 拜月魔教等人 此刻早已经被震飞了出去 此刻 皆是目光凝重地 看着眼前那一道白衣身影 灵儿正正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张极为熟悉的脸庞 出现在她面前 师兄 灵儿眸光闪烁 由雾气涌现 顿时泪如雨崩 无尽的委屈 瞬间涌上心头 刚刚纵然面对魔教众人 她都表现得坚强无比 可如今见到燕北到来后 她便控制不住地想要哭泣 傻丫头 燕北紧抱着怀中身躯不断颤抖 还在哭泣的灵儿 眼中浮现一抹心疼 如果不是她刚刚及时赶到 恐怕真的会出大问题 灵儿的脸色有些苍白 神情有些恍惚 应该是受到了惊吓所导致的 燕北轻抚了一下灵儿的面旁 柔声说道 休息吧 她的话仿佛有魔力一般 倒在怀中的灵儿 此刻渐渐地停止了抽叶 随即睡了过去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件长袍扑在地上 将灵儿平稳地放在上面 随即伸手 一指一道金光璀璨的光幕形成 将灵儿包裹在其中 看着灵儿沉睡的模样 燕北松了一口气 低难自语 死死地盯着拜月魔教的众人 你们该死 呼呼 无形的气浪 吹得燕北身上的衣袍 烈烈作响 哄 一股浩瀚无边的气息 顿时从她体内爆发 仅仅一瞬间 便将整个蟒荒遗迹所笼罩 整个遗迹中的修饰 都感觉到 一股令人窒息的惊天 威压涌现 当水千月对上燕北的目光时 不知为何 心中陡然一寒 这个人跟南荒的修饰很不一样 此人所散发的气息 竟让她都感到心境 你是何人 水千月沉声鹤问道 虽说此人气息强大 但此行一个 来了十三尊神功境界的强者 自然不拒 除非四级境界的大能出手 否则没有人会是他们的对手 更何况 她拜月魔教的公主 也不是被吓到待的 燕北站在原地 神色一片漠然 杀你的人 话音刚落 哄 她的身形便直接消失在原地 小心 保护小姐 见到这一幕 拜月魔教的长老 抱贺一声 其余人立马纷纷站在 水千月的身旁 将她保护在其中 其中一名黑衣人 直接迎面朝燕北杀去 企图将她拦下 就凭你 也想阻我 死 一道漠然的声音 在场回荡 燕北一直点出 直接将其身躯点碎 化为片片血污 怎么可能 水千月眼中出现波澜 刚当那名黑衣人 可是拜月魔教的 一名外门长老 修为达到神功境三重 竟然连一个照面 都没有扛住 便被人一指震杀 不仅是她 此刻拜月魔教的众人 乃至远处围观的散修们 纷纷大吃一惊 这白衣男子 实在太强了 南荒中 真有这么一人存在吗 燕北将拦路的黑衣人 斩杀后 并未停下脚步 一步一步地 朝水千月而来 她一眼便看出 这群人以此女为首 水千月此刻神色一变 阁下止步 我等并不知晓 那女子是你的朋友 她也没有受到伤害 不如此事就此作罢 你斩杀我拜月魔教外门长老一事 我可既往不救 感受到燕北所产生的恐怖压迫力 水千月面色沉重 只能妥协 一指便震杀一位神功境界的长老 此人的修为 至少也是神功境高阶 他们此次来到南荒 还有要事再生 没必要与这强大的无名散修硬碰 燕北停下了脚步 拜月魔教 她对于这个势力 还是有一丝印象的 在进入天一秘境之前 便曾有一位自称拜月魔教的长老 想要强行冲入秘境 最后被规则之力震杀 让她有些意外的是 这群人竟然是拜月魔教的人 不过她也不拒 拜月魔教的教主传闻 也不过只是一位 四级静修为的存在 如今的她 自从炼化天青大陆后 实力早已经提升到了 一个极为恐怖的境地 加上自己所拥有的神迹 以及混沌天体 燕北有自信 只要不是超凡出手 她都能将其强势镇压 同境界无敌 水千月见到燕北停下脚步 紧握的双手微微一松 脸上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看来魔教的名头 将她震住了 没错 正是拜月魔教 公子看来听说过我们 水千月顿时松了一口气 娇笑地说道 还不等燕北继续说话 公子年轻英俊修为 又如此强大 不如加入我魔教 本公主可以保证 可以让父亲许你少教主之位 这样 奴家也可以有机会侍奉公子 水千月眼中秋波暗颂 轻咬红唇 散发无尽魅惑之意 又来了 拜月魔教的人 嘴角一抽 仿佛已经习惯了水千月这样 每次遇见容貌英俊的男子 都会这样 想要将其收为男宠 此刻放松下来 燕北英俊的容貌 以及强大的修为 深深地吸引了水千月 他从未见到过 如此完美的男人 纵然他在魔教 也有数十名容貌俊朗的男宠 但是没有一人 能够与眼前的 这人相提并论 那股霸道 漠然 冷酷的味道 将他的身心征服 周围围观的散修们 纷纷神色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水千月 水千月的意思 很是明显 他看上了燕北 甚至不惜让魔教教主 许他少教主之位 这对于散修来说 可谓是一步登天 不少人的眼中 都散发炽热的光辉 恨不得替燕北答应下来 就连魔教之人 此刻也呼吸有些急措 水千月可是不可多得的有物 加上拜悦魔教公主的身份 可谓是让人难以拒绝 第97章 斩杀魔教之人 教主降临 燕北看着在自己眼前 不断搔手弄姿的水千月 眼中闪现一抹厌恶之色 就你这种残华败流 还不如青楼妓女 白送给我 我都不要 这话一出 整个场面忽然寂静了下来 正在摆弄自己身躯的水千月神色 也顿时凝固住了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燕北 如此丰厚的条件 这人竟然拒绝了 并且还说对方不如青楼妓女 小子 小姐是给你面子才这样说 你竟然不知好歹 一名黑袍人踏了出来 神色无比愤怒 她作为水千月最为忠实的手下 自然对其充满爱慕之意 如今有人敢这么诋毁她 让她极为愤怒 水千月站在原地 神色阴沉地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我有说错吗 如她这般女人在我眼中肮脏至极 人尽可福 燕北冷哼一声根本没有丝毫留情面 小子 不得不承认你的确不错 不过你激怒我了 一起出手 废掉她修为 水千月气的苏兄不断起伏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她说话 刚刚不想与其交手 是因为不想因为她 白白陨落交中长老 可如今 她也顾不得许多了 此人 她必须要拿下 剩下的十二位黑衣长老 直接如猛虎扑杀一般 朝燕北杀来 燕北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是神剑 臭 几乎是一瞬间 一柄透明的小剑便从燕北的眉心处飞出 莫人察觉到是神剑的存在 瞬间杀象冲向她的黑衣人 刷 刷 刷 几道灵魂之光闪过 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灭一般 碰 十二位黑衣长老 直接一起朝地面 栽倒而去 摔出树米远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突然到了 不少人目光疑惑地看着场中的诡异景象 这神功劲的修饰跑步也能将自己摔了 还是十二位一起 难道怕一个人摔倒尴尬不成 不 不对 有古怪 水切跃此刻也是神色一惊 长老们怎么回事 为何此刻全部摔倒在地 是神剑乃是一柄透明的灵魂之间 在场诸人都未曾察觉 只感觉一道清风从自己耳边扶过 却不知 如果那道清风再朝自己靠近一点 他们便会当初隐秘 长老 水切跃几声呼喊 但倒在地上的十二名长老却都无任何反应 这让他的心顿石沉到敌骨底 他连忙动身 查探起离自己 最近了一名长老 将他的身体翻过来后 令水切跃大吃一惊 长老的瞳孔是白色的 虽说他们体内散发着澎湃的生机 可是却仿佛丢失了灵魂 他们的灵魂消失了 或者说陨灭了 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水切跃跌坐在地上 神色惊恐地看着燕北 做了什么 只是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罢了 别急 现在轮到你了 燕北淡笑一声 既出是神剑便朝水千月斩去 面对这种妖女 她没有一丝怜悯 敢伤害她的亲人 无论是谁 都得死 水千月下得连连后退 我是拜月魔教的公主 你如果杀了我 拜月魔教是不会放过你的 直到此刻她才知晓 眼前这人是她根本无法抗衡的 此刻燕北在她眼中 不再是那风神如玉 让她春心荡漾的人 而是一尊来自地狱的魔鬼 燕北神色漠然 根本不将她的威胁放在心上 拜月魔教 只要他们赶来 自己不介意 让其成为历史 刷 是神剑根本没有给水千月逃离的机会 一瞬间便追上了她 随即直接朝她的头颅披下 可就在这时 咦 燕北轻易一声 目光闪过一丝疑惑 她竟然察觉到 是神剑的那一击 披在水千月头颅上时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阻挡住了 哄 忽然 一股惊天威势 从水千月身上爆发而出 不 应该是从她的眉心处爆发 哄 是谁 竟敢对我的女儿出手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在天地间 随即从水千月的眉心处 缓缓走出一道虚影 虚影站在高空 气息震动天地 大道震动轰鸣 气势恐怖无边 燕北瞳孔一缩 她看到这尊虚影 不知为何心里竟然生出一道不好的预感 超凡 此人是超凡 她仿佛感受到了 那股震动天地的气息 来自一味超凡存在 父 父亲 水千月看着天空中的虚影 顿时喜极而起 这道虚影正是她的父亲 当今拜月魔教的教主 水浩天 月儿 离教之时 魏父不是曾告诉你 此次不要再外惹是生非吗 水浩天看着女儿 沉生说道 如果不是她曾在水千月十海中留下一道印记 恐怕自己的女儿便得命丧于此了 水千月低下头 我知道错了 父亲 水浩天见到女儿如此 微微点头 随即朝燕北看去 四级镜 难怪能将我教钟长老斩尽杀绝 真是后生可畏啊 什么 四级镜 不止围观的人 此刻露出震撼的表情 就连水千月也震惊得合不拢嘴 难怪长老妈 毫无还手之力便被斩杀 原来此人竟是一位四级镜的大能 世人皆说 拜愿魔教教主乃是四级镜见 如今看来 想必你早已突破超凡 燕北看着虚空中的人影 并没有半分畏惧 他的气息 没有掩饰 爆发而出 水浩天不可否置一笑 不知阁下 出自那座圣地 竟来到这小小的南荒 在他看来 如燕北这般年纪 达到四级镜 定是出自某一圣地 圣地 我并不是圣地之人 我斩你魔教长老 如果你想出手的话 此刻便可 我也乐意奉陪 郑乔也想知道 超凡到底有多么强大 燕北身体缓缓腾空 背负双手 他的气息震动天地 竟丝毫不弱于水浩天 他并未打算放过水千月 此女心肠歹毒 如果放他离开 无疑放虎归山 既然已经得罪了 拜愿魔教 不如一步到底 同时他也对超凡 也很是感兴趣 这还是他出山以来 第一次遇到过 最为恐怖的敌人 此刻他体内的战血 在沸腾金色的气血 贯穿整片天地 整个满荒遗迹的人 此刻都匍匐在地 燕北与水浩天的气势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他们不过才是雷洁镜 根本无法抵抗 这两股威压 所有人都神色骇然地 看着天空 那里仿佛有两尊神明毅力 气息震惊 整个南荒 第98章 初战超凡 领域之力 满荒遗迹 此刻上空中 正有两道 如同神明一般的身影 正在对峙 气息震动天地 你当真不是圣地之人 水浩天看着眼前的燕北 眉头微皱 如此年纪 便已经修行到四级镜 让他内心非常惊讶 所以并未贸然出手 如今 虽说他已经突破超凡 可是对于圣地 还是不敢触犯的 圣人手眼通天 根本不是他所能抗衡的 所以他想要搞清楚燕北的身份 你大可放心 我并不是圣地的人 来让我看看超凡 到底有多么强大吧 燕北眸光威冷 金色的气血 贯穿天地 让整个南荒都在震动 水浩天此刻 神色顿时冷了下来 既然你不是圣地的人 那如此便好 今日你斩杀我魔教 十三名长老 更对本座之女出手 实在该死 他已经两次出口询问 既然对方不愿报出身份 就算如今 他将燕北斩杀在此处 圣地也怪不到他的头上 拜悦魔教 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存在 永夜 降临 水浩天 既然准备出手震杀燕北 便没有打算留守 哄 忽然间 整个天地开始色变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穷 猛然间被团团黑雾所笼罩 天空顿时昏暗了下来 犹如黑夜一般 一股压抑到极点的气息 充斥着整个莽荒遗迹 燕北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目光震动 这是 领域 没错 当修士跨入超凡境界后 便能够初步地 拥有自己的领域 在领域之中 此刻的水浩天 这些力量都供他支配 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水浩天站在虚空 嘴角冷笑一声 还算有点见识 这便是超凡与四级境的区别 在我的领域中 你是永远无法取胜的 一股古道泽之力 正在不断束缚着燕北 让他举步维艰 燕北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他的力量竟有质带的感觉 让他力不从心 这便是超凡的境界吗 这一刻 他认清了四级境与超凡境的区别 除了力量的质变外 便最让他感觉棘手的 便是这领域之力 在这水浩天的领域中 他的力量被压制到了冰点 能发挥出的实力 不过全胜十七二三 如此恐怖的压制 加上对方的等级优势 他可谓说毫无胜算 小子 现在知道我们的差距了吧 水浩天站在虚空 身躯伟岸无边 如同一尊上古神明 他直接探出大手 便朝燕北抓来 他倒要看看这青年 到底有何狂傲的资本 竟然敢挑衅他 哄 天地震动 道光涌现 一只漆黑的大手 从虚空探出 一把朝燕北抓去 燕北面色难看 面对超凡出手 他竟然内心生出一种 无法抵御的错觉 这还只是一道虚身 如果对方真身降临 该有多恐怖 完了 这次拖大了 难道 真的就栽在了这里吗 这领域之力 当真如此恐怖 燕北双拳紧握 脸色凝重无比 他的各种神迹 竟然都被压制得无法使用 体内的能量 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阻断 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给我跪下 水浩天直接大手震压而下 想要将这不可一世的 天焦气焰打压下去 就在此时 忽然 一道青色的光芒 从燕北体内爆发而出 狭忙贯穿日月 如同通天光柱 一般将黑夜瞬间点亮 哄 他的瞳孔中出现了一朵 正在绽放的青色莲花 这一刻 燕北体内的能量 仿佛重新开始沸腾了起来 澎湃的气息 在他体内隆隆作响 只见燕北伸出手掌 朝前拍出 上苍之手 哄 一道金色的光芒 从他手中迸发而出 一只金光璀璨的大手 直接迎面上 狠狠轰击在了 那鬼手之上 哄 两只 巨手在虚空绝裂 一只金光璀璨 一只鬼影森森 砰 两只大手此刻 同时破灭 消散于无形 水浩天身去震动 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在我的领域里 你怎么可能出手 他的领域之力 明明将燕北的力量 压制到了极点 更是阻断他体内经脉 能量流动的速度 照理来说 对方根本不可能出手阻他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轰出如此程度的攻击 此时的燕北 一步踏出虚空 都为之震动 气息再度爆发而出 与水浩天分庭抗礼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的领域 已经对我无效 水浩天神色 无比震撼地看着燕北 从这一刻起 他竟然真的 无法再度压制燕北 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他们两个人隔绝 燕北仿佛 不在这个时空一般 让他震惊无比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的领域 竟然对你无效 水浩天此刻的脸色 变得凝重起来 燕北站在虚空 自然不会告诉水浩天 为什么 就在刚刚 在他差点被鬼手击中之时 一道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并不是番茄的声音 而是小青 天青大陆的世界本源 他告诉燕北 可以运用天青大陆的 世界之力包裹自身 这样便不会受到 任何领域之力的影响 天青大陆 乃是青帝所孕育的世界 其中大道规则 与东域相比 并不逊色 只要动用世界之力 将自身全部包裹 便能够跳脱出 红武大陆的限制 水浩天的领域之力 也无法再对它产生威胁 就这样 燕北立即沟通小青 一道世界之力 从天青大陆涌现 瞬间将它包裹 果然 那对它产生 致命威胁的领域力量 竟然真的 立刻消散于无形 如今 你没了领域压制 我看你这道虚身到底 还有何能耐 燕北双拳紧握 一股恐怖无边的威势 从他身上散发 水浩天脸色 一片铁青 他不知道燕北 到底使用了何种手段 让他的领域失效的 不过 这更让他迫切地想要 将其擒住 只要能够获取 他这般无惧领域的能力 往后他遇上其他超凡时 便能够轻松地将其击败 如此一来 燕北可成为了 他眼中的香波波 第九十九章 逆伐超凡 无敌之姿 纵然没有了领域 但超凡与四级这其中差距 亦不是你可跨越的 水浩天双手结印 整片天地忽然阴风阵阵 让人感觉到 一股刺骨的寒意 从脚底升起 风渊之灵 谢 忽然 一道道黑影 默然出现在场中 宛如一只只恶鬼般 露出心红的 双眸正死死地盯着燕北 燕北眉头微皱 他这种手段 与他之前所遇见 血神教所拥有的血灵 仿佛大庭向尽 只不过水浩天施展的术法 更加高解 血神教时 用活人炼制血灵 攻自己驱使 而水浩天 则是用法觉驱动 游荡在天地中的恶灵 让其听他指令 这种手段 可不是血神教 能够比拟的 此刻场中 无数恶鬼咆哮 场面震撼无比 宛如末日降临 让无数人胆寒 不过 燕北却是根本不惧 万物母气顶虚身 现 他口中爆喝一声 一道道碎片 从他的体内飞出 随即在虚空 不断凝聚重组 哄 天地震动 道法续乱 无数的时光破碎 随即凝聚出 一尊四方大顶 这此次的万物母气顶比 在血神教所展现时 更加凝视了不少 此次可是 足足使用了一千枚碎片 万物母气顶 降落在燕北头顶 坠落丝丝玄黄母气 让它产生一种 闭腻时间 镇压万古的感觉 吱吱吱 在万物母气顶 出现的一瞬间 场中的恶灵 如同雪花 遇上骄阳一般 被灼烧得滋滋作响 无数的恶鬼 在咆哮 在嘶吼 仿佛很畏惧燕北 头顶之上的万物母气顶 万物母气顶 乃是一尊 震杀仙灵的大杀器 凭此器物 可震杀出天生灵 恐怖无边 它顶内蕴含的恐怖威压 让这些恶灵惶恐 畏惧 很快 砰的一声 有恶鬼 无法承受住万物 母气顶随给它 带来的至强威压 直接原地破灭 神魂俱散 水浩天瞳孔 猛的一缩 凭它的目力 竟然无法窥破 这尊大顶的等级 难道是圣器 想到这里 让它内心一震 这都掏出圣器了 还不承认 自己是圣地之人 你当真不是某座圣地之人 水浩天神色震动 第三次开口问道 他怕大水冲了龙王庙 万一他真的将某圣地道子 斩杀在此 恐怕麻烦就大了 哪怕拜月魔教 也有圣地级别的靠山 但是将一座圣地得罪死 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都问了三遍了 我不是 燕北眼中 闪出一丝不耐 这超凡 怎么这么婆婆妈妈 那这圣器 是哪里来的 水浩天目光闪烁 指着万物母气顶说道 你这人怎么如此婆娘 不是白下了这修为 这东西 乃是在这里捡的 不行吗 燕北神色有些愤怒 他全心全意战斗 对方竟然问东问西 让他很是不耐烦 听到这话 水浩天目光一震 在这里捡的 父亲 不止这尊大顶 就那女子身上 也有一枚玉坠 可阻绝一切攻击 刚刚我与十三名长老 一起连手短时间内 都未能破开 这时 站在不远处观战的水千月 开口说道 哦 水浩天放眼看去 躺在地上的铃儿脖子处 的确有一枚 玉坠散发出 阵阵星辰之力 其中力量 让他都心动不已 水千月 再度开口说道 女儿怀疑 他们都是在这 蟒荒遗迹中 获得的宝物 蟒荒遗迹 对了 水浩天身体一震 环顾四周 目光震撼 对啊 此地乃是蟒荒遗迹 这些宝物 说不定就是他们 从这里面捡到的 蟒荒遗迹 乃是一座上古遗迹 在五千年 震动整个洪荒大陆 其中宝藏无数 传说更是有盛气 甚至是至尊神兵 就连其他玉职人 也纷纷跨越空间 前来东玉 参与其中 身为魔教教主 自然听闻过蟒荒遗迹 如今他派遣水千月 来此 便是为了取一样东西 水浩天想明白这些后 双手虚空一案 一道暗红色的屏障 顿时将此地完全笼罩 盛气的消息 不能泄露 这些东西 都是他的 燕北看着周围的屏障 眉头微皱 不过也并未阻拦 有了这屏障 他便能更好的语气战斗 他今日要逆罚超凡 如此正好 站吧 燕北大手一挥 万物母气顶 直接冲出 震动天雨 直接朝水浩天轰去 水浩天也不再留守 直接动身 朝燕北杀去 拜月魔教可还没有盛起 如果能得到这尊大顶 拜月魔教 也便有了晋升为 超凡势力的资本 这东西 他势在必得 哼 两人交手的瞬间 虚空瞬间破碎一片 根本无法承受 助他们两人 所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莽荒遗迹里面的人 全部开始逃亡 但还是有人 被他们两人 所散发出的 战斗余波直接震死 水浩天与燕北战斗 越战越心惊 这青年的肉身 实在恐怖 他竟然无法伤害他分毫 还有那尊大顶 每次与其对轰 他都能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 进入自己的身躯 不断削弱自己的力量 就这样 两人的战斗 从最开始的平手 最后竟变得 他渐渐处于下风 水浩天内心惊骇 他此时 虽说不过一句虚声 可这样 蕴含了他本体七成实力 但就算这样 他竟有些敌不过 眼前这青年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如此年纪 便达到这种境界 并且各种武器 他连剑都没见过 全部强大到 令他心惊 哼 又在一击对轰后 两人分开 燕北此刻身上 金色气血 贯穿天地 没有丝毫减弱的意味 甚至隐隐变得更强 他体内战血沸腾 如此强劲地对手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反观 水浩天这边 此刻水浩天 虽面无表情 但是却能感受到 目光中的凝重之色 同时他的身躯 已经开始变得 微微有些虚幻 比之开始 已经大不如前 水千月 仿佛也感受到了 父亲的情况 看着燕北的目光 露出惊骇之色 他父亲 乃是一尊真正的超凡 能够将他父亲逼成这样 这白衣青年 到底是谁 冬裕从未有过 此人的传说 就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如此年纪 如此修为 照理来说 不应该岌岌无名 他到底是谁 第100章 实力曝光 返回宗门 真是令本作意外 在冬裕 竟还有你这样的天才 水浩天沉生说道 此刻他的身躯 微微有些虚幻 面色凝重 他乃是一具虚身 如今一番打斗下来 他体内的能量已经接近枯竭 如果再战 恐怕他的虚身将破灭再次 燕北站在虚空 金色气息 如同宇宙轰炉 一般让整片天空 隆隆作响 他看着水浩天的眼神中 也有些惊讶 超凡 难道就如此难对付 对方不过一具虚身 自己竟然一时间 还拿他没办法 难道四级与超凡 真的不可跨越不成 不过他倒也没有灰心 毕竟他现在的修为 不过才达到四级近七重天 如果跨入大圆满境界 他有自信一击 便能将这超凡虚身击溃 就算他本尊降临 自己亦有一战之力 我就不信 今日 无法将你这虚身斩杀 燕北报喝一声 驱动万物母气 顶虚身再度撞向水浩天 虚空隆隆作响 破碎一片 水浩天脸色微变 连忙退避 如今的他体内能量 已经所剩无几 根本无法支持他继续战斗 连续闪躲几道攻击后 水浩天终于有些坚持不住了 他的身体愈发的虚幻 站在地面的水千月 也一脸震撼 父亲竟被这人压着打 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父亲可是超存在啊 小子 能将本座逼到如此地步 你也算是第一人 如今本座真身还在闭关 下次见面 我定要让你 为今日之举付出代价 水浩天脸色难色 冷哼一声 随即大手伸出 直接将水千月抓起 他一拳轰出 轰 虚空破碎 露出层层时光隧道 水浩天直接迈步而进 哪里走 燕北神色冷冽 根本没有想要放过他们 他直接探出 大手朝水浩天抓去 想要将其拦下 可水浩天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问 时光通道瞬间闭合 整个莽荒一计恢复平静 水浩天妇女离开了 燕北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这是超凡 才能拥有的手段 破开空间 进行空间跳跃 这种手段 是他此刻无法拥有的 如今的水浩天月 不知已经被带到了何处 甚至可能已经返回了 拜月魔教 燕北拳头紧捏 一脸遗憾 终究还是让那妖女逃走了 下次见面 你一定逃不掉 燕北是一个 极为护短的人 刚刚她看到灵儿 被围攻的场景 宛如心在滴血 对于水浩天月她怀中 必杀的决心 此刻 虽然对方逃了 但往后 自己总会遇到 毕竟冬玉 对于如今的她来说 也已经不算很大 两人的战斗 早已经引起了 无数人的围观 整个南荒都为之震动 燕北此刻一个人 屹立在虚空之上 如同一尊九天之上的 神明一般 气息滔天 所有极远处观战的修士们 纷纷一脸骇然 大部分人都是从 没有见过气息 如此恐怖存在 南荒的顶尖站里 便是原神镜 更别提如燕北 这般能够逼退 超凡的四级镜存在 这人影到底是谁 无数人骇然地说道 他们不敢靠得太近 只敢站在 极远处遥看此处 所以并不能看清 燕北的容貌 燕北此时收敛气息 一步回到了灵儿身旁 看着还在熟睡的灵儿 她冷冽的表情 终于得到一丝缓和 她伸出手在灵儿面旁一抚 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往后没有人 能够欺负你了 师兄回来了 燕北将灵儿抱在怀中 朝远处围观的人 看了一眼 随即一步迈出 便消失在了猛荒遗迹 此刻远处围观的 伞修们 才大出一口长气 燕北所带给 他们的压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青云宗 宗主大殿 此刻在宗主大殿内 所有人都齐聚于此 眉宇紧咒 灵儿这么一个 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竟然敢私自出门历练 要是出了什么差池 可如何是好 青云此刻脸上 露出一抹担忧 对着风寒问道 大殿内 所有人默然 不敢说话 灵儿是继圣女以来 青云宗天资 最为杰出的弟子 更是风寒长老的独女 可谓是青云宗的掌上明珠 可就在昨日 灵儿留下一纸书信后 竟独自出门历练 这可谓是 急坏了众人 启梦圣女当时 也是这般 直接留下一封书信 便直接与燕北 前往天衣秘境 至今下落不明 如今 灵儿又是这般 这让众人 脸色有些难看 都怪我 我就说 昨天的小妮子 特意给我买酒做什么 竟然是想要离家出走 风寒此刻 一脸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神色黯然 灵儿乃是她的独女 如果出了任何意外 让她一辈子都寝食难安 更何况 她的弟子燕北 如今也下落不明 更是让她极为难受 仅仅才一天过去 原本精神朔朔的风寒头上 竟然生出了一缕白发 她老了 就在这时 大殿外 有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青云见到来人 目光一喜 大长老 你可算回来了 来人 正是青云宗的大长老 宗主大殿内 见到大长老归来 目光一振 只不过此刻的大长老 脸色有些沉重 眼中仿佛心事重重 所有人此刻 都发现了大长老的不对劲 大长老 到底有没有打探到消息 青云面色一沉 询问道 大长老乃是自燕北启梦 前往天一秘境后 青云派出去 打探两人消息的 他本身身为宗主 实在不方便离开青云宗 如果他离开了青云宗 万一突然来了一位 原神境强者 整个青云宗 都将瞬间覆灭 所以便派出了大长老 宗主 我打探到了燕北 与圣女的消息 大长老目光闪动 微微拱手说道 打探到了 众人浑身一震 他们可是听闻燕北 具有雷洁境巅峰境界的修为 不知是不是真的 还有圣女启梦 消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不少人都为之担忧 毕竟启梦 都是在做长老看着长大的 大长老 打探到了什么 他们二人如今可好 青云立即问出了自己 当下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场中人 纷纷将目光 朝大长老看去 就连风寒也站了起来 一脸紧张 灵儿是她的独女 她很关心 燕北也是她唯一的弟子 她同样关心 大长老看着 众人期盼的眼神 轻叹一口气 我的确打探到了 他们二人的消息 并且 燕北的实力 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她的强大匪夷所思 酒宴上 力压添娇 秘境中 斩杀神攻进九重 巅峰强者 灯神梯999阶 更是压得冬裕 无数天骄包括 超凡神子 都喘不过气 燕北 被誉为 冬裕年轻一代第一人 圣地道子不出 无人可与其争锋 第101章 冬裕年轻一代第一人 大长老的神情有些激动 声音慷慨激昂 她将燕北在 秘境中所做的一件件事情 都描述得淋漓尽致 让众人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整个青云宗寂静无声 青云的身躯在微微颤抖 风寒更是一改之前的颓然 一脸潮红 大长老 你所言可属实 青云深吸一口气 目光震撼地 看着大长老 大殿内 所有人都已经站了起来 呼吸都有些急促 大长老也是一脸骄傲 我所言句句属实 整个冬裕 现在都在流传着燕北之名 他是我青云宗的弟子 说着说着 大长老忽然跪在地上 开始痛哭起来 这一举动 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这消息虽然 确实极为震撼 但是也不至于这般哭泣吧 大长老 这是怎么了 喜极而泣 可大家分明 从大长老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悲伤的意味 让人内心一沉 青云连忙走上前 将跪在地上痛哭的 大长老扶起问道 大长老 此刻不应该为燕北高兴吗 为何这般模样 燕北 整个冬裕的盖石天骄 如此天才尽遭上天嫉妒 被永远留在了 那秘境之中 大长老仰天长吼 神色悲戚 泪水从他那浑浊的双眼滑落 什么 永远留在了秘境 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这其中的含义 燕北可能陨落了 风寒此刻面色煞白 连连后退几步 随即跌倒在了地上 就连青云的内心 也仿佛被一柄 锯锤轰击 脸色一白 你 说什么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 对着大长老说道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希望大长老 不过只是 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大长老跪在地上 年迈的身躯 不停地颤抖 颤声说道 青云宗的盖石天骄 在秘境中被主宰灭杀了 圣女下落不明 听到大长老确认 大殿内所有人面色一白 神色一颤 风寒更是神色一变 随即晕倒了过去 女儿失踪 弟子陨落 这两则消息 可谓如晴天霹雳一般 直接将他的心神击溃 青云也好不到那里去 启梦下落不明 青云宗园 本出了一位盖石天骄 镇压冬裕年轻一代 竟陨落了 他连连后退 弹坐在地上 目光有些涣散 原本蒸蒸日上的青云宗 仿佛被今日的几则消息 完全击溃 所有人都是一脸难看 大长老看着众人的表现 内心黯然 当时的他得知消息后 也如此刻一般 小小的南荒 竟然出了燕北这么一条真龙 可没想到 竟然意外陨落了 斩杀神攻进九重巅峰境界的强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战戒 这说明燕北的修为 极有可能已经突破 传说中的四季境 往后青云宗 很大概率会出现 一位超凡强者 甚至更为逆天的圣人存在 可竟被那该死的竹崽灭杀了 可恶啊 可一脸狂怒的众人 又松开了手掌 他们都是年迈的老人 或多或少的曾听闻过竹崽 竹崽 那可是掌握 云云众生的掌控者 世间生死 全部在他一面之间 如他们这般雷洁净 甚至连雷洁净都没有的人 想要去找竹崽报仇 无疑是痴人说梦 青云此刻缓缓站起身来 他身为一宗之主 当然不能就此沉寂下去 否则青云宗迟早要完蛋 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他 他不能就此倒下 不过他的脸色也难看异常 挺拔的身躯 也渐渐变得苍老起来 这短短的几期时间 仿佛让他如度过了漫长岁月 派遣宗门所有弟子 在南荒境内找寻风铃 青大长老再度出山 前往探查圣女启梦的消息 宗门明日举办追悼会 冬玉第一天交雁北 送行 青云不愧为宗主 在如此情形下 依然能够清楚 事情明理 很快地便下达了三道命令 就在这时 哄 整个青云宗忽然一阵 一道强大到令人窒息的 恐怖威压 顿时降临在青云宗上空 这让无数人脸色一变 有嫡妻 青云强行压下内心的悲戏 直接冲出 众多长老纷纷身躯一阵 随着青云一起朝外飞去 他们刚飞出宗主大殿 便看到 虚空中有一道白衣身影站立 他身上正散发着璀璨金光 如同一轮大日般 屹立在天穷之上 在其手中仿佛还抱着一道娇小的身影 这道身影的气息震天 让虚空隆隆作响 他们敢保证 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 如此恐怖的存在 由于这白衣身影身上的气势 太过强悍 禁令的他们 有些难以睁开双眼 众人内心冰冷 如此恐怖的存在 竟然降临青云宗 如果对方心生恶念 整个宗门上下 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生还 就在众人内心 惶恐不安的时候 一道倾笑声从上空传来 宗主大人 我可还没死呢 办什么追悼会 听到这道声音 在场不少人极为陌生 可此刻 有两人浑身一震 露出了不敢置信之色 眼中有震撼 有兴奋 有惶恐 正是风寒与青云 他们自然听出了 这是谁的声音 但他们有些怕这一切都是虚幻 毕竟刚刚大长老 在告诉他们 他已经陨落了 你 是燕北 风寒指着上空 嘴唇微微有些颤抖地说道 听到这句话 在场众多长老 全部身体一颤 目光不可置信 看着天空中那道身影 此时 金光逐渐散去 露出了一道 俊逸非凡的面庞 没错 正是刚刚从 《莽荒遗迹》中 赶回来的燕北 第102章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青云踪 上空 此时 有一道白衣身影 静静站在那里 当风寒与青云 见到他的容貌之时 身躯一颤 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 竟然真的是你 两人同时开口 随即便朝燕北飞去 其余长老 乃至包括大长老在内 看着天空中的燕北 目光闪动 这便是如今 冬裕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吗 果然恐怖如斯 他们大部分人 虽说有听过燕北的名字 却从未见过其本人 所以对于燕北 他们也有些陌生 燕北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熟悉的人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 久违的笑容 师尊 宗主 他来到了两人身前 这时 风寒以及清云 才完全看清楚 燕北怀中所抱之人 赫然正是他们 准备寻找的灵儿 灵儿 风寒见到那张 绝美的面庞时 更是喜极而起 刚刚都还在担心 灵儿与燕北 没想到 这才片刻功夫 两人竟然便都回到了清云宗 不过清云 虽说也是一脸喜悦 可眼睛却出现浓浓的忧愁 他本以为要被怀中所抱之人 是自己的女儿启梦 可却并不是 那自己的女儿 当真如大长老所说 失踪了 想到这里清云的内心 更是一紧 燕北 启梦他去哪里了 清云连忙开口 颤声询问道 他害怕听到燕北告诉他 说启梦已经陨落 或被人抓去等消息 燕北眼中露出思念之色 伯父 放心吧 启梦现在没事 他如今身在 超凡势力火粪谷 有凤凰神女 陪伴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超凡势力 火粪谷 凤凰神女陪伴 不只是清云 场中长老们纷纷浑身一阵 火粪谷 作为冬域的超级势力之一 他们自然也有所耳闻 并且宗门手闸 有先辈曾记载 千年前 鼎盛一时的皇宇圣地 便是火粪谷的前身 火粪谷 清云脸色大变 神色变幻不停 仿佛在想些什么 好半想 他才尝出一口气 嘴角挤出一丝笑容道 梦二在火粪谷 我也就放心了 你们都没事 如此甚好 说吧 清云便转身离去 没有再久留 在场的众人 一脸奇怪地看着清云离去的背影 全部一脸猛 就连燕北也很是奇怪 此刻 清云宗主不应该高兴吗 为何突然表现得如此冷漠 他将目光疑惑地看向师尊 只见风寒轻叹一声 火粪谷 真是一段孽缘啊 在场中人一脸奇怪 不知道为何 风寒会如此说 不过当他们询问之时 风寒也只是罢了罢手 不愿提及 夜晚 此刻的清云宗 举宗同庆 为了庆祝燕北归来 掌获冬裕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头衔 整个清云宗大摆宴席 无数弟子 纷纷前来 想要目睹燕北真容 此刻的燕北修为 已经有所成 所以便也没有再 遮掩自己容貌 他坐在宴会的右上方 与师尊迎面而坐 在其上方便 是清云宗主 此刻众人 朝燕北看去 目光震撼 只见他的身上 有阵阵神光散发 仿佛有无穷的道则显化 犹如九天之上的先王 端坐于此 让人看上眼 便心中震撼不已 这便是让超凡神子 都黯然失色的人吗 好帅 一些女弟子 纷纷眼睛冒出星光 紧紧地盯着燕北 燕北的每一个动作 都仿佛牵引着他们的心神 让他们露出一副 痴迷之色 其实 不光是这些女弟子 正在注视着燕北 那些男弟子 甚至是宗门直士 长老等等的目光 全部都聚焦在他身上 燕北 如今你的修为 达到了什么境点 秦云此刻 早已经恢复了常态 笑着问道 当然 如果不方便说的话 也并无大碍 他知晓 燕北向来为人低调 可每当想起 白天他身上 所散发的恐怖气息 他便无比好奇 燕北到底是什么修为 就连他 也根本无法感知到丝毫 燕北站起身来 微微拱手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宗主说笑了 这又何说不得 虽说自己如今修为大长 可是他却对自己宗门中的两人 却颇为敬重 便是师尊与宗主 众人神色一阵 连忙竖起耳朵 朝燕北看去 纷纷都想知道 他到底到达了什么境界 一些弟子 在下面窃窃私语 猜测他 已经达到了原神境中间 有人也猜测 他到达了 神功境界 可唯独没有人敢猜测 他到了四级境 毕竟四级境 那可是 真正传说中的存在 一般只有 强盛国度的国君 或者通天大教的教主等 才会拥有如此 修为境界 并且据他们所了解 燕北才多大 不过二十出头 怎么可能突破四级境 燕北 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下面弟子的议论声 当然不会逃过他的耳朵 不过他并不以为意 想必大家 对我也有所了解了 如今我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四级境高见 哄 这话如同一枚核弹 在酒宴之中引爆 所有人的表情 都僵硬了一瞬 四级境高见 众人看着燕北 如此年轻的面容 神色一阵 怎么可能 不愧是 老夫的弟子 风寒也是一脸激动的 站起身来 脸上浮现 难以言喻的兴奋感 听到这话 清云连忙翻了翻白眼 说得燕北 你有教过他什么东西一样 不过四级境高见 这也让清云宗震惊得不轻 这种修为 就在是在整个冬域 也算是一方巨拨了 不愧是我清云宗的弟子 清云大笑一声 站起身来神色 也很是激动 风寒此刻 也是白眼一番 嘟囔一声 你别继续将人家关着 就不错了 在场的都是修士 自然听到了风寒所说的话 清云神色 顿时一将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风寒 随即一脸善笑 同时他也内心懊悔 为什么以前 要由着那清云圣子胡来 师尊 别说笑了 话说回来 还多亏了囚龙山 才让我能够静下心来 前行修炼 方才有了如今 这一身修为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便是这一道理 燕北脸不红心不跳地 对着宗门弟子们 讲述着自己 当时如何刻苦修炼 众人听闻 燕北的身影 顿时在他们的心中 更加高大起来 第103章 多活几天不好吗 一二 没想到你当时竟如此艰苦 都怪为师 风寒老泪纵横 伸手微微擦了一眼 眼角滴落的泪水 这让燕北神色异景 连忙上前 扶住师尊 随即 朝下方的弟子们看去 神色恶然 下方的弟子们 竟哭成一片 一些女弟子 更是夸张 都直接说 晚上要好好给燕北师兄 捏捏肩 洗洗脚 舒缓一下他的疲劳 没想到他随即 胡编乱造的一番话 竟让他们 都如此感同身受 嗨嗨 其实修炼 也不是那么乏味 更多的是 享受其中的过程 燕北 强行将话题拉了回来 随即看着师尊 与身旁的灵儿 目光一柔 当你拥有足够 强大的实力时 最重要的 便是能够守护 你所爱之人 我的道 便是守护 在场所有人目光震动 燕北的话 如同在迷茫的黑夜中 为他们指引前方的 一盏明灯 让在座的弟子们 豁然开朗 一些弟子 终日浑浑噩噩 不知道修到为何 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要历经 千辛万苦修道 只是身旁的同龄人们 都在走这一条道路 自己不甘落后 才踏上了这条道路 他们找到了前进的目标 守护 这二字虽能脱口而出 却重如万经 想要守护好一个东西 虽说容易 做起来确实极难 不愧被誉为 东玉年轻一代第一人 果然非同一般 在场的长老们 听到燕北所说之后 都纷纷感觉 自身的心境 提升了一大节 他们修道一生 不就是为了守护吗 守护自己的亲人 守护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 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声 从青云棕外传来 东玉年轻一代第一人 真是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嗯 燕北眉头微皱 不过却并未多说什么 因为来人 他曾见过 青云等一众长老 则脸色顿时大怒 如今燕北 乃是他们青云棕 如同瑰宝一般的存在 岂容外人随意亵渎 何人敢来我青云棕放肆 青云冷哼一声 直接化为一道 流光冲出大殿 众多弟子 也纷纷走出大殿 朝上空看去 一位独臂男子 站在虚空 在他的身后 站着一片乌鸦鸦的人群 他们的胸口处 都佩戴有同样的徽章 七宝宗 风寒看着那徽章 目光一宁 开口说道 青云看清来人之后 冷哼一声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们 这群小小之辈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今日你们竟然还敢 亲自找上门来 没错 来人正是七宝宗 刚刚说话那人 便是七宝宗 百年难遇的天骄 林峰 当年 被燕北斩去一臂的人 青云宗主好大的火气 怎么今日 宗门内张灯结彩 是有什么喜事不成 林峰站在虚空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青云看着林峰 眉头微皱 有何事与你无关 你们七宝宗来此有何事 自从两年前 七宝宗雷竭尽长老 出手偷袭启梦一事 让青云震怒 从此两宗关系 便已经撕破脸皮 青云一度想要 亲自出山覆灭七宗宗 可奈何上次 血神教的人降临 差点让青云宗覆灭 所以这一计划 迟迟没能实施 有何事 自然是来找青云 宗说道说道 林峰嘴角浮现一抹冷意 据我所知 我七宝宗的金伦 长老可是消失在这附近 不知青云宗主 可否见过 金伦长老 听到这个名字 青云的眼睛 便浮现一抹戾气 他已经死了 今日本宗大喜 并不想杀戮 如你七宝宗想战 三日后断龙崖来 我青云宗 与你一决生死 青云强行压制住了 体内的杀意 冷声说道 如今 燕北刚刚归来 为他摆下的宴席 才刚刚开始 他并不想破坏了 宗门弟子们的雅性 死了 林峰的声音突然拉高 死死地盯着青云 他偷袭本宗圣女 被宗门长老斩杀 还有 趁我现在心情还好 立刻带着你的人滚 青云脸色难看 再次说道 如果不是燕北 今日刚刚回来 他早就带着 众长老们杀去 将这群七宝宗的杂碎们 斩尽杀绝 青云宗主当真霸气 斩杀我 七宝宗长老 竟还如此咄咄逼人 当我七宝宗 是尼捏的不成 林峰神色冷冽 一股强大的气息 顿时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赫然是原神镜四重天的修为 他身后的七宝宗长老们 也纷纷展露自己的修为 除了林峰以外 他们的修为 倒是和青云宗长老们的 修为不相上下 原神镜四重天 青云瞳孔一缩 他如今都不过才堪堪 跨入原神镜二重天 长老们也纷纷有些惊讶 这短短的时间内 林峰便已经突破到了 原神镜四重天 可见对方号称 七宝宗百年难遇的第一天才 并非是浪得虚名 不过他们将目光微微瞥向 站在大殿外的 一道白衣身影后 也便觉得林峰不过如此 燕北饶有兴趣地 看着场中的情况 这林峰 可是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他此时 倒也并未多说什么 毕竟这是宗门恩怨 如今长辈们都在此处 他一个小辈先看着便好 如果实在不行 便出手不迟 怎么 害怕了 青云 宗斩杀我七宝宗长老 不给出个交代 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林峰站在虚空冷笑地说道 青云看着林峰得意的神色 嘴角微微一抽 害怕 老子不过是 现在不想杀人罢了 就凭你这区 屈原神境 老子宗门的一位弟子 便能一息间 斩杀你数万次 还害怕 真是够好笑的 我今日真的不想 宗门杀戮 你都活几天不好吗 青云一脸难色地 看着林峰说道 青云宗的众人 努力憋笑 都知道 宗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七宝宗那边 却一脸愕然 他们预想中 青云得知林峰的修为后 不是应该震惊 然后惶恐吗 怎么竟然还如此说话 多活几天不好吗 这是什么意思 第104章 林峰的少主 青云 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不过裁员 神经二重天吧 就这种修为 还敢出此狂言 林峰此时面 露冷笑地说道 青云长老之死 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今日我便踏平青云宗 同时他身上的气机散发 原神经四重天的 修为斩露无鱼 七宝宗的长老们 也向前踏出一步 一股极强的威势 顿时扑面而来 青云面色极为难看 看来这家伙 是铁了心今日 与自己过意不去了 也罢 正当青云准备呼喊 宗门长老一起御敌时 一道轻笑声 在场中响起 金轮 难道就是 被我在囚龙山下 拍死的那人吗 燕北淡淡一笑 从人群中走出 只见他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在场所有人 都没有看清他的动作 燕北仿佛顺意一般 林峰眉头一挑 疑惑地看着燕北 他从未见过此人 不过这声音 却让他有些熟悉的感觉 可是到底是谁 却让他一时间记不起来 你是何人 林峰神色冷冽 对着燕北喝问道 燕北看着林峰 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两年前 你忘了 你的手臂怎么断的吗 众人听闻愣了愣 不过林峰的脸色 却顿时大变 目光通红地看着燕北 那天在树林 让我自断一臂的人是你 林峰的神色难看异常 转头看向自己 空空如也的断臂 极为怨毒地看着燕北 难怪他听这声音 极为耳熟 原来就是两年前在树林里 逼迫他自断一臂的神秘人 当在场的众人 看到林峰手掌的断臂后 才默然想起 两年前在南荒传出过的一件事 当时身为南荒一颗 极为耀眼的星星 七宝宗百年难遇的天才林峰 在离开青云宗 返回宗门的路途中 被青云宗的一名弟子寻尚 两人大战一番 林峰不敌 最终以自断一臂作为代价 才得以活命 这则消息 在当时可还掀起了一阵波澜 不过当时的七宝宗 与青云宗并未彻底撕破脸皮 也就不了了之 可林峰却对于此事 一直怀恨在心 他曾发誓 如果再让自己遇上那天 在树林里 逼迫他斩掉手臂的那人 他定要 让其付出血的代价 怎么 终于记起了 燕北看着林峰 那极为愤怒的表情 不以为意 甚至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燕北的这样子 完全将林峰激怒了 来得正好 今日我要踏平青云宗 以削我心头之恨 林峰神色猙獰 直接朝燕北杀去 哄 一股恐怖威势爆发 强大的气浪 顿时席卷天地 青云脸色微变 这种程度的攻击 就连他也暗暗心惊 正当他准备出手时 燕北伸手拦住了他 青云看着燕北 仿佛想起了什么 顿时散去手中凝聚的能量 露出一脸期待的神色 整个青云宗的人 都紧紧地看着虚空中 那道白衣身影 有些激动 给我死 竟是要一击让其陨灭 燕北眼睛露出一丝嘲讽 只见他双手附在身后 问 顿时一道淡金色的光韵 笼罩在他身前 林峰的拳头 轰击在上面 连一丝波澜都未掀起 百年难遇的天才 就这点力气吗 燕北开口淡淡地说道 七宝宗的人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顿时瞳孔一缩 他们不断地打量着燕北 这家伙到底是谁 竟能挡住林峰的攻击 林峰这两年可是没有闲着 而是离开了南荒去拜师学艺了 如今修为有成才归来 所以七宝宗的长老们 也才敢和他一起来清云宗 毕竟清云身为原神静的存在 也不是随意可拿捏的软柿子 至于清云宗的弟子们 虽说他们早已有所准备 可如今见到燕北 如此淡然的模样 内心还是忍不住地激动 原神静 那可是他们高不可攀的境界 而燕北师兄 竟然能够轻易挡下其攻击 那些还怀疑他说大话的弟子 顿时闭上了嘴巴 也一脸震撼地看着天空 怎么可能 林峰脸色一变 手中的拳头更加用力了起来 不过燕北却根本不为所动 就连目光都会产生一丝波澜 这让林峰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燕北微微摇头 两年时间 你我的差距更大了 碰 一股气浪从燕北身上爆发 林峰顿时直接被阵飞出去 轰在了不远处的一座高峰之上 少宗主 七宝宗的人顿时大惊 连忙去将林峰救了回来 林峰此刻浑身血肉模糊 衣衫破碎 凄惨至极 这还是燕北没有下杀手的原因 否则曲曲原神境 他一口气便能灭掉数万 这修为怎么可能 林峰伸手擦去脸上的鲜血 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燕北 两年前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他与燕北的修为处在同一层次 可如今两年过去 他竟然连对方的修为都感知不到 这让他备受打击 要知道 他两年内无比刻苦地修炼 便是为了覆灭清云宗 为了报自己的断臂之仇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 如今 他连对方的气息都无法承受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再进步 我自然也在进步 不过你的速度确实慢了一些 燕北迈不向前 准备将七宝宗这些人全部拿下 他每一步迈出 身上的气息就强大一分 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林峰等人也自然明白了燕北的意图 脸色顿时大变 快去将少主请出来 林峰顿时对着七宝宗的长老狂吼道 少主 燕北眉头微皱 这又是什么人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不过是微微放缓 他也想要知道 这林峰口中的少主到底是谁 那七宝宗的长老顿石头 也不回地朝远处的一片山脉中飞去 青云宗众人面色微变 这人明显是去请帮手去了 青云正想要出手将其拦下 不过燕北却是对他微微摇头 既然林峰背后有人 那不如让那七宝宗的长老让其出来 自己一网打尽 以免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声 第105章 隐狼入室 你等着 少主来了 你们青云宗的人都得死 林峰神色有些猙獰地嘶吼道 他的雀敌不过燕北 不过他却并未担心 因为此次回到南荒的 可不止他一人 他口中的少主 也随他一起回来了 与此同时 在临近囚龙山的一座山脉中 有一座由黄金天马所拉着的马车 停在这里 此刻天马正在原地吃草 可是身后的马车却是左右摇晃 仿佛正在行走一般 同时 此地隐隐约约有一种 让人有些难以描述的声音 在回荡 在马车中 昏暗的灯光下 透过那层薄薄的纱帘 可以若隐若现地 看到马车之中的景象 正有一名容貌极为漂亮的女子平躺 在其中 在其之上 更有一名魁梧男子此刻 正在满脸笑意 主人 奴家喜欢你 那平躺的女子 神色迷离 轻声说道 不过 她的话语 却仿佛充满了魔力一般 让气氛瞬间达到了巅峰 你让本尊有些意外 七宝宗的圣女修为 果然不错 魁梧男子 眉头微条 嘴角露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没错 在马车中的这名女子 正是七宝宗的当代圣女 她本是凌峰的未婚妻 可如今却也只能成为 这魁梧男子的玩物 还望少主不要忘了 带着奴家离开南荒 女子神色迷离 对着魁梧男子说道 想要离开南荒 得到更好的修炼资源 如今眼前这位男人 成了她唯一的依靠 好说 你以后就当我的侍女吧 本尊宝你荣华富贵 魁梧男子哈哈大笑 根本没有丝毫顾忌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响起 少主 大事不好了 一位七宝宗的长老 顿时降落而下 神色惊慌地 对着马车中大喊道 这声大吼 落在那那魁梧男子耳中时 犹如一道惊雷 让其虎躯一阵 顿时为民 魁梧男子的脸色 也瞬间难看起来 女子仿佛也感受到了不妙 何事 马车中 传出一道阴冷的声音 其中蕴含着淡淡的沙意 不过七宝宗的长老 仿佛没有听明白 其中意味 少主 快去救救林峰 少宗主吧 清云宗出了一位绝世天才 少宗主他不敌 快支持不住了 长老神色 很是焦急地 对着马车大吼道 长老 你先走 我和少主随后就到 一道有些紧张的声音 从马车中传出 正是七宝宗的圣女 圣女殿下 怎么会在少主的马车里 七宝宗的长老 听清了圣女的声音后 顿时瞪大双眼 目光不敢置信地看着马车 圣女乃是少宗主 林峰的未婚妻 两人的婚事 整个宗门上下皆是认同 可如今少宗主夫人 竟然出现在了 这少主的马车中 并且她来时 可是听到了里面传出的 阵阵奇怪的声音 身为年过半百的人 她岂能听不出 那是在做什么 很明显 她是不知情的 你这老家伙 现在快滚 否则老子杀你 魁梧男子掀开纱帘 光着膀子走了出来 里面的七宝宗圣女 却还是浑身赤裸 连忙找了一件衣服 蒙在了自己身上 七宝宗长老看着如此一幕 顿时气血攻心 圣女 你可是少宗主的未婚妻 你竟然背着她 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圣女被这七宝宗长老 如此指点 面皮也有些挂不住 虽说凌峰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却并未公之于众 毕竟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七宝宗长老 身为宗门元老 乃是老古董 岂能见到如此下作的勾当 顿时大怒 好 很好 凌峰遇人不输 竟结交了你这等败类 我们七宝宗 不用你来救 七宝宗的长老 神色怒到不行 不过却并未出手 这少主的实力恐怖无边 根本不是她所能抗衡的 圣女神色难看地说道 这件事如果被人揭发 那么她也不用再男荒混了 甚至是她的家人 都将因此而抬不起头来 那魁梧男子 仿佛明白了圣女的意思 直接伸出大手 狠狠地朝七宝宗长老拍下 扑 七宝宗长老 根本没有丝毫反应的机会 直接便被拍出一团血舞 圣女脸上露出一丝不忍 不过却伸手拉上了沙帘 没有说话 魁梧男子站在空地上 面色阴沉 如今做事的时候 被人打扰 让她内心极为震怒 凌峰那家伙出事了 再次等我 等下回来再好好宠幸你 等会儿 我要当着凌峰的面 心好你 看看她会露出什么表情 魁梧男子神色阴沉地开口说道 不过最后 嘴角却是露出一抹期待的神色 当着凌峰的面 想用她的女人 恐怕会很刺激吧 为什么自己之前没有想到 魁梧男子 嘴角露出一抹阴邪 身体仿佛悸动了一瞬 随即她直接迈步而出 朝青云宗所在的地方飞去 凌峰等人早已经被 燕北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青云宗的弟子们 发出震震欢呼声 燕北看着眼前的凌峰 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看来你这少主 也不怎么关心你的死活吗 我都等了这么久 他还是没来 凌峰脸上露出了 无比怨毒的神色 七宝宗的长老 应该早已经找到了少主 可对方却迟迟不来 同时他想起了 今天盛装打扮在 少主马车中的未婚妻 今日原本七宝宗的圣女 也该随他一起出征青云宗 不过出发前 却被少主留下了 说是留下一人陪他说说话 了解一下男荒情况 虽说他早就知道了 少主定然是 对自己的未婚妻有所图谋 但当时的凌峰 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 只能任由他 他来时总告诉自己 女人如衣服 大不了以后再换一件 毕竟自己的前程 才是最要紧的 如今前去寻少主的长老 这么久都没回来 想来是少主 正在与圣女 做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想到这些 凌峰嘴角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 隐狼入室 就是说的自己这般吧 第106章 他是你少主 看来 你那什么所谓的少主 不会来救你了 燕北转过头 淡淡地说道 随即 他手中便凝聚有恐怖力量 准备直接结果了凌峰 可就在这时 住手 放开凌峰 我留你全尸 一声怒吓 从远处的上空传来 正是刚刚在山脉中 与七宝宗圣女缠绵的 魁梧男子 他的气势很是恐怖 虽说一人前来 却如同千军万马一般 给人一股极强的威慑力 青云等一众长老 脸色大变 这人的气息实在太恐怖了 他们连忙结阵 准备共同抵御 敢抓我的手下 我看你这小小的宗门 想要灭宗了不成 魁梧男子神色冰冷 扫视全场 气息震慑天地 凌峰虽说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其天赋且尚可 魁梧男子也很乐意 有这么一个手下 并且凌峰做人非常识趣 的未婚妻拱手让出 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这种人才 他自然不会放任其轻易陨落 燕北看着来人 神色一阵恶然 竟然是他 很明显 他认识这魁梧男子 不过由于他此刻 站在青云等一众长老身后 所以对方并未注意到他 怎么 你认识少主不成 既然认识 你还不归地求饶 他岂是你这小小青云宗 能够招惹呢 凌峰听到燕北的话 脸色顿时露出一抹争鸣 虽说他内心也有些恨少主 夺他未婚妻 可是如今大敌当前 他唯一的依靠 也只有少主 你别告诉我 你口中的少主 就是此人 燕北神色恶然地看着凌峰 怎么 见到少主神威害怕了 现在立马给本少松绑 再跪在地上 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 凌峰一脸地得意地说道 少主可是神功境界的强者 在南荒这片区域 已经算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他觉得 燕北畏惧也实属正常 跪在地上 就凭他也配 燕北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你什么意思 敢对少主不敬 凌峰神色一变呵斥道 此刻纵然为阶下囚 但是他毅然不拒 因为少主的到来 让他信心倍增 这小小的青云踪 岂能拦住一位神功境的强者 凌峰的呵斥 让在场的众人 转头朝他看去 燕北此时也露出一抹笑容 抬头朝那所谓的少主看去 正巧那少主的目光 也朝凌峰看来 由于燕北便站在凌峰身旁 自然而然 他与燕北的目光 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见到燕北的那一刻 那魁梧男子 脸色明显变了变 随即使劲地摇晃了一下脑袋 他还以为自己眼花 使劲地揉了揉双眼 可那道白衣身影 依旧站在原地 不是幻觉 竟然是真的 顿时间 那魁梧男子如遭雷击 脸色瞬间大变 你 你怎么也在这里 魁梧男子见到燕北的瞬间 身体一颤 神色竟然露出了一抹畏惧 众人一愣 这什么少主 竟然认识燕北 不过林峰的脸色 确实僵硬了下来 他竟然从少主的眼中 看到了一抹恐惧 仿佛他在惧怕 自己身旁的这位男子 怎么可能 清云宗乃是我从小长大的宗门 我为何不能出现在这里 燕北轻笑一声 迈步向前走去 随着燕北越来越近 那魁梧男子 明显地身体一颤 连连后退 从小长大的宗门 魁梧男子低难一声 目光震动 倒是你 不在霸权宗 好好当个王八 竟还敢仗着自己的修为 为所欲为 燕北的脸色冷了下来 一股寒意 从魁梧男子脚底升起 没错 这魁梧男子 便是在天意城城竹府晚宴上 被燕北强势镇压的 霸权宗天骄 王力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燕北有些恶然的原因 霸权宗位 处于云龙王国境内 距离南荒极远 这王力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所以让他颇感意外 并不是他感到意外 就连王力此刻也非常震惊 自从上次城竹府的晚宴过后 燕北算是彻底打消了 他的嚣张气焰 随后燕北在天意秘境中 所做出的惊天举动 更是让整个冬裕震惊 被无数人誉为 冬裕年轻一代第一人 王力不是没想过报复燕北 不过在如此众多光环的笼罩之下 燕北这等盖带奇才 根本不是他所能撼动的 并且 他还亲眼在秘境中见到 燕北与火凤谷的神女 极为要好 就算这一层关系 他也不想再去寻仇 毕竟超凡势力的恐怖 可不是霸权宗可以承受的 一个不好便是灭宗之祸 燕 燕兄 没想到此处竟是你所在的宗门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王力此刻一改强势 满脸善笑地看着燕北 燕北已经破入四级境 这是参与秘境的人 众所周知的事情 他如今才不过刚刚跨入神功境 歧视燕北的对手 所以立马认怂 毕竟大丈夫能屈能伸 也不为过 谁跟你称兄道弟 你也配 燕北眸光一冷 冷哼一声 哄 一股惊天威压从天而降 顿时将王力压迫得连连后退 脸色一阵惨白 此刻场中 不论是青云宗的人 亦或者七宝宗的人 全部内心一阵 一脸骇然地看着燕北 刚刚王力的恐怖气息 他们是感受过的 可如今 燕北竟然一道气息 便将对方直接镇压 这是什么概念 林峰此刻的脸色一片煞白 身躯止不住地 开始微微发抖 就算刚刚被抓的时候 他的心境都没有如此动容过 他没想到 自己心中最强的少主 竟然在仇人面前 微微懦默 甚至被对方的一道气息镇压 直到此刻他才知晓 自己所追求的一切 原来在眼前这人的眼中 根本不值一提 燕北 有话好说 王力此刻额头直冒冷汗 该死 怎么又撞到了 这凶神的手中来了 真是倒了血美 燕北可是将天龙绳子 都压得抬不起的人 他又如何能敌 此刻只能委屈求全 第107章 斩杀罢 全宗王力 我们貌似没有什么可说的 燕北探出手掌 一只金光璀璨的大手 直接瞬间凝聚 随即将王力 如同小鸡仔一般地捏在手中 对方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在城主府时 他可没忘这家伙 可是想要将启梦留下 说什么 给天龙绳子当侍女 当时燕北内心的杀意便涌起 不过当时身在城主府 他也不好太过了 毕竟当时他如果出手杀人 天灵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可如今 这王力竟然又撞到了自己手里 这就让他没有理由放过他了 燕北 别杀我 我给你做牛做马 王力内心惊惧 那将他捏住的金色大手 恐怖无边 他根本无法挣脱 甚至他能够感觉到 如果燕北微微用力 他立马就得抱成一团血物 惨死当场 身为霸权宗的少宗主 他自然不甘心 就这样轻易死去 毕竟 他还有无数的荣华富贵 都未曾享受 做牛做马 燕北冷笑一声 瞟了一眼凌风 对对对 我愿意跟随于你 甚至我愿意退出霸权宗少宗主之位 让你来当 王力呼吸急促地说道 生怕燕北一个不小心 将他捏死 霸权宗少宗主 这一听 就很没有排面好不好 凭借他如今的修为 轻而易举地 便能创建一个霸权宗 这少宗主的位置 实在让他提不起兴趣 王力看到燕北摇头 顿时内心沉到了谷底 我对这些没有兴趣 你还是死吧 燕北淡淡一笑 他的笑容 让众人看去 如同沐浴春风 但是落在王力眼中 却犹如久悠地狱而来的死神 正在对他微笑 你斩了两位王子 云龙王此刻正在追杀你 如果我死在了这里 我父亲立马就会知道 你这青云宗也会暴露 到时候云龙王杀来 此地将瞬间被移为平地 王力惊恐地大吼道 想要搬出云龙王来将燕北镇住 可是他明显失算了 云龙王 不用他来找我 我很快便要去寻他 燕北无所谓地笑了笑 随即手中微微用力 碰 霸权宗一带天骄 顿时化为一团血物 陨落当场 七宝宗的人全部神色骇然 神功尽强者 竟然在这青年手中根本无反抗之力的 便被捏死 宗主 这些人七宝宗的人便交给你们了 我先回去了 燕北侧过头 看着青云等一众长老说道 好 好 燕北辛苦你了 你快去休息 这里交给我们就行 青云神色震动 连忙说道 随即还让几名弟子陪同燕北 不过燕北拒绝了 最后与师尊林儿告别后 便一步迈出 回到了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囚龙山 整个青云宗的人都一脸震撼地 看着不远处的囚龙山 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颠覆了他们的三观 神功境界的强者 竟然在燕师兄手中都如同蝼蚁一般 所有人都目光崇拜朝远方望去 从今天起 燕北便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仰 不只是这些弟子 青云宗的长老们也被震撼得不轻 虽说他们知道 燕北如今被誉为东玉年轻一代第一天交 但是那都是耳闻罢了 和如今眼见可不相同 这简直太刺激了 他们也从没有想过 青云宗竟然能够出现 燕北这等逆天的人物 宗主 你忘了上次咱们的赌约没有 风寒此时一脸得意地拐了拐青云 青云还处在震撼着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赌约 这让风寒的脸色顿时一变 你这家伙竟然想要赖账不成 你上次说了 我徒儿到达了雷杰境巅峰 你就退位让衔 将宗主置位让于他 现在竟然出而反而 直到此刻 青云才一脸恍然 原来是因为这事 他犹豫一瞬 随即自嘲一笑 我纵然不会说话不算数 不过如燕北如今的境界 还真的瞧得起 咱这小小的青云宗吗 听到这里 众人漠然 如今以燕北的修为 就算统领一个王国 都绰绰有余 眼界还岂会局限 这小小的青云宗 雄鹰自当遨游九天 在青云宗当一个破宗主 的确委屈偶托 想到这些 风寒也连连点头 随即眼睛微微一瞟身旁的青云 口中喃喃自语 你这家伙 什么叫一个破宗主 青云一把攥住了 风寒的衣巾 他怀疑这家伙 是在辱骂自己 风寒任由青云抓着自己 一脸无所谓 俨然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青云宗的长老们 看着两人如此情形 顿时露出笑意 与此同时 云龙王国 霸权宗 哄 一股恐怖威势 骤然从霸权宗爆发 丽儿 一道恐怖人影 顿时出现在天空中 仰天大吼 就在刚刚 霸权宗少宗主王历的灵魂遇见 竟然碎了 说明王历已经死亡 这让整个霸权宗的人 浑身一颤 王历是霸权宗的少宗主 并且还是当代宗主的独子 在霸权宗内受尽宠爱 如今王历陨落 让王霸天震怒无比 霸天兄 何是如此动怒 霸权宗的外面 忽然出现了一道 明黄色长袍的身影 皱着眉头 对着王霸天问道 来人正是云龙王国的国君 云龙王 我的烈儿 被人杀了 王霸天身躯不断颤抖 一股难以想象的惊天杀意 笼罩方圆数千里 王霸天乃是霸权宗现任宗主 伺机进三重修为 什么 云龙王脸色一变 顿时也是一惊 哄 一股恐怖的威势 瞬间爆发 何人敢杀霸权宗的少宗主 云龙王捏紧拳头 神色铁青 又是一位后辈云落 前几日 他的两位儿子被人斩杀 至今大仇未报 王霸又被人所杀 这让云龙王也怒不可遏 王霸不只是霸权宗的少宗主 更是他的侄儿 根据灵魂御简传出的最后波动 丽儿云落在南荒的某地之中 王霸天将儿子的灵魂御简拿出 递给了云龙王 云龙王拿着灵魂御简 手臂微微抖动 随即他深吸一口气 口中默念法觉 一道白色的光芒 冲进灵魂御简中 燕 突然 一声极为淒厉的惨叫声 在霸权宗的上空回荡 竟然是王霸的声音 第108章 仪器画三清 此刻 在霸权宗上空 有一道极为淒厉的惨叫声 响彻云霄 所有人听闻都心生含义 正是已经死去的王霸声音 云龙王运用特殊术法 从王霸的灵魂御简中提取到了 他生前被杀时 最痛恨的人 也就是斩杀他的凶手 燕 一道模糊的人头虚影 从灵魂御简中冲出 随即发出极为淒厉的嘶吼声 王霸天听闻自己儿子 发出如此淒厉的惨叫 顿时脸色煞白 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云龙王也是脸色巨变 怎么可能 哄 一股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威势 瞬间从云龙王身上爆发而出 直接瞬间 将天都冲出一个大窟窿 无数人此刻看着天空 宗云龙王的身影 都在瑟瑟发抖 感觉云龙王此刻 甚至比王霸天还要怒 燕呗 好一个燕呗 本王不杀你 势不为人 云龙王脸色难看到极点 直接一拳轰出 将远处的一座山峰轰碎 王霸天此刻也稍微清醒了一些 有些疑惑地看着云龙王 到底什么情况 王力死去 最难过的不应该是自己吗 为何云龙王如此怒不可遏 王力虽说是他的侄子 却也没有轻到这个地步吧 就好像死的是他儿子一般 顿时间 王霸天的脸色不断变换 一些绿色的想法 不断在他的脑海中衍生 不过当即 他便摇了摇头 自己的妻子 乃是云龙王的亲妹妹 怎么可能 会发生那等事情 同时 有霸权宗的长老 见到王霸天如此疑惑的神情 立马走上前来 告诉他两位王子陨落的消息 前段时间 王霸天一直处于闭关状态 所以对于两位王子的陨落 也并不知情 当他听完长老所说之后 顿时间 深吸一口气 脸上冰寒一片 那斩杀自己儿子凶手 前几日竟然也斩杀了 两位云龙王国的王子 燕北 他到底是何人 王霸天沉声问道 随即燕北的资料 便呈现在王霸天面前 25岁以下 盖世天才 来历不明 与超凡势力 火凤谷交好 修为四级境 当看到这些消息后 饶氏王霸天 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25岁以下的四级境强者 这是什么概念 他苦修数百年 才堪堪达到四级境三重天 如今一个 二十多岁的矛头小子 竟然也能够达到 和他平起平坐的位置 云龙王霸气减退后 也是一脸沉重 不能放任 他再成长下去了 他的潜力无比可怕 如果此时不将他斩杀 恐怕他日必将成为 我王国的心腹大患 王霸天也是连连点头 二十岁就到达了四级境 未来晋升超凡境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此时不将其斩杀 未来此人极有可能 会使云龙王国倾赴 霸全宗大殿内 想明白这些后 云龙王陈生说道 根据灵魂预检中 所传出的位置 燕北此刻正在南荒 想必他短时间也不会离开 况且就算他离开了 本王也有办法将他逼出来 三日后 举王国半数兵力 争讨南荒 我要让整个东狱的知道 我云龙王国的人 不是那么好杀的 云龙王的声音 威严无比 夹杂着一股极强的杀意 让在场的众人心惊 我爸全宗愿意跟随王国 一同出征 王霸天站起身来 拱手说道 云龙王点了点头 目光阴冷地看着天空 燕北 我倒要看看你 到底有何等三头六臂 一日 南荒 囚龙山 呼 还是大床睡得舒服 这草席 真该换了 燕北看着自己身下的草席 撇了撇嘴 他有些想念 天字一号房的大床了 更想念身旁的那人 也不知 他如今 在火粪谷怎么样 他准备 今日将宗门的事情 处理一下 便前往火粪谷 将启蒙接回来 不过在这之前 重要的事情 还是不能忘 番茄 签道 燕北微微一笑 对着空气说道 丁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奖励 神技 仪器化三清 燕北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随着番茄半个时辰的讲解 他终于完全清楚了 这东西的用处 卧槽 这么变态 燕北看着仪器化三清的 技能面板介绍 直接将他震惊了 仪器化三清 乃是一种 可以分身的神技 不过这里 讲究几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便是时间 仪器化三清 并不是直接奋出一句道身出来 帮助燕北战斗 而是动用时间之力 唤醒过去 未来的自己 降临当前的时空 帮助自己战斗 简单来说 此刻时空中的燕北 被称为真我身 而以前时空的他 被称为过去身 以后时空的他 被称为未来身 他一共可以召唤出 两尊与自己同等级 甚至更强的道身出来 帮自己作战 过去身 拥有此刻燕北 全部的术法与实力 两者实力不相上下 而未来身则就 有些恐怖 将其召唤而出 燕北将承受 极大的因果之力 未来的燕北 有多强没有人知道 未来身的降临 恐怕会引起 时间长河震动 甚至牵引出来 一些过去 或者未来的恐怖生灵 一同降临 当修饰达到一定的境界后 可跨越时间长河 穿梭于过去 未来之间 所以如果他随意地 召唤未来身 恐怕跟随他而来的 不只是自己的道身 更有时间长河中 穿梭的恐怖生灵 不过未来身 也不一定有多恐怖 毕竟万一下一秒燕北 就死亡了 也便没有了 未来这一说法 这术法 神秘莫测 难以揣夺 这未来身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使用嘛 燕北暗暗扎舌 万一将过去 或者未来的某一个 老怪物招惹过来 还不等未来身帮自己 自己就已经被别人 给杀死了 同时 这一气化三清石 再太过变态 让他也不由地 有些心惊 你可以想象 当你和一个对战的时候 原本势均力敌 突然打着打着 又冒出来一位 和对手相等实力的分身 这所有人 都会很猛吧 更何况 还有一句 微能莫测的未来身 第109章 发兵难荒 又继续研究了 一会儿这一气化三清后 燕北便走出山洞 他准备给师尊等人道别 前往火凤谷 带回奇梦 就在这时 师兄 大事不好了 一道交喝传来 铃儿从青云宗方 向朝求龙山飞来 燕北一脸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让铃儿如此惊慌 你慢点 都快摔倒了 燕北一把扶住 朝自己冲来的铃儿 铃儿由于来的速度太快 都没能停下脚步 瞬间便撞到了燕北的怀里 师兄 不好了 铃儿此刻 神色有些焦急地说道 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然如此惊慌 燕北目光极为疑惑地 看着铃儿 难道是凌峰背后 还有人找上了青云宗 不过他身在求龙山 但是整个神念 却是完全笼罩此处 根本没有任何人 前来找麻烦 师兄 外界都炸开锅 到处都在议论你 甚至有一座 名叫云龙王国的国家 也正式对你 发出了缉拿令 昨夜已经派兵 正朝南荒而来 铃儿美眸闪过一丝惊慌 连忙说道 原来就在昨夜 云龙王国突然颁布昭告 要缉拿燕北 并且举全国一半兵力 出征南荒 是要斩杀燕北 此时整个东狱 已经人尽皆知 到处都在议论纷纷 云龙王国 燕北听到这里 倒是没有什么惊讶的 毕竟他斩杀了 云龙王的两位子嗣 对方通缉他实属正常 不通缉他才有些奇怪 不过派兵前来南荒 这云龙王 是不想让他继续成长下去了呀 准备在南荒 将他彻底灭杀 不过 自己真的是让人随意拿捏的 软柿子吗 我知道了 没事 燕北揉了揉铃儿的脑袋 笑着说道 他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就算云龙王不来找他 他后面也准备前往云龙王国 解决此事 毕竟有一颗定时炸弹 一直潜伏 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没事 灵儿瞪大美眸 不敢置信地看着师兄 被一个国家争讨 竟然说没事 传说 云龙王也是 一位四级进的大能 并且还有霸权宗宗主联手 两位四级进强者 还有全国的一半兵力 全部出征 只为斩杀燕北 师兄竟然说没事 灵儿再度给燕北 讲述了一些其中厉害关系 燕北都只是洒然一笑 让他放心 放心吧 无论有多人前来 我都不会让你们 受到半点伤害 燕北柔和的目光 扫视着整个青云宗 最终 灵儿一脸无奈地 离开了囚龙山 返回宗门 宗主大殿 什么 燕北当真是如此说的 青云的语调拔高 有些不敢置信 千真万确 师兄就是这么说的 让我们像往常一样变好 至于来犯之敌 他一人便能够处理 灵儿一脸善笑地说道 一个国家 一半的兵力 加上两名四级进强者 师兄既然说 他一个人对付就行 就连灵儿都觉得 师兄在说大话了 毕竟一个国家一半的兵力 不说百万 五十万总有了吧 五十万人 加上无数强者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将青云宗给淹了 更别说 与其对敌了 更何况 还是一个人 对五十万人 这就算有通天的修为 恐怕也无法立敌啊 整个宗主大殿 沉没了 青云听到云龙王国 出征难荒 他都准备 直接举踪迁徙 闭气锋芒了 没想到燕北 竟然如此气魄 言称他一人变形 我去好好问问燕北吧 毕竟这不是二线 风寒沉声说道 站起身来 便要去往囚龙山 等等 青云叫住了风寒 风寒一脸疑惑地 看着青云 怎么了 沉默半想 青云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 既然燕北说 让我们如往 长一样就行 他既然想疯狂 我们和不同 他疯狂一次 一股莫名的气质 从青云身上散发 让他整个人瞬间 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他三岁开始修道 如今岁月匆匆几十载 才不过 修行到原神境 并不是青云的天赋很差 而是他发现自己 缺少了一股锐气 自从坐到青云 宗宗主这个位置上以来 他总是瞻前顾后 趴着趴那的 年轻时期 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 敢于天争风的锐气 早已经消失不见 这也是他修为停滞不前的原因 身为修士 有内心无畏 无惧任何敌人 既然燕北都不怕 他一个年过半百的人 怕什么 纵有千军万马而来 不过兵来降党水 来土掩罢了 他决定相信燕北 众多长老听闻 浑身一震 目光不敢置信地看着青云 就连风寒 也一脸吃惊地看着他 这一刻的青云 像极了年轻时期 那名镇南荒的少年天才 青云宗 从没有带给过燕北任何东西 如今他修为强大 已经不是我等所能揣测的 我青云能做的 只有无条件地相信他 整个青云宗 也会一直站在他的身后 青云沉声说道 根本不顾仲长老同意与否 直接下令 只要燕北在 青云宗永不撤离 他如今 能为燕北做的只有这些 陪伴 无论结局会怎样 他都应该相信燕北 如果没有燕北 青云宗早就覆灭了 根本不会有如今的样子 我也相信我的徒儿 既然他说没问题 我这老头子自然是相信他 风寒神色一阵 开口说道 众多长老 犹豫一瞬 也决定相信燕北 毕竟燕北的实力 他们也是见到过 昨晚 七宝宗来犯之时 如果不是燕北 正巧归来 恐怕整个宗门 都将遭受大减 哄 忽然间 宗主大殿内 一股强大的气息 爆发而出 青云双眸紧闭 他的气息 竟然在蹭蹭蹭地往上涨 从原神进二重 直接长到了五重天 青云此刻看上去 足足年轻了十岁有余 精神硕硕 身上带有一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让他看上去更加威严 恭喜宗主 修为大敬 众人拱手对着青云贺喜 虽说青云突然暴涨的修为 让众人很是惊讶 不过修道就是这般 一个顿悟 或者星境的提升 便能让修为暴涨 第110章 冰破玄体激活 星境神女 青云感受着 自己暴涨的修为 眼神无比锐利 仿佛能够洞穿一切 就在刚刚那一刹那 他的心境竟然提升了许多 这也是他修为暴涨的原因 原来这就是我修为 停滞不前的原因 青云看着自己的双手 低难自语 就这样 青云宗的众人也确定了下来 他们都愿意站到最后一刻 如今的燕北 在青云宗众人心目中 就如同守护神一般的存在 只要有燕北在的地方 他们都无比心安 冬玉 火粪谷 在一座如同人间仙境一般的山栏上 矗立着一座高松的冰雪圣殿 这里便是冰皇所栖息的殿雨 此刻的冰皇化为人形 一位风华绝代的宫庄妇人 端坐在大殿上方 在她一旁站着一名容貌 更是绝艳的女子 正是 启梦 有我夫君的消息了吗 启梦此时 开口问道 她的声音无比清冷 如同领冬寒风一般 在整个大殿吹过 让不少侍女身躯 微微一颤 如今的启梦与之前大不一样 身上的气质更加清冷 如同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一般 让人不敢接近 并且她的眉心处 多出了一个如同凤纸月一般的凤凰印记 不过她的印记不是火红色 而是水蓝色的 仿佛由冰雪铸成 回禀神女大人 奴婢已经探查到了燕公子的消息 侍女拱手回答道 打探到了 快给我说说 她如今在哪里 启梦神色顿时一喜 开口询问道 可就在此时 哄 启梦的脸色微变 一股能够将天地都冰封的气息 顿时从她的体内爆发而出 整个大殿瞬间被冻结 那寒气还在以恐怖的速度朝外蔓延 这一幕吓坏了这些侍女 连忙跪在地上 他们以为是自己说错话 惹怒了神女 孟儿 你的冰魄旋体 还是无法控制自如 这时 端坐在大殿之上的冰皇 微微抬手 那股寒气 瞬间便又重新回到了启梦体内 大殿再度恢复平静 冰皇把启梦从天 一成带回火凤谷后 花费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终于将启梦的冰魄旋体 成功激活 如今启梦的修为 更是已经飙升到 元神境三重 并且修为 还在不断增加 按照冰皇的预算 启梦只需要三月 便能够突破到神功境 冰魄旋体的 激活仪式 非常浩大 惊动了整个火凤谷 甚至连火凤谷的 那头超凡境界的老凤凰 都惊动了 亲自出关一探究竟 虽说火凤谷内有火凤 以及冰皇两位圣人 及强者坐镇 不过他们两人 终究只是一缕残魂 能留存 在世间的时间并不多 当那头超凡境界的 老凤凰出关后 见到冰魄旋体觉醒 顿时仰天大笑 当即便亲自 册封启梦 为火凤谷的神女 与凤指约的地位同等 就这样 火凤谷便拥有了两位神女 这更加让火凤谷的长老们 喜笑颜开 如今 火凤与冰皇的传承 都有人选 火凤谷崛起指日可待 你们起来吧 刚刚是我没有控制好气息 误伤了你们 启梦有些歉意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侍女们 他准备伸手去扶起她们 可是当他的手掌块 即将要接触到侍女的时候 对方的身体 竟然开始有冰线凝聚 这让启梦连忙收回了手掌 如今冰魄旋体觉醒 只要靠近 他周身三寸的事物 都会被一股强大的含义所冻结 这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就如冰皇所说 他还不能掌控自己的冰魄旋体 侍女站了起来 身躯微颤 神色有些畏惧 眼前这位新晋神女 给他造成的压力 无与伦比的恐怖 他感觉自己 如果再靠近一点 随时都将会被那股冰冷的气息冻结 回禀神女殿下 奴婢打探到 燕公子如今正在南荒 侍女说道 南荒 启梦低难一声 他难道回宗门了 不过 为什么他不来火凤谷找自己 他应该没理由 不知道自己在火凤谷的 最开始他以为燕北陨落之后 曾一度想要自杀 不过每次都被冰皇拦下 可好 在很快便有消息传来 燕北并未陨落 反而从天一城出来之后 强势震杀了两名云龙王国的王子 同时 他在秘境中的所作所为 甚至被人曝光了出来 被誉为 东狱年轻一代第一人 听到这些消息后 一心寻死的启梦 终于安心了下来 同时开始跟随冰皇 学习兵之大道 并且拜他为师 毕竟燕北如今 都已经迈入了四季境 他也不能太过落后 否则当他几十年后老去 燕北还是如同 今日这般年轻剑术 可就太过可悲了 岁月是一把利刃 他可不管你 是不是什么绝世家人 没有修为百年后 依旧成为一具红粉窟窿 并且燕北如此优秀 基于他的貌美女子 可是不少 甚至启梦 隐隐感觉奉纸月 都对燕北有些意思 所以启梦 便更加刻苦地修炼起来 奴婢还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云龙王国正式对燕公子宣战 甚至派遣了 全国一半的兵力 前往南荒 侍女小心翼翼地说道 果然 启梦的脸色顿时一变 云龙王国 他想起了在天异城内 那对自己出言不逊的黄蜂 也就是那一次燕北 便与云龙王国结下了梁子 可没想到 如今的事情 竟然闹得这么大 云龙王甚至不惜 如此大的代价 出征南荒 听闻燕公子在南荒 斩杀了霸权宗的少宗主王力 使其震怒 要携同云龙王联手 一起对付燕公子 侍女再度开口说道 师尊 这怎么办 启梦转过头 看向坐在上方的兵皇说道 兵皇的眼神也微微惊讶 他也没想到燕北 竟然这么能惹事 让人不惜花费如此大的功夫 只为逮捕他 要知道 派出全国一半的兵力 可是一个大手笔 其中花费的零食不计其数 能够让云龙王如此 想来是他也忌惮起了燕北的天赋 不敢再度放任其成长 想要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第111章 兵牢最深处的人 一个小小的云龙国罢了 我相信燕北应该能够解决此事 兵皇淡淡地开口说道 在秘境中所见的种种 他早已经知晓燕北的潜力 岂是一个小小云龙国能将其击垮的 那是有机会成为至尊的生灵 就连兵皇自己也不敢随意揣拖 既然师尊不想插手此事 弟子便告辞了 我要回南荒 启梦的脸色一僵 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兵皇看着启梦的神情 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摇头失笑道 你这丫头 此事本身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毕竟他可是你的夫婿 听到这里 启梦的脸色微红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他刚刚还以为 兵皇比不想管此事 如今自己的想法被看穿 让启梦有些尴尬 既然如此 师尊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启梦有些急不可耐地说道 他也很想回到南荒 想要回去 见见父亲 以及那令他朝思暮想的人 不急 云龙王说了三日后 降临南荒吗 如今还剩两日 在离开之前 你好好再控制一下你的体质 兵皇站起身 来到启梦身前说道 还有 四长老刚刚给我传讯 有个人很想见你 有个人很想见我 是谁 启梦有些疑惑 自己如今 虽说是火凤谷的神女 不过却并不认识几人 这四长老更是从未听闻 他为什么会想要见自己 到时候 你去了便知 兵皇看着启梦的面旁 轻叹一声 启梦一脸不明所以表情 就这样 他跟随兵皇 走出了冰雪圣殿 来到了一座 被悬兵所包裹的山崖处 这是 启梦看着眼前的山崖 一脸疑惑 火凤鼓出了冰雪圣殿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这里叫做兵老 是囚禁一些 犯下过大错的弟子 兵皇看着眼前 这座被悬兵包裹的山崖 目光闪动 随即迈步走了进去 启梦紧随其后 见过兵皇前辈 见过神女殿下 就在他们刚刚进入兵牢的一瞬间 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 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兵皇微微点头 转头看着启梦 这便是四长老 启梦这才反应过来 启梦见过四长老 在火凤鼓 神女地位 虽比长老地位略高一筹 不过长老们 毕竟都是前辈 所以哪怕是神女见到某位长老 也不敢丝毫摆架子 毕竟能够成为 火凤鼓长老的存在 至少也是四级境界的强者 四长老看着眼前启梦的脸庞 目光产生了阵阵波澜 不过随即被他压了下去 不愧是兵破玄体的拥有者 纵然老夫隔得这么远 依然能够感觉到 神女殿下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寒意 四长老说笑了 启梦嘴角浮现一抹淡笑 不知为何他见到四长老的那一刻 内心竞生出一种 极为亲切的感觉 仿佛自己能够完全信任 眼前的这位老人 他们不过才第一次见面 竞生出这种感觉 让启梦内心更加胡逸起来 同时猜测 兵皇带自己来兵牢做什么 难道他是来带自己 见被关押在兵牢的某人 不过到底是谁 就这样 启梦在两人的带领下 朝兵牢深处走去 不过一路上 虽说大部分兵牢都是空着的 不过却还是有一些人 被关押在其中 他们各个气息震天 至少都是神功劲的强者 应该是犯下了某个大错 才被关押在此 不是囚犯看到 启梦的那一刻 目光露出一抹狐疑 同时朝兵牢深处 望了一眼 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人 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此行 可不只是看守兵牢的四长老在 更是有一尊 让他们浑身站立的 恐怖存在随形 兵皇 他乃是火奉古前 身皇与圣地的圣人及老祖 虽说皇与圣地已经覆灭 不过那些修为通天彻地的老祖画像 确实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深深印在了火奉古弟子的脑海中 毕竟他可是皇与圣地 仅存下来的两位圣人及残魂之一 有兵皇随行 他虽说没有释放出半分气息 但那股与生俱来的恐怖压迫感 让他们所有人惊惧 跪在地上不敢说话 四长老看着兵皇的背影 内心也是一阵颤动 圣人的实力通天彻地 纵横乾坤 纵然兵皇如今只剩下一缕残魂 实力大不如前 甚至连十之一二也难以发挥出来 可就算这样他的实力 依然却不逊色于任何 超凡境界的强者 如果不是他的本体 在那一战中被打成一片血雨 否则哪怕只是一片黄雨留下 他的实力也会更加强大 就这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奇梦来到了兵牢的最深处 这里到处都布满了悬兵 这里的温度低得可怕 就连神功净强者 来此恐怕体内的灵力 都会难以运转 普通人来此 将会瞬间被冻结成冰块 难以想象 在此地竟然还关押着人 到底是谁 能够承受如此极端的寒意 千柔 我们来了 这时 四长老突然开口 对着冰牢最深处地说道 他的语气极为温和 面容也变得慈祥起来 犹如一位年迈的老父亲一般 也就是此刻 奇梦才注意到 在冰牢最深处的牢房中 有一位女子 站在里面 正看着自己这脸 女子一头添蓝色的头发 身材纤细 身穿素衣 不过就算这样 也依然无法遮掩 其身上那股不时烟火的出尘气质 她犹如从九天下凡的折仙一般 让人一眼难以忘怀 奇梦有些呆滞地 看着那冰牢中的女子 嘴巴微张 里面的那位女子 竟和她的荣有几分相似 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 特别是两人的气质 更是无比接近 两道眼神对视之时 双方竟然都生出了一种 无比奇妙的感觉 那是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 让两人内心震惊 你是 两人望着对方 同时开口说道 竟连声音也有些接近 冰皇看着冰牢中的女子 再看了一眼奇梦 眼中露出些许的惊讶之色 第112章 母女相认 冰灵之体 冰牢 最深处 此刻 正有两名绝色女子 正在隔着一根根冰冷的铁柱 摇摇对望 奇梦看着眼前这一头水蓝色头发的女子 不知为何 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 体内的血液仿佛也在沸腾 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无比奇妙 千荣 我把神女殿下带来了 这时 寺长老忽然开口说道 冰牢里面的女子 名叫雪千荣 乃是寺长老的亲生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寺长老才自愿看守冰牢 否则凭借她的一身 修为在此 的确有些大才小用了 神女 雪千荣的目光明显一震 因为在数十年前 她也曾是火粪谷的一代神女 只不过 敢问神女殿下 你的本名叫什么 雪千荣忽然直视奇梦 目光有些紧张地问道 奇梦此刻呆呆地 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这名女子 直到走到近前 她再默然发现 眼前这名女子 给她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可至于在哪里见过她 却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我叫奇梦 奇梦如实地回答 奇梦 美丽的梦 雪千荣 嘴角泛起一抹苦笑 如同万年悬兵 突然开画一般 就在此时 奇梦突然瞪大双眼 看着雪千荣的容貌 极为吃惊 你是我父亲屋中那幅画上的人 直到此刻雪千荣笑起来的时候 奇梦在默然想起 自己到底在何处见过 在父亲的卧室中 有一幅画像 画有一位 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 每到深夜 父亲总会将画像 拿在手中默默注视着 甚至有时候 还经常对着画像 诉说心事 奇梦从小和青云在一起 自然不止一次 见到父亲这般 她曾问过父亲 这画中的女子 到底是谁 父亲为何 每天都晚上都抱着一幅画 自言自语 青云当时 看着年幼的奇梦 嘴角也如 眼前这名女子 一般泛起苦笑 是一个虚幻的人罢了 也许终生都不会再见 虚幻的人 终生不会再见 当时的奇梦 尚且年幼 并不能理会其中的意思 不过她却能够看出 父亲极其在乎这幅画 不 应该是画中的人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奇梦也渐渐长大 女大必富 所以奇梦 也没有再见到过父亲 抱着画像的样子 从而渐渐淡忘 不过 每次去到父亲房间时 总会看到卧室的中央 挂着那幅画像 如今想起 眼前这名水蓝色头发的女子 不就是父亲画像中的那人吗 只不过画像中 女子的头发 是正常的黑色 如今的她发色 发生了一些改变 这才让奇梦 没有一眼认出 画中的人 雪千柔 忽然笑了起来 笑得很是凄美 一种无比悲伤的情绪 充斥着整个冰牢 同时 她看向奇梦的眼前 开始变得柔和 随即竟有 经营了泪珠低落 见到女子哭泣 奇梦的心 顿时如同挣扎一般 竟也止不住落泪 她有些求助地看向冰皇 她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冰皇看着一脸无措的奇梦 轻叹一声 傻丫头 她 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就在刚刚见到雪千柔的那一刻起 冰皇便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这两人体内血脉的气息 雪千柔她自然不陌生 身为二十年前的火粪古神女 与她也算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后面雪千柔 因为触犯了宗门利益 让谷主雷霆大怒 这才被关押进这兵牢之中 禁足五十年 如今已经匆匆二十多载过去 就连冰皇都差点遗忘了 这位曾经的神女 奇梦此刻 嘴唇微微颤抖 不敢置信地看着雪千柔 母亲 这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极为陌生的称呼 从小到大 她从未见过自己母亲 一直都是父亲代大 她也问过父亲 为什么别人都有母亲 而自己没有 每次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父亲总是很沉默 眼神极为愧疚地看着她 父亲是一个无用的人 每次都是这么一句回答 久而久之奇梦 也不再询问 不过 奇梦想不明白 父亲乃是一宗之主 为何时常要说 自己是个无用的人 孟儿 我的女儿 我终于见到了你 雪千柔走到冰牢前 想要走出来到奇梦身前 可是被那几根冰冷的铁柱 拦了下来 奇梦此刻 有些没有回过神来 神情有些呆滞 她不自觉地一步步 朝雪千柔走去 来到了冰牢前 两人同时伸出 手拉在一起 顿时间一股 无比冰冷的气息 顿时从两人身上爆发 这股寒意无比可怕 如果让其蔓延而出 恐怕整个冰牢的犯人 都将活活被冻死 四长老脸色微变 正准备出手 一道蓝色的光运 在场中浮现 那股寒意 已经被压制住了 四长老连忙转过头 看着身后的冰皇 顿时露出感激的神色 冰皇微微抬手 手中光滑涌动 这里的一切寒意 全部被她所压制下去 她那是擅长 兵之大道的圣人 这寒意虽极为恐怖 但却难不倒她 不过冰皇的目光中 也充满震惊 因为就在启梦母女 两刚刚拉手的那一刻 启梦的冰魄旋体复苏了 强大无比的寒意 从她体内爆发 而雪千柔那边 也是忽然爆发出 一个丝毫不逊色 与启梦的寒意 哄 此刻 整个冰牢猛然一阵 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 从雪千柔的身上爆发而出 四级镜 她突破四级了 就在刚刚 她与启梦触碰的一瞬间 启梦的冰魄旋体 瞬间觉醒 一股无比恐怖的寒意 冲进了她的体内 让她的手臂 瞬间便完成了退繁过程 直接晋升了四级镜 冰灵之体 冰皇此刻开口说道 目光中竟带有一丝惊讶 雪千柔 竟也是特殊体质 并且也是 极为适合修行冰之大道的冰灵之体 冰灵之体 乃是和奉纸约的火灵之体 属于同一级别 虽说也极为罕见 不过却不属于 世间百强体制行列 第113章 那小子太变态了 冰牢前 母女俩互相对视 都能够感受到 自己眼中那股激动之色 就在刚刚他们两人接触的瞬间 那股血脉相连的感觉 变得清晰可见 母女同心 两人甚至都能够感受到 对方内心的想法 我的女儿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雪千柔隔着铁柱抱着自己的女儿 开始痛哭起来 当年 在南荒生下奇梦后 火粪谷谷主得知消息 雷霆大怒 直接派遣庶民长老将 自己带回火粪谷 也是那一别 她便再也没有 见过自己的女儿与清云 如今21年过去 她除了每日打坐修炼外 便是牵挂着他们 妇女两人 直到此刻遇见 她终于无法再让 掩饰自己内 心中的思念之情 母亲 我终于见到了你 我好想你 奇梦也止不住哭泣 她从小到大都没有母亲 虽说她并未说过什么 但是内心 却也极度渴望母爱 每当看见别人的母亲时 她从中内心一阵酸楚 默默离开 冰牢中 一股极为悲伤的情绪 充斥着此处 母女俩 不断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情绪 终究缓和了下来 看着自己的女儿 与孙女 四长老的老眼此刻 也不禁泛起一丝泪花 不过被她压制了下去 这兵牢太爱事了 她走上前去 准备打开 关押雪千柔的兵牢 父亲 不能打开 执法堂的人会赶来 雪千柔 看着父亲的动作 连忙阻止 兵牢上面 有着封禁之力 如果私自打开 执法堂的人 瞬间便会察觉 他们可是一群 不讲情面的家伙 纵然是四长老 也将受到责罚 听见执法堂 四长老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传来 执法堂 敢关押 我弟子的亲生母亲 我看他们是活腻歪了 兵皇冷哼一声 直接玉手一挥 整个关押雪千柔的兵牢 瞬间破碎 看着被毁坏的兵牢 四长老嘴角一抽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兵皇乃是圣人 纵然是谷主 也不敢在其面前放肆 兵牢毁坏的三息 几道极为恐怖的气息 便从外而来 大胆 何人竟敢毁坏兵牢 几位身穿执法堂服饰的人 从外冲了进来 关押本圣弟子的亲生母亲 我看凤天祥 是活腻歪了 兵皇转过深冷眼 朝那执法堂的人看去 凤天祥 火奉谷谷主 同时也是 他在带领执法堂 大 那执法堂的人 见其敢直呼谷主名字 顿时便要大怒 可当他们看见兵皇的容貌时 内心咯噔一声 如同见鬼了 一般连连后退 原来是兵皇大人 执法堂的人额头 冷汗盈盈直下 滚 兵皇根本不想与其废话 直接御手一挥 几名执法堂的人 瞬间被拍飞了出去 不知落到了何处 就这样 雪千柔从兵牢中走了出来 来到了兵皇所在的冰雪圣殿 有人关押时间 未到便从兵牢走出 这让火奉谷的人 未知一阵 不过 令人奇怪的是 谷主并未发怒 就像是不知道一般 冰雪圣殿 启梦母女俩 一直都在互相倾诉着自己的思念 兵皇以及四长老并未打扰两人 而是给了他们空间 母亲 清云宗如今可好了 父亲也极为想念你 你这次不如跟我一起回去吧 启梦一脸兴奋地对着母亲说道 看着女儿一脸兴奋的样子 雪千柔 只是慈祥地笑了笑 随即微叹 我就不回去了 不回去 启梦一脸疑惑地看着母亲 过了这么多年 母亲难道一点也不想念父亲吗 我如今从兵牢出来 已经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 如果还离开火粪谷 恐怕会给清云宗带去灾难 雪千柔苦笑一声 她何尝不想去见见清云 毕竟二十余年的思念 早就如同泉涌一般 可她却不能离开 如今有了兵皇的震慑 她的确能够走出兵楼 不过让她离开火粪谷 那么一定有人会跳出来 虽说有兵皇在 没有人敢对她怎么样 毕竟如今自己的女儿 乃是兵皇的弟子 可是身在南荒的清云宗 就遭殃了 那些暗中的人 无法对自己做什么 就会转移目标盯上清云宗 清云宗不过一个下等宗门 如何能够承受起那些人的抱负 这便是雪千柔的忧虑 就算她如今出来了 也根本无法见到 那令她朝思暮想的人 某些人 难道火粪谷 有人想要对母亲不利 启梦的脸色 顿时便变得无比冰冷 粉泉紧握 一股寒意 从她的体内散发 母亲你告诉我到底是谁 她俨然有一种 要找对方算账的感觉 你这小妮子 这里面牵扯的太多 可不是你所能摆平的 兵皇这时 缓步从外走了进来 就算我不行 不是还有师尊你吗 启梦站起身来 满脸笑意地 挽住了兵皇的手臂 这让雪千柔 与兵皇哑然失笑 你以为师尊 当真天下无敌不成 兵皇摇头苦笑道 启梦眨了眨眼就 难道不是吗 她还没有见过 比兵皇更强的存在 这不是天下无敌是什么 你母亲身上牵扯的东西太多 如今的你还没有资格 插手其中 兵皇摇了摇头 刚刚火凤谷谷主 凤天祥亲自来找过她 一番了解后 她终于也弄清楚了当年 为何身为神女的 雪千柔会被关押进兵牢之中 兵皇前辈说得对 如今我见到已经很知足了 如果再出去的话 火凤谷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到时候恐怕事情 真的就麻烦了 你父亲那边 也会被牵扯进来 一个不好青云宗 都将覆灭 雪千柔拉住启孟的手 与其沉重地说道 启孟的神色顿时沉了下来 她没想到母亲被关押二十年 竟然还有人盯着她不放 这让她很是生气 覆灭青云宗 恐怕就算是火凤谷 也难以做到吧 启孟看着冰雪盛殿外 冷哼一声 很是不满 雪千柔脸色一变 连忙捂住了启孟的嘴巴 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 梦儿这倒是没有说错 覆灭青云宗 纵然是本圣出手 恐怕都有拿捏不定 毕竟那小子的确太变态了 冰皇此时看着启孟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一道年轻无敌的身影 顿时在两人的脑海中浮现 第114章 大军压境 一招败敌 雪千柔看着女儿 和冰皇的神色 一脸疑惑 就连前辈出手 也拿捏不定 冰皇乃是圣人极强者 如今虽说 只剩下一缕残魂 但其实力依然无法揣测 恐怖无边 恐怕火凤谷还活着的那位 超凡老祖 都不会是冰皇的对手 而清云宗 不过是南荒的一个下等宗门 怎么可能让冰皇都为之忌惮 冰皇看着雪千柔疑惑的表情 笑了笑 清云宗 本胜出手 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只要有他在 任何人想要动清云宗 都得先掂量掂量 能不能承受 接下来的报复 他 是谁 雪千柔 有些不明所以 这你就得问这小妮子了 他可比谁都清楚 冰皇意味深长地 看着启孟说道 启孟的俏脸顿时如铜火烧一般 红色在迅速蔓延 孟儿 前辈说的到底是谁 雪千柔无比 好奇地问道 他想要知道 这些年清云宗到底如何了 师尊说的是 燕北 启孟俏脸通红 抬头看向南荒所在的方向 美眸中闪烁着异彩 就这样 启孟为母亲开始 认真介绍起燕北来 雪千柔知晓燕北 所做出的种种事迹 也不经为之震撼 纵然是他 当年在燕北这个年纪 不过也才原神境界 而燕北 却如今已经达到了四级境 修为比如今的自己还高 他很难想象 如今名震天下的 冬裕年轻一代第一人 是从青云宗走出的 同时雪千柔 看着启孟的眼神 略微有些奇怪 因为自己女儿 每次提及燕北之时 总是会不经意地 流出了一股别样的情绪 燕北 雪千柔低男自语 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两日后 南荒 囚龙山 燕北坐在云端 正如同一尊真神 一般在虚空 吞吐着天地灵气 他的每一个呼吸间 整片天地 仿佛都在与他产生共鸣 他更加地亲和大道了 同时 他身上的气息 愈发地深不可测起来 瘦弱的身体下 蕴含着 移山填海的惊世之力 忽然 盘坐在虚空的燕北 豁然睁开双眸 朝南荒的某处看去 终于 来了吗 他话音刚落 轰隆隆 大地突然开始 站立起来 无数的细小石子 在地面抖动 随即所有青云宗弟子 都能看到 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出现了一片乌鸦鸦的人群 这些都是 身穿铠甲的士兵 一股铁血之意 顿时贯穿整个天地 谁是燕北 滚出来 一到鲍河传来 随即天空中 顿时出现了一名 身穿黄金战甲的魁吾男子 男子气息 如鸳四海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 他便是霸权宗宗主 王霸天 四极境强者 青云宗的所有弟子 顿时脸色大变 目光骇然地看着青云宗外 这阵仗 把他们下得不轻 如今青云宗 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 此时 就算他们想逃 也根本没有地方去 不过好再下一秒 哄 一股更为恐怖的气息 在青云宗上空爆发 一道无边伟岸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只见燕北站在虚空 目光冷冽 你便是云龙王 他伸出大手 虚空一幅 一道无比璀璨的金光护照 便将整个青云宗包裹 外面的气息 根本无法渗透分毫 这让所有人青云宗人 长出一口气 凭你还没有资格 让兄长出手 我乃是霸权宗宗主 王霸天 王霸天目光冰冷地 看着燕北 一股惊天杀意 将其锁定 面对这股杀意 燕北无所谓地笑了笑 这个天字 倒是可以去掉 叫做王霸 不好听吗 顿时间 就连随着王霸天的一些士兵 都有些忍俊不惊 青云宗等人 更是有人发出笑声 燕北如此做 便是为了缓解 青云宗等人的压力 让他们不必惶恐 王霸天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好一个尖牙利嘴的小子 你斩杀我王霸 这便拿命来 他直接抬手 一道浩荡的拳印 直接在虚空凝聚 轰的一声 朝燕北砸来 所有人神情一阵 能够见到 这种级别的大能战斗 可谓也是一种眼福 青云等人 站在宗门内目光深处 闪过一丝担忧 不过他们所有人 却都并未逃走 而是站在宗门广场中 为燕北祈福 面对如此这道 无比恐怖的拳印 燕北嘴角露出一丝轻面 只见他抬手一直点出 哄 几乎是一瞬间 一根通天手指 便在虚空浮现 只见狠狠地撞击在了 拳印之上 碰 两者相接触的一瞬间 拳印根本没有 丝毫抵抗之地 只见被拒指点碎 随即拒指 没有丝毫停留 继续朝王霸天轰去 王霸天脸色一变 刚刚他 可是用了自身的全部力气 打出的一道拳印 竟然在对方手中 如此不堪一击 不过 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哄 那根通天拒指 如同洞穿虚空一般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直接轰的一声 撞击在王霸天的身上 破 王霸天被击中的那一刻 顿时一口暗红色的血液喷出 直接撞击 在远处的一座大山之上 整座大山 直接被他身体所带的冲击力撞碎 轰隆隆 大山坍塌 仅仅瞬间便将王霸天掩埋 不知死活 宗主 有人里面冲上前 将王霸天从碎石中挖了出来 此刻的王霸天全身布满灰尘 气息萎靡 胸口处更是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如果刚刚燕北再用力一点 他的胸口都将被冻穿 云龙王国的人顿时神色大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如此一幕 四级境界的霸权宗宗主 竟然在一招之内被人打成如此模样 如果云龙王国此次来的就这种货色 那你们就都别走了 燕北站在虚空 气息宛如天渊 竟将来的所有大军笼罩 数万人的气势竟敌不过他第一人 第115章 以一敌万 人形绞肉鸡 将军 怎么办 云龙王国军队里面 有人对着一位身穿白银铠甲的男子问道 他乃是这支军队的统领 郑国大将军 郑国大将军 此刻面色极度凝重 对方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就连王宗主都被一招打成这样 他们前去和送死无疑 虽说此次前来带兵三万 但是面对这种级别的强者 根本毫无作用 陛下 正在镇压南荒 我已经发出讯息 想来他立马便会赶来 郑国大将军 沉生说道 云龙王的野心极大 此次出征 虽说打着斩杀燕北的旗号 为自己儿子报仇 不过来到南荒的第一时间 他并未前来寻仇 而是带兵占领南荒 南荒虽说贫瘠 但好歹也是一方大帝 对于云龙王 这种帝王来说 可谓是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 所以他决定先占领南荒 将其化为云龙王国的疆土后 再来寻仇不迟 到时候整个南荒 都在他的掌握之下 燕北就算插翅 也难逃 南荒的某一处 一位身穿明黄色长袍的 威严男子手中 攥着一道传讯光服 脸色难看至极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云龙王怒斥一声 如今经过几天的时间 整个南荒大部分地区 都已经落到了他的掌控中 如今只差几个时辰 便能够完全统治南荒 可他千算万算却是没有想到 王霸天竟然会违背他的命令 私自带兵前去寻仇 并且消息传来 王霸天不敌燕北 被打成重伤 这让云龙王何尝不目 王霸天如果等他几个时辰后 完全将南荒占领 到时候举全部兵力 朝青云踪压去 谁认能敌 纵然燕北势力滔天 但是他也有后手 他只需要拖住燕北 自己的这些大军 便能够将他所在的宗门 斩进杀绝 到时候至于燕北 他也自有收拾其的手段 云龙王冷哼一声 直接消失原地 化为一道流光 朝青云踪所在的位置赶去 王霸天虽说莽撞 但是却不能死 他乃是云龙王国的中流砥柱 青云踪 燕北站在虚空 目光冰冷 直接一步迈出 便出现在王霸天的不远处 这让云龙王国的人 顿时大惊失色 他们团团将燕北包围在其中 一道道阵法 战阵等等全部 朝燕北杀来 不过 当一个修士的力量 达到了某个境地之时 无论来多少人 都是一样的 燕北大手一挥 朝他冲来的几百名士兵 直接在虚空 暴成一团血雾 他如今的修为 想凭借人多的优势 便想战胜他 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些士兵 对付对付元神境 神功境的修士 还尚可 对他根本无用 他犹如从九幽地狱而来的死神 漫步在云龙王国的军队中 砰砰砰 仅仅几个呼吸之间 云龙王国的士兵们 便损失惨重 数千名士兵 直接被燕北碾杀 可就算这样 还是有人提着战绩 朝燕北杀来 这种无谓的精神虽好 不过却用错了地方 滚 燕北爆喝一声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位置 从他身上爆发 以他为中心的方圆百米 只要有人靠近即死 面对敌人 燕北从来都不手软 纵然有士兵是无辜的 但想要杀他的人 他从来不会放过 死去的全部 是想要斩杀他立功的人 燕北心里 倒也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他如同一座绞肉机一般 在云龙王国的军队中穿梭 清云宗的弟子们 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早就被吓傻了 这真是咱们的燕北师兄 有一名容貌靓丽的女弟子 翘脸煞白地说道 如今燕北身上的气息 犹如地狱修罗 看上眼便让人心生胆寒 和平日李温和无比的他 简直判若两人 清云等人也目光阵战 燕北的实力 简直恐不到 骇人听闻的地步 这些云龙王国的人 根本不是他的议和之敌 这不像是在包围燕北 反而是燕北包围了整个军队 退 不要再靠近 王霸天艰难地站起身来 对着军队下令道 燕北的修为 已经不是军队所能够撼动的 纵然再多的人冲上前去 都是送死无疑 所有人见到 在云龙王国那片乌鸦鸦的军队中 有一处方圆百米的空地 在其中 站着一位风神俊朗的白衣青年 纵然杀敌数千 他的一袭白衣 却依然没有沾染上 丝毫血迹 还有力气站起来 不错 但也仅限于此了 燕北看着面露 痛苦的王霸天 淡淡一笑 纵然被万人包围 但他依旧风轻云淡 根本没有丝毫不适 他伸出大手 直接朝王霸天探落 宗主 所有人大惊 可是燕北的手掌 如同天柱一般 根本没有任何人 能够将其撼动 就在燕北即将要抓住 王霸天的时候 住手 远处的天际 忽然间 有一个恐怖的气息爆发 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此地而来 一道身穿明黄色长袍的声音 瞬间降临 直接大手探出 与燕北的手 撞击在一起 哄 仅仅两人交手的余波 顿时间 便让一千名的士兵 瞬间爆成血污 云龙王看着场中的满地鲜血 以及人数锐减的军队 顿时心如滴血 这些三万士兵 都是云龙王国的精英 没成想 竟然已经陨落了这么多 如果他再晚来一会儿 恐怕得全军覆没了 云龙王看着燕北 目光一宁 随即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枚金色的药丸 给王霸天服下 燕北此刻 也正在打量着云龙王 此人气息如鸳 竟有四级进八重天的修为 两人目光 在虚空中碰撞 竟让天地灵气 都为之暴动 没有任何话语 两人直接同一时间冲出 交战在一起 哄 顿时间 虚空暴碎 露出一道道 恐怖的裂缝 无数人目光骇然地 看着天穷上方 两尊大能的交战 震撼了无数人 你这小辈 修为竟然已经到达了 如此地步 看来留你不得了 云龙王月战越是心惊 这燕北的修为 比他竟然丝毫不弱 实力更是恐怖绝伦 每一击 被轰都让他体内的五脏六腑 受到了一些损伤 燕北的金色气血贯穿天地 整个人的战役达到了巅峰 一股无敌信念在他的身上散发 让无人为之惊惧 第116章 云龙王拜 超凡降临 青云宗上空 此刻 正有两道无比恐怖的身影 正在交战 每一击落下 都会是虚空蹦碎 露出可怕的空间裂缝 这种恐怖的气息 让青云宗众人 为燕北捏了一把冷汗 云龙王国那边 同样是如此 他们没想到 哪怕陛下出手 依然不能够击溃燕北 对方的气息 完全能够与其分庭抗礼 甚至隐隐 还在云龙王之上 就这点实列 燕北冷笑一声 大手直接招云龙王压下 哄 一只金光璀璨的 大手招云龙王拍下 恐怖的力量 镇压天地 云龙王脸色一变 这只金光大手的力量 犹如万古青天 坠落一般 强大到令他心惊 他看了一眼下方 脸色铁青 在云龙王的脚下 乃是还剩两万余名士兵 如果他此刻退步 恐怕燕北 将会毫不犹豫地 将其抹杀掉 这些都是云龙王国的精锐 死不得 云龙王深吸一口气 仰天狂吼一声 云龙掌 这是他自创的掌法 威能无穷 曾一击击败过 同一级别的四级进强者 哄 两只手掌 撞击在一起的那一刹那 天地顿时一颤 恐怖的能量波动 如同核弹爆炸一般 直接将下方的士兵 全部震飞出去 砰 一道人影 从爆炸中心飞出 正是云龙王 此刻他衣衫破碎 手掌布满鲜血自然垂落 一击之下 他的右臂 竟然被燕北打得脱臼 天空中云雾翻涌 燕北的身影 再度显露而出 他还是那么风轻云淡 纵然如此恐怖的对轰 他毅然 没有受到半分伤害 纵然是衣衫 都整洁如星 所有人此刻 见到两人的样子 实力力判高下 云龙王竟然也不是 是燕北的对手 虽说这个消息 很是让人震惊 但事实就是如此 云龙王败了 就这点实力 还敢自封为王 实在可笑 燕北站在虚空 神色冷冽 他的声音如同惊雷 一般在所有人的耳边乍响 整个青云宗 此刻都已经沸腾了起来 燕北如今当真是有一种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此间天地 无任何人能够与之匹敌 无数人用崇拜 震撼 仰慕的目光看着他 这一刻燕北 成为了整个青云宗内心的神明 而反观云龙王国那边 此刻整个军队 士气低迷 所有人都畏惧地看着燕北 燕北此刻 真的就如同一尊神明一般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 云龙王此刻跌坐在地上 口中不断咳血 目光怨毒地看着燕北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不是这小辈的对手 不过他却也并未惊慌 因为来时 他早就不有后手 准备了万全之策 今日燕北 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逃脱 浩天兄 难道你就打算在上面看戏吗 云龙王站起身来 对着虚空每一处大河道 燕北目光猛地一宁 神念铺天盖地地朝四周涌去 在虚空的某一处 此刻正有两道身影站立 一位黑发浓密 身穿一袭黑袍 身上散发出一股超脱繁俗之意 在其胸口处的弯月印章 最是醒目 他便是拜月魔教教主 水浩天 而另一位则是一位老者 老者身上气息朴实无华 就如同山野农夫一般 不过水浩天对此人 却是极为尊敬 让人捉摸不透 看来云龙王不敌了 前辈您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水浩天拱手对着老者说道 去吧 不过那小娃娃 甚是有趣 如此年纪便达到了这般境地 倒是让老夫产生了一丝好奇 老者嘴角含笑地 看着下方的燕北 眼中透露出一抹金芒 前辈的意思 是让我留他一面 水浩天面露南色地说道 他可不想燕北 受到老者的赏识 从而狗血地成为对方的弟子 毕竟自己和燕北 曾在蟒荒遗迹战过一场 如今在此降临 他是怀着必杀之心而来 如果燕北 成为了老者的弟子 恐怕今后对他极为不利 你们之间的恩怨 自行解决便是 无需在乎老夫 更何况 一山不容二虎 他纵然天资出众 可少主何尝不是 老者淡笑一声 眼中虽有怜惜之意 可却也并未要求水浩天 少主 水浩天内心一灵 老者的来头可是极大 能够被他称为少主的人 到底该是何等恐怖 不过他却不敢多问 里面涉及的人物 身份极为高贵 哪怕是他也不敢随意打探 随即 他一步迈出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头顶 水浩天出现的那一沙滩 天地色变 整个天空都灰暗了下来 所有的光芒 仿佛都被他的身躯所挡下 胜给世人的只有永恒的黑暗 超烦 降临了 燕北此刻神色一变 如果不是水浩天主动现身 他竟然都没能察觉到对方 是你 燕北神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他一眼便认出了水浩天 这便是当日 在莽荒遗迹中的那位拜月魔教教主 只不过当时的他 乃是一句虚声 而此刻却是真身降临 没错 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你击败我虚声 让我颜面尽尸 如今我便是专程为你而来 水浩天神色冷冽地看着燕北 一股强大的压迫力顿时涌现 所有人此刻倒吸一口凉气 燕北竟然还与水浩天的虚声交过手 并且还将其击败 要知道水浩天可是超凡境界的强者 纵然是一句虚声 也根本不是四级境能够抗衡的 你难道以为凭借超凡修为 就能压我一头不成 燕北丝毫不甘示弱 直接冲天而起 身上的气机完全爆发 两个气息分停抗礼 下方的云龙王脸色一沉 此刻他才发现 这家伙刚刚和他交手 竟然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这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燕北的气息竟然丝毫不弱于水浩天 要知道两人的修为 可是差了一个大境界 狂妄的小子 看本作如何拜你 水浩天冷哼一声 大手探出顿时间 整个世界都昏暗了下来 他又一次动用了领域之力 整个空间的人 顿时感觉自身的灵力一致 整个人都仿佛要崩溃一般 第117章 恐怖老者 震惊众人 上次我便说过 你的领域对我无效 燕北淡淡地说道 一股莫名的力量将他全身覆盖 又是这样 水浩天目光一震 又是这种情况 他百事不灵的领域之力 竟然对燕北毫无作用 而此刻 在虚无空间中的老者 目光惊疑不定 神色疑惑地看着燕北 以他的修为 自然能够感知到 燕北此刻的状况 燕北此刻 仿佛就像是不在此方时空一般 这让老者一时间也难以明白 到底燕北动用了何等手段 恐怕就连他也不会想到 燕北体内竟孕育着一个世界 毕竟这实在太过 骇然听闻了 就算领域对你无效 你今日也插翅难逃 水浩天脸色难看 直接一拳 朝燕北轰出 这一拳仿佛抽干了 整片空间的天地灵气 让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 燕北也不甘示弱 与其激战了起来 不过不得不说 如今水浩天的真身降临 让燕北倍感压力 两人打得难省难分 他短时间根本无法将其击溃 就在这时 刚刚被燕北击败的云龙 王经过短时间的调节 他的伤势 竟然已经完全恢复了 不只是他 就连王霸天服下 那颗金色药丸后 他的伤势也已经痊愈 此时 他们两个对视一眼 直接便消失在了原地 上方的燕北 立马察觉到了两人的动作 脸色大变 因为这两人的目标 竟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脚下的青云宗 浩天兄 拦住他 等我灭掉这垃圾宗门 我们联手斩杀燕北 云龙王沉申和道 水浩天点头 顿时间对燕北的攻势 更加猛烈了起来 哄 几乎是一瞬间 云龙王与王霸天 便已经达到了青云宗上空 直接一拳轰出 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整个青云宗地动山摇 不过好在有燕北留下的 金光护照在 所以才没有人受到伤害 不过 整个宗门内的人 都忍不住身躯发寒 云龙王与王霸天两人 任何一人 他们都无法抗衡 如果让其冲了进来 恐怕瞬间 整个宗门都将被血洗 你找死 燕北身上 顿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杀意 死死地盯着云龙王两人 不知为何 感受着燕北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杀意 竟让他们内心一惊 燕北直接一步踏出 便要招云龙王杀来 青云宗是他的逆灵 上一个赶出手对付 青云宗的势力 已经被灭门了 云龙王与王霸天 顿时感觉浑身冰冷 内心竟忍不住恐惧起来 可这时 水浩天自然不会放任燕北离去 直接拦在了燕北的身前 你的对手是我 滚开 燕北神色狂怒 一拳轰向水浩天 这一拳 他没有丝毫留守 将自己的力量 推动至巅峰 哄 水浩天顿时脸色大变 身为超凡 竟然被燕北一拳逼退 他的手臂一阵发麻 目光震撼地看着燕北 刚刚那一拳 如果不是自己 已经成为了超凡之躯 恐怕一拳下来 自己便将要被轰成血污 逼退水浩天后 燕北继续招云龙王 两人冲去 可水浩天 却立马再度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如同牛皮糖一般 根本扯都扯不掉 见到如此情况 云龙王两人也不含糊 直接再度朝青云宗轰去 碰 一拳 笼罩青云宗的金色光幕 一阵颤动 出现了丝丝裂纹 仿佛即将崩裂 燕北看到如此情况 眉头直跳 这要是让其破开 青云宗就算不灭 也会元气大伤 一气化三清 过去深 燕北面色沉重 双手揭出晦涩难懂的 烦傲印记 就在此刻 天空仿佛静止了一般 时空震动 露出一个漆黑的空间裂缝 仿佛有什么东西 即将要从里面冲出 这是 无数人此刻目光疑惑地 看着空间裂缝 下一秒 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从中踏出 让人震惊的是 这道身影的容貌 竟和燕北一模一样 这便是燕北的过去深 他气息滔天 就算比之燕北 本尊也丝毫不弱 这让水浩天等人 眉头一跳 一种不好的预感出现 燕北看了一眼过去深 两道目光 在虚空中碰撞 仿佛瞬间读懂了 对方的内心 没有丝毫交流 过去深 直接招云龙王 上苍之手 过去深冷喝一声 大手探落一道 无比恐怖金色大手 招云龙王两人拍下 这是燕北的独有神界 他所会的东西 过去深夜一样都会使用 浩天凶 救我 云龙王脸色大变 对着水浩天求救 水浩天也是脸色一变 直接招云龙王冲去 想要将其救下 可燕北的本尊 自然不会让他如愿以偿 直接出手将其拦下 刚刚不是要拦我吗 为何现在要走 可此时 燕北的过去深 已经杀到了云龙王身前 死 没有多余的话语 直接一掌拍下 恐怖的能量席卷天地 云龙王脸色惨白 他四级进八重天的修为 竟然在这股力量下 无法动弹 王霸天更不用多说了 直接浑身站立 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想到 燕北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能够分身 分身就算了 竟还拥有 与本尊相媲美的实力 这简直太过恐怖了 就在过去深的手掌 即将落到云龙王两人的身上时 问 忽然 时空仿佛静止了一般 所有人的动作都缓慢了下来 哪怕是燕北此刻 也不禁变得迟钝 在云龙王的身前 突然出现了一位身穿 灰色长袍的老者 老者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又仿佛从始至终 便一直站在那里 只不过没有任何人发现 可当老者出现的一瞬间 燕北的脸色狂变 内心竟生出一种 极度强烈的危机感 这老者 给他造成的压力 比在场任何人都恐怖 只见老者手指轻轻一点 过去身所凝聚出的上苍之手 竟被他一直点碎 化为天地灵气 直接分解 水浩天看着老者走出来后 也是一阵极为震惊 他没想到 老者竟会为了这些事情而插手 老者站在虚空 所有的道 则在这一刻仿佛都被冻结 那保护青云宗的金光护照 此刻也直接破碎 第118章 大眼圣帝 恐怖未来深 青云宗上空 此刻烟北脸色狂变 他刚刚留下保护宗门的金光护照 竟然此刻破碎了 那灰衣老者 站在虚空 神色一片漠然 身上没有半分契机 流露而出 但却让所有人都为之惊惧 大人 没想到你也来了 云龙王神色一阵 连忙对着老者一拜 明显是认识此人 云龙王国 乃是圣帝的附属势力 老朽 既然在这里 也便不会袖手旁观 老者转过头 看着云龙王说道 圣帝 燕北此刻 眉头直跳 听着老家伙的口气 他竟然出自圣帝 多谢大人出手相助 云某感激不尽 云龙王再度朝着老者一拜 云龙王国 其实并非是表面这般简单 他不只是一方国度 更是东御圣帝 大眼圣帝的附属势力之一 每年云龙王 也会将不少的资源 以及各种宝物 进贡给大眼圣帝 以求庇护 否则凭借他四级镜的实力 是根本无法 保一方国度平安的 也正是因为 大眼圣帝的这层保护 在东御 几乎没有人敢轻易 动云龙王国 云龙王此刻 被护了下来 他看着燕北的眼神 极为冰亡 燕北令他痛失 两名子嗣 刚刚更是差点叫他斩杀 如果不是这大眼圣帝的 老者出手 恐怕他已经化为了血物 如今金光护照破碎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杀我子嗣 如今就用着宗门人的性命陪葬吧 云龙王神色无比阴狠 直接一个闪身 便朝青云宗掠去 燕北脸色大变 过去身 连忙出手阻止云龙王 可就在这时 那老者竟然冷哼一声 老朽在这里 你竟还敢逞凶 只见他伸出干枯的手掌 虚空一案 过去身 顿时被定在了 原地无法动弹 你敢伤害他们 我灭你全国 燕北本尊 此刻神色狂怒无比 仰天长笑一声 直接将自己的力量 推动至巅峰 他体内的金色气血 在奔腾 恐怖的力量 撕裂天地 直接一拳 将水浩天轰飞出去 正在朝青云宗飞去的 云龙王盾时 脸色一变 他感觉到一股 无与伦比的惊天杀意 将自己笼罩 但此刻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云龙王神色一横 他没有后退 而是以更快的速度 朝青云宗杀去 青云等人 此刻脸色狂变 你们快退 我来拦住他 他直接爆发出自己的修为 元神静五重 小小的元神静 静也想阻我 云龙王轻面一笑 让开 燕北此刻狂怒 目光通红地 看着那灰衣老者 恐怖无边的杀意席卷天地 禁令的那灰衣老者 已暗暗心惊 小小年纪杀性 却如此之重 将来必定成为一方魔头 留你不得 灰衣老者冷恒一声 直接拦在了燕北身前 同时动用道法 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其禁锢 云龙王看着燕北 被禁锢住 猖狂大笑 此刻他犹如狼入羊群 准备肆意屠杀 不 燕北双目通红地嘶吼道 他用尽全身力气 使劲挣脱 可这老者的力量 实在太过恐怖了 让他连动动手指 都有些难以绑到 怎么办 这一次燕北的星辰到了谷底 如今的局面 已经不是他所能掌控的 不过他知道 越是危急的情况 自己必须越冷静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蔚来生 对我还有蔚来生 召唤蔚来生 将会背负莫大的因果 不过如今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已经是他如今 最后的底牌 一气化三清 蔚来生现 燕北口中低吼 心中默念法觉 哄 整片天地仿佛有什么东西 炸开了一半 此刻时间仿佛陷入了静止 所有人督目光骇然地看着上空 在那里 天空撕裂了一个 长达数百丈的空间裂缝 其中有一股令诸天万古 都为之战力的气息 散发而出 仿佛有什么恐怖东西 即将降临 这是 什么 那灰衣老者此刻 脸色巨变 这空间裂缝中 所散发出来的气机 竟让他如躲冰窖 浑身站立 不只是他 此刻整个南荒的 所有人都一脸 骇然地看着天空 这股气息太过浩瀚 让人忍不住 想要臣服 哄 虚空崩开 时空错乱 那空间裂缝中的恐怖 存在仿佛 距离此地越来越近 那股镇压诸天的气息 愈发地清晰 碰 人还未知 灰衣老者 便已经无法抵御 那股浩瀚的威压 碰的一声 直接跪在地上 双膝直接爆碎 留下一大滩血液 不只是他 云龙王国的所有人 此刻都已经跪在了地上 目光骇然地看着天空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灰衣老者看着燕北 目光震撼的大好道 可燕北并未搭理他 而是正在凝望空间裂缝 哄 空间坍塌 无数的时光破碎 露出了层层时光隧道 在那时光通道的尽头处 一道恐怖无边 犹如古神般的伟岸身影 正屹立在那里 他像是一尊伟大存在 双眸犹如两颗璀璨的大人 正凝望着此处 那道身影就静静地站在哪里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一股浩瀚无边的力量 将所有人笼罩 仿佛对方一念 便能将自己碾成粉机 燕北也极为震撼地 看着空间裂缝 未来身降临了 这一刻 两道目光仿佛撞击在了一起 燕北脑中顿时多出一些 未来一角的模糊碎片 他仿佛看到 自己在星空中与神魔战斗 也看到一个一个世界 从繁荣走向破败 未来身此刻 将一只脚踏出空间裂缝 想要降临南荒 可就在此时 哄 他不过刚刚踏出一只脚掌 方圆万里的虚空瞬间坍塌 甚至整个南荒都在摇摇欲坠 仿佛根本无法承受 未来身的力量 这看得灰衣 老者眉头直跳 神色骇然 这人影到底是谁 竟然仅仅想要降临 便能造出如此动静 才不过跨出了一只脚 整个南荒都差点崩溃 如果他真身降临 东欲真的能承载 如此恐怖的生灵吗 未来身此刻 眉头微皱 也感受到了此界的脆弱 将脉出的脚掌 重新收了回去 这时 虚空才恢复了平静 第119章 时间长河震动 恐怖降临 可是他的气息 却依然笼罩着此处 一声冷哼传来 如同天崩一般 那灰衣老者 直接被镇压的匍匐在地 大口渴血 气息微米 差点直接陨落 灰衣老者此刻目光骇然 他能够感觉到那道人影 并非此界之人 两者竟是隔着一个世界 可就算这样 仅仅一声冷哼 便差点让他整个人 直接报碎 要知道 他可是半圣啊 在超凡九重天 与圣人之间 存在着一个境界 那便是半圣 而老者便是半只脚 跨入了圣级 传说中的半圣级强者 未来身见到 灰衣老者没死 仿佛很是不满 微微抬手 准备隔空 将这些人全部震杀 可就在这时 哄 空间裂缝中 破碎声响起 里面竟然又传出一道 恐怖无边的气息 就算比未来深 竟也相差不大 雁北脸色一变 他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有恐怖生灵 随着时间长河 来到了当前时空 因为他动用了时间规则 强行召唤出未来的自己 这样 虽说可以帮他预敌 但是却暴露了 此方时空的坐标 有时间上游的恐怖生灵 随着坐标 跨入时间长河 来到了此处 哄 虚空崩开 一头无比争鸣 如同星辰般 庞大的巨兽 出现在空间裂缝中 其身上弥漫着 治强者的气息 仿佛镇压诸天 更恐怖的是 在凶兽背上 一味萦绕神光 背后有着 九道璀璨神环的 恐怖身影浮现 寻遍万古 终于见到了一尊 能够与我匹敌的生灵 凶兽背上的那道恐怖身影 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如同大道天鹰 整个南荒隆隆作响 空间不断坍塌 差点直接碎裂 好在未来伸手长轻浮 整个南荒 再度陷入平静 无数人目光骇然地 看着天空 此刻 不论是南荒之人 还是冬域 都有强者注目 不过那些人 感受着此地 所散发的恐怖气息 没有任何一人敢接近 寻遍万古 雁北道西一口凉气 这巨兽上的恐怖身影 竟一直在时间长河中穿梭 便是为了寻找 道一味能与他匹敌的存在 这人到底该无敌到什么地步 才敢如此逆天行事 与我一战 否则此界俱灭 巨兽上的恐怖生灵 对着未来伸大喝一声 随即脚下的巨兽 张开大嘴 如同黑洞一般射人心魄 仿佛能够吞噬万物 整个洪武大陆的人的心中 此刻都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巨兽眼中露出一抹 兴奋之色 吞噬世界这种事情 明显不是他第一次干了 而敢 未来伸此刻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口中吐出威严无比的声音 恐怖的气息散发而出 令九天之上的星辰都为之站立 巨兽感受着他身上的气机 眼中竟浮现一抹畏惧之意 准备吞噬洪武大陆的巨嘴 也重新闭合 好强 这更让我兴奋了 道友来与我一战 恐怖男子大笑一声 身体忍不住兴奋的颤抖 眼中只有无尽的战意 未来伸并未回答 而是将目光看向燕北 两者本是一体 不同的时间段 燕北瞬间读懂了未来伸眼中的意思 如今 他横跨时间长河 已经将某些巨头惊动 如果不迅速离去 那么恐怕会给此界带来 无法承受的伤害 甚至毁灭世界 如今的燕北实力 还是太过弱小 召唤未来伸实 并不能遮掩天机 如今此界的坐标已经暴露 时间一长 恐怕会有更多的 恐怖生灵降临在此 这时 那巨兽上的恐怖男子 仿佛已经有些不难 他的气息开始剧烈波动 令得整个红武大陆一阵颤动 你要战 本尊自然奉陪 不知多少岁月了 你也是第一个 让我体内沉寂的战选 再度沸腾的人 未来深神色漠然地 看着巨兽上的男子 恐怖的气息撕裂天地 随即他大手一挥 空间裂缝闭合 未来身与巨兽男子 瞬间消失不见 这一日 时间长河俱阵 有两尊逆天生灵 在其中交战 打得无数时光破碎 云灭星河 不知多少亿万里 而燕北这边 两人离开后 整个南荒 再度恢复平静 燕北后辈此刻 已经完全被冷汗所禁湿 刚刚那巨兽 给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压迫力 如今退去后 他才明白自己 刚刚做出了多么恐怖的事情 如果刚刚不是 他的未来身足够强横 恐怕整个世界都将毁灭 包括他也将惨死当场 他这一举动 也算改变了未来的轨迹 未来的他 将多出一尊恐怖大敌 这便是 他此次动用时间之力 召唤未来身的后果 被此刻回过神 来看这场中的一切 此刻那些 来到青云宗的军队 已经尽数被巨兽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震死 而青云宗的众人 在未来身的保护下 只是晕厥了过去 并无大碍 云龙王此刻 站在原地 浑身发抖 身躯止不住地站立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实在太过害人听闻 那种级别 到底是什么存在 纵然是身为半生的灰衣老者 此刻也气息为敏 仿佛登静游枯 沙 燕北冰冷地吐出一字 一道璀璨的金光闪过 过去身 直接一掌为刀 直接招云龙王 与王霸天两人斩去 云龙王脸色一变 想要抵抗 可发现自己全身 竟然没有一丝力气 不 云龙王嘶吼一声 可过去身 根本不会给他 丝毫喘息的机会 刷 金光闪过 他的头颅 直接与身体分离 一代帝王 就此落幕 王霸天 也瞬间 被过去身斩杀 鲜血喷涌一地 水浩天与灰衣老者 看着如此一幕 脸色一变 该你了 燕北目光冰冷地 看着灰衣老者 如果不是 此人横插一手 他今日 也不会被逼到如此境地 这人必须死 没有犹豫 燕北直接化为一道横雷 猛地朝灰衣老者杀去 灰衣老者 脸色猛地一变 他虽说 拥有半生修为 可在刚刚 未来身的那一道 冷哼之下 他已经身受重伤 根本没有在战之力 他连忙掏出一枚福转 想要逃走 小子 我记住你了 灰衣老者恶狠狠地说道 直接捏碎福转 哄 他的身躯 顿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包裹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南荒外冲去 第120章 冰皇恩怨 圣尊之名 燕北脸色一变 绝不能放着灰衣老者离开 对方乃是大眼圣地之人 更何况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绝不可以泄露出去 未来身的秘密 实在太过惊天 如果让其他人知晓 自己拥有这等秘法 恐怕整个冬域 乃至整个洪荒大陆 都会为之疯狂 所以灰衣老者 以及水浩天 今日必须死 只有尸体 才能守住秘密 燕北的本尊 直接化为恐怖流光 朝灰衣老者追去 而过去身边 留在原地 与水浩天激战 南荒上空 有两道快到不可思议的流光 从天上一闪而过 灰衣老者 看着燕北 在身后追杀自己 神色竟有些惊恐 如今 他受伤极为严重 根本无法动用 丝毫修为 如果不是福转的力量 如今 他恐怕也如云龙王 一般被燕北斩杀了 燕北的杀气 实在太过浓烈 让他都不禁为之心惊 这家伙 是怀着必杀自己的决心 他堂堂半生 乃是站在冬域 最顶峰的存在 如今 竟然被一位四级镜的后背 追杀的狼狈致此 虽说 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事实 就是如此 灰衣老者 催动法觉 让自己的速度 变得更快 他此刻只想要逃离此地 今日所见到的一起 可以称得上害人听闻 哪怕他活了上千年 也没有见到过 如此恐怖的场景 刚刚那两尊身影时 再太过恐怖 纵然是大眼圣地的圣尊 也根本无法与之比较 哄 灰衣老者的速度 快到不可思议 燕北与他的距离 竟然正在逐渐被拉开 不好 燕北看着前方 神色猛的一变 因为距离此地 不到百里的地方 有一道贯穿天地的光幕 这是离开南荒的传送门 只要穿过这传送门 便会直接被传送出南荒 进入冬域 如果离开南荒 燕北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杀 定会引起强者的注意 到时候 恐怕就麻烦了 并且如果让灰衣老者 逃回大眼圣地 那么他将面临的是一个圣地的怒火 到时候恐怕整个冬域 都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一位半圣便将自己 逼到如此境地 如果真正的圣者降临 恐怕自己连 召唤未来圣的时间都不会有 燕北脸色难看无比 内心沉到谷底 眼看着灰衣老者 即将进入光幕 而那些在传送光幕附近的修士 见到如此恐怖的气息 哪里敢阻拦 纷纷退在一旁 难道今日 真的要认 由这灰衣老者 逃脱不成 可如今燕北 真的有些束手无策了 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依然无法追上 这灰衣老者 灰衣老者也知道自己 只要穿过了这层光幕 便算安全了 所以他头也不会地 一头扎进光幕中 就连一句狠话也没有 但燕北清楚地 看到灰衣老者那 无比怨毒的目光 可就在这时 嗯 燕北脸色一变 震惊地看着那 传送光幕的方向 哄 一道恐怖的爆炸声 在光幕中响起 那灰衣老者 竟然又飞回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燕北也愣住了 立 忽然 一道无比嘹亮的鸣叫 从光幕中传出 一头通体如 水晶般的巨大冰黄 从光幕中飞出 直接轰击在了 灰衣老者身上 是啦 在这一击下 灰衣老者 直接被轰出数十里远 燕北看着这头巨大的冰黄 目光震动 仿佛是想起了什么 这时 从传送光幕中 缓缓走出一道纤细的身影 这是一位气质冰冷 风华绝代的女子 她举手投足之间 都充满了神圣 不可侵犯的高贵气息 没错 来人正是冰黄 冰黄前辈 你怎么来了 燕北见到来人 神色也是一喜 她与冰黄的交际 虽然不多 但她知道冰黄对她从没有恶意 并且她很看重奇梦的冰魄旋体 在天一秘境中 曾出手帮自己瘸掉的腿 重新恢复正常 在天一秘境 主宰出现并不知道 是谁的情况下 冰黄曾出手想要 将自己带离秘境 因此还受到了一些创伤 本圣也不想来 不过那小妮子 可是不愿 不过小子 你倒是生猛 本圣刚来 便看到你 竟然凭借四级境的 修为追杀一位半圣 冰黄此刻看着燕北 眼中也不禁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以她的修为自然一眼 能够看出 这灰衣老者的修为 一位半圣 被打得重伤兵死 还被追杀得如此狼狈 做俑者 竟然是一位四级境的少年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的吓死 一大片人 冰黄 你为何阻我去路 火凤谷想与大眼圣帝 开战不成 灰衣老者 见到冰黄 也是脸色猛的一变 身为半圣自然知晓冰黄 你是大眼圣帝的人 冰黄目光 一转朝灰衣 老者看去 此人身上 并未穿着圣帝服饰 所以冰黄 也并未识破他的身份 我乃是大眼圣帝 圣愿长老 无报 灰衣老者沉生说道 搬出了大眼圣帝 想依靠圣帝之名 让冰黄产生忌惮 可他仿佛打错了算盘 大眼圣帝 大眼圣帝 冰黄默念两声 嘴角浮现一抹冰冷的笑容 你这小辈 恐怕并不知道你大眼圣帝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什么意思啊 无报脸色微变 有些没有听到冰黄的意思 但是他的心中 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千年前 黄与圣帝一战 你大眼圣帝的圣尊 可没少下暗手 如果不是他临阵反叛本圣 以及火凤 也不会陨落 冰黄的气息 突然变得无比冷练 就连燕北此刻 都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 仿佛要将他冰冻 同时燕北内心震惊 千年前 黄与圣帝的覆灭 恐怕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简单啊 竟然连大眼圣帝的圣尊 也参与其中 本圣如今 只剩一道残魂 否则早就杀到了 你大眼圣帝 斩了圣尊 如今见到一位 大眼圣帝的半圣 便先让你 偿还一些利息吧 冰黄探出玉手 朝无报抓去 整个南皇此刻 仿佛都进入了冬季 传送光木这边的大地 此刻已经化为洞土 冰黄的气息 震慑天地 圣人威势 不可阻挡 无报此刻脸色大变 他也没想到 大眼圣帝竟然与皇与圣帝 有着这么一段恩怨 他活了近千载 但是从未听说过 这么一段往事 千年前名震冬域的火凤 与冰黄 竟然是因为圣尊而陨落 第121章 斩杀半圣 灭魔教教主 无报想要催动浮转之力逃脱 可他发现 自己手中的浮转 竟然已经被冻成了冰屑 自己微微一碰 便化为了粉击 这是真正的圣人之威 此刻冰黄的杀意 完全将他锁定 他根本必无可辨 纵然此刻他伤势痊愈 也根本不会是冰黄的对手 哪怕对方只剩下一缕残魂 饶命 无报跪在地上 此时哪里还顾得上颜面 修行千载岁月 才达到半圣境 他如何甘愿救此与命 求饶 当初的圣尊贵在那些人面前时 还真是一模一样 实在可笑至极 冰黄眼中浮现一抹厌恶之色 玉手虚空猛的一面 哼 身为半圣级强者的无报 直接瞬间被冻结成为一座冰雕 随即冰黄手掌松开 碰 无报所化为的冰雕 直接炸开 化为冰屑 四散于天空之中 咕噜 在一旁的燕北 看到无报死去 也不禁吞咽了一口口水 女人不好惹呀 哪怕是一头雌性的冰黄 冰黄斩杀无报后 气息便再度内敛 南黄的温度也逐渐恢复正常 那些被冻成冰块的修饰此刻 也恢复了正常 小子 还有什么麻烦 快点说 本圣已便为你解决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耽搁 冰黄冷声对着燕北说道 在启梦的软磨硬炮之下 冰黄最终 还是决定了来南黄一趟 一是为了启梦 二 也是他极为看好燕北的潜力 如今圣帝当时 那些天赋 出众的后起之秀 无不是加入了圣帝 这让圣帝的实力 愈发的恐怖 而想要复仇的冰黄 靠自己肯定是不行了 如今只有培养一些 天赋出众的少年 而燕北与启梦 则是冰黄心中的最佳人选 这也是冰黄 屡次出手帮助燕北的原因 便是不想让他陨落 只有燕北这种盖带添交 未来才有机会 推翻圣帝 燕北一个机灵 顿时回过神来 前辈不瞒您说 还真有 他顿时想起了 还在与过去深激战的水耗天 此刻两者也还是打得难舍难分 冰黄美眸一瞪 他不过客套一句 没想到这小子 还蹬鼻子上脸了 随即燕北带着冰黄 返回了青云宗 刚到这里 冰黄便极为奇怪地 看着燕北与过去深 凭借他的目里 竟然看不出 两人到底哪一尊 才是分身 两者的气息 完全一模一样 甚至体内能量的律动 出手的招式 强度 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分身之术能够做到的地步 一般的分身之术 都是一些障眼法 用于迷惑对手 而这分身不仅拥有本尊的实力 从他的双眼中 冰黄还看到了智慧的光芒 这分身竟还拥有自身的灵智 这太不可思议了 燕北看着冰黄一脸疑惑的神色 也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 他立马将过去深收回 小子今日 算我们栽在这里了 失去了过去深牵制的水耗天 此刻根本没想要继续练战 直接转身变逃 今日发生的事情 的确太恐怖了 半圣强者逃离 所有人都死去 饶食他心中也升起一股寒意 前辈 燕北看着朝远方逃命的水耗天 脸色微变 冰黄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一眼 随即玉手张开 那水耗天瞬间被定在了虚空 不能动弹 怎么回事 放开我 水耗天神色有些惊恐的大吼道 他感觉到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将他锁定 燕北直接消失在原地 探出大手狠狠地朝水耗天的头颅拍去 砰 一片气焰的血花炸开 一具无头尸体从高空落下 掉落在地上 与云龙王国的三万具尸体融为一体 此刻青云宗外 荡真如狮山血海一般 乃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冰黄道还好 见过更恐怖的大战 区区三万人对他这种级别的存在来说 伸出一根手指便可将其磨灭 不过燕北的心态 却没有这么好了 如今见到这些尸山血海 他的双眼竟开始变得通红一片 如今的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杀意 有些抑制不住地散发而出 纵然此刻敌人全部死去 但他依然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他入了杀伐之道 冰黄仿佛也看出了燕北此刻的情况 眉头微皱 随即抬手一指点在燕北的眉心 燕北的双眼顿时恢复正常 今日 你造下的杀孽太重 杀气已经侵入你的本心 本圣已经帮你将其压制下去 如果不好好调解 未来修炼之时 恐怕会走火入魔 冰黄极为慎重地对着燕北说道 多谢前辈出手 晚辈感激不尽 往后要是用的上晚辈的地方 我在所不辞 燕北拱手极为尊敬地对着冰黄说道 如今对方三番五次地出手帮助自己 如果今日不是冰黄出手 斩杀无报 这里的消息传出去后 恐怕会引起惊天波澜 还要水耗天 如果不是冰黄出手 自己哪怕加上过去 深短时间也恐怕无法将其拿下 对方如果拼了命地逃走 自己也可能无法将其留下 总的来说 四级劲的修为还是太弱了 如果自己如今拥有超凡劲的修为 纵然那半圣无报 自己也未必没有招架之力 总不会如今天这般被动 冰黄听到燕北所说 顿时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如今你虽说修为已小有成就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却还是弱不可言 南皇你不能再待下去了 冰黄语重心长地对着燕北说道 大眼圣帝死去一位半圣级长老 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肯定会调查他的死因 到时候必定会查到青云宗的头上 如今一个圣帝的怒火 不认是燕北亦或者冰黄 都没有相应的实力阻挡 如果将对方逼急了 派出圣人级强者 所有人都将陨落 燕北沉吟一瞬 微微点头 多谢前辈提醒 我心里有数 冰黄见到燕北如此神情 也便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如燕北这种妖材 有些话不必说破 一点就透 第122章 大战落幕 千变鬼脸 青云宗上空 冰黄告诉了一些 如今大眼圣帝的情况给燕北 让他多加防范小心 随即燕北有询问了一些 启梦如今的情况 在当他得知启梦 已经成为了冰黄的弟子 并且被封为火鳳谷的神女之后 也终于是放下了心 同时 冰黄邀请燕北 前往火鳳谷做客 等我处理好南荒的事情 我会来一趟的 燕北拱手说道 眼中浮现一抹思念之意 如今已经有一些时日 没有见到启梦了 让他心中有些想念 也罢 梦而交代的事情 为时也帮他办妥了 便不再久留 你好自为之 冰黄站在虚空 目光沉重地看向远方 纵然身为圣人 他毅然有许多心事 话音落下后 冰黄便迈步而出 一步便已经消失在了此地 恭送前辈 燕北对着虚空大吼道 神色恭敬 今日如果不是冰黄及时赶到 恐怕真的就有大麻烦了 同时他内心也挺感到惋惜的 如冰黄这等圣人级强者 如今哪怕只是剩下一道残魂 却依然为了许多事情烦忧 想要超脱 谈何容易 燕北望着冰黄远去的方向 长叹一声 随即便转身返回了青云宗 此刻青云宗的所有人 都还处在昏迷的状态 毕竟刚刚那脚踏巨瘦的男子 实在太恐怖了 如果不是 未来身帮他们挡住了那股恐怖威压 整个男荒恐怕都得瞬间崩解 燕北手掌一扶 一阵清风拂过 所有人此刻才悠悠转醒 当他们醒来的第一时间 便朝天空望去 眼中有一种浓浓的畏惧之色 刚刚未来身 已经那恐怖男子 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过恐怖了 让所有人内心惊惧 看着弟子们眼中浓浓的畏惧之色 已经没事了 燕北此时 出声安抚弟子们的情绪 听到燕北的声音 此刻所有人转了过来 高璇的心才放了下来 燕北在他们心中 如今早已经成为守护神一般的存在 只要他在的地方 弟子们便会觉得心安 那些敌人呢 青云此时来到燕北身前 沉声问道 刚刚数万大军兵林青云宗 可如今怎么没了动静 他们都死了 燕北指着青云宗山门之外 众人此刻才摇摇看去 顿时间 弟子们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站立 青云宗山门之外 此刻可谓是尸山血海 无数的尸体堆积在地面 他们浑身不满鲜血 仿佛生前被什么碾压过一般 巨兽男子的威压太强了 仅仅无意间散发的气息 便将他们所有人震死 随后 燕北交代了几句后 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下 独自回到了囚龙山 囚龙山 燕北此刻一人坐在巨石之上 目光看向远方 此刻他的心境无比平静 这场大战过去后 他已经深深意识到了 自己实力的不足 今日那突然冒出的半胜强者 就已经让他束手无策 只能冒险动用未来身 如今洪武大陆的坐标 已经在时间长河中暴露过一次 如果下次再召唤未来身 恐怕将会引来更多的强者 到时候 恐怕召唤来的不是救星 而是杀星 番茄 迁道 燕北收回目光 随即说道 恭喜宿主 迁道成功 奖励 迁遍鬼脸 迁遍鬼脸 随即燕北熟练地摊开手掌 一副黄金面具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迁遍鬼脸面具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戴上这副面具 便可以随意切换自己的面容 更加神奇的是 这幅迁遍鬼脸面具 就连自身的体型也可以改变 燕北此刻的目光一震 这副面具 如今对来他来说 可谓有些如同即时雨般的感觉 今日过后 如果大眼圣地查出 半圣无报之死与自己有关 恐怕会派出强者追杀自己 而今有了千变鬼脸 他便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容貌 这样 就算圣地派人追杀他 他也无需担心 并且有了这副面具 将来他做事情的时候 将会方便很多 不必担心再被人认出身份 燕北伸手将千变鬼脸 待在了自己的脸上 千变鬼脸在 刚刚接触到燕北的面部皮肤时 便一阵蠕动 随即竟和他的皮肤融为了一体 和平日没有半分区别 燕北有些震惊地 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和平时的触感一样 根本没有戴上面具的感觉 随即 燕北在运用法觉 在脑海中出现一道人影 他的容貌此刻不断转变 就连身体也在发生改变 很快 在燕北站了起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 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这么神奇 他震惊地说道 只不过他此刻的声音 也已经发生了改变 并不是他原来的声音 而是一种空灵 悦耳的声音 他连忙回到山洞内 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燕北一阵出神 此刻铜镜中 一位身穿长衫 容貌绝美的女子 正痴痴地看着自己 没错 他变成了奇梦 让他震惊地 不是他的容貌 变成了奇梦 而是全身上下 竟然全部都改变了 该凸起的地方已经凸起 并且就连器官也改变了 死 燕北深吸一口气 无比震惊 这千变鬼脸的功能 实在太强大了 竟然将他从头到脚 彻底地改变 如果他此刻换上长裙 恐怕没有任何人 能够看出他的身份 因为恐怖的是 他此刻的契机 也完全改变了 随即 他又变成了师尊 变成了青云宗主 半个时辰后 燕北再度从山洞中出来 他已经恢复成了 自己的真身 他望着天空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大眼圣地 有了这千变鬼脸 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第123章 举世哗然 整个南荒 经过了这场大战后 变得寂静无比 没有修士再敢放肆 大多数人都躲在了自己的洞府 或者家中不敢出门 可相比于现在 南荒短暂的平静 冬域此刻却炸开了锅 云龙王国出征南荒 可是昭告了天下 整个冬域都众所周知 如今 不少势力的目光 都聚集在南荒 都想要看看这传说中的 冬域年轻一代第一人 到底如何应对 云龙王的出击 可接下来传出的消息 可我是让人大跌眼镜 刚刚不少势力 都收到了 从云龙王国 传出的一则消息 云龙王的魂灯熄灭了 这则消息一传出 整个冬域都为之一阵 云龙王是今日清晨 从云龙王国出发 前往南荒的 可才不过过了数个时辰 他的魂灯 竟然便熄灭了 魂灯熄灭 便是代表着 曾在里面留下灵魂气息的人 已经陨落 云龙王死了 这可谓是举世哗然 无数人纷纷表示不幸 云龙王乃是一方君王 拥有四级进八重天的修为 更是有着无数的保命手段 以及坐拥五十万兵马 甚至此行 还有霸权宗宗主 王霸天一起出征 但就算这样 云龙王依旧死了 甚至有强者还得到消息 拜月魔教的教主水浩天 也在征讨燕北的行列之中 当即便有人嗤之以鼻 水浩天 他可是拜月魔教的教主 超凡境界的存在 拜月魔教乃是在东欲北方 与南荒的燕北 根本就没有过交际 何谈出手对付燕北 随即便有人拿出了一些流影石 满荒一记的那一战 被扒了出来 流影石里面 与水浩天对战的强者 正是燕北 此刻众人才恍然大悟 为何拜月教主也参与了进来 满荒一记那一战中 拜月公主差点被斩杀在那里 更是损失了 十三位神功境界的长老 如此重创 拜月魔教岂能善罢甘休 在得知燕北身份后 拜月教主便立马出关 亲自降临南荒 正巧与云龙王相遇 这才有了刚刚那一幕 众人有些疑惑 既然有拜月教主一起前往南荒 出手对付燕北 为何云龙王会陨落 拜月教主可是超凡境界的存在 纵然燕北有通天之力 也不过是一个小辈 还未达到超凡境界 岂会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很快 便有一则更加重磅的消息传出 听闻消息的人 无不露出骇然之色 震惊地望着南荒所在的方向 拜月魔教教主 超凡境界的水浩天 陨落了 这消息一传出 可谓是如同核弹爆炸一般 在冬域掀起了惊天骇浪 让无数人为之震动 水浩天 超凡境界的大能者 竟然陨落了 并且还如此巧合 刚有消息说 水浩天同云龙王 前往了南荒 准备斩杀烟北 可才过了多久 便有他陨落的消息传出 当即有人便不信 可当他们来到拜月魔教外面时 目光震展 就算站在数十里之外 都能够听到拜月魔教里面 传出来的哭喊声 并且整个大教都换上了白灯笼 整个大教都弥漫着悲伤的气息 消息被证实 拜月教主 灵魂欲捡碎裂 真的陨落了 无数人目光震撼地 望着南荒的方向 一些势力立马派人 启程前往南荒 想要追寻事情的真相 毕竟拜月教主 云龙王等人 无不是明镇天下的强者 竟然都陨落在一个小背手中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可当那些探子 达到了青云宗外武师里的位置时 脸色突然一变 他们竟然闻到了一股 极为浓烈的血腥味 这股血腥味之浓烈 前所未见 甚至从这些气味中 有人感觉到了一股 极为浓烈的煞气 仿佛有无数亡魂在咆哮 嘶吼 探子浑身一寒 便想要转身离去 可是想到宗门给他们布置的任务 无奈之下 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当他们一路前行 随即达到青云宗时 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一些人当场便呕吐了起来 身躯忍不住地开始颤抖 青云此刻外的场景 尸山血海都不足以形容 满地的残枝断壁 如同湖泊般的血液 数之不尽的尸体 太可怕了 整整三万多人 全部陨落在这里 外人坑都不足以形容此刻的这里 最让他们震惊的是 青云宗的那些人 他们此刻正仿佛不知疲倦地搬运尸体 见到他们 甚至嘴角还露出一抹笑意 这画面落在那些探子眼中 如同恶魔正在朝自己微笑 一些青云宗弟子此刻极为兴奋 他们青云宗出了一位燕北师兄 从此便能够抬起头来 趾高气昂地做人 再也不必畏惧别的宗门 所以 当他们见到那些探子时 立马热情地打招呼 意思是 看到没有 这都是燕北师兄干的 以后别再来招惹我们宗门 这便是下场 道友 要不进来坐坐 青云宗欢迎你们 一名青云宗的弟子 脸上堆满笑意地看着探子们 热情地想要邀请对方进宗门坐坐 他们也知道这些探子 都是来打探消息的 毕竟今日这场大战可是不小 整个冬域都有人在关注着 此刻 他们要拿出大宗风范 以礼待人 可那些探子听到这话后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连连摇头 此地足足死了数万人 那青云宗对他们来说 犹如魔窟一般 谁敢去 那些探子 直接一溜烟地就跑了 此地煞气太重 他们根本不敢久留 同时 他们也不觉好奇 为何这些青云宗弟子 在此地搬运尸体 一点事情也没有 正常人见到如此多的尸体 早就被吓昏了过去 甚至会被煞气入体 化为魔头 这些青云宗的弟子倒好 还不亦乐乎地 在里面搬尸体 仿佛一点也察觉不到 这飘散在空中的煞气 探子们不知道的是 在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 青云宗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一缕金芒绽放 也是这一缕金芒 所有的亡魂都不敢入侵 都在畏惧 囚龙山 燕北坐在巨石之上 正在修炼 不知过了多久 他缓缓睁开双眼 站起身来长呼出一口气 结束了修炼状态 也是时候 离开了 燕北喃喃自语 南荒灵气匮乏 想要在此地修行 实属下下之选 他需要更广阔的天空 更多的人生阅历提升自己的心境 不过在离开前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第124章 迁移宗门 圣地震怒 青云宗 宗主大殿 此刻整个青云宗的高层 全部齐聚一堂 皆是神色严肃 仿佛在商讨着什么事情 在宗主大殿的最上方有一道白衣身影站里 所有人都目光崇敬地看着他 没错 正是燕北 也是他将整个青云宗的高层召集于此 我们当真要迁徙宗们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站出来 对着燕北询问道 其余长老们也纷纷将目光朝燕北看来 因为刚刚燕北已经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 准备将整个青云宗搬离 没错 南荒灵气匮乏 这是弟子们实力止步不前的一个原因 而今我有一处更好的地方 哪里无忧无虑 资源丰厚 适合宗门成长 燕北环视全场 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 如今已经即将达到超凡境界的燕北 自然不会被束缚在南荒之中 他需要前往更广阔的天空 而今离别之际 让他最是放心不下的 就是青云宗 这里是他的从小生长的宗门 里面的人一些人对他来说极为重要 不能有半分闪失 所以他决定将青云宗一些 愿意跟他走的人 送进天青大陆中 如今他身为天青世界的主宰 只要他们生活在哪里 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除非他的世界被人剥夺 当然 我也不会勉强 想要离开的人可以找灵儿报名 明月一早 我便会离开南荒 燕北再度开口说道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他已经找过师尊 以及青云宗主商量过 他们都同意燕北的想法 迁徙宗门 他们早就有这个想法 不过奈何 实力低微 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 如今燕北提出了这个想法 青云自然鼎立支持 我同意燕北的提议 迁徙宗门 南荒的确限制了宗门的发展 只有达到灵气更为充足的地方 宗门才会发展得更好 青云首先站出来 直接表态 表明了自己愿意同燕北离开 这时封寒忽然开口说道 我也同意 只要我们这群人一直聚在一起 不论到哪里 都是青云宗 听到宗主与风寒所说 众长老们目光犹豫一瞬 仿佛也变得坚定起来 我也同意 迁徙宗门 我也同意 你们既然都同意 老夫也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我相信燕北 一道道此起彼伏的声音 响彻在青云宗大殿之中 整个青云宗之人的决定 竟然完全一致 都很支持燕北的提议 同意跟他离开南荒 燕北站在大殿上方 看着眼前这群比自己年长的长辈们 对自己露出如此信赖的目光 他的心绪一阵起伏 既然都没有意义 那便这么决定了 诸位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 明日一早 我带你们离开南荒 燕北此刻也露出一谋笑容 他本以为 让宗门的一些老人 迁徙宗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 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整个青云宗的弟子们 都在忙碌着收拾自己的行李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消息 明日一早燕北师兄 便会带他们离开南荒 听到这一则消息的 青云宗弟子们很是振奋 能够前往更广阔的大地 是他们的梦想 当然也不乏 有一些心有牵挂的弟子 他们有一些 是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 需要他们的照顾 不能离开南荒 亦或者一些 不想离开南荒的弟子 不过这些都只是少数 当然面对这种情况 长老们也很是谅解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些不想离开的 南荒的弟子们 青云宗给每一个人 都给予了一定的修炼资源 也算是仁至义尽 与此同时 在东玉的某一处 此地云雾缭绕 仙气弥漫 一座座巍峨的山巻处里 随处可见的仙鹤 仿佛人间仙境一般 这里便是东玉 极富圣名的地方 大眼圣殿 此刻在大眼圣地的身处 有一位身穿道袍中年男人 此人身上神光散发 气息无比射人 查出来了没有 无报是何人所杀 这身穿道袍的中年男人 缓缓转过身躯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势散发 他的周身仿佛环绕三千神国 如同一尊不朽神王 回 回禀圣尊 出手之人 屏蔽了一切天机 无可追溯 不过据无报生前的 活动轨迹来看 他的死 恐怕与南荒的一个名为 清云宗的宗门脱不了干系 弟子有些畏惧地 看了一眼圣尊 随即说道 没错 这位中年男人 便是跺跺脚 便能够让整个东玉 都为之阵战的圣级强者 圣尊 南荒 清云宗 圣尊皱了皱眉 随即脸色 出现一抹怒色 你当本尊好气不成 南荒不过是一处灵气匮乏之地 无报乃是半圣 那里的宗门 岂会对他产生半分威胁 一股恐怖的威严气息 顿时充斥着整片天地 让那名弟子 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圣尊息怒 弟子之所有觉得 和清云宗有关系 是一位名叫燕北的人 弟子冷汗吟吟直下 连忙说道 哦 燕北 就是当今 号称东欲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燕北 圣尊开口说道 身为圣地之主 自然对于天下的各种消息 极为灵通 燕北之名 他也有所耳闻 毕竟能够在二十岁的年纪 成为四级镜 的却算是一位妖才 没错 正是他 弟子神色一喜 圣尊听过燕北的名字 他也就不用再过多解释了 随即弟子 给圣尊讲述了 今日南荒所爆发的大战 云龙王 水浩天 圣尊听完后 也不禁露出惊讶之色 就连这两人都陨落了 可是让他也没有想到 区区一个后辈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竟能让超凡陨落 不过他却也还是不会觉得 燕北能够将半圣无暴斩杀 半圣与超凡 可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就算无暴站着 让四级镜的人杀 对方也根本无法奈何他 难道燕北的背后 也有强者撑腰 与无暴产生了冲突 这才陨落 圣尊皱着眉头 内心沉思 半想后 虽说并未推测出 到底是谁斩杀了无暴 但是一位半圣的陨落 也还是让圣尊极为震怒 如今找不到凶手 但种种证据 却都指向了燕北 恐怕也只有他 才知道 无暴到底是 为何而死 既然如此 即刻派人前往南荒 将那燕北带回来 本尊要亲自调查 无暴到底是 为何陨落 圣尊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目光洞穿虚空 气息逼人 敢斩杀他圣地 半圣级强者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他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第125章 宗门被毁 一日 清云宗 天才刚刚微亮 所有弟子们 便早早站在宗门广场等待 燕北此刻 也已经来到了高台之上 既然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便出发吧 燕北也没有废话 直接大手一挥 哄 虚空忽然开始震战 一个无比巨大的空间裂缝 顿时出现在宗门广场之中 这 这是 清云此刻 神色一震 其余人也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大家无需担忧 这乃是连通 另一个世界的传送门 只要进入其中 便能够离开南皇 燕北开口说道 听到他的解释 弟子们才安静下来 随即在一众长老的带领下 弟子们陆续地 进入了空间裂缝 一个时尚后 整个清云宗变 只剩下寥寥数人 弟子们已经全部进入了天青大陆 宗主 你们先进去安顿一下弟子们吧 我随后就到 燕北看着身旁的清云说道 清云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 仅剩的几名长老 进入天青大陆 当所有人都走完之后 燕北终于是长出一口气 长时间地开启 世界传送门 让他体内的灵力 消耗极大 他最后 看了看着清云宗 叹息一声 便消失在了原地 莫人知道 就在燕北消失后的半壳钟后 哄 一道无比恐怖的威压 从远方抱舍而来 强大的气息席卷天地 一道身穿大眼圣地道袍的男子 出现在了清云宗上空 燕北何在 他默然地开口说道 竟引得虚空一阵颤动 差点崩裂 不过 却没有人回答他 大眼圣地的男子 站在虚空一阵皱眉 他的神念不断涌出 随即覆盖了整片天地 嗯 怎么回事 他脸色猛的一变 刚刚来时 他并未发觉什么 可此时神念覆盖此地 才发现 这偌大的宗门 竟然空无一人 难道是障眼法 他直接俯冲而下 冲进了清云宗 可随着他的一番探查 这清云宗的人 竟然全部弃宗而去了 啊 可恶 他神色顿时狂怒 如今圣尊 亲自给他颁布圣令 让他前来将燕北 带回圣地 接受审问 可如今他却连一根毛 都没看见 这让他回去之后 如何交差 哄 圣怒的他 直接一掌拍出 轰隆隆 整个清云宗 瞬间坍塌 各种宫殿 全部化为废墟 原本看上去 辉煌大气的宗门 顷客之间 便化为了一片焦土 他们应该离开不久 我看你们这么多人 能逃到哪里去 圣地男子狂吼一声 直接化为一道 流光消失在清云宗 圣地男子离开后 天空渐渐下起了小雨 雨滴不断滴落在 眼前的这片废墟 恐怕过不了多久 便没有人知道 这里曾经还有一座宗门处理 一日 清云宗上空 虚空一阵如动 燕北从中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眼前的 这一片废墟时 连连后退束布 脸色一片惨白 哄 他身上的气息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黄涌而出 强大的气息 撕裂天地 让方圆百里的生灵 都为之振战 是谁干的 燕北仰天狂吼道 可是清云宗周围 乃是一望无际的大山 根本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半想后 怒气渐渐消散 燕北此时 才感到一丝后怕 他从清云宗的这片废墟中 感受到了 不弱于无报那般 半盛级别的气息 如果他不是快一步 将宗门之人 转移到自己的那世界中 恐怕事情就麻烦了 未来深短时间内 他不敢动用了 否则将会承受的 因果无比强大 纵然是他也会有 殒灭的危险 半盛 燕北神色无比森冷 双眼通红沙 抑制不住地倾泻而出 此刻的他远远看去 就如同地狱而来的 死神一般 散发着无比浓烈的杀意 冰皇原本出手 帮他压制的杀意 此刻如同瀑布一般 喷涌而出 如今普天之下 有着圣地级别的势力 才能有调动 半盛强者的能力 根本不用猜测 对方定是 想要调查无报之死 查到了自己头上 但半盛降临后 却发现 整个宗门 已经人去楼空 圣怒之下 便出手毁灭了青云宗 敢命我宗门 大眼圣地 等着 燕北双拳紧握 滔天的杀气 覆盖全身 就连他金色的灵力 以及发丝 也全部转化为血红之色 看起来无比赦人 此刻 他就如堕入邪道的魔头一般 云龙亡国 王城 诶 停下 缴纳了灵石税 才能进入王城 看守城门的守卫 伸手拦住了一名 想要进入王城中的修士 想要进入王城 便必须缴纳 五枚灵石作为费用 修士一脸肉痛之色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五枚灵石地 给了守卫 守卫收下灵石后 露出了一抹笑意 这才放行 一些排队想要 进入王城的人 暗骂一声吸血鬼 会有修士不愿意缴纳 毕竟谁的灵石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名雷洁静的修士一年 也最多 才能赚到数十枚灵石 想要进入一个城池 却需要缴纳五枚 他们自然不干 可是下场 确实很惨 这些不愿缴纳灵石的修士 根本无法进入城池 如果强闯的话 便会被守卫强势阵杀 这时 王城外 一名风神俊朗 满头红发的男子 正在朝王城缓步而来 他仿佛如若无人之境 这无疑是出了众怒 大家已经排队半天 都想要进入王城 这人竟然想要插队 小子 站住 一名强大的散修 顿时一步迈出 朝着那红发青年爆合道 第126章 云龙王国覆灭 云龙王国 王城入口 面对修士的呼喊 那名红发青年 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继续朝王城中走去 这红发青年 便是刚刚离开南荒 降临云龙王国的燕北 清云宗 被大眼圣地之人毁掉 让他无比愤怒 毕竟那是 他曾经生活的宗门 可他也知道 如今凭借他四级境的修为 如果前往大眼圣地寻仇 无异于送死 思来想去后 他决定先去火凤谷一趟 渐渐启梦 随即便开始苦修 提升自己的修为 等他破入圣境的那一天 便是大眼圣地的灭亡之日 而从南荒去往火凤谷的路途 便会入经云龙王国 如今云龙王被他斩杀 整个王国都是无主之物 虽说已经有王子继承了王位 平定了叛乱 但他们始终都不是云龙王 况且就算云龙王复生 也根本无法阻止他 一个王国所累积的财富 可谓是无比巨大 燕北自然不愿放过 况且他还听说了 云龙王国乃是大眼圣地的 附属势力之一 如今对付不了大眼圣地 还不能对付这些附属势力 他决定先收一收利息 往后 但凡是与大眼圣地有关的附属势力 都将被他列入黑名单 王城入口处 一声大喝传来 小子 我让你站住 一名修士对着燕北抱喝道 燕北自顾自地往前走 一副不将人放在眼中的行为 顿时将此人激怒 哄 一股强大的气息散发而出 这人缘神境七虫的修为 斩露无鱼 其余人纷纷神色一阵 原神境七虫 在他们这种散修中 已经算是极为难得了 修士也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不过再度看向那红发青年时 脸色再度变得难看起来 他本以为对方会被他的修为给震慑住 哪成想 对方竟然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从他的面前越过 众人看着那还在往前走的红发青年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同情 这小子 恐怕惨了 燕北神色漠然 这点微末的气息 在他眼中犹如蝼蚁一般 他甚至都不想搭理对方 凭借他如今的实力 别说原神境七虫 就算是四级境七虫 他也能一掌将其拍死 不过那修士仿佛却没有这个觉悟 他看到燕北如此目中无人的样子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竟然敢无视我 你找死 那名修士也是一个脾气极为暴躁的人 见到这红发青年如此目中无人 他也不再犹豫 直接拔出腰间长剑 直接一剑斩出 他竟是想要杀了这红发青年 此地虽说是王城 但他们此刻都在城门之外 此地并未进武 所以就算他在此地杀人 也不会受到云龙王国任何处罚 刷 一道青色的剑气长虹 直接朝红发青年的背部斩去 众人目光一震 看向那初见的男子 好狠辣的心 对方插队虽说也有些不妥 但却也不至于出手如此狠辣 竟然想要一剑将其斩杀 可随即便出现了让人震撼的一幕 只见这红发青年忽然停下了脚步 缓缓转过身躯 看着朝自己斩来的剑气长虹 他的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问 一股无形的威压从烟北身上散发 那看上去绚丽无比的剑气长虹 仿佛遇上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瞬间消散 那修士见到如此一幕 也是内心一景 神色警惕地看着烟北 同时在场排队的修士们 纷纷震撼不已 那剑气长虹可谓是非常强大 而这青年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连手指都未动一下 便让那剑气消散于无形 烟北身上忽然生腾起一股淡淡的血红色气息 他微微抬头 朝那修士看去 他的瞳孔中顿时有一抹鸿芒绽放 哄 刚刚向他出见的修士 脸色狂变 随即轰的一声 直接原地炸开 化为血雾洒落一地 死 此刻排队的人群 乃至守城的守卫等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这青年到底是谁 竟然一道眼神 便使原神进七重境界的修士 直接暴体而亡 一道眼神上有如此威力 那他出手得有多么可怕 烟北却根本不管周围人群一脸的震撼 他的神色无比默然 他虽然已经入了杀伐之道 但却也不是那种性情暴力的杀人魔头 贱人就杀 刚刚那修士初见之时 眼中明显带有一股杀意 既然想要杀他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被烟北所杀也是理所当然 烟北转过身 继续朝王城中走去 脚 脚纳五枚灵石 方可进入王城 守卫看着比自己还要高出半个头的烟北 嘴唇有些颤抖地说道 如今烟北站在他的身前 不知为何 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压迫力 另一名守卫也好不到那里去 拿着大己的双手 竟然都在微微颤抖 使劲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五枚灵石 烟北冷笑一声 目光一宁 哄 一股无形的威严 瞬间从他身上爆发 两名守卫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随即 烟北的身躯如同鬼魅一般 化为残影 直奔皇宫而去 仅仅数个呼吸后 皇宫中便爆发出了恐怖的能量波动 整个王城之人为之胆寒 他们此刻都猜到了 那红发青年便是传说中 东御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烟北 如今云龙王陨落 整个王国根本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阻挡住烟北的步伐 只要敢阻拦他的人 就是一个字 杀 不知过了多久 整个皇宫中仿佛都被肃清了一遍 尸横遍言 烟北也进入了云龙王国的宝库中 将所有东西全部收走 送进了天青大陆 在燕北离开云龙王国后 天下震动 无数人为之骇然 鼎盛一时的云龙王国 一日竟直接被人血洗 大眼圣帝震怒 甚至派出了三名半圣级强者出来 要抓住灭掉云龙王国的凶手 同时 圣尊亲自颁布圣旨 说明半圣无报之死 与燕北有极大的关系 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此次云龙王国的毁灭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乃是燕北所做的 那三名半圣强者 虽明面上来说 是为了灭掉云龙王国的凶手而去 可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大眼圣帝想要抓的人是燕北 燕北之名 以这种方式 再次响彻了整个东域 而燕北本人 此刻早已经离开了云龙王国 第127章 火粪谷 魔仿者 火粪谷 在火粪谷的山门之外 燕北看着 这巍峨磅礴的山脉 一阵出神 还未进入其中 他便感觉到 里面的灵气浓郁程度 竟然比外界高出数倍 也就是说 火粪谷里面的弟子 比外界之人 提升修为的速度 足足快上几倍 这也是 为什么一些顶尖势力 强盛不衰的原因 这里的每一座宫殿的位置 都极为有讲究 燕北能够看出 这每一座宫殿上方 都散发出一阵微弱的光芒 这些光芒在火粪谷上空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座 超级巨大的巨灵阵 别说如此巨大的巨灵阵了 以前的青云宗 就算只是能够容纳 一人的巨灵阵法 都摆不出来 不愧是火粪谷 也只有超凡势力 才能有如此大的手笔了 感慨一番后 燕北便迈不向火粪谷走去 此地乃是火粪谷 你是何人 一道交贺声传来 几名身穿粉红长裙的女子 来到燕北身前 警惕地看着她 麻烦通报一声兵皇前辈 就说燕北到火粪谷一访 燕北微微拱手 对着几名火粪谷的弟子说道 这几名女弟子 极为诧异地看了看燕北 从上打量了一番 你叫燕北 他们很是诧异地问道 燕北微微皱眉 没错 我是燕北 扑痴 别以为你容貌俊秀 就能够冒充燕北 我可没听说过 燕北乃是一头红发 一名女子弟子 眼神耶鱼地看着燕北说道 燕北嘴角一抽 我真是燕北 麻烦请通报一声 别装了 赶快走吧 冒充燕北的人多了去了 诺 女弟子伸手一指 燕北顺着看去 只见火粪谷的山门之外 站着庶民身穿白衣 气质脱俗的青年 什么意思 他有些不明所以 这些人都是和你一样 冒充燕北的人 不过你还真不专业 竟然连别人什么发色 都搞不清楚 就敢来招摇撞骗 你要再不走 我可就找人哄你出去了 女弟子出声说道 燕北整个人 直接风中凌乱了 这些都是 模仿我的人 燕北有些吃惊地说道 自己何时有如此大的名气了 竟然惹得这么多人模仿 你这家伙倒是奇怪 与他们倒有一点点不同 不过你和他们都是一丘之和 想要见神女 做梦吧你 女弟子直接就把燕北往外推 神女 原来就在不久前 火粪谷神女启梦 公布了自己与燕北的恋爱关系 这令得无数少男心碎 启梦虽说成为神女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却是无数男子爱慕的对象 毕竟凭借她的容貌 可谓是倾倒众生 那股清冷的气质 让人心中忍不住 生出一股想要征服的欲望 当启梦公布了自己 与燕北的恋爱关系后 无数男子心碎一地 但还是有一位世家子弟 因为爱慕启梦 想要接近她 便打扮成燕北的模样 来到火粪谷说自己是燕北 就这样 她竟然真的顺理成章地 见到了启梦本人 虽然这人最后被火粪谷扔出来时 脸肿得像个猪头 但是却露出极为开心的笑容 因为能够见到 那她终日梦寐以求天仙般的人 她虽死无怨 这一消息传出后 每天火粪谷 都要遇到几位说自己是燕北的人 都想要一见神女 而刚当那几名火粪谷的弟子们 也自然是把燕北 认定成为了这样的人 站在山门外 燕北愣住了 自己竟然真的被轰出来了 此地乃是火粪谷 自然不能用武力强闯 并且强闯的话 如果真让别人知道自己 连一座山门都进不去 可就闹了笑话了 兄台 你这装扮很是时髦啊 听那群火粪谷的娘们说 你也是模仿燕北的 这时 一位身穿白衣 容貌极为俊朗的青年 来到燕北身前问道 他的气质轻挑 很明显是一位某家族的顽固子弟 燕北看着此人内心一阵抽动 如果这家伙不说话 远远看去 还真特么和自己有几分相像 不过我说 你想要见神女殿下 也得做好攻略啊 你这满头红发 跟燕北就一点也不像好不 这青年摸了摸燕北的发丝 砸把嘴说道 对了兄台 你叫什么名字 燕北脸上露出无语之色 我叫燕北 这青年仿佛愣住了一瞬 我说的是你的本名 这里都是燕北 我叫徐天 说不定你还听过我 我是镇南关城主之子 其余那些模仿燕北的青年 听到徐天的身份 目光震动 镇南关 这可是一座极为繁荣的城池 并且镇南王在这片区域 也算是一方巨拨 拥有超凡境界的实力 恐怖无边 这家伙竟然是镇南王的儿子 没听过 别来烦我 燕北罢了罢手 示意让这家伙离自己远一点 看着燕北如此生人物尽的高冷模样 徐天眼睛顿时瞪大 对对对 就是这种气质 你别说还真像燕北 他曾在天忆城远远地见过燕北一次 对于这种气质极为熟悉 燕北嘴角忍不住地抽动 差点破口大骂 就在此时 忽然 好 一道龙银之声 从远方的天空传来 一头巨大的蛟龙降临在火凤谷山门之前 随即从蛟龙头顶之上 有两道身影一跃而下 竟然是天龙神子 与他的胞弟龙兴云两人 听闻今晚火凤谷将有一场天骄盛会 好像整个冬域的天骄都会来此 甚至听说有圣地稻子降临 徐天看着天龙神子的背影极为羡慕 随即侧过头 小声对着燕北说道 燕北看着来人 眼睛微亮 他有办法进入火凤谷了 见过神子殿下 火凤谷见到天龙神子到来 并未有任何惊讶 微微失礼便邀请他们进入火凤谷 天龙神子点了点头 便迈不朝火凤谷中走去 第128章 倒霉的神子 火凤谷山门之外 燕北看着即将进入火凤谷的天龙 神子两人 眸光微亮 他迈不向前 静止地朝天龙神子走去 随即竟然直接扯着大嗓子呼喊道 龙行天 他这一嗓子 可是让徐天吓了一跳 卧槽 大哥你不要命了 那是神子明慧 你这样会触怒他的 徐天猛的一惊 连忙想要捂住燕北的嘴巴 龙行天虽说是天龙神子的本名 但是行走在外 世人无不尊称他为神子 这种直呼他本名的人 便会被视为是对他的一种挑衅 果不其然 天龙神子顿时停下脚步 眉头微皱 他在看到底是谁 竟然敢直呼他的性命 不过 此刻燕北满头红发 还有一缕正好遮掩在脸上 让他一时间没能看清楚他的身份 就在此时 站在他身后的龙行云一步踏出 神色冷冽 我哥的明慧 也是你能叫的 火粪谷的女弟子们 脸色也是一变 这模仿燕北的人 也太大胆了 就算他们 也不敢直呼神子明慧 这家伙 不要命了 徐天脸色大变 拉着燕北的手臂 便想往后撤 刚刚我这兄弟叫错了 还请神子大人见谅 叫错了 你当我耳聋不成 龙行云神色冷冽 便要出手教训一下燕北两人 如今燕北 由于入了沙伐之道 气息与之前盼若两人 并且发丝 也变成了血红之色 一时间 就连天龙神子两人 也没能认出他的身份 一道极为冷漠的声音 便再度从燕北口中吐出 怎么 龙行天这个名字 我叫不得吗 这话一出 整个火粪谷入口 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震撼地 看着燕北 这哥们 是真不怕死了 龙行云当即大怒 你也配叫 哄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龙行云身上爆发 直接一拳 朝燕北轰来 徐天脸色大变 也不再插手 直接转身变逃 这小子完了 可就在众人 都以为燕北 要被一拳轰飞之时 动 龙行云一拳 仿佛轰击在了一块铁板之上 发出了一道沉闷的响声 燕北手掌微张 紧紧握住了龙行云的拳头 此刻气静震荡 场中吹起了一阵微风 将燕北脸上的那一缕头发吹开 露出了真容 当龙行云看到燕北的面容之时 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卧槽 他努力地想要抽回拳头 可他发现 不管自己怎么用力 那将自己拳头握住的手掌 如同铁钳一般 让他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龙行云此刻 认出了燕北的身份 脸色顿时一片惊恐 转过头 看着天龙绳子 大哥救我 天龙绳子此刻也脸色一变 自己的亲弟本人欺负 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天龙夜 天龙绳子双手结印 一头恐怖的蛟龙 瞬间在虚空凝聚 好 蛟龙在天空发出一声咆哮 随即直接朝燕北撞来 天龙绳子所造出的声势 无比浩大 已经惊动了火凤鼓一些人 燕北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见到天龙绳子的那一刻 一个想法便在他的脑海中产生 既然这些弟子 不认识他的身份 那么他就打得他们认识 兵皇对他有恩 他自然不能对火凤鼓的人出手 所以 来自天龙殿的神子 自然便成为了他的开采对象 他要制造出一点动静来 让火凤鼓的人察觉 哄 这一刻 他瞬间散发出自身契机 恐怖的威势 瞬间席卷天地 龙行云直接被他震飞出去 他看着天上的蛟龙 直接探出大手 一道恐怖的金色大手 瞬间凝聚 那看上去气势汹汹的蛟龙 竟然被他一把攥住 如同一只泥丘般 在手中不停挣扎 怎么可能 天龙神子此刻脸色狂变 他半生蛟龙 竟然如此轻易地 就被人抓住 神子 这才多久不见 怎么认不出我了 燕北已经达到了 他想要的效果 手掌松开 蛟龙重新回到了 天龙神子的身上 燕北 是我不小心冒犯了你 别出手伤害我哥 此时 龙行云艰难地 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燕北说道 燕北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天龙神子身躯一颤 自从天一秘境一别 燕北仿佛就成为了 他的心魔一般 每次听到他的消息 天龙神子 总会拿自己语气比较 可最后发现 任何一样 自己都比不上燕北 从小被赋予 绝世天才光环的天龙神子 一时间无法接受这种打击 在天龙殿中 终日心烦意乱 天龙殿的长老们 见到神子如此模样 也是常叹 如今 火凤谷将要举办天交宴会 在弟弟的劝说下 天龙神子才决定 与其一起来 这里散散心 刚刚那几名将燕北 推出火凤谷的女弟子们 此刻脸色 也是一变 他们也没想到 这人竟然真的是燕北 徐天等一众 模仿燕北的人 看着这本尊 整个人 直接呆住了 这燕北 本尊刚刚就在他们眼前 他们竟然都认不出 竟然还模仿别人 实在有些可笑 哼 一股极为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火凤谷深处传来 一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 瞬间出现在虚空中 见过四长老 在场的火凤谷弟子 对着老者一拜 发生了什么事啊 四长老此刻 开口问道 天龙神子 与自称燕北的人 刚刚发生了冲突 一名弟子 立马对着四长老 说明了刚刚的情况 四长老 听到燕北这两个字后 浑浊的双眼 顿时一亮 仔仔细细地 打亮了一番燕北 你是燕北 四长老身上涌出一股 极为强大的压迫力 目光直视 燕北神色淡然 没有丝毫受到影响 看了看徐天等人 难不成他们是 场中气氛沉默一瞬 四长老随即哈哈大笑 随即来到燕北身前 露出满意之色 不愧是你小子 对我胃口 走 随我入骨 天龙神子站在原地 仿佛有一种 被冷落了的感觉 四长老自从降临到离开 甚至都未看过他一眼 龙航云此刻 也回到了哥哥身边 神色无比难看 还去吗 天龙神子深吸一口气 去 怎么不去 这目中无人的家伙 总有人能够教训他 第129章 再度冲锋 燕北随着四长老 朝火粪鼓走去 小子 不错吗 听说 你有力战超凡的实力 四长老 看着燕北一脸狐疑地说道 前辈说笑了 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修士罢了 燕北随意一笑 摇了摇头 普通修士 能够打得那天龙绳子喘不过气 你小子不诚实啊 四长老杂把嘴对着燕北说道 一路上 四长老 又对他问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问题 比如说 他家里几口人 有谁 年龄多大了 交过几个女伴之类的 一路上燕北直接人 都被问傻了 这简直就跟查户口一样 这火粪鼓的长老 都这么八卦吗 不过好在经过了一座山脉后 他们两人 便来到了一处光幕 穿过这层光幕 便是真正的火粪鼓了 四长老有些得意地笑道 燕北凝重地 看着眼前的这层光幕 他竟然从其中 感受到了一股世界之力 难道火粪鼓 也是一座世界不成 走吧 四长老 示意燕北 跟上自己 就在燕北 踏入火粪鼓的那一刹那 天地一阵变幻 跟之前大不一样 这里竟然是一方小世界 与燕北猜想的一样 燕北目光震动 暗暗点头 不愧是超凡势力 竟然拥有一座世界 虽说这里 远远无法与天青大陆 相提并论 但是却也极为难得了 嗡 就在此时 一股微弱的光芒 从他手中的玉扳指中 散发而出 燕北摸着手中的扳指 目光一震 随即露出 恍然之色 刚刚他被拦下之时 他曾想用玉扳指 呼唤奇梦出来 可是经过尝试一番后 却无果 这是他与奇梦两人的一件信物 奇梦的乃是一条吊坠 这两样东西 在相距不远的情况下 会发出感应 刚刚他都以为 这东西坏掉了 原来是因为 真正的火凤鼓 别有洞天 这里乃是一方小世界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也是这样燕北 才没能联系到奇梦 与此同时 冰雪圣殿 殿门打开 一道如同 月下仙子的绝美影子浮现 正一脸 激动地看向远方 就在刚刚 奇梦竟然感受到了 燕北的气息 出现在火凤鼓之中 你终于来了 奇梦俏脸满是激动之色 随即一步踏出 便化为一道流光 朝燕北所在的地方 急迟而去 燕北此刻 也察觉到了 奇梦所在的位置 直接凌空而起 快速地接近 四长老 仿佛也察觉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跟在燕北身后 也并未多说什么 换作是其他人 敢这么肆无忌惮地 在火凤鼓上空飞行 他早就一巴掌 将其拍落了下来 不过眼前 这位却有些特殊 在火凤鼓上空 有两道身影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奇梦的郊躯 不断颤抖 滔天的喜悦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正所谓小别圣星婚 燕北此刻的情绪 也是无比激动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当时 燕北深情地看着奇梦 眼中有着 浓浓的愧疚之意 当初 将他一人放在此处 那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燕北能够想象到 奇梦当时 有多害怕 别说了 我都听师尊说了 我不怪你 奇梦伸手捂住 燕北的嘴唇 眼中只有满是爱意 并未有半分责怪 最开始 他也曾想过 为何燕北迟迟不来火粪谷 将自己接回去 可最后听兵皇所说 他才明白 原来近些十日 在燕北身上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邻儿遇险 宗门危难 云龙王国的出征 圣地的追杀 这每一件事情 都让燕北脱不开身 燕北看着奇梦眼中的 思念之意爆发 将其深深地拥入怀中 直接吻了下去 两人揪揪缠绵 仿佛一刻都不舍得分开 站在不远处望风的四长老此刻 仿佛也看不下去了 轻咳一声 嗨嗨 注意一点 我这老头子还在这呢 两人这时才反应了过来 奇梦看到四长老 顿时娇躯一颤 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脸色瞬间变得通红一片 外公 你怎么也在这 外公 燕北邓大双 也满脸疑惑地看着奇梦 什么情况 自己才多久 没有见到奇梦 这外公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没错小子 奇梦可是老夫的孙女 怎么样 有没有被震惊到 四长老此刻 笑眯眯地看着燕北说道 随即奇梦 便给燕北讲述了 自己在火凤谷 见到了自己 亲生母亲一事 燕北这才露出 恍然之色 同时他也明白了 为何这老头 刚刚在来的路上 一直询问 他各种奇葩问题 感情他是奇梦的外公 难怪 这么八卦 呵呵 是有些被震惊到 燕北有些无语地说道 冰雪圣殿 此刻冰黄 雪千柔 四长老等人接在 奇梦也郑重地 为母亲介绍了燕北 近些十日 雪千柔 从冰牢出来后 也听过了很多燕北的传说 如今见到本人 也是颇为满意 燕北也一改 平日里冷酷的模样 如同邻家南海一般 极为温和 这看得冰黄 都嘖嘖撑起 燕北 清云宗现在如何 好久没回去了 好想念父亲他们 奇梦挽着燕北的手臂 极为亲密 提到宗门燕北的神色 忽然便冷了下来 前几日 有半圣降临南荒 宗门被毁了 不过好在 我提前转移了宗门之人 否则后果 将不堪设想 听到前半段 奇梦等人 差点被吓死 那父亲他们现在如何 奇梦立马站起身来 神色有些紧张 雪千柔此刻的脸色 也是惶恐不安 他们很害怕听到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燕北目光闪烁 随即微微一笑 伯母 奇梦你们别担心 如今清云宗 所有人都已经被我 转移到了一个 极为安全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他犹豫一瞬 还是没有暴露 天青大陆 毕竟天青大陆 存在的消息 实在太过震撼 如果让其他人知晓 恐怕将会给他来到 无比可怕的杀截 第130章 天娇燕 盗子降临 听到清云宗众人 并没有出事 奇梦母女俩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没事便好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雪千柔轻叹一声 眼睛也有一股 朦胧的思念 如今二十多年未见 不知清云到底如何 那父亲他们 现在在哪里 奇梦问道 燕北苦笑一声 他们此刻很安全 过段时间 我便带你去 奇梦他是完全信任的 可是至于伯母 四长老 兵皇三人 他的内心 始终留有一丝戒心 兵皇虽说多次 出手帮助过他 但他能够看出 那都是带有目的性的 伯母 以及四长老 他今日才认识 自然不可能 将自己的底牌 完全暴露 万一真的让自己体内的 天青大陆暴露 恐怕整个洪武大陆的人 都会前来追杀自己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 他深深懂得 既然燕北 都这么说了 奇梦也便没有多问 几人聚在一起 聊了一些家常 夜晚 在月色的照应下 在一座阁楼之中 有两道身影 互相依偎在一起 燕北看着 依靠在自己肩膀上的 绝世佳人 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这一刻 他的心境无比的平静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这样 互相依偎着 双眸中那浓浓的爱意 已经说明了一切 也不知过了多久 动动 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启梦连忙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裳 恢复成往日的清冷 合适 神女大人 今晚的天娇宴 即将开始 侍女站在屋外说道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启梦点了点头 侍女应声退去 不敢讨扰 天娇宴 燕北眼中露出 若有所思的神色 今日 在火凤谷山门外 便听到那扮演 自己的徐天说过 今晚火凤谷 要举办一场天娇宴会 启梦此刻戴眉锦咒 闪过一抹忧虑 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燕北自然是注意到了 启梦的情绪变化 看起来 你不想去 启梦眼中那一抹 忧虑隐去 随即露出明媚的笑容 没有 毕竟此次 是火凤谷举办的宴会 我自然要亲自到场 燕北看着启梦的样子 便觉得这小女子 定然有什么事情 瞒着她 用不用我陪你一起去 启梦连连把手 不用啊 你就在这里等回来吧 应该很快的 就这样 启梦便收拾了一下 随即离开了冰雪圣殿 燕北看着启梦 离去的背影 眉头微皱 刚刚提到天娇燕的时候 启梦表现得有些不正常 不过至于是哪里 她又说不上来 这小女子 到底有什么事情 瞒着她 今夜的火凤谷 注定热闹非凡 在火凤谷的某一处 有一座 金碧辉煌的殿雨坐落 周围的湖泊 在月光的照应下 泛起阵阵波澜 四周丰盛 亭台静里 此时 此地 到处都是人影 在大殿之外 有着火凤谷的各大执事 他们严阵一带地 守护在大殿附近 只因为 此处殿雨 乃是如今 东玉一带天交的聚会所在 情音回荡 零鸟飞舞 一道道身影 屹立在此 他们气息 如鸳四海 各个都是人中之龙 身为东道主的火凤谷 凤指月 与启梦两位神女 早早地便来到了此地 这时 一道身影 从湖泊之上跨步而来 她面色冷淡 不怒自威 携带着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 仿佛十万大山一般 向人压迫而来 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让在场不少 天交未知色变 看着那人震撼道 竟然是金阳道子 他竟然也来了 在场的天交神色震动 来人 正是东玉圣地之一 金阳圣地 最为杰出的天交 金阳道子 金言 传闻他修道28载 但修为便已经达到了 四级境高阶 并且拥有金阳圣体 恐怖无比 五年前 金阳横空出世 那时的他 还不是圣地道子 在东玉搅动风云 曾历拜东玉 无数年轻天交人物 被誉为 年轻一代的王者 只不过后面 加入金阳圣地 成为道子后 便潜心修炼 时隔五年 如今才又再度出世 随着金言的到来 也使聚会 开始其乐融融 不少圣子 神子向前 交谈拉拢 一时间风光无限 天龙神子 此刻也站起身来 端着酒杯 来到了金言边 与其交谈了起来 身为神子 自然是见过对方几面 倒也不是很生疏 不过 天龙神子 一改往日的孤傲 此刻满脸随和 毕竟对方乃是圣地道子 他自然不敢摆什么架子 全程都是在陪笑 天龙神子感受着周围人 朝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内心竟有一丝得意 在场之中 能够和圣地道子 说得上话的人 恐怕也只有他了吧 不过金言 却仿佛不这么想 看着天龙神子 久久不离开 眉头微皱 他环视此地 发现并未有 同他等级的天骄到来 顿时眼中透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他摇头起身 便直接朝大殿深处走去 至于在一旁 不断叽叽喳喳的天龙神子 他直接无视了 天龙神子此刻端着酒杯 神色无比僵硬 刚刚还有些得意的他 那一点骄傲 直接碎了一地 就在此时 哄 又是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降临 一道青色长红 瞬间便落在了大殿之中 金阳道子看着来人 眼中浮现一抹诧异之色 金阳兄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啊 当青色的光芒散去后 一名风神俊朗的青年 出现在场中 面带笑意地看着金阳 张楚云 金阳此刻 眼神极为诧异地看着来人 张楚云 这三个字一出 整个酒宴顿时仿佛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极为震撼地 看着那刚刚到来的青年 太初圣帝 张楚云 他竟然也来了 有人很是吃惊低吼道 如今的太初圣帝道子的名讳 便叫做张楚云 他的事迹 同样震撼人心 第131章 启梦新世 宴会风波 张楚云 出生于太初圣帝 传闻在他的出生之日当天 天地震动 神光普照 据传闻他体内 拥有一根半生圣骨 拥有大圣之姿 同时 他也不负众望 自幼年时期 便展露出惊人天赋 三岁炼气静 五岁气海静 十岁元神静 十五岁神功静 二十一岁四级静 直到如今 二十六岁 他已经到达了四级静九重巅峰境界 骇人无比 在场中人目光震动 一日之间 竟然有两位圣帝盗子降临 东玉有三座圣帝 除去大眼圣帝之外 其余两座圣帝的盗子 都已经来到了此地 张楚云 你不是不来吗 金言此刻诧异地问道 两人身为两大圣帝盗子 自然乃是熟识 火凤谷此次举办的天交宴 是在一年之前 便通知了各大势力 早在三个月前 金言便问过张楚云 要不要一起来火凤谷 参加天交宴 也好交流一下 各自领悟的道法 但是当时张楚云却说 他不屑参加这种宴会 而到如今 张楚云竟然又来到了火凤谷 参加宴会 这让金言很是奇怪 本以为此次宴会 并没有让我感兴趣的事物 可后来我才发现自己错了 我此行专程为了一人而来 张楚云嘴角露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为了一人而来 所有人听闻之后 身躯一震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 竟然能够请动太出道子 金言一脸疑惑 此地仿佛除了自己 好像并没有能够 与自己两人比肩的存在 但张楚云却说他 专程为了一人而来 那人到底是谁 不过 很快他们便明白了 张楚云迈步 朝大殿之中走去 他所过之处 无数天交退避 根本不敢拦其道路 狠开张楚云 便停留在了一道倩影身前 满是深情地望着对方 了解他的金言 顿时露出一副恍然之色 张楚云虽说乃是一方圣地道子 但是却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风流 曾与他宿罪的美人不知多少 凭借他的身份实力 以及俊朗的外表 无数女子甘愿为他倾心 而此刻他看到张楚云身旁 那道倩影之时 也终于明白了他到底为何而来 场中其余听闻过 张楚云事迹的天骄 也纷纷露出恍然之色 黄语神女 怎么会是他 一名天之骄女 满眼震惊地说道 其余人也纷纷露出奇怪之色 此刻在张楚云的对面 有一道倩影战力 他一袭白衣 雾气绕体 妙慢的身姿 犹如天仙下凡 一般在月色的照应下 翩翩起舞 他正是火粪谷的两大神女之一 黄语神女 启梦 启梦此刻看着眼前的张楚云 内心生出一股厌恶之色 不过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这张楚云已经纠缠他 有些时间了 就像一块牛皮糖一般 甩都甩不开 其实这也是他不想来参加宴会的 一个主要原因 在他成为神女的几天后 正巧太初圣地的一名长老 带着稻子张楚云 来到火粪谷论道 火粪谷自然是以贵宾礼仪接待 并且让两名神女 带着张楚云 在火粪谷中四处看看 可自从启梦出来的那一刻 饶式月女无数的张楚云的双眼 也不禁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启梦的容貌不同于其他人 那股清冷的气息 令他无比沉醉 自从冰破玄体 彻底觉醒之后 启梦的气质更加脱俗 如同九天落下的折仙 不是人间半分烟火 这样的绝世佳人 就连张楚云也未曾见过 一见钟情 恐怕也就是说的他这般 自从见到启梦的那一刻起 他看别的女人之时 却未同嚼辣 哪怕同为神女的凤指月 也无法让他的心境 再升起一点波澜 他要得到启梦 身为道子 从小到大太初圣地 对于他都是有求必应 但是启梦 是他人生中 第一个令他心动的女人 他要亲自打动他 让对方主动投怀送抱 满足他内心的征服欲 可是 最近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启梦仿佛对他爱答不理 不过张楚云也没有放弃 反而直接在火缝鼓注了下来 这样子方便接近启梦 对于此时 启梦曾不止一次找到兵皇 想要让他将张楚云打发走 可是 兵皇却言明 这些都是小辈之间的私事 并且对方乃是圣地道子 也并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他也没有理由出手干涉对方 启梦也只能就此作罢 受着每日张楚云的各种骚扰 不过好在 对方的确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每次见面都是站立在他三寸之外 梦而算起来 我们也有五个时辰未见了 真是如隔春秋 让我极为思念 张楚云满脸深情地看着启梦 如此轻腻的称呼 让在场众人 无不露出震惊之色 启梦乃是火缝鼓 心静的黄语神女 两人的身份地位 也的确般配 可启梦前段时间 不是才刚刚公布了自己的恋情吗 乃是如今风头 第一人的燕北 如今又和这张楚云 搞在一起是什么鬼 无数天骄窃窃私语 启梦仿佛也听到了众人的议论 顿时间气得不行 苏兄一阵起伏 也不知道是不是起到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寒一片 一时激动下 张楚云 我不止一次给你说过 不要这样叫我 还有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们很好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启梦如同呵斥般的声音 瞬间让整座大殿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停止了说话 此刻 气氛安静的可怕 张楚云原本满 是笑容的脸庞 笑容也逐渐内敛 随即变得无比阴冷 刚刚启梦那般 呵斥张楚云 完全是没有给对方一点面子 仿佛就是在说 张楚云是一个道德败坏 破坏别人幸福的小三一般 不过很快 张楚云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你喜欢的人 就是冬玉如今传的 沸沸扬扬扬的燕北 在我看来 他不过一只跳梁小丑罢了 本盗子随手便可将他捏死 顿时翘脸一片冰寒 正当他准备出言还击之时 忽然 在大殿门口处 出现了一道挺拔的身影 从他嘴中吐出一道 冷漠至极的声音 随手捏死我 你有掂量掂量 自己有那个能耐吗 第132章 燕北降临 整个大殿的人 此刻都是一惊 纷纷转过头 朝大殿入口处看去 只见此刻的大殿入口处 有一道白衣身影静静站立 血红色的长发 随意地在空中飞舞 如同一尊盖世魔神 压在众人心间 他没有任何表情 但所有人都能从 他那深邃的眸子中 看出他内心 那股闭靡天下的气概 燕北 他竟然也来了 今天有好戏看了 有人立马发出惊呼声 此刻所聚会之人 皆是东欲天骄 他们一部分人 前段时间都曾参加过天一秘境 所以对于燕北也还算熟悉 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身份 只有参加过天一秘境的人才知道 燕北到底有多么变态 燕北此刻没有在乎众人的目光 他静止地朝大殿内走去 神色一片冷漠 身上散发出一股锋芒之意 他所过的位置 各位天骄也是同样退避三射 不敢阻拦他的道路 此刻的燕北 有气吞天下之气概 任何人都不敢与其争锋 燕北 此刻 金言与张楚云两人 一起朝燕北投去目光 金言倒好 只是颇为好奇 这位东欲如今风头正盛的天骄 而作为情敌的张楚云 却不一样了 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你小子便是燕北 张楚云鹤问道 燕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理会 而是朝启梦所在的位置走去 启梦此刻见到燕北来此 眼中顿时露出一抹担忧之色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我吗 见到启梦的那一瞬间 燕北身上那股灵力的气息 开始变得柔和 他伸出手指 轻轻捏了一下启梦 那吹弹可破的翘脸 故作害怕打趣地笑道 让媳妇在这里一个人受委屈 我如果不来 岂不是会被别人说成是缩头乌龟 启梦看着燕北 一脸故作害怕的神色 果然一下子便被逗笑了 就你嘴平 刚刚来时 你就是为了此人烦心 燕北瞥了一眼张楚云说道 启梦脸色为难 没有说话 不过在燕北审视的目光下 最终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不过 燕北作为最为熟悉启梦的人 自然一眼便看出了他的想法 你这小妮子 刚刚还会跟我撒谎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卷入进来 为你添麻烦 启梦面露愧疚地说道 自从离开清云宗以来 他便从未帮到过燕北任何东西 如今他被太初圣子纠缠 他虽然很想有人能够站出来 帮他解决此事 可是 他却不想给燕北添麻烦 燕北如今一个人面对一个大眼圣地 已经够棘手了 他不想让燕北 因为他的事情 在与太初圣地为敌 你是我的爱人 和贪添麻烦一说 像以后这种事情 你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如果我连自己的爱人都守护不了 修着道法又有何用 燕北严肃地对着启梦说道 看着凶巴巴的燕北 启梦嘟着小嘴 委屈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不过启梦内心却满是窃喜 他喜欢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 大殿之中 此刻所有人天骄 都极为羡慕地看着他们 这一对逼人 同时 不少人用奇怪的目光 看向张楚云 别人明明感情这么好 这家伙竟然不讲道德 想要横插一脚 真是有师胜的道子风范 不过这些话 他们也只敢在内心想想 让他们当面说出口 却是不敢的 毕竟张楚云乃是圣地道子 他们可惹不起 就在这时 面对众人奇怪目光的张楚云 脸上表情不断变换 难看至极 自己的梦中情人 在他的面前 与其他男人轻轻握握 他简直肺都要气炸了 可是的确是他横插一脚 如今还真有些说不上话 小子 刚刚道子大人在问你话 你耳聋了不成 在张楚云泛男之际 一名天骄 此刻从张楚云的背后一步踏出 目光阴沉地看着燕北 此人乃是太出圣地之下的 附属势力之一 蒙虎宗的圣子 如今见到能够有机会 拍刀子的马屁 他自然不会放过 其余那些曾见过燕北出手的天骄 顿时脸色一变 眼神极为同情地看着此人 当然也有一些人 用看傻子般的目光看着此人 这明明不关他的什么事 这蒙虎宗的圣子 却非要将自己也卷进去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燕北势河等人 早在天一命圣气交锋 火粪鼓上空 两位少年至尊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哄 一道恐怖的光柱轰来 虚空顿时破碎一片 露出了漆黑的空间裂缝 燕北目光凝重 这张楚云所使用的太出之光 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每一次擦肩而过 竟然都让他的身体 产生一种灼烧之感 要知道 这还是光柱 没有击中他的情况 按照他的预想 如果他真的被光柱击中 恐怕将会受到不小的创伤 你是属猴的吗 就知道跳来跳去 张楚云有些恼怒的声音传来 他的太出之光虽说强悍 但是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 就是不容易命中敌人 你脑子没有坏掉吧 难道我就站着 让你打不成 燕北嘴角掀起一抹嘲讽之色 不过他的内心 却是一阵漠然 这张楚云的实力的确不凡 没有辱墨天生圣人的名头 他的太出之光 就连燕北也只能暂避锋芒 张楚云此刻站在虚空 双眼处涌出的森白之光 更为恐怖了 就会躲视吧 这下我看你怎么躲 虚空神恋 只见他大喝一声 一道布满绚丽神光的锁链 便从他的袖口中飞出 朝燕北束缚而来 冰皇此刻目光一中震 这家伙竟然连虚空 神恋这等盛气了拿出来了 燕北恐怕这次麻烦了 燕北脸色凝重地看着 朝他飞来的虚空神恋 这东西还未靠近他 他便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 运转起来 已经有了一丝不顺畅的感觉 虚空神恋 乃是太出圣地的开派始祖 太出圣王的本命法器 号称可禁锢一切敌人 这一尊圣器 加上张楚云的太出之光 两者相结合 所能爆发出的威能无比恐怖 他竟是想要 凭借虚空神恋将我禁锢 然后再用太出之光轰击我 燕北目光一沉 他知道自己 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了 哼 万物母气顶 现 燕北仰天狂吼一声 一尊大鼎顿时撞碎虚空 直接降临 经过迁道 他已经筹集了 2500枚万物母气顶碎片 不过 此时他所凝聚的万物母气顶虚身 却只用了1000枚碎片 让万物母气顶虚身 刚刚达到圣器级别的标准 大鼎出现的一瞬间 无数人为之震动 目光骇然地看着虚空中的场景 这 竟然又是一尊圣器 感受着万物母气顶 所爆发出的恐怖波动 无数人为之震动 圣器 在东玉圣器 就如同圣人一般 极为罕见 大多都被圣地 或者超凡实力所掌控 如燕北这般一街散修 拿出一针圣器 可是震惊了无数人 张楚云此刻 目光闪动 他没有想到 燕北竟然也拥有圣器 这不禁让他的双眼中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这虚空神炼 可是他在太出圣地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讨要得来 如果看着这尊圣器大鼎 他的内心一片火热 如果能够将这尊大鼎得来 他的实力必将更上一层楼 这时 虚空神炼已经逼近了燕北 镇压 燕北此时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万物母气顶直接朝虚空神炼撞去 哄 天空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恐怖的能量波动 张楚云脸上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虚空神炼乃是圣王气 你这大鼎不过刚刚达到圣器级别 如此对轰你必败无疑 燕北目光没有丝毫波澜 哦 是吗 哄 就在此时 在两尊圣器撞击的地方 再度传出一阵恐怖波动 张楚云感受着里面的变化 脸都变色了 怎么可能 他此刻目光阵战 满是震惊之色 不只是他 此刻在虚无空间中观战的兵黄等人 也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此刻在虚空中 万物母气顶散发出 无尽圣光 一缕缕黄母气坠落 每一缕仿佛都重如万金 恐怖的气息席卷天地 让人震惊的是 乃是圣王气的虚空神炼 在与万物母气顶对轰衣机后 竟然在微微颤抖 就连神炼一脚都出现了丝丝裂纹 此刻虚空神炼 被万物母气顶镇压在下方 不断颤动 想要振脱这种压制 可是根本却无法动弹 怎么可能 虚空神炼乃是圣王气 怎么可能不敌你这破点 张楚云此刻目光阵战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燕被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这种情况 他是早有预见的 万物母气顶是什么 他再清楚不过了 这可是 曾经震杀过无数仙人的恐怖杀气 其实一般的圣气 能够比拟的 哪怕万物母气顶此刻 不过圣气级别 但将他所著成的材料 根本不是虚空神炼 能够比拟的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没什么不可能的 臣服 燕被神色冷冽 对着虚空神炼大喝一声 万物母气顶此刻 也爆发更为璀璨的光滑 直接将虚空神炼 正得不断颤抖 无数人此刻目光一片骇然 燕被竟然是想要 让虚空神炼臣服于他 夺圣气 他想要夺取张楚云的圣气 死 无数人倒吸一口凉气 就连站在地面上的惊炎 也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虚空神炼乃是 太初圣地开派始祖的 本命圣气 就算虚空神炼摆 在地上 恐怕也没有人敢去拿 因为那将要承受 太初圣地的无尽怒火 而惊到后 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 燕被竟然想要 直接出手 夺取虚空神炼 如此大胆的事情 放在以前是 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小子 还真是不要命啊 就连虚空 神炼他都想要吞下 凤九天目光震动 看着燕北的眼神之中 竟然多了几分 莫名之味 好小子 脾气这一点 倒是与本圣有的一片 火凤此刻的双眸之中 也不禁再度燃起熊熊火焰 要被所做的事情 让他也感到热血沸腾 轰隆隆 天地间 两尊圣气的交锋 使得空间不断振战 虚空神炼此刻 竟然发出了一种 不屈的意志 当一尊兵器 达到圣气级别时 便会产生气灵 此刻虚空神炼的气灵觉醒了 挡腰带吧 何人 竟敢出手争夺圣气 一道雄伟的身影 从虚空神炼中踏出 目光冷冽 恐怖的气息席卷天地 气灵 虚空神炼的气灵出来了 不过他的出现 仿佛将万物母气 顶激怒了一般 哄 如同天崩般的声音响起 万物母气顶 竟然直接一头撞向 虚空神炼 顿时间 一道无比凄厉的惨叫声 在场中响起 虚空神炼 在这一道恐怖的撞击下 竟然开裂了 一道缺口 出现在虚空神炼之上 虚空气灵此刻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就连他的身躯 此刻也变得虚幻了起来 万物母气顶 仿佛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直接继续冲撞而来 一股令人沉浮的气息 从大顶之中散发 仿佛是一切兵器的克星一般 净令得虚空神炼的气灵 跪伏在地 这是类似于妖兽之中 血脉压制的感觉 万物母气顶 乃是上股神器 哪怕他的品级 没有虚空神炼高 但依旧有着绝对性的压制力 不 张楚云此刻 发出一道惊恐的吼声 从这一刻起 他竟然感觉到了虚空神炼 与他的联系断开了 他的圣气 真的被燕北夺了过去 燕北此刻伸手 虚空神炼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看着张楚云的眼神中 充满了浓浓的挑衅 他竟然真的成功了 那尊大顶到底是何物 竟然能够压迫得圣王其臣服 凤九天此刻目光震撼地看着虚空 火凤与兵皇两人神色 也是一片震惊 燕北竟然真的做到了 太出圣帝的圣王气 虚空神炼此刻成为了无主之物 这太不可思议的 在以前 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他的那尊大顶有古怪 就仿佛是残缺的 竟然残缺了大半 火凤此刻双眼如炬 仿佛看破了虚妄 他的目光骇然 他刚刚使用自己的天赋 神通天火眼后 才发现 燕北此刻使用的大顶 竟然是残缺的 甚至残缺了三分之二 有一大半 都是能量所凝聚的 什么 兵皇与风九天 两人顿时 神色一震 他们都知道 火凤的技能 自然知道 他不会胡说 残缺了大半 这是什么概念 就比如你此刻 拿着一柄细剑确齿剩剑柄 却在与一杆寒芒闪烁的长枪厮杀 两者之间的差距 可想而知 正常情况下 必然是长枪一方胜出 可现在结果 却恰恰相反 这小子 到底从哪里搞来的 这么一阵大顶 残破的 就如此恐怖 如果是全部复原 到底会达到 何等程度 火凤此刻 目光震撼地 看着万物母气顶 兵皇两人一阵漠然 但眼中的震撼之色 却是无法减退 你还我圣王妃 张楚云此刻 神色猙獰地嘶吼道 身躯都有些颤抖 圣王妃 如果遗失 那么哪怕他是道子 也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 甚至可能会为此丢掉性命 我凭本是拿到的 你说还就还 燕北手中 捏着絮虚空 神恋眼神嘲讽 不过他觉得 这虚空神恋 是真的垃圾 他拿在手中 竟然如同鸡肋一般 给不了他一点帮助 恐怕唯一的用处 就只是拿来当个腰带 毕竟 他拥有万物母气顶 世间任何兵器 都不能入他的眼 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 燕北一脸嫌弃地 看着虚空神恋 随后便将这尊圣王气 吸在了腰间 这玩意别说 当腰带还挺不错的 燕北嘟囔一声 满意地说道 此刻整个火凤谷 哪怕是兵皇等人 也都直接人傻了 拿圣王气当腰带 这小子没疯吧 不过 看他那极为认真的神色 却也不是开玩笑的 他真的是想要 拿虚空神恋当腰带 破 张楚云仿佛是被气到了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他视如至宝的虚空神恋 对方竟然如此嫌弃 更是拿来当腰带 这不是赤裸裸的侮辱吗 我要你死 张楚云伸手失去嘴角的鲜血 狂怒的大吼道 哄 虚空颤动 一道恐怖的光柱 再度朝燕北轰来 就平民 燕北神色不屑 他直接驱动万物母气 顶朝张楚云轰去 恐怖的波动在虚空中爆发 只见他探出大手 狠狠地朝张楚云压落 哄 一道金光璀璨的大手 只见落下 张楚云整个人只见被镇压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米的巨大手掌印 此刻 整片天地寂静了下来 无数人凭住呼吸 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目光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来自太初圣地的道子 张楚云败了 燕北再度创造了一个奇迹 圣地不可敌的神话 今日被他终结了 东欲数万年来 一直都是几大圣地在统治 圣地道子 一直都是修士们心中无敌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其争锋 从超凡神子拥有神功镜的修为 而圣地道子拥有 拥有四级镜巅峰的修为便能看出 两者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如今道子 无敌的神话破灭 被眼前这位年轻的身影终结 他 他真的是从南荒而来吗 无数人看着燕北的眼神 此刻已经变了 这是一尊真正的少年至尊 今日大战过后 他的事迹将广为流传 燕北站在虚空 神色漠然 对于击败张楚云 他的内心没有半分波动 甚至 他隐隐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在他的预想中 同境界之人 根本不会有人 能够与他匹敌的人存在 而今天却让他惊醒 张楚云身为天生圣人 潜力无穷 自己能够越级战斗 对方毅然可以 不只有自己一人是天才 世间也有一些精彩绝艳之辈 能够与他征战 虽说击败张楚云 他并没有花费什么力气 但也让他领悟了许多 特别是心境 已经有了一些提升 不日过后 他的修为将再度突破 达到四级进九重 距离超凡 又更近了一步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燕北身躯晃动 顿时间出现在脚下的大坑之中 看着眼前满身鲜血 极为凄惨的太初道子 眼中竟有一抹 杀意浮现 第136章 老祖 凤九天 此刻所有人都看着 那巨大的手印大坑之中 本就无比凄惨的张楚云 此刻脸色狂变 你想干什么 他竟然从燕北的眼睛中 感受到了一股杀意 平日里 自己乃是圣地道子 谁敢杀他 但是对于眼前这人 他却有些发怒 他可是听说过 燕北手中 沾有无数人的鲜血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如果他不计后果 真的要将自己斩杀 那么他今天就危险了 燕北看着自己脚下的张楚云 眼中的杀意丝丝涌现 今日之战后 张楚云对自己 必定怀恨在心 如果此时不斩他 无异于放虎归山 可对方身后的实力 的确太过庞大了 如果真要动他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斩杀张楚云容易 但是目前想要撼动 太初圣地 却又不现实 就在他两难之际 问 在他身旁的虚空 忽然一阵战力 一位白发迟暮的老人 从中走了出来 见过老祖 老人出现的那一刹那 无数火凤骨的弟子们 纷纷一拜 目光崇敬地看着他 老祖 燕北目光出现一丝波澜 这便是传说从千年前 皇与圣地幸存下来的 那一位超凡强者 千年前的超凡强者 如今千年时间过去 这老人的实力 得达到什么样的恐怖境地 想到这里 燕北也微微拱手 算是打了个招呼 凤九天看着燕北点了点头 嘴角露出一抹和蔼的笑容 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不骄不躁 特别还是这种逆天之才 两位小有今日的切磋 真是让老夫大饱眼福 火凤骨此次举办的天娇宴 能来你们二位 少年至尊 也算是圆满了 凤九天露出满脸慈祥的笑容 看着两人说道 不过当他说出切磋二字时 语气明显中了几分 随即他伸出手掌 一股柔和的力量 便将倒在地上的张楚云扶起 切磋 众人听闻凤九天所说的话 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今 两位少年至尊的战斗 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他不想让其再继续发展下去了 燕北看着凤九天 不禁暗暗心惊 这老者好恐怖的实力以及手段 仅仅一句话便将他的念头彻底封死 他只字未提谁胜谁负 并且还侧面地恭维 两人是少年至尊 可就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便让燕北刚刚涌起的杀意 瞬间消散 凤九天都这样说了 这是一场切磋 如果他们还继续叫真下去 无疑是得罪了他 对方乃是火凤谷的老祖 不论是燕北义或者张楚云 都不想将其得罪 既说是切磋 那便点到为止吧 多谢前辈赐教 燕北拱手对着凤九天说道 燕北并不是糊涂人 虽说凤九天此刻出来 是救了张楚云 但却是站在燕北这边 如果他今日真的将张楚云斩杀在此 恐怕麻烦就真的大了 彼之大眼圣帝死去一尊 半圣还要恐怖 张楚云乃是天生圣人 是注定成为圣者的存在 如果陨落在这里 可以想象太初圣帝到底会多么狂怒 所以凤九天出来 化解了他们两人暂时的矛盾 也算是给了两人一个台阶下 九燕已经开始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嫌弃 我这糟老头子的话 我倒是想和你们一起痛饮几杯 凤九天满脸笑意 浑浊的双眼透露出一丝精明 原本身上迟暮的气息 竟然缓缓消散 露出了一股年轻人才有的朝气 前辈说笑了 能够你一起共饮几杯 实属晚辈们的荣幸 燕北笑着说道 张楚云此刻的嘴角 也露出一丝牵强的笑容 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老夫便厚着脸皮 去与你们年轻人一起喝几杯 朝天骄宴会中走去 众多天骄见到凤九天的到来 纷纷神色一阵 目光露出崇敬之色 哪怕是经验也是如此 凤九天这种级别的存在 距离圣境 只有一线之隔 哪怕身为道子 在圣地之中 也很难亲眼见到真正的圣人 凤九天的出现 可谓是让天骄们内心激动 九宴中 有了凤九天的加入 整个宴会变得其乐融融 再也没有了之前那股针锋相对之一 不少人都将自己修炼上的心得诉说一二 就连燕北也时不时地说上两句 他的修为 比之在场诸多天骄都要高深 所以 每当燕北 开口讲述自己的修炼心得时 大部分天骄们都喜耳恭听 他所讲述的东西 都是修炼中常会遇见的难题 当他说明了 该怎么解决这种情况时 顿时间让不少天骄毛色顿开 就这样 有陆陆续续的天骄 对着燕北 提出了自己修炼时所遇到的问题 而燕北却也毫不吝啬 纷纷为其细心解答 无论圣子 圣女 亦或者超凡神子等 他都一视同仁 并没有因为谁的身份 而轻慢了对方 这一举动 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九宴中 燕北成为了最为瞩目的存在 就算是两大道子 都略有所不及 天骄们看着燕北的眼神中 此刻不再只有敌意 更多的是有一种钦佩 就连凤九天对他也赞赏有加 目光更加地祥和起来 金言也看着燕北连连点头 一些问题 就算是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而燕北却一语道破 此次论道就连他也收获颇风 不过坐在一旁的张楚云 却是全程心不在焉 虽说没有再起冲突 但是每当燕北讲话之时 他都会投去一道愿毒的目光 如今他太出道子的面子 算是丢尽了 王后无论是谁提起他 都会带上燕北之名 只因为他败在了对方的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燕会也逐渐进入尾声 所有天骄都满脸笑容地起身 准备离开 第137章 敲诈道子 燕兄 往日听闻你的世界 我总会不屑一顾 如今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今日的一番论道 让我大有改观 我剑玄敬佩你 一位背负三尺青丰剑的 少年天骄站起身来 拱手对着燕北说道 他是超凡势力 临天剑宗的剑子 剑玄 经过今日的论道 他对燕北的感官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余天骄也纷纷点头 今日的燕北 的确帮助了很多人 无论是谁对他提出问题 他都会细心地为其解答 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 剑玄兄说笑了 我不过只是 讲述了一些最为基本的东西 让大家见笑了 燕北苦笑着摇头说道 燕兄不必自谦 你有资格配的 上少年至尊这一称号 我不及你 剑玄罢了 罢手开口说道 他身为剑修 向来是直言直语 不如人就是不如人 没有什么借口好找的 燕北诧异地看着一眼剑玄 能够承认自己不如人的修饰 可实在是太少见了 同时他也对剑玄暗自点头 这人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人 多谢见玄兄谬赞 往后诸位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时 可以来寻燕某 我自然置无不言 燕北郑重地看着在场的天骄说道 随即端起酒杯 直接一饮而尽 尽显豪迈之意 有了系统的存在 加上混沌不灭精 任何修炼上的难题 他都能轻松解决 哪怕是奉九天也有所不如 所以 燕北也才会受到如此多人的敬仰 因为有些问题 就连奉九天也没有办法 如此便多谢燕兄了 往后你便是我的偶像 是我一生追逐的目标 不少天骄纷纷端起酒杯 直接一饮而尽 目光崇敬地看着燕北 奉九天看着如此一幕 也不禁暗暗点头 燕北此举无疑是获得了更多人的钦佩 做人不能一味地强势 人生中也会遇到数不清的事情 他独自一人 也不能做到事事轻微 所以 社交便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 如果把所有人都得罪死 那么燕北纵然拥有无敌的实力 那么 又有什么用 除了举世接济 没有人敢反抗他外 他没有一位真心朋友 他总有一天会老去 也会怀念与三无好友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那是什么都无法换来的 就这样 燕会终于落幕了 天骄们纷纷起身拱手道别 准备离开 可就在此时 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 打破了现场祥和的气氛 等等 张楚云的声音传来 他目光紧紧地盯着燕北 刚刚准备离开的天骄们 纷纷脚步一顿 目光微沉 燕北此刻也停下了离开的脚步 缓缓转过身 你还有什么事 所有人的目光 此刻齐聚于张楚云 都想要知道 他到底还想要干什么 张楚云看着众人的目光 冷哼一声 我泰出圣地的虚空神殿 你就准备这样带走 众人此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 燕兄 你把虚空神殿还给他吧 那可是圣王妾 你如果带走泰出圣地 不会善罢甘休的 剑玄的声音 传入燕北的脑海中 随后还有数到 如同剑玄所说的声音 陆陆续续地传入燕北的脑海中 都是想让他将 虚空神殿还给张楚云 毕竟这东西 可是烫手的山芋 不过 他们都是 使用了神殿传音 并未开口说话 毕竟张楚云乃是道子 他们也不敢得罪 令燕北毕竟惊讶的是 他在这些声音中 听到了惊严的声音 他也自己神殿传音了 燕北转过头 感激地朝着众人点了点头 你不说 我都差点忘了这腰带了 燕北此刻 也才默然想起 自己刚刚好像 把虚空神殿拿来当腰带了 如果张楚云不说这东西 他都差点忘了 随即 他将虚空神殿 从腰间解下 这看得众人一脸惊叹 这家伙 还真将圣王器 拿来当腰带了 这得是有多大的心啊 张楚云看着这一幕 浑身都气得发抖 将虚空神殿还我 燕北看着张楚云 气得不行的样子 顿时觉得一阵好笑 这腰带 而不 这神殿还给你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他将声音拉得很长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不过什么 张楚云一脸愤怒地说道 不过 你得拿出一点诚意来 毕竟这东西 现在可是无主之物 万一我一不小心 滴了一点鲜血上去 可就麻烦了 燕北一手拿着虚空神殿 另一只手拿着一柄 寒光凛冽的匕首 一脸小心翼翼地 给自己剃指甲 张楚云看着燕北的东西 眉头一阵抖动 没错 如今虚空神殿已经是无主之物 如果真的认主的话 就算他带回去抹去里面的印记 虚空神殿也会受到影响 你想要什么 张楚云忍着自己的性子说道 身为天生圣人 在太初圣地中 都是一手遮天的存在 没想到如今竟然被一人逼成这样 天骄们看到如此一幕 也尽量忍住不笑出声 同时 他们也感觉到燕北这家伙 也还真是个活宝 竟然能够将一代圣地道子 弄得服服帖帖 这样吧 你将太初之光的修炼法诀告诉我 我就将这链子还给你 燕北笑着说道 你做梦 太初之光 俺是我圣地不传之秘 不可能给你 张楚云听到这要求后 顿时暴怒 他急了 他急了 燕北看着张楚云 一脸狂怒的样子 也知道太初之光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不过 他也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不过是对这术法 比较好奇罢了 别激动 刚到我开玩笑的 这样吧 你拿个千百万的零食出来 算是请兄弟们喝酒 这链子 我也就还你了 燕北笑眯眯的 看着张楚云说道 听到这里 张楚云的神色 终于是平息了下来 不过却还是一脸乌黑 拿去 他也不含糊 直接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大袋零食 扔给了燕北 里面 足足有一千万枚零食 浙江在场的天骄们 都是一惊 袋子打开的瞬间 灵气四溢 饶食燕北 也不禁砸砸砸砸了嘴 这都快抵得上云龙王国 整个国库的零食了 一名圣地盗子 随手就拿出了这么多零食 真是恐怖如斯 燕北不禁后悔 自己刚刚好像要的有点少了 真应该多要一点 第138章 温馨时刻 心虚不宁 收下一千万枚零食后 燕北也言而有幸 直接将虚空神炼 还给了张楚云 重新拿到虚空神炼后 张楚云目光冰冷地看着燕北 今日之事 我张某记下了 咱们来日方长 一声冷哼之后 张楚云便直接欲空而起 化为一道流光 离开了火粪谷 这里她是没脸再待再下去了 燕北看着离去的张楚云 眉头微微一皱 如今将其放走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她如果将其强行斩杀在这里 必定将会更加麻烦 到时候 恐怕太出圣地的那些老怪物 都得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找她算账 毕竟一位天生的圣人 是很难得的 张楚云有潜力 成为大圣的存在 东狱出了一尊大圣 所有势力都将重新洗牌 未来万年太出圣地 都将是东狱最强的势力 没有之一 既然如此 燕兄 咱们也后会有期了 剑选此刻拱手说道 燕北连忙拱手相送 随后来自各地的天骄们 纷纷告别 当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位身穿黄金战甲的神武男子 走上前来 我叫金炎 金阳圣地道子 我很喜欢你这个人 有机会 希望能跟你切磋一下 金炎此刻也走上前来 主动开口说道 燕北很是惊讶地看着金炎 他也没有料到 对方竟会主动说话 好说 道子威名在下 也是略文一二 能有机会和你切磋 对我来说也大有弊意 金炎笑着点了点头 期待下次见面 说完后 金炎直接化为一道 金色的恐怖神光离开了 燕北看着金炎离去的方向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发现原来这世界上 有趣的人还挺多 今日这场天骄宴 仿佛就是为了你而举行一般 启梦此时捂着嘴笑着说道 今日的风头 全部被燕北一个出境了 除了得罪了张楚云外 收获了这么多人的好感 想一想也是不亏的 燕北露出一抹苦笑 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这时 一直坐在大殿内的凤九天走了出来 在他一旁 还有火凤鼓的凤凰神女 凤纸月 在宴会中 燕北便见到了凤纸月 不过刚刚 他周围的人实在太多了 便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见过前辈 燕北拱手 随即有看着凤纸月笑着说道 神女殿下别来无恙 凤九天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燕北他颇为满意 兵皇前辈并没有看错人 不过随意地说了几句 凤九天便离开了 老祖前脚刚走 凤纸月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原来某人还记得我是谁啊 真是让我倍感荣幸呢 凤纸月美眸闪动 一股醋溜溜的话 从他嘴中说出 神女殿下说笑了 对于你我一直敏感于心 燕北苦笑着说道 如果当时在天一秘境中 没有凤纸月帮他照顾奇梦的话 他根本无法专心攀登神梯 也无法获得亲帝前辈赏识 成为天青大陆的主宰 凤纸月绝了绝嘴 绝美的面庞之上满是不满 启梦在一旁偷笑 纸月姐姐别生气了 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让他请我们吃饭 燕北这事也明白了过来 对 神女殿下不嫌弃的话 我这里倒是有上好的美酒 可称得上仙酿 这还差不多 算你识相 凤纸月嘟囔着嘴 随即展露了一抹笑颜 就这样 三人慢悠悠在火凤谷中闲逛 诉说着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一刻钟后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下次记得请我喝酒 凤纸月也不愿再做电灯泡 便向两人告辞 不过分别之际 他有些羡慕地看了一眼奇梦 随即便朝火焰圣殿飞去 与此同时 在距离火凤谷外 大约一百里的距离 嗡 虚空破开 三名身穿银色长袍的身影 从中踏出 他们三人身上 所散发出的波动无比恐怖 如果不是灵气丝毫外泻 否则恐怕整个空间都将破碎 半圣 三名半圣 他们皆是来自大眼圣帝 前面就是火凤谷了 听闻燕北就在其中 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半圣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就进去抓他回去 也好负面 又有一人说道 不行 火凤谷不同于其他超凡势力 里面有火凤兵皇两尊圣人残魂 加上皇与圣帝所留下的阵法 就算是圣尊大人来此也讨不到好处 我们不可硬闯 站在最后方的那位半圣陈生说道 那怎么办 如果晚一点燕北逃走 想要再寻找 无疑是大海捞针 身材高大的半圣此刻皱紧眉头说道 如今的燕北无牵无挂 宗门已经搬迁 根本没有任何手段将他逼出来 就连他唯一的恋人 也是火凤谷的神女 据说还是兵皇的弟子 有一尊圣人残魂时刻保护 就连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动手 先守住火凤谷的山门 一个蚊子也不要放过 我现在传训圣尊大人 看他如何定夺 最后方的那名半圣陈生说道 随即从他手中 飞出一道传训光伏 就这样办 走 其余两名半圣也赞同如此做法 直接消失在原地 火凤谷 冰雪圣殿 阁楼中 燕北此刻与启梦 躺在床上相拥在一起 从启梦充满迷离的双眼 和凌乱的床单中 便能看出 这里刚刚经历过怎样的大战 两人此刻静静相拥 不过燕北却仿佛有些心不在焉 显得心事重重 躺在他怀中的启梦 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今天怎么了 燕北此刻一脸疑惑 不知道 但我总感觉有些心绪不宁 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自从前一刻钟后 他的右眼皮 一直便跳个不行 仿佛在预示着他什么事情 左急右凶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虽然燕北不是很相信这些 但却弄得他心烦意乱 甚至情绪都有些浮躁 别担心 这里乃是火粪骨 师尊说了 纵然是圣人轻智 也无法闯进来 启梦用手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他在燕北的身上亲吻着他 宽慰地说道 也许吧 燕北轻叹一声 不再去想这些 随即 他便将目光再度放在启梦身上 如今春光外泄一片 让他的兴趣再度提了起来 就这样 在阁楼中又响起了一阵 令人心最神秘的声音 第139章 大战序幕 圣尊轻智 一日 原本在沉睡中的燕北 被一股气息瞬间惊醒 他连忙坐起身来 启梦此刻也悠悠转醒 张开双臂伸了一个懒腰 完美无瑕的玉体 就这样呈现在燕北眼前 可是燕北此刻 却没有功夫欣赏 因为 火粪骨出事了 哄 这时 有一道极为恐怖的波动传来 强大的气息 净令得燕北 一阵心惊胆战 他目光骇然地朝外面看去 到底是何等存在 才能拥有如此为时 你穿好衣服 待在冰雪圣殿 我去去就来 燕北对着启梦说道 你要小心 启梦担忧地看着燕北 燕北点了点头 随即穿好衣服 一个闪烁便离开了阁楼 离开阁楼后 燕北第一时间 便是来到了冰雪圣殿的主殿之中 寻找冰黄 可他发现 冰黄并未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燕北目光一宁 朝远方看去 冰黄乃是圣人残魂 根本不需要休息和修炼 平日里 他一直都是 在这冰雪圣殿中 不会轻易离开的 如今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连冰黄都消失不见 哄 突然 又是一阵恐怖波动传来 让燕北脸色一变 不是古装 是外面 燕北此刻反应了过来 神色震动 他直接化为一道 横雷朝火凤谷的空间连接点冲去 此刻 在与外界的空间连接点 火凤谷的所有长老 以及执事 全部在此 如此大的阵长 也着实吓了燕北一跳 到底怎么了 竟然火凤谷全员都出动了 这些长老 只是见到燕北的到来 顿时脸色一变 快回去 四长老立马对着燕北呵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燕北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可是并没有人回答他 纷纷一脸沉重地望着光幕之外 从火凤谷的空间连接点 是能够看到外界的情况 燕北此刻目光一宁 也朝空间连接点看去 顿时间脸色狂变 他看到了一头浑身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火凤 正在咆哮 看到了一头浑身散发领冬气息的水晶神皇 虚空盘踞 他自然认出了这两头凤凰的身份 正是火凤谷的两道圣人级残魂 火凤与冰皇 而在他们对立面的 是一位周身环绕三千神国 浑身散发恐怖气息的身影 他举手投足之间都让虚空崩塌 空间破碎 骇人至极 老朋友 你们又何苦如此逼我 将他交出来 我立马转身就走 此时 这恐怖身影开口说话 他的声音如同大盗天音震耳欲聋 让空间一阵颤动 谁跟你是朋友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伪君子 冰皇此刻冷哼一声 冷声说道 圣尊 当初你倒是好手段 如果不是你 本圣也不会成为 现在这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火凤此刻也开口说道 他的语气平淡 但却仿佛有蕴含无尽怒火 可以看出 他也是对圣尊极为不满 没错 这周身环绕三千神国的恐怖身影 便是来自大眼圣地的圣尊 是一位真正的圣人 老朋友 当初我也是被逼无奈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又何必再提 圣尊背负双手 长叹一声 神色极为惋惜地说道 好一句何必再提 如此轻飘飘的一句话 我和火凤逝去肉身 留下一道残魂苟延残喘至今 你竟然想用一句话教我们打发 怎么可能 冰皇此刻目光极为愤怒地看着圣尊 仿佛想要将其生吞活泼 就连火凤也是这般 身上的神燕燃烧得凶狂无比 仿佛要将诛天燃尽 是我欠你们的 今日暂且不提这事 你们将燕被交出来 我会替你们找到一句合适的肉身 弥补我这千年来内心的愧疚 圣尊沉默一瞬 继续开口说道 他的气息充满了浩然正气 仿佛他的话就如同大道真理 让人忍不住地想要幸福 可冰皇与火凤 作为了解圣尊的人 自然不会信他的鬼话 当初就是因为相信他 将自己的后背交给他 可不成想 哪怕是敌人 也没能让冰皇火凤负伤 作为同伴的圣尊 竟然从背后出手 将他们击伤 导致了他们的陨落 想到这些 两人心中都是滔天怒火 如果不是如今实力锐减 他们早就杀到了大眼圣地 将其掀翻了 交出燕北 他是我徒儿的夫君 你让我将他交出 我不就成了如你这般的小人了 冰皇冷哼一声 完全没有相信圣尊的话 圣尊仿佛此刻也失去了耐心 火凤你呢 这燕北可不是你徒儿的夫君吧 火凤此刻扶摇直上九万里 他虽不是我徒儿的夫君 但我能够看出来 那小妮子喜欢他 并且那小子也颇对我的胃口 今日你想动他 就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否则就滚回大眼圣地 此刻火凤谷内部 凤纸月已经羞红了脸 而燕北此刻 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 他清楚地听到了三人的谈话 那恐怖的圣人强者 竟然是为了自己而来 同时他内心极为感激地 看着冰皇与火凤 这两人竟然为了他 愿意与当时圣人为敌 明顽不灵 千年前 你们二人加在一起 号称可敌圣王 如今只剩下一道残魂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剩下几分实力 圣尊冷哼一声 天穹一片震动 恐怖的威势 顿时席卷天地 对付你 应该不成问题 冰皇冷笑一声 来吧冰皇 千年了 我们都未曾一起出手过 如今也好回忆回忆 曾经战斗的快感 火凤直接俯冲而下 与冰皇交融在一起 两人在千年前 都是圣人九重境界的致强者 他们两人一同施展融合计 甚至可以与圣王一战 第140章 圣级战斗 黄与往事 火凤鼓上空 两头神情正在互相交融 发出阵阵恐怖动 圣尊副手而立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不仅没有着急出手 反而嘴角满是笑意 多少年了 终于又见到了 你们二人一起出手 真是让我倍感荣幸 圣尊有些感叹地开口说道 冰皇与火凤 都是千年圣人巅峰的存在 那时的他 根本无法与其 任何一人战斗 更别说 逼他们两人施展融合计了 他们两人施展的融合计 可以与圣王级强者争战 恐怖无边 既然知道 是我们二人同时出手 那你就做好死的觉悟吧 冰皇的声音 不满含义 蕴含着一抹淡淡的杀意 火凤亦是如此 此刻他的双眸中 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 仿佛神艳一般 将虚空烧毁 死 虽说我的实力 因为之前那场大战 止步不前 但我却是货真价实的圣人 如今你们二人的境界 跌落至半生巅峰 岂会是我的对手 圣尊摇头失笑 直接迈步朝两人走去 冰皇两人此刻 神色也有些沉重 你这种人 若我本体 还在一掌 便能将你拍死 哄 话音刚落 冰皇与火凤 直接一起吐出 一口神兮朝圣尊杀来 整个天地隆隆作响 这口神兮的 微能恐怖无边 让虚空被焚烧 被冻结 模样骇人无比 圣尊嘴角 含有一丝笑意 只见他微微抬手 哄 一股浩荡气息 从他的身躯中爆发 神光弥漫天空 只见将冰皇两人 吐出的神兮包裹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动 随即两个能量 便消散不见 冰皇两人 看着如此一幕 神色无比难看 他们的融合一击 竟然就这么轻易地 被挡了下来 如今的你们 就这点实力吗 圣尊覆手而立 身体周围 恐怖神光弥漫 散发出 镇压一切的气息 冰皇与火凤对视一眼 立 立 两道刺耳嘹亮的 鸣叫响彻云霄 他们的身躯 竟然在缓缓融合 又是这熟悉的一幕 真是让我久等了 也不知融合过后 你们能发挥出多少实力 真是让本尊期待 圣尊神情淡漠 但是在双眼中 却蕴含一丝激动 哇 虚空阵战 场中出现了一头散发 无尽恐怖气息的生灵 所有人望着这头生灵 皆是目光一阵 一只头四肌 汗似飞燕 锦长蛇 被四灵龟 尾驰鱼 颜色五彩缤纷 体型巨大的生物 出现在了场中 凤凰 这是一头真正的凤凰 任何看向此处的人 纷纷目光震撼 冰皇与火凤的融合 成为了一头真正的神情 凤凰 此刻凤凰的两只双眼散发 奇异光彩 一只是深蓝之色 一只火红之色 奇异无比 受死 凤凰吐出一句冰冷的声音 直接朝圣尊杀来 九天航接 哄 九颗璀璨无比的星辰 顿时出现在凤凰的头顶上空 随即化为实质 直接将圣尊笼罩在其中 这一刻天地轰鸣 无穷的大道符文显化 圣尊也终于认真了起来 手中散发出无量圣光 直接迎面而上 在火凤谷内部的燕北 见到如此一幕 顿时内心震战 双手捏紧 有一种无力之感 如今外面爆发的大战 完全是因为自己 可是他却无能为力 插手其中 他又一次感觉自己的实力低微 有一种迫切想要 提升修为的感觉 这些事情过后 必须要去提升提升自己了 燕北双眸沉重 内心喃喃自语 外界 恐怖能量席卷天地 震惊了冬域无数人 纷纷前来观战 可是却没有一人敢靠近 圣者的威势 实在太恐怖了 那种惊天波动 简直碾碎一切 凤凰与圣尊的战斗 也陷入了胶着状态 不过让人捏一把汗的是 由冰皇火凤化为的凤凰此刻 竟然被圣尊压着打 看来 你们真的大不如前了 就算是融合之后 也不是我的对手 圣尊仰天大笑 语气尽显嘲讽 冰皇与火凤 在千年前 可谓是名声响彻整个冬域 世人皆知 皇与圣帝中 有一尊圣王级别的强大存在 更有冰皇火凤这等 圣人巅峰的存在 也就是这样 皇与圣帝 才站在了冬域最高处 成为了最强势力 当时的圣尊 不过出入圣境 虽说与火凤冰皇 乃是熟识 可是却心中 对二人的天资 充满羡慕之意 直到最后 皇与圣帝遭受劫难 当时已经继承大眼圣帝 圣尊之位的他 前来支援 不要想敌人的实力 实在太过强大 就连皇与圣帝的圣王 也惨死虚空 但他临死前 也给了对手致命一击 让对方的圣王 再也无法出手 当时 哪怕皇与圣王陨落 但整个圣帝 却也没有被攻破 因为皇与圣帝 还有着能够比肩 圣王的兵皇与火凤 他们二人融合 成为凤皇后 根本无人可敌 足足六名圣人九 重巅峰境界的强者 才堪堪拦住他们 就在这时 一时间 无法攻破皇与圣帝的 幕后之人急了 随即便找上了圣尊 随后将他带到 虚无空间 直接镇压 强迫他出手 对付兵皇火凤 在数名圣者的威胁下 最终圣尊被强迫地 跪在地上 立下了天道誓言 那是他一生中 最为耻辱的时刻 圣尊从虚无空间出来后 看着自己身后 还在与敌人厮杀的 风凰目光 充满愧疚之意 但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他不仅立下了 天道誓言 更是背负着 整个大眼圣帝的命运 就这样 他出手了 一柄通体 散发寒光的圣气长剑 出现在圣尊的手中 他往前一刺 对圣尊 没有防备的兵皇 与火凤瞬间 便被一剑刺穿 整个躯体 当时的凤皇 发出惊天鸣叫 恐怖的气息 让天地崩塌 就连圣尊在那一刻 也竟被伤到了圣元 也是那一次 他的修为 再也不能寸进 随即兵皇火凤 两人凝聚的凤皇 开始解体 随即重新分开 他们二人身上 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那是圣尊留下的 第141章 凤纸约的内心 你 兵皇二人 完全不敢置信 死死地盯着圣尊 这一刻什么语言 都是苍白的 只有无尽的悲凉 也就是这样 面对六尊圣人巅峰的 敌人围攻 身负重伤的兵皇 两人再也没有了抵抗之力 很快他们的两人 便被打到兵死 就连本体都被碾杀 只剩下两道元神 就在他们 完全无法支撑的时候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已经被定死在 虚空的皇与圣王 竟然睁开了双目 可怕的气息 镇压天地 他一把拔出了 定在身躯中的长矛 直接朝兵皇 两人冲来 仅仅一掌 六名圣人巅峰境界的强者 直接被皇与圣王拍成血泥 就连元神 也直接被磨灭 死得不能再死 这一刻 无数人开始颤抖 就连圣尊下的脸色惨白一片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兵皇两人则是脸色大喜 不过下一刻 却又僵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 皇与圣王的双瞳 竟然是空洞的 刚刚所做出的一切 完全只是一道执念 在操纵身躯 他不想兵皇两人陨落 皇与圣王独自一人 站在虚空 整片天地开始崩塌 无法承受他的气息 这一刻 整个冬域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一股悲伤的气息在弥漫 天空飘起血雨 异象平生 皇与圣王抓起 只剩下元神的兵皇与火凤 随即一掌拍出 一个黑洞行程 他们被送到了 无垠虚空之中 也就是因为这样 兵皇两人也才得以保住元神 以另类的方式 活了下来 不过他们的实力 却也大减跌落到了 半生巅峰 将兵皇二人送走后 皇与圣王被对着身后的一片净土 一道悠然的 叹息响彻天地 整个人随即化为片片 光与消散在天地之间 贵妇在地的圣尊浑身站立 皇与圣王复苏的那一刻 他差点被吓死了 他之所以敢偷袭兵皇与火凤 完全是皇与圣帝 已经走到了终点 已经没有了翻盘的可能 就算今日兵皇两人 击退六名圣人 但等他们的圣王强者 养好伤势后 覆灭皇与圣帝 不过顷刻之间 并且 他也被强迫 立下了天道誓言 如果他不出手 不仅他要死 就连他身后的大眼圣帝 也将被这群人灭掉 但他终究是伤害了两人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无论他的立场出自那里 那场大战的失败 的确在于他偷袭了兵皇与火凤 此刻 凤皇与圣尊的战斗 也已经逐渐落幕 整个火凤谷的地面上 都布满羽毛夹杂着鲜血 两者都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此刻的凤皇 浑身上下多处羽毛 已经全部掉落 看上去有些凄惨 而圣尊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身躯上 布满了树道爪印 所留下的伤痕 就连眉头之上 也有一点皮肉泛起 有圣血不断从他的身躯低落 你不会是我对手的 圣尊大手探出 一掌再度拍在了 凤皇的身躯之上 破 凤皇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兵皇与火凤的躯体 瞬间重新一分为二 见到二人重新分开 圣尊露出了猖狂的大笑 多么熟悉的一幕 真是困扰了我千年之久 如今 再次做到内心那股压抑的心 竟然得到了一点释放 圣尊 如同疯魔了一般 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意 兵皇与火凤此刻 则是满脸愤怒 他们的融合计 曾经可同时 敌六尊圣人巅峰的强者 如今 竟然连一位圣人三重的人 也无法对付 这种落差 让他们心中恨意逃天 如你这般废物 本圣全圣时期 一掌便足以拍死 火凤身躯气得不断颤抖 仰天咆哮 圣尊不可否置的一笑 可惜 这已经不是属于你们的时代了 交出燕北 念在千年朋友的份上 我饶你们不死 否则今日踏平火凤骨 此刻火凤骨中 无数人惊惧 没了火凤与兵皇的抵挡 圣尊的气息 简直像是要镇压诸天 令他们惊惧 燕北满脸难看之色 眼中出现一抹 极度的疯狂之色 是你逼我的 今日我倒要看看 到底谁死 他一步迈出 就要踏出火凤骨 燕北 别出去 站住 此刻火凤骨 所有人震惊地看着燕北 让他停下脚步 纵然整件事情 都是因为燕北 但火凤骨 却没有一人怪罪于他 甚至都将他护在身后 虽说有兵皇火凤的吩咐 但是燕北 能够看出 火凤骨都是一群 淳朴善良的人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 让他们陷入险境 燕北站住 你这样出去 跟送死无意 凤指月 看着燕北的动作 顿时神色大惊 甚至他的眼角 都急出了泪花 他再也不顾一切地 直接一把抱住燕北 试图阻拦他 燕北感受着 凤指月身上 所传来的温热之意 反而让他的内心 便更加坚定 此事 由我而起 自当由我来终结 火凤骨今日的恩情 我燕北记下了 今日如我不死 定当千百倍奉还 燕北还世众人 将每一位 火凤骨之人的脸庞 都记在心中 我不要你去 你死了我怎么办 凤指月 双眼含泪地看着燕北 此刻他也顾不得羞涩之意 将自己的情感 完全爆发 燕北看着怀中 紧紧抱着自己的凤指月 这一刻 对他的情感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凤指月竟然如此喜欢自己 他缓缓将凤指月 从自己怀中拉开 伸出手掌 为其事去泪水 爱哭鼻子 可就不好看了 凤指月绝美的脸庞上 此刻又重新布满了泪珠 你死了 我也绝不毒火 这辈子我凤指月 认定你了 自从在天一城城主府 第一次相遇 他的心中便出现了一人 最后 再到天一秘境中 燕北出手 将他从城主府中救出 再到后来发生的种种 不知从何时起 他的心里 竟然出现了燕北的身影 他发现自己早已经 渐渐地喜欢上了燕北 无法自拔的那种 每当入夜 他的脑海中 都会出现燕北的笑容 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 帮我照顾好奇梦 燕北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今日这场战斗 我非去不可 说完后 他便挣脱了凤指月的怀抱 化为一道 横雷朝火凤谷外冲去 第142章 新盛诞生 别出去 站住 见到燕北 想要出去外界 火凤谷的人们 全部都在对他呼喊 想要让他不要犯傻 可他们却又如何能拦住 四级进巅峰境界的燕北 燕北的速度 快到不可思议 仅仅一瞬间 便越过了人群 他留恋地 看着一眼身后的火凤谷 虽说不过 来到这里一天 但是这里的人 却给了他 极为温暖的归属感 在这里 他有一种 身在青云棕的感觉 全部都是 对他关怀无微不至的人 让他心中 涌过一缕暖流 对不起 接下来的事情 便由我来终结吧 燕北口中低难一声 也不再犹豫 便朝身前的光木踏去 可就在这时 哄 一道惊天波动 从火凤谷深处传出 哄隆隆 整片天地开始阵战 大道符文显化 无穷的秩序法则涌现 燕北此刻 脸色大变 瞳孔猛的一缩 有些惊骇的朝天穷上方看去 只见火凤谷的上空中 此刻出现了一尊 无比恐怖的身影 它像是一尊 伟大存在 此刻站在上方 明望诸天 整个大道 仿佛都在他的脚下 这股气息 圣人 燕北神色一阵 目光震撼地看着上方 又出现一尊圣人 火凤谷的人们 此刻也目光震撼地 望着天上的那道身影 是老祖 老祖成圣了 四长老突然开始惊叫起来 发出狂喜的声音 老祖 凤九天 此刻燕北 也才动用神眼 窥破了那道身影的真身 是一位英姿神武的男子 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 无与伦比的恐怖波动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让天地 法则续乱 恐怖无比 从这男子的面容看去 的确有着几分 凤九天年轻时候的模样 就在这时 天穷上方的男子动了 哄 他一步迈出 如同星球坠落一般 瞬间便达到了 火凤谷的出口处 燕北看着身前 这道身影 身躯隐隐有些颤动 这时 那英姿神武的男子 开口说话了 小家伙 如今你还太年轻 有些事情 交给我们这些老东西便好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但却中气十足 语气中充满了关怀之意 满脸带着和蔼的笑容 没错 这人便是火凤谷的老祖 凤九天 就在前一刻中 也不知是否 感受到外界爆发的大战 出于内心的交集 他终于破开了 最后一道关爱 突破智谷 成为了一位圣者 前辈 你成圣啊 燕北此刻目光震动 他完全确认了凤九天的身份 正是昨晚 还与他一起喝酒聊天 没有丝毫架子的火凤鼓劳祖 凤九天 经过一夜的时间 他便突破了瓶颈 成为了冬域 最为巅峰的存在 圣人 燕北如今 也是第一次如今 近距离地见到一尊活着的圣人 感受到凤九天体内 传出的阵阵波动 燕北内心 无比骇然 这种级别的能量 让他惊惧 根本无法抗衡 昨夜与你一番对影 让我感慨良多 说起来 老夫还要谢谢你 凤九天此刻面带微笑 目光柔和地看着燕北 昨夜在天交宴上 不仅有少年 天交们对着燕北请教问题 就连凤九天 也尝试性地问了几个问题 没想到燕北 竟然真的可以为他解惑 燕北有番茄存在于石海之中 万能的系统 自然能够很简单清晰地 为任何人解答内心的疑惑 也就是这样 凤九天的修为 终于在今日得到了进展 成功地打破智骨 突破到了圣人境界 成为了一尊真正的圣人 前辈说笑了 小子岂有这等能耐 燕北摇头苦笑 凤九天笑了笑 随即伸出手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接下来交给老夫便好 燕北神色一震 极为感激地点了点头 如今的事情都是因为他而发生 这些前辈们不仅没有怪罪于他 甚至竭力地出手保护他 真是让他内心无比感激 虽说他也有手段保全自身 甚至能够有机会将圣尊也留在这里 可是那等方法实在是太过危险 能够不用最好不用 否则到时候 可能会为整片世界招来无尽的麻烦 如今本座已经成圣 大眼圣地 我们之间的账也该清算了 凤九天转过身 声音如同红中大吕一般 响彻整个火凤鼓 让无数人为之沸腾 激动 无数弟子 进阶贵夫在地对着圣人朝拜 目光无比震撼 凤九天不再停留 直接一步迈出 便走出了火凤鼓 外界 兵皇与火凤解体后 便完全不是圣尊的对手 如果不是依靠 这他们无比默契的配合 他们早就已经被当场斩杀 不过 如今却也好不到那里去 兵皇与火凤各自 承受了圣尊一击 整个元神都差点破碎 摇摇欲坠 别逞强了 你们如今 在我眼中不过跟蝼蚁无异 半圣巅峰 永远无法跟圣人抗衡 圣尊猖狂地仰天大笑 虽说他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势 但是却丝毫不拒 因为此刻 整个火凤鼓 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到他的存在 最强的凤皇 已经被他击败 兵皇与火凤 也即将被他斩杀 他势不可挡 你这背信弃义的小人 如有来世 我定斩你千百万次 火凤无比愤怒的声音 响彻天地 所有人都能听出 他内心的不甘 他生前 乃是一尊圣人九重巅峰境界的 超级强者 像圣尊这种存在 他一掌便能拍死 可如今竟然被他逼到如此境地 让他更气的是 这还是他的仇人 不能手刃仇人 却要被对方杀死 这种不甘 愤怒的心情无法言喻 简直要比死了还要难受 兵皇意识如此 双眸之中充满不甘之色 就算要死 我也不会死在你的手中 兵皇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尖锐的声音 将大眼圣地的一名半圣镇的 当场吐血 火凤此时与其对视一眼 两者点了点头 都露出一抹决绝之色 他们实在是不甘心 不过却也无法扭转战局 但就算要死 他们也不想死在这卑鄙小人之手 第143章 灭杀半圣 圣尊败退 要拼命了吗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当初的皇与圣王也是如此 不过怎样 还是被定死在虚空 圣尊的眼中 爆发出一股疯狂之色 他内心的一丝愧疚之意 经过千年的时间 早已经化为了仇恨 他要这两人死去 只有他们死去 当初的那段历史 才会被彻底掩埋 你敢侮辱圣王 找死 冰皇的双眼中 骤然爆发出一股惊天杀意 火凤也是如此 恐怖的杀意席卷天地 将整个虚空都燃烧 皇与圣王 乃是他们二人的老师 从小亲手 将他们栽培长大 直到后面 他们成为圣者威震一方 这些背后 都站着一尊影子 那便是他们的老师 皇与圣王 凤皇变 火凤与冰皇 同时开口大喝道 两者的身躯 竟然有逐渐开始融合 可下一秒 扑 两人同时 脸色变得如同精致 如同泄了气了皮球一般 身躯又缓缓分开 融合失败了 他们二人的伤势 实在是太重了 根本无力施展 融合技能 圣尊见到这一幕 更是露出放肆的笑容 这就不行了 看来今日你们 难逃一死啊 他直接探出大手 朝冰皇抓去 竟是想要一把 遏制住冰皇的喉咙 就在这时 哄 一道无量圣光 从冰皇的身后浮现 随即一道 浩荡拳硬 直接迎上了圣尊的手掌 咔嚓 一声清脆的骨头 碎裂的声音响起 圣尊由于根本没有射防 这一拳 让他的掌骨顿时破碎 整个手掌 都差点被轰眉 露出了森森白骨 啊 圣尊发出一声惨叫 目光惊骇地 朝冰皇身后看去 只见一道 散发无量圣光的身影 站在那里 如同一尊 不朽的封碑 挡住一切狂勇奔腾的力量 冰皇与火凤两人目光 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连忙转身 朝身后看去 你成圣了 冰皇看清楚来人 顿时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火凤也神色一阵 眼中的狂喜一点 也不见少 没错 来人便是刚刚才突破 圣人境界的凤九天 前辈 你们先去休息 接下来交给我 凤九天看着火凤 两人的惨状 顿时目光一沉 随即他伸出手掌 拍在两人的背部 顿时间 一股极为精纯的圣员 便流入到了两人体内 让他们的伤势 瞬间有了好转 这时 一道狂怒的声音传来 圣人 火凤谷 怎么可能有圣人 圣尊此刻目光震动 忍着手掌中传来的剧痛 一脸愤怒的大吼道 凤九天嘴角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今日你要为你的行为 付出代价 哄 凤九天的气势这一刻 直接展开 恐怖的气息 撕裂天穷 直接将整片天地禁锢 恐怖无边 圣尊 受死 凤九天的身躯 直接消失在原地 狠狠地朝圣尊拍去 圣尊脸色大变 如今的他已经身受重伤 如果再被拍上一掌 恐怕就算是 他今日也有陨落的危险 他连忙运转起修为 想要抵挡住 凤九天的攻击 就在这时 凤九天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你上当了 原本即将要达到 圣尊身前的他 竟然瞬间便调整了方向 你敢 圣尊脸色狂变 大吼一声 随即探出大手 想要拦住凤九天的动作 可是已经完了 啊 几道无比凄厉的 惨叫声响起 随即天空有七燕的血花炸开 我要杀了你 圣尊此刻 神色一片猙獰 凤九天竟然洋装 要对他出手 随后在千军一发之际 竟然改变了进攻方向 将大眼圣帝的三名半圣 全部一掌拍死 身为圣人的凤九天 他的气息 封锁天地 身为那几名半圣 根本无法逃脱 直接被他一掌 拍成了血污 三名半圣惨死 加上上次陨落的无报 短短一月时间 大眼圣帝 便接连陨落了四名半圣级强者 哪怕是圣帝 也元气大伤 再加上圣尊 此刻身受重伤 如果惊扬圣帝 与太初圣帝此刻出来 恐怕就算是圣尊 也得被留在这里 杀我 恐怕你还没有那个能难 凤九天冷哼一声 也不再虚晃 直接朝圣尊杀去 圣尊双眼通红 不满杀意 竟是直接与凤九天 对轰了起来 轰隆隆 整片天地阵战 无数的空间破碎 大战的能量席卷天地 让方圆万里的生灵 全部镇压在地 几机对轰后 凤九天往后对了五步 而圣尊则是退了两步 凤九天面路沉重 圣尊终究是圣人三重天的存在 如今 哪怕身受重伤 他依然无法短时间将其斩杀 只能慢慢地消耗它 圣尊的脸色极为难看 如今他体内的能量 已经接近枯竭 刚刚对轰都是他内心的愤怒驱使 让他 差点失去了理智 三尊半圣的陨落 让他内心狂怒 他无比想要将眼前的凤九天斩杀 对他的恨意 甚至快要比肩冰皇两人 今日一战后 原本鼎盛的大眼圣帝 将遗落千丈 成为三座圣帝之中最弱的存在 来 继续战 才杀了三尊半圣 便受不了了 凤九天目光闪动 明显不想放圣尊离开 想要激起他内心的愤怒 圣尊气得胸膛一阵起伏 他甚至都想要 将凤九天生吞活泼了 不过他也不是傻子 很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 虽说他的境界 实力高于凤九天 但是如今重伤的他 根本无法继续作战 如果继续战斗下去 等到他体内的能量 消耗殆尽的那一刻 便是他的死期 火凤骨 很好 很好 本尊记住你了 等我伤势痊愈 我会回来杀你的 圣尊无比愤怒 双眼透露出不甘之色 如今 燕北没有抓到 冰皇与火凤也没有斩杀 大眼圣地 陨落了三尊半圣 自己也身受重伤 更加恐怖的 是火凤骨 竟然又诞生出了一阵圣人 这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 圣尊此行 都是极亏 不仅没有让敌人付出代价 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下次恐怕便不是 他来进攻火凤骨了 而是冰皇三人 携带着无敌威势 攻打大眼圣地了 想到这些 圣尊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差点一口鲜血喷出 哄 他愤怒地出手一掌 三个字打得粉碎 做完之后 圣尊也不再恋战 直接破开虚空 朝大眼圣地遁去 第144章 降临大眼圣地 火凤骨山门处 此刻圣尊已经遁走 只留下了满部疮痍的大地 整个火凤骨的山门 高耸的山峰 早已经被移为平地 大气磅礴的宫殿 也已经化为粉机 看着这一幕 凤九天的脸色变得 极为难看 火凤骨是他一手创力 今日是他成圣的第一天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火凤骨的一众长老弟子们 也从那世界中走了出来 严小友 可敢随老夫去大眼圣地一趟 忽然 凤九天转过头 看着燕北说道 众人听闻 皆是神色一阵 去大眼圣地一趟 燕北愣了愣 不过随即看着凤九天 满是怒火的眼神 内心一礼 他大概也明白了 凤九天什么意思 既然圣尊他敢大闹火凤骨 如今的凤九天 又何尝不敢攻击大眼圣地 大眼圣地 晚辈早就想去看看 燕北拱手目光炽热地说道 一股凌厉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凤九天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走 今日我倒要看看 大眼圣地如何阻我 哄 凤九天一掌拍出 顿时间虚空破碎 露出了层层时光隧道 他直接迈步而入 进入其中 燕北神色一阵 紧随其后 大眼圣地 此地云雾缭绕 仙气弥漫 一座座巍峨的山巻处里 随处可见的仙鹤 仿佛人间仙境一般 大眼圣地此刻静谧无声 圣地弟子们 全部都回到了圣地之内 因为刚刚大眼圣地 颁布了圣令 封闭圣地三年 听到这则消息的圣地弟子 全部一脸不敢置信 今日圣尊与火凤谷的战斗 还未公布于众 所以弟子们很势不解 为何鼎盛的大眼圣地 为何突然要封闭圣地三年之久 可还不等弟子们多想 哄 虚空破碎 一道恐怖身影 携带着无尽威势 降临在了大眼圣地上空 感受着这股气息 所有人神色一颤 圣人 竟然有圣人降临 圣人在整个东域 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就算身为圣地之人 也极少见到 所以此刻无数弟子们 目光骇然地 看着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凤九天神色一片漠然 他的神念铺天盖地的涌出 笼罩了整个大眼圣地 圣尊滚出来 他大喝一声 恐怖的威势响彻云霄 让整片天空隆隆作响 而这道声音 落在大眼圣地 弟子们的耳中时 却如同惊雷乍响 无数弟子们 都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涂出 哄 这时 另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大眼圣地爆发 圣尊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 凤九天 你找死不成 圣尊此刻神色 仿佛阴沉地 能够滴出水一般 目光冷冽地看着凤九天 凤九天没有说话 直接抬手一掌拍出 哄 恐怖的能量爆炸 大眼圣地的山门直接爆碎 一座山峰 直接瞬间被抹平 燕北此刻也已经到来 站在凤九天的身后 目光骇然 这便是圣人的威胁 刚刚被抹平的那座山峰可不普通 那是一座布满符文大阵的山峰 那坚固程度 恐怕就算是超凡强者在其中战斗 都不会让其损害嘶吼 而今 竟然被凤九天一掌抹平了 圣人的力量无法估量 哪怕凤九天乃是心境圣人 但他体内所拥有的力量 却也如排山倒海一般 随便倾泻一点便可让万里大地化为焦土 你找死 圣尊见到自己的山门 被凤九天拍碎 脸色狂怒 大眼圣帝何时受过这等屈辱 竟然连山门都被人轰碎 圣尊大手探出 朝凤九天轰来 凤九天也丝毫不拒 直接迎上 哄 恐怖的波动爆发 将虚空都震碎 破 这一击下 圣尊脸色一白 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他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这一击对轰下 牵动了他体内的暗伤 让他再也无法压制 凤九天的脸色也是一白 不过仅仅一瞬便又恢复正常 此刻大眼圣帝无数人面露惊骇之色 他们内心中一枝无敌的圣尊 竟然受伤了 这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有圣帝弟子 全部内心振战 看着凤九天的身影 内心竟然有些发抖 圣尊的脸色也是极为难看 他连忙退回了圣帝 不敢与凤九天硬汗 如今的伤势愈发得严重起来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他的修为都将倒退 刚刚都如此意气风发 怎么 现在要当缩头乌龟了 凤九天面露轻蔑之色 可怕的气息席卷天地 圣尊脸色难看到极致 如不是本尊身受重伤 你岂是我的对手 一股愤怒 不甘的气息在圣尊身上散发 他捏紧双拳满脸目火 凤九天不可否置地一笑 目光冷烈 你虽比我高凉的小境界 不过却只能终生停留在此 不是你的对手 但数年之后呢 等我与你同镜 一招便足以拜你 整片天地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凤九天身上散发出的 那股强大自信 就连烟北此刻也有些被感染 我被修饰当有无敌信念 可破一切 可灭一切 这一刻 他的心境再度提升 哄 一股强大的气息散发 他的修为竟然在做突破 达到了半步超凡境 如今的他只差临门一角 便能够成为真正的超凡强者 所有人此刻也在注意到烟北 不少人曾亲眼见过他的画像 自然能够引认出 半步超凡 圣地弟子们目光震撼地看着烟北 这才过了多久 烟北便已经从四级境 提升到了半步超凡境 这要是再给他一点时间 恐怕将无人可以遏制他 圣尊此刻双眼不满杀意地看着烟北 他从对方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威胁感 好小子 年纪轻轻便已经达到了这等境地 老夫也不得不佩服 凤九天面带笑意 拍了拍烟北的肩膀 很是满意 二十多岁的他 不过才步入原神境 如今烟北却已经达到了半步超凡 这简直无法比较 人比人气死人 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145章 腹黑的一老一少 凤九天 你今日真的想与死网破不成 圣尊此时大喝一声 目光冷冽地说道 与死网破 你今日来我火凤骨放肆 拍拍屁股 就想一走了之 岂有这么容易 凤九天嘴角 掀起一抹冷笑 今日他便要让世人知道 火凤骨不是任何人随意可期的 哪怕是圣帝也不行 那你想如何 圣尊目光沉着 脸色很是难看 如今的他很是被动 身受重伤 根本没有再战之力 就算被人堵住圣帝 也无法迎敌 让他极为憋屈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你拍碎我山门 如果就如此算了 让我火凤骨 如何立足冬遇 凤九天冷哼一声 大手探出 哄 接连几掌 直接将大眼圣帝的山门拍得粉碎 就连那大眼圣帝象征意义的十足十相 也被削去头颅 住手 圣尊狂怒地大喝道 可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再度牵引了伤势 嘴角又有剩血一出 凤九天此时 哪里会理会圣尊的呼喊 直接一连出手 将几座山峰全部移为平地 做完这些后 凤九天内心的怒气 也终于消散了一些 燕北看着满目疮痍的大眼圣帝 嘴角一抽 直到此刻他才发现 原来凤九天老祖竟然这么记仇 刚刚圣尊将火凤谷山门拍碎 他后脚就跟来这里报复别人 我火凤谷不是任人欺辱的 如而等再赶来犯 下一次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凤九天目光冰冷地扫视天地 所有人触碰到他的目光 竟然都心生俱异 圣尊一脸铁青 没有说话 如今他说任何话 都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哪怕是他此刻 也只能归缩在圣帝之内 依靠大阵才能挡住凤九天 否则就算是他也只有殒命的下场 凤九天见没人敢出来说话 冷哼一声便准备带着烟北离开 就在此时 一道浑身散发强大气息的身影 从大眼圣帝之中走出 是一位青年 此人身上气息如红 看上去神意非凡 犹如一尊少年大帝一般 凤九天看着来人目光一宁 但却也没有出手 道子 他竟然出关了 大眼圣帝之人 见到那青年顿时浑身一震 随即眼中露出担忧之色 此人便是大眼圣帝道子 李修远 不过这位道子 与其余两座圣帝的道子有些不同 他的年龄要大上很多 已经修到五十多载了 不过对于修士而言 五十岁并不算大 只要不过百岁 便也算是年轻一辈 李修远的面容清秀 犹如十七八岁的少年 根本看不出他已经五十岁了 回来 圣尊此刻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想要让李修远回到大眼圣帝 如今凤九天就在外面 这家伙如果对李修远出手他 纵然有十条命也不够死的 不过李修远却是没有回头 而是看向凤九天 李修远目光无畏无惧 就这样直面凤九天 所有人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光是这份胆量 便足够众人吹嘘一辈子了 面对圣人 竟然能够如此无畏无惧 实在难得 就连凤九天 也目光闪烁地看着眼前的李修远 在他的身上 凤九天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意志力 本圣与你大眼圣地乃是仇敌 你如今出来 就不怕死 凤九天目光一宁 一股滔天的气息 从他的双眼中迸发 他就如同一尊神明一般 让人不敢直视 李修远身躯抖动 仿佛在承受着一股巨大的压力 直到好半想 才缓出一口气 前辈身为圣人 想到也不会对我一个小辈出手吧 他这一句话 就给凤九天扣上了一个大帽子 的确身为圣人 也不是为所欲为的 如果凤九天今日对他出手 那么 日后圣尊毅然可以对火凤骨的后辈之人出手 这样两方的后辈子弟 便会因为两尊圣人的交锋 死伤殆尽 到时候 修炼界的平衡将被打破 两方势力的后辈子弟 都不敢显露于人前 这是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 凤九天没有说话 目光静静地看着李修远 想看他到底 想要做什么 李修远此刻神色一松 他赌对了 他已经明白 凤九天不会出手伤他 身为圣地道子 他心中自然有远大的报复 如今见到自家圣地被人如此羞辱 如今他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圣人他不是对手 但他的目光却不是放在凤九天身上 而是看向他身旁的燕北 你就是战败张楚云的燕北 现在我向你挑战 生死台你可敢与我一战 李修远目光一宁 对着燕北贺问 生死台 想要登上此台 必须要签下生死状 无论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被人制残 被人斩杀 任何人都不可追究对方的责任 一般登上生死台的人 都是有着深仇大恨 又不想牵连自己身后势力的人 才会上生死台 燕北还未说话 李修远释放出自身的气息 便再度开口说道 我的修为也是半步超凡境 与你同境 想来号称东狱第一天交的你 不会避而不战吧 他的语气充满挑衅 亲口承认了 燕北乃是东狱第一天交 这句话一出 无论燕北应不应战 都顺应他的心意 应战他则会趁此机会斩杀燕北 如果避而不战 世人则就会觉得燕北畏惧于他 借此机会便可借机为自己造势 重新建立大眼圣地威望 燕北目光平静 半步超凡境 五十岁的李修远达到如此境地 在场之人也没有过多惊讶 前辈 你觉得为我该不该答应他 燕北眉头一挑 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满脸深意地 看着凤九天说道 凤九天仿佛明白了燕北的意思 你修到五十载 燕小友不过才二十余岁 他这般要求我们 完全没有理由答应啊 凤九天淡淡一笑 开口说道 前辈说得极是 我也正有此意 燕北笑着说道 随即转过头看着李修远道 你不拿出一点诚意 我为什么要给你 拼死拼活战斗一场 我又不是没有闲得无聊 这一老一少 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是赤裸裸的敲诈 第146章 继分高下 也决生死 大眼圣地 李修远站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明白 两人的意思 随后他的耳朵微动 有神念传音 进入他的耳中 顿时间 他才恍然大悟 你我之间水火不容 何不生死台上一决高下 继分胜负 也决生死 李修远再度沉声开口说道 在他身上有一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仿佛可破开世间一切 此刻不少大眼圣地的弟子们 都神色一震 开始期待 起生死台上的决战 可就在这时 燕北 却是一脸兴趣缺缺 没兴趣 听到燕北的话 李修远顿时目光 有些着急 如今 大眼圣地损失惨重 如果不将燕北留下 那么今日 就真的亏大发了 此刻 不仅是李修远急了 就连圣尊的眼神中 也带有一丝急切 燕北今日 必须留下 否则后患无穷 甚至比奉九天的威胁 还要大 你到底要怎样 才肯和我一战 李修远 脸色很是难看 这话 顿时让燕北的眼睛一亮 你拿出一件 圣气给我 说不定我会勉为其难地 与你一战 圣气 在场之人 无不到惜一口凉气 这燕北倒是狮子大开口 竟然张口 就是一件圣气 大眼圣地的弟子们 一脸愤怒地说道 你怎么不去死 你当圣气 是大白菜啊 李修远 顿时就怒了 要是别的要求 他说不定 就还真答应了 可圣气 就算是在大眼圣地之中 也属于至宝 岂会白白送给别人一件 并且还是敌人 那没办法了 前辈我们走吧 燕北一脸无奈地 瘫了瘫手 头也不会地 朝远处走去 这些大眼圣地的人 李修远转过头 看着圣尊 只见圣尊脸上阴晴不定 随即点了点头 等等 收到圣尊指令的李修远 顿时叫停了燕北 燕北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随即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怎么 改变主意了 看着李修远一脸难看的表情 燕北内心一阵好笑 原来上钩了 他今天不将这大眼圣地坑死 那他也等于白来了 你确定给你一件圣气 你便于我生死台一战 李修远神色冰冷地说道 我堂堂七尺男 岂会说谎不成 燕北神色一正 义正言辞地说道 此刻李修远 与圣尊再度对视一眼 只见圣尊手掌一挥 轰隆隆 一道圣光破开虚空 直接降临在李修远的身前 是一柄圣剑 散发着灵力的气息 此剑名为秋雨 乃是圣气 如你与我生死台上一战 我便将它给你 李修远手 持秋雨圣剑 如一尊绝世剑仙 身上散发出一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燕北看着秋雨圣剑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也罢 既然如此 我与你一战也无妨 免得让世人觉得 我怕了你 此刻燕北的身上的气息 逐渐变得凌厉起来 散发出一股 可怕的波动 让人心惊 对于此 李修远的内心 笑开了花 他终于如愿以偿 幌子罢了 并且就算给了他圣剑 只要他将燕北斩杀 再生死台 圣剑照样是重新归于他手 可谓是一举两得 既然如此 你我生死台一绝高下 李修远神色一震 大笑一声 哄 这时 天地震动 一座浩大的站台 横空而降 这便是大眼圣地的生死台 被一尊超凡送了出来 李修远直接身躯一动 便跳到了站台之中 大喝一声 下来一战 燕北看着 如此猴急的李修远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活了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见到过送死 都这么猴急的 摇了摇头 燕北也便落到了站台之上 这时 两封血色的契约 飘落在站台之中两人的手上 生死状 燕北大概地瞥了一眼 里面的内容 便是让两方签下契约 此战未曾结束之前 他们任何一方都不可走出站台 否则将会立即生死盗销 也就是说 这生死台开启后 最终只有一人 能够活着走出来 燕北与李修远 只有一人能够存活 李修远 看到这生死状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迅速地 将自己的一滴精血 抹在上面 顿时间 生死状鸿芒闪烁 散发着妖艺的气息 反观燕北 却双手环抱 站在原地 没有丝毫动作 你怎么还不签啊 李修远 神色焦急地问道 他生怕燕北反悔了 这可是 斩杀燕北的好机会 如果此次任由燕北离去 将来必定对大眼圣地 造成恐怖的威胁 所以 今日燕北必须要死 他有必定的把握 斩杀燕北 否则圣尊 也不会任由他胡闹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燕北淡淡地说道 东西 李修远顿时想起了什么 一咬牙 从手中将秋雨圣剑扔出 给你 拿到秋雨圣剑后 燕北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也从指尖 逼出一滴精血 哄 顿时间 天地轰鸣 仿佛也在见证这一刻 整个生死台此刻 爆发出一股恐怖红芒 在燕北与李修远的眉心处 都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印记 同时 一股浩瀚的力量 瞬间将整个站台封闭 任何人不能出手干预 里面的战斗 凤九天眉头微皱 这生死台的力量 强悍无比 根据他的感觉 哪怕是他短时间 也根本无法破开 生死台乃是大眼圣地的始祖 从其他玉带回来的宝物 来历非凡 看到燕北 牵下生死状 李修远眼中 顿时露出一抹笑意 就连身在大眼圣地内部的圣尊 此刻也终于舒缓了一口气 燕北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如今既然已经成为仇敌 如果不将其斩杀 迟早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 对于李修远能否战胜燕北 他从未担心过 因为他很清楚 自家道子的实力 李修远如今达到半步超凡境界 修有无上见到 底牌无穷 同境界之人 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第147章 林阵破关 欲入超凡 生死站台上 李修远见到 生死台已经启动 也不再遮掩 看来这是人口中的 冬玉第一天交也不过如此 我不过一个激将法 你就乖乖地前来受死 真是可笑 李修远神色冷冽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燕北不可否置一笑 你就这么有自信吃定我了 这是自然 没有必胜的把握 岂敢贸然进入生死台 李修远此刻也不在藏桌 身上的气机疯狂地涌出 在场中顿时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 气场 达到了半步超凡境 便初步领悟了领域之力 但却不能释放领域 而是一种类似领域的气场 在李修远的气场之内 所有的事物都会被他所震慑 气场会无时无刻 对敌人进行压制 此刻燕北便感到一股 若有如无的气势 在对他进行压制 燕北抬手感受了一下 自身感受的压力 随意地笑了笑 他刚刚晋升为半步超凡 还未来得及领悟气场奥秘 不过 李修远想凭借气场战胜他 怎么可能 要知道 哪怕是到处身为超凡强者的水浩天 想要使用领域之力 对燕北进行压制 都毫无作用 如今 就凭借这区区气场 燕北甚至连世界之力 都难得调动 就在这时 一声爆喝传来 跪下 李修远虎目一瞪 张开大手 朝燕北压落 顿时间 一股极为凌厉的 气势从他身上散发 他身体周围的气场 也瞬间变得更加恐怖 竟是想要凭借气场 直接将燕北 镇压地跪下 可是 他明显有些意想天开了 燕北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如同看傻子一般 这李修远所施展的气场之力 比起水浩天的领域之力 完全不值一提 就如同萤火与浩月争辉 此时 李修远的面皮 仿佛也挂不住了 大手僵硬在空中 怎么和他的预想 完全不一样 他本以为 就算燕北不会被他的气场 镇压地跪下 也得后退几步 可如今 他的气场 竟然连对方的衣角 都没能吹动一下 这让李修远的脸色 很是难看 既然如此 那便站吧 李修远大喝一声 一柄长剑 便出现在他手中 随即一剑斩出 刷 虚空破碎 一道极为恐怖的剑气长虹 划破空间 直接朝燕北落下 燕北冷哼一声 两根手指并拢 以手卫剑同样也是一剑斩出 哼 两股能量在空中相撞 顿时爆发出了一阵恐怖波动 不过 两人却也都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这一招不过只是试探罢了 不过 燕北此刻眼中出现一丝不耐 罢了 不陪你完了 杀完你好回火奋骨 如今已经进入了生死台 也坑来了一柄 盛气宝剑 他也不再掩饰自身的气息 哼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燕北身上复苏 如同一头沉睡的洪荒猛兽 苏醒一般 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波动 这股气势 竟比李修远还要强胜几分 感受着燕北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李修远面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不过他也不惧 因为他还有底牌未出 给我死 燕北大喝一声 直接一拳轰出 哼 一道恐怖的金色拳硬 直接轰出 顿时间让虚空破碎一大片 骇人无比 李修远记起圣剑抵挡燕北的攻势 可是燕北的拳头 却仿佛比圣气更加坚不可摧 直接一拳轰在圣剑之上 两者发出恐怖的轰鸣之声 李修远脸色一白 连芒朝后倒飞出去 他面露金色地看着手掌 此刻他的手掌竟然在微微颤抖 刚刚从圣剑之中传来的反阵之力 实在太过强大 让他都暗暗心惊 不够 再来 燕北仿佛很不满意 直接再度出手 在几个回合的交锋下来 李修远在燕北的攻势之下 竟然没有丝毫地还手余地 只能被动挨打 这让李修远无比震惊 他自诩同境界无敌 如今遇上燕北 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简直让他有些不能接受 而生死台外的圣尊 此刻面露阴沉之色 自家稻子的实力他是知道的 如今竟然被燕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进入生死台时 他与李修远曾有过沟通 也正是那个原因 他才敢放任李修远同燕北 进入生死台 毕竟如今的大眼圣地 已经风雨飘摇 四尊半生惨死 他也身受重伤 每隔几年的时间是无法痊愈的 所以如果稻子再出现什么问题 恐怕整个大眼圣地 都将人心惶惶 而那些观战的大眼圣地弟子 此刻则是脸色一片苍白 在他们心目中最强的稻子 此刻竟然被人压着打 燕北的每一拳落下 仿佛都轰击在他们的心间 让他们无比难受 生死台中 李修远此刻被打得毫无脾气 面对如同黄蜂暴雨般的攻击 他只能勉强抵挡 此刻哪怕是心性沉稳的他 也有些沉不住气了 李修远双眸一凝 一拳轰出与燕北的拳头 撞击在一起 哄 他直接如同炮弹般的被打飞了出去 撞击在生死台边缘的光幕之上 圣地道子就这点实裂 燕北目光冷谋地说道 在他看来李修远的实力 还不如张楚云的实力强大 毕竟当初张楚云可是凭借着太初之光 一时坚令的他也只能暂时退避 李修远艰难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面露阴沉 其实并不是他弱 而是燕北又变强了 跨入半步超繁镜的燕北 体内的力量已经产生了微弱的质变 跟以往不与日同 当初的张楚云如果碰上此刻的他 恐怕连一息都坚持不住 是你逼我的 李修远神色争宁 直接腾空而起 双眸凝视前方 体内有一股恐怖气息正在逐渐苏醒 燕北看着这一幕眉头一皱 哄 李修远的气息不断攀升 竟因有跨越半步超繁的趋势 他要临阵破关 想要突破超繁 第148章 万剑归宗 逆伐超繁 此刻大眼圣地所有人神色都是一阵 临阵突破 如果真的让李修远在生死台中突破至超繁境界 那么他的力量便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时候半步超繁境界的燕北就危险了 毕竟半步超繁虽说与超繁境界只有一线之隔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如同天欠鸿沟一般 无法逾越 虽说天地间曾出过不少精彩绝艳之辈 能够跨越多个境界逆反而上 但那都只是针对普通人罢了 虽说李修远的天资的确没有燕北那么出众 但是能够做到圣地道子 这个位置上的人岂有庸人 李修远50岁的年纪便已经达到了半步超繁境界 如今更是欲突破超繁 这等天资在整个东欲来说也是不繁了 毕竟四级境到超繁境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境界 有强者终其一生都被困在此境界郁郁而终 燕小友快阻止他 不能让他晋升 这时站在生死台外的凤九天眸光一变 神色有些焦急地对着燕北大河道 燕北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直接化为一道残影朝李修远杀去 一指震天 哄 一根通天手指朝李修远镇压而去 可就在此时 哄 李修远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威势 强大的气息瞬间将朝他镇压而来的通天手指 击成粉碎 这一刻 天地轰鸣 大道之光闪烁 降下道道神辉 仿佛在为其喝彩 一股超脱于世间万物的气息 在生死台中涌现 见到如此一幕 凤九天瞳孔猛的一缩 脸色大变 糟了 李修远真的晋升成功了 凤九天想要探出大手 将燕北从生死台中带出 可刚一靠近 生死台便爆发出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将他的手掌弹开 此刻大眼圣地中 圣尊发出狂笑之声 凤九天 你也有着急的时候 凤九天脸色难看 目光担忧地看着生死台中的一道身影 此刻的生死台中 李修远脚踏虚空 站在原地 他看着双手 神色无比振奋 这便是超凡 比刚刚的力量提升了数十倍不止 这一刻 他感觉到生死台中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的感知 领域 他的气场之力 随着晋升也成功地蜕变 成为了领域 如今 整个生死台的范围 都已经被他的领域完全包裹 他现在感觉自己 随手便可以将燕北击败 你还有什么意言 李修远面带笑意 看着燕北说道 如今 突破境界的他 胜券在握 心情大好 燕北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仿佛不为所动 淡淡地说道 你晋升了超凡也好 否则杀起来实在无趣 这话一出 死 大眼圣地的弟子们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好狂的人 如今 就算道子大人 晋升到了超凡境界 他却一点也不慌 反而还敢说出 如此狂妄的话语 就连奉九天此刻的目光 也是不停闪烁 听到燕北的话 哪怕如今 他已经晋升为圣人 也有些震撼 一个人 到底得有多么强大的自信 心才敢说出这种话 如此狂妄 找死 李修远目光一寒 只见他 将手中大的圣剑 抵御眉心 口中大喝一声 剑玉 戳 哄 这一刻 天地色变 灵气狂涌 翻涌的灵气 随即在空中 凝聚出一柄柄战剑 场中 剑气纵横 一股强大的锋芒之意 席卷天地 这便是李修远的领域 剑玉 万剑归宗 李修远狂吼一声 随即大手挥动 那不满生死台的战剑 竟然如同狂风暴雨般 朝燕北倾泻而来 燕北看着 朝自己涌来的 无数柄战剑 目光震动 这种宏大的场面 他也是头一次遇到 他本以为李修远的领域之力 也会如同水耗天 那般会形成一股气场 对他进行压制 可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 李修远的领域 竟然与别人完全不同 这些凝聚于虚空之中的战剑 每一柄 都散发着无比凌厉的气息 混沌中清廉 燕北身上涌出一股奇异的波动 随即在他身旁 出现了一朵 徐徐盛开的青色莲花 这一刻 燕北的契机 从李修远的领域之中消失 仿佛顿入了其他时空 任何道法 都不能对他产生丝毫威胁 说说说 无数柄战剑 从燕北的身体穿透而过 但却没有伤到他嘶吼 这一刻 燕北如同一尊透明人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触碰到他 见到如此一幕 李修远神色一变 他的剑语 竟然无法伤害燕北嘶吼 怎么可能 同样 在外界的凤九天与圣尊 此刻目光也是一宁 燕北施展的手段 实在太过诡异 让他们也无法窥破其中奥秘 燕北此刻目光冷漠 这混沌青年有时间限制 他必须速战速决 哄 这一刻 生死台中 一道恐怖的金色光芒爆发 虚空一片震动 露出一只恐怖的金色大手 令人战力的气息 从中散发而出 上苍之手 上苍之手出现的那一刹那 整个生死台 由李修远凝聚而出的战舰 一瞬间全部被镇成粉击 他的剑狱也直接被燕北 以至强力量 强行破开 没了剑狱的束缚 燕北的身躯 直接瞬间消失在原地 李修远脸色大变 剑狱的消散 让他乱了阵脚 不过他也瞬间 稳住了心神 自己已经突破了超凡 何惧一个燕北 想到这里 他也直接迎面上 右拳中凝聚全身力量 朝燕北砸下 哄 恐怖的波动 顿时在生死台中爆发 一道身影从爆炸中心 直接飞出 不 应该是被一拳轰出 碰 一声闷响 这道身影狠狠地撞击 在生死台的光幕之上 看清楚那人的面孔 所有人瞳孔猛地一缩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竟然是李修远 身为超凡境界的他 竟然被半步超凡的燕北 一拳轰出 无数人目光骇然 神色震撼地盯着生死台中 圣尊此刻脸色大变 神色一颤 怎么可能 李修远竟然正面不敌燕北 此刻在生死台的中央 有一道恐怖的混沌身影毅力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 令人窒息的波动 第149章 战斗中千道 天地拳 李修远艰难地 从地面上重新站了起来 面色一片苍白 此刻 他的整条右臂都在发抖 右拳的止骨 在刚刚的那一击对轰下 竟然已经全部锻炼 他拖大了 李修远乃是剑修 最为擅长用剑 但刚刚他却使用肉拳 与燕北硬碰硬 实属不明智 不过这也是他晋升为超凡后 自信心爆棚的原因 我是超凡 怎么可能 还不是他的对手 李修远神色 有些猙獰地嘶吼道 最开始被打得还手之力 也就罢了 如今 他破开大关 晋升超凡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无敌姿态 将燕北直接镇压 但现实 终究还是如此残酷 他的剑欲 无法伤到燕北丝侯 最终还被破开 与其对轰一击 竟然是他不敌 超凡 又不是没杀过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拜月魔教的水浩天 便是被我斩杀 燕北冷笑一声 血红色的长发 随意地在空中飞舞 此刻的他 就如同一尊盖世魔主 让人惊惧 什么 李修远 神色猛的一变 拜月魔教教主针的是 死在燕北手中 此刻大眼圣地之人 无不震动 拜月魔教同样 也是大眼圣地的 附属势力之一 作为教主的水浩天 他们自然不会陌生 可让他们 万万没想到的是 冬玉的传闻 竟然是真的 拜月教主 真的是死在燕北的手中 听闻此言 李修远的脸色 都苍白了一瞬 如今 他竟然有些后悔 与燕北这种怪物 进入生死台了 如今你还有什么手段 燕北脚踏虚空 一步步逼近 气息震动天地 眉心处的血红色 已经光芒大胜 反观李修远 眉心处的血红色印记 却隐隐暗淡了下去 生死台也会自行做出判断 如今燕北气势如虹 而李修远 却气息违靡 所以两者之间的印记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预示着 胜利的天平 正在倾向一方 李修远 神色无比凝重 随着燕北不断地接近 他的内心 竟然生出了一种 惶恐之意 他在畏惧 不 我不能坐以待变 李修远使劲地晃了晃脑袋 驱逐内心的巨异 让自己提起精神 燕北带给他的压迫力 实在太过恐怖 让他的心神 都产生了一抹巨异 这是交战之时 最为忌讳的 李修远稳住心神后 直接将插在站台之上的圣剑 重新拔起 他要动真格的了 只见他 手持圣剑 在高举于头顶 狂吼一声 我心如剑 哄 仿佛什么炸开了一般 雷劫落下 一柄恐怖的巨大光剑 头顶上空形成 场中剑意肆虐 一股可怕的剑意 从李修远的身上爆发 他的身体 缓缓腾空 随即竟然融入了 那柄光剑之中 与其化为一体 这 这是人剑合一 道子竟然在如此年纪 便达到了这等境界 无数大眼圣地的人 此刻神色 一脸振奋地呼喊道 人剑合一 这是剑修一种 极为高深的层次 一般来说 想要达到 人剑合一的境界 非半胜不可 而如今李修远 在超凡境界便领悟了 人剑合一 这也足以证明了 他在剑道领域的天资 人剑合一 有些意思 你在战斗中突破 我在战斗中牵道 不知道 能够获得什么东西 燕北远处 李修远身上 所爆发出的灵力剑气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他的心中产生 他可没望今日 还没有牵道 既然李修远 都能在战斗中突破 他牵个道 应该不误实 番茄 牵道 燕北内心低语 丁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奖励 神迹 天地拳 天地拳的种种信息 全部一股脑地 融入燕北的十海之中 天地拳 竟然是这门拳法 燕北的脸色 露出狂喜之色 他对此法 可是不陌生 传闻这是上古一名 叶姓天帝 曾推演出的一门 至高拳法 就在此时 剑开天门 已经融入光剑中的李修远 大喝一声 不杂准备 继续与燕北僵持下去 他率先出手 哄 一道恐怖无比的剑气斩下 所过之处 虚空瞬间被斩出一条 巨大的虚空裂缝 模样害人无比 燕北看着朝自己斩下的光剑 也罢 就拿你来练练手 他本想仔细研究一下天地拳 但现在 显然没有时间了 但如今 正好可以哪里修远 来练练手 燕北眼中 升腾起一股战意 将自己体内的力量 瞬间推动至巅峰 哄 一股金色的气血 贯穿天语 让整片天地 都在不断颤动 顿时间 天地色变 在燕北的身后 一尊恐怖的虚影 凝聚而出 他的身影 太过浩大伟岸 让人一眼看去 变心声胆寒 天地拳 燕北狂吼一声 虚影跟他的动作一致 一道浩荡的拳印 轰击而出 恐怖的金光 照耀数千里不止 整个大眼圣地 都被覆盖 哄 拳印与光剑 撞击在一起 两股可怕的能量 顿时让整个虚空 瞬间坍塌 如同天崩一般的声音 在生死台中回荡 强烈的光芒 覆盖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让人无法 窥破生死台中 里面的情况 无数人平住呼吸 咔嚓 此刻突然从生死台中 传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听闻此声 大眼圣地之人 猛的脸色一变 这是圣剑断裂的声音 此刻强光逐渐散去 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让人一辈子 也难以忘怀的一幕 静静地呈现在 所有人的眼前 在生死台上 此刻有两尊 如同泥塑一般的身影 一缕屡仙血从虚空低落 燕北的脸色有些苍白 在她的左胸处 有一柄断掉的长剑 刺入其中 仅仅只差一点 便伤到了她的心脏 她此刻正保持着 出拳的动作 而在她的身前 李修远那猙獰的面孔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具 紧握长剑的 无头尸身 她的头颅 都被一拳打爆了 第150章 大战落幕 火凤崛起 生死台 此刻有一具无头尸体 从高空落下 燕北伸手 将刺在胸口处的断剑拔出 脸色一白 刚刚李修远临死反扑 凭借高超的剑术 趁燕北被强光笼罩的时刻 驱动断剑 刺入了她的躯体 否则燕北也不会受伤 不过好在 一股金色的气旋 在她的身体周围涌动 她的伤口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愈合 混沌不灭精 开始自行运转了起来 轰隆隆 整个生死台爆发出一股璀璨的光芒 那将战台 封闭的能量也逐渐减弱 随即化为无形 此次生死战 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大眼圣帝的道子 李修远死了 最后绝出的圣者是 燕北 她再次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以半步超凡境界斩杀了 大眼圣帝 已经步入超凡的道子 这等辉煌的战绩 数千年间 从来没有任何一人做到 这件事情过后 燕北注定名垂青史 成为冬裕最为瞩目的盖带天骄 大眼圣帝 此刻整个大眼圣帝 内部已经开始乱套了 圣尊见到李修远失身的那一刻 气急攻心 一口乌黑的血液从口中喷出 随即便晕厥了过去 数十名圣帝长老 目光充满杀意地 盯着生死台中的燕北 他们很想出手 将燕北就地斩杀 可是他们却不敢 只因在生死台的一旁 还有一尊恐怖的身影 今日这口气他们 也注定只有燕下去 好小子 不愧是你 竟然逆乏而上 将超凡都斩杀了 凤九天此刻哈哈大笑 伸手使劲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今日燕北所做出的事情 就连他也颇为震撼 这等恐怖的战绩 是目前冬裕无人可以做到的 以低境界 逆行乏上 这等逆天之举 燕北依然做到了 前辈说笑了 我不过侥幸罢了 都只怪他实在有些太弱了 我不过才用了六成力量 谁知道他这么不经打 燕北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这场战斗中 燕北甚至都没有使出全力 很多杀招都没有用处 最开始他也觉得 逆罚超凡很难 可战斗一番过后 也才默然发现 原来也不过如此 大眼圣地之人 此刻听到燕北的话 顿时间怒火冲天 不过 却没有任何一人 胆走出圣地挑衅他 凤九天也面露恶然 这小子装逼装的 也太过头了 竟然说 才用了六成力量 不过他也没有深究 只是笑了笑 既然如此 我们回去吧 这群缩头乌龟 想来也不敢出来了 凤九天看了一眼 脚下的大眼圣地 眼中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大眼圣地 拥有绝世大镇庇护 非圣王不可破 所以凤九天 此刻也只能作罢 无法攻入其中 前辈等我一下 燕北突然是想起了什么 对着凤九天说道 凤九天一脸疑惑地 看着燕北的动作 随即嘴角猛地一抽 燕北竟然转头 直接朝生死台跑去 随后在地上的 那具无头尸身上一阵摸索 随后拿出了数件好宝贝 还将李修远的储物戒指 也扒了下来 这杀人敛财的 动作一气呵成 无比熟练 这绝对不是燕北 第一次这么做了 这气得大眼圣地的人 脸色铁青 但是又无可奈何 有凤九天在 他们此刻根本不敢放肆 大眼圣地 不愧为东狱的巅峰势力之一 出手就是阔击 一个盗子身上的圣气 便多达三件 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 燕北手中 拿着几把通体 散发异彩的武器 脸上笑出了花 随即他一脚 将李修远的尸身 给踢回了圣地 不少弟子 看着地上的那具 无头尸身脸色一阵惨白 一些女弟子 甚至开始呕吐 圣地长老 则是满脸愤怒 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目光充满杀意地 盯着燕北 多谢圣地馈赠 大眼圣地 就是大气 燕北笑着说道 凤九天一脸苦笑 这小子 非得把大眼圣地 给气死 才肯善罢甘休 哄 凤九天一掌 将空间拍碎 露出了一条 延伸至火凤谷的空间隧道 走 今日你厉头宫 回去给你摆庆宫宴 凤九天的笑声 回荡在大眼圣地上空 大眼圣地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一片乌黑 千年来 还是一次有人敢在 他们的门前 如此放肆 大眼圣地的弟子们 一脸颓然 如今 圣尊重伤昏迷 四尊半圣惨死 大眼盗子陨落 数把圣气遗失 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可谓是让大眼圣地元气大伤 再也无法比肩 其余两大圣地 大眼圣地的落寞 已经无法改变 一日 昨日火凤谷 与大眼圣地中 所爆发的大战 如同狂风过境一般 席卷了整个冬域 令无数人为之震动 圣尊重伤 半圣惨死 盗子陨落 圣气遗失 这些事情平日里 随便出现一件 都会令人颤动 如今可怕的是 这一系列的事情 竟然同一时间 爆发在大眼圣地 随即而来的 便是大眼圣地宣布 封闭圣地五年 那些大眼圣地的附属势力 全部惶恐不安 只因 火凤谷老祖凤九天成圣的消息 传了出来 从此冬域 再多出一尊圣人 火凤谷成为了 这次大战最大的受益者 无论是风头 还是实力 竟然都与三座圣地 不相上下 并且在火凤谷中 还存在着兵皇 火凤这等圣人级残魂 有他们存在 火凤谷便相当于 拥有两尊圣人 这是其他三座圣地 无法比拟的 所有人都从这次大战中 明白了一件事情 冬域的格局 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圣地一手遮天的时代 已经过去 火凤谷崛起的势头 不可阻挡 燕北作为冬域 炙手可热的天骄 他的名头 也因为生死战 再度快制人口 成为修士们的茶后余坛 经过这场大战 燕北成为了 冬域无可争议的少年至尊 年轻一代 无人可敌 第151章 冬域圣城 太初圣皇 火凤谷 冰雪圣殿 阁楼 燕北坐在屋顶 正在修炼 启梦手撑着下巴 安静地坐在一旁 脸上时不时地 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 燕北体内 猛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辉 将他整个人照耀的晶莹剔透 甚至能够看到 他那颗强有力的心脏 他的全身都如同水晶雕刻尔城一般 绚丽无比 呼 只差心脏了 将其成功退坊后 我便能跨入超凡境界 燕北呼出一口浊气 缓缓睁开双眸 如今 他的整个身体 已经全部完成了退坊 只剩下最为重要的心脏 只要将心脏也完成退坊 他便能打破肢骨 晋升超凡 跟你一比 我这火凤谷的神女 真是黯然失色 启梦妥了土舌头 如同一只小猫咪 钻到了燕北的怀中 自从觉醒兵破旋体以来 他的修为一日千里 直到现在已经达到了 神功静一重天 可是 这等修为虽说也算不错 但是与燕北相比较 却显得黯然失色 燕北一脸苦笑摇了摇头 如今他的修为在年轻一代 的确算是已经无敌 但是他目前所面对的敌人 可全是一群老怪物 甚至还有圣尊那般的制强者 别说半步超凡 就算他此刻 已经跨入了超凡 也有些不够用 想要在东狱真正地做到举世无敌 只有成圣 他相信 当自己跨入圣境的那一天 除非有圣王级强者诞生 否则整个东狱 都将不会有任何人 是他的对手 一日 火凤谷依旧是平静如水 弟子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不过 相比于火凤谷的宁静 外界却已经炸开了锅 就在刚刚 一道圣光滑破长空 恐怖的威势震慑天地 如同大地出行 威压盖世 事奉九天 他再度踏出火凤谷 往东狱圣城的位置而去 圣城 乃是整个东狱 最为神秘的地方 这里虽说是一座城池 但是却充满了各种 鱼龙混杂的修饰 甚至只要是 东狱有头有脸的人物 或者势力 都在圣城中有着自己的据点 这里是整个东狱交流的核心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只要在圣城中拥有据点的势力 立马都会收到信息 轰 圣城上空 轰的一声 整个虚空直接破碎 从中走出了一道恐怖身影 它的气息 修饰为之站立 有圣人降临 这是 圣城中的修饰 还有些不明所以 一脸震撼地 看着上空的那道身影 就在此时 圣城火凤谷的据点中 猛然升起几道强大的气息 一行人从中飞出 降落在圣人的不远处 抱拳神色恭敬地说道 恭迎老祖利临 没错 来人正是凤九天 大长老不必多脸 这些年辛苦你了 凤九天手掌微台 一股莫名的力量 便将众人托福而起 老祖为何突然降临至此 大长老面带疑惑 他乃是火凤谷 在圣城据点的主事人 一般来说 火凤谷有什么消息 要想要传出 只需要一道 传讯光伏便可 如今老祖清灵 到底有何事 需要宣布 根据两人的对话 整个圣城的人都知道了 这尊圣人的身份 火凤谷的老祖 刚刚新晋升的圣人 凤九天 虽说凤九天不过才成圣 没有几日 但是他的名号 已经响彻了整个冬玉 所有人都知道 如今冬玉又出了一尊无敌圣人 今日老夫降临圣城 便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 凤九天神色变得有些严肃 看着老祖的样子 大长老浑身一阵 他隐约猜测这件事情不简单 毕竟能够让老祖 都亲自来宣布的事情 定然是无比重要 想必诸位 也知晓我火凤谷的前身 便是千年前的黄与圣地 而我也是出于黄与圣地 凤九天环视四语 神色威严地说道 整个圣城皆是漠然 对于千年前的黄与圣地 他们也或多或少了解一些 自然也清楚 火凤谷的前身乃是黄与圣地 毕竟当初的那一场大战 可是卷入了无数势力 冬玉当时唯一的一尊圣王 黄与圣王也在那一战中惨死 时至今日响起 都有些毛骨悚然 当初我创立火凤谷的初衷 便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重建黄与圣地 如今我已成圣 黄与自然当立 即今日起火凤谷 正是更名黄与 丰盛的称号 凤九天神色威严无比 声音如同红中大铝一般 响彻整片天空 此刻晋升为圣人的凤九天 无人敢违逆他的意志 他的话便是圣旨 任何人都只能遵从 重建黄与圣地 圣城之中所有人听闻 都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冬玉一共三座圣地 金阳 大眼 太初 如今又多了一座 黄与圣地 整个大陆的格局 将会瞬间被打破 三族鼎立之势将不复存在 到时候难免掀起大战 哼 就在此时 虚空破碎 一尊浑身散发中 迷雾的恐怖身影降临 携带着无尽恐怖威势 镇压天地 与凤九天的气势 分庭抗礼 又是一尊圣人 太初圣皇 他竟然也来了 圣城中 立马有人发出惊骇的声音 目光阵战地 看着天空中的那道身影 太初圣皇 太初圣地的掌控者 圣人经六重天修为 凤九天你才成圣多久 就要立圣帝 胃口有那么大吗 太初圣皇的声音 无比淡漠 让无数人心生胆寒 从太初圣皇 开口的那一刻 凤九天的气势 便遭到了压制 五个小境界的压制 让凤九天 面色变得有些凝重 第152章 圣人对峙 凤皇降临 圣城 此刻上空中有两尊 散发着无尽恐怖气息的 身影毅力 他们的气息 宛如神明镇压 此方天雨 让无数修士 都难以喘气 太初圣皇 背负双手 屹立在云端之上 一股浩荡的圣人威势 席卷天地 恐怖无边 整个圣城的修士 目光骇然地 看着上空中的两道身影 圣人及强者 纵然是他们 也极少见到 每一尊圣人 在东狱都是 惊天存在 说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也一点不为过 如今两尊圣人 正在对峙 让无数人惊惧 如果凤九天 与太初圣皇爆发冲突 恐怕整个圣城 都会在寝刻之间 被毁掉 这时 天空发出一阵轰鸣 两股至强的气息 在碰撞 凤九天脸上 露出无比凝重之色 太初圣皇 乃是圣人精六重的 恐怖存在 如今的他 如果与其硬碰 根本完全不是对手 但凤九天 岂会畏惧 烈 一头巨大无比的 凤皇虚影 出现在他身后 整片天穷 瞬间便开始燃烧了起来 气息震慑天地 与太初圣皇分庭抗礼 我为圣人 建立圣地又有何不可 凤九天大喝一声 目光扫视天地 圣人威势尽显 众人心中一惊 脸色大变 一些修士 甚至已经开始逃离圣城 如果这里爆发圣人级大战 就连那战斗余波 也根本不是 他们所能够承受的 你是圣人没错 可你身后火凤骨的底蕴 却还不足以成为圣地 立圣地的标准 想来你不会不知吧 太初圣皇面色 一片漠然 不过一股 令人窒息的恐怖波动 从他的体内散发而出 让无数人惊惧 建立圣地的标准 在东狱中有一则 不成文的规定 想要建立圣地 必须满足几项条件 圣者虽可建立圣地 但该圣地 却要拥有一定的底蕴 一座圣地 除去圣者之外 还需拥有 三尊半圣级别或以上的存在 否则根本不足以 统领一狱之地 而如今的火凤骨 凤九天虽说已经成圣 但是却还缺少三尊半圣 火凤骨 除去凤九天外 其实力 在圣地眼中不值一提 随便一尊半圣 便可将其全灭 标准 我火凤骨有我 还有火凤 兵皇两尊前辈 他们曾经都是 圣境九重天巅峰的存在 我们更有这千年前 皇与圣地所留下的阵法 我火凤骨绝不逊色 你们任何一家圣地 凤九天目光一宁 冷笑着说道 如今 他已经成圣 重新建立皇与圣地 是他一生的梦想 岂会任由他人说 上几句便打了退堂鼓 火凤兵皇 太初圣皇笑着摇了摇头 千年前 他们的确乃是 明镇冬域的强者 可如今两道残魂 又还能剩下几分实力 千年前 在兵皇火凤 威震天下的时期 太初圣皇 对于这两人 便早有耳闻 可自从千年前 皇与圣地那场大战后 兵皇与火凤的躯体 被打得崩解 最后皇与圣皇拼进最后 一口气 才保下了 他们两人的元神 当年的兵皇 与火凤的雀除 去圣皇外无敌天下 可是如今 剩下两道残魂的他们 太初圣皇反手间 便可将其灭掉 所以他自然没有 将他们放在心上 就在此时 哄 圣城上空 再度传来一声 惊天的爆炸声 嗡 一尊浑身散发着 七彩神光的凤皇 正从远方的天际飞来 其身上弥漫着 镇压天地的恐怖气息 甚至比身为圣人的凤九天 还强出不少 太初圣皇 见到这头凤皇的那一刻 顿时目光一宁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这头凤皇所散发出的气息 竟然与他也相差不远 又有圣镜生灵降临 凤皇 竟然是真正的凤皇 并且 还是圣镜的存在 此刻 无数人目光震动 神色惊骇 今日一连出现 三尊圣镜生灵 实在让整个圣城的人 惶惶不安 这时 那七彩凤皇 竟然口吐人言 太初圣皇 你心里想的什么 难道以为 本座不知不成 如今东玉 一共三座圣地 太初 金阳 大眼 这三座圣地 几乎掌控了整个东玉的 修炼资源 以及巅峰强者 如果此刻 皇与圣地成立 那么将来必定会 从太初圣地手中刮 分出一定的资源 这也是太初圣皇部 同意建立皇与圣地 最为主要的原因 第153章 圣王的气息 圣城上空 此刻有一头散发 七彩神光的 绝世神皇 正注视着此处 散发出无尽恐怖的气息 让人骇然 有意思 没想到你二人 这么快就到了 可惜也改变不了什么 太初圣皇双膜 微冷 淡淡地说道 以他的目力 自然能够看出 这头凤凰的来历 正是火凤 与兵皇两人 融合后 所化为的凤凰 当年五等纵横天地之时 你不过还是 一个矛头小子罢了 火凤漠然的声音 响彻天地 让虚空不断颤动 宛如在惧怕 他体内浩瀚澎湃的能量 火凤与兵皇两人 经过上次 与圣尊的大战之后 原本的神魂 已经出现裂痕 好在凤九天成圣 上苍降下一缕 最为精纯的天帝本源 凤九天 没有将其吞噬 而是给了 重伤冰死的火凤 与兵皇两人 有了这一缕 天帝本源 与在凤九天的帮助下 火凤与兵皇两人的伤势 很快便得到痊愈 甚至让二人的神魂 变得更加凝实 实力也得到了 不小的提升 太初圣皇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往事已是 何必再提 皇与圣帝的时代 早已经过去 如今的冬玉 是在我三大圣帝的掌握中 哄 一道恐怖的神光 从太初圣皇的身上 迸发而出 将一片天帝都撕碎 他如同一尊 屹立于九天之上的神明一般 让人看上一眼 便心生胆寒 太初圣皇的态度 很是强硬 如今凤九天想要 重新建立皇与圣帝 他根本不会同意 哼 虽说我二人的实力 大不如前 但对付你却还是足够了 凤皇冷哼一声 让整片天帝的温度骤减 此刻 大道震动 天帝轰鸣 一直站在一旁的凤九天 此时也向前踏出一步 一股浩瀚的气息 无量爆发 今日皇与圣帝非力不可 任何人都不可阻挡 整个圣城 在他们几人的恐怖威压之下 显得摇摇欲坠 无数修士都在震撼 燕北也赫然在此练 他已经从火凤谷雌行 来到了圣城 准备见证一座圣帝的崛起 可他也没想到 今日竟然会发生如此多的事情 太出圣皇的阻拦 让原本水到渠城的事情 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处理不好的话 今日爆发圣战也是在所难免 可如今他的实力 显然还不够改变如今的局面 就算他想要出手帮助火凤谷 也无能为力 圣者就像是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峰 将他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燕北握紧双拳 低头不语 不过他内心对于力量的渴望 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他要尽快地提升实力了 半步超凡境界 虽说已经碾压了 冬域大部分人 但是对于如今 树敌无数的燕北 半步超凡境界 明显远远不够 就在此时 哄 一道如同天崩般的声音 响彻云霄 恐怖的气流席卷天地 是凤凰与太出圣皇交手了 两人随便一击 便让虚空崩塌一片 无数的空间风暴席卷 可怕无比 不 圣城中 无数修饰神色 一片骇然 在惊恐的大吼 圣者的交锋 风不可谓不强大 圣城中的修饰 虽步伐超凡 甚至有半圣级别的强者 但平日里 纵横天地的他们 此刻面对圣人之时 也显得渺小不堪 可怕的空间风暴 还在肆虐 圣城中的修饰 根本无力阻挡 这朝他们 席卷而来的空间风暴 这一道道风暴 仿佛要撕裂一切 轰隆隆 整座圣城此刻 都被震得地洞山摇 一座座宏大的建筑 开始崩解 即将要化为废墟 好在此时 又一股令人窒息的波动 从圣城中心爆发而出 紧接着在天空中 凝聚出一道道洁白的圣灰 将整座城池 都笼罩在其中 圣城这才避免了 化为废墟的下场 是远古圣者显化 有修饰激动的大吼道 无数人目光阵战地 看着天空中 那一道道圣灰 那每一道光辉 都是一位 远古圣者的显现 何人再次放肆 一道无比可怕的声音 从圣城中传出 恐怖的能量气息 仿佛要镇压天地 太初圣皇感受着 这股气息 脸色巨变 这 这是圣 圣王的气息 东玉圣城中 竟然有圣王的气息涌现 一尊圣王体内 所蕴含的能量 无比可怕 随意一击便可斩杀 圣者巅峰的大能者 两者之间的差距 无法逾越 不可同日而语 有兵皇两人所化成的 凤皇此刻 也目光凝重地 注视着圣城 这股绝强的气息 他们只在两个人身上 感受过 一人是千年前 皇与圣帝的最强者 同样也是他们二人的师父 皇与圣王 而另一位 也就是当初带头 攻打皇与圣帝的首领 那位神秘的圣王强者 兵皇两人目光震动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他们竟然 又再次遇上了圣王级强者 如今 他们实力大减 根本无法与圣王抗衡 如果对方心存恶意 今日他们就危险了 第154章 故人 李道然 恐怖的气息 还在肆虐 那股圣王 才能拥有的气息 震慑整片天地 太初圣皇等人 目光极为凝重地 看着圣城中心 那股气息 令他们忌惮 让他们心惊 就在此时 一道极为雄浑的声音传出 犹如九天惊雷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你们这些后辈 为何在此缠斗 难道想要拆了圣城 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色一白 连连后退 哪怕是封九天 太初圣皇这等 圣人级强者 也不例外 他们内心 掀起惊天骇浪 刚刚那句话 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 前所未有的恐怖 好在对方 没有想要伤人之意 否则光是那股 恐怖的精神力量 便能够将他们的 原神震碎 仅仅这一手 便是他们 无法做到的 不知前辈 在此沉眠 还请恕罪 封九天向前一步 拱手说道 太初圣皇几人 也不敢拖大 纷纷拱手一败 圣王级强者 值得任何人尊敬 圣城中心处 有一位老者 正缓缓走出 老者每一步落下 都会使虚空一阵颤动 仿佛整片天地 都有些难以承受 他体内的恐怖能量 太初圣皇等人 看着老者 瞳孔猛的一缩 露出无比忌惮的神色 圣人一重天 嗯 不错 看来你就是前几天 打破智固的那位新圣王 老者的目光 落在封九天身上 微微点了点头 封九天神色一阵 不愧是圣王级强者 仅仅一眼 便能窥破他的修为 这时老者浑浊的眸光一转 再度开口说道 你们是为何 在此争闹 甚至不惜引发圣战 老者的气息 强大至极 每一句话 都仿佛万众大山压 在众人心间 无比可怕 太初圣皇神色一变 目光转动 随即向前踏出一步 拱手说道 前辈有所不知 晚辈途经此地 这三人 仗着人多 便想要对我出手 晚辈不得已 才出手抵抗 惊扰了前辈 还请恕罪 听到这里 封九天等人 神色大怒 没想到 堂堂圣皇 竟然恶人先告状 凤九天立马站了出来 但还不等他说什么 那老者的目光 却是一寒 冷哼一声 看你所修洗宝树 应是太初圣地的 当代圣皇吧 叶天云一世英明 没想到 就交出了这么一个货色 身为圣王 刚刚虽未复苏 但对于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却依然了如指掌 他刚刚那般 询问不过只是为了 给他们一个 解释的机会罢了 可没想到 这太初圣皇 却恶人先告状 倒打一耙 想要煽动他 对付凤九天 哄 老者的声音 如红中大驴一般 蕴含有 无尽恐怖的威能 太初圣皇脸色大变 想要运转体内 圣元抵挡 可他的力量 在老者面前 却显得渺小至极 瞬间就被击溃 有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口中溢出 所有人神色 一片惊骇 这老者竟然凭借一句话 便能将站在 东狱巅峰的 太初圣皇镇的吐血 如此实力 恐怖如斯 就连站在圣城之中的 燕北也极为震撼 圣王与圣人的差距 竟然如此巨大 太初圣皇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恐惧 圣王的力量 让他惊骇 如果眼前这位老者 想要杀他 他就算逃回 太初圣帝 也根本无用 更可怕的是 老者竟然说出了 他师尊的名字 太初圣帝 上一任圣皇 便是叫做叶天云 也是一位圣王级强者 前辈 太初圣皇拱手 还准备说什么 可是老者目光一转 狠狠地朝他看了一眼 便让太初圣皇 原本想要辩解说的话 重新地吞入肚子里 随即老者的目光 头像虚空中 还在挥舞双翼的凤凰 只见他的眼神中 出现一抹追忆 痛苦之色 随即仰天长叹一声 时隔多年 没想到又见到了故人弟子 这股气息 和他还真的有几分相似 不过实在可惜了 如果老夫当年 身在冬裕该多好 那样他也不会云落了 老者的名字名 叫做李道然 与兵皇的师父 也就是皇与圣王 乃是同一个时代的天骄 也是多年的好友 两人的修为 也旗鼓相当 也经常会一起论道 拔酒言欢 久而久之 李道然便对皇与圣王 产生了一定的情愫 可是由于两者的身份 李道然 并未对皇与圣王 表明自己的心意 只不过隐晦地提过几次 但是 皇与圣王一心修道 并不懂得男欢女爱 根本不清楚 李道然的心意 就这样 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距离 就这样 时间匆匆而过 直到某一天 李道然 正在其他大域游历之时 忽然收到了 来自冬裕的传讯 他得知消息的内容后 脸色巨变 全力朝冬裕所在的方向返回 可最后 一切还是太晚了 等他回到冬裕之时 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定局 李道然独自一人 站在皇与圣地的高空 放眼望去 只不过是一片尸山谷海 满目疮痍 当年皇与圣地一夜之间 便被人灭掉满门 这一切 实在是发生得太快了 他尸神地站在废墟之中 久久不语 这件事情 一直是李道然内心的一个遗憾 如果当年 他在冬裕 皇与圣地 一定不会惨遭灭门 皇与圣王 也不会陨落 这么多年 他内心一直很是愧疚 如今见到故人弟子 心中百般滋味 冰皇与火凤两人此刻 已经解体 分别站在虚空目光 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位老人 您 您是道然师叔 冰皇用着有些 不敢确定的语气 身体颤抖地问道 火凤也满脸紧张地 看着李道然 在他们幼年时期 那时的李道然 便已经成为了 名震冬裕的圣王强者 由于皇与圣王的原因 他们也曾多次见到过李道然 不过当时的他们 尚且年幼 记忆还不太深刻 要知道 李道然当初 游历其他大狱 可不是一年或者几月的时间 而是一去便是几十载 几十载的光阴 冰皇与火凤 也早已经成长了起来 这也是他们二人 对李道然印象 不是太过深刻的原因 第155章 皇与成立 游历人间 圣诚 此刻所有人都注视着天空 道然师叔 雁北目光闪烁 难难自语 难道眼前的这尊 圣王强者 乃是冰皇前辈的旧石 如果这尊圣王强者 真的是冰皇前辈的旧石 那么今天可就好完了 雁北意味深长地 朝太初圣皇看了一眼 此刻的太初圣皇 也是一脸紧张 如果这圣王当真 是冰皇等人的诗书 那么他 今日就麻烦了 圣王一怒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抗衡的 就算他躲回太初圣帝 都无济于事 圣王强者的恐怖 无法言喻 就算太初圣帝的大阵 也根本无法阻拦 如今 他只能祈祷 自己不是真的 踢到了铁板上 明真的是道然诗书 冰皇此刻 有些不确定地 看着李道然问道 也不怪他没有认出来 两人足足有千年时间 未曾见过 千年光阴 多少王朝更替 多少天骄崛起 与落幕 如今 再度相见 难免感觉有些不真实 李道然看着冰皇 两人的目光 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道然诗书这句称谓 他已经不知道 多少年没有听过了 他浑浊地双眼 此刻露出一抹追忆之色 一位身穿红色裙摆 风华绝代的女子 再度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黄与圣王虽然已经陨落 但却一直留存于他的心中 他微微点头 嘴角露出一抹和蔼的笑容 小兵 小伙 你们当年 还不过只是两个扯着我裤腿的小娃娃 如今也成长为一方强者了 看来诗书也真的是老了 小兵 小伙 听到这个称谓 在场所有人的嘴角 都是一抽 这也只是李道然 敢这么称呼冰皇 与火凤了 要换作是别人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冰皇两人听到这熟悉的称谓 两人相识一眼 顿时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道然师叔 竟然真的是您 您不是游历北园去了吗 北园 乃是东狱之外的一方大狱 其广袤程度 丝毫不亚于东狱 甚至更为广阔 李道然苦笑着摇了摇头 眼神中充满了遗憾 早在黄与圣地出世 之时他便已经赶了回来 只不过一切都晚了 摇了摇头 他不再去想这些陈年旧事 而是瞥了一眼太出圣皇 随即看着火凤问道 今日到底所为何事 竟让你们在此大打出手 火凤朝风九天看了一眼 是以他来说 毕竟他才是火凤谷的掌舵者 也是未来黄与圣地的建立者 风九天连忙上前 对着李道然深深一拜 晚辈风九天见过前辈 李道然微微点头 将其扶起 对于这一尊新圣 他还是有些印象的 前几日便是他成圣的气息 将他从深度沉睡中唤醒 风九天对着李道然 说明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哼 李道然猛地冷哼一声 让周围的空气温度骤减 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使人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东玉自古以来便有规定 圣者可自行建立一方圣地 你身为一方圣地之主 难道不知 李道然目光一冷 朝太初圣皇看去 东玉足足千年时光 没有诞生新圣了 如今好不容易诞生一尊 却又受到各方圣地排挤 李道然的目光可怕无比 太初圣皇感觉自己 仿佛被一头洪荒猛兽 盯上了一般 随时都可能丧命 太初圣皇神色难看 他堂堂一方圣皇 何时被人如此呵斥 可如今他却丝毫不敢放肆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尊 恐怖滔天的圣王级强者 李道然神色冰冷 身上有恐怖气息流转 让整片虚空隆隆作响 看在叶天云的面子上 今日老夫便不斩你 即刻滚回太初圣地 十年不准出现在外界 众人心中一灵 十年不准太初圣皇出现在外界 那就等于太初圣地十年内 也根本无法有什么大动作 这相当于极大的 给了风九天等人 一个缓冲时间 太初圣皇脸色一白 咬紧牙关 可是却不敢发作 是 面对圣王 他根本无法反抗 就算心中百般不干确 也只能忍受 站在圣城中的燕北 见到太初圣皇离去 也终于露出了 如是重负的神色 有了李道然的存在 皇与圣地的剑里 无疑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今 见证了这一切 他也不再打算停留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那便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如今半步超凡的实力 在他这个年纪来说 虽然已经走到了最前列 但如今他所面对的敌人 却已经不是同代天骄 而是一些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怪物 所以他必须快速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圣人之下接楼也 只有成为圣者 在东狱 才能够真正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一片广袤无垠的 大海边的一块礁石之上 此刻 正有一位白衣少年 盘膝而坐 他双眸紧闭 仿佛进入了 某种玄奥的境地 哗啦啦 海浪拍打在礁石上 潮起又潮落 但却也根本无法影响到那少年 没错 少年正是雁北 自从离开圣城 他便一路游历山河 脚踏一杆芦苇 在海面上不知漂流了多久 最终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名叫小渔村 住着的都是一些淳朴善良的渔民 他们只懂得一些粗糙的修炼之法 主要是靠打渔为生 燕北来到此地后 看着大海的波澜壮阔 一望无际 他的心境也随之改变 甚至有了一些领悟 很快他便顺理成章地 突破到了超凡境界 成为了一尊真正的超凡强者 不过有天眼内脸法的存在 这一切没有惊动任何人 随后 燕北便决定在小渔村待下来 更好地感悟红尘 超脱大道 可结果这一代便是一年 第156章 小渔村超凡六重 小渔村 礁石之上 燕北紧闭的双眸缓缓睁开 口中滴雨 番茄 千道 叮 恭喜宿主千道成功 奖励 百年修为 燕北对于此 早已经轻车熟路 吸收 哼 一股强大的气流 从燕北身上 散发而出 让原本平静的海面 猛地开始沸腾起来 它的气息不断攀升 足足过了片刻 才停歇下来 燕北缓缓站起身来 手掌虚空一按 海面上 狂涌的浪花 便再度平静了下来 超凡六重天 燕北低难自语 眼中忍不住 露出了一抹满意之色 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 和刚刚所吸收的百年修为 它的修为 一举突破到了 超凡六重天 距离半生境界又更近了一步 忽然 燕北的耳朵微动 它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 一瞬间 它身上原本绚烂的神光 和那股超然之气 顿时间消散于无形 此刻看去 它跟普通人并无任何区别 体内没有半分灵力波动 完完全全就是一位 手无腹肌之力的柔弱书生 这时 一道稚嫩的声音 从它身后不远处传来 小白哥 娃儿姐 叫你回去吃饭了 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来到了海滩 正满脸喜悦地朝着她挥手 女孩皮肤微黑 兴许是常年住在海边的原因 不过在她弯弯的眉毛下 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极为清澈 犹如世间的精灵 很是可爱 小白哥 这是小渔村的村民 给燕北的取的名字 最开始燕北来到小渔村时 因为性格孤傲 不愿与人交流 也从不提起自己的名字 以及来历 小渔村的人们 都以为燕北 是一位丧失了记忆的流浪者 毕竟像他这样的人 小渔村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遇到一位 已经见怪不怪了 村民们见着燕北皮肤白皙 甚至比村里 大多数女孩子的皮肤都要白 所以便才有了小白哥这一称谓 知道了 小渔 我这就回去 燕北转过头 看着小女孩的眼神 极为柔和 女孩的名字叫做小渔 她从小生活在小渔村中 不过她的父母亲在一次港海中 不幸遇到了 一头极为强大的海兽而隐命 不过好在 有碗将她收留了下来 给她吃穿 两人相依为命 燕北一路顺着海岸行走 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小村庄 村口处有着一些小孩 正在练习着捕鱼的技巧 这是每一个小渔村人 都必须会的本领 这时 一位十七八岁皮肤有黑的少年 走上前来 众人一看 是燕北归来 纷纷跑上前来 目光期盼地看着她 小白哥 你看海回来了呀 我二姐 可一直站在门前等你呢 少年脸上挂着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在这里无论是小孩 还是成人在烈日的治考下 皮肤都是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 所以 燕北行走在小渔村 也是别样的引人瞩目 阿五 今日修炼任务有没有完成 燕北眼睛一瞪朝少年看去 听到这话 少年顿时如打了霜的茄子般 不再说话 燕北曾见过小渔村的修炼术法 他觉得实在太过低级 所以便时不时 暗自传授这群小孩一些功法武技 有着系统傍身的燕北 随手扔出的东西 在普通人眼中都可能是至宝 这群小孩也不例外 燕北曾教授过他们的功法武技 小渔村的简直无法与其 相提并论 这也是这群孩子 见到燕北回来的第一时间 便全部涌了上来 都是想要燕北 再教授他们一些厉害的东西 今天没空 等下次吧 阿五都说了我儿姐 还在等我吃饭呢 燕北看着眼前这一群皮孩子 气盼的眼神 苦笑着摇了摇头 倒不是他吝啬 而是他教授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贪多嚼不烂 在这些孩子的修为没有进步之前 他是不打算教他们其他东西了 燕北拉着小渔的手 越过人群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座小木屋外 此刻 在木屋的门前 有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妙慢女子 她的皮肤也如其他村民一般 是有着极为健康的小麦色 微黑的肤色 加上优美的身段 让人看上去 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她便是婉儿姐 婉儿姐此刻正在眺望远方 像急了在家 等待丈夫回家的小女人 当燕北与小玉的身形出现在她的视线中时 婉儿姐的脸上 立马就露出了一抹明媚的笑容 你们回来了 快进屋吃饭 她的声音很是柔和 仿佛沐浴在春风里 让人感受到无穷的温暖 也正是她 才让燕北在这里 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感觉 家的味道 久等了 我们去吃饭吧 燕北拉着小玉的手 走进了木屋中 每当来到木屋 燕北的心境就显得异常平和 这一刻 她仿佛忘却了所有 忘记了心中的一切烦恼 这一刻 她只当自己是普通人 小渔村一位普普通通的渔民 小白 这些都是村长他们今天去港海 带回来的食物 我就随便做了几样 也不知道喝不喝你的胃口 婉儿姐伸手撩了一下 散落在额头的秀法 指着餐桌上的食物说道 燕北看着餐桌 也不由得使劲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这哪里才是随便做了几道 八爪鱼 带鱼 海胆 龙虾一应俱全 这简直是一桌极为丰盛的海鲜大餐 不得不说 婉儿姐的厨艺非常好 每一样食材她都做得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上眼 便不由得有想要尝上一口的冲动 小渔看到这些食物 兴奋地跳了起来 三人吃着海鲜大餐 场面很是温馨 燕北看着窗外的满天繁星嘴角 也不由得露出一抹淡笑 被人包养的感觉 而不 被人收养的感觉 真好 第157章 海中妖兽 村长出手 夜晚 大海上一片静寂 波浪轻轻 吻着岩石 像朦胧欲睡似的 在平静的深暗的海面上 月光辟开了一款 狭长的明亮的云厅 闪闪地颤动着 迎铃一般 燕北此时端坐于小木屋内 再度开始了修炼 她发现 每当夜晚降临 她的心境就愈发地平静 修为也提升得更快 此刻 在房间门外 婉儿姐此刻 正满眼星光地看着房间内的燕北 其实 自从燕北 来到小渔村的第一天 她便知道了 燕北乃是一位 实力高深的修炼者 纵然燕北气息 始终如普通人一般 让人根本察觉不到 丝毫的灵力波动 但燕北身上 无形中散发出来的气质 以及那种 从容自信的神采 都能让婉儿姐 感到燕北 与其他人的语重不同 倒不是她的眼光 有多么毒辣 而是那种自信的神采 以及举手台族 所散发的韵味 不是装出来的 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 任何术法 都无法将其掩盖 因为 她也曾是一位修炼者 想到以往 婉儿姐的嘴角 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 随即复杂地 看了一眼燕北后 便转身离去 其实 就在婉儿姐 转过头的那一瞬间 燕北的双眸 便缓缓睁开 闪烁着奇异神光 此刻 已经深夜 整个小渔村 都显得静谧无比 海浪和呼啸的海风 仿佛正在谱写 一手催眠的乐章 让人感到无比平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 轰隆隆 大地开始震战 震耳欲聋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使得整个小渔村 都一阵晃动 村民们纷纷 从自己的房屋跑出 点亮火把 一脸紧张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爆发了地震 不少村民 此刻困意全无 神色无比凝重地 看着大海的方向 可是此刻 由于是深夜 纵然全村 都点亮了火把 可还是只能依稀地看到 闪烁着斑驳流光的海面 要往更远处看 却什么也看不清 铁湖 你是修炼者 目力比我们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位村民 对着身旁 一位异常魁梧的男子说道 铁湖乃是小渔村 为数不多的修炼者 修为已经达到了 气海境巅峰 铁湖此刻也是 运足了目力 使劲地向大海深处看去 可放眼望去 他却察觉不到任何异常 但那隆隆作响的声音 还在众人的耳边乍响 大地的颤抖 依然未曾停止 看不清 也许真的是地震吧 铁湖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住在小渔村这么些年 大大小小的地震 他们也经历过 甚至曾经还有爆发了海啸 所以村民们也见怪不怪了 但是如同 今天这般大动静的地震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毕竟以往的地震 最多也只会持续十几秒 便会恢复平静 然而今天 却足足已经震动了数分钟了 这地震却还未停止 就在此时 已经准备收回目里的铁虎瞳孔 猛地一缩 突然惊叫了起来 那是什么东西 铁虎仿佛是见到了什么 可怕的东西 脸色瞬间变得一片苍白 连连后 退束不一屁股坐到在地面上 随着铁虎的这一声惊叫 村民们的心瞬间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狠狠攥住 铁虎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此时 几名与铁虎一般魁梧的大汉 跑了过来 满脸凝重地问道 铁虎在几名大汉的搀扶下 重新站了起来 他正准备说话时 忽然脸色狂变 铁虎满脸 惊恐地望着大汉的背后 手指不停地颤抖 几名大汉也察觉到了不对 因为一片巨大的阴影 将他们所有人都全部笼罩 那一轮 皎洁的月光此时 被一只巨大无比的生物 完全遮挡 原来刚刚所发生的地震 竟然只是这头 巨大的生物在移动 这 这是海兽 村民们满脸惊恐 纷纷朝远处逃命而去 海兽乃是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 恐怖生物 它们不仅体型巨大无比 更可怕的是 它们拥有着 不亚于人类的灵质 甚至它们也有自己的一套 修炼体系 一些强大的海兽 甚至能够化为人形 与常人无异 举手台族 都拥有恐怖威能 这时海面上 忽然爆发出一阵 强烈的蓝色光芒 这头巨兽近口吐人言 而等卑微的人类 该死 实在该死 巨兽的声音无比刺耳 犹如惊雷 在所有人的耳边炸响 一些村民 甚至瞬间 被其恐怖的气息 镇压在地 村民们开始逃离 脸上露出 无比惊恐的神色 面对这种深海中的怪物 它们根本无力抗衡 想逃 巨兽冷哼一声 随即一道水蓝色的屏障 凭空浮现 将整座小渔村 瞬间包裹 任何人也无法逃离 巨兽的瞳孔中 散发骇人的红色光芒 他扫射全场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很快他就察觉到了异常 瞳孔中 红光大放 气息变得无比暴力 你们该死 巨兽盯着地面上的村民 咆哮道 随即一只恐怖无边的 触手从海底叹起 狠狠地朝众人抽来 无数村民 看到这一幕 脸色狂变 他们都是普通人 要是承受了 这么触手一击 将会瞬间化为一片血污 哄 一片耀眼的赤芒炸开 虚空中 猛地出现一道身影 直接硬上触手 将其阻拦了下来 尊敬的海中霸主 我小渔村世代 居住于此 从未招惹过你 你为何要出手伤人 一道无比苍老的声音响起 此刻赤芒散去 只见一道 手持拐杖以楼的身影 屹立在虚空中 村长 村长来了 大伙有救了 村民们见到虚空中 那道苍老的身影 顿时神色激动了起来 站在小渔村一角的 一位白衣青年 见到虚空中的村长 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随即缓缓地散去体内 浩瀚澎湃的能量 第158章 海龙宫 法师 小渔村 此刻赤芒引去 手持法杖的村长 立于天地之间 而在他对面 乃是一尊 恐怖无比的庞然大物 巨兽见自己的触手攻击 被挡下顿时狂怒 哄 海面猛地开始翻涌起来 十来根触手猛地 从海底冲天起 携带着数百米高的海浪 场面一时间恐怖滔天 如此一幕 让整个小渔村的人面色巨变 别说那十来根触手了 就光是触手携带而起的 几百米海啸 也能瞬间将整座村庄 夷为平地 村长此刻 神色变得无比凝重 墨海王 我小渔村 从未得罪你 你竟敢公然违抗海龙宫 所颁布的法旨 对居住在海边的人类出手 你就不怕海龙宫 往后的清算吗 眼前这一尊怪物 便是附近海域 极为出名的海兽王 墨海王 而所谓的海龙宫 乃是东海的一座无比强盛的海底势力 由此为中心 八百万海域 进阶归属海龙宫管辖 海龙宫 虽说乃是海底势力 拥有无数兽王级 强者坐镇 同时也有一些 强大非凡的人类强者 甚至其中海龙宫的副宫主便 是一位厉害的人类修士 也正是这一原因 海龙宫的人类高层 曾亲自下令 不允许海龙宫管辖范围的海域 由海兽 肆意对居住在海边的人类出手 大小的瞳孔也是露出一抹畏惧之色 不过一瞬间 他的双眸便再次变得血红起来 哄 那十来根触手携带着海啸 以及恐怖力量 狠狠地朝小渔村抽来 村长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这墨海王 竟然根本不顾海龙宫的法指 要一意孤行 同时他也在思考 到底是何处得罪了这墨海王 竟然让这海中霸主如此狂暴 流水顿 村长手持法杖虚空一点 顿时就法杖光芒大盛 下方的海水顿时冲天而起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 由海水组成的顿牌 啪 几乎是一瞬间 在流水顿刚刚形成的瞬间 墨海王的触手便狠狠地 抽打在了上面 墨海王的触手在接触到 流水顿的那一刻 仿佛变得迟缓了起来 力度也减轻了不少 可就算这样 墨海王的触手依旧在前进 只差三米的距离 便能刺穿整个流水顿 村长看着墨海王的触手 一点点的前进 顿时间眉头直跳 如果真的让墨海王 攻破这流水顿 那么整个小渔村今日 都将覆灭 所有村民都在注视着这一幕 也不知道 是不是天意使然 墨海王的触手在 即将刺穿流水顿的位置 忽然停了下来 无力再前进 原本看上去一处 急碎的流水顿此刻 竟然真的阻挡住了 墨海王的攻势 燕北站在地面上 目光闪烁不停 不是修饰 却能阻挡住 原神境界的海兽 有意思 没想到这世界 还真有法师这一职业 没错 小渔村的村长 正是一名法师 这世上分为三种修炼方式 一 就是最为常见的五修 也是最为普遍的修炼方式 将天地间的灵力 汇聚于自身的气海 与经脉之间 战斗时 只需释放自身体内灵力 便能够爆发出 惊天动地的恐怖力量 二 则是魂修 修饰专修灵魂力量 攻击手段神鬼莫测 但如今的红武大陆 这种修饰 可谓是凤毛麟角 几乎不存在 三 体修 修饰主要是修炼肉身力量 练习体术不断地 将自己的体魄提升 其肉身力量 强横异常 并且威力霸道无边 而眼前的村长 却是超脱于这三者之外 属于一种 术法类的职业 法师 一般来说 在修炼界中 法师存在的几率 微乎其微 主要原因 便是法师所拥有的能力 全部寄托于 他手中的法杖 只要在战斗中 法杖遗失 那么就算你拥有通天法力 也根本无法施展 再者便是法师的 终究是戒助外力 在修饰眼中 属于旁门左道 虽寿员 比普通人长上不少 但在修饰眼中 却不值一提 一位大法师的寿员 不过才三百年 而一位神功境界的修饰 便足足可活上千年 两者相比较高下立判 所以 法师是一个极为冷门的职业 很少有人休息 甚至修行法门 都已经渐渐遗失 红武大陆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 法王级别的强者了 所以 村长的出现 让燕北感觉 很是惊奇 此刻 流水顿所在的方向 所有村民 都尝出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 如是重负的神色 太好了 村长挡住了莫海王 不少村民 神色无比 兴奋大吼道 见到村长 有匹敌莫海王的实力 悬着的心放下了不少 可村长听到他们的呼喊 顿时脸色大变 糟了 果不其然 莫海王看到自己的 触手被挡下 再加上 下方人类的呼喊声 顿时狂怒 蛇物 都给我去死 莫海王狂吼一声 将天上的云层的震碎 一道深蓝色的力量 从他的皮肤涌现 村长见到如此一幕 神色一惊 疯 一个巨大的疯子 出现在他身前 朝莫海王 镇压而去 可此事已经晚了 哄 莫海王触手之上的吸盘 竟然猛地爆发出 一股股恐怖力量 将整个流水盾 瞬间轰碎 那巨大的疯子 也瞬间被释放出来的 触手之间抽碎 莫了束缚 莫海王的触手 顿时将所有人团团包裹 甚至村长手中的法杖 也直接被他夺取 我看你妈 还怎么逃 莫海王狂怒的声音响起 随即他的目光 朝跌倒在地面上的几人看去 赫然正是铁虎等人 死 冰冷的声音涌现 一根无比巨大的触手 直接朝铁虎刺去 这一击携带了 他无尽怒火 根本没有给他一丝声 还的可能 村长目光闪动 眉头紧皱 他想不通 为何莫海王 要如此针对铁虎 如今 他的法杖被夺 等于跟常人无异 莫海王要杀他轻而易举 可他却不对自己动手 而是朝铁虎而去 难道 一种不好的预感 从他的心中浮现 第159章 龙女殿下 金色章鱼 饶命啊大人 我再也不敢了 铁虎自知自己 根本不可能是 莫海王的对手 跪在地上 不断磕头求饶 看到如此一幕 村长的脸色 顿时变得无比阴沉 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面对铁虎的求饶 莫海王根本不屑一鼓 触手没有半分停留 狠狠地朝他抽下 就在此时 嗡 忽然 整个小渔村 被一股无比蔚蓝色的光芒 所笼罩 这光束 竟然比莫海王身上的气息 还要强大 莫海 住手 一道清冷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语气无比冷漠 携带着一股 不容置疑的意味 让人感觉 无法反抗 莫海王的触手 瞬间停下 巨大的瞳孔 朝小渔村的一角看去 瞳孔猛地一缩 参见龙女殿下 莫海王 也顾不得手刃仇敌 摆出一副 极为恭敬的动作 对着那蓝色光芒 所在的地方朝拜 整个小渔村 都寂静了下来 所有人 不约而同地 朝那蓝色光束 所在的地方看去 神色很是意外 她 她竟然是 传说中的龙女 村民们无比吃惊 脸上露出一副 不可置信的神色 谁能想到 天天与她们生活 在一个村子的同伴 竟然是传说中的龙女 燕北此刻的嘴巴 也是微张 她看着身旁此刻 散发着高贵 圣洁气息的女子 也是感到无比意外 没错 这蓝色光束 正是从娃尔姐身上 散发出来的 此刻她沐浴 在蓝色光蕴之中 神色肃木 有一种神圣高贵 不可侵犯的气息 流露而出 纵然她此刻 依旧身穿着简单的素衣 但却让人不敢直视 因为 她是这八百万里海域 最为高贵的存在之一 龙女 此时的娃尔姐 也就是龙女 双眸冰寒 冷哼一声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 想必也清楚 我海龙宫的规矩 肆意对凡人出手的后果 你能承担起吗 此时龙女身上的气息 并不算强大 但她的每个字落下 都有一种 让人想要臣服的冲动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 她体内的血脉之力 压制无数海族 墨海王此刻的神色 此刻也变得异常沉重起来 在这八百万里海域 对于破坏规矩的海兽 海龙宫的手段 可是极其残忍的 一些情节严重的 甚至还会牵连族群 当然也有一些 为非作歹的海兽 屠杀完人类后 想要逃离这片海域 可海龙宫势力的辐射 太过恐怖 根本没有任何人 能够逃脱海龙宫的制裁 甚至哪怕你 逃离了这片海域 在其他海域内 你一样会被海龙宫的 强者盯上 随即斩杀 如此铁蝎手段 震慑了无数海族 海龙宫的威严不可触碰 这是这片海域 所有海族铭记于心的法则 当然 没有铁蝎手腕 海龙宫 也无法统领这百万里海域 龙女殿下 还请明鉴 我墨海 并非滥杀无辜 而是我与这些人 有不供戴天之仇 墨海王此时的身躯 渐渐缩小 随即化为了一位黑发男子 不过他的皮肤 漆黑一片跟常人 有很大的区别 燕北看到 墨海王此刻的样子 最近猛的一抽 这特么的 谁能想到 他在一世界 都能遇到黑人 没错 墨海王此刻的容貌 就如同燕北穿越去的故乡 蓝星之中的黑种人 不供戴天之仇 墨海你当真 以为我好气不成 这里的渔民 都是一些普通人 谁能与你不供戴天 龙女目光冰寒 身上的蓝色光芒更盛 让人心生忌惮 墨海此时 也从高空降落 面对龙女 她不敢放肆 哪怕传说中的龙女 已经废了 但 龙女的身份 还是摆在那里 墨海很清楚 如果眼前这素衣女子 想要自己的命 只需要放出一点 想要自己死的风生 那么便会有 无数海族前仆后继的 为她效命斩杀自己 龙女殿下 我墨海 也不是滥杀无辜之辈 他们做了什么 你一问便知 墨海拱手 对着瓦儿姐微微一拜 随即恶狠狠地 朝铁虎等人看去 当接触到 墨海王的目光时 铁虎 以及身旁的几人 顿时浑身一颤 脸色下得苍白 瓦儿姐此刻戴眉一皱 看到墨海王 如此坚定的模样 心中顿时 有些不好的预感 村长 你去问问他们几人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惹得墨海如此暴怒 瓦儿姐看了一眼 村长说道 刚刚墨海 看向铁虎几人的目光时 充满冰冷的沙印 瓦儿姐自然是注意到了 村长应了一声 脸色阴沉的朝铁虎等人走去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如今还不如是招来 村长神色 无比严厉地呵斥道 事情演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 定然与铁虎 这几人脱不了干系 就是不知道事情 到底有多严重 有龙女在 如果事情 不算太过严重的话 想来也能化解 村长唯一担心的 就是无法化解的仇恨 我 我们 铁虎此时 说话支支吾 目光闪躲有些畏惧地 看了一眼墨海 到底做了什么 说话 村长怒吓一声 看到铁虎如此模样 他那心气 不打一处来 昨 昨天出海捕鱼 我捕捉到了一只 金色的章鱼 铁虎浑身站立地说道 金色的章鱼 墨海王的本体 便是一只章鱼 而这金色的章鱼 极有可能是 墨海王的后代 并且通体 散发金色前途无量 难怪墨海王会 如此暴怒 听到这里 村长的心里 已经咯噔一声 脸色一白 那 章 章鱼呢 村长还抱有一丝 侥幸的心理 颤抖地对着 铁虎问道 在 在木屋里 铁虎使劲地 吞咽了一口口水 朝木屋的方向指了指 村长长出一口气 露出如是重负的神色 随即转头 墨海王 之前是我等不敬 我在这里 向您赔个不是 我这就去 将你的后代带来 还给您 第160章 一道投赛 铁虎之死 村长在众人的注视下 便准备前往铁虎的木屋 将那黄金章鱼带出来 可就在村长刚转身时 铁虎的眼睛中 顿时露出慌乱之色 村长 等等 村长停下了脚步 眉头皱起 不耐烦道 还有什么事 他此刻的心情很是不好 只想早点 将那黄金章鱼 归还给墨海王 铁虎此刻 脸色惨白 咕噜 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口水 十一道 还是别去了吧 嗯 村长被铁虎 这一句搞得有些猛 不明白 他为什么叫自己不去了 难道自己不去 将黄金章鱼带出来 这墨海王就能退走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按照墨海王 今天这架势 要是黄金章鱼损伤了半分 恐怕都得让小鱼村不好过 等等 损伤半分 村长忽然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也瞬间变得煞白 目光有些惊恐地看着铁虎 整个小鱼村 此时都寂静了下来 哼 老头你不是要将本座的后背 带出来吗 怎么现在不去了 墨海王此刻眼神 无比冰冷地看着村长 眼中的杀意 毫不掩饰 铁虎 你到底对黄金章鱼 做了什么 村长此刻身躯 有些颤抖地 来到铁虎身边 一把揪住他的衣襟 低吼道 这一刻 那种不好的预感 再次从他的心中萌生 我昨天不到后 便发现了那只章鱼的不同 本想先养着 最后 对不起村长 对不起寿王大人 饶了我吧 铁虎带着哭腔 身躯不断颤抖地说道 村长豁然转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铁虎 颤声问道 到底把那章鱼怎么了 铁虎此刻面露绝望 不敢说话 村长一个 剑步冲进了铁虎的木屋 里面的一幕 顿时让他大吃一惊 脸色惨白 连连后退 完了 此刻铁虎的木屋里面 有一口硕大的石锅 在石锅里面 摆放着各种各样样的美味海鲜 其中一道海鲜极为醒目 是一只足有半个人 那么大的金色章鱼 此刻他正安静地 躺在石锅之中 他的触手此刻 已经被全部斩掉 甚至半边身子 也被啃食了 原来昨夜 捕捉到黄金章鱼的铁虎 见其不凡本想饲养起来 可是 一路同行的伙伴却说 这头章鱼全身 仿佛由黄金铸成 多重修为 提到修为二字 铁虎的眼睛顿时直了起来 作为小鱼村的战士 他最为迫切的 便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如今捕捉到黄金章鱼 正是他一飞冲天的好时候 如果他突破雷劫境 到时候 定然有无数村民 对他投了崇拜的目光 想到这些 他便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黄金章鱼带回了家 随即干净利落地 将其的触手 全部斩掉紧 防章鱼逃跑 很快 连同昨天 赶海收获的海味 直接来了个大杂烩 可怜的黄金章鱼 便被铁虎当了头彩 村长此刻 看到黄金章鱼的模样 顿时脸色煞白 你这蠢货 老夫真想一掌拍死你 村长气得胡须 都竖了起来 可见他内心 到底有多么震怒 墨海王的后代 竟然被铁虎吃了 此刻 不仅是村长 看到了木屋中的情况 婉儿姐也看清楚了 此刻他的脸色 也不由得一变 他很清楚 今日想保下小鱼村 对方涂他子寺 甚至被座成盘中美餐 换作 是任何人都会如此 此事就算闹到了海龙宫 也没有任何人会觉得 墨海王的不对 这一切都是铁虎等人 咎由自取 婉儿姐的眼神中 闪烁着复杂之色 她在小鱼村生活的数年里 对这些村民的印象 都很不错 可如今她修为尽尸 此刻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全是依仗着自己 脖子上的那枚吊坠 如果真要动手 那么她定然无法敌过 眼前这头海兽之王 就在此时 老头 你不是要将本王的 后背带出来吗 墨海王此刻 目光冷冽地看着村长 随即大声呵斥 人呢 哄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墨海王身上爆发 冲天的杀意 覆盖整个小鱼村 以墨海的修为 自然早就知晓了 铁虎木屋内的情况 她之所以忍耐至此 全是因为她身旁的这位龙女 墨海看似粗狂 但实则心思缜密 当见到龙女的那一刻 她便知道如果自己不拿出理由来 是无法手刃仇敌了 所以便有了刚刚的一幕 她任由村长 前去查探木屋中的情况 她要让龙女看清楚 她墨海市 站在受害人的一方 为的 就是堵住龙女的口 让她无法干涉 自己此次的复仇 这时 冬的一声传来 村长此刻的身形 仿佛变得无比苍老 只见她冬的一声 跪在地上 朝墨海王一拜 嘴角颤声道 墨海王 此事是我这老头子 管教不严 触犯了您 祸不及家人 我愿以死泄罪 只求您放过小渔村 这些无辜的村民 不 村长 此事 因我而起 铁虎带出哭腔 朝村长的方向爬去 滚 此事没你说话的份 村长怒斥一声 直接将铁虎喝退 墨海王 你杀了我吧 大黄金章鱼 是我一时心生改念 此事是我错了 求你不要伤害村长 铁虎双眼含泪 此刻她也知道了 自己到底惹下了多大的麻烦 如果不处理好 整个小渔村 都将被夷为平地 好艺术感情绪 不过本王不止这一趟 放心 今日 你们全都得死 墨海王双眸 顿时变得血红一片 不过既然你找死 我便先成全你 哄 墨海王 直接探出大手 虚空中 瞬间凝成一只能量巨掌 直接狠狠地 朝铁虎拍下 瓦尔姐惊呼一声 便准备出手营救 可是正当她运转灵力时 却发现自己体内的丹田 已经破碎 碰 没有任何意外 铁虎一瞬间 便被墨海王拍成了一滩肉泥 村长浑身颤抖 没有说话 此刻 失去法杖的她 根本不是墨海王的一招之敌 燕北看着铁虎的方向摇了摇头 思来想去 她并没有出手相救 虽说以她的实力 救下铁虎不过是心念一动的事情 可是犹豫之后 她却选择袖手旁观 无她 只因一切都是铁虎 自己一手造成 她斩杀墨海王的子嗣 如今被杀 理所应当 燕北的原则便是 因果轮回 一切的一切都有定数 往日的鹰 种下今日的果 所以铁虎死了 第161章 黑鬼 你玩够了没 墨海 如今你的仇也报了 可以离开了吧 我儿竭此刻面露冰霜 目光不善地看着墨海 没有知会一声 便在她眼前杀人 这墨海实在是太过不尽了 如果是以前 她定然让其好受 可是 想到自己丹田破碎 婉儿姐的粉拳便捏紧 她知道 刚刚墨海出手 一是为了斩杀仇敌 二 便是为了试探她 墨海此刻看着龙女目露金光 没错 刚刚她出手 便是为了证实一则谣言 海龙玉都传龙女丹田被废 修为尽尸 不过由于龙女的失踪 这一则消息无从证实 如今看来 果不其然 想到这里 墨海的神色变得轻松了一些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龙女 纵然是她也只能退避三射 哪敢在她面前杀人 可如今 墨海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一股杀意散发而出 哄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墨海身上爆发而出 强大的杀意直冲龙女 婉儿姐脸色微变 后退一步 丧死 墨海你是不是想死了 婉儿姐怒斥一声 身上的光芒大圣 如同九天下的绝代仙子 墨海见到龙女 被自己的气息震退 内心顿时一喜 不好意思殿下 刚刚在下一时激动失了分寸 虽说墨海在道歉 但是婉儿姐却丝毫感觉不到她的诚意 不过 她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目光冰冷地看了一眼墨海 还不快滚 此刻她不过只是一头直老虎 实在不想与墨海多做纠缠 墨海听到龙女的话 脸色露出一抹笑意 龙女殿下竟然发话了 在下自然遵从 听到这里 婉儿姐松了一口气 不过 这小渔村之人斩杀子嗣 摆上燕桌 这已经完全触怒了我 就算杀掉这样一群卑贱的人类 沫海话锋一转 语气很是冰冷 婉儿姐的面色一寒 眼神危险地看着墨海说道 你的意思是 本龙女的话不起作用了 墨海冷笑一声 龙女殿下 我尊 你是公主的后代 我才强忍下内心的仇恨 站在此地说话 接下来的事情 我还请你不要插手 否则我墨海纵然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杀光这里所有人 墨海的语气很是笃定 是要与小渔村不死不休 你如果敢动手 我斩灭了你 婉儿姐此刻的气息骤然一变 变得无比凌厉 让虚空都在轰鸣 墨海站在原地哈哈大笑 殿下 您就别开玩笑了 老老实实地在原地站着 以免本王一个不小心 将鲜血溅在了 你漂亮的脸蛋上 墨海上下打量着婉儿姐 目光隐晦地露出一抹银邪之色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她的内心渐渐衍生 你 婉儿姐听到这话气得不轻 在这海龙宫所属的海域 谁人敢如此对她说话 她已经知道了 墨海定然已经看出了自己虚实 所以才敢如此除言不逊 否则就是借她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如此对自己说话 墨海笑了笑没有说话 甚至故意地朝前靠了靠 龙女殿下 乖乖站在原地哦 对了还有 你的身上好香 你找死 婉儿姐顿时大怒 直接一拳朝墨海的面门砸去 哄 婉儿姐出手的瞬间 整个空间的天地灵气瞬间暴动 场面震撼无比 墨海内心一惊 难道自己判断错了 龙女根本没有失去修为 可就在这时 那暴动的天地灵气 瞬间再度平静了下来 仅仅持续了一瞬 婉儿姐大口喘着粗气 脸色朝红 刚刚强行动用灵力 牵动了她体内的暗伤 墨海见状 顿时露出笑容 龙女殿下 您身子如此虚弱 要不要在下帮您检查检查 再没有当兽王前 我可是这片海域极为出名的神医 如此轻挑的话 惹得婉儿姐脸色铁青 墨海倒是没有说谎 她在没有成为兽王前 还真是帮海兽看病的医生 她的触手灵活无比 还带有吸盘 能够很轻松地 将病人体内的毒素吸出体外 你再如此 小心我回到海龙宫 找父亲来杀了你 婉儿姐捏紧拳头 目光充满杀意地看着墨海 站在不远处的燕北 听到这话 顿时扶着额头摇了摇头 也不知婉儿姐是凶大无脑 还是怎么的 这墨海明显对她不怀好意 她还说出如此话 刺激对方 这不是摆明了 要把自己往火坑推吗 果然 墨海听到此话后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目光迎斜地看着龙女 回海龙宫 龙女殿下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回去吗 她的目光毫不掩饰 意思也很是明显了 婉儿姐此刻脸色一白 你什么意思 她隐隐感觉到了一些不妙 什么意思 墨海猖狂地大笑 随即露出冰冷的笑容 你说 将你这高傲的龙女 调教成一个 只会在床上伺候人的女奴 到底会怎么样 墨海的话 没有任何遮掩 在这一方海域 她为王 至于这些村民 待会儿杀了便是 婉儿姐身躯一颤 眼神中第一次露出一荒万之色 别看她此刻气息强盛 如果真要战斗起来 她恐怕连墨海的一招都戒不下 好了 杀掉你们 本王还有龙女要宠幸 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墨海王露出冰冷的笑容 看着不远处 拥在一起瑟瑟发抖的村民们 只见墨海伸出手掌 虚空微微一案 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 瞬间凝聚 朝村民们震杀而来 不 眼看着剧掌下面的村民 即将被震杀时 婉儿姐嘶吼一声 眼神中透露出绝望之色 也就在这时 黑鬼 你玩够了没 一道淡淡的声音 响彻在天地之间 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宛若凭空出现一般 挡在了小渔村村民的身前 第162章 碾压 小渔村 在所有村民皆以为自己 即将要被墨海王的大手震杀时 一位白衣身影 凭空浮现 当这白衣身影 出现的一瞬间 那朝众人拍下的巨长 竟寸寸蹦碎 最后化为粉机 如此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是谁 墨海王目光一惧 神色凝重地看着前方 来人的速度实在太快 快到他根本没有感知到对方的动作 也就是说 如果眼前这白衣身影 想要对他出手 恐怕他根本无法躲避 相对于墨海王的震惊 小渔村的村民们 则更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小白哥 你 怎么会 村民们满脸吃惊地看着眼前这道身影 没错 为村民们挡下之致命一击的人 正是燕北 对于铁虎之死 他不出手 完全是因为铁虎旧游自取 而如今眼前这些村民 都是一些质朴善良之辈 自然不能因为铁虎所犯下的错误 而导致他们死亡 所以 燕北此刻没有犹豫 直接站了出来 小白 沃尔杰此刻也快不来到燕北的身边 他的双眸散发异彩 紧紧地盯着燕北 他很早便知道 燕北是一名修炼者 但也没有想到 燕北竟会出手救下这些村民 墨海乃是此方海域之王 自然修为也强大非凡 否则也不会成为海兽王 要知道 在这种时刻出手 就等同于与墨海宣战 而一般的修炼者 都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所以他即便是知道 燕北乃是修炼者 但也没有期盼对方 能够出手救下村民 你是何人 竟敢阻挡本王 难道想死不成 墨海王此刻背负双手 身上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 死 燕北淡淡一笑 随即摇了摇头道 这世界想要让我死的人实在太多 不过你却还不配 墨海王虽说乃是深海霸主 但却依然还入不了燕北的眼睛 他的敌人 都是站在东狱之巅的人 都是一些活了数千年的老怪物 燕北的话 无疑是触怒了墨海王 他堂堂一尊海兽之王 如今竟然被一位毛头小子嘲讽 尖牙利嘴的小子 本王倒要看看你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墨海王神色冷冽 直接一个豹部 随即化为一道残影 朝燕北杀去 小心 不要与墨海正面对敌 他乃是海兽之身力大无穷 常人根本无法抗衡 婉儿姐看着墨海王杀来 连忙对着燕北说道 一般来说 人类身体孱弱 是根本无法与体型庞大的海兽角力的 更何况 还是墨海这种海兽之王 海兽 力大无穷 燕北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只见他将一只手背在身后 随即缓缓张开右掌 墨海王见到燕北 竟然想与自己近身搏斗 顿时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 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 看来也仅限于此了 给我抱 一股幽蓝色的光芒贯穿天地 墨海竟是想要一拳将燕北打抱 哄 一道天崩地裂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地上的尘土四处飞扬 将两人的身影掩盖 小渔村的人们 此刻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燕北此刻 无疑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 众人都不希望他出事 婉儿姐此刻神色无比紧张 他也没想到 燕北竟然敢与墨海 以肉身搏击 就在此时 陈烟缓缓散去 露出了里面两人的身影 当众人见到其中景象之时 顿时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还以为你这念处有多大的力气 看来也不过如此 一道漠然的声音从场中传出 语气中带有浓浓的失望 燕北此刻一只手负在身后 右掌将墨海的拳头完全包裹 让其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墨海用力地抽动自己的拳头 可他惊骇地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用力 都无法挣脱对方的束缚 怎么可能 你竟然能挡下我的攻击 墨海瞪大双眼 他能够看出 眼前这人类修士 不过才二十来岁 可竟拥有如此恐怖的修为 但他也不打算束手就擒 给我松开 墨海爆喝一声 另一只拳头抡起 携带着恐怖力量朝燕北砸落 可他的拳头还未触碰到燕北时 一道闷声响起 碰 墨海的身躯应声而起 直接飞起 随机狠狠地砸在了地面 燕北后发制人 速度简直快到不可思议 此刻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就连身为龙女的婉儿姐 也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一直知道燕北是修炼者 可也从没想过 这家伙竟然这么强 对付墨海王 就算是他全胜时期也有些吃力 可没想到在燕北手中 墨海这位海兽之王 却如同三岁志童一般 任他玩弄 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嗨嗨 墨海此刻艰难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伸手擦去嘴角溢出的鲜血 有些惊恐地看了一眼燕北 从刚刚的两招交手下来 他清楚了一件事情 那便是 自己远非眼前这青年的对手 虽他不愿承认这件事情 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青年的力量太过恐怖 刚刚那一拳便差点要了他的命 哥 阁下如此强者 不该岌岌无名 你到底是谁 墨海王捂住胸口 强忍着心脏传来的剧痛 对着燕北问道 眼前这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墨海甚至到现在都没能看清楚 对方具体的修为 倒不是燕北刻意隐藏 而是墨海的修为实在与他相差较大 墨海虽说乃是海中霸主 但是也不过是兽王级别 等同于人类中神功境界的强者 燕北经过一年时间的观海 和系统的奖励 他已经突破到了超凡六重天 这等修为别说是一头兽王 就算是海龙宫的公主清灵 也不见得能够窥破他的修为 第163章 离别 情素 瓦尔杰此刻的美眸也散发着异彩 此刻他也很是好奇 小白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是燕北看了一眼大海的镜头 眼中浮现一抹追忆之色 随即目光一沉淡淡地说道 罢了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墨海王脸色铁青 他堂堂海兽之王何时 被人如此羞辱过 不过眼前这青年的确恐怖 他就算一肚子气也只能强忍着 此地乃是海龙宫的地盘 阁下对我出手 难道就不怕公主大人日后的清算吗 墨海王脸色无比阴沉 此时他也只能搬出海龙宫这面大旗了 他想要凭借海龙宫的威势 让眼前这人产生忌惮 从而退走 海龙宫 哈哈 燕北听到这里 都有点忍俊不惊了 刚刚你不是还要将海龙宫的龙女 调教成女奴吗 怎么 这么快 又需要依靠海龙宫的威慑了 一旁的婉儿杰此刻不知为何 脸色一片飞红 狠狠地瞪了一眼燕北 你 墨海此刻也无话可说了 他有些懊悔 刚刚自己暴露得太快了 好了 跟你这种臭臭说话 实在浪费我的口识了 燕北此刻是一脸兴趣缺缺 他不打算继续玩下去了 哄 整片空间的灵气瞬间躁动起来 一只恐怖无比的金色大手瞬间凝聚 你 你要干什么 墨海脸色一白 连连后退数步 可他无论怎么逃跑 都无法避开那只金色大手的锁定 死吧 燕北手掌猛地一握 哄 仿佛什么东西爆开了一般 墨海整个身躯瞬间化为一团血雾 不过没人看到 一团正在哀嚎的虚幻章鱼 瞬间被燕北收入了掌中 他没有第一时间斩杀墨海王 而是灭了对方躯壳 将他的灵魂留了下来 毕竟燕北对于大海之中的事情 也很是好奇 譬如海龙宫这等势力 他在大陆上时却从未听说过 他准备从墨海那里知晓一些令他好奇的东西 婉儿姐伸手捂住红唇 很是吃惊 虽说他修为尽失 不过他却能感受到燕北体内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实在太强大了 强大到令他有些窒息 这种感觉他只在父亲身上体会到过 此刻小渔村的村民们纷纷开始欢呼起来 口中说着赞美他的话 很多村民 甚至是村长都来请求他做小渔村的守护神 但对于这些 燕北笑了笑 随后便拒绝了 他有着自己的身份 还有着许多人等待着他的回归 他不能让那些苦苦等待着他的人失望 这时 一道倩影瞬间扑倒在燕北的怀中 哇 小白你 你好强啊 是婉儿姐 此刻他紧紧地抱着燕北的手臂 一脸兴奋地摇晃道 这是一个崇尚舞蹈的世界 一切以实力为尊 燕北的强大 无疑是让眼前这位高贵的龙女沦陷了 燕北感受手臂处传来惊人的柔软 还有这突如起来的一句 你好强 弄得有些浮想连篇 嘿嘿 是吗 我觉得还好 燕北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梁 随即想要努力地将自己的手臂 从婉儿姐的怀中抽出 可奈何 他不过微微一动 那波涛也随之汹涌了起来 让他瞬间愣在了原地 不敢动他 看着身前的婉儿姐 燕北嘴角泛起一抹苦笑 此时的婉儿姐 哪里还有刚刚龙女那种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黏人的小妖精 一日 哗啦啦 汹涌的海浪拍打着礁石 在旗帜上站着两道身影 小白 你真的要离开吗 婉儿姐满眼不舍地看着眼前的青年 神色有些落寞 燕北转过头 看着已经声泪俱下的人 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没错 我该走了 在那里还有很多人在动我回去 燕北轻叹一声 对于这平静的生活 他是无比向往的 可是有些时候 事情从不会朝着自己期盼的方向发展 很多事情 必须他自己去了解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婉儿姐更是哭得大声起来 如果被海龙宫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不知会做何感想 谁能想到东海 高不可攀的龙女殿下 竟也会拥有如此小女人的一幕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 婉儿姐飞身一扑 直接将燕北按在礁石之上 随即便狠狠地吻了下去 燕北躺在礁石之上 眼睛瞪得跟同龄一般 双手在空中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被抢吻了 良久 当激情退去之后 婉儿姐也仿佛知道 自己干下了什么坏事 连忙松开燕北 随后坐在礁石上 两人皆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微妙 婉儿姐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 眸光黯淡 丹田破碎之后 她便收起了 曾经那份盛气凌人 高傲无比的心 如今的她 不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龙女 不过只是一位普通人罢了 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 从最开始的陌生到熟悉 再到默契 燕北不知何时 仿佛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也知道 拥有如此强大修为的燕北 是不会留在小渔村 甘愿做一位平凡人 自己没有能力 跟随在其左右 所以她只有住院 住均安好 一路纵横 燕北将在原地 没有说话 不过她的内心 也是一阵苦涩 一年时间 虽转瞬即逝 但其中的光阴 却是两人一起度过 瓦尔姐的温柔 体贴也早已经深入她心 不过两人的关系 却一直隔着一层薄纱 没有撕破 从今天起 燕北知晓 自己又要欠下一份情战 第164章 九传金丹 海底事件 半想后 我不求什么 我只希望你记得 小渔村有个人一直在等你 瓦尔姐双眸有些失神 面无表情地说道 燕北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我 你走吧 瓦尔姐打断了她想要说的话 语气有些淡漠 和刚刚的她 判若两人 说吧 她便起身朝小渔村的方向走去 仿佛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都与她无关 她不想听燕北说什么 也不敢听 她害怕自己等下 再度忍不住落泪 求对方留下来 燕北伸出手掌 随即便又放下 瓦尔姐一直走 她能够感受到 背后传来的目光 但她不敢回头 在即将要望不到礁石的时候 最终她还是没有忍住 朝后方看了一眼 可这一眼 让她的心变得有些冰茫 礁石之上 那道挺拔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不见 瓦尔姐此时 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小白 你个王八蛋 我 我会一辈子都恨你的 她的声音很是凄凉 让人忍不住生起怜惜之意 就在此时 一道满是笑意的声音 回荡在空中 一辈子都恨我 嘖嘖 那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叫小白 我的名字叫燕北 这是一瓶九转金丹 可助你恢复破碎的丹田 希望下次再见时 你别再是这样哭哭啼啼的了 还有 你的稳计还不赖 瓦尔姐神色一愣 随即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到处寻找着燕北的身影 可寻找一番后 却根本没有发现对方的身影 只见到地上有一瓶 正散发着淡淡金色光芒的丹药 上面赫然正刻有九转金丹的字样 九转金丹 乃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品丹药 号称可其死人而肉白骨 只要你有一膝尚存 那么只要服下九转金丹 那么便可立马痊愈 甚至修为大净 瓦尔姐打开瓶塞 顿时就一股极为浓郁的药香 便散发而出 她破碎的丹田 竟有复原的迹象 这瓦尔姐震惊了 以她的阅历 竟然也无法看出此丹药的品级 但光是散发的药香 便让她破碎的丹田 有复苏的迹象 这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并且更为她发现 更为震惊的一件事情 这一瓶竟然都是九转金丹 她数了数 里面有足足九粒 如此大的手笔 纵然是她这位龙女 也不禁感到呼吸急促了起来 这要是在外界出现一枚 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这已经不是临时所能换来的东西了 每一粒都是无价之宝 燕北很好听的名字 此刻瓦尔姐抱着九转金丹 站在原地 双眼冒着星光 这坏呗还说自己稳计不赖 有这么说女孩子的吗 真是害羞死了 瓦尔姐满脸红韵 露出羞涩的神情 随后婉儿姐捏紧粉拳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嘴角露出一抹花痴的笑容 说我稳计不赖 看来下次要好好 让你体会一下了 东海 海底世界 在汪洋无尽的大海之中 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片世界 也就是世人常常提起的海底世界 此刻在海底之中 有一道白衣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 正在急速穿行 正式离开小渔村的燕北 她本想直接返回东狱 但由于许久 却还是选择继续历练一番 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半圣后 再做打算 很快 随着燕北的移动 她便来到了一处 灰红的水底宫殿 上面有着一块门匾 印着黑水垫三个字 这黑水垫 便是墨海所坐镇的势力 如今墨海被她斩杀 燕北自然要来此收点劳务费 毕竟她也没地方去 何不如就此来到这海底世界中看看 燕北微微感应了一番 这黑水垫的守卫异常森严 不过修为却是偏低 毕竟黑水垫乃是海龙宫旗下势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见她伸手在脸上一抹 一副黄金面具便出现在了她的脸上 随着她的身体一阵颤动 最终一位黑脸大汉凭空诞生 燕北手中墨海的元神 见到如此一幕 精神剧烈波动了起来 反应别这么大 我不过只是进去瞧瞧 无妨 燕北淡淡一笑 伸出一根手指 戳在了墨海的元神之上 顿时就一股庞大的记忆涌来 很快 燕北便直接从岩石后走了出来 大摇大摆地朝黑水垫而去 当黑水垫的守卫们 见到燕北的那一刻 顿时浑身一震 连忙欠身极为恭敬道 见过大人 没错 此刻燕北的容貌 正是墨海的样子 有千变鬼脸的帮助 燕北无论是容貌体型 甚至是气息 都与墨海完全一致 更可怕的是 墨海的记忆 已经被她全部读取 恐怕世界上任何人都 无法看出燕北的破绽 大人您终于回来了 少主找到了吗 这时 一只人守章鱼身的怪物 从黑水垫中游出 朝燕北的背后望了望 神色有些焦急 唉 小金被那群可恶的人类 不过 本王已经替他报仇了 燕北故作成一副悲伤的样子 摇头叹息 小金也就是死于铁湖口中的 那头黄金章鱼 原来他是黑水垫 为成长起来的少主 难怪墨海王要如此震怒 甚至不惜自己亲自出马 说吧 燕北便越过众人 静止地朝黑水垫中走去 还未走多远 燕北便听到了有人哀嚎的声音 放眼看去只见几头巨大的章鱼 正被锁链束缚 在他们身前站着一位美艳女子 女子容貌娇好 皮肤无比白皙 身材更是火辣 放在外界妥妥的绝世佳人 可如今 女子却满脸怒火 手持一根通体泛红的灵气长鞭 正在对着身前这几头章鱼 不停抽打 啪 啪 每一边落下 那几头章鱼都会发出无比痛苦的哀嚎 可女子仿佛没有尽兴一般 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再度无情抽打起来 见到这一幕 饶式燕北也不禁呆住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凶悍的女子 翻动墨海的记忆才默然发现 这美艳女子竟然是墨海的第十八房小妾 火灵 看着自己如今的容貌 燕北嘴角一抽 好家伙 这是将自己推上了火坑啊 如此凶悍的女人 燕北想想都觉得可怕 她已经开始怀念柔情似水的启梦了 她此刻只想快点拿到黑水殿中的宝物 随后抽身离开 正当燕北准备开溜 去取宝物时 一道娇柔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手持长边的火灵正寒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第165章 帮大王处理一下 大王 您终于回来了 火灵此刻正寒情默默地看着燕北 听见这道声音 燕北嘴角一抽 内心轻叹一声 不过此刻她也不打算暴露身份 嗯 回来了 燕北故作心不在焉 淡淡地说道 火灵看着眼前的夫君 戴眉微皱 她是漠海王最为疼爱的小妾 平日里对她千一百顺 今日却如此冷漠 不过 她也没有多想 而是猜到了什么 大王 今日到底怎么了 居然如此大的火气 用不用切身帮帮大王处理一下 火灵风情万种地走到燕北的身边 说着 竟是要蹲下身子 准备帮燕北卸卸火 燕北看到如此一幕 顿时大吃一惊 这妖精也太开放了吧 在这里 就开始了 不必 本王近日 有些头疼 下次吧 燕北连忙拉住蹲下身子 已经开始以为她宽衣解带的火灵 看着火灵的动作 燕北都为她的熟练 而感到心疼 看来 往常她和墨海 没少干这种事情 这才刚进入黑水店 就搞出了这样的乌龙 让燕北实在汗颜 大王 您不是往日常说 你头痛的时候 让切身服务一次 立马就好了吗 蹲在地上的火灵 有些惊讶地看着燕北 她没想到大王 竟然拒绝了 燕北瞪大双眼 嗯 自己有说过吗 可随着翻动墨海的记忆 燕北的嘴角 忍不住地抽动 好家伙 差点没把燕北给雷到 没想到墨海 这老淫魔 竟然还真的这样说过 往常每当墨海 想要火灵的侍奉之时 都会告诉火灵 只要他用心给自己服务 便能治好自己的头疼 心疼墨海的火灵 自然全身心地为其服务 所以便有了刚才的一幕 嗨嗨 今日不同 本王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燕北倾壳一声 强忍住内心的躁动 说吧 燕北便自顾地朝着黑水店 深处走去 站在原地的火灵 看着远去的大王 一脸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今日的大王有些怪怪的 至于是哪里怪 他又说不上来 思来想去 火灵脸色一白 难道大王他 不喜欢我了 往常墨海 从来不会拒绝火灵的所爱 而今日却反常地拒绝了他 不行 我得跟上去看看 到底是那个 狐狸精密住了大王 火灵捏紧粉泉 恶狠狠地说道 随即将地上的长鞭 拿在手中 便朝着燕北离开的方向 追去了 摆脱火灵的燕北 长出一口气 差点就为了墨海的一点癖好 失去了他这完美无瑕的宝体 实在是惊险至极 此刻 他随着脑海中的线路 一路穿行 很快他便来到了一座 金碧辉煌的殿宇之外 这里便是黑水殿的宝库 墨海所掌控海域内 所有的资源 尽在此处 参见大王 见到燕北到来 所有章鱼士兵 连忙攻身行礼 嗯 打开宝库 本王要进去取一些东西 燕北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道 可是章鱼士兵 见此有些犹豫 随即道 大王 口令 口令 燕北眉头微皱 他翻遍墨海的记忆 可根本没有查探到 进入宝库 还需要口令 难道 墨海对自己的这一段记忆 进行了封印 章鱼士兵们 见到燕北半天不回答 眼神顿时警惕了起来 如果确实是大王的气息 以及容貌 此刻他们已经出手了 大王 没有口令任何人都 无法进入宝库 章鱼士兵中 一位高大的将领走了出来 目光警惕地看着燕北 甚至手已经握在了一旁的战戟之上 燕北面露苦涩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墨海摆了一道 实在可恶 就在他准备出手 将眼前这些人制服之时 一道倩影 从身后急速靠近 大王 你今日头疼 就不要到处走了 火灵手持长鞭 来到了燕北的身旁 一把挽住了他的手臂 刚刚火灵 先是回到了寝宫 发现大王并没有宠幸其他人 也没有招惹狐狸精 顿时让他的心情好了许多 随即他便跟随燕北的脚步 来到了宝库前 见到大王被拦在此地 见到火灵的到来 燕北更是一阵头大 看来也只能将他们 以及火灵全部放倒了 本王想要进宝库中取几样东西 一时间忘记了口令 寄信真是一年 不如一年了 燕北口中说着 题内已经开始 暗中运转灵力 准备将他们全部放倒 他的手掌 从背后叹起 准备一掌打晕火灵后 再处理眼前 这些章鱼士兵 可就在这时 火灵却是豁然转身 一脸心疼地看着燕北 大王 我知道你这几日 为了小金的事情神伤 可也不能累坏了身体 他的这一转身的动作 让燕北的手僵在了半空 随即缓缓地放在他的脸颊 燕北一脸深情地看着火灵 本王知道了 多谢娘子关心 火灵听到这话 顿时露出甜甜的笑容 随即转过头 对着身前的章鱼士兵们说道 芝麻开门 打开宝库 大王 火灵依偎在燕北的胸膛 妩媚地说道 燕北笑着点了点头 没想到自己 也有出卖色相的一天 不过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能够安然无恙地进入宝库中 也正合他的心意 就这样 燕北在章鱼士兵们疑惑的目光中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宝库之中 第166章 从今后我便是墨海王 黑水宝库 燕北刚一进来 便着实被眼前 琳琅满目的宝物 给震惊到了 饶使他见多识广 也曾多次端过其他宗门势力宝库 可还是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里的好东西 实在太多了 光是临时所散发出的光芒 便将整个宝库照得如同白昼 其他的神兵力气 护身战甲 奇珍异宝等 只要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 大王 你怎么了 身体还是不舒服吗 火灵的声音 将愣在原地的燕北唤醒 燕北淡淡一笑 示意自己没事 他只是没有想到 区区一位神功境界的海兽 王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 难怪世人常说 大海中的资源无比丰富 今日燕北算是见到了 一位海兽王便如此富裕 那其他更为强大的海兽 岂不是 燕北眼睛一转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的脑海中产生 他激动地搓了搓手掌 便准备将眼前这些宝物 全部装进自己的储物袋中 可忽然想起 自己身旁还有一位黏人精 这可是麻烦了 火灵就在一旁 如果当着他的面 将这些宝物全部收起 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可今日这笔横财 他是要定了 郎子 你看那边是什么 燕北指了指前方 故作惊讶地说道 火灵顺着燕北所指的方向看去 一脸疑惑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碰 一记刀手已经踢在了 他的后颈处 你 火灵两眼一翻身体 便软了下去 别怪我 只是你的确太麻烦了 燕北淡淡地说道 随即他的身形一阵变换 恢复成了真身 问 一枚璀璨的精神印记 出现在场中 燕北手指点 在火灵的额头上 便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是一种能够控人心神的印记 有了这枚精神印记存在 火灵的生死 以及任何行动 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并且无法做出任何 伤害燕北的事情 否则神魂俱灭 没了约束 燕北便开始对着 宝库下手了 上等天允时 极品极寒铁 天街宝剑 一边看着手中宝物的名称 以及等级 燕北一边 将其装入自己的储物袋中 很快随着燕北身形的 不断移动 黑水宝库中的东西 正在急速缩减 这些东西 虽然他不一定用得上 但是可以留给 清云宗的弟子们 就在燕北继续搜刮 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 布满灰尘 年代久远的盒子 上面 没有任何蚊子 难不成里面 有着什么好东西 燕北满怀 激动地将盒子打开 眉头一皱 盒子里面有一把钥匙 充满了岁月的气息 翻动墨海王的记忆 他很快便知道 这钥匙的来历 这把钥匙 是五千多年前 墨海王的祖父 在深海中游历 是偶然所得 这东西来历不凡 好像是打开 某种秘藏的关键 不过具体是什么 倒是没有半点记忆 这东西 到底是干什么的 燕北将墨海王的神魂 释放了出来 感受着燕北的恐怖气息 墨海王浑身颤抖 当然 我不知道 当时祖父将这把钥匙 留在黑水殿后不久 便消失了 至今掩了无音血 墨海王此刻神魂 在燕北手中 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在燕北的认真注视下 发现墨海王 并没有撒谎 他也便没有多说什么 将墨海王的神魂 重新收回 燕北手拿着冰冷的钥匙 轻轻一叹 罢了 他也是洒脱之人 既然查不到 这钥匙的具体作用 便不再多想 直接收入了储物戒指 随即 他便继续开始扫荡黑水宝库 几个瞬息后 整个黑水宝库中的东西 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而倒在一旁的火灵此刻 也终于悠悠转醒 他睁开眼的一瞬间 思维还有些混沌 没有缓过神来 他的记忆 还停留在燕北 打晕他的前一秒 醒了 一道漠然的声音传来 让火灵浑身一震 他立马转头看去 目光恐惧地 看着眼前的白衣男子 你 你是谁 大王呢 火灵有些惊骇地 望向四周 并无墨海王的身影 顿时内心沉入了谷底 大王 我不就是吗 燕北淡笑一声 微微转身 便重新变化成了 墨海王的样子 你不是 你到底是谁 火灵自然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眼前这人并非墨海王 燕北再度恢复原身 淡淡道 我是谁 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你只需要听命于我 否则 啪 一个响指 啊 火灵顿时倒在地上 开始痛苦惨叫起来 他的神魂开始剧痛 让他整个身躯 都开始蜷缩站立 好在这种情况 仅仅持续了一瞬 我能让你生 也能一念让你死 从今后我便是墨海王 懂了吗 燕北淡淡道 火灵此刻浑身 已经被冷汗尽湿 目光恐惧地看着燕北 他能够隐约感觉到 眼前这位男子的恐怖 笔神恭敬的墨海王 简直强出了 不知多少个档次 奴 奴家知道了 从今以后 您就是黑水店的大王 火灵咬着红唇 跪倒在地上恭敬地说道 燕北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海中资源丰富 灵气比陆地上 要浓郁许多 他准备尝试在大海中 寻找机缘 一举突破 致半圣境 而在大海中游荡 便需要一个身份 如今墨海王 则是他此刻 在海底最为合适的身份 平日里 与墨海王最为亲近的 便是眼前的火灵 如今控制了他 便无人可以发现 自己的身份 这也是 他没有斩杀火灵的原因 第167章 突破 超凡九重天 海底事件 黑水殿 拥有墨海王记忆的燕北 顺理成章地代替了他 而唯一知情者火灵 也根本不敢暴露这个秘密 就这样三月时间匆匆而过 这一日 燕北照常在黑水殿中修炼 番茄 签道 燕北露出一抹淡笑 对着石海中的系统 轻声说道 叮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奖励 半胜本源一枚 听到奖励 燕北脸色微微动容 他连忙看向系统空间 一枚散发着强大气息的光团 正一动不动地 漂浮在其中 居然是半胜本源 燕北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经过三个月的苦修 他已经将修为 从原本的超凡六重天 一举冲到了超凡八重天 还差一重便能达到九重 从而冲击半胜境界 这枚半胜本源的到来 就像是及时雨一般 如果炼化这半胜本源 燕北有信心 一月之内便能突破至超凡九重天 甚至一举冲击半胜境 他小心翼翼地将半胜本源 从系统空间取出 顿时间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中散发而出 哼 大殿内的一切事物 在一瞬间顿时化为粉剂 燕北脸色一变 大手探落而下 一道璀璨的金光大手 瞬间凝聚 直接将半胜本源 攥在手中 同时天眼内联法 也在运转 将那恐怖波动 强行压制 超凡入圣 不愧是半胜本源 没有人操控 竟也能爆发出 如此恐怖波动 燕北难难自语 不过他眼中 更加兴奋了起来 这半胜本源 越强大 对他来说好处 便更多 问 燕北双手 拖住半胜本源 开始炼化了起来 一月后 哼 一道恐怖的气息 席卷整个黑水海域 让所有海兽为之一惊 超凡九重天 燕北感受着体内 那狂勇奔腾的力量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如今的他 终于如愿以偿地 跨入了超凡九重天 而这半胜本源 不过才消耗了一小半 继续 燕北舒展了一下筋骨 便准备继续炼化 只有成为了半胜 才算在 此方世界 跨入真正的强者行列 可就在这时 禀报大王 一道声音 从殿外传来 是看守殿门的守卫 燕北皱了皱眉 淡淡道 何事 报告大王 海龙宫 有使者前来 守卫大声地禀报道 海龙宫 使者 燕北有些奇怪 海龙宫的使者 为何会来黑水店 难道是我儿姐派来的 她可没忘我儿姐 是海龙宫的龙女殿下 难道自己帮助她 恢复丹田后 她猜到了自己的身份 毕竟当时 莫海王 是当着她的面被斩杀的 以她的头脑 猜到自己假扮了莫海王 也应该不难 店门打开 燕北从中走了出来 看着守卫道 海龙宫使者 可有说明来意 属下不知 守卫跪在地上 低头说道 燕北微微皱眉 轻叹一声 罢了 先去看看吧 不管这海龙宫 使者来此何意 他都需要去看看 与此同时 在黑水店外 有一位老者 和一名头脚争容的青年 静静站立 老师 听闻这黑水店的大章鱼 也不过才神功境界 我们来找他干嘛 青年一脸不解地说道 老者淡淡一笑 殿下 墨海王虽是神功境界 但却统领着万里海域 手下兵足 有百万之众 百万兵足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不过挥挥手的事情 青年吃笑一声 继续道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此次海底一记开启 实在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老者却继续摇头 世人皆知海底一记 即将开启 但却不知如何开启 难道老师 你知道 青年一脸疑惑道 本尊偶然 在龙宫的一本 典籍上翻阅道过 算是猜到了开启之法 老者亲腹 胡须满脸笑容道 哦 这开启之法 到底该怎么做 青年顿时来了兴趣 老者也并不打算 对青年隐瞒 血迹百万生灵 什么 青年顿时 脸色大变 目光惊骇地看着老者 血迹 百万生灵 他已经猜到了老师 为何会不远万里 亲自来到这黑水海域 为的便是让墨海王出兵 前往海底一记 从而进行血迹 开启海底一记 老者依旧在微笑 轻轻点头 区区百万之众 在我们海底世界来说 不过一地尘埃 殿下 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青年沉默不语 这时 一道水流声响起 海龙宫使者大驾光临 属下未曾远迎 还请恕罪 快里面请 燕北满脸堆笑地 从黑水垫飞出 瞬间便降临在了 两人身前 不必了 阁下便是墨海王 老者罢了罢手 微笑地看着燕北到 燕北微微一愣 为何这么稳 难不成这老家伙 看出了什么 但不应该啊 他能够感应到 这老者的修为 不过刚刚跨入超凡境界 根本不可能 看破他的伪装 当然 难不成 海龙宫清风的墨海王 还能是别人假冒不成 燕北拱手打趣地说道 老者满脸笑意地 看着燕北 内心一阵狐疑 自己身为海龙宫使者 一般人见到自己 定然是诚惶诚恐 而这墨海王 虽一脸谄媚 但他能够看出 此人眼中 并未有多少敬畏之心 不过他也并没有多在意 毕竟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想来是墨海王 在这黑水海域待久了 养出了一副 自视甚高的心态 第168章 龙葵的气息 此次专程前来 本作是有一事 通知你 老者淡淡道 燕北故作惊讶 哦 不知使者前辈 有何吩咐 老者收起笑脸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墨海王听令 属下在 燕北神色一正 海底遗迹即将开启 本作命你三日内 集结黑水海域 全部兵力 前往坠龙渊待命 老者神色威严地说道 海底遗迹 坠龙渊 燕北开始翻动 墨海王的记忆 一瞬间 便找到了相关信息 坠龙渊 是距离此地 大约十万里的一处地方 那里有着 一道长达万里 如同天穷一般的巨大鸿沟 被世人称为坠龙渊 据传闻 那曾是一头上古真龙的栖息地 欲 有无上机缘 而海底遗迹 便处在坠龙渊的中心 其中 不满重重静止 万年时间 才开启一次 有人曾在海底遗迹中 获得逆天宝物 凭借宝物一路而上 最终成为 名震一方的海中霸主 这次不少海族强者 纷纷动身 前往海底遗迹 可有机缘的地方 必定伴随着风险 坠龙渊 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方 宛如生命禁区 除非禁止消失 不管你拥有 何等修为强闯坠龙渊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曾有一名来自大陆的 大圣级别强者 想要凭借自身一身 惊天实力强闯坠龙渊 获得海底遗迹中的宝物 可是当他刚刚踏入坠龙 渊不过千米的距离时 便仿佛遇到某种 诡异不祥之事 那大圣 发出一声惨叫 身躯不受控住地 坠入渊底 从此不见踪影 怎么 墨海王对本座之令有意义 老者见燕北不答话 眸光顿时已冷 区区一位 神功境界的海兽王 如果不是为了 那血迹的百万生灵 他甚至懒得看对方一眼 如果墨海王敢不听令 他不介意将其抹除 感受着老者身上的寒意 燕北顿时回过神来 不敢 刚刚出神了 属下遵命 来人 传我命令 即刻召集黑水海域 全部兵马 三日后 启程坠龙渊 燕北扔出一枚令牌 对着伸手的章鱼将领说道 老者见此情形 顿时也露出了笑容 放心吧 到时候海龙宫不会少 你们好处 那就多谢大人了 燕北一脸谄媚的拱手说道 快去准备晚宴 给使者接风洗尘 不必了 本座还有要是在身 便先走一步 三日后 等待坠龙渊黑水大军降临 老者笑了笑 大手一挥便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那站在老者身后 一直未曾说话的青年 目光却紧紧地盯着燕北 老师 等等 青年迈不而出 老者有些疑惑地看着青年 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青年静止来到了燕北身前 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燕北看着眼前的青年内心 也有些疑惑 这位公子可是有什么事情 青年依旧紧紧地盯着燕北 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对方 足足半想才开口道 你身上竟散发着龙气 你见过他 龙气 龙 燕北眉头微微一皱 不必隐瞒了 我已经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并且很浓郁 看样子你们经常接触 青年围绕着燕北冷笑着说道 眼中净是兴奋 我不明白公子在说些什么 燕北继续摇头说道 老者此刻看着青年的样子 顿时神色也认真了起来 殿下可说的是 殿下 燕北不禁看了一眼青年 能够被海龙宫使者都称为殿下的人 只能是海龙宫的少尊 青年点了点头 没错 此人身上有着龙葵的气息 龙葵的气息 什么 老者闻言浑身一震 瞬间降落 而下来到燕北身前 大手一挥 将他周围的空间全部封锁 青年眼中不满兴奋之色 一步步朝燕北逼近 躲藏了这么多年 终于让我找到了 快告诉我他的下落 念在你海 有用的份上 我留你一命 龙葵正是我二姐的真名 虽不知道这青年找他做什么 但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事 看样子海龙宫也并非是一条心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让我发兵的话 倒还可以谈谈 其他的爱莫能助 燕北淡淡地说道 嘴硬是吧 今天不说出龙葵的下落 我让你整个黑水海域 全部死无葬身之地 青年身体缓缓腾空 随即化为了一头 长达数百丈的巨大囚龙 在海中遨游 恐怖的气息震慑天地 本以为是一头真龙 没想到 不过一只长冲靶了 燕北看着眼前 这头巨大的囚龙 顿感失望 看来 今天吃真龙肉的想法 破灭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脸色都是猛的一变 世人皆知海中最强便是真龙 但成为真龙 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蛇修炼十年化为蟒 蟒修炼五十年化为燃 燃修炼百年化为骄 骄修炼千年化为球 求经历万年时间 才有机会化身成真龙 婉儿姐出身高贵 她的血液中流淌着真龙血脉 所以一出生便是龙 而青年血脉要低一等 她至于为何那么执着于 找到婉儿姐 便是想要饮真龙之血 从而炼化真龙之躯 让自己从球化身真龙 第169章 这里的人都要死 成为真龙 一直是青年努力的目标 因为哪怕身为囚龙 在真正的龙族面前 却依旧抬不起头 每次见到真龙 她的内心都有一种自卑之感 那种血脉压制的感觉 让她感到非常难受 而在海底中 真正的龙族极为吸手 并且每一头真龙都极为强大 她对上任何一头真龙 都毫无胜算 而龙魁 则是海底龙族里面 唯一一头受伤 修为禁费的真龙 青年自然将目标盯上了她 毕竟真龙数量极为吸手 其他的真龙 就算被她斩杀获得真龙之血 恐怕第二天 便要被龙族震杀 而龙魁 则不一样 她无法继续修炼 在龙族中已经成为弃子 不被重视 青年就算将她斩杀 哪怕是龙族之小 最多也只是责罚一番 此时听到燕北 骂自己为长宠 这无疑是触动了她心中的逆龄 顿时狂怒 你找死 今天就算你说出龙魁的下落 也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她虽是囚龙 但却还属于真正的龙族 所以每当有人提起这件事 都让她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她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所以 这陌海王今天必须死 好 青年化身的囚龙猛地 朝燕北冲来 周围的海水瞬间沸腾 整个黑水殿 在这种恐怖的威压下 瞬间坍塌 黑水殿中一道道身影 冲天起 纷纷惊恐地看着 朝燕北而去的囚龙 大王 在他们看来 在这种恐怖的威势下 陌海王根本无半分活命的可能 老者此刻嘴巴张了张 想要阻止少尊 毕竟斩杀陌海王后 对于海底遗迹的血迹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少尊虽是他的徒儿 但却性格刚烈 快以恩仇 如今事情已经发生到了这种地步 这陌海王必死 到时候也只有以海龙宫的名义 号令黑水殿出兵了 不过这样海龙宫将会给众多海族 落得一个残暴血腥的印象了 毕竟陌海王出兵 与海龙宫号令出兵 意识完全不同的 但是已至此 也无法逆转 至于龙葵的下落 他倒是不怎么担心 少尊将陌海王斩杀后 他便会将其神魂拘禁过来 使用搜魂大法一切 便都明了 想到这些 老者的脸上便露出淡淡的微笑 看着囚龙朝陌海王杀去 说你是长冲 难道错了吗 燕北看着朝冲来的囚龙露出一抹冷笑 今天没有龙肉吃 拿你这次等货 打打牙计也未免不可 他知道今天的事情 已经不能善了 便也没有打算再继续隐藏实力 哼 猛然间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 从燕北的身上爆发 让周围的空间都隆隆作响 只见燕北大手 朝着虚空紧紧一握 虚空震动 一道璀璨的金光大手 瞬间在虚空凝聚 这长达数百丈的囚龙 在这只大手面前 竟如幼虫一般 狠狠地被攥在掌心 哦 被燕北抓住 囚龙在他的手中 疯狂挣扎 但燕北 岂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哼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囚龙被金光大手 直接镇压在海底 无法动弹 竟敢设计对我出手 我要你黑水海鱼的人 统统死光 囚龙在海底中疯狂挣扎 他此刻还没意识到燕北的恐怖 以为对方动用了秘法 让他陷入了圈套 他想要起身 但将他镇压的大手的重量 却如同十万大山一般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 不管他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墨海王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镇压了少尊 这一幕 让无数人为之骇然 纷纷惊恐地看向燕北 站在黑水殿的废墟中的火灵 见到如此一幕 也是翘脸下的煞白 他发现自己 恐怕依旧远远低估了 这假冒墨海王的人 少尊拥有四级劲的修为 而他依旧这般轻松镇压 他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可怕 还不等众人多想 燕北一步迈出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他直接出现在囚龙的头颅之上 此刻他只需要微微用力 这囚龙的脑袋 便会瞬间爆裂 树子尔赶 站在远处观战的老者此刻 神色大惊 刚刚的一切发生的 实在太快了 快到身为超凡强者的他 都没反应过来 少尊便被镇压了 燕北看着飞来的老者 甚至连眼皮多懒地抬一下 大手一挥 哄 老者顿时如同断了风筝的线一般 直接倒飞了 出去撞在海底 一座礁石之上 这一幕 更是让黑水殿的 无数人为之震惊 他们并不知道 海龙宫这位使者 到底有多强 但凭借少尊教他老师的份上 实力便绝不可能低 但就算这样 依旧被陌海王一掌拍飞 黑水殿的众人 他们目光震惊地 看着站在囚龙头顶的陌海王 使劲地咽了一口口水 这还是他们的大王吗 怎么强得有点离谱 嗨嗨 怎么可能 老者口中吐出一滩血液 目光震撼地 看着站在少尊头上的陌海王 一脸不可置信 他来时曾在海龙宫的记录中 专门看过 这陌海王 不过就是一位神宫镜的海兽王 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颠覆了他的认知 神宫镜 一巴掌将少尊镇压 一挥手便将他打成重伤的人 你说他是神宫镜 这他妈谁记录的 老子回去一定宰了点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今天你们谁也走不出这脸 燕北一脸漠然地说道 同时身上的气息完全释放 哄 如同天威一般的恐怖气息 将此地完全封锁 任何人都寸步难行 既然已经选择暴露 他便没有想过要放他们离开 今天这里的人都要死 第170章 斩杀囚龙少尊 感受着燕北所爆发的恐怖波动 老者也是脸色骇然 这气息竟不亚于公主大人 这陌海王此刻所爆发出来的强大气息波动 他只在海龙宫的公主身上感受过 但这怎么可能啊 要知道海龙宫的公主 可是一位半圣级别的强者 难道眼前这陌海王 是一尊半圣 想到这里 老者的心里顿时凉了一大节 此时 在燕北脚下的囚龙少尊也清醒了过来 巨大的瞳孔中满是惊骇 这股气息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的身躯不断有鲜血渗出 如果燕北再度给他施压 都不用对方动手 光是气息便能够将他震杀于此 我是海龙宫的少尊 你杀了我 将会面对整个海龙宫的追杀 囚龙此刻面露痛苦之色 疯狂咆哮道 他企图搬出海龙宫 让燕北产生忌惮 远处的老者听到这话 顿时脸色俱变 内心沉入谷底 这陌海王的气息不亚于公主大人 这种强者岂会畏惧海龙宫 不威胁的话倒还有一线生机 可如今少尊这一句话 恐怕将最后一点活命的机会都掐灭了 果不其然 海龙宫 燕北微微收敛了一下气息 低头朝脚下的囚龙看去 但囚龙少尊明显没有搞清楚状况 他以为燕北是忌惮了海龙宫 放了我 今天的事情我全当没有发生过 否则我囚龙一族的老祖绝不会放过你 燕北听着囚龙少尊的威胁 笑了笑 看来你根本没有搞清楚现状 我囚龙一族的老祖可是超凡酒啊 囚龙少尊的话都还未说完 碰 燕北抬起右脚猛地跺了下去 实在过躁 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燕北冷哼一声 目光冷烈地看着脚下的囚龙少尊 囚龙少尊庞大的身躯在海底不断挣扎 头上传来的举动让他激进晕厥 燕北看着不断挣扎的囚龙 也懒得跟他在废话 杀完这些人他还要去练花半生本缘 随即他张开大手便准备一掌拍死囚龙 站在远处的老者见到如此一幕 脸色巨变 助手 燕北岂会搭理他 不 囚龙少尊感受到背后传来的恐怖能量 开始剧烈挣扎 就在燕北的大手即将拍在他的头颅上时 哄 虚空阵战 一道鸿芒在囚龙少尊身上绽放 从他的眉心中走出了一道恐怖的身影 是老祖留在少尊体内的铃身 少尊有救了 老者看着如此一幕 顿时脸色狂喜 囚龙老祖 超凡九重巅峰的存在 有他出手今日 必能化险为夷 何人敢敢伤我囚龙 身影吐出一道威严的声音 可他话 还未曾说完 啪 燕北不耐烦地 直接探出大手 一巴掌 便将气抽了个粉碎 那留在囚龙少尊体内的铃身 直接爆开 什么 老者看到燕北一巴掌 便将囚龙老祖的铃身打爆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囚龙老祖的铃身 可是拥有他本尊七成十里的 但就这么一巴掌 给呼没了 这特磨得到底招惹了什么怪物 囚龙少尊脸上的喜悦表情 还未展露 便再度露出惊骇之色 哄 燕北一掌落下 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余地 在一声惨叫后 囚龙少尊剧烈反抗的躯体 也逐渐停止 海龙宫当代囚龙少尊 就这么惨死在黑水殿前 周围围观的海兽们 纷纷吓得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 囚龙族的当代天骄 海龙宫的少尊 竟然死了 老者看着这一幕目自尽裂 一口老血 从口中喷出 你 你 敢杀少尊 老夫跟你拼了 他知道自己 今天也不可能活命了 索性便拼了 一头长达数千丈的囚龙 在众人眼中浮现 恐怖的气息撕裂天地 让整片海域中的生灵 瑟瑟发抖 刚刚囚龙少尊的体型 跟眼前这头比起来 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又是一条长创 不过你的肉太老了 我可没兴趣 燕北看着老者所施展出的本体 一阵摇头 老者所化成的囚龙目光 满是决绝与愤怒 就算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哄 一股可怕的气息 在老者体内涌动 他竟是准备自爆 他知晓自己 根本不可是 眼前这漠海王的对手 便准备自爆躯体 让燕北陪葬 一味超繁镜的 存在体内的能量存储 是相当吓人的 更别说 眼前的这头囚龙 更是惊人 他这一自爆 恐怕方圆万里 都将没有任何生灵 能够幸免于难 燕北看着冲来 准备跟自己 同归于尽的老囚龙 眼中没有丝毫波动 微微抬手 一尊大鼎 顿时从虚空中冲出 万物母气顶 震 哄 大鼎降临的瞬间 虚空坍塌 整个黑水海域之人 都感受到了一股 无与伦比的气息 在海底绽放 大到气息蓄乱 这一方时空 仿佛都被镇压 所有事物都被冻结 不 老囚龙发出一声惨叫 长达数千丈的身躯 直接被万物母气顶 给收了进去 如今燕北的实力 已经步入超凡九重天 别说这头老囚龙 就算是半胜降临他 也能与其分庭抗礼 所以 老囚龙根本连一个呼吸的时间 都没能坚持 便被燕北强势镇压 至此 整片海域再也没有半点声音传出 一切事物都尽得可怕 黑水店的人 纷纷一脸震撼地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燕北 这还是他们的大王吗 太强了 竟然连超凡都不是他的对手 大王万岁 大王万岁 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道声音 随即整个黑水店的人 都开始呐喊 燕北给他们的感觉 实在太恐怖了 但对于这些 燕北并未理会 收拾一下这里 本座还需闭关修炼 话语落下 燕北将脚下的囚龙 少尊师身收入番茄空间后 变化为片片光雨 消失在原地 第171章 神石风镜 天青事件 黑水宝库 这里构造坚硬 是整个黑水店 唯一没有坍塌的建筑 燕北直接回到了这里 他将万物母气顶取出 里面老囚龙的身体 已经化为小蛇一般 蜷缩在大顶之中 燕北伸手 便将他抓了出来 如今黑水店 差不多已经被摧毁了 自己身份也已暴露 是时候 考虑下一步该去何处 不过 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他知道了一个 让他很感兴趣的事情 那便是海底遗迹 传闻坠龙渊中心的海底遗迹 蕴含有无上机缘 燕北早已经内心火热 他虽拥有漠海王的记忆 但他的层次终究是太低 大海中 很多事情也是一枝半解 知道的根本不全面 所以他斩杀了 囚龙少尊后 却专门留下了 这头老囚龙 为的便是想从他那里知道 海底遗迹的消息 别装死了 告诉我海底遗迹的全部信息 我说不定可以考虑 放你一马 燕北一脸淡笑地看着手中 已经缩小无数倍的老囚龙 老囚龙一脸怨毒地看着燕北 他倒是也极为硬气 别做梦了 你不可能从我口中 知道任何东西 如今成为阶下囚 他根本没有想要 再活下去的念头 他知道眼前这人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哪怕是自己告诉了对方 海底遗迹的全部消息 这家伙肯定也不会放过自己 燕北对于如此一幕 微微一笑 没想到还是一副硬骨头 你确定不说 老囚龙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他已经用仅存的力量 将自己的神魂和石海封禁 只要有任何力量企图冲入他的石海 那么便会立刻引爆他的石海 那冲入他体内的灵魂之力 也会一起爆炸 纵然是圣者的灵魂 面对石海的爆炸 也会受到不小的创伤 想要从他口中 知道任何消息 门都没有 对于老囚龙的小动作 他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老囚龙性格 也是一个老顽固 要杀要寡 随你便 至于消息 我不可能告诉你 见到如此一幕 燕北也放弃了 好言相劝 他也懒得再废话 直接手指点老囚龙的额头之上 两人的身躯 顿时凭空消失在原地 天青大陆 燕北抓着老囚龙 直接进入了天青世界 这 这是什么地方 刚刚踏足这里 老囚龙便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这里的法则 跟外界完全不同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燕北微微一笑 说起来 你还是一个身为我的敌人 却能进入这里的 你的世界 老囚龙浑身一震 他此刻将目光看向燕北 顿时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连连后退 这一刻 在他眼中的燕北身上 神光普照 恐怖的大道气息 在周身流转 身旁还环绕有 至强的秩序法则 宛如从上古而来的神王 让人不敢直视 你 你 你 老囚龙 感受着燕北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机 惊吓得连连后退 一屁股跌倒在地上 他从来没感受到过 如此恐怖的气息 这已经超出了他 所认知的范畴 纵然是圣人 恐怕也不配 跟眼前的燕北 相提并论 他想不明白 为何会突然发生了 如此恐怖的变化 燕北自然知道 老囚龙为何会如此神情 天青大陆 乃是亲地赠予他的世界 在这方世界里面 他便是绝对的主宰 除非有超越这方世界的力量 降临于此 否则他便是无敌的存在 任何人的生死 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他之所以将老囚龙 带到此地 便是因为他 石海中的风镜之力 的确 这老囚龙极为阴险 想要凭借石海爆炸 与他玉石俱焚 但他岂能如其所愿 解除石海风镜 燕北看着老囚龙 淡淡地说道 你在做什么梦 纵然你强大 我也老囚龙满脸 猙獰的大吼道 但下一秒 他的脸色巨变 咔嚓 如同枷锁断裂的声音响起 他亲手布下的风镜之力 顿时烟消云散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燕北 他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自己会 将石海中的风镜之力解除 我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 老囚龙直接抬起大手 便准备将自己了结 可手掌才刚刚抬起 便定在空中不能动弹 老囚龙脸色大变 任凭他怎么努力 他的手 却根本不听使唤 你不是人 你是鬼 你是魔鬼 老囚龙惊恐地大吼道 这发生的一切 实在太诡异了 让他神魂都在战里 燕北笑了笑 在天青世界中 他便是唯一的主宰 在这里 他言出法随 任何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将大手探出 从老囚龙的石海中 剥离出一个光团 这里面拥有老囚龙 全部记忆 他并没有选择炼花 而是直接查看了起来 很快 他便找到了 关于海底遗迹的信息 海底遗迹开启之法 血迹百万生灵 当燕北看到 老囚龙记忆中的锁 关于海底遗迹的描述 顿时大怒 难怪老囚龙不远数十万里 都要前来黑水海域 来找他这么一个 微不足道的神功镜海兽王 让他出兵坠冤 燕北当时 虽然感觉蹊跷 但也没有多问 可没想到 这老囚龙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竟想要 血迹整个黑水海域的士兵 那可是足足百万生灵啊 燕北一路而来 脚下虽然也不知堆窃了多少尸骨 但血迹百万 生灵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他还是做不出来的 好在他读取了这老囚龙的记忆 否则如果真让他亲手 将这百万生灵葬送 恐怕他会无比内疚 同时 他继续翻阅老囚龙 关于海底遗迹的记忆 老囚龙曾在海龙宫的典籍中 翻阅到了 关于海底遗迹的详细记载 这对于燕北来说很有用 很快 随着记忆翻动 在那本古记中 有一个如钥匙一般的图案 引起了燕北的注意 这 这是 燕北看着老囚龙 记忆中的钥匙图案 猛然想起了什么 一把金灿灿的钥匙顿时 出现在他手中 他拿着钥匙 跟着图案上面 比对 神色一阵 两者竟能完全重合在一起 第172章 海龙宫镇金 难道这钥匙 跟海底有着什么关系 燕北看着手中的金钥匙 眉头紧重 老囚龙的记忆中 并没有这把钥匙的记载 但这钥匙分明 跟着图案中一模一样 燕北思索一方后 便将钥匙重新收好 便走出了天青大路 至于老囚龙这种恶人 燕北随手 便将其打成了一团血污 根本都懒得搭理 回到黑水宝库后 他便静止走了出去 如今黑水店已经被毁 他也不打算在这里久留了 如今 这把钥匙 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 但肯定是与海底遗迹有关 所以他准备前往坠龙渊一带 先去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 正好一路炼化 半圣本源 从而找机会 一举突破半圣境 与此同时 在大海遥远的另一边 这里宫殿灵力 每一座殿宇 都是由水晶打造而成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奇幻之色 这里便是海底最为强大的势力 海龙宫 此刻在海龙宫深处 哄 一股惊天气息爆发 是谁 竟敢回我临身 斩我囚龙一族天骄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恐怖的音波震慑天地 让无数海族为之亥然 纷纷惊恐地朝上方看去 一头长达万丈大小的红色巨龙 正在海龙宫上方盘旋 其身上散发着无尽恐怖的气息 让无数海族为之胆寒 竟然是囚龙老祖 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让他如此动怒 不少海龙宫强者 纷纷震惊地看着那头红色巨龙 很快 一则消息便从海龙宫传出 如今 海龙宫的囚龙少尊 刚刚被人斩杀了 连同的还有一位超凡境界的长老 这则消息一出 让整个海龙宫掀起了惊天骇浪 无数海族为之震动 少尊被斩 超凡陨落 这种事情 在海龙宫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发生过了 并且传闻 斩杀少尊跟超凡长老的人 居然是一位 只有神功境界的海兽王 黑水海域的兽王这妖牛吗 竟然连超凡长老都杀了 那种贫瘠的海域 竟然能出这样一位强者 真不知道他怎么修炼的 墨海王这个名字 一时间响彻了整个海龙宫 同时这件事 让海龙宫的高层集体震怒 传闻 暴怒的囚龙老祖 已经离开海龙宫 前去寻找墨海王 准备给少尊报仇了 在海龙宫的一座宫殿中 成了 一位蓝衣女子 放下手中的墨笔 一脸笑意地欣赏着自己 刚刚的杰作 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 画卷中 一位白衣男子 副手而立 英姿摄人 黑发浓密 身上带着一股出尘之气 宛如九天降下的折仙 小姐 你画的人 长得真好看 一旁的侍女满脸 花痴地问道 蓝衣女子看着画卷中的男子 也是露出了一抹明媚 且温暖的笑容 是吗 我也觉得她好看 难道小姐认识她 侍女继续问道 她本以为这是小姐 幻想出来的人 可看小姐的样子 好像不是 认识 不仅认识 她还欠我一段 蓝衣女子轻轻一叹 罢了 不提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小姐 小姐 出大事了 又一名侍女 快步跑了进来 蓝衣女子脸色一素 小蝶 怎么了 难道是囚龙那家伙 知道我回来了 不 不是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侍女缓了口气 满脸兴奋地说道 天大的好事 蓝衣女子戴眉一皱 不知道何事 能让小蝶高兴成这样 难道是父亲出关了 小姐 我们再也不用待在这片店了 就在刚刚 我在外面听说了 少尊的坏蛋在外面被人斩了 小蝶手舞足道 满脸兴奋地说道 少尊被斩了 蓝衣女子神色一变 表情有些震惊 小蝶 你所说的可属实 整个海龙宫都已经知道了 少尊的魂灯在刚刚熄灭了 小蝶继续说道 听闻此言 蓝衣女子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那家火生性张扬 在外面定势 得罪了某个大人物 被杀也正常 没错 这位蓝衣女子 便是囚龙少尊 处心积虑想要寻找的真龙之女 龙奎 在小渔村得到燕北 给她的九转金丹后 龙奎终于将体内破碎的丹田 完全修复 她实力恢复后 第一时间便去寻找了燕北 想要跟随她 可是大海茫茫她 根本无处可寻 最终寻觅无果的她 悄悄返回了海龙宫 因为她得知自己的父亲 还在处于闭关状态 所以她并没有打草金蛇 将自己实力恢复的消息 暴露出去 而是悄悄住到了 这偏殿之中 以免她的修为恢复的消息暴露 最终又引来灾祸 她准备 在父亲闭关结束后 再宣布修为 便传来了少尊陨落的消息 少尊一直想要将她抓住 抽离她的真龙之血 龙葵怎能不知 就连当时前往小渔村 都是因为躲避少尊的追杀 毕竟 在父亲闭关状态下的海龙宫 也不是一定安全的 有没有消息 说到底是谁杀了她 龙葵问道 小蝶思索了一下 小姐你看我这记性 这杀人者还在宫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吗 听闻 斩杀少尊的人 是一个名叫墨海的海兽王 这话一出 让龙葵身子僵硬了一瞬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小蝶道 你说是谁 小蝶没有发现 自家小姐的表情 继续道 墨海王啊 听说他 只有神功镜的修为 却斩杀了 少尊 还有一位超凡境界的长老呢 墨海王 龙葵郊躯一颤 抬头看向远方 当时在小渔村时 墨海王便已经被燕北斩杀了 他可是亲眼看见的 难道 龙葵绝美的容颜 顿时露出欣喜之色 墨海王 墨海王没想到你根本没有离开 他已经猜到了 这墨海王的身份 能有斩杀少 尊根超凡长老实力的存在 除了他还能有谁 第173章 史书未曾记载的地方 离开黑水海域后 经过三天赶路的时间 燕北终于是到达了目的地 入眼看去 一条长达数千里 如天芡一般的巨大鸿沟 呈现在眼中 此处漆黑一片 整片海域都散发着一股 极为压抑的气息 甚至很少有生灵在此游荡 这里便是在海底中 被誉为生命禁区的坠荣渊 燕北看着脚下的深渊 不知为何他心里 有一种随时要被吞噬的感觉 在逛为一圈后 燕北脸色一片凝重 他发现 这里处处透着诡异 每当他靠近深渊附近 都隐约有一道 模糊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好像在指引 他进入坠荣渊 燕北随手抓来了一条小鱼 将自己的一丝神魂之力 附着在上面 让其朝着坠荣游去 可小鱼刚游出五百米后 碰 那条小鱼突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瞬间挤压得粉碎 燕北嘴角一出一缕鲜血 一脸震撼 刚刚附着在小鱼身上的神魂之力 竟也被那股莫名之力 瞬间碾碎 他甚至都没有感受到 那股力量到底来自何处 我就不信邪了 燕北再度抓来一条小鱼 重新将神石附着在上面 他想要探查出那股力量 到底源于何处 小鱼继续往前游动 碰 这条小鱼同样被那股力量碾压得粉碎 不过这条却比上一条要多游出半米的距离 燕北吐出一口鲜血 两次的神魂受创让他有些头痛欲裂 足足过了后半响才缓了过来 虽然还是没有搞清楚那股力量 到底来源于何处 但他仿佛是弄清楚了某种规律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他再度抓来一条鱼 不过这次并没有用神石附着在上面 而是直接驱使鱼朝着坠龙游去 碰 当这条鱼再度化为粉机的时候 燕北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此刻终于知道 为何在老囚龙要血迹百万生灵 从而开启海底遗迹了 他一共抓来了三条鱼 它们同样都是朝着坠龙游的方向游去 就连路线都完全一样 但这三条鱼所游的距离 却都不相同 第一条 刚刚五百米便被碾碎 第二条 要比第一条多出半米的距离 而第三条便刚好来到了五百零一米 燕北发现 每当有有一位生灵 在冲击坠龙游的途中死亡 便能够让能靠近坠龙游的路 便能多出半米距离 而此地距离坠龙游根本一眼望不到头 不知道死多少生灵 才能完全打通这条路 难怪要血迹百万生灵 这完完全全 就是一条由湿山古海铺成的路 燕北脸色沉重 此刻他已经发现了 进入坠龙游的方法 但让他血迹百万生灵 别开玩笑了 看来 这里的机缘并不属于我 燕北轻轻一探 摇了摇头 他取出金色钥匙 脸色有些郁闷 掌握着开启海底一记的钥匙 却无法进入其中 就好比一个绝色美女 就躺在你床上 你小弟却站不起来 这得多 让人难受 燕北脸色露出一抹苦笑 罢了 先去炼华半圣本源 先突破 再做打算 说吧 他便准备离开坠龙游 可就在这时 嗡 他手里的那把金色钥匙 忽然发出了一抹淡淡的金光 还不等燕北 弄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哄 一道金色的光柱 从坠龙游底 冲天而起 这道金色的光柱 直接将整片海域 都照得如同白昼 在遥远的地方 也能看见 这 这是 坠龙游发生了什么 你看那光柱中 好像有人 难道是海底一记开启了 这金色光柱 顿时吸引了不少 海族强者的注意 纷纷动身 朝这里赶来 同时拿出符传 给自己身后的势力 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 另一边 被金色光柱 笼罩的燕北 脸色一变 他发现 被这道金光笼罩的瞬间 他的全身 竟然都无法动弹了 就连体内的力量 也被这金光所压制 无法催动半分 紧接着 他的身躯 被一股莫名之力牵引 朝着坠龙渊飞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燕北脸色巨贬 什么鬼东西 放开我 这坠龙渊 诡异无比 自己就这样 毫无防备地冲过去 恐怕会跟那些小鱼一样 被当场碾碎 但如今 浑身无法动弹 力量也被封禁 他该怎么办 就连召唤 未来生死客的他 也办不到 燕北一脸绝望 完了 看来今天真得交代在这里了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他神色一震 随着他的不断下坠 距离早已经越过了 刚刚小鱼死去的地方 而他除了无法动弹 以及力量被禁锢外 并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难道 燕北看向手中 依旧散发着金光的钥匙 难道是因为自己拥有 这把钥匙 所以坠龙渊里面的静置之力 才并没有伤害自己 也不知过了多久 燕北的脚掌 再次接触到了地面 这让他心里顿时放松许多 看来的确是这把钥匙起了作用 让他成功地来到了坠龙渊底 这时 那把散发金光的钥匙仿佛耗尽了能量 重新掉落在他的手中 那金色光柱也随之消失 金色光柱消失后 压制燕北的那股力量也随之消散 燕北脸色一洗 他体内的力量也已经恢复如初 力量的恢复 让燕北稍微心安了一些 他朝着四周看去 顿时瞳孔一缩 一股腐朽充满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他面前的 竟然是一座宏大古朴的宫殿 他抬头朝着宫殿上方的牌匾看去 神色一阵 上面赫然刻有龙宫二字 龙宫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翻动老囚龙的记忆 他震惊地发现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也就说明 这龙宫根本不存在于史书之中 恐怕整个海底世界 都不知道除了海龙宫外 还有这样一座龙宫在此 燕北一脸异常凝重 不由得感到背脊有些发寒 诡异的声音 需要用百万圣灵 才能铺成的道路 将它带来此地的金色光柱 还有史书都未曾记载的龙宫 这一切的一切 都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第174章 不屈抑制 熟悉的气息 燕北站在龙宫之外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这里充满了腐朽的气息 仿佛存在了不知多久 来吧 进来吧 吾已等待数万年了 一道悠悠的声音在响起 燕北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后退一步 又是这道诡异的声音 在没有坠龙渊之前 他便感受到了一股 若有若无的声音 在指引自己 而今这道声音 竟然再度出现 并且这次的声音更加清晰 仿佛就像有人 在你耳边滴雨一般 让人毛骨悚然 燕北连忙看向身旁 可周围空无一物 如此诡异的事情 让燕北额头 不断有冷汗滴落 他如今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进入这龙宫 这地方透露着诡异与神秘 但他内心始终有一道声音 告诉自己 如果不进去 恐怕会错失一桩机缘 不管了 来都来了 老子豁出去了 燕北最终也壮着胆子 他将全身的修为 都运转到了极致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都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随着他的不断深入 龙宫中的气息 愈发地阴冷起来 宛如在鬼门关一样 让他心里有些发寒 不知走了多久 燕北来到了一处 昏暗的电雨之中 还不等他看清楚 里面的情况 一道悠悠的声音 便在场中响起 周围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 燕北神色一惊 连忙将力量催动到极致 身上散发出一道道 强大波动 是谁 一道金光滑过 在大殿中凝聚出了一位 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 同时 大殿周围镶嵌的各种宝石 开始发光 瞬间便将整座大殿照亮 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 打量着燕北 没有多言 直接张开大手 虚空微微一暗 哄 一股无形的微压 从他身上散发 朝着燕北镇压而去 燕北脸色猛的一变 这一刻他感觉到了 一股如同天威一般的恐怖气息 降落在自己身上 一瞬间 燕北全身的骨骼 便被压迫得咔咔作响 燕北咬紧牙关 内心一片骇然 这中年男子的气息 前所未见 强大到不可思议 他甚至感觉 这中年男子 要比圣王级别的李道然 都还要强出不守 并且 这股气息包含着 想要令他沉浮的意味 想让他跪下 但这怎么可能 燕北运用起了全部力气 不让自己跪到 快到极限了 不如就跪下吧 给我下跪 也并不丢人 中年男子看着燕北 苦苦支撑的模样 开口说道 他的话语 仿佛有某种魔力一般 让人忍不住产生幸福 就连燕北 都差点没有撑住 直接跪了下去 但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燕北咬破舌尖 让自己清醒了过来 他声音沙哑地 发出一声嘀吼 想要让我给你下跪 不可能 他的双眼 闪烁着一股 强大的不屈之意 哼 这一刻 他全身的血液都在奔腾 金色的气血贯穿天雨 混沌天体 也运转到了极致 感受到混沌天体的存在 中年男子立马露出吃惊的神色 竟然还是这等体质 他按在虚空的手掌 再度微微加大力度 破 燕北在这种恐怖的威压下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但他还是没有倒下 想要让他跪下 除非让他死 又过了片刻 哼 在这种极限的压迫下 燕北的修为竟然再度突破 直接晋升到了超凡九重巅峰 只差一步便能晋升半胜 中年男子健壮 也觉得差不多了 便收回了气息 顿时间 整座大殿再度恢复如常 不错 不错 不过超凡镜便能抵挡 我的气息如此之久 不愧是他选中的人 中年男子看到燕北 在自己的气息压迫下 能够坚持这么久 顿时哈哈大笑 燕北此刻 全身已经被汗水浸湿 泪瘫在原地 他一脸警惕地看着中年男子 心中在想 要不要召唤未来身 毕竟这家伙实在太强了 他根本不可能有一点剩分 但召唤未来身的代价太大了 一不小心便可能将 红武大陆直接毁掉 一时间 燕北陷入了沉思 小子 我帮你突破了境界 你是不是得感谢我 我也不要多了 你只需答应我三件事便好 中年男子飞到燕北身前 一脸笑意地说道 再也没有了刚刚的威严之感 燕北一脸奇怪地看着对方 他怎么感觉 这中年男子 对他并无恶意 甚至对方身上 有一股令他熟悉的气息 但那股气息 到底在何处感受过 他一时间却想不起来 燕北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微微拱手 不知前辈是何人 为何换我来此 一路上 他都是跟随着 中年男子的声音来到这里 中年男子淡淡一笑 并非我要换你而来 而是我受人之命 专程再次等待你 受人之命 等他 燕北自然是不幸 一脸苦笑道 前辈莫要拿我开玩笑了 如前辈这般惊天动地的大能 岂会受人驱使 中年男子听到燕北的话 顿时大笑 真会说话 我真是越看你小子越顺眼了 燕北对此也只能笑一笑 他并没有刻意地恭为对方 而是这中年男子 的确强的离谱 是除了他见过的 亲帝前辈外最强的人了 至于圣王李 道然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 对了 亲帝前辈 燕北猛地一拍脑门 他终于是想起了 为何他会在这中年男子身上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股熟悉的气息 不就是亲帝前辈的气息吗 第175章 大劫将至 前辈难道认识亲帝 燕北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中年男子 闻眼转过头 满意地看着燕北 能这么快反应过来 的确不错 正是主人专程派我再次等候你的 原来这中年男子 名叫龙傲天 本体是一头唇血的五爪金龙 修为达到了准地境 乃是亲帝征战万界的专属座齐 早在数万年之前 亲帝便推算 红武大陆中将出现一尊 威震心语的逆天人物 所以便派遣五爪金龙 在此等候着后世之人 如今数万年过去 那后世之人 也就是燕北终于是在 机缘巧合下来到了这里 燕北听完 表情陷入了呆滞 数万年前 前辈就在此等我 这种事情 已经超出了他目前的认知 亲帝前辈 竟然在数万年前 便能预知未来 这种修为当真是太恐怖了 小子 预知未来并不稀奇 将来的你 心许也能做到 龙傲天淡然一笑 来到了燕北身前 面对龙傲天的目光 燕北浑身有些不自然 那前辈为何在此等我 既然是亲帝前辈 派人来等候自己的 那么应该便没有恶意 燕北心里 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龙傲天 实在太强了 龙傲天此时神色一素 轻叹一声 告诉你也无妨 你可知 除了红武大陆外 还有其他世界 其他世界 燕北点了点头 知道一些 亲帝前辈的残念 曾给我讲述过 这世界除了红武大陆外 还存在着诸多世界 有人族 妖族 魔族等等 他如今所处的红武大陆 是光明界其中的一座世界 而在光明界外 还存在着暗世界 以及恐怖的魔族 如今红武大劫将至 我在此等你 便是为了此事 龙傲天语气无比凝重 红武大劫 燕北眉头一皱 龙傲天回忆起这段往事 都是一脸愤然 说来话长 当年在主人历经万难后 终于正到成帝 由于引发的波动太为剧烈 所以引来了一位 天魔大帝降临 天魔生性残暴 竟想直接毁灭红武大陆 主人不会坐视不管 直接与那天魔大的交战在一起 那一战打了数月之久 星河破碎 大道崩塌 在数万年前 亲帝刚刚成功正到成帝 便有一位来自暗世界的 天魔大帝降临红武大陆 想要趁着亲帝修为 还未完全稳固 将其击杀 但好在亲帝本体 是一株混沌清廉 正到成帝后的他 实力强横无边 直接与天魔大帝 大战了数月之久 最终天魔大帝不敌败退 而亲帝却也好不到乃去 他由于刚刚正到后 便与同级别强者大战 最终身负大道创伤 亲帝为体内的大道创伤 想了无数办法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从此 他的修为便也无法再进一步 永远没有晋升天帝的可能 败退的天魔大帝 事后曾多次想要灭掉红武大陆 可是有亲帝在世 他一直没有得逞 可到后来 万载岁月过去 亲帝因为体内大道创伤的缘故 终究是 没能抗住岁月的侵蚀 即将作化 而这时的天魔大帝 却依旧处于鼎盛时期 亲帝站在星空 遥望身后的红武大陆 最终发出一声叹息 亲帝自知 如果他死后 身后的这片世界 定然会遭到天魔的荼毒 他心中不忍 最终亲帝甘愿放弃轮回 运用仅存的力量 以地区化为古阵 神念成为阵眼 将整座红武大陆 都守护在了自己身后 那一日 天空下起了血雨 亲帝的离世 让整个世界都在为其哀鸣 亲帝作化的当天 天魔大帝便感应到了 第一时间便降临在了红武大陆外 想要毁灭这方世界 可亲帝所化成的古阵 开始显微 纵然他已然作化 但由他地区神念所化成的古阵 却依旧是压迫的天魔大帝喘不过气 天魔大帝狂怒 亲帝在世之时 他不是对手也就罢了 如今已经死了 竟然还敢跟他作对 他直接战力全开 想要一举轰碎古阵 但他却依旧低估了这阵法的力量 这古阵的力量 竟完全不弱于 亲帝刚刚正到成帝之时 最终天魔大帝 差点被阵杀在古阵之中 狼狈地逃回了暗世界 至此 红武大陆才算在亲帝的庇护下 暂时挡住了天魔的进攻 可这几万年来 随着天魔大帝时不时的进攻 亲帝所化为的古阵 也已经大不如前 以龙奥天的推算 再过几百年的时间 古阵的力量便会消耗殆尽 届时 天魔大帝必定降临红武大陆 整座世界都将被其奴役 甚至毁灭 燕北听完这些事情后 正正地站在原地 一时间眼眶有些发红 心中不免 有些伤感 自从他知道天魔和其他世界时 便在想 为何那些灭绝人性的天魔 没有将目标盯上红武大陆 直到如今才知道 并不是天魔没有盯上红武大陆 而是一直有人在默默地守护这方世界罢了 当你活在安逸之时 却不知一直有人在负重前行 清帝前辈此举 可谓是燃尽了自己最后一点火光 照亮了整个世界 在世之时便震慑万古 死后更是将躯体化为阵法 继续守护着世界 这是拥有何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的 燕北深吸一口气 神情肃目地朝着殿外的虚空一拜 清帝前辈 值得红武大陆上任何人尊敬 龙傲天看着如此一幕 微笑着点了点头 不说天赋与其他的东西 光是这份星星 便让他满意 看来主人并未看错人 难怪放心 将天青世界交付于你 龙傲天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很是满意 燕北内心一阵 不愧是准地级别的强者 竟然连天青大陆在他身上都能看出 龙傲天淡淡一笑 不聊这些了 跟我来吧 也只有你 才能继承这里的东西 他大笑一声 便背负双手朝着大殿深处走去 继承这里的东西 燕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清帝前辈留给自己的 他也不再多想 便一起朝着大殿内走去 与此同时 外界此刻 这里已经聚满了无数人群 都是来自海底四面八方的海族强者 海底一记 真的要开启了 刚刚有人亲眼看到 这里曾发生异象 有人进去了 不少强者 此刻都在议论纷纷 这时 在远处传来一道龙银之声 海水翻涌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远方急速而来 是一头长达万丈的红色巨龙 恐怖的气息震慑天地 让在场无数海族挡寒 纷纷连忙避让 第176章 龙剑 这头恐怖的红色巨龙 正是囚龙老祖 他从海龙宫一路杀去黑水海域 可惜当他到达时 那里早已经人去镂空 至于那墨海王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最终他便将黑水垫的 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准备带回海龙宫 好好审问 可他刚在返回的途中 便收到了 坠龙渊发生异象 疑似海底一记开启的消息 所以 又连忙折返而来 看看这里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竟然是囚龙老祖 没想到 他来得这么快 不少人见到上空的红色巨龙 都感到一阵心惊 这可是 超凡九重巅峰的超级强者 诸位道友 此地可有什么异常 囚龙老祖化 为一名身穿道袍的老者 从虚空漫步而下 众人见状 纷纷对着囚龙老祖拱手 以示敬意 囚龙老祖身 为海龙宫的大长老 其身份极为尊贵 在海底世界中 颇有威望 所以 在他问话的第一时间 便有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 站了出来 拱手说道 不瞒前辈 我门下有弟子称 他曾见到一道金光 从坠龙渊底冲出 随即一道人影 便顺着金光飞了下去 囚龙老祖听闻 眉头一皱 阁下 消息是否属实 千真万确 这一项 并非我门下弟子 一人观测到 在场很多人 可以作证 魁梧男子一脸恭敬地说道 能有机会 跟囚龙老祖这种强者 搭上话 他心里已经非常高兴 多谢 囚龙老祖道谢一声后 转过身看着坠龙渊 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坠龙渊 在海龙宫的记载中 从未有过出现 金光这等事情发生 如果这不是谎言的话 那么便是 有人真的进去了 在海龙宫的记载中 想要开启海底遗迹 必须血迹百万生灵 但这里 根本没有丝毫血迹齐息 也就是进去那人 根本不是依靠血迹进入的 囚龙老祖心里 也犯敌过 难道记载 出现了错误 真不知道下去 那人到底在遗迹中 得到了什么宝物 看样子 我们也只能忘心看了 不少强者 纷纷叹息 他们虽然很想进入海底遗迹 但这坠龙渊 却跟平日里并无区别 坠龙渊 作为海底世界的生命禁区 大家自然都知道其恐怖之处 靠近这 必死无疑 一时间 众人有些犯难 不如那位勇士 前去试探一番 看看能不能进入其中 有人开始在人群中大喊 但很快便遭到其他人嘲讽道 你怎么不去 当别人是蠢逼 特么的救你一人聪明 你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遍 老子就说你了 怎么的 不服 顿时间 人群中开始出现了骚乱 两人开始大打出手 站在人群中 正在思考如何进入坠龙渊的囚龙老祖 看到两人扰乱自己的思路 顿时间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此次走出海龙宫 他本就是怒火冲天 是要为囚龙少尊报仇 可没成想 墨海王那混蛋 竟然丢下黑水垫的人 独自跑了 如今 正在他思考如何进入坠龙渊时 又遭到这两人打断思路 锅造 囚龙老祖一时间心中 涌出一团无名怒火 张开大手 直接将两人拍成一团血雾 一时间整片天地都静了下来 一脸畏惧地看着囚龙老祖 生怕一个不注意 他给自己来一下子 呼 囚龙老祖一巴掌 将两人拍死后 不知为何心中那团怒火散去了不少 诸位 不要吵闹 不就是探路吗 本座自有人选 囚龙老祖 看着一脸畏惧他的众人 开口说道 他大手一挥 顿时间场中便出现了一名 身穿红色长裙 长相极为美艳的女子 咕噜 好漂亮的女人 这比我家难母 鲨鱼好看多了 不少人见到 这名红衣女子后 纷纷眼睛一亮 但随即 又将心中那团邪火 压制了下去 这女子 可是囚龙老祖的人 他们敢打主意 岂不是找死吗 这是本座抓来的犯人 便由他前去探探路 囚龙老祖脸上露出冷笑 看着女子说道 这红衣女子 正是黑水店的火灵 燕北走后 曾下令让黑水店解散 以免遭到报复 可火灵并未听从 而是继续留在了黑水店 有着侥幸心理 乃承想 燕北不过离开的第二天 囚龙老祖便降临了黑水海域 将整座黑水店 剩余的人全部抓走 火灵自然也在其中 火灵此刻 双眼黯淡无光 自从被抓后 他便知道自己 恐怕再也无声的希望 囚龙老祖伸手一指 从他的指尖 散发出一道光芒 化为一枚精神印记 笼罩在火灵死海之中 你去前面 给本座探探路 话语落下 火灵身体 不受控制地朝着 坠荣渊前进 这一刻 他的内心绝望 但被精神印记 控制的他 甚至连哭都做不到 就在火灵一步步 朝坠荣渊走去时 咦 囚龙老祖 突然发出一道轻易之声 他竟然发现了 在火灵的死海中 还存在一枚精神印记 他将那枚精神印记攻破 瞬间便将火灵的 全部记忆读取 囚龙老祖脸色微变 这一刻 他从火灵的记忆中 知道了一些事情 龙宫深处 跟随着龙傲天一路深处 燕北走过一片光幕后 来到了一处 极为宏大的地方 这里是 小世界 身为天青世界的主宰 燕北第一时间 便感受到了 这里法则秩序的变化 他进入了另一片世界 没错 这里便是我曾经体内 孕育而出的小世界 龙剑 龙傲天满脸 自豪地说道 身为准地强者的他 也在体内 开辟出了一方世界 龙剑 燕北神色一阵 看向四周 这里四处都充满了 无比精纯的龙气 这不像是一个 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 更像是 适合龙居住的地方 来吧 吴的本体 已经等你很久了 龙傲天淡淡一笑 随即周围的空间 不断变化 他们来到了 龙界上方的星空中 当燕北看清楚 眼前星空中的场景时 当场被惊得 说不出话来 一头庞大到 无法想象的神龙 呈现在他的眼前 第177章 强盗世间无人敢称尊 星空中 一头横跨星河的 金色神龙 正在虚空中沉浮 其身上散发着 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 神龙就静静地待在原地 却仿佛镇压了一方时空 不过燕北注意到 这金色神龙 虽然模样威武至极 但却缺少了一股生机 定睛仔细看去 他骇然地发现 这神龙身上 大部分龙鳞 竟然都是破碎的 干涸的血液布满全身 这不是活我 而是一具龙尸 前辈 这难道是 燕北转头看向龙鳞天 目光沉重欲言又止 龙鳞天轻轻点头 洒脱一笑 你猜得没错 这具龙尸 便是本作的真身 他的真身早 在数万年前 对战天魔石 便已陨落 如今的他 不过是清帝 动用逆天手段 为他保留下来的一缕残念 燕北看着龙鳞天脸上的洒脱 心里感到一股 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虽不明白 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 但看着龙尸的模样 便知道 龙鳞天当年经历过一场 难以想象的惨烈大战 当见到这龙尸的那一刻 他才明白 这些天魔 到底何等凶残与强大 就连准地级别的龙鳞天 都难逃死亡的厄运 当年的老伙计 死得死伤的伤 如今恐怕也没剩下几个 主人所化为的古镇 也撑不了多久了 洪武大陆的未来 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龙鳞天叹息着摇了摇头 满脸沉重 燕北听闻脸色 同样变得沉重起来 清帝残念 曾带着他的混沌之眼 看到过天魔 是何等凶残 为了世界本源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天魔早就 基于洪武大陆数万年 只待清帝古镇一破 整个世界 便会遭到灭顶之灾 如果未来没有人 能够阻挡天魔进攻的步伐 洪武大陆将彻底沉沦 整个世界的生灵 都将成为天魔血石 任其奴役 甚至清帝前辈 亲手交给他的青天大陆 也将被入侵 届时 他的家人 朋友都将无法倖免 燕北顿时赶到肩上的担子 变得有些沉重 刚刚穿越来的他 修炼最初的初衷 只是为了师尊 与灵儿不受伤害 后来的他 渐渐有了家人朋友 需要的守护的人 变得更多 所以他再不断变强 他知道 只有强大在这乱世 才不会受人欺凌 此时 一张张面孔 在燕北的脑海中呈现 他不敢想象 如果天魔入侵 自己的家人朋友 落到他们手中 会是何等下场 他不敢想象 到时候的自己 将会多么疯狂 他 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龙傲天站在一旁 清楚地感受到了 燕北内心的情绪波动 但他并未出声 足足过了后半想 燕北呼出一口气 此刻的双目炯炯有神 目光无比坚定 他对着龙傲天一拜 如果不是龙傲天 今天告诉他的这些事情 恐怕他将会一直 浑浑噩噩地活着 届时 天魔入侵时 他定然无法守护家人朋友 看来你已经有目标了 龙傲天淡然一笑 燕北点了点头 目光坚定 刚刚我想了很多 我无法想象 古阵破碎后 我的家人朋友 被天魔侵害的场面 我想要变强 不为自己 只为守护我的家人朋友 他的声音 饱含了诸多情感 语气坚定无比 龙傲天 却是缓缓摇头 变强 能变多强 能变多强 燕北沉默一瞬 但很快他的目光 便逐渐坚定起来 深吸一口气 用尽自己浑身力气 仰望星空大喊 我要强盗诸天颤抖 我要强盗天魔蜕变 我要强盗世间 无人敢称尊 轰隆隆 这话一出 仿佛冥冥中 有东西感应到了什么 整个龙剑 甚至是外面的 红武大陆 都在开始震动 煞世间 无数的雷霆布满虚空 一阵震轰鸣声 响彻整片世界 龙傲天此刻 脸色无比震惊地望着星空 这小子的誓言 竟引起了大道轰鸣 看来红武大陆的 世界之灵 也是极为看好他 忽然 原本沉寂的龙狮躯体 开始发光 一道金色的神灰 冲天而起 一瞬间 便没入了燕北的眉心 这一幕 让龙傲天脸色一变 卧槽 住手 你特么的世界之灵 这东西 是老子专程留给他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傲天脸色狂怒 朝着虚空 某出怒吼道 他再次等待万年 就为了 将此物留给燕北 如今 竟然被截胡了 这特么的 还是天道截胡 将他的宝物 当作水顺人情 给了燕北 龙傲天整个人 简直要气疯了 但不管他何等狂怒 却没有任何声音回复他 燕北此刻闭上双眼 整个人 如同泥塑一般一动不动 仿佛陷入了 某种玄傲的境地 在他的石海中 有一条浑身散发着 耀眼光芒的龙形生物 在游动 再过了片刻 哼 这条散发着光芒的龙 轰然碎裂 化为了一枚 眉玄傲的古老文字 呈现在燕北的石海中 当燕北看清这些文字后 顿时浑身一震 真龙宝朔 上古有十大禁忌凶兽 真龙便是其中之一 上古十大凶兽 每一头身具 独一无二的天赋神通 被世人称为石凶宝术 而每一种石凶宝术 都能多大到今天 其中真龙作为石凶之首 其真龙宝术攻击力 可称世间之罪 石凶宝术威力无匹 并且被其他种族修习 也不会像其他宝术一样 威力骤减 故而修士 无不想得知 而今他竟然获得了真龙宝术 这可是比通天执法 上仓之首 还要强横半分的 无敌宝术 有了真龙宝术的加持 超凡九重的他 有自信 在圣人之下无敌手 不管多么强大的半圣 都将不是他的对手 要知道他才超凡九重 要是突破之半圣境 就连真正的圣者 他也敢与其硬罕 第178章 囚龙老祖的震惊 坠龙冤外 火灵面如死灰 如行尸走肉 一般一步步地朝着 坠龙冤走去 多美的女子 实在太可惜了 就是 如果能让我想用一番 真是少活十年 我也愿意 火灵虽说修为不高 但却长得极为美艳 毕竟是漠海王 寻遍了整个黑水海域 才找到的美女 如今 众人看到他即将陨落 不由地纷纷感到惋惜 而此刻的囚龙老祖脸色 却阴晴不定 就在刚刚 他使用精神念力 去控制火灵时 却发现其石海中 竟还存在着 另一枚精神印记 显然他先前 也是被人控制过 囚龙老祖将附在 火灵石海中的 精神印记击碎后 便直接读取了 火灵的记忆 顺便想要从 火灵的记忆中 探查一下 关于墨海王的信息 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翻动火灵记忆的他 竟然震惊地发现 那斩杀囚龙 少尊的墨海王 竟根本不是其本尊 而是一位白衣青年 所幻化而成 这让囚龙老祖内心狂怒 他能够看出 这白衣青年 并非海族 而是一位人族 人族竟然赶来 海底世界 斩杀他的子孙 这不是找死吗 他为了看清楚 这白衣青年的容貌 将精神念力 全部集中 他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可当他看清楚 这白衣青年的容貌时 眉头不由的一皱 不知为何 他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里 见到过这白衣青年 他开始努力回忆 到底在何处 见过对方 猛然间 他想到一年前 自己曾收到一样东西 他在储物戒指中 摸索一番后 拿出了一枚令牌 上面赫然 刻有大眼二字 这是一年多前 东玉四大圣地之一 大眼圣地 昭告天下时所颁布的通缉令 东玉所有的超凡势力 都会有这么一块令牌 令牌中刻画 有通缉犯的容貌特征 以及身份信息 为的便是方便 大眼圣地 捉拿此人 当时的海龙宫公主 正在闭关 这通缉令 自然也便落到了 囚龙老祖的手中 拿到令牌后 囚龙老祖 当时也没太在意 只是随意地看了几眼 便扔进了储物戒指中 毕竟这通缉犯 怎么可能跑到大海中来 他只是应付应付 大眼圣地罢了 可后来 东玉发生了一件件 令人震撼的事情 让他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这枚令牌 囚龙老祖将灵器 注入令牌 顿时一位白衣青年 便出现在他的眼中 看着令牌中 浮现的人影 与火灵记忆中的 青年一比对 顿时神色一惊 这怎么可能 竟真的是他 囚龙老祖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燕北 要不要这要巧 斩杀我孙儿的人 竟是他 囚龙老祖神色 顿时变得无比凝重 燕北之名 如今 在整个东玉 都是赫赫有名 燕北作为东玉第一天交 年仅不过二十 便成为了 突破至四级进巅峰 将各大超凡势力 天交都压迫得喘不过气 甚至大眼圣帝 不敢放任其成长 圣尊 更是不惜亲自出手 降临火凤谷 欲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由火凤兵皇两位 老牌圣者阻挡 最终圣尊 未能得逞 并且最终半圣 巅峰级别的凤九天 在关键时刻 打破智谷 成为新圣 力挽狂澜 后面 更是打得大眼圣帝败退 风扇不出 从那以后 不仅火凤谷 晋升为冬裕第四座圣帝 黄羽圣帝 燕北之名 更是传遍五湖四海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该死 怎么会是他 囚龙老祖的脸色 顿时难看得不行 知道墨海王真正的身份后 囚龙老祖心里 顿时凉了一大减 整个冬裕人静皆知 燕北背后 是有黄羽圣帝 为其撑腰 黄羽圣帝 乃是冬裕 新晋圣帝 传闻其中拥有 圣王级别的 超级大能坐镇 而他所在的海龙宫 最强的存在 便是半圣级别的 海龙宫公主 这两者一比较 差距实在太大了 如果硬要斩杀燕北 他海龙宫 根本挡不住 黄羽圣帝的怒火 顷刻间 便会被夷为平地 一时间 囚龙老祖陷入了沉默 囚龙少尊 乃是他最为疼爱的后辈 如今被人斩杀 他内心自当 无比震怒 是要为其报仇 可如今 知晓仇人的身份后 他不禁要考虑许多 对方的势力 实在太过强大 他报仇的机会 实在渺茫至极 就算他手认了燕北 也承受不住 黄羽圣帝的怒火 怎么办 不报仇 他心又有不甘 可报仇 却又不是对手 一不小心 甚至便会有灭门的风险 这让囚龙老祖 一阵头大 可随着继续翻阅火灵记忆 他发现了一件 更为震惊的事情 火灵曾在一次偶然间隐约听到 燕北竟要来坠龙渊一带 好像是要探寻什么东西 燕北说 要来坠龙渊探索东西 而后这里便发生了异想 难道 囚龙老祖 有些震惊地望着眼前的深渊 难道这坠龙渊所产生的异想 并且进入其中的那人 是燕北 囚龙老祖 瞬间想到了很多可能性 不管是不是他 也只能赌一把了 囚龙老祖神色一横 死来想去 这仇一定要报 并且囚龙老祖知道 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 他并未打算自己动手 而是将灵气 注入手中的令牌 一道光芒便从中飞出 瞬间便没入虚空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一道惊呼声响起 将囚龙老祖的思绪拉 回了现实 什么 竟然没事 人群中发出一道道惊呼 目光震撼地 看着坠龙渊的方向 因为火灵此刻 已经越过了500米的距离 可却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那暴成血雾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囚龙老祖此刻也注意到了火灵的位置 他的脸色也是一变 难道那静止消失了 他内心一震 但还是忍住 没有直接冲上去 而是驱使火灵 再度向前方走去 可随着火灵的 不断深入 那恐怖的静止之力 却依旧没有爆发 至此 他确定了那股静止之力 真的消失了 哄 囚龙老祖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直接朝着坠龙渊飞去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给我继续探落 囚龙老祖依旧很是谨慎 大手张开 将火灵拘禁过来 让其飞在自己身前 百米左右的样子 就算火灵触发静止 他也能第一时间 反应过来 全身而退 火灵翘脸满是绝望 恐惧涌上心头 但却连哭泣都做不到 只能被囚龙老祖 当作人肉探测器 第179章 真龙宝树 突破半胜 龙剑 燕北依旧站在星空中 整个人一动不动 陷入了最为深层次的悟道境 一尊金色的小人 在他的尸海中 不断施展着真龙宝树 龙傲天站在一旁 也知道燕北此刻 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也并未打扰 也不知过了多久 猛然间 一道龙鹰之声 响彻在星空之中 原本沉寂的燕北此刻 再度复苏 只不过 他此刻的身上有着 滚滚龙气环绕 一股无可匹敌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 一条条真龙虚影环绕 在他四周昂首咆哮 周围的虚空都被震得破碎 同时 这一刻他的气息 开始疯狂攀升 在融合真龙宝树的同时 他也在竭尽全力地炼化 半胜本源 如今 借助真龙宝树的力量 他终于是突破了 最后一道稚骨 拖 燕北低吼一声 哄 他身上的某种枷锁 轰然碎裂 浑身气息 开始疯狂飙升 达到了一个 极为恐怖的境地 半胜 成功炼化 半胜本源 他的修为 直接一举冲入了 半胜境界 引龙手 燕北大手 张开在虚空角洞 好 一头真龙虚影 瞬间在虚空凝聚 带着恐怖力量 在燕北四周遨游 真龙虚影一声 咆哮无数星河破碎 锁过之处陨石 瞬间炸尾粉机 威能恐怖滔天 燕北震惊地看着双手 连他也没有预想到 这真龙宝树竟如此恐怖 他不过才是施展了第一势 便引发了 如此恐怖的波动 小子 本座的真龙宝树怎么样 龙傲天此时 一脸笑意地走了过来 不愧为石兄宝树之手 多谢前辈赐福 燕北深深对着龙傲天一拜 龙傲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来在杀天魔之时 不要埋没了此树就好 如今见到自己的宝树 有了传承之人 他也颇为欣慰 燕北浑身一震 连忙道 将来小子 必定不会将此树埋没 真龙宝树将会成为 天魔的噩梦 好 好 有你此言 本座就算是死也瞑目了 龙傲天哈哈大笑 数万年来 他还是第一次如此高兴 他走上前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轻叹一声 小子 能将真龙宝树传授给你 我很高兴 但如今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你也该走了 那前辈 你 燕北沉声说道 难道龙傲天要消散了吗 他心中未免有些不舍 毕竟如这等惊天动地的人物 不该就此默默地彻底消散 我如今这副样子 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必须尽快 沉睡保留最后一丝神性 也许将来古镇失守后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派上一点用场 龙傲天轻轻一探 看着星空中的龙狮 沉声说道 燕北听闻 不由得眼眶泛红 龙傲天已经死去了数万年 而直到今天就算 只剩下一缕残魂 却依旧想着 为了守护世界而战 前辈 请受我一拜 燕北忍住内心的悲伤 对着龙傲天 深深一拜 如此人物 值得洪武大陆任何人敬仰 龙傲天却是淡淡一笑 去吧 希望还未消散前 能够看到你大放一彩的时候 至于闯入龙宫的那些人 你出去时 顺便将其清理出去 说吧 龙傲天便化为一道 光影没入龙尸体内 是 燕北深深一拜 便也不再停留 朝着龙界外走去 与此同时 坠龙冤底 众人在囚龙老祖的带领下 来到了龙宫之前 众人看着眼前 古朴宏大的龙宫 纷纷震惊地不清 囚龙老祖的脸色 也是一变 龙宫 坠龙渊下方 还有这等地方 他根本闻所未闻 因为他也是龙的一种 虽还未达到真龙层次 但他清楚地感知到 从这龙宫之中 无时无刻都有精纯的 龙气散发而出 龙宫 龙气 难道里面 有关于真龙一族的宝物 囚龙老祖眼 中神光暴射 直接便准备冲入龙宫 但才刚踏出半步 他又冷静了下来 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 饶势 他也不敢随意乱闯 囚龙老祖眸光一转 将目光盯上了周围那些 跃跃欲试的海族 他故作满脸震惊道 好精纯的龙气 难道里面有龙族至宝 果然 话语落下 众人脸色结实一变 龙族至宝 哄 有人立马便按捺不住 直接朝龙宫之中冲去 龙族至宝 只能是我的 说说说 树道身影 争先恐后地朝着龙宫冲去 当然也有人保持理智 站在原地看着那些 被所得龙族至宝 冲昏头脑的人 真是一个老狐狸 有人看着囚龙老祖 内心暗骂道 囚龙老祖 内心冷笑 目的已经达到 他也开始动身 朝着龙宫而去 其余人紧随其后 当众人 不过刚刚准备踏入龙宫 可就在此时 哄 一道震耳欲龙的声音 从龙宫之中传出 随即伴随而来的 是一道恐怖金光 这金光所过之处 这些海族强者 纷纷化为血物 囚龙老祖 这些走在后面的人 内心猛地一惊 吓得连连后退 快退 囚龙老祖脸色大变 连芒朝后方 暴势而去 还好他有仙剑之名 没有第一个冲进去 不然恐怕 刚刚死的就是自己 那金光到底是什么 幸存下来的人 纷纷一脸后怕 刚刚那金光 所蕴含的力量 强得惊人 如果落到自己身上 他们自问 没有抵挡的能力 忽然 这时 有人指着龙宫入口的方向 一脸惊恐地大喊道 有东西 里面有活着的东西出来了 其余人闻言 脸色猛的一变 有活着的东西出来了 众人心里咯噔一声 哪怕是囚龙老祖心里 也顿时沉入谷底 此刻的龙宫入口 无数的尘土飞扬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一道模糊的人影 正站在那里 凝望着所有人 第180章 终于让我逮到你了 众人满脸惊骇地 望着龙宫入口处 那里有一道人影 正注视着众人 大家不禁有些背起发寒 在这从未有人来过的冤底 竟然还有 活着的生灵存在 到底是什么怪物 有人已经心里 打起了退堂鼓 准备冲出坠龙渊 逃命去了 哒哒哒 龙宫入口处的那道身影 开始朝外面走来 众人心里一惊 便准备逃走 可就在这时 等等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怪物 他是一名人类 囚龙老祖抬手眼睛 眯成一条缝 冰冷地说道 他运足目力 已经看清楚了这道身影 到底是谁 这不正是他苦苦找寻的仇人 燕北吗 但囚龙老祖 作为活了数千年的老怪物 做人可谓是相当精明 哪怕是仇人在场 他也没有冲动直接上前 众人听闻 停下了脚步 转头看去 此刻尘土落定 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子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正是燕北 竟还真是一名人类 难道 他就是弟子们所看到 进入坠龙渊的人 众人脸上的畏惧之色 一扫而空 不怀好意地盯着燕北 此人进入龙宫 定是获得了了不得的宝贝 刚刚那道金光 说不定就是龙族至宝显微 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在众人耳畔响起 让所有人脸色一变 囚龙老祖面无表情 刚刚那道声音 正是他传出的 不过却使用了秘法 让人听不出到底来自何方 燕北背景太过强大 他也是不得已 只能出此下策 借刀杀人 要是这些蠢货 能将燕北斩杀 那么自然再好不过 到时候 就算黄羽圣地怪罪 也怪不到他头上 要是不能 到时候 他再出手也不迟 如今的他 只需要坐山观虎斗 不得不说 这囚龙老祖算盘 那是打得啪啪响 果然 当他传出这道声音后 在场诛人的神色 顿时变了 小子 这龙宫之中 到底有什么 还不速速将龙族质宝交出来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站了出来 身上散发着强大气息 他是海底世界虎金宗的宗主 四级镜巅峰修为 只差一步 便能跨入超凡镜 其余人也同样 目光不善地盯着燕北 囚龙老族嘴角 露出一抹笑意 他很乐意 看到这一幕 龙族质宝 燕北淡淡一笑 在众人的注视下 闲听信步地 从龙宫走了出来 没错 交出龙族质宝 我等可考虑饶你一命 虎金宗宗主 冷笑一声 朝前逼近一步 神念将燕北死死锁定 你刚刚从龙宫出来 定然拿到了宝贝 现在立马交出来 否则老子宰了你 虎金宗宗主 目光凶利地看着燕北说道 话音落下 燕北的神色 瞬间便冷了下来 就凭你 哄 只见他大手张开 一道金色的 大手瞬间在虚空凝聚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虎金宗宗主 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地 被他掐着脖子 拎了起来 什么 众人神色一变 虎金宗宗主 可拥有四级镜巅峰的修为 竟然在这白衣男子手中 就如志同一般 滚出此地 这里不欢迎你们 燕北目光森冷地 看着在场之人 碰 手掌微微用力 虎金宗宗主 顿时抱成一团血物 鲜血不满虚空 想要驱逐这些人 不杀鸡警侯是不行的 众多海族首领 此刻面面相去 虎金宗宗主 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震杀 他们当中 甚至大部分都没有 虎金宗宗主强大 这岂不是一个照面 便要被杀 他们将目光看向了 囚龙老祖 在场恐怕也只有 他能够震住这青年了 囚龙老祖脸色 难看至极 同时内心凛然 这冬玉第一天骄 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四级镜巅峰强者 竟然连在他手中 翻起一丝浪花 都做不到 这燕北 比之一年前的描述 更恐怖了 想必 已经是跨入了超凡境 难怪在黑水海域 能够将他的铃声毁坏 老头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燕北此时 走上前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囚龙老祖 这老头长得他 很眼熟 仿佛在哪里见过 可是他却又想不起来 囚龙老祖 也是内心挣扎 到底要不要出手 斩杀这燕北 最终 囚龙老祖内心一叹 脸上露出笑意 阁下 恐怕是记错了 他还是没有把握 能够斩杀对方 纵然他身为超凡九重巅峰 对方 既然能够将他的铃声毁坏 那么就算不敌于他 逃跑的本领 肯定也是有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敢轻举妄动 燕北眉头一皱 他总感觉 这老头哪里见过 但对方 既然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再去想 大手一挥 在场剩余之人 顿时被他的衣袖 扫飞出了坠龙渊底 回到了上面 众多海族强者 此刻无不神色骇然 这青年刚刚到底 使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一挥手 便将他们全部人 给带到了坠龙渊上方 包括囚龙老祖 也是内心一阵惊骇 刚刚燕北到底 是将他们怎么送回上面的 他甚至都没能看清楚 同时内心一阵后怕 如果刚刚他敢出手 恐怕他自己此刻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吧 他将目光看向燕北 内心震惊 一年过去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修为了 他完全看不透 燕北站在虚空 目光复杂地看着 下方的坠龙渊 如今已经将下面 所有人都清理了 他也该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 哼 虚空破碎 露出一道 长达千丈的空间裂缝 终于让我带到你了 一道周身环绕 三千神国 浑身散发着 强大气息的恐怖身影 从空间裂缝中 缓缓走出 第181章 圣尊降临 秒杀半圣 哼 这道周身环绕 三千神国的身影 降临的瞬间 整片天地都被镇压 犹如天威一般的 恐怖威压压迫的众人 快要窒息 燕北豁然抬头 当他看清楚来人的面容时 脸色猛的一变 圣尊 来人正是大眼圣帝的圣尊 他收到了 囚龙老祖的传讯后 得知燕北 就在海底事件 便立马赶了过来 圣尊心里很清楚 燕北此子潜力无穷 绝不能任其成长 否则将来 恐怕大眼圣帝的 护宗大阵 都无法抵挡他 所以 纵然知道这件事情 风险很高 他也还是走出了大眼圣帝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燕北斩杀 以绝后患 小子 今天你就算插翅 也难逃 圣尊发出一声冷笑 随即大手一挥 说说说 五道身影 从他的身后飞出 瞬间降临在燕北的四面八方 将他团团包围 这五道身影 散发的气息 竟然都是半圣 燕北环视四周 脸色一沉 真是好大的手笔 对付我大眼圣帝这时 清朝出洞了吗 一尊圣者 五位半圣 这足以横扫 东狱的阵容 竟只是为了对付燕北 囚龙老族此刻 内心狂写 看来今天他的大仇有希望了 谁让你的天赋太好 让我请神安娜 圣尊淡然一笑 随即收起笑容 冷声道 动手 将他拿下 他可不敢耽误 万一黄与圣帝那几人 感知到了 他对燕北动手 恐怕事情 不仅不能成功 就连他也会有危险 燕北 还不速速束手就擒 一位手持战绩的半圣强者 直接朝着燕北杀来 燕北面无表情 他知道 今日是一场恶战 万物母气定 现 他口中爆喝一声 一道道青铜碎片 从他的体内飞出 随即在虚空 不断凝聚重组 哄 天地震动 道法续乱 无数的空间破碎 凝聚出了一尊四方大顶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迁道 他已经集齐了2500枚碎片 如今的万物母气 顶无比凝实 散发着镇压天地的恐怖气息 万物母气顶 降落在燕北头顶 坠落一缕缕 玄黄母气 让他身上的压力骤减 有一种万法不清的感觉 哄 震 燕北大手一挥 万物母气顶顿时 朝着那半圣镇压而去 破 一抹七雁的血花炸开 那半圣强者 竟然一个照面 便被万物母气顶轰 杀成了一团血物 站在虚空中的圣尊脸色大变 一脸不敢置信 什么 一位半圣就这么死了 剩下的四位半圣强者也是脸色狂变 这大顶所蕴含的力量太过恐怖 让他们心中竟有一种恐惧之感 一年时间 你竟然成长为了半圣 圣尊此刻声音有些沙哑 目光震战 这是什么妖念 什么 半圣 其余四位半圣强者 也是神色一惊 站在远处的囚龙老祖此刻 更是吓得不轻 燕北竟然成了半圣 好在刚刚他没有投了出手 否则他早就死了 所有人目光震惊地看着燕北 一年时间竟横跨两大境界 从四级境直接成长为半圣 如此妖念 更加留你不得 今天 你必须死 圣尊神色无比震惊 他不敢再大意了 直接亲自出手 哄 他探出大手 微微一暗 无数的空间顿时破碎 直接朝燕北 镇压而来 大手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眼看就要拍到燕北身上 燕北神色一惊 圣者不同半圣 出手则带有天地法则 触及一丝 便能让他的肉身崩毁 混沌种清廉 虚空炸开 一道青色的光芒 从中冲出 是一株清廉 浑身散发着混沌之气 仅生三片叶 却又显得无比夺目 清廉轻轻一阵 散发出无穷道光 将一切法则都隔绝在外 万法不清 施展了混沌种清廉后 圣尊大手竟直接从燕北的身体 穿透而去 未能触碰气氛毫 圣尊目光一凝 他的一击竟然落空了 实在不可思议 半圣与圣者 虽只有一线之隔 但却相差如同天地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燕北 却使用了这诡异的手段 规避了他的攻击 我看你还能躲几次 圣尊大怒 直接踏天而下 朝着燕北杀去 同时 四尊半圣强者 也没有闲着 他们身上 散发出一道道光芒 随即交织在一起 凝聚成了一座法阵 将燕北笼罩其中 燕北顿时感觉到 浑身一沉 这法阵能够限制他的行动 通天执法 一指震天 燕北狂吼 他不能坐以待毙 几乎是一瞬间 他出手了 抬手朝着 一位半圣一指点出 一根通天手指 横压天地之间 萦绕着无穷力量 震动天地 朝着半圣震杀而去 哄 躲开 圣尊大吼一声 想要转头 出手救下这名半圣 但还是晚了 一团血光轰然炸开 那半圣强者 竟直接被燕北 一指钉死在虚空 碰 一位半圣的陨落 那阵法自然也不攻而破 剩下的三尊 半圣被反噬之力阵的大口可血 目光骇然地看着燕北 你的实力 怎会如此恐怖 其中一尊半圣目光震撼地看着燕北 他乃是半圣六重天的老牌强者 但从燕北所散发的气势上 来看对方 不过刚刚跨入半圣镜 但燕北所释放出来的力量 却是他们 源源所不能及的 两招 杀死两尊半圣 这是一个 刚刚跨入半圣镜的人能做到的 整个坠龙渊此刻 都安静了下来 囚龙老祖此刻脸色煞白 双腿都已经开始打战 在一尊圣者 五位半圣的围攻下 竟然毫发无损 甚至斩杀了两尊半圣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太可怕了 圣尊此刻神色怒到不行 燕北成长得实在太快了 一招带走一位半圣 这实力简直不亚于一尊圣者 你们都退下 圣尊大手一挥 顿时将剩下的三尊半圣扫飞出去 他可不想等下斩杀燕北后 自己大眼圣帝的半圣 全部陨落 就只剩下他一个光感司令了 给我死来 圣人建议 圣尊狂怒不再留守 直接拿出一把圣气级别的宝剑 一股灵力到极点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 他这一刻就宛如剑仙灵势 任何人都得避其锋芒 刷 剑光划过天际 恐怖的剑气 竟直接将整片大海都一分为二 燕北目光冷静 将万物母气顶挡在身前 哄 如同天崩般的声音响彻天地 燕北直接被这一剑轰飞出去数百里 第182章 逆行乏圣 嗨嗨 燕北双臂颤抖地 从泥土中重新站起来 嘴角不断有鲜血一出 刚刚圣尊一剑 直接将它斩飞数百里 好可怕的力量 他目光凝重地看向天空 正急驰而来的圣尊 果然圣人与半圣之间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刚刚若非使用万物母气顶护在身前 恐怕那道圣人建议便能将他斩杀 当然这也是燕北修为 才刚刚跨入半圣境的原因 如果他是高阶半圣 对付圣尊这种圣人 同样可以秒杀 不得不说 你小子病还挺硬 这都没死 圣尊脸色难看无比 他堂堂圣人出手对付一个 刚刚跨入半圣境的后背 竟然纠缠这么久 都没能将其拿下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会一笑大方 圣人建议 也不过如此 燕北伸手擦去嘴角的鲜血 冷笑着说道 圣尊的速度太快 他根本无法躲避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与其硬罕 否则 这样持久站下去 战局将会对他非常不利 燕北神色冰冷 眸光如电 他要主动出击 上苍之手 哄 天穹之上仿佛碎了一般 露出了一个恐怖的黑洞 一只金色的大手从中探了出来 这一刻 道法虚乱 空间破碎 大手运 有无穷的力量 朝圣尊镇压一下 圣尊不屑一笑 就你还想镇压我 托 圣尊持剑向天一展 一道恐怖剑光划过天际 直接朝着金色大手轰去 可下一秒 哄 他所展出的剑光 竟然被金色大手拍碎 这一幕 让圣尊脸色一变 想要闪躲 但那金色大手的速度 实在太快 哄 上苍之手 直接拍在了圣尊身上 哄 圣尊顿时 如同一颗人形炮弹一般 轰的一声 被砸进海底 造成了一个 长达百米的巨坑 燕北看着这一幕 内心长出一口气 他本来想着 如果这一击 要是被轻易破掉 那么他转身变逃 但如今看来 看来圣人也并非无敌 他亦能与其一战 远处观战的三尊半圣 见到圣尊被拍入海底 顿时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怎么可能 逆行伐圣 这种事情 虽然在红武大陆中有记载 但那也只是半圣 九重巅峰的天才 面对一位 初入圣人的存在 而圣尊 可是货真价实的 老牌圣人 而燕北不过只是一个 初入半圣的人 可就算这样 圣尊依旧是被 拍入了地底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燕北 我承认我是小看了你 区区半圣 竟然能够令我受伤 圣尊的身影从地底升起 他目光充满杀意地看着前方 身上的气息 竟然再度提升到了一个 更为恐怖的地步 他最开始 的确有些轻敌了 圣尊从始至中 也没有想过 区区一位半圣 能够令他受伤 而现在他改变了想法 燕北辞子 根本不能用常理肚致 今日不杀 后患无穷 我心如剑 圣尊目光冷冽 大吼一声 将圣剑抵御眉心 一股滔天 见一顿时 从他身上爆发 恐怖的气息席卷天地 整片天幕都在震动 一柄柄散发着寒光的利剑 在虚空凝聚 密密麻麻不计其数 每一柄都散发着强大气息 给我死 圣尊挥剑落下 那天幕中 密密麻麻的利剑 犹如倾盆大雨落下 场面骇然无比 燕北见到如此一幕 也是脸色微变 这种密集 大范围杀伤的招数 他根本必无可避 既然无法退避 那么就只有进攻 神龙宝朔 引龙手 燕北狂吼一声 身上猛然散发出无量金光 宛如神王将士 吼 空间破碎 一头真龙从他体内飞出 带着浩瀚无匹的力量 遨游天境 一声咆哮 竟让数千把利剑化为截灰 真龙所过之处 万岛崩塌 那些利剑落在他身上 根本无法伤其分吼 这便是石胸宝术 排行第一的真龙宝术 圣尊看着下方的真龙虚影 脸色一变 他认出了此数的来历 你竟还拥有真龙宝术 还是完整法 圣尊内心震撼 这种无缺的石胸宝术燕北 竟然拥有 这消息 要是传出去 整个洪武大陆 都得镇上一阵 燕北并不予理会 真龙拳 哄 一道浩荡的拳印 瞬间凝聚 无穷的大道符文显化 这一击 犹如星球坠落 恐怖无比 圣尊目光凝重 怒吼一声 一箭破万法 他堂堂圣人 竟被一位半圣压着打 这算什么事 哄 两道攻击相撞在一起 顿时散发出一道道 恐怖的能量余波 直接将方圆百里的海水 都瞬间蒸干 两道身影 同时向后倒飞而出 圣尊 三尊半圣神色惊骇 将倒在地上的圣尊 搀扶了起来 刚刚所爆发的能量波动 简直骇然听闻 他们如果不是逃出了 两百里的距离 恐怕仅仅是 战斗余波 都能将他们震死 这真是一位 半圣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 而不是两尊圣人 在交战吗 嗨嗨 圣尊口中 吐出一大贪心红的血液 脸色苍白无比 刚刚在那一击对轰中 他们竟然站了一个平手 势均力敌 他不敢相信 世上真的有如此妖孽之人 突然 圣尊脸色巨变 直接一把抓住面前 其中一位半圣 将其挡在自己身前 这名半圣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脸茫然 下一秒 刷 一道幽暗的光芒划过 这名挡在圣尊身前的半圣目光 瞬间变得空洞 整个人 虽还散发着生机 但石海中的神魂 却已经被灭杀 一柄通体透明的小剑 从死去半圣的头颅中 飞了出去 竟还能使用神魂攻击 圣尊连连后退 这一次 他真的慌了 目光有些惊骇地 盯着远方 那里正有一道 浑身浴血的身影 死死地盯着他 第183章 圣人也不过如此 此刻天地之间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地 一个出入半圣的少年 竟然将一尊圣者 打得如此狼狈不堪 甚至一同而来的 五位半圣强者 如今也只剩下了两位 其余三人 皆死于少年手中 燕北此刻浑身浴血 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 刚刚那一击 对轰下他也受到了 不轻的伤势 但好在他体质强大 再加上 混沌不灭精的存在 他体内的伤势 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恢复着 秀 是神剑重新回到了 燕北的石海 这是曾经牵到 所获得的一把灵魂法器 可直接斩灭敌人灵魂 如果刚刚圣尊反应 再稍微慢一点 是神剑这一击便足以 将他的圣魂重伤 甚至当场斩灭 圣尊 你 大眼圣地仅存的 两尊半圣强者 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圣尊 刚刚圣尊在危急关头 竟然拿自己人 挡在身前 这种做法 实在是让他们有些心寒 圣尊可出一口血液 脸色也是无比阴沉 他也知道 刚刚自己的做法不对 但那都是无奈之举 如果刚刚不拿人 挡住是神剑 他恐怕就会为此重伤 甚至直接死亡 经过一番交战 他已经完全不敢小觑 这只有半圣尽的少年 燕北就如同一头刺猬一般 身上有招数不清的 强大宝术以及密宝 一个不小心 哪怕是 他也得在阴沟里翻船 刚刚本作 也是万不得已 圣尊重新站立起来 手臂竟然都还在微微发抖 刚刚那一击 对轰让他的五脏六腑 都有些受损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燕北 这该死的家伙 不仅让他受伤 甚至为此 大眼圣帝损失了 足足三尊半圣 以如今大眼圣帝的实力 已经在圣帝之中 是垫底的存在 足足要数百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元气 刚刚那一件滋味怎么样 所谓圣者看来 也不过如此 如若同境界 我动动手指 便能将你摁死 燕北冷冷地笑着 此刻他身上的伤势 已经差不多痊愈 这便是混沌体和 混沌不灭精的恐怖之处 混沌体让他体内的灵力 无穷无尽 混沌不灭精泽 使他还有一膝尚存 便能迅速恢复伤势 圣尊默然 没有说话 他知道燕北所说的 的确属实 以半圣一重天的修为 能够与他战斗个平分秋色 如若同境界 他根本不可能是 燕北的一招之敌 可就在此时 他朝燕北所在的位置看去 顿时脸色一变 不知何时 燕北竟然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圣尊内心一惊 也顾不得浑身剧痛 立马踢起圣剑 做出防御姿态 鬼影迷踪 燕北口中低吼 整个人正在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圣尊靠近 身影简直快到 无法捕捉 圣尊目光凝重 身上升起一股 淡淡的圣灰 准备迎接 接下来的雷霆一击 可就在这时 燕北的身影 再度凭空消失 就在圣尊疑惑之际 两道惨叫声 从他的身后响起 他脸色狂变 豁然转头 燕北不知何时 竟然已经出现在了 他的身后 没错 燕北此次的目标 并不是圣尊 而是大眼圣帝 仅剩的两尊半圣 一瞬间 鲜血洒满虚空 两名半圣目光 一片惊骇 伸手捂住自己的脖子 但鲜血 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涌 喷喷 最终 他们两眼一黑 直接应声倒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 再度秒杀两位半圣 燕北站在原地 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 圣尊转过头 正好看到两尊半圣死亡的一幕 这一刻他的头皮 瞬间发麻 死了 都死了 他带出来的五尊半圣 竟然都死在了燕北手中 如今 大眼圣帝算是完了 就算他今日 能够斩杀燕北 那么大眼圣帝 也已经名存实亡 扑 想到这里 圣尊有些气急攻心 加上之前的伤势 一口暗红色的血液喷出 气息一落千丈 燕北瞅准时机 再度使用鬼影迷踪 一个瞬移 便到了圣尊身前 玉龙朔 圣尊脸色巨变 连忙将圣剑横在身前抵挡 几乎是一瞬间 一头恐怖的苍龙 直接撞击在了圣尊身上 将地面都砸出一个 深不见底的大洞 圣尊脸色苍白如指 目光闪烁着不可置信之色 如今 一番交战下来 他发现 燕北体内的力量 就宛如绵延不绝 并且恢复了惊人 如此下去 恐怕他今日 真的陨落在此 他心中已经萌生退役 再战斗下去 对他相当不利 圣尊一拳轰碎虚空 便准备离开 此次算你狠 咱们来日方长 他知道 凭借他一人 已经无法斩杀辞子 燕北冷笑一声 怎么 堂堂圣者 竟然想着逃跑 真龙困天术 真龙宝树再度显微 石头真龙瞬间 将圣尊包围 周围的虚空此刻 竟变得坚不可摧 真龙宝树共有九世 这便是第八世 真龙困天术 被真龙困天术禁锢的人 除非拥有的力量 强于施法者的数倍 否则根本无法逃脱 圣尊看到自己 被切断了逃跑之路 目光骇然 你竟然还有力气 施展宝树 这一番战斗下来 他的圣员都激进抽干 而燕北 竟然还能施展如此宝树 这家伙的气海 到底是什么做的 燕北冷漠一笑 看来圣人也不过如此 混沌体与大道清和 可借助天地间的灵气化为己用 甚至能够 源源不断地补充自身 只要不能以强横手段 将其磨灭 燕北就是战无不胜的存在 他不再打算 给圣尊恢复元气的机会 燕北眼中 升腾起一股恐怖杀意 将自己体内的力量 瞬间推动至巅峰 哄 一股金色的气血 贯穿天雨 整片海域都在不断震荡 顿时间 天地色变 在燕北的身后 一尊恐怖虚影凝聚而出 他的身影 太过浩大伟岸 让人一眼看去变心声胆寒 天地拳 燕北怒吼一声 虚影跟他的动作一致 一道浩荡的拳印 轰击而出 恐怖的金光照耀数万里不止 整个天地都被覆盖 不 圣尊感受着这道拳印所蕴含的力量 目自尽烈地嘶吼道 可燕北哪里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哄 千里虚空瞬间崩塌 如同天崩一般的声音 响彻在天地之间 强烈的金芒 覆盖了整片海域 第184章 他刚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东欲上空 无数人都可以看到 天穷之上有一颗流星坠落 伴随着血光照耀无穷时空天地 令无数生灵惊惧 同时 种种异象开始显化 血雨纷飞 仿佛天地也在哀伤 天空竟吓起了血雨 无数人一脸惊骇地望着天空 目光骇然 有圣人陨落 天地哀鸣 各大教派宗门纷纷有人走出 目光震撼地望着天空 圣人陨落 这一幕多少年没有发生过了 与此同时 大海的另一边 哄 天际尽头之处 虚空崩开 一艘庞大的战舰出现 神光缭绕 可怕的气息席卷 仿佛一头太古凶兽出现 在战船之上 一道旗帜飞扬 上书印有黄语二字 此刻 在船手之处 有一道挺拔的身影矗立 周身缭绕着可怕的气息 眸光冷冽如电 正一脸凝重地望着虚空 血雨 这道身影伸手触摸落下的血雨 脸色一变 燕北不会有事吧 一道风华绝带的身影 从战舰之中走出 正是冰黄 这血雨预示着圣人陨落 情况到底如何 我也不知 李道燃望着远方 目光沉重 冰黄脸色阴沉 加快速度 他绝不能有事 就在前一刻 远在数百万里外的黄语圣地 圣王李 道燃突然感受到了 大海之中传来一道道恐怖波动 疑似有圣人交战 最后 黄语圣地与海龙宫取得联系 竟得知 圣尊悄然走出了大眼圣地 前去海底世界 暗杀燕北了 这让黄语圣地众人内心一惊 李道燃连忙驱使圣王战舰 朝着交战的地方冲去 可相隔数百万里 就算是圣王达到 也需要半个时辰 如今乘坐圣王战舰 经过半刻钟 终于即将抵达 可却又发生了如此天地异象 让他们心中不免担心了起来 很快 大约两分钟后 哄 战舰破开虚空 直接降临在了坠龙渊上空 大海中的燕北 望着上空中 那艘宏大的战舰 脸色一变 还有人 他的脸色沉重万分 还以为是大眼圣地又来人了 并且他感知到 这艘战舰之中 有一道气息令他惊惧 心中警铃大作 兵皇等人 降临到了坠龙渊上空后 一脸震惊地望着周围的一切 哪怕大战结束 这里的空间 依旧有密密麻麻的裂缝 还未复原 仿佛一处击碎 可以想象 刚刚这里到底爆发了 怎样一场大战 还敢来找我 没完没了了 燕北神色冷冽 身影直接冲天起 直接施展真龙拳 竟想要一拳轰碎战舰 站在战舰之上的兵皇 听到燕北的声音 顿时脸色一喜 可下一秒 他便又感受到一股 令他也为之心惊的力量 李道然目光一震 不敢置信地看着下方的身影 只见他微微抬手 一股圣光便从他手中散发而出 燕北所轰出的一拳 瞬间被他化为无形 什么 燕北看着上方 目光震动 他的一拳 竟被如此轻易地化解了 要知道 刚刚的圣尊 面对这么一拳 也非常吃力 燕北小有一年未见 刚见面如此大打出手 可是想要毁了老夫这战舰 李道然的笑声 从战舰之中传了出来 下一秒 便他的身影便出现在天穷之上 燕北听着这道熟悉的声音 顿时神色一震 前辈 竟然是你 同时 他这时也才看清楚 这战舰之上的旗帜 飘动着黄与二子 兵皇 火凤等人 也陆续从战舰之中走出 一脸惊喜地看着燕北 你小子没事太好了 燕北看着眼前一道道熟悉的身影 那刚刚提起的战役 顿时烟消云散 兵皇前辈 火凤前辈 这一次出行 一共就来了他们三人 至于凤九天等人 则是继续坐镇黄与圣地 圣尊在哪里 敢伤害你 老娘灭了他 顺便为刚刚保护你而陨落的圣人报仇 兵皇飞身而下后 第一时间便展露出了自己的本体 一头神光绚丽的神皇 顿时出现在场中 火凤同样如此 直接露出了本体 就只差两者融合化为凤凰了 他们两人皆是以为 燕北如今能够完好无损 完全就是因为 刚刚所陨落的那尊圣人 恐怕他们也猜不到 刚刚那尊陨落的圣人 便是圣尊 还以为是保护燕北的人 李道然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笑着摇头 再降临到这里的一瞬间 他便感知到 这里有着圣者陨落的气息 那道气息正是属于圣尊 他内心震惊 燕北身上 有着天眼内脸法的存在 具体修为他也感知不到 不过刚刚那一拳 却是让他尤为惊讶 那一拳竟蕴含圣人威势 燕北此时 看着虚空的兵皇与火凤两人 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道 前辈 圣尊他刚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看着如此担心自己安危的两人 心中不免一股暖流涌过 你说在哪 兵皇一脸气势汹汹地准备朝前冲去 但下一秒却又停了下来 不对 你刚刚说啥 火凤同样停了下来 有些疑惑地朝燕北看去 如果他刚刚没有听错的话 燕北说圣尊被他给打死了 但怎么可能 前辈不要动怒 圣尊刚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燕北一脸人畜无害地继续说道 李道然的身影 这时也凭空出现在了众人身前 一脸惊叹地看着燕北道 小友说的没错 圣尊的确已经死了 兵皇这次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他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重新幻化成人形落到燕北身前 什么情况 圣尊被他打死了 兵皇此刻有些凌乱在风中 火凤同样如此 用狐疑的眼神瞅着燕北转个不停 第185章 这一拳有我20年的功力 大眼圣地的圣尊陨落了 还是被燕北打死的 兵皇走上前 捏了捏燕北的脸庞 再抬了抬胳膊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圣尊可是货真价实的圣人 你小子居然能够将他杀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 一年前 燕北离开历练时 不过才四级境巅峰的修为 如今一年过去 想来是刚刚破入超凡境界 毕竟在他们看来 一年时间从四级境巅峰突破到超凡境 已经是妖孽之举 超凡横跨两大境界图胜 他根本无法相信 燕北被兵皇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侥幸 侥幸 都怪他太弱了 经过刚刚一战 他对自己如今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 半圣一律秒杀 圣人三重以下的存在 他可以与之一战 甚至将其斩灭 但在网上 他就只有逃跑的份了 因为圣人四重天 已经达到了中阶圣人 体内的圣员将会再进行一次升华 远非低阶圣人可以比拟 圣尊太弱了 兵皇表情很精彩 一年前 火凤谷所爆发的圣战 他与火凤两人融合化为凤皇 都不是圣尊的对手 这家伙 竟然说圣尊太弱了 这不是变相地嘲讽自己吗 瞧瞧 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 火凤重新化为人形 落到了燕北深前 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小子 朝老夫来一拳 我倒要看看你 到底有多厉害 兵皇顿时也来了兴趣 没错 朝他来一拳 让我们检验检验 你这一年的修行成果 李道然看着这一幕 笑着缓缓摇头 从刚刚见面的那一拳的威势来判断 火凤应该挡不下燕北的一拳 但他也没有出声 他同样想要看看 燕北亲自出手的样子 给你一拳 燕北有些愣在原地 连忙摇头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怕 你怕 怕啥 难不成害怕老夫抵挡不住你 一拳不成 火凤瞪大双眼 一脸凶恶地看着燕北 燕北无奈地点了点头 有点 嗯 火凤看到燕北点头 顿时大怒 你小子 快出拳别废话 要是这一拳不让老子满意 等一下老子 就用蛟龙巾抽你屁股 燕北眉头皱成一条黑线 为了自己的屁股着想 最终也只能轻叹一声 既然如此 前辈 你可要好好防御 别废话 快点 火凤不耐烦地说道 就在此时 哄 一道惊天动地的气息 从燕北身上爆发 金色的气血贯穿天雨 一道无敌虚影 在他背后凝聚 这股气息 让火凤脸色一变 整个人如躲冰窖 他骇然地发现自己 已经被锁定 无法动弹 冰黄也是脸色大变 这股气息太过惊人 竟蕴含甚微 李道然虽然已经有些心理准备 但眼前一幕 还是让他忍不住震惊 他已经看出了 燕北的具体修为 半圣一重天 可就是如此修为 却能爆发出圣人威势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燕北此时神色一宁 大吼一声 前辈这一拳 有我二十年的功力 你可要接好了 天地拳 火凤此刻脸色巨变 光从这股气势上 他便已经感觉到了 死亡的威胁 火凤连忙开口道 不不不 不用出手了 老夫已经满意了 可燕北嘴角掀起一幕弧度 假装听不见 前辈你说啥 我没听见 他拳头微微向前移动 那股威势便更加恐怖 吓得火凤内心一惊 我满意了 快停手 火凤神色惊慌的大吼道 要是这一拳 真的轰在他身上 他就算不死 也得重伤 燕北这次 也不再吓唬火凤了 将力量全部收回 天地间那股恐怖气息 也随之消散 火凤此刻大口喘息 背上已经被冷汗尽失 臭小子 你想一拳打死老子不成 火凤走上前 一巴掌朝着燕北的头呼去 可是燕北早已经有所防范 身子往后一退 便轻松躲开了 燕北小友 真不知道这一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提升竟然如此之大 李道然缓缓走上前来 一脸惊叹地说道 饶是他走南闯北这么些年 也从未见到过 如燕北这般逆天的存在 半圣一重 便能匹敌圣人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得吓死不少人 如今才半圣 如果让他晋升圣人静 真不知道会有多离谱 说来话长 不过这一年的确收获颇风 燕北谦逊一笑 看得出来 这一年 让你成长了不少 兵皇来到燕北身前 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少年 现在的燕北 已经退去而来往日的青涩 面旁坚毅 眼神中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自信的神采 好了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回去吧 兵皇继续说道 随即满脸笑意 家里 还有人等你呢 燕北看着远方 目光闪烁着思念之情 不知不觉出来一年了 他也该回去看看了 也是该回去看看了 不过 我还有一事未办 燕北点了点头 合适 用不用我们去处理 兵皇关心地问道 燕北却是摇头 不必 我分身前往即可 他运转仪器化三清法诀 过去身顿时出现在众人眼前 两个燕北一模一样 就连散发的契机 甚至是修为 都是相同的 两者互相对视一眼 便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哄 过去身直接一拳震碎虚空 便消失在了原地 兵皇火凤 甚至是李道然 看着这一幕 都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你这分身 是不是太离谱了点 火凤暗暗扎舌 李道然也是颇为感慨 分身竟拥有自己的灵质 不简单 不简单 身为圣王 他自然感知到了 过去身的不同之处 一般的分身 都是由宿主意念驱使 而燕北刚刚召唤出来的那道分身 他分明感知到了 对方是一个拥有自身智慧的生灵 与燕北本体 根本无异 不过众人也没有多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随即他们踏上了战舰 朝着黄羽圣地飞去 冬玉 此刻的冬玉 已经完全炸开了锅 圣人陨落的消息 如飓风一般 席卷了整个冬玉 无数人为之阵战 开始打探起 到底是冬玉哪一尊圣人陨落 毕竟在冬玉之中 也只有如今的四大圣地 有圣人存在 所以陨落之人 定在几大圣地之中 第186章 从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人 最终只还是包不住火 一则小道消息 引起了轩然大波 传闻 大眼圣地之中 有哀嚎声传出 有其中弟子 透露疑似圣尊陨落 圣尊陨落 这消息如平地惊雷一般 让整个冬玉 都为之阵战 圣尊可是屹立在冬玉之巅 长达千年的恐怖存在 而今 竟然陨落了 并且还有传闻 圣尊之所以陨落 便是因他前往海底世界 追杀燕北 这才陨落 冬玉第一天交 燕北 这个名字 在这一年时间 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没想到一年 未曾露面的燕北 再度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时 竟引发如此轩然大波 在燕北等人 乘坐战舰 返回皇宇圣地的途中时 他的过去身 悄然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波光零零 四处都散发 这奇幻之色 无数有水晶雕刻 而成的宫殿处理 海龙宫 燕北看着眼前 这些建筑 微微点头 海底世界 不愧是资源丰富 这修建宫殿的材料 竟都是用的水晶 简直毫无人性 何人再次窥探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几头猿神静地 大白沙守卫游了过来 目光警惕地看着燕北 海底世界 很少有陆地来客 如今燕北并未 遮掩其人类的身份 去告诉你们公主 就说燕北来此 有一事 找他 燕北淡淡地说道 并未强闯 这毕竟是婉儿姐所在的势力 面子他 还是要给的 燕北 几位大白沙守卫面面相去 公主大人 正在闭关 阁下还是请回吧 这名字他们 从未听闻过 要不是燕北浑身气质脱俗 他们早就出手 将其轰出去了 燕北面无表情 对于此等结果 他早已有所预料 既然如此 他也只能硬闯了 燕北不再多雨 静止朝着海龙宫 内部走去 站住 未经允许 不得擅闯海龙宫 大白沙守卫 看着有人想要强闯 顿时大喝道 可燕北哪里会在乎他们 轻轻一挥手 便将他们震退 不过并未伤其分喉 今天他来海龙宫 的确是为杀人 但却不杀无辜之人 大白沙守卫 见状目光骇然 他们完全看不透眼前 这位青年 自知无法阻拦 他们便立即拉响了警报 警报响起的瞬间 哄 受到强大的气息 从海龙宫升起 化为长虹 降临在入口处 何人胆敢在我海龙宫放肆 一尊四级尽的老者 瞬间拦在了燕北的去路 他乃是海龙宫 执法殿的长老 说说说 不断有强大身影降落 将燕北为个水泄不通 面对重重包围 燕北神色古井无波 淡淡道 我今天不想 伤无辜之人 退开吧 狂妄 老夫来会一会你 执法长老冷哼一声 直接朝燕北冲来 燕北眼皮 都懒得抬一下 向前一踏步 哼 一股惊天威压 从他身上爆发 让周围的空间 一阵扭曲 仿佛虽是 都要崩裂一般 执法长老连同 将他包围的海族强者 直接全部 被震飞了出去 跌倒在地目光 骇然地看着燕北 好强 光是气息地释放 就让他生不起抵抗之意 好在对方没有恶意 否则刚刚的他 已经死了无数次 燕北摇头 继续前进 可他刚不过走了几步 又有一道身影降临 此人身穿金色龙袍 威武宛如人间帝君 举手台族之间 都散发着一股惊人的威势 公主大人 他竟然出关了 执法长老见到此人 顿时脸色狂喜 没错 来人正是海龙宫公主 龙渊 如阁下这般强者 为何要来我海龙宫闹事 龙渊目光凝重地 看着燕北说道 身为半圣 他能够从燕北身上 感受到一个极强的压迫感 就连他也不由地 暗暗心惊 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燕北见到来人 收敛气息 微微拱手 我来此 只为只杀一人 杀了便走 这海龙宫公主 是婉儿姐的父亲 她也不好太过无礼 所以 从进入海龙宫 直到此刻 都未曾伤过一人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婉儿姐 否则凭借她如今的实力 只需片刻 便能将此地离为平地 在场中人目光吃惊地 看着燕北 她的话语 虽风轻云淡 但落在众人耳边 却让他们感到一股 刺骨的寒意 从脚底生起 来此只为杀一人 杀完便走 面对半生级别的 海龙宫公主 竟然还敢说出 如此狂妄之语 这得多有自信 她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就在众人皆以为 龙渊即将要发怒时 龙渊却沉声道 不知何人得罪了阁下 我待她陪的不是 在场中人脸色结实一变 纷纷不敢置信地看着龙渊 公主大人 可是这百万里海域 脾气暴躁出了名的存在 被人这么挑衅 不仅没有当场发怒 甚至还要赔礼道歉 这根本不像是 公主大人的作风 难道 这青年就连公主大人 也不敢得罪 燕北却是摇头 今日我专程来此 他必死 无人可救 龙渊整个人 顿时沉默了下来 足足好半想才到 阁下可否告知是谁 燕北也不算隐瞒 囚龙老祖 我与他有些恩怨 当日大意让他逃脱 今日为此专程而来 囚龙老祖 众人神色一震 哪怕是龙渊 也是脸色一僵 开口便要斩杀 对方势力二把手 他们敢发誓 从没有见过 如此嚣张的人 阁下非杀不可 龙渊眉头紧皱 目光沉重地盯着燕北 燕北面无表情 毋庸置疑道 我说过 他今日必死无疑 龙渊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囚龙老祖 可是海龙宫的第二强者 超凡九重巅峰的存在 如今被人一言 就要宣判生死 第187章 相遇 阁下执意要杀我 海龙宫大长老 那龙某 只有向阁下讨叫一番了 龙渊目光极为凝重地 看着燕北说道 同时身上 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威势 半生二重天的 修为斩路无鱼 强大的压迫力 让海龙宫众人为之心惊 公主大人闭关两年 竟突破到了半生二重天 执法长老等人 目光振奋地看着龙渊说道 看来 今天教训这狂妄小辈 不在话下了 燕北感受着 龙渊身上传出的波动 轻轻摇头 我本不想与你交手 不过你执意阻拦 那就得罪了 他的眸光绽放出一缕神灰 一股更可怕的气息 从他身上迸发 哄 周围的空间瞬间破碎 一道道空间裂缝 以燕北为中心 向外蔓延 场面骇人无比 龙渊见状 顿时瞳孔一缩 好强 强得简直令他窒息 这一刻他感受到 一股强大到极点的威压 将他笼罩 让他整个人如躲冰窖 神魂都在站立 燕北摇头 也不想再耽误时间 直接抬手 哄 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威压 顿时将龙渊笼罩 这一刻 龙渊骇然地发现 他体内的力量 竟被这股威压 完全镇压 无法调动分毫 就在此时 一道娇鹤声传来 伴随着一道幽蓝色的光芒 一道绝美无瑕的倩影 顿时出现在场中 你们住手 龙魁此刻 看着即将交战的两人 神色万分交集 他听闻父亲出关 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 可刚刚一到这里 便看到了 那道让他梦魂牵引的白衣身影 只不过 在惊喜的同时 却又看到父亲 正在与燕北对峙着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开打的样子 这让他内心一惊 直接飞身 落到了两人之间 龙魁的出现 让在场中人始料未及 龙渊见到自己的女儿 竟出现在两人之间 顿时脸色俱变 魁儿 快躲开 此人非常危险 他伸出大手 便想要将龙魁抓回来 父亲 他不会伤害我的 龙魁后退一步 避开了父亲的大手 转身朝燕北看去 你说是吗 小白 两人在小渔村 一起生活了一年时光 一日三餐都是在一起 让两人心中 不免产生了一些情愫 特别是龙魁 那段时光的他 可谓是到达了人生 最为低谷的阶段 无法修炼的他 还被囚龙少尊追杀的 不能回家 别提有多凄惨了 还再遇到了燕北 这个如折仙一般的男子 一年时间 带给了他很多 美好时光 燕北见到 龙魁降临的瞬间 便将浑身气势收敛 同样微笑道 婉儿姐 好久不见 如今再度见到燕北 龙魁再也忍不住 内心的思念 直接飞身 扑倒在燕北怀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场之人的表情 顿时变得精彩起来 龙渊陷入沉默 看样子这青年 竟和他女儿相识 而那些海龙宫的天骄们 却是心碎一地 燕北看着怀中的角色女子 心里已经开始为 本尊头疼了 两人相拥在一起 任何的话语 都不需要多说 一个眼神 他们便能明白 彼此的心意 在场也没有人敢出言阻止 毕竟燕北的 恐怖他们 是见过的 小白 你刚当是为何 龙魁眼中 不满水雾地 看着燕北说道 一边是自己父亲 一边又是自己 最心爱的人 如果两人起了冲突 他家在中间 会非常难受 燕北自然也知道 所以从始至终 进入海龙宫 他都未曾伤害任何一人 面对龙渊 也是礼让三分 只是囚龙老祖 他必杀不可 当时 在坠龙渊底 他没有将其认出 让他逃过一劫 后面这家伙 竟然将圣尊引来 如果不是自己 修为强横 恐怕已经在 圣尊手中 化为劫灰 不怕为君子 就怕真小人 囚龙老祖 乃是即将 跨入半圣境的存在 万一这家伙以后 又在背后 搞什么幺蛾子 他自己倒是不怕 但是他那些身边之人 恐怕再不经意间 就会中了此人圈套 所以他专程降临海龙宫 就是为了将其斩杀 以绝后患 燕北没有隐瞒 直接将自己的顾虑 说了出来 父亲 在你闭关的这两年里 我也差点陨落在 囚龙少尊手中 还好小白 帮我恢复了修为 否则你可能都见不到我了 龙魁也是沉生说道 在场中人一旁哗然 龙渊听闻 也是神色一惊 囚龙一族 背着他看了这么多事情 他竟浑然不知 就连他女儿 也差点遭到了 囚龙少尊的毒手 囚天 你给我滚出来 龙渊脸色铁青 朝着海龙宫 伸出大吼道 囚龙殿 这该死的燕北 怎么如此恐怖 光是战斗余波 便将我打成重伤 一道无比怨毒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荡 正是囚龙老祖 只不过 他此刻的模样 有些凄惨 浑身上下都不满 密密麻麻的伤口 这是他在观战圣尊 与燕北大战时 被两人的战斗余波 给震伤了 等我伤势恢复 我定然不会 就这么轻易算了 对付不了你 还对付不了其他人吗 你的亲人 准备迎接我的报复吧 囚龙老祖 在大殿中低吼 声音充满仇恨 这时 突然大殿一阵晃动 龙渊的怒吼声 从外面传来 囚龙老祖眉头紧皱 龙渊他竟然这么快就出关了 他听出了龙渊的语气中 充满怒火 想必是听说了少尊想 要他女儿 真龙之血的事情 但囚龙老祖 便找一个借口搪塞过去就行 如今少尊都已经死了 他总不可能怪罪到自己身上 他忍住浑身剧痛 走出了囚龙殿 朝着声音 源头飞去 咦 这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 囚龙老祖 此刻注意到了海龙宫的情况 怎么所有人都聚集在广场上 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宣布 他继续前进 可就在此时 他隐约间看到了一道身影 等等 他揉了揉眼睛 定睛看去 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一道宛如梦魇一般的 白衣身影 此刻正默默地注视着他 卧槽 他怎么会来这里 囚龙老祖心中顿感不妙 直接舌身朝着 反方向逃顿而去 可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来都来了 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一道覆盖天地的金色大手 狠狠地朝着囚龙老祖卧下 他所处的那一片空间 竟然都直接被那金色大手 一把抓走 第188章 镇压毛坑一万年 哄 一只金色大手 贯穿天语 直接朝着囚龙老祖抓去 囚龙老祖所在的 那片空间 竟然直接被一把抓走 露出一个 无比恐怖的黑洞 在我面前 还想逃 雁北冷笑一声 张开手掌 一条囚龙 便出现在他掌中 这一手段 直接震惊了 在场中人 囚龙老祖 可是超凡九重巅峰的 恐怖存在 只差一步 便可成为半圣 而现在 竟被如此轻易制服 这青年的实力 未免太过恐怖了一些 龙渊健壮 也是神色阵战 他发现自己 完全低估了 眼前这青年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是谁 为何对我出手 囚龙老祖的声音 从雁北手中传出 语气充满了惊恐 事到临头 还想装傻 雁北目光冰冷地 看着囚龙老祖 这老东西心思恶毒 做事极为谨慎 如果不是他实力强大 今日圣尊前来 他恐怕就真得交代在 坠龙渊了 龙渊向前一步 准备说什么时 却被女儿拉住 龙渊传音道 父亲 这囚龙一族 诡计多端 平日里 在宫里不少残害同门 父亲你身为公主不好 对他们出手 但如今 借小白之手 正好可以除掉他们 让海龙宫统一 海龙宫看似 祥和一片 内部却是暗流涌动 在海龙宫中 分为两个派系 一个便是龙族派系 以龙渊为首 另一个便是囚龙一族 以囚龙老祖为首 两者在海龙宫的地位 相差甚微 并且龙渊为了突破修为 时常外出游历 或闭关不出 整个海龙宫 大部分人 虽明面支持龙渊 但实则 早已被囚龙老祖收买 只待囚龙老祖突破半圣境 便能够找机会 铲除龙渊 获取真龙血 从而成为新的龙族 龙渊虽或多或少知道 囚龙老祖的一些心思 但对方表面 却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他也不好无缘无故 出手对付囚龙一族 而如今 的确如女儿所言 今日正好可以借雁北之手 将海龙宫肃清 从而统一 公主大人 救我 龙女殿下 你给雁北说说好话 让他放了我 我可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囚龙老祖司吼道 如今龙渊妇女二人 俨然已经成了 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龙葵冷哼一声 求天 你想造反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何必这么虚伪 死了这条心吧 我跟父亲是不可能会救你的 龙渊则是转过身子 假装自己没看到 囚龙老祖所作所为 完全是他救游自取 雁北目光冰冷地 看着手中的囚龙老祖 你这种阴险小人 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 他的手中绽放出一道光滑 囚龙老祖瞬间 便消失在他手中 与此同时 在天青世界的某座茅坑中 一条如小蛇一般的东西 从天上掉了进去 这条小蛇正是囚龙老祖 雁北不想让这家伙死得这么安逸 决定先将他在茅坑中 镇压一万年 咦?人呢? 龙渊看着囚龙老祖 消失在雁北手中 顿时一眼奇怪 他已经去了他的归宿 雁北淡淡一笑 龙渊听闻也没有多说什么 以为雁北已经将他镇杀 要是他知道 雁北将囚龙老祖镇压在茅坑 不知道心中会做何感想 如今囚龙老祖已经得到了处置 过去身的任务也已经完成 娃儿姐 我该离开了 雁北柔声说道 过去身并非本尊 无法长时间地停留在这方世界 这么快 龙葵眼中充满不舍 随即仿佛下定了决心 这次 你别想丢下我就跑 我要跟你一起走 我也想带你走 不过此时的我 不过是一道分身 并非本体 即刻不要消散了 雁北揉了柔龙葵的秀发 眼神中充满歉意 这是一道分身 龙渊就站在不远处 自然是听到了雁北所说的话 他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 这强的离谱的青年 居然只是一道分身 可他分明感知到 眼前这青年有血有肉 甚至眼中时刻都散发着神采 这样的存在 怎么可能是分身 今天所见 实在是刷新了他的认知 龙葵听闻 又要留下自己一人 整个人的情绪无比 没有说话 雁北见到 闷闷不乐的龙葵 犹豫一瞬 苦笑着说道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的本体此刻 已经回到了黄与圣地 如果你想要见我 可以来黄与圣地 虽然他知道恐怕到时候 少不了一些麻烦 但感情一事 他总要去面对 雁北想到 到时候后宫大乱的场景 便是一阵头疼 不过这都是雁北干的 关我过去生什么事 过去生内心暗笑 真的 龙葵美眸闪动 没有骗我 雁北苦笑 我何时骗过你 那你在那里偷笑什么 龙葵道 我只是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过去深收敛笑容 随机道 时间到了 我该走了 想找我的时候 记得来黄与圣地 话语落下 他的身躯 变化为片片光雨 消失在原地 当过去身消散后 海龙宫的众人 才长出一口气 刚刚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奎儿 刚刚那公子 到底是何人 龙渊这时 才走上前来问道 他叫雁北 或许父亲 你以后会时常见到他 龙葵看着远方 笑了笑 随即变化为 一道长虹消失在场中 他已经去准备 收拾东西 前往黄与圣地了 龙渊看着女儿离开 顿时一拍大腿 糟了 我怎么忘了 问困儿的修为 是怎么回事 随即他也凭空 消失在了原地 东宇 某处时空乱流 燕北坐在战舰之上 心念一动 刚刚在海龙 宫所发生的事情 顿时在他脑海中重现 他的脸色乌黑 恐怕连他 也没有想到 竟然被自己的分身 给摆了一刀 不过 过去身也没有做错 对于自己的感情 他也必须要去面对 第189章 无字剑谱 剑一 黄与圣地 圣殿 燕北的归来 让整个黄与圣地 都平添了几分热闹 你小子如今的实力 都可以图圣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凤九天坐在圣主之位上 一脸笑容地说道 他已经从火凤 他们口中得知 圣尊竟被燕北斩杀 在海底事件 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他也是颇为震惊 燕北想了想 我准备重建宗门 将师尊他们接回来 虽说青云宗主 与师尊等人 在天青世界过得很好 但那毕竟是一方小世界 大道法则不够完善 如此修行下去 将对他们以及 青云宗的弟子们的 后续发展 造成一些影响 并且 他也想明白了 在天青世界中 有他的帮衬 青云宗已经站在了最顶峰 可谓是没有任何敌手 但如此长久地下去 将会让青云宗之人 无意间养成一股 傲慢的心态 眼高于顶 所以他准备在冬域之中 找一块宝地 重建宗门 一旁的启梦 听闻要重建青云宗 顿时美眸散发出一道道异彩 已经一年时间 没见过父亲他们了 他也颇为想念 是个不错的想法 如今的你 的确有资格开宗立派了 哪怕是成立一方圣地 也不是不可能 凤九天点了点头 看向燕北的眼中 满是赞赏 一个从南荒之地 走出的少年 如今已经拥有 匹敌圣人的实力 但却依旧没有忘记初心 归来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自己的宗门 那你准备 在何处建立宗门 心中可有选择 凤九天站起身来 满脸笑意地 看着燕北说道 燕北淡淡一笑 与其对视一眼 皆是明白 对方心中所想 地址 我早就想好了 凤九天看着 燕北这风模样 顿时会心一笑 你们俩 在卖什么关子 难道你知道 这小子选的地方 火凤一脸疑惑地说道 兵皇一脸鄙夷 就你这智商 真不知道 当初师尊 为什么收你做弟子的 你 那你倒是说说 他们没来眼去的 到底是在说什么 火凤被气地 浑身散发出熊熊火焰 兵皇满脸自信地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选择的地址 就是如今四大圣地之一的 大眼圣地 大眼圣地 火凤心中一惊 顿时脸色变得精彩起来 一巴掌拍在大腿 对啊 我咋没想起来 大眼圣地 可再合适不过了 如今圣尊陨落 连同五尊半圣强者 接连被燕北斩杀 现在的大眼圣地之中 也仅仅只剩下一尊半圣 而区区一位半圣 如何能够阻挡住 他们的铁骑 燕北一人 便能将整个大眼圣地掀翻 那你小子 准备何时动手 我去给你助拳 火凤站起身来 魔拳擦掌眼中 满是兴奋 兵皇看着火凤的模样 忍不住再泼了一盆冷水 就你这点微末倒横 还去助拳 奶凉快奶待着去 别像之前被人家一拳下的 差点尿裤子 火凤原本兴奋的神色 被兵皇一盆冷水 直接浇灭 你这婆娘 是不是老子 好久没有教训你了 兵皇听到这话 顿时大怒 教训我 来试试看 大殿中的众人一脸猛圈 兵皇与火凤两人水火不容 自从恢复了伤势后 便经常吵架 甚至还大打出手 众人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嗨嗨 大伙都散了吧 老夫要去闭关了 凤九天倾壳一声 话语还未落下 便已经化为一道光影 消失不见 火凤和兵皇两人此刻 已经不想拉扯在一起 就如同两位普通人打架一般 毫无圣人威严 燕北见状也是 嘴角一抽 我们也走吧 启梦乖巧地点了点头 随即两人也瞬间消失在大殿中 一月后 皇与圣地的一间修行密室中 燕北终于结束了闭关 此刻的满脸笑意 这圣缘果然比半圣本缘强横的 不止一星半点 一月时间便让我突破到了半圣四重 上次斩杀圣尊后 他并没有浪费资源 而是将其的圣缘剥离出来 放入了储物界中 如今经过一个月的修炼 他连破三镜 直接一举从半圣一众 突破到了半圣四重 而圣尊的圣缘此刻 不过才消耗了一半 燕北站起身来 身上噼里啪啦作响 希望今天的千道 能够给我点好东西吧 燕北摇头说道 近日的千道 都是一些零食 或者炼器的材料等等 这些对他根本无用 翻签 签到 燕北轻车熟路地说道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奖励 无字剑谱 燕北听闻 脸上露出好奇之色 无字剑谱 这是什么东西 一本散发 古朴气息的黑色点集 出现在他手中 他翻开第一页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剑一 除了这两个大字外 整个书籍空白一片 甚至是后面的张页 也全部空白 燕北眉头紧皱 全部是空白 这是什么意思 无字剑谱 乃是上古年间 一位名为雪红尘的大帝 亲手所著 雪红尘以剑正道 封为剑地 若宿主能够参悟无字剑谱 将对剑道法 则会有更深的领悟 在炼化圣尊的本源的同时 燕北或多或少 领悟了一些剑道真意 而经无字剑谱 正好能够填补 他对剑道意图的缺憾 将其真挚完美 燕北重新盘息而作 将自己的全部精神力 集中在无字剑谱之上 慢慢地 燕北果然发现 无字剑谱 开始发生变化 在剑下方 开始有一道道金色的纹路出现 化为各种剑法招式 在书中一遍一遍演练 不过片刻 凭借燕北过人的悟性 他已经基本将剑意参悟 燕北缓缓睁开双眼 一道道恐怖的剑意 从他身上迸发 散发出一道 无比凌厉的气势 整个人 如同一把丰锐无比的宝剑 让人不改直视 第190章 薛元剑 剑柄 春去秋来 两月时间匆匆而过 自从获得无字剑谱后 燕北彻底陷入了 废寝忘食的境界 整个人完全沉浸在 剑道领域之中 经过两个月的修炼 他已经将无字剑谱 修炼到了第五层 也就是剑舞境界 此刻的他浑身 都有剑意笼罩 时而如雷霆万钧 时而又如绵延细语 剑来 一把青铜宝剑 从密室中应声而起 落入燕北手中 当手触碰到剑的那一刻 他浑身的气质骤然一变 宛如一代绝世剑客 身上散发着惊人剑意 燕北在密室中 演练剑法 招数快到惊人 甚至有些剑招 快到无法捕捉 整座密室的墙壁 到处都不满剑痕 咔嚓 青铜宝剑 最终还是没能承受住 燕北的力量 直接在空中断成两节 燕北看着手中 断裂的长剑 脸色微微愕然 要知道这青铜宝剑 可是极品灵器 只差一步 便能成为圣器的存在 这种级别的宝兵 竟都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如今的他 很需要一把衬手的宝剑 而普通的剑 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总共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也是时候出关了 燕北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便准备出关 可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 今天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没做 番茄 继续牵到 燕北一脸微笑地 看着石海中的番茄说道 恭喜宿主牵到成功 奖励 轩缘剑 剑柄 轩缘剑 一把古谱 却又散发着神圣气息的剑柄 顿时出现在他手中 燕北浑身一震 目光中 闪烁着不可置信之色 身为炎皇子孙的他 怎么可能 不知道轩缘剑的存在 轩缘剑 又名轩缘下雨剑 是一把极道之剑 由众仙才守山之铜 为皇帝所著 后传于下雨 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 一面刻山川草木 剑柄一面书 龙耕续养之术 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 其内蕴藏无穷之力 为斩妖除魔的神剑 他本以为这都是传说 没想到 今日千道 真让他获得了轩缘剑 燕北手持轩缘剑柄 皱着眉头道 番茄 为什么只有剑柄 他手中的轩缘剑 并非完整的 而是通体透明 宛如玻璃一般 只有剑柄处 呈现是实质的 很快 番茄便给了他答复 轩缘剑 一共由剑尖 剑锋 剑刃 剑阵 剑蛇 剑柄 剑墩 剑碎 八个部分组成 而他只有累积千道 才能在日后的千道中 凭借一定的几率 获取这些东西 将轩缘剑补全 燕北脸色一片乌黑 这不是跟万物母气鼎一个性质吗 万物母气鼎 需要三千枚碎片才能复原 如今自己 好不容易千道 获得了两千五百枚 现在 又给他搞一个轩缘剑 燕北都怀疑 是番茄故意在搞它 不过 总比没有好 两千五百枚碎片 他都搞到了 还搞不定轩缘剑 这剩下的七个部位 不过 这剑身跟玻璃一般 不会一碰就碎了吧 燕北有些不放心地说道 轩缘剑如今的等级 不会逊色于任何剩器 宿主可放心使用 听到这里 燕北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不逊色于任何剩器 这对他来已经足够了 毕竟他现在只差一把 衬手的剑道宝兵 这轩缘剑再合适不过了 燕北满脸笑意地 将轩缘剑收好 随即便走出了密室 刚一出密室 便看到树道身影 早早地在外等待 小子闭关三月了 修炼得怎么样 火凤来到燕北身前 一脸好奇地问道 燕北笑着说道 拖前辈红服 我已经半生四重了 还算不错 哦 半生四重 火凤点了点头 不过随即感觉好像 有什么不对 等等 半生四重 你说什么 三个月时间 你就突破了三个境界 火凤的音调 都拔高了 语气充满不可置信 半生四重 一旁的冰黄 神色有些吃惊 三个月竟然从半生一中 突破到了四重天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修炼速度 其实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半生四重了 后面两月一直在钻研剑法 燕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 他真的不想凡尔赛 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这话一出 整个场中 瞬间寂静了下来 没天理了 怎么这家伙修炼 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火凤仰天长探 正常人达到半生层次 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几时上百年都是尝试 而这家伙 竟然就跟没有瓶颈一般 修为蹭蹭蹭地往上涨 上涨还不算完 实力还强得那么离谱 你如今都半生四重了 那岂不是凤九天那小子 都打不过你了 火凤一脸好奇地问道 燕北半生一重 便能将圣尊斩杀 如今半生四重实力得 飙升到什么层次 凤九天就站在一旁 嗨嗨 前辈 我现在好歹是圣主 你也得给我留点面子 火凤却一脸不爽 我都没面子了 你还要什么面子 凤九天顿时哑口无言 不再说话 毕竟他虽是圣者 但火凤他还是招惹不起的 这可是他的左师爷 不过燕北 你现在实力到底到了什么层次 凤九天同样一脸好奇地问道 燕北沉音一顺 大概到什么地步我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如果再让我与圣尊一战 三招之内必能斩他 一股惊人的剑意从他体内迸发 如同一把绝世神风 让人无法直视 三招之内 斩圣尊 众人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目光充满惊骇 他们已经能够理解当时圣尊的心情了 好在燕北这小子是自己人 要是敌人的话 他们也早已经寝食难安 第191章 攻打圣地 举世震惊 东狱 圣城 这里是整个东狱交流的核心城池 只要是在东狱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势力 都在圣城中有着自己的据点 东狱有任何风吹草动 只要在圣城中拥有据点的势力 都会立马收到消息 而今天 从圣城中传出一则消息 震惊世人 身为东狱四大圣帝之一的大眼圣帝 今日竟被人攻击 就连护宗大镇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大眼圣帝发出消息 希望金阳圣帝与太初圣帝能够施以援手 看在圣尊往日的勤奋 帮大眼圣帝度过此次难关 这则消息一出 震惊世人 圣帝被攻击 就连护宗大镇都快要坚持不住 这种事情在东狱 可是多少年没有发生过了 上一次还是千年前的黄羽圣帝 那一次被其他大鱼之人攻击 圣王蝶血惨死虚空 而今天大眼圣帝竟然需要请求金阳 太初两座圣帝出手 才能渡过难关 他们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敌人 有人立马便打探到了大眼圣帝现在的情况 甚至有半圣强者 直接运用神通在圣城上空弄出了一道光幕 光幕之中 正在直播着大眼圣帝的实时情况 而当众人看清楚站在大眼圣帝上空的那道身影时 举世震惊 竟然是他 这才几年时间 他便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独自一人 竟要将圣帝压垮 无数人目光惊骇地望着光幕之中的那道身影 浑身震展 大眼圣帝上空 此刻 正有一道浑身散发着混沌之气的身影战力 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令人惊惧 整座大眼圣帝都被他镇压在脚下 我看你这龟壳到底能坚持多久 燕北冷哼一声 身上爆发出璀璨神光 直接一脚朝下方的护宗大阵踏下 哄 整个空间都裂开一道道缝隙 那护宗大阵隆隆作响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不得不说 大眼圣帝的护宗大阵的确强悍 燕北如今的实力已经比肩中接胜者 可就算如此 这护宗大阵在他手中坚持了一刻钟 竟还未破掉 大眼圣帝之中 无数弟子神情惶恐地望着天空 该死 这家伙怎么成长得如此迅速 一位身穿道袍的中年男人 双目血红的低吼道 他是大眼圣帝中仅存的一位半圣 名为唐龙 实力达到半圣九重巅峰 只差一步便能成为圣者 今日见到燕北来此 他本想与其一战 可当对方释放魂身气机后 让他不由地脸色巨变 他发现 这家伙的实力 竟比圣尊还强 好在关键时刻 他开启了护宗大阵 否则让燕北冲入大眼圣帝 恐怕整个圣帝此刻 早已经被屠杀得一干二净 金阳圣帝 太初圣帝怎么说 唐龙转头目光沉重地问道 圣尊陨落 连带着其余五尊半圣强者 如今的大眼圣帝 也只有他的修为最高 一位超凡境界的长老 颤颤巍巍地说道 目前两大圣帝还未回话 太初圣皇 金阳圣主这两个鼠辈 签署协议的时候 明明说好了 如今却迟迟不现身 唐龙一巴掌拍在暗桌上 神色大怒 大长老 今日如果他们不出手的话 我们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超凡长老望了一眼 还在天上 攻打护宗大阵的雁北 脸色难看地说道 唐龙也是一脸铁青 双拳紧握 不过还是探出一口气 放心 那两个家伙 定然会出手的 当初那份协议 可是立下过天道誓言的 早在一千年前 三大圣帝 见到黄与圣帝一夜之间 惨遭灭门 同样被吓得不轻 他们害怕将来的自己 会步入黄与圣帝的后尘 所以太初 大眼 金阳 三座圣帝 签署了一份协议 内容就是 不管三座圣帝 任何一家 遭到灭顶之灾 其余两座圣帝 不论任何原因 必须出手相助 因为这一份协议 三座圣帝 就是被绑在一条绳的蚂蚱 这也是后来 为何凤九天 想要成立圣帝 太初圣皇 极力阻拦的原因 因为多出一座圣帝 就等于多了很多变数 如今这步 变数来了 在某处天际尽头 此刻 正有两道恐怖身影 凝望着大眼圣帝 怎么办 出不出手 太初圣皇目光沉重地说道 金阳圣主 也是一脸凝重 有契约在 如果我们不出手 恐怕遭到天道反噬 天道反噬 可不是闹着玩的 动辄便要 遭到大道之伤 重则更是到萧宇面 可我们出手 皇与圣帝 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太初圣皇 脸色难看地说道 凤九天 与冰皇火凤等人 我倒是有自信一人 便将他们全部拦下 但那圣王强者 金阳圣主 也是陈生道 如果坐镇皇与圣帝的 圣王出手 就算我们加起来 也不是一和之敌 这燕北听闻 也有斩圣的实力 一样不可小觑 太初圣皇点了点头 这一刻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不出手的话 将会遭到天道反噬 出手的话 可能又会引来灭顶之灾 这让他们很难办 圣尊那家伙 就算是死了 也不安宁 我们竟早在千年前 就被他算计了 太初圣皇 神色怒到不行 大声咒骂 这份天道协议 正是圣尊主动提出的 没想到 千年时间过去 竟成了 他们两人的催命符 真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这家伙没事 去招惹什么燕北 这种天才 要么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要么就不要与其为敌 真不知道圣尊那蠢货 到底怎么想的 金阳圣主咬牙切齿地说道 如果圣尊在天有灵 恐怕都要下来 和金阳圣主对骂 他哪里没有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但是 你见过一个半圣一众的人 将他圣人三重天 打死的天才 他已经很提前出手了 只不过这家伙 实在太变态了 现在说 这些已经晚了 到底怎么办 太初圣皇沉生说道 他从没有如此被动过 这种感觉 让他难受至极 还能怎么办 天道反事 可不是好玩的 罢了 先去大眼圣地看看吧 说不定事情还能扭转 金阳圣主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随即化为一道 圣光朝着大眼圣地而去 太初圣皇也是一脸无奈 随即消失在原地 第192章 老子不吃你那套 大眼圣地上空 燕北神色冷冽地 看着下方 我看你这乌龟壳 能够撑到几时 心念一动 哄 一尊大鼎顿时从时空乱流中出现 狠狠地撞击大眼圣地的大阵之上 如同核弹爆炸一般 恐怖的能量席卷天地 整个大眼圣地的弟子 都被震得耳膜出血 双眼发昏 大眼圣地的护宗大阵 被万物母气鼎一撞 顿时光芒暗淡了许多 燕北见状 继续轰击大阵 很快 在万物母气鼎的撞击下 整个大眼圣地的阵法 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仿佛即将要崩裂一般 给我碎 燕北一手抡起大顶 狠狠朝着阵法轰去 所有大眼圣地的弟子 神色都是一片骇然 阵法即将破灭 如果让这魔头闯进来 恐怕整个大眼圣地 顷刻间便要血流成河 就在此时 两道圣光从天而降 一股柔和的力量 瞬间融入大眼圣地的阵法之中 让其原本不满列文的大阵 再度恢复如常 燕北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将目光看向虚空某处 有人 有人来了 并且还不止一人 金阳圣主与太初圣皇 也没打算隐匿 直接从虚空之中走出 大名鼎鼎的东狱第一天骄 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大眼圣地之人 见到两人出现 顿时神色振奋 我们有救了 太初圣地与金阳圣地 来救我们了 不少大眼圣地弟子 此刻喜极而泣 纷纷一脸激动地望着天空 唐龙见到两位圣人的到来 也是尝出了一口气 如果他们再不出现 恐怕大眼圣地就真的要被攻破了 燕北看见来人 眉头微皱 不知什么风 将太初前辈与金阳前辈吹了过来 他曾在圣城中 见到过太初圣皇 所以并不陌生 而能够太初圣皇并肩形的存在 想必便是金阳圣主了 金阳圣主 微微诧异 往日都是听人描述燕北 如今见到其本人 果然非同反响 光是这份气度 便远超同代 金阳圣主脸上 带着笑容道 燕小有物怪 我二人并非要与你为敌 燕北说道 那二位前辈出手阻我是什么意思 金阳圣主脸色有些为难 我二人曾与圣尊立下 天道誓言 三圣地共存亡 所以实属无奈之举 天道誓言 三圣地共存亡 燕北谋光一宁 顿时也明白了其中含义 难怪东狱这些年 能够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式 并且还没有战争爆发 原来这三座圣地的最高领导人 竟曾经有过这样一份约点 哦 那二位前辈的意思是 今天你们要出手 保下这大眼圣地 燕北声音逐渐冰亡 面对两尊圣者 如今的他也没有半分畏惧 凭借他如今的实力 未必不能以一敌二 太初圣皇眼中一抹寒芒乍现 他何尝如此低声下气地 跟一位后辈说话 正好发怒 金阳圣主一把拉住了他 连忙使眼色 金阳圣主很清楚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冬域的格局 已经发生了巨变 早已经不是 当年三座圣帝 统领天下的时代 现在的冬域 黄与当头 任何人行事 都需要看黄与圣帝的眼色 毕竟其中有 圣王级别强者坐镇 完全是打破平衡的存在 而燕北 虽不属于任何势力 但却与黄与圣帝的 一众高层关系 极为密切 如果想要动燕北 无疑是跟整个 黄与圣帝为敌 现在的黄与圣帝 就算是金阳 太初两大圣帝 加在一起 也根本不是齐对手 金阳圣主 将这些看得很通透 太初圣皇 虽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性格却易怒 无法忍受这种 低声下气的感觉 燕小友 这天道誓言 我也实属无奈 如今 圣尊连同五尊半圣 一同陨落 整个大眼圣帝 也只仅圣一尊半圣 以不成气候 对你已无威胁 不知可否 给我二人一个面子 便放过大眼圣帝 金阳圣主满脸笑意地说道 但他的语气很低 是在请求燕北 太初圣皇面无表情 心中则愤怒无比 他何时如此低声下气过 还是为了大眼圣帝 他在心里 已经问候了圣尊的十八代祖宗 整片天空此刻 寂静无声 大眼圣帝之人 同样在等着燕北的答复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笑声 从燕北口中传出 看向下方的大眼圣帝 不知在笑些什么 放过大眼圣帝 燕北低声说道 没错 只要燕小友 放过大眼圣帝 我二人愿给小友一些补偿 金阳圣主 连忙说道 可还不等金阳圣主说完 燕北再也无法忍受了 一道怒吼声响彻 在天地间 一些补偿 仅靠一些补偿 你们便想让我放过大眼圣帝 那我当初所在的清云宗怎么办 当时怎么没有人 让大眼圣帝 放过我清云宗 怎么没有人站出来 清云宗当时被大眼圣帝 逼迫地解散宗门 可就算如此 却依然被大眼圣帝之人 回去宗门遗址 将一切化为废墟 如今 金阳圣主想 凭借三言两语 便让他放过大眼圣帝 怎么可能 太初圣皇此刻再也受不了了 区区一位半圣 就如此嚣张 如果不是看在皇与圣帝的份上 说完后 太初圣皇也意识到自己冲动了 可化如泼出去的水 根本无法收回 燕北豁然抬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如果不是看在皇与圣帝的份上 你要怎么 太初圣皇被问得哑口无言 难道说 他想要将燕北斩杀 这话一出 恐怕明日覆灭的 就是太初圣帝了 金阳圣主此刻也是一脸沉重 如非必然他真的不想 与燕北为敌 毕竟这家伙的潜力太恐怖了 况且还有皇与圣帝 为其撑腰 实在难办 燕北自然也看出了二人的顾虑 冷笑道 攻打大眼圣帝一事 我只代表我自己 皇与圣帝不会插手 别以为我叫你一生前辈 你在我面前以老卖老 老子不吃那一套 太初圣皇 老子一年前 在圣城就看你不爽了 既然你要保住大眼圣帝 那么出来一战 第193章 敖战圣皇 燕北的怒吼 让整片天地瞬间都寂静了下来 无数人目光震撼地望着虚空 太初圣皇可是一位实打实的圣者 并且达到了中阶 实力要比圣尊还要强悍不少 燕北竟然如此挑衅他 真不怕把他逼急了 毕竟现在皇与圣帝的人可都是不在场的 太初圣皇此刻脸色阴沉的吓人 莫非以为你有圣王撑腰 就能够为所欲为不成 他紧捏拳头 浑身气地发颤 不知多少年 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了 一旁的金阳圣主此刻也是一脸难看 他刚刚已经很低声下气地 跟一个后辈说话了 没想到 对方竟丝毫不领情 让他也有些怒火中烧 我刚刚已经说过 我只代表我自己 皇与圣帝不会插手 燕北冷冷地说道 你如果想战的话 就出手 不战就滚 凭借三言两语 就想让他放过大眼圣帝 怎么可能 太初圣皇这家伙一年前 在圣城阻挡奉九天 建立皇与圣帝 从那时燕北 便看他很不爽了 更别提他家的道子 也是与他有过过节 曾被他击败 太初圣皇此刻 再也无法忍受 是你执意找死 皇与圣帝 也怨不得我 哄 一道令人窒息的圣威 从太初圣皇体内爆发 让整片天空 瞬间都暗了下来 宛如乌云压境 笼罩所有 圣域 太初圣皇没有丝毫留守 直接上来 便开启了圣域 动用太初之力 将整片天穷覆盖 一切都变得迷雾重重 只有他一人通明 燕北脸色不变 身后一抹金光乍现 如焦阳当空 拨开层层黑雾 耀眼无边天际 转眼间 金光璀璨 弥漫四方 夺人眼目 一道恐怖的龙银之声 在金光中响彻云霄 恐怖的力量 席卷天地 两道身影同时飞出 金阳圣主看清楚状况后 神色大变 怎么可能 滴答 滴答 有圣血从天际滴落而下 太初圣皇脸色苍白 手臂处不断有鲜血躺出 刚刚对轰一招 他的手臂竟差点废掉 再度看向燕北 只见眼中一片金色 宛如镜海当空 俯瞰天地 而在金海之下 燕北覆手而立 周身涌现出淡淡神灰 四星辰璀璨 映射而出 一袍随风而动 极为潇洒自如 宛如一尊少年先王 降临世间 对轰一招 燕北竟如此风轻云淡 仿佛根本未用权力 两者相比 高下立判 他竟真有与圣人对抗的实力 我本还以为世人夸大其词 好恐怖 刚刚那一击 竟让太初圣皇都受了伤 他却还一点事都没有 圣城之中 无数人看着光幕 神色震撼地说道 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 太初圣皇此刻 目光震撼地看着燕北 他堂堂圣境五重 与一名半圣四重的 境界的人对轰一招 竟落入下风 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 没什么不可能的 继续 燕北眼中战意沸腾 根本不想放过太初圣皇 哄 一道璀璨的金色大手 从天穷落下 直直地朝着太初圣皇拍来 顿时间恐怖力量席卷 无数人都感受到了一股 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太初圣皇 太初圣皇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直接动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他的双眼顿时变得璀璨无比 散发道道神光 随即朝着猛地朝燕北凝视而来 哄 两道恐怖无比的光柱顿时动穿虚空 朝着燕北击视而来 燕北见到如此一幕 目光一凝 当初在火凤谷对战 太初盗子张楚云的时候 他也用过这一招 威力无穷 直到现在 他也记忆犹新 只不过 现在的太初圣皇 更为恐怖 光柱所过之处 竟将虚空都焚烧 燕北敏锐地感觉到了一股 极度危险的气息 鬼影迷踪 一个瞬移 他连忙避开 可接下来脸色一变 猛地朝身后看去 那光柱竟又飞了回来 仿佛已经锁定了他 想躲避我的太初圣光 太初圣皇嗤笑一声 一脸嘲讽 惊扬圣主目光凝重地说道 死子不可斩杀 否则皇与圣帝的那些老家伙 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此刻我已经感觉到 一股强大到极点的神念 将我锁定 太初圣皇也是点头 他同样有所感觉 整个冬域 能够有如此强大神念的存在 只有一人 圣王李道然 在某处混乱虚空 此刻正屹立着几尊恐怖身影 正是皇与圣帝的众人 圣王李道然 圣主奉九天 护法兵皇火奉等 一众强者进阶在此 他们目光凝视着 下方大眼圣帝的情况 虽说燕北离开前说过 不用出手帮他 但他们作为长辈 最终还是放心不下 全部来到了大眼圣帝上空 只是此刻 没有露面罢了 现在见到燕北 陷入困境 李道然 稍微释放了一道神念 以此警告二人 燕北在空中不断瞬移 但身后的太初圣光 就如同牛皮糖一般 根本无法摆脱 他此刻 也已经动了真火 既然无法退避 那么就只有进攻 哄 燕北双目一凝 整个人气息轰然爆发 右拳轮动 金色的气血轰动 如潮水一般汹涌 以极为可怕的力量 朝着太初圣光疯狂而去 身后的太初 圣光依旧在颈椎不舍 但燕北却毫不在意 你不要命了 太初圣光脸色一变 太初圣光的力量有多强 他自己是知道的 就算他挨上一下不死 也得重伤 而燕北此刻竟朝他冲来 这是打算跟他同归于尽吗 你个疯子 太初圣光怒骂一声 直接转身躲避 燕北神色古井无波 眼中只有战役与怒火 今日他要再屠胜 拳影落下 一头真龙昂首 仰天咆哮 瞬息直接运 有无敌之力镇压而下 让虚空都瞬间崩塌 哄 整个天地都宛如碎裂了一般 咔嚓 大眼圣地的阵法此刻 竟也如玻璃一般 寸寸崩碎 两人交战的中心 此刻被一股强烈到极点的金芒笼罩 无法看清 第194章 圣皇败退 斗战双胜 大眼圣地之上 一株青莲 徐徐绽放 散发无尽法则 紧紧瞬间便笼罩所有 太初圣光透体而过 直接撞击在大眼圣地阵法之上 瞬息间一切蹦碎 同时还有一头真龙遨游 直接朝着太初 圣皇轰杀而去 散发无尽恐怖气息 哄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恐怖的力量在上空席卷 宛若天雨即将崩塌 轰鸣震战 无数正关注着此战的人 无不发出震震惊呼 当金光散去后 一道灼然的身影战里 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全印席卷之间不断冲击 引起震震轰鸣 宛如奔雷呼啸 骇人无比 燕北神色冰冷 正挥拳不断朝着太初 圣皇轰去 此刻的太初圣 皇兄前已经凹陷了进去 脸色苍白如纸 口鼻皆有鲜血涌出 凄惨无比 无数人此刻 为之骇然 堂堂太初圣皇 竟真的不是燕北的对手 我不信 你真能战胜我 太初圣皇此刻 发出阵阵怒吼 场中鲜血横飞 燕北一脸默然 一拳继续落下 哄 太初圣皇 直接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将一座大山都撞得坍塌 倒在废墟中奄奄一息 燕北神色冷冽 眼中杀意迸发 根本没有想要放过他的意思 是神剑 一道幽暗的光芒 划过虚空 带着令人惊惧的气息 朝着太初圣皇而去 金阳圣主见状 神色大惊 连忙施展神通 将其救回 一击落空 燕北脸色森然地 看着金阳圣主 莫非金阳圣主 也想要跟他一样 他此刻 没有丝毫顾虑 大眼圣地 非灭不可 任何人阻挡 都将杀无赦 金阳圣主脸色 一片凝重 他没想到 紧紧交手片刻 太初圣皇变 被打成如此模样 这种实力 让他心惊 我并无意与你为敌 只是这天道誓言 让我无可奈何 金阳圣主面色 难看地说道 现在的他们 真的是骑虎难下了 一起出手对付燕北 皇与圣地的人 定会站出来 而单打独斗 恐怕他们任何一人 都不是其对手 燕北冷哼一声 不管什么原因 谁要阻我 便上来一战 三溪不退 休要怪我 天语之上 燕北昂首而立 身后金光璀璨 映照诸天 体内轰鸣而起 宛如金雷滚滚 天地共振 金阳圣主内心挣扎 最终一探 打算退走 毕竟燕北的实力 他已经见过 后方还有圣王虎视眈眈 让他根本不敢 再次久留 此次退走 将要面临天道反噬 但这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留下 恐怕就连他 也得交代在这里 叹息一声后 他一把抓起太初圣皇 便准备退走 可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起 你可以走 但他必须留下 燕北目光盯着 太初圣皇冰冷地说道 整个人的气势 如刀锋凌厉 将脚下的大眼圣帝 逐人尽数镇压 如此一幕 震惊世人 燕北的意图很明显 今日不止大眼圣帝要灭 太初圣皇亦要斩灭 金阳圣主瞳孔 猛地一说 不敢置信地看着燕北 我二人 你要退走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 如果太初圣皇 今日死去 那么太初圣帝 也将如大眼圣帝一般 分崩瓦解 日后的金阳圣帝 根本独目难知 迟早要被皇与圣帝吞并 我说了 他今日必死 谁也救不了他 你如执意出手 我便连你一同镇压 燕北祭出万物母气顶 一股惊人的威势 从他身上涌出 宛如少年大帝一般 令人惊惧 强大的威势 让金阳圣主 为之心惊 但太初圣皇 绝不能死 顿空 金阳圣主心一横 欲要强行将太初圣皇带走 直接震碎虚空 想要逃离 燕北剑壮 剑梅一术 你执意找死 怪不得我 真龙困天术 真龙宝树再度显微 石头真龙瞬间将圣尊包围 周围的虚空此刻 竟变得坚不可摧 被真龙困天术禁锢的人 除非拥有的力量 强于施法者的数倍 否则根本无法逃脱 金阳圣主刚刚顿入虚空 可下一秒 他竟又出现在原地 怎么可能 看着周围将他环绕的真龙 心中顿感不妙 便准备再度逃离 哄 金阳圣主一拳再度朝着虚空轰去 准备建立传送通道 可接下来 他脸色巨变 因为他一拳下去 虚空只是泛起了阵阵涟漪 却根本没有蹦碎 空间被封锁了 他竟无法打破 糟了 金阳圣主的心顿石沉入谷底 在我的真龙困天树里 还想逃 燕北神色冰冷地说道 圣尊当时就是在这真龙困天树中 被他活活打死的 圣尊无法破开 金阳圣主自然不能 燕北俯冲而下 携带着无尽伟力 直接朝着金阳圣主镇压而去 既然不愿意走 那便都留下来吧 轰隆隆 燕北身上散发 无尽混沌之气 一道道神通在他身上显化 力量催动到极致 远远望去 诸多神魔虚影开始浮现 一片混沌降临 爆发恐怖威能 天雨之上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轰动 数不清的攻势席卷 犹如雷霆万军 撼动天地 这一刻 山河寸断 耀眼的金芒 遮蔽了整片天空 无数人放眼看去 只见璀璨的光芒之中 两道身影若隐若现 掀起难以想象的波动 不断进行激烈的对碰 产生的力量 让天地崩塌 万道轰鸣 就连隐匿在虚空之中的 黄与圣地众人 此刻都被这股乱流轰出 无法再度隐秘 凤九天等人 目光震撼地看着那天空中 不断交战的金色人影 心中感慨万千 一位半圣 竟将两大圣地之主打的 显向还生 太可怕了 第195章 剑气纵横三万里 大眼圣地上空 此刻无数的空间破碎 整座大眼圣地 没有了阵法的保护 被燕北与金阳圣主的 战斗余波摧毁大半 我愿离开 不再插手此事 金阳圣主此刻 也有些慌了神 经过一轮的交战 让他内心震撼 他堂堂圣禁五重的存在 竟真的被一名半圣压着打 对方手段层出不穷 并且每一道神通 都强悍得离谱 如今他也不得不退缩了 再留在这里 恐怕他也会被燕北镇压 与太初圣皇下场无异 燕北冷笑着 看着金阳圣主 现在才想走 是不是有点晚了 已经战斗到这里地步 他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燕北居高临下 神色漠然 伴随着璀璨金光 浩荡的气血汹涌 压迫感惊人 继而一掌暗下 一只金光大手浮现 蹦碎虚空 势如破竹 难以抵挡 几乎是一瞬间 金光大手 直接便轰在了 金阳圣主的身躯之上 当即 众目之下 同样浑身璀璨的金阳圣主 轰然倒飞而出 宛如断线风筝 飘荡之间 直接落地 引起一阵莫大的轰鸣 地动山摇 无数人为之阵战 刚刚还看上去 势均力敌的金阳圣主 怎么转眼就被打得如此凄惨 一位圣主 竟被燕北一掌拍飞 如此震撼的一幕 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呼 燕小友的肉身强度 恐怕比一般的中阶胜转还要强 实在惊人 李道然站在虚空 一脸惊叹地说道 其余人纷纷点头 燕北完全根本不能以常理夺知 金阳圣主跌落在地 浑身衣衫破败不堪 嘴角挂着屡屡血迹 刚刚那一掌 确实不好受 他面色阴沉 目光中寒光乍现 他作为一方圣地之主 在众目之下 何时有过这般狼狈模样 哄 金阳圣主轰然而起 蓄日高升 璀璨无比 屡屡太阳之力爆发 喷涌而出 浑身气息竟在逐渐攀升 不断提高 转眼间 金阳圣主的修为 竟已经突破了圣境五重 达到了六重天 并且还未结束 哄 一道恐怖的金芒爆开 金阳圣主的气息 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境地 圣境七重天 他竟凭借密法 一举将境界冲击到了 高阶圣者的层次 这一刻 他体内的力量 再度发生质变 举手台族 都让山河崩碎 恐怖无边 圣境七重天 如此一幕 众人心惊不已 就连燕北的目光 也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强行提升的修为 不知你能维持多久 金阳圣主此刻目光争宁 多久你不用知道 但镇压你完全足够了 哄 金阳圣主身后 浮现出一轮骄阳 悬空而立 太阳之力爆发 光滑璀璨间 如神燕席卷 焚烧天地万物 转眼间 从骄阳之中 冲出九头赤龙 吞吐龙溪 翱翔而起 伴随着神燕滔天 席卷之际 尽数朝着燕北而来 被九头赤龙包围 燕北依然昂首而立 神色淡然间 一手挥动 当即万千剑光在背后浮现 伴随着低沉的剑鸣之声 萦绕周身 轰鸣不已 一瞬间 剑气纵横三万里 呼啸而来 斩破虚空 声势骇人 剑武 剑动天地 当即 万剑涌荡 剑意纵横 宛如一片剑巢 带着无尽威势 迎向了九条赤龙 在所有人的凝望之下 剑巢席卷 数不尽的剑光耀眼夺目 将九头赤龙淹没 尽数磨灭 哄 继而 剑巢又是席卷而上 伴随着剑的轰鸣 金阳圣主瞳孔一缩 身上的骄羊 顿时更为璀璨 一股焚烧天地的热浪 扑面而来 当即 剑巢溃散 万剑更是承受不住 这股炙热之力 纷纷融化 化作灵力消散在眼前 没想到 你竟对剑道 还有如此之深的感悟 金阳圣主内心亥然 这一剑招 已经达到了无暇之境 如非他提升到圣境七重 光是这一招 便能让他承受万剑凌迟之痛 同样 天地寂静 各方势力皆是震撼无比 燕北的实力 出乎了太多人的预料 这一剑招 更是让无数人为之心惊 他到底有多强 天龙殿中 天龙神子也在目睹着此战 诸天传颂阵 天机子 兵皇目光 死死地盯着祭坛 郊区不断发展 听文里道然所说 这座祭坛 名为诸天传颂阵后 终于是让他想明白了一个 藏在心中 困扰他千年的问题 千年前 黄与圣帝一夜之间 他虽知道那些神秘人 都是狱外来客 不属于冬域 不过 他却始终想不明白 那些人到底从何而来 将黄与圣帝毁灭 有变消失的无影无踪 宛如凭空出现一般 而如今 在大眼圣帝 见到这座诸天传颂阵后 终于让他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那些狱外来客 恐怕便是通过 眼前这座诸天传颂阵 从而降临冬域的 千年前 黄与圣帝 因为有圣王的存在 遭到各方势力忌惮 恐怕那些狱外之人 便是大眼圣帝 专门找来的 就是想要 毁灭黄与圣帝 冰皇对着众人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火凤与凤九天 两人也是浑身一震 身上爆发出滔天杀意 让天空瞬间 都昏暗了下来 如此千年前的那场变故 的确与这诸天 传颂阵脱不了干系 李道然叹息地说道 火凤一拳砸 在地上 满眼力气地嘀吼道 该死的圣尊 就这么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众人闻言也是目露火光 圣尊狼子野心 竟用这种下作的方法 来对付黄与圣帝 前辈 这半圣逃走 会不会是去搬救兵了 燕北突然问道 众人猛然间 也反应了过来 皆是朝着李道然看去 这里只有 他见过诸天传颂阵 他们对阵法 皆是一窍不通 李道然摇头 这阵法已经破损 无法再度进行传颂 如果强行运行 恐怕会被卷入 时空乱流中 迷失自我 当年的他 就曾被卷入时空乱流 差一点就陨落其中 好在他运气不错 意外地进入北域 最终成就圣王 再度利用诸天 传颂阵回到了这里 听到这回答 众人放心不少 就怕那大眼圣地的半圣逃走后 又去什么地方 给请来了一堆救兵 然后从阵法突然降临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那倒是可惜了 燕北叹息地说道 众人神色一愣 朝燕北看去 你小子 好像很想 让他搬来救兵似的 火锋一脸奇怪地说道 其余人也闪烁着疑惑的目光 燕北善善一笑 那倒不是 只是我觉得这么好 一个阵法就这样损坏了 有些可惜 众人不解 这阵法毁了就毁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 只有李道然一脸笑意地看着燕北 我们都老了 燕北小友 应该是想去看看 外面的事件 外面的事件 东玉之外的事件 众人沉默了一瞬 看向朱天 传送这目光 有些复杂 燕北呼出一口气 还是前辈明白我 如今的东玉他已经算是 站在了巅峰 除了李道然外 明面上 恐怕没有任何 是他的对手 在这种环境下 将会促使一个人 养成自尊自大的习惯 就像是在天青世界中青 云宗弟子们一样 一副老子我天下无敌的心态 所以 燕北早已有打算 等自己实力达到了一个地狱的巅峰时 他便要前往另一片地狱发展 当初的南荒也是如此 从南荒中 走出来到东玉 一方面是为了历练 一方面也是能够长长见识 凤九天等人沉默了下来 刚刚看到朱天传颂阵的时候 他们心中没有生起过一丝 想要离开东玉的想法 他们已经老了 心中那股热血 早已经被岁月抚平 可燕北还年轻 不过年仅二十 东玉的舞台 对他来说还是太小 如果一直停留在此 恐怕会限制其潜力 如他这般妖孽天骄 早晚要化身成龙 遨游天地 以这小子的天赋 一直待在东玉 的确是有些限制他的发展了 火凤拍了拍燕北的肩膀说道 随即画风一转 可这阵法都失效了 你小子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东玉给我们这些老家伙 养老送终吧 燕北本来还一点笑意地看着火凤 可最后越听越不对劲 养老送终 这是把他当儿子了呀 我拿你当前辈 你竟想成我父亲 什么鬼 不知前辈可有办法 恢复此阵法 燕北朝李道然问道 这里实力数李道然最高 并且他曾在域外使用过该阵法 想必也知道一些东西 但遗憾的是 李道然缓缓摇头 我对阵法医道的钻研并不多 燕北文言顿时有些失望 难道想要进入其他大狱的路段了吗 对于其他大狱 燕北内心还是有些神往的 想要出去掌掌见识 可李道然又继续说道 不过 我知道一位名为天机子的阵法大师 如果能够能够请他出手 应该有机会恢复此阵法 天机子 阵法大师 燕北的眼睛瞬间变亮了起来 前辈 这天机子 此刻身在何处 李道然沉默一瞬 缓缓说道 此人居住在东域最北边的极寒之地 不过想要请动他 恐怕有些困难 并且这么多年过去 他是否还在人世 也是个未知数 火凤站了出来 拍了拍胸膛说道 不就一个阵法大师吗 我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 燕北文言连忙拦住了他 前辈切勿莽撞 听听道然前辈如何说 李道然敲了敲火凤的头 轻声呵斥道 你这家伙 成天如此莽撞 还不如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沉稳 火凤此刻被师叔呵斥 锐气全无 就如同一个乖宝宝般 一脸畏惧不敢说话 第198章 启梦的心 距离大眼圣帝一战 已经过去一月时间 整个东域的格局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眼圣帝的灭亡 让整个东域的人为之震撼 同时参与此战的 太初圣皇与金阳圣主二人 至此一战双双陨落 两尊圣者的陨落 预示着两座圣帝的衰败 太初圣帝与金阳圣帝 纷纷宣布封闭山门 避逝不出 与其关联的无数势力惶惶不安 害怕被清算 纷纷选择投靠皇与圣帝 在如今的东域 皇与圣帝可谓是一家独大 不仅有圣王级别 强者坐镇 还与东域第一天 交雁北关系莫逆 皇与圣帝深处 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宇中 有一道浑身散发 混沌之气的身影 在其中沉浮 距离大眼圣帝一战后 燕北修为一举突破至半生六重天 而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也没有闲着 在炼化圣尊本源的同时 也奋出心神 继续参舞无字剑谱 当日跟金阳圣主一战 剑武的厉害程度 让燕北也不禁眼前一亮 他甚至感觉 这是一种完全不亚于 真龙宝树的恐怖剑法 无字剑谱 共分为十层 那时的他不过才五层 便能发挥出如此恐怖威能 要是九层十层 威能简直不敢想象 所以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不仅成功突破到了半生七重天 也将无字剑谱 参舞到了剑六的层次 燕北缓缓睁开双眸 一股极为强大的剑意 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让整座大殿都在摇晃 仿佛即将坍塌 好在他双眸闭合 那股剑意立马 变得如春风细雨般柔和 等到他再度睁开眼眸时 一切的异象波动 全部烟消云散 燕北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这一刻的他 就如同一位普通人一般 反扑归真 半生七重 剑六 还算不错 燕北看着双掌 满意地点了点头 按照如今的速度 恐怕突破圣井 也要不了多久的时间了 燕北 外面有人找你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大殿外传来 是启梦在呼喊他 找我 燕北愣了愣 随即走出了大殿 刚一出殿门 便迎来了一道 极度忧怨的目光 启梦此刻满脸 忧怨盯着燕北 上下打量 看起来某人 在外面一年 过得还不错嘛 燕北被启梦的眼神 看着内心有些发毛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了 你刚刚说 有人找我 是谁 启梦走上前来 掐了一把燕北的腰部 冷哼道 是谁 某人在外面的小情人呗 都找到家门口了 听说 还是个小龙女呢 长得可漂亮了 一股醋溜溜味道 顿时弥漫在空气中 有人打翻了醋坛子 燕北整个人 如晴天霹雳一般 石化在了原地 他已经知道是谁了 只不过这时的他 一点准备也没有 这燕北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启梦看着燕北 如此窘迫模样 扑斥一笑 看把你吓的 你还不去见见他 他可是在圣地 终等你好几个时辰了 燕北此刻 完全愣住了 看着一脸笑容的启梦 他有些不敢置信 你难道不生气 自己的男人 在外面有了情人 一般的原配 不都该暴躁如雷吗 启梦这是什么神情 难道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燕北将手 搭在启梦的额头上 你别吓我 你不会是气出病了吧 启梦此刻 美眸已经翻上了天际 一个大大的白眼 看着燕北 你是那么经受 不弃打击的人吗 那你此刻 还笑得出来 燕北说道 启梦看着燕北的模样 真是好气又好笑 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 最开始 我听到 你在外面有人的时候 我的确很气愤 甚至来这里 前我大哭了一场 听到这里 燕北神色一暗 走上前 抱住启梦充满歉意道 对不起 我 不过后来师父知道 这件事情后 开导了我 让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启梦美眸 有些雾气地盯着燕北说道 兵皇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生怕启梦想不通 便立马前去 开导了一番 毕竟他也是为了 两人着想 不想看到 好好的两人 就因为这些事情 产生隔阂 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三妻四妾 是常有的事情 甚至一些修饰家中 一连娶了几十位妻子 比皇帝还要享受 所以这些事情 早已经早已经见怪不怪 启梦在兵皇的开导后 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燕北眼神 充满歉意地看着启梦 那你是怎么想的 启梦脸颊 划过一滴晶莹的泪水 我曾经很怕失去你 因为你太过优秀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也在刻苦地修炼 想要努力追寻上你的脚步 与你并肩而战 可是 每当我突破一个小境界 想与你分享快乐的时候 你却已经到达了一个 让我无法企及的地步 从那时起 我便知道 哪怕我拥有悬兵之体 也同样 无法跟上你的修炼速度 一直以来 我都很没有安全感 害怕你被别人抢走 不过经过这一年的时间 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 如你这般优秀的男子 定然少不了红颜之计 不说现在来找你的这位小龙女 就拿以前青云宗的灵儿 还有这里的风指月而言 我知道他们 其实内心都是一直喜欢着你 我不想限制你 也不阻止 你跟其他的女人在一起 但我只希望 你的心中 一直有我的一席之地 就够了 说着说着 奇梦的眼泪 便止不住地往下掉 在他心中 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即将要失去一半 燕北看着奇梦此刻的神情 无比心疼 我的心中 一直有你 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人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我发誓 奇梦不想再听 直接捂住了燕北 即将要说的话 柔声道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就已经足够了 天空下起了细雨 两人就站在大殿外 相拥在一起 第199章 两女相遇 黄与圣地 冰雪圣殿 这里是冰皇所常住的殿宇 这里与其他地方的气候 相差较大 天空四处都飘落着雪花 不少女弟子 纷纷朝着冰雪圣殿 投来目光 想要看清楚里面的场景 可又碍于冰皇的威严 不敢靠近 只能望而心叹 小脸 你听说了吗 燕北她出事了 哦 燕北能出啥事 她那么厉害 还能有啥 后宫起火了呗 恐怕她现在早就 焦头烂额了 想想都让人心疼 后宫起火 不是吧 你可别乱说 这事儿我哪敢乱讲 你看那圣殿中的女子 听说正是来找她的 几名女弟子 站在圣殿外 为窃窃私语地说道 顺着几人所指的方向看去 有一道倩影正站在冰雪圣殿之中 目光时不时地看向殿外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这时 又一道身影从后方而来 龙葵妹妹 话说 你是怎么认识燕北的 凤纸月很是好奇地问道 这两人自然就是凤凰神女凤纸月 以及从海龙宫而来的龙女龙葵 龙葵转过头 笑着说道 不瞒纸月姐姐 我跟她是在一座村庄相识的 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时间 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时间 凤纸月有些惊讶地捂住嘴巴 这句话信息量可有些惊人 你们天天都在一起 龙葵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在小渔村的那段时光 是她最为开心的日子 凤纸月听闻 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耳朵 燕北竟然和她同居了 不知为何 她心里顿时感觉空落落的 就在此时 虚空一颤 大殿中凭空多出了两道身影 正是燕北于奇梦 龙葵见到燕北的身影 顿时间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 竟直接扑了上去 终于找到你了 这次说什么 我也不会离开你 场中的气氛微微停滞 凤纸月已经捂住了小嘴 满脸担忧地朝着奇梦看去 整个黄与圣地的人都知道 奇梦与燕北的关系 而现在 竟然有其他女人 当着奇梦的面扑倒在她男人的怀里 凤纸月内心已经在想着 到底要怎么才能阻止 这场扯头发大战的爆发 可接下来的荧幕 让她有些傻眼 你就是龙葵妹妹吧 奇梦看着相拥的两人 不仅没有爆发怒火 反而笑着说道 凤纸月看着奇梦的样子 心里飘过无数问号 一般女人 见到自己男人在外面乱搞 甚至还带回家来 不是应该瞬间抱走吗 这怎么跟自己预想的有些不一样 燕北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任由龙葵抱着 她也不好将其推开 只能满脸善笑地朝奇梦看去 龙葵此时也发现了奇梦的存在 松开了燕北 一脸惊艳道 哇 好漂亮 姐姐 你是谁 奇梦本就生得国色天香 姿色就算是笔枝凤纸月 也是不遑多让 甚至清冷的气息 更加令人眼前一亮 听到夸赞 奇梦也愣了愣 随即笑道 我叫奇梦 妹妹生得也很是好看 经过简单一句话的交流 奇梦内心原本那点不适 也消散得差不多 因为她看出来了 眼前这位女子 并非那种不好相处的人 原来梦姐姐 就是黄与圣地的冰雪天女 难怪这么好看 龙葵跑到奇梦面前 兴奋地将她的手拉起来 如今的黄与圣地 一共有两位天女 一位是凤凰天女凤纸月 而另一位 则这就是冰雪天女奇梦 奇梦身具悬兵之体 如今的修为 在冰皇的教导下 已经突破到了四级境巅峰 与东狱的顶级天骄门 处于同一层次 并且她的修为 依旧在爆发式的增长 如非起点时间太短 如今的她 已经跨入了超凡境 往日同为凤凰神女的凤纸月 如今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四级境气中 两人如此修为 皆是从往日火凤骨的神女 顺理成章地 晋升为皇与圣地的天女 一旁的凤纸月 此刻已经凌乱在了风中 这是什么鬼 就算没有大打出手 也不应该如此和睦吧 嘿嘿 还是我来介绍一下吧 燕北倾壳一声 神色有些紧张地说道 这位是我的妻子 奇梦 她看着奇梦说道 随即转头 这位是龙葵 海底世界海龙宫的龙女 奇梦自然早就了解 清楚了龙葵的身份 以及平日作风 这也是她愿意 接纳对方的一个原因 要是对方是那种 心术不正的女子 她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对方得逞 龙葵此时 整个人如遭雷击 不敢置信地看着燕北 妻 妻子 她以前从未听人提起过 燕北还有一位妻子 燕北 有些歉意地点了点头 以前确实是我不好 没有告诉你 当时 居住在小渔村的他们 都不是用的自己的真名 虽两人朝夕相处了一年时间 不过都没有 问过对方的真实身份 所以导致于 两人产生情愫后 很多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公开 龙葵此刻 脸色变得苍白 松开了燕北的手臂 连连后退几步 随即对着奇梦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她是有妻子的 声音越说越小 最后 竟直接哽咽了起来 奇梦见状目光一柔 走上前拉起龙葵的手 我知道妹妹不是故意的 都怪那个坏配 龙葵有些疑惑地抬起头 难道梦姐姐不怪我 自己喜欢她的丈夫 一般人不是应该很是愤怒吗 为什么感觉奇梦 对她的语气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要怪你 还多亏了妹妹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帮我好好照顾她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呢 奇梦满脸笑意地说道 同时伸手 在燕北腰间 使劲一扭 燕北疼得呲牙咧嘴 但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现在的场景 是她最为煎熬的时刻 奉旨月此刻 早已经长大了小嘴 不敢置信地看着奇梦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为燕北那妾 那自己有没有机会 奉旨月在心里痴痴地想着 她可是缠燕北好久了 第二百章 这么好的媳妇哪里找 自己抢了别人的夫君 现在对方的妻子 竟还要感谢自己 龙葵有些不知所措地 站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同时她的内心 在疯狂挣扎着 自己一直喜欢的人 竟是有家世的 她本以为此次 来黄与圣地 找到她就能与其双宿双飞 可没想到 发生了这些事情 燕北看着 有些无助的龙葵 便准备上前 不过奇梦 却使劲地瞪了她一眼 示意她站在原地 奇梦这次 仔细打量了一番龙葵 暗自点头 不得不说 龙葵的姿色 也属于绝顶 与她不同 身上带着一股 阳光柔和的气息 没有她那般冰冷 难怪会让她坏配喜欢 龙葵内心 无比紧张 被奇梦看的神色 有些不自然 内心是非常紧张的 毕竟自己现在 抢了别人的夫君 有些理亏 心中很没有底气 若若道 开始不知道 她是有妻子的 我知道 这不怪你 我跟她的事情 还未公布于众 要怪就怪那坏配 奇梦瞪了一眼燕北 她与燕北病位 正式澄清 外界 虽广为流传燕北之名 但都是在各种描述 她的天赋以及实力 至于家人等等 并未有过多的信息 就连两人的关系 除了黄与圣地的人外 外界之人 根本就先有人知晓 听到奇梦的回答 不知为何龙葵的心中 竟有些自责 我并非是有意要 拆散你们的 只不过 算了 对不起梦姐姐 我还是离开吧 龙葵的眼睛 布满气舞 一缕缕晶莹的泪水 从脸颊滑落 说着 她便准备离开黄与圣地 如果奇梦一上 来就对她辱骂 或者出手 她自然是一点也不怕 不过 对方却一直如此和善地 跟自己说话 让她心中都不免无比自责 她的确不该 来破坏别人的幸福 就在她即将离开之际 一只仙仙玉手拉住了她 奇梦笑着说道 龙葵妹妹不远万里而来 不如就留在这里长住 也好与我有个伴 凤指月听到这句话 直接眼睛都亮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 恐怕猜中了 奇梦竟真的想给燕北纳欠 就是 就是 往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将这里当成 自己家就行了 没必要这么客气的 凤指月满脸笑容地 走上来说道 这突如其来的话 让龙葵整个人 直接猛圈了 她有些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抢了别人的夫君 对方竟还想要 让自己留下来 这是什么逻辑 奇梦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凤指月 也是笑了笑 指月说得没错 往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拘束 龙葵有些凌乱了 有些迟疑道 一家人 她也不是傻子 自然是猜到了奇梦的意思 她这是 愿意跟自己 一起分享燕北 可只要是女人 哪里愿意跟别人 一起共享一份爱 燕北多次想要说话 都被奇梦的眼神 给镇压了 直到此刻 她再也憋不住了 对着龙葵道 不如 这里能有你说话的份 你去外面等着 我们姐妹有事情要说 奇梦瞪了一眼 直接将燕北轰出了大殿 站在冰雪圣殿外 燕北也有些不知所措 可此时的殿门 已经关闭 只时不时传来几道 如银铃般的笑声 不过 凭借她过人的耳力 听到了一些大概的内容 奇梦接纳了龙葵 而龙葵因为深爱着燕北 自然也没有反对 不过 令燕北无比意外的是 奇梦竟然趁机 将凤指月 也一并给她收入了账下 同样爱慕燕北的凤指月 自然是点头答应 还说 他们三姐妹 以后一定要好好的 照顾燕北等等 当时燕北听到这里的时候 内心也是一惊 她与凤指月 是从天一秘境中开始相识的 两人之间 也产生了很多交集 在圣尊 攻打火凤古之 凤指月 就已经当面给她表露爱意 只不过 当时大战一触即发 燕北也没能顾及儿女私情 所以便一直未曾回应她 她没想到 奇梦今天 竟做出了如此惊天举动 一次性 给她找了两个老婆 这么好的媳妇哪里找 全程为自己着想 其实奇梦也是有着 自己的一些想法 她每当跟燕北行房之时 这家伙 就跟一头蛮兽一般 精力无比旺盛 让她根本吃不消 每次她都有一种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每次结束 她都感觉自己的骨头 都跟快要散架一样 眼皮都抬不动 她自己是无法让燕北满足的 所以这也是她同意 燕北纳妾的一个原因 毕竟能够多几个姐妹一起照顾她 也不用让自己那么受罪了 时间一直到了傍晚 冰雪圣殿的门 才终于再度打开 你进来吧 奇梦的声音传来 燕北早已经迫不及待 飞了进去 原本几女在互相有说有笑的 可她刚一进去 声音戛然而止 她们目光 奇刷刷地 朝燕北看来 奇梦的眼神中 甚至带有一丝审判的意味 三位老婆 你们这么盯着我干嘛 燕北满脸笑容地说道 奇梦冷哼一声 我就知道 你家伙在外面 肯定也不安分 恐怕咱们姐妹 刚刚说的话 全部被她听完了 刚刚说的话 都被燕北听完了 奇梦倒早有所预料 毕竟老夫老妻 也没有多害羞 不过 凤指月与龙葵 就不一样的 两个人的翘脸 瞬间变得通红 白皙的皮肤 如同火烧一样在蔓延 刚刚她们三姐妹 在一起说的话 有一些 可是少而不移的 而这些话 却全部被这坏配听去了 这让她们现在 只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第201章 臭小子 太会玩了 一日 太阳日上三干 此时燕北在悠悠转醒 昨夜实在是让她 有些筋疲力尽 就连混沌体 不有些扛不住了 想到昨晚上的大背同眠 脸上不由地露出笑容 她伸了一个懒腰 正准备起床修炼 不过谁料想 此时的凤纸月竟翻了个身 见到这让人血脉喷张的香艳一幕 再也无法忍受了 直接整个人都钻入了被子中 怎么又来 我不行了 放过我 龙葵妹妹 你在笑什么 我看她状态很不错的样子 不如去欺负她吧 没有没有 我觉得纸月姐姐 气色也挺不错的 启蒙 你是大姐 还是你来吧 房间传出一道道惊呼声 不过从被子中传出烟北的声音 这有什么好推辞的 放心 今天谁也跑不了 就这样 大战一触即发 直至傍晚 燕北终于神色满足地从房间中走出 看着渐落的夕阳 心情说不出来的畅快 她终于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人间幸福 简直不要太爽 看来混沌体的强度还是不足 日后得加强修炼了 燕北摸了摸腰间缓缓摇头 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这时 一名侍女走了上来 神色恭敬道 大人 冰皇大人让您忙完后 去黄语殿找她一事 冰皇前辈 燕北 难难自语 没错 冰皇大人在昨夜来过这里 不过 侍女低着头 说着说着 脸色便通红一片 燕北看着欲言又止的侍女道 不过什么 不过 大人您房间的动静太大 冰皇大人站在这里听了一刻钟后 便离开了 侍女脸色飞红一片 神情无比羞涩道 原来就在昨晚 刚刚夜幕降临时 冰皇曾来过这里 不过他刚一进入这里 便听到了一些 少而不移的声音 哪怕是冰皇 也不由得尴尬地站在原地 他本想着等等燕北 结束后 与其商议事情 就这样 他在屋外足足站了一刻钟时间 燕北却依旧没有 要结束的意思 反而兴趣更加高涨 最终 冰皇按骂一声 也只能无奈离开 让侍女替他转告 燕北浑身一震 此刻饶食他的老脸 也不禁有些泛红 昨夜在这里站了一刻钟时间 天知道他到底听到了什么 昨晚他可是说了很多骚话 要是被听去一两句 恐怕他的人设在冰皇面前 也算是真的崩塌了 嘿嘿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燕北连连咳嗽 示意侍女退下 侍女微微欠身行礼 正准备离开 又被燕北叫住了 有些不放心道 那个 昨晚除了冰皇前辈来此 还有没有别人过来 昨夜就我一人在这里直岗 除了冰皇大人外 并没有其他人来此 侍女有些害羞地说道 昨晚燕北弄出的动静 实在太大了 让他站在外面 都不由觉得有些惊心动魄 真不知道 里面的天女大人 到底是怎么顶住的 燕北听到没有其他人来 也是尝出了一口气 那你先退下吧 这是一点小礼物 昨晚不管你听到了什么 都不要外传 他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袋子零食 赏给了侍女 当作封口费 侍女也是明白人 接住袋子后 立马保证道 大人放心 昨晚您说的那些肉麻话 我什么都没听到 燕北嘴角抽了抽 已经预感到了 自己人设崩塌的场景 也只能无奈地罢了罢手 去准备一点清淡的食物吧 等启蒙他们醒后 让他们吃点 说完 燕北便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原地 黄雨殿 这里是黄雨圣地 最为庄严的殿宇 也是整个圣地的意识厅 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老子都从天亮做到天黑了 虎风骂骂咧咧的声音 在殿宇中回荡 你急什么 多等一会儿 又不要你命 冰皇呵斥道 随即看了眼 夕阳见落的天空喃喃自语道 不过 应该也快结束了吧 这小子 体力真的就这么好吗 你说什么快结束了 谁的体力好 火凤有些好奇地 凑上来问道 滚 老娘说什么关你屁事 冰皇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火凤 示意他一边凉快去 不过想起昨晚那一刻中的经历 让他也不禁有些口干舌燥 脸色发烫 内心暗叹 这臭小子 也太会玩了 诶 不是冰皇 你脸红什么 难道对老子动心了 火凤一脸震惊地发现 冰皇看着自己 竟然脸红了 他连忙捂住自己的胸膛 警惕地看着冰皇 别怪我没告诉你 我现在 对你可没什么兴趣 两人从千年前便一同成长 可谓是一路争吵到现在 每次在一起时都会半嘴 所以 一有调侃对方的机会 他是不会错过的 冰皇听闻火凤说的话 顿时气的苏兄一阵起伏 你这该死的混蛋 我杀了你 哄 一股寒冷到极点的气息 在大殿中蔓延 将场中所有的事物都冰封 火凤早就有所准备 运用灵力将全身包裹 不受任何寒气侵袭 坏坏一笑 怎么一说你就急眼了 难道被我说中了心事 冰皇再也无法忍受 直接飞身朝着火凤冲去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而坐在高处的凤九天 则是闭目养神 犹如一尊精神佛陀般 浑身被一股圣气笼罩 将一切隔绝在外 万法不清 对于冰皇与火凤两人 任何一人 他都得罪不起 只能装作看不到 不然他一插画 两人的矛头 都会瞬间指向他 然后群殴他 这种事情 从皇与圣地成立以来 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所以他早已经有了经验 第202章 嘴欠的火凤 皇与圣殿 一道流光从外飞来 燕北还未踏入大殿中 便听到了争吵的声音 当他看到 已经扭打在一起的冰皇火凤 不由地嘴角一抽 前辈 你们这又是在闹哪一出 两人听到燕北的声音 动作停顿了一下 不过下一秒 还是继续扭打在一起 平日里太顺着你了 今天非得要你看看 老子火焰的离开 火凤恶狠狠地说道 身上一道道神艳涌出 仿佛要焚烧万物 冰皇不屑地冷哼一声 就你那点小火苗 看老娘不把你动成冰雕 冰与火的碰撞一触即发 虽两种能量 都蕴含极其恐怖的力量 但两人 对力度的把控 却做到了无比精准 能量竟没有泄露半分 否则整个大殿 请客之间将要坍塌 燕北看到这一幕 嘖嘖称奇 这冰皇与火凤 以前不愧是 能敌圣王的存在 光是这一手 对力量的把控 就让他受益匪浅 前辈 你们俩要不别打了吧 今天不是有事要商议吗 燕北张了张手 想要阻止 但却又有些不好插手 臭小子 一边凉快却 否则老子 连你跟这臭婆娘一起揍 火凤瞪了一眼 再度冲了上去 别逗老娘笑了 就你这点微末的实力 别被人家一巴掌给呼死了 冰皇一脸嘲讽地说道 娇曲笑得花枝乱颤 火凤的脸 瞬间就黑了下来 你 他想要反驳 但好像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他好像的确不是燕北的对手 燕北也不由得苦笑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还好自己实力还算不错 否则真要被火凤拉下去 一起揍了 两人又争吵了一会儿 谁也奈何不了谁 也只能就此作罢 他们二人的实力 皆是处在同一个层次 千年来也没能分出个胜负 这也是 两人为何一直谁也不服谁的原因 二人皆是气喘吁吁地回到座位 一脸不爽地看着对方 今天有小辈在这里 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火凤继续嘴欠地说道 至于你对我动心这件事情 我会保密的 动心 燕北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嘴巴张开 足足塞得下一个鸡蛋 冰皇原本都准备今天休战了 可没想到 火凤竟还要嘴炮 整个人直接站起来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没完没了了 今天不给你一些教训 我不叫冰皇 火凤面对冰皇的威胁 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给我教训 我倒是想要看看 冰皇气得苏兄一阵起伏 一脸寒霜 他与火凤的实力 谁也奈何不了谁 打再久 结果也只能是平手 到底怎么办 随后冰皇突然是想到了什么 将目光看向一旁的燕北 小子 过来帮我一起揍他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愣 就连化为金身佛陀的凤九天 也睁开了眼睛 燕北罢了罢手 一脸为难 啊这 前辈不好吧 火凤也是看向燕北 眼中的威胁 意味很浓 示意他不要插手 可冰皇却冷哼一声 看着燕北说道 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揍他 我就把昨晚你说的话 全部抖出来 明天就公不于众 昨晚的话 公不于众 听到这里 燕北的脸色瞬间就绿了 冰皇果然听到了 不该听到的东西 燕北连忙道 别别别 前辈我帮你 见到燕北有这么大反应 凤九天眼中露出疑惑之色 不明白 冰皇到底抓住了燕北什么把柄 火凤怒吓 小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是 啊 他的话都还未说完 便被一只金光璀璨的大手 按在地上 燕北伸出大手 一脸为难地看着 被自己按在地上的火凤 前辈 我只能先把你给镇压了 别怪我呀 小子 放开我 不然老子 跟你没完 火凤被按在地上狂吼道 燕北见状有些心惊 但也不敢放开他 相比于火凤的威胁 他更怕冰皇的威胁 那些话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他这张老脸 也就别要了 冰皇见到火凤被镇压 满意地点了点头 走上来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小子 干得不错 你说的那些 我就暂时替你保密 好好听话 我绝对告诉其他人 燕北一脸无奈 他已经预感到了 自己被当枪使的场景 不过没办法 如今也只能先保住声誉了 冰皇蹲下身子 一脸笑容地看着地上的火凤 你不是很能耐吗 嘴不是很欠吗 我告诉你 你可别动我 火凤一脸警惕地看着冰皇 虽声音很大 但明显没了底气 不得不说 燕北这臭小子的力量 实在太恐怖了 竟将他摁在地上 无法动弹嘶吼 动你 我怎么会动你呢 冰皇满脸笑意地说道 随即柳梅一竖 我当然不会动你 我只会揍你 砰砰砰 啊 整个大殿顿时响起了 火凤的惨叫声 燕北左手捂住眼睛 右手按住火凤 这场面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燕北 你这臭小子 老子跟你没玩 啊 住手 我错了 片刻后 惨叫声逐渐停了下来 冰皇满头香汗地重新站了起来 拍了拍手 一脸说不出的愉快 今天实在是让他爽了 整整一千多年 憋在内心的怒气 全部一股脑地都发泄了出来 前辈 你没事吧 可别吓我 燕北此刻一脸担忧地 看着地上的火凤 此刻的火凤模样凄惨至极 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浑身上下满是瘀青 不过冰皇下手 也是极为有分寸 火凤虽看上去 浑身没有一块好肉 但却都是皮肉之上 火凤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 动了动手指 小 小子 你等着 第203章 圣地之主 黄雨圣殿 燕北小心翼翼地 将坛倒在地上的火凤浮了起来 前辈 你别怪我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火凤此刻脸肿得 已经看不清表情 浑身也是酸软无力 只能用眼睛死死地盯着燕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冰皇看到火凤如此模样 顿时发出一阵笑声 足足一千多年 他从没有今天这么心情舒畅过 小子 干得不错 下次还找你 冰皇满意看着燕北点了点头 如今掌握了燕北的小把柄 可谓是一把对付火凤的大杀器 要是这家伙 以后再惹自己不爽 到时候再让燕北将他按住 让自己暴揍一顿 燕北将火凤安顿好后 转头看向冰皇 前辈 此次找我来有何事商议 冰皇也终于是想起了正事 神色正重道 此次叫你来此 是想告诉你 大眼圣地余孽已经被清扫完毕 大眼圣地遗址 我派人也去重新翻新了一遍 只等你前去入住了 在燕北 这闭关的一月时间里 皇与圣地众人可没有闲着 他们四处追杀大眼圣地余孽 近日终于将其全部肃清 当日被燕北大战 拍成废墟大眼圣地 也在冰皇的精心布置下 重新焕然一新 甚至一些建筑 比之前的大眼圣地更为气魄 如今只带燕北 将清云宗的众人 从天青世界中接出来了 燕北满脸感激 多谢众位前辈 出手鼎力相助 这些事情 如果全部让他去干 说不定也做不到这么完美 冰皇罢了罢手 摇头道 我们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一切都是你自己争来的 今天叫你来此 不单单是为了此事 还有一件事情 经过我们深思熟虑 决定告诉你 燕北神色有些疑惑 何事 能让冰皇如此郑重语气 所说的事情 看来是比较重要的 冰皇看向坐在大殿上方的凤九天 还是他来说比较何事 凤九天此时也站起身来 目光看着燕北露出一缕笑意 年仅二十便拥有 激进匹敌圣王的实力 燕北小友可谓是前途无量 当日在大眼圣帝一战 整个冬域有目共睹 燕北实力惯绝天下 就连老牌圣人 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并且最后金阳圣主动用圣帝秘法 将自身实力推动至高阶圣人 依旧逃不过被斩灭的结局 至此一战 燕北可谓是站在了冬域之巅 除去圣王李道然以外 再无任何敌手 所以经过皇与圣帝 一众高层商议一番后 决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前辈谬赞了 燕北善善一笑 被凤九天看得心里有些发毛 凤九天此时的目光 完全就像是在 看待一位绝世美女一般 我也不给你拐歪抹角了 这几日 我们圣帝高层一众决议 推选你来当皇与圣主 我这老家伙 也正好可以退位让贤 躲躲清闲了 凤九天笑眯眯地说道 对于圣主之位 他倒不是那么执着 当初当选圣主 也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已经老了 适合隐居于幕后 就像是冰黄火凤一般 这舞台还是该交给年轻人 而燕北 就是这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我当圣主 燕北神色一愣 有些不敢置信道 什么情况 皇与圣帝成立不过才一年时间 便要换圣主 还要换自己一个 年仅二十的小青年去当 这种事情 可是在大多数圣帝 都没有发生过的 没错 经过我们深思熟虑 觉得你来当这个圣主 再合适不过 也只有你才能带领皇与圣帝 走向更高更广阔的天空 凤九天一脸郑重地说道 燕北整个人 已经石化在了原地 当圣主 开什么玩笑 他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要去照顾一座圣帝 凤九天满脸笑容地看着燕北 是越看越满意 由燕北当选圣主 可谓是众望所归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 一时热血而做出的决定 其实让燕北当选圣主 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世人皆知 燕北妖孽之才 将来必定能够成为 天地间的一方巨拨 这等存在动辄活上数万年都是常事 而如果由燕北来当黄与圣主 那么对黄与圣帝未来的发展 可谓是有莫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燕北现在虽说与黄与圣帝关系密切 但他们都知道 这种密切的关系 也仅限于他们这几把老骨头而已 至于圣帝的其他人 根本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们想要将燕北拉入黄与圣帝 而给他最好的身份便是圣主 也只有圣帝之主这样的身份 才能配得上他 前辈说笑了 小子何德何能 这圣帝之主我恐怕难当重任 燕北连连摇头 婉拒了这个决议 听到燕北拒绝 凤九天脸色一沉 不可 这圣帝之主必须由你来担当 黄与圣帝如今蒸蒸日上 已经大有问鼎冬域的趋势 按照这种发展速度 将来极有可能走出冬域 而他们这些老人的潜力已经耗尽 根本无力在网上攀登 他们不想看到未来某一天 如今的黄与圣帝跟千年前一样 一夜之间便被人灭掉 圣王虽强 但却依旧有敌 并非无敌的存在 在冬域之外 圣王强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仅凭借李道然的庇护 恐怕将来的下场还会重蹈覆辙 虽然让燕北当圣主 有他们一些私心的存在 但也是迫于无奈 黄与圣帝的确需要一位 能够威慑天下的存在庇护 而燕北便极有可能成为那等存在 第204章 圣帝克卿 黄与圣殿 此刻里面的气氛有些凝重 奉九天一脸沉重地看着燕北 不行 这圣帝之主非你莫属 如果燕北成为黄与圣主 那么对于圣帝将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整个黄与圣帝都将在他的带领下 变得更加强大 燕北露出苦笑 摇了摇头 前辈 你就别勉强我了 我心里已有打算 这圣主我的确担当不起 他有自己的考虑 如果未曾进入坠荣渊 他恐怕也就答应了 不过现在的他知道 给这方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 努力提升修为 也只有这样 在大劫来临的那一天 才有一丝自保之力 对于世俗的虚荣等等 他看的并不是太重 因为这一切在大劫来临时 都如梦幻泡影 净花水月般一处击碎 奉九天看着燕北再次拒绝 脸色有些难看 正准备说是什么时 冰皇却开口了 小子 你为何不做这圣地之主 要知道 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燕北继续摇头 不瞒前辈 我此次将清云宗安顿好了之后 便会去寻找那阵法大师修补阵法 我必须尽快提升修为 否则 龙傲天曾告诉他 清帝古镇 最多再能坚持几百年时间 便会崩碎 到时候 天魔便会降临红武大陆 几百年时间听起来很多 但对于修士而言 不过谈指一瞬 如今 他不过才半圣修为 上面还有圣者 圣王 大圣等多个境界 想要在大劫中能够守护自己 守护家人 只要也要有准地级别的修为 而这种修为 对目前的他来说 实在太过遥远 甚至无法触及 所以 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 争取早日成为准地 甚至正道成地 也只有这样 才能守护住这片净土 否则 否则什么 兵皇疑惑地看着燕北 没 没什么 燕北挠了挠头说道 我现在只想潜心修炼 努力提升修为 圣主之位 我的确担当不起 最终 他还是没有将 红武大劫的事情告诉他们 不想让他们也为之担心 每日忧心忡忡 他也明白 奉九天的用心 无非就是为了皇与圣地着想 世上不知多少天骄 在一道道恭维声中迷失自我 最终泯然于众 你如今达到如此高度 却依旧不忘初心 没有忘自尊大 光是这份道心 便不是其他人能够企及的 兵皇一脸赞叹地看着燕北 兵皇随即叹息一声 转头看向奉九天 本来我也很赞同他当圣主 但如今看来 我们还是不要勉强他了 这圣主之位虽好 但却能够束缚一个人的成长 这小子的天空并不在东玉 我希望 圣地能够成为他晋升的跳板 而不是累赘 奉九天一阵漠然 没错 兵皇说的也不无道理 皇与圣地虽能让燕北封灵天下 但无疑也会成为野他的一种累赘 皇与圣地在东玉虽强大 但外界如他们这般势力 却比比皆是 很大程度上来说 皇与圣地不仅不能给燕北任何帮助 甚至会成为一种束缚他成长的包袱 这种情况 也违背了他们的初衷 虽想让皇与圣地更好 但也不想燕北受到连累 奉九天神色缓和了一些 的确是我考虑有些不周了 忘记你小子根本远非常人能比 让你当圣主 的确会影响你的修炼 圣地之主日常事物繁重 如果让燕北坐上圣主之位 将很大程度限制他的修炼速度 这也是之前他们没有考虑到的 因为他们忘记 燕北不能以常理夺知 正常人成为圣地之主 定然能够凭借圣地资源 快速突破修为 不过 燕北好像并不需要 并且 他的志向不在东狱 而在远方 让你当圣主这件事 我也就不再提了 奉九天叹息一声 随即从怀中摸出一块身份玉牌 在上面刻画出燕北之名 将其递给了燕北 燕北有些疑惑 不是不提了吗 这身份玉牌 是怎么回事 这是圣地克卿长老的身份玉牌 平日里没有任何职务 不会耽误你的修行 奉九天看出燕北的疑惑 随即凝重地说道 老夫给你这身份玉牌 只希望你能在将来圣地危难之际 出手一注 这一刻的奉九天晚 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 从千年前的黄与圣地 直到如今的黄与圣地 他与冰皇等人一样 一路走来 甚至期间创立火凤谷 也是对着黄与圣地 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怀 如今黄与圣地虽成立才一年时间 但也付出了他不少心血 就宛如自己的孩子一般 他只希望黄与圣地 一直能够好好的 所以他才想方设法地 将燕北拉入黄与圣地 也只有燕北 才能一直庇护圣地 燕北看着手中的令牌 忽然感觉有些沉重 不过还是说道 前辈我明白你的心意 如我燕北在世 定然会把黄与圣地无恙 听到这话 奉九天顿时仰天大笑起来 好 好小子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黄与圣地 有你这么一位长老 定然会长胜不衰 兵皇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虽说没能让燕北当上圣主 但意义却相差不大 他与奉九天对黄与圣地 同样有着一样的情怀 希望千年前的事情 不要在如今的黄与圣地重蹈覆辙 燕北收好身份预牌 既然如此 前辈我就先告退了 我现在便去将青云宗众人接回来 明日大眼圣地会合 第205章 迁移宗门 天青事件 青云宗 虚空一阵波澜 一道白衣身影 凭空出现在青云宗上空 来人正是燕北 他今日将灵天青事件 便是专程来将青云宗 迁移到冬域 在这里青云宗 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甚至没有任何敌对势力 但由于天青事件的 法则之力不够完善 修士至多只能达到神功境巅峰 想要突破四级境 几乎不可能 所以 如今的青云宗主 以及封寒师尊等人 在燕北所供给的资源贯注下 都已经到达了神功境巅峰境界 但却迟迟无法破入四级 燕北站在虚空 看着下方的青云宗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这里的山脉 建筑等等 都是他动用世界之力制造出的 与往日的青云宗 没有半点不同 此时 一位身材高挑 气质脱俗 头戴面纱的女子 从外面进入了青云宗 面纱女子出现的瞬间 整个青云宗的弟子们 都开始沸腾了 纷纷侧目看来 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风铃师姐回来了 听说他去闯了天神山 不知道 神踢他登了多少街 不少弟子们 纷纷开始议论 眼中有着 毫不掩饰的青云之色 天神山本是千年开启一次 不过燕北身为主宰 自然能够有办法开启 如今的天神山 已经是整个天青世界的一个 绝佳的历练场所 不少青云宗弟子 都会选择前去历练 脸儿 你终于回来了 一道雄浑的声音传来 一位中年男子 从青云宗深处飞出 瞬间便降临在了 面纱女子身前 中年男子出现的瞬间 青云宗在场弟子 纷纷行礼 见过风寒长老 没错 这中年男子 正是燕北的师尊 风寒 而这脸上 蒙着面纱的女子 便是师妹 风铃 零儿 此次历练如何 神踢登了多少剑 风寒看着女儿 满脸笑意地说道 零儿叹息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遗憾之色 我在七百街的位置 便无力再攀登了 七百街 在场的青云宗弟子们 看向零儿的目光中 充满震撼 青云宗的大部分弟子 都曾去攀登过神踢 不过他们 大多都停留在 几十到两百街之间 而风铃儿 竟然攀登到了 七百街的位置 这是什么概念 风寒的目光中 也露出一丝震撼 不错 不错 不愧是我风寒的女儿 零儿 却是摇了摇头 七百街而已 比师兄差远了 燕北灯神踢顶峰的事迹 整个青云宗人静皆知 无数人都视其为偶像 风寒听到女儿语气中的不满 摇头笑道 你跟燕儿那小子 有什么好比的 提起燕北风寒脸上 便露出笑意 这可是 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灵儿不满意地嘟起小嘴 只是不想 比师兄差吗 风寒摇头苦笑 就在此时 一道柔和的声音传来 灵儿可一点也不比我差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灵儿眼中露出 无比激动的神色 风寒同样如此脸上 不满笑意 话音落下 一阵清风扶来 一道白衣俊逸的身影 顿时出现在场中 这道身影的出现 让在场众多青云宗弟子 神色一阵 是燕北师兄 他回来了 不少弟子们 见到自己的偶像出现 心中无比激动 燕北先是走到风寒进前 随即深深一拜 见过师尊 风寒看着燕北 笑着将他扶起 一二 这刚刚提到你 你就回来了 咱爷俩今晚得小酌几杯 燕北笑着点了点头 我正好也带了几摊美酒 今晚一定陪师尊 喝个尽兴 站在一旁的灵儿 看到眼前的这道身影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直接扑了上去 师兄 灵儿的声音有些委屈 眼中饱寒气舞 仿佛下一秒 就要落泪一样 燕北感受着胸膛 传来的温度 眼神变得温和 伸手揉了柔铃儿的头发 你小妮子 都快跟我一样高了 还这么爱哭哭啼啼的 不得不说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灵儿的变化 还是很大的 从之前 只会跟在她屁股后面 转悠的少女 成长为了一位 容貌精士的绝美女子 谁让你这么久 都不爱看我们 灵儿伸手抹去 面纱下的一滴眼泪 声音哽咽道 这一年的时间 她无时无刻 都在想着师兄 期待着下次见面 所以 她一直在刻苦修炼 如今已经达到了 神功晋七重境界 即将触及 这方世界的巅峰 燕北笑道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这次我准备 将清云宗重新嵌移回东域 重新回东域 风寒神色一阵 她已经突破到 神功晋九重巅峰许久了 一直无法 破开四级晋的壁垒 她早就想重回东域 只不过 因为大眼圣地的原因 一直没提起这件事情 不过燕北 既然这么说 自然有她的道理 风寒内心 是对燕北 无条件相信的 她知道自己的弟子 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人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灵儿你去通知宗主 就说燕儿回来了 让她来一世大殿 风寒看着灵儿说道 灵儿也知道 事情的重要程度 点了点头 随即三人化为流光 消失在原地 第206章 存在于体内的事件 清云宗 义士大殿 燕北坐在其中 与风寒师尊畅聊着 说着一些 她在外见过的一些有趣事件 风寒听的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对了燕儿 你说 要将我们清云宗重新 迁移回东域 大眼圣地那边 会善罢甘休吗 风寒目光 有些担忧地 看着燕北问道 燕北笑了笑 正准备回答 我清云宗的绝世天才 终于归来了 可是让老夫期盼已久了 一道朗笑声传来 伴随着一道身影 从大殿外飞了进来 来人正是清云宗主 如今的清云修为 同样以真挚神功境巅峰 只差临门一脚 便能跨入四级境 可由于天地限制 迟迟无法突破 燕北站起身来 一脸尊敬的拱手道 见过宗主大人 清云连忙上前 将燕北扶起 笑道 你小子 哪来的这么多理解 经过刚刚的接触 他也在尝试着 感知燕北的修为 可令他震撼的是 燕北看上去气息 跟普通人差不多 但他能清楚地感知到 那股隐藏在 经脉血液中的惊天之力 让他颇为震撼 燕北自然知道 清云的动作 他也是故意露出破绽 让他感知到一丝力量的 否则凭借天眼内脸法 寻常人根本无法感知 到他体内的半分能量 看来你小子 这一年来 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啊 一年前燕北的修为便达到了四级精 他预测按照燕北的修炼速度 如今恐怕已经破入 超凡了 你也不看看 是谁的弟子 风寒冷哼一声 眼神极为挑衅地看着清云 收燕北为徒 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情 有这么一个拉风的弟子 还有比这更有面子的事情 清云不由地嘴角一抽 说得好像燕北的修为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一样 风寒顿时一瞪眼 你 清云也是一脸强硬 你什么你 不服出来 比划比划 两人都是神功进九重巅峰修为 一有空闲时间 便会互相切磋 只不过每次都是先用嘴切磋 然后再比谁的实力更强 燕北一阵头大 不知道 这两人为何突然就有一副 要干架的样子 嗨嗨 师尊 宗主 要不咱们今天先休战 先商量商量事情 燕北拦在两人中间 一脸无奈地说道 一边是师尊 一边是宗主 加未来岳父 他两边都得罪不起 风寒冷哼一声 老夫看在叶儿的面子上 今天暂且就不动手了 否则老夫 必定将你打得屁滚尿流 清云本来都打算休战了 可风寒的一番话 顿时让他吹胡子瞪眼 屁滚尿流 来试试谁屁滚尿流 顿时间 两人都不甘示弱地 朝着对方冲去 燕北站在中间 一脸无奈 双手散发出两股柔和的力量 将两人拦了下来 师尊跟宗主 就如同冰黄与火凤一般 是一对 谁也不爽谁的老火计 以前师尊的修为 比宗主低还好 能够克制住自己 现在 两人修为相同 自然会摩擦出火花 宗主 师尊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 千移清云宗的事情吧 燕北叹息一声 一阵头大 千移清云宗 清云的声音传来 一脸疑惑 风寒也懒得再嘴碎 千移清云宗的事情 他同样很好奇 没错 这次我回来 便是准备 将清云宗迁回冬域 燕北散开了 将两人包裹的力量 随后笑着说道 清云听闻 眉头紧皱 说到迁回冬域 他同样第一时间 便想到了 来自大眼圣地的威胁 当初清云宗 被迫来到天青世界 便是因为大眼圣地 如今时隔一年 再度迁移回去 难道大眼圣地 就会放过清云宗吗 说来听听 我们如何迁回冬域 清云毕竟是宗主 一瞬间便想了许多 他知道燕北 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 他既然专程回来想 将他们迁回冬域 那必定已经是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燕北看着宗主 与师尊说道 一年前弟子能力不够 无法保全宗门 才让你们二老 与宗门受到委屈 迁移到这里 我也看到了 二老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神功境巅峰 无法突破 其实这并不是你们 自身的原因 而是这方天地的原因 清云两人微微一愣 天地的原因 他们倒是 对这些一概不知 他也并不知道 其实自己已经来到了 另一处世界 只知道这里的人 修为普遍 比外界要低很多 他们神功境九重在这里 难逢对手了 至于四级境的大能 他们在这里 从未见过 这也是清云宗发展 如此迅速的原因 没错 宗主师尊你们 也是我最为信赖的人 也不瞒你们 这里是我体内的一方小世界 因为一些原因 这里的修为最高 便只能达到神功境巅峰 想要突破 四级绝无可能 这也是我要将你们 移出这里的原因 待在这里 的确能够 一世无忧地好好生活 但修为 却只能永远停止不前 燕北 对于二人并未隐瞒什么 他们都是自己 最为信赖的人 你体内的小世界 清云与风寒浑身一阵 目光不敢置信地 看着燕北 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这无比安逸的大地 竟一直存在燕北体内 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已经触及到了 他们的认知 一方世界 竟能存在于一个人的体内 第207章 回归冬域 我就说我的修为 为什么达到了 神宫境九重巅峰 就一直停止不前 原来是因为 这方世界的原因 清云神色震撼地 看着燕北说道 他来到这天 清世界半年时间 经过各种 天才地堡的灌注 他早早便达到了 神宫境巅峰 可是却又过了这么久 他却依旧无法突破 四级境 身体仿佛有一道 无形的枷锁 让他不能前进半步 风寒也是点头 之前他还以为自己 跟宗主两人修炼 晋升太快 出了岔子 而经燕北说后 才明白 原来他们所处的空间 竟是一方小世界 我现在实力还不够强 无法完善 这里的天地法则 也许等我到达圣境 才能勉强修补 这也是 我要将清云宗 牵回冬域的原因 燕北神色歉意地说道 一年前 将他们牵移到天青世界时 他便有这方面的顾虑 不过迫于无奈 他也只能将所有人 转移到这里 可我们牵回冬域 大眼圣地会放过我们 清云目光有些担忧地说道 随即沉一顺 我看清云宗呆 在这里挺好的 如果牵移回冬域 恐怕有些麻烦 我们这些老东西 就不给你当累赘了 方寒也是沉生说道 一二 宗主说的也有道理 你就不用为我们操心了 虽然他也很想突破四极境 不过相比于燕北的安危来说 这根本不值一提 在他们看来 回到冬域后 必定会引来大眼圣地 强者追杀 这无疑是将燕北 推入火坑之中 燕北一人 在大眼圣地的追杀中 游刃有余 已经很难得 要是清云宗 再牵回冬域 这不是火把子吗 届时燕北 被清云宗束缚 后果不堪设想 燕北一脸苦笑 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他自然是知道 这二老的心思 害怕自己 因为清云宗 与大眼圣地 发生正面冲突 毕竟在他们心中 大眼圣地 在冬域 就是不可倾覆的强大势力 宗主 师尊 你们二老 就放心吧 关于大眼圣地一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燕北笑着说道 经过黄与圣地的追角 如今整个冬域大眼 圣地残存的余孽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况且如今的冬域 已经不是三座圣地的时代了 而是独属于他的时代 处理好了 清云两人都是神色一正 燕北站起身来 笑了笑 你们就放心吧 我现在就将你们一回冬域 话音落下 轰隆隆 天地开始发生震动 只要是属于清云宗的弟子 无论身在何地这一刻 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 牵引之力 将他们包裹 不少人不明 所以露出惊恐的神色 一名名弟子的身影化为流光 穿过时空裂缝 消失在天青世界 我们也走吧 燕北看着二老笑了笑 随即大手一挥 所有人都消失不见 东玉 大眼圣地遗址 哄 在大眼圣地遗址上空 突然打开了一个 漆黑无比的空间裂缝 一道道人影 如同下饺子般 从空间裂缝中飞出 这 这是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诶 我不是在天神山吗 小师妹 你怎么也出现在这里 一名名弟子 神色疑惑地看向四周 本开始有些惊慌 但看到清云宗 这些熟悉的身影时 也是逐渐放松了下来 诸位不必惊慌 此地是东玉 是我将你们接引至此 一道声音传来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燕北三人 站在虚空 这是燕北师兄 他竟然也来了 只要是清云宗弟子 没有人不认识燕北 毕竟他 可是清云宗出来的绝世天才 一二 这里是 风寒有些震撼地 看着燕北说道 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片 无比宏伟耸入云霄的建筑 随处可见的仙鹤 化为器物的天地灵气 这每一样 都在彰显着此处的不凡 清云同样疑惑 这如同仙境一般的地方 到底是哪里 在东玉中 他们可是 从未听闻过 有这样一处风水宝地 这里便曾是 燕北但笑着说道 大眼圣帝 在那场大战时 被燕北打成了一片废墟 如今经过冰皇等人的改造 比之往日的大眼圣帝 甚至更胜从前 大眼圣帝的所在地 清云等人浑身一震 脸色大变 大眼圣帝 我们来这里 不等同于羊入虎口吗 清云脸色巨变 直接挡在了众人身前 风寒也是脸色无比凝重 趁他们还未发现我们 一二你带着弟子们快逃 所有弟子也都严阵以待 目光凝重地看向 远处那一座座宏伟的建筑 燕北被这么一出 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他连忙让众人放松 宗主 师尊 大眼圣帝 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们不必如此惊慌 清云两人神色 有些疑惑 大眼圣帝 不复存在了 什么意思 第208章 重建宗门 大眼圣帝遗址 圣殿 此刻的圣殿之中 站立着诸多身影 不仅有清云宗的众人 黄与圣帝的一众高层 也连眉而至 清云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燕北说道 黄与圣帝的人 倒还神色如常 毕竟爆发那场大战时 他们也在全城观摩 而清云宗的众多长老神情 就变得有些精彩起来 大眼圣帝 被灭了 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撼地 看着燕北 虽说他们很多人 甚至都没有走出过南荒 但是大眼圣帝的威名 他们或多或少也听说过 而今 竟然被他们清云宗的 一位弟子给灭了 风寒也是一脸震撼 一二 听说大眼圣帝中有圣境存在 难不成你已成圣 成圣 这是对于在场众人 都是一个无比遥远的事情 整个冬域的圣者 也是寥寥无几 燕北笑着摇头 我还未到达圣境 不过想来 应该也快了 就在这半年之内吧 死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黄与圣帝的长老们 也是神色震撼 这才多久 距离上次大眼圣帝一战 不过才几月时间 那时的燕北还不过低接半圣 如今竟然又要成圣了 半圣时期便能横击圣人 那突破成圣后 又将拥有怎样的战力 到时候 岂不是就连圣王也不是他的对手 燕北看着众人的表情 也是笑着摇头 我今日将你们都叫来此地 便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 我准备在此地重建宗门 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清云宗等人神色震撼地看着燕北 重建宗门 就在这里 这里灵气化物 人节地灵 可谓是十足的修炼圣地 就算在整个冬域中 恐怕也找不出几处如这里一般的地方 要是往日 他们在此地修炼上一天 都会觉得已经是上天恩赐 现在他们竟要在此地建立宗门 日后天天生活在这里 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现在事实却摆在他们眼前 重建宗门一事 我黄与圣地全力支持 凤九天此刻开口说道 身为圣主他的意志 便代表了整个黄与圣地 小子 宗门建好后 我要个克卿长老的身份 要是谁敢欺负你们 就报我火凤的名字 火凤一脸豪爽地说道 报你的名字 只会让被人打得更厉害 冰皇一脸揶揄地看着火凤 随即又道 给我也挂个克卿吧 你这小家伙做什么事情 我都全力支持 燕北一脸感激地看着众人 多谢诸位前辈鼎力支持 清云宗等人 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仅仅几句话的功夫 清云宗内 竟然便多出了两尊圣经客卿 这也太恐怖了 就在此时 哄 整片天地都在开始震动 一道恐怖到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 席卷四方天地 正在朝着众人所在的位置而来 真是好热闹 你们来这里 也不叫上我这老头子 一道朗笑声从外而来 随即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在大殿中 一股无可匹敌的威势席卷四方 让在场众人无比内心震撼 燕北看着大殿中的身影 神色一阵 连忙起身恭敬道 恭迎道然前辈 恭迎师叔 恭迎圣王尊驾 所有人都站起来 一脸恭敬道 清云宗等人一脸茫然 他们并不认识李道然 只能拱手示意 不过从此人身上的气息来判断 这来人的气息 竟比皇宇圣帝圣主 还要强上一大劫 并且还听到皇宇圣帝的长老说 恭迎圣王尊驾 难道 眼前这位是一尊圣王强者 想到这里 清云等人 差点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圣王 这是什么概念 他们本以为 自己突破到神功境巅峰 出来后 也应该在南荒算是无敌了 没想到 他们现在这等修为在这里 只能算是垫底 差距实在太大了 这时 清云看到身旁的一位端茶侍女 微微感知了一下 简直要晕过去了 特么的一位侍女 竟然有神功境的修为 诸位不必多礼 李道燃笑了笑 轻轻抬手 一股柔和的力量 便将在场众人扶起 兵皇一脸恭敬地看着李道燃 是说 你怎么来这里了 李道燃在皇宇圣帝闭关 除了上次前往坠龙渊 营救燕北外 从未出山 而今天不知道什么风 竟将它都吹来了 燕小友建立宗门这等大事 岂能少得了老夫 李道燃满脸笑意地说道 如果燕小友不嫌弃 我倒是可以来你宗门 弄个长老当当 来你宗门当长老 在场众人神色一阵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李道燃 前辈 你的意思是 你想来清云宗当长老 燕北还是有些不相信自己耳朵 有些迟疑地说道 李道燃抚着胡须 但笑道 你没听错 我今日就是专程为此事来 这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风中凌乱了 一位圣王竟主动要求 来一个小宗门当长老 这是什么鬼 燕北脸色狂喜 有一位圣王坐镇清云宗 整个东狱 谁还能威胁到他的家人 多谢前辈 您以后 就是咱们清云宗的太上长老 燕北连忙让清云 从怀里掏出一块身份玉牌 递给了李道燃 圣王来当长老 这种事情 可是可遇不可求啊 凤九天等人 则是神色一变 前辈 你来清云宗当长老 那皇与圣帝咋办 李道燃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爱咋咋地 皇与圣帝就自生自灭吧 以后清云宗才是我的家 第209章 清云圣宗 皇与圣帝自生自灭 清云宗才是我的家 在场众人 无比一脸奇怪地看着李道燃 这真是一位圣王能说出的话 凤九天神色大吉 前辈 这 圣王李道燃 可是整个皇与圣帝的支柱 如今竟然被挖墙角了 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要去的 实在太离谱了 不过 想想也能释然 谁让这宗门有一位妖孽存在 别废话了 往后我就是清云宗的太上长老 李道燃看着凤九天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身为圣王级强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他自然是能看出 燕北身上的潜力 忠玉是否有比肩燕北的天骄 李道燃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 哪怕是比东玉强盛 不知多少的北玉 是没有任何天骄 能够比肩燕北的 甚至连给他提携都不配 半圣便能凭借一己之力 斩杀高阶圣者 这是多么逆天之举 好在东玉如惊天地封锁 否则这消息传到其他大玉 恐怕也会引起大地震 这可是在历史上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此刻皇与圣帝一众高层 皆是满联苦涩 面面相去 自家圣王竟然跟别人跑了 实在让他们一时间 有些不能接受 兵皇看着凤九天 一脸为难的样子 笑了笑 你这榆木脑袋 师叔的拒留 岂是你能左右的 凤九天还是有些迟疑 可是 李道然可是皇与圣帝的支柱 就这样没了 这无疑是让皇与圣帝实力大减 可是什么 虽然师叔去了青云宗 但圣帝不是还有一位克卿吗 有他在 谁敢气皇与圣帝 兵皇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看着凤九天说道 圣帝克卿 凤九天一拍大腿 神色缓和了许多 对啊 虽然圣王被拐走了 但是燕北那小子 是圣帝克卿身份的信息 是无法改变的 在东玉 哪怕是没有圣王坐镇 以如今皇与圣帝的实力 也已经算是无敌了 根本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圣帝 燕北站在大殿中央 摇头苦笑 多谢诸位前辈成全 既然如此 我将即刻昭告天下 七日后便再次重建宗门 众人纷纷点头 全力支持 有圣王坐镇 还有你这等绝世妖孽存在 我看也别叫青云宗了 不如直接封圣帝 叫青云圣帝吧 火凤此刻站出来提议道 青云宗此刻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拥有圣王坐镇 兵皇火凤二位克卿长老 还有燕北这等绝世妖孽 其实力冠绝整个东狱 哪怕是皇与圣帝 也要稍训一筹 青云圣帝 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 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燕北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看向青云宗主 毕竟整个青云宗 还是青云宗主做主 他也无权干涉 青云沉吟一瞬 开口道 圣帝之称便算了吧 不过火凤前辈说的也极为在理 如今再叫青云宗的确是有些不合适 我看不如叫青云圣宗吧 青云圣宗 这是青云深思熟虑后想到的 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太过低微了 如果让他成为圣帝之主 他恐怕有些力不从心 第210章 八方来赫 灵夜大雨 冬玉 一则消息的出现 让整个冬玉都为之一阵 三日后 在大眼圣帝遗址上 将会有新的实力建立 名为青云圣宗 很多人起初听到这宗门之名 还有些不屑一顾 但经过稍微了解后 纷纷神色震撼 据传说 这青云圣宗 竟是燕北所在的宗门 如今已经驻扎在 原有的大眼圣帝之上 黄与圣帝兵火双圣 纷纷成为青云圣宗的客亲长老 甚至有人传出 东玉圣王礼 道然竟也加入了青云圣宗 成为了该宗太上长老 此刻不管身在何处 当所有人收到这则消息 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也是瞬间脸色一变 在遥远的天龙殿中 天龙神子身披黄金战甲 站在一头恐怖的蛟龙头颅之上 捏着情报的手 只有些发白 随即自嘲一笑 也是 如大家伙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寻常的宗门 曾经初识之时 他尚且还能与其争锋 可如今 两人的差距越拉越大 甚至 如今的天龙神子 都无法望见其背影 连脚步都追寻不上 这对于一代天骄的他来说 可谓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天龙神子神色有些没落 他知道自己恐怕一生 都无法追上烟北了 他叹息一声 松开了捏得已经发白的手指 淡淡地说道 传令 即刻动身 三日后 祝贺青云圣宗成立 如天龙神子一样 整个冬玉有头有脸的势力 都动作了起来 纷纷派出强者 前往青云圣宗 三日后 冬玉 青云圣宗 三日时间刚好过去 今日就是青云圣宗成立的日子 此刻的青云圣宗周围 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飞天遁地的大修士 整个冬玉的顶尖强者 几乎全部来了青云圣宗 一些是为了想要看看 冬玉妖孽到底长什么样 一些则就是 抱着敬畏的心情来到这里 此时青云等人站在高台 满面红光地看着青云圣宗外面 密密麻麻地修士 如此声势浩大的场面 让他的内心无比激动 这种盛况 他们可谓是前所未见 一想到 他们都是为了青云圣宗而来 他们就忍不住自豪 冬玉 临天见宗见玄 一道雄魂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伴随着强大的剑气 一位身负三尺青丰剑的英俊男子 踏天而来 浑身散发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潇洒之意 临天见宗乃是冬玉的 一座超凡级势力 而剑玄则是该宗剑子 剑玄兄 一年不见 风采依旧 一道朗笑声传来 燕北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场中 他与剑玄 曾在火凤谷的天骄宴上结识 当时觉得对方人不错 没想到青云圣宗城里来的第一个人 尽是他 剑玄微微拱手 但笑道 燕兄说笑了 你才是独领冬玉风骚 纵然燕北现在已经强大到他无法抗衡 但他却依旧不卑不亢 表现得风轻云淡 两人相视而笑 燕北笑道 剑玄兄 里面请 带我忙完不醉不归 剑玄也是满脸笑容 好说 能够冬玉妖念喝酒 未免也不是一种荣幸 说吧 剑玄便在青云圣宗弟子的带领下 朝着圣宗内部走去 好 这时 远方传来一声恐怖的嘶吼 云雾层间 一头庞大的蛟龙俯冲而下 在弃头颅之上 站着一位身披黄金战甲的男子 天龙殿 龙行天前来恭贺青云圣宗成立 来人正是天龙神子 如今青云圣宗成立 他也前来祝贺 他以前一直将燕北当作竞争对手 可如今他也想开了 有些事情并非尽力便可成功 燕北看着来人也是淡淡一笑 拱手道 神子殿下降临 令我踪篷必生辉 里面请 来者是客 虽然天龙神子 以前跟他不怎么对付 不过两人从未撕破脸皮 如今对方来恭贺 在这大好的日子 他也不好伸手打人笑脸 天龙神子点头 也朝着青云圣宗内部走去 神剑山庄前来恭贺青云圣宗成立 紫霄宗前来恭贺青云圣宗成立 武行门前来恭贺青云圣宗成立 一位为强者纷纷到来 皆是东玉有头有脸的人物 仅仅片刻 整个青云圣宗内 便迎来了一大群顶尖势力的掌舵人 这些人不少都是熟识 纷纷畅聊了起来 场面气氛火热无比 燕北站在高台 看着远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很快 一道嘹亮的声音在云层中响彻 哄 炽热雨极寒 瞬间将整片天空覆盖 有人汗如雨下 有人瑟瑟发抖 一头气息无比恐怖的凤凰 出现在天空 一边雨翼有着熊熊烈火燃烧 而另一边 又散发着冰封千里的寒霜 画面极度震撼 是凤凰 真正的凤凰 黄与圣帝的人来了 无数修士 纷纷一脸震撼地望着天空 燕北终于也露出笑容 来了 黄与圣帝前来恭贺青云圣宗成立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凤九天出现在天穷之上 身上散发着无量圣光 他轻轻一挥手 无穷的能量从他手中倾泻而出 化为雨夜落下 哗啦啦 场中所有修士 当接触到雨夜的一瞬间 浑身一震 这 这是灵气化夜 灵夜 这是灵夜 我停滞不前的修为 竟在增长 无数修士 纷纷露出狂喜之色 一脸震撼地望着天空 这是凤九天 送给青云圣宗的一份礼物 数一枚灵石 在一瞬间破碎 随即涌出的灵气 他在以自身法则之力融入其中 化为的一场灵夜大雨 不止在场参加青云圣宗 开宗大殿的修士 再增加修为 整个青云圣宗的灵气纯度 也在不断增长 比之前的大眼圣殿 高出不止几倍 第211章 宗主之位 整个青云圣宗之人 皆是在享受这场饕餐盛宴 青云与风寒两人站在高台 一脸沉醉 哄 两道闷声从两人的体内传出 顿时间浑身气息飙升 自从离开天青世界后 他们便感觉到 一直禁锢自己的枷锁 隐隐有些松动 而今天经过这场灵气大雨的冲刷 困扰他们许久的瓶颈 在今日终于突破了 两人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没想到有朝一日 我竟也能成为四级镜的大能 青云看着双手 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在南荒 别说四级镜了 就连神功镜的强者 也是如凤毛麟角一般 几乎不存在 所以能够突破四级镜 对他来说 心里已经非常满意了 燕北但笑道 宗主 四级镜只是开端 往后你会变得更强 青云却是苦笑着摇头 这天下终究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能够达到四级镜 我已经很满足了 趁着今日大好的日子 我有一事想要交代给你 燕北微微一正 哦 宗主何事 青云看着不远处密密麻麻的修饰 再看了一眼身后 宛如梦幻仙境一般的宗门 微笑着说道 这件事情 其实很早我便想要告诉你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而如今 在我看来 时机已经到了 青云不急不缓地 将大拇指上的扳指取下 放在了燕北手中 我要将宗主之位传于你 也只有你才有资格带领青云圣宗 走到更远 燕北刚要拒绝 这 青云直接打断了他要说的话 一脸认真的说道 你也看到了 我不过才四级镜修为 管理以前的青云宗倒还够用 可如今的青云圣宗 怎能让区区一位四级镜的人来当宗主 他们碍于你的面子 不会明面上说什么 不过心里肯定是很不服的 如今你也长大了 这位置早就该属于你了 燕北听完神色一惊 连连摇头 宗主不可 没什么不可的 这宗主之位必须由你来担当 青云斩钉截铁地说道 根本不容反驳 风寒此刻也叹息一声 老青刚刚说的没错 我们俩如今不过才四级镜 岂能管好一座比肩圣地的势力 这不是给人徒增笑柄吗 这是两人这几日深思熟虑的事情 就是为的今天告诉燕北 如今的青云圣宗 可谓是一跃成为东狱最为强大的势力 也只有黄与圣地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这等势力 岂能让一位四级镜修为的人来当宗主 燕北沉默了下来 之前黄与圣地曾让他当圣主 他拒绝了 可如今青云圣宗让他当宗主 他却有些犹豫 这次与之前的黄与圣地不同 黄与圣地有凤九天等人坐镇 完全能够威慑住门下弟子以及各位长老 而青云圣宗的情况 却正如青云所说 如真让他来管理宗门 恐怕将会有不少人不服气 将来必定生出许多事端 燕北深吸一口气 也罢 宗主我可以当 不过管理之事 还需二老帮我多多分担 听到燕北答应 青云两人脸上也露出笑容 这是自然 第212章 圣地低头 开宗大典还在继续 数千名歌姬翩翩起舞 各大势力的人都坐落在圣殿之中 在场众人不少都是旧友 此刻正在把九言欢 一时间场面热闹非凡 不过也有人时不时地 看向远方的天际 仿佛在等待什么 老林 你说那两座圣地的人 会不会来 一位身穿华服的中年男人 一脸小心翼翼地问道 坐落在他身旁的人 缓缓摇头 我也不知 两大圣地虽大势已去 但却依旧蕴藏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根本不是我等能够揣摩的 还是慎言吧 能够听出来 此人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两大圣地如今虽然已经没落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身穿华服的中年男子 也连忙闭上了嘴巴 不再多言 不过像他们一般 谈论此事的人并不在少数 如今 整个冬域有头有脸的势力 几乎都来了 两大圣地应该也会有所动作 众人虽还在畅谈 但眼睛却不由地朝外面望去 明显心思已经没有在此处了 大家都想知道太初 金阳两座圣地 将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果不其然 仅仅片刻功夫 哄 虚空崩开 一轮璀璨的大日浮现 在其上有数道人影处理 散发着恐怖气息 正朝着青云圣宗而来 坐落于圣殿中 各大势力的强者们 见到如此一幕 顿时瞳孔猛的一缩 这 这是金阳圣地 他们竟然来了 如今青云圣宗成立 金阳圣地果然坐不住了 只是不知道 今日是来复仇 还是准备求和的 不过众人猜测 金阳圣地应该是来求和的 毕竟如今的冬域 已然是燕北的一言堂 根本不能有任何势力 能够与其争锋 当然也不乏有意外发生 准备和青云圣宗 来得鱼死网破 也不一定 青云圣宗 高抬之上 燕北覆手而立 身上的衣袍 在风中烈烈作响 眯起双眼 火凤冷哼一声 眼中闪出危险的光芒 这群家伙竟还赶来这里 看我去灭了他们 说吧 他便要动身前去 不过燕北伸出手拦住了他 不必 看看他们到底来此何意 今天是开宗的大好日子 如非必要 他实在不想见险 当然 如果有不知死活的人前来挑衅 他也不介意服侍百万里 璀璨的大日 在接近青云圣宗近五十里后 便逐渐消散了 随即从中冲出几道身影 其中一位模样沉稳的青年飞了过来 不少人看见这位青年 顿时神色一震 皆是认出了他的身份 此人正是金阳圣帝当代道子 金言 对于此人燕北倒是有些印象 与剑玄一样 曾在火凤谷的天骄宴上 有过一面之缘 站住 再敢往前一步 休怪我不客气 火凤一步踏出 顿时间一股恐怖的威势散发而出 将金阳圣帝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金言等人顿时停下脚步 前辈不要误会 我等今日是来赔罪的 虽然这种话 很难启齿 但如今形势所迫 他们也只能低头 金言拍了拍手掌 几名随从顿时从远方飞来 他们肩上即是扛着一个个厚重无比的箱子 随从们将箱子放在地上 将其打开 顿时间 一道道绚丽夺目的光彩 从中散发而出 众人定睛看去 神色一惊 仙灵果 玉珊瑚 地心火之 赤脸金身 在这些箱子中 有着各式各样的天才地宝 散发出各种奇幻色彩 这些东西 可都是万金难求的奇珍异宝 而今天众人算开了眼界 近一次见到了这么多 哪怕是冰皇等人 也是脸色一变 这几箱子东西 都快赶上一座圣帝的家底了 而今天金阳圣帝 竟然全部拿了出来 金言再度拱手 目光看着燕北道 对于上次圣主所做出的错误决定 金阳圣帝深感后悔 特以此来表示歉意 还望青云圣宗不计前嫌 网开一面 说出这段话之前 在金言内心挣扎了许久 不过想到如今的形势 他也只能无奈叹息 在场众人听到此言 皆是叹息摇头 金阳圣帝圣主背斩 而金却还要低头认错 如此屈辱 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不过众人也知晓 如今形势比人强 如果不低头认错 恐怕在青云圣宗成立后 燕北便会腾出手来与 两大圣帝清算 届时就连认错的机会都没有了 燕北见到如此一幕 淡淡地说道 今日来者是客 至于金阳圣帝一事 日后在意 里面请 今天是开宗大典 他并不想坏了心情 如今的两座圣帝 已经对他来说 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至于他是否选择放过两座圣帝 那倒要看待他的心情 金言神色一变 不过他也算沉得住气 没有多说什么 再度攻身一拜后 便在侍女的指引下 进入了青云圣宗 众人神色凛然 这便是燕北吗 圣帝之人 就差跪在地上说好话了 而他竟然 还是这幅漠不关心的态度 仿佛圣帝在他心中 也翻不起多少浪花 不过这也只是燕北 要换做其他人或者势力 恐怕金阳圣帝早就翻脸了 岂会如此卑躬屈膝 不过说起金阳圣帝 众人难免想起太初圣帝 金阳圣帝的人都来赔罪了 而太初圣帝 至今都未曾有过动静 难道就真准备与死网破 如果今天不来 等青云圣宗成立后 燕北恐怕将会第一个灯门 届时恐怕就真的是灭门之灾了 第213章 太初圣帝沉睡的人 青云圣宗 开宗大典已经结束 看样子不会来人了 火凤冷声说道 东狱势力旗帜 只有太初圣帝未曾到来 看样子 太初圣帝并不打算 等同金阳圣帝一般前来求和 燕北点头 既然如此 我们也进去吧 至于太初圣帝 等忙完后再去清算 也不迟 既然太初圣帝不打算求和 那便也怪不了他了 说吧 几人便消失在原地 朝着青云圣宗深处走去 与此同时 太初圣帝 这里是一处幽暗无比的殿雨 此处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有树口珠红色的棺果陈列于此 上面布满厚厚的灰尘 仿佛许久未曾移动过 大长老 你说 老祖他真的还没有作画吗 一位长老面色担忧地问道 在他身前 是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 乃是太初圣帝的大长老 张海 放心吧 昨夜老祖已经传话给我 他不日便会苏醒 张海轻抚胡须 满脸笑意地说道 昨夜 就在太初圣帝众多长老 为今日清云圣宗开宗大典 焦头烂额之时 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传入张海耳中 这道声音让他振奋 因为对于这道声音 他并不陌生 来自上代圣皇 叶天云 大约1200年前 冬域中曾出过 数位精彩绝艳的天骄 而叶天云便是其中之一 年仅180岁 便突破到了圣境九重巅峰 是被誉为继皇与圣王后 最有希望在200岁前 突破圣王境界的存在 要知道皇与圣王 也是在200多岁 才突破到了圣王境 当时的叶天云 风头一时无两 甚至将同等级的天骄里 道然都压了下去 不过好景不长 在叶天云190岁的时候 他终于是突破到了 圣境九重巅峰 迎来了圣王节 当时的叶天云 目空一切 想要一举打破智谷 成为千古以来 冬域最为年轻的圣王 可他实在太过 低估圣王节的威力了 他仅仅扛住了三道雷节 便已达到极限 第四道雷节落下后 他再也无法坚持 整个人的肉身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 仿佛即将崩裂一般 无数的血液 从伤口中流淌而出 他看向天穷 上面依旧有 令人心计的雷霆酝酿 如果第五道雷节落下 恐怕他将必死无疑 面对死亡的威胁 被逼无奈的叶天云 只能强行终止天节 可强行终止天节的代价极大 天节终止的瞬间 仿佛天怒一般 无数雷霆咆哮 无处释放 随即仿佛天道震怒 降下一道上苍结光 直直地朝着夜天云扫来 夜天云尽管动作已经很快 想要躲避上苍结光 可是这道光束的速度实在太快 一瞬间便将他的右臂扫中 沾染了上苍结光 仅仅一瞬 他的整条臂膀便失去了知觉 整个人的修为 甚至都倒退了数个境界 就连容貌都从一位青年模样 肉眼可见的变老 最终化为一位耻目老人 可就算这样 右臂被扫中的上苍结光 却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 顺着手臂朝着身体蔓延而去 夜天云神色大惊 一咬牙 竟直接将自己整条右臂斩断 落在地上的右臂 仿佛在被烈火炙口 滋滋作响 不过瞬息之间 便化为了一团灰烬 消散于天地之间 夜天云脸色无比惊骇 要是他刚刚再慢上一分 恐怕整个人都将 如这条右臂一般 被上苍结光融化 不过就算这样 他的体内 依旧受到了无法想象的创伤 圣境九重巅峰的修为 一路倒退至圣境五重 体内的身体技能几乎枯竭 整个人差点直接老死 夜天云心有余悸地看着天空 这便是上苍结光的威力吗 这次渡劫以失败告终 甚至夜天云也差点陨落 最终无奈之下 夜天云为了避免身体技能的流逝 使用神源将自身封禁 从此便在太初圣地中沉睡 如今时间匆匆而过 已经过了一千两百多年 大长老 要是在青云圣宗攻打过来 老祖要是还未苏醒我们 该怎么办 长老就算知道 老祖即将苏醒 但还是无比担心 夜天云在陷入沉睡时 修为不过才圣境五重 就算这么多年过去 修为全部恢复 那也不过才圣境九重巅峰 这样的修为 岂会是那黄宇圣帝 和青云圣宗的对手 恐怕都不用圣王里道然出手 光是燕北一个人 便能将他们团灭了 这是整个圣帝都担忧的事情 毕竟燕北这妖孽 实在太逆天了 半圣境便能斩杀高阶圣人 如今这么久过去 修为又更上一层楼 张海闻言也是露出一丝忧虑 老祖虽给他的只是很清楚 但真如长老所说 老祖还为苏醒清云圣宗 便攻打而来 那可就麻烦了 一个矛头小子 竟然我堂堂一座圣帝如此忌惮 真是丢了先祖颜面 就在这时 一道冷哼声响起 张海与长老神色一阵 豁然转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 身前这口珠红色光果 第214章 新的圣王 太出圣帝 张海望着眼前 这口珠红色的光果 神色无比振奋 长老也是脸色震惊 老祖竟然真的没有做话 老祖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如果您再不苏醒 恐怕太出圣帝 就要被人拆了 两人跪在地上 鬼哭狼嚎地说道 如今 老祖叶天云 已经是整个太出圣帝 唯一的希望 一群废物 圣帝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一道冷哼声 从光果中传出 伴随而来的 是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直接将张海两人轰飞了出去 同时 一股惊人的威势 瞬息从光果之中涌出 弥漫四方 一只干枯到好似 只剩骨头的手掌 从光果中探出 厚重的光盖 直接落到一旁的地面 张海两人心惊胆战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 跪在地上 连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他们知道 自家的存活千年之久的老祖 复苏了 如霹里啪啦炒豆子般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宛如骨骼之间的摩擦声 亦或者是太久 没有活动的原因 让身体关节已经僵化 一道骨瘦如柴的身影 从光果之中走出 张海看到眼前这道人影 瞳孔猛的一缩 身躯竟然都是一颤 因为此刻在他眼前的 并不是一尊人影 而是一只宛如厉鬼般的恐怖身影 叶天云由于沉睡得太久 加上曾经大道创伤的缘故 身体早就破败不堪 区区一位矛头小子 就尖儿等下至如此 我看你们是越活越回去了 叶天云冷声说道 张海浑身一震 产生道 老祖千万别轻敌 此子绝非常人 不过半圣镜 就连圣皇与金阳圣主联手 都被他斩杀当场 听闻此言 叶天云身上的气息一顿 哦 意思是两尊圣者联手 还不是一位半圣的对手 张海点头 目光有些畏惧地看着叶天云 叶天云此刻发出一阵阵笑声 刺耳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好 好 很好啊 两人畏惧地看着叶天云 他们怀疑老祖沉睡的时间实在太久 精神已经有些恍惚了 没想到冬裕之中 还出现了一位达到七净的天才 有趣 有趣 叶天云阴冷地笑道 七净天才 张海等人听闻这个词汇 一头雾水 所谓七净天才 是在忠裕广为流传的一种 划分天才等级界限的称谓 而七净之上 还存在着八净 九净 甚至还有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的神净 达到七净级别的天才 哪怕是在忠裕也是各大势力争抢的超级天才 作为下一任传承者培养 而八净天才 近千年以来 哪怕是忠裕也只出现过一位 只不过 这位八净天才的下场很惨 由于天赋强的离谱 所以被人忌惮 连同这位天才所在的势力 都被连根拔除 至于达到九净的天才 则是数千年都未曾出现过了 神净 更不用说了 只存在于古史之中 叶天云摇头 也懒得跟他们解释什么 而是看向自己这干枯的身体 凄净 我倒是要会你一会 说吧 他整个人直接冲天起 化为一道恐怖幽光 直冲天际 下一秒 轰隆隆 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 瞬间暗淡了下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在天空蔓延 无穷的压力如同实质 让无数生灵无法动弹 整片天地的灵气都在暴动 随即化为一个漏斗 朝着下方那道干枯的人影灌注 夜天云张开大嘴 仰天长啸 无穷的灵气顿时进入他的身体 至此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他原本骨瘦灵巡的身体 此刻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丰满起来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便从一位耻目老人的样子 恢复成了一位俊逸青年的模样 还没结束 这阻挡我千年之久的瓶颈 就在今日给我破吧 夜天云狂吼一声 浑身都在发光 爆发出无穷伪力 哄 一道如同闷雷般的声音 在他体内响起 让无数人心中也随之跳动 那阻挡千年的屏障 在此刻消失 仿佛是江河决堤 整片天地的灵气 瞬间涌入他的体内 化为最精纯的养分 夜天云发出狂笑之声 浑身的气息猛涨 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一尊由天地秩序所化为的王冠 在虚空凝聚 最终落在了夜天云的头顶 好似在彰显着他的身份 圣王 沉睡千年 在大道创伤恢复后 他早已便能破入圣王之境 只不过由于他想继续韬光养晦 所以才选择继续沉眠 直到如今 他不得不复苏 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压制已久的修为 如今终于爆发 甚至他的修为 一举突破到了圣王二重天 太出圣地的所有人 此刻都凝望着虚空 当他们看见那张显圣王身份的象征时 纷纷跪倒在地 浑身激动地为其呐喊 从今天开始 东玉不再只有李道然一位圣王强者 他们太出圣地 也有新的圣王诞生 第215章 暗流涌动 清朝而出 东玉之中 无数人凝望着太出圣地所在的位置 神色震动 一尊伟岸的身影 屹立在虚空之中 周身无穷的大道法则萦绕 场面震撼人心 圣王 太出圣地诞生了一尊圣王 无数强者 纷纷神色震撼地 望着太出圣地的方向 那里的天际尽头 正站着一尊气息 钙压天地的恐怖身影 叶云天屹立在苍穹之上 头顶上彰显身份的王冠尤为耀眼 周身所散发出的气息 也让虚空不停颤动 仿佛随时都将崩裂一般 困扰千年之久的瓶颈 在今日终于破碎 从此本圣王也将踏足大道 俯瞰万足 叶云天发出肆意的狂笑之声 犹如红中大旅一般 响彻整片天地 踏足圣王静后 他能够感觉到 无穷的伟岸力量 在他的体内崩腾 随便泄露一缕 都可压垮天地 这是一种制强的力量 能够镇压世间一切 恭喜老祖进阶圣王 天佑我太出圣地 张海二人此刻从圣地中冲出 单膝跪在虚空 神色无比激动 有老祖出事 哪怕是青云圣宗 也无法不敢将我们怎么样了 另一位太出圣地长老 也是满脸红光激动地说道 在被青云圣宗阴影 笼罩的微妙关头 太出圣地诞生了一尊 圣王级别的强者 没有比这更令人心神震动的事情了 太出圣地四周 前来观礼圣王节的修士们 神色不断变换 整个东狱的之人都知道 太出圣王被燕北斩杀 双方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 本来青云圣宗有着燕北 以及李道然的存在 在东狱可以说是横行无际 任何势力见其都须臣服 大有着一统东狱的趋势 而如今 叶天云也突破到了圣王之境 让整个局面瞬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大家心中都有所预感 叶天云与李道然 两尊东狱的圣王 迟早要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叶天云此刻站在虚空中 目光眺望远方淡淡地说道 老夫已经千年之久没有活动过了 听闻这青云圣宗 今日正在举行开宗大典 这等圣会 岂能少得了我太出圣地 叶天云神色无比冷漠 同时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只见他身躯微微一震 哄 一大片虚空瞬间破碎 形成了一条 不知延伸至何处的空间隧道 而等极客随我动身 本圣王正好去会一会 这所谓的东狱第一天交 叶天云背负双手 直接迈步进入其中 张海等一众太出圣地长老 此刻也如同打了击血一般 眸光激动地不行 数十名气息强大的身影 纷纷从太出圣地中冲天起 追随叶天云的脚步 进入了空间隧道 无数人看着这一幕 身躯不由地有些颤抖 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太出圣地几乎倾巢而出 全部跟随叶天云 前往了青云圣宗 这意图很明显 这是要去覆灭青云圣宗的节奏啊 要是太出圣地没有诞生圣王 众人都会觉得 太出圣地此举无疑是飞蛾扑火 要知道 燕北可不是好惹的 在东狱除了圣王李道然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更别说 还有黄羽圣地在其背后撑腰 李道然更是对他鼎力相助 在今日青云圣宗成立的日子 太出圣地本该如金阳圣地一般 派人前往赔礼道歉 以求燕北的宽恕 但叶天云的突破 让原本心灰意冷的太出圣地 重新有了十足的底气 燕北虽强 但至多也不过是无敌于圣人静 要真是这样 太出圣地还有办法对付他 真正让各大圣地为之忌惮 不管乱来的 其实都是因为站在燕北身后的李道然 一尊圣王 足以扭转一切 圣王的力量超乎世人的想象 说是手段通天也不为过 也正是因为李道然的存在 金阳圣地才不得不低头 否则动用传承祖器 就算不是燕北的对手 但重创 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两大圣地联手 甚至能够将其斩杀 但一直以来 他们都不敢动用传承祖器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动用祖器 那么李道然必定会出手 届时 所有的一切都会如镜花水月一般 被志强的力量粉碎 不过好在他们太出圣地的老祖出世 并成功突破到了圣王境 而且还是连破两境 达到了圣王二重天 要知道 就算是明镇冬域的圣王李道然 也不过处在圣王一重天 虽然叶天云只比李道然 高出一个小境界 但其中的差别 却如天嵌鸿沟一般 难以想象 这也是叶天云的底气 他之所以敢现在 就前往青云圣宗 那便是有着无敌的信念 身为圣王 怎么可能向人低头 问 在太出圣地一众长老离去后 空间隧道也随之关闭 站在太出圣地外围的一些强者们 此刻面面相去 嘴角不由地颤动道 冬域要变天了 既然太出圣地不可能是去赔罪的 那么此行定然会与青云圣宗爆发冲突 到时候 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一旦与青云圣宗发生冲突 届时与青云圣宗同气连织的黄与圣地 必定不会袖手旁观 甚至很可能引发冬域两尊圣王大战 众人心中也清楚 这已经不是圣地之间的交锋 而是两位圣王强者的交锋 第216章 圣王降临 恐怖大手 青云圣宗 圣殿 此处一片祥和热闹景象 四处都是穿着华柜的身影 他们都是来自东域各大家族势力之人 而在大殿中央 有一道白衣身影 犹如众星彭月 一般被宾客们围绕在一起 燕北看着不断朝他敬酒的人群 一时间也有些招架不住 看着周围笑着说道 欢迎诸位前来参加我青云圣宗的开宗大典 我燕某仙肝为敬 说吧 燕北直接将手中酒 杯中的酒一饮而敬 众人看到燕北一饮而敬 也不敢怠慢 将杯中的酒也喝了个干净 燕公子实在是人中龙凤 整个冬域都无人出气左右 不过二十余岁便有如此成就 实在是让我惊为天人 不少第一次见到燕北的人 纷纷投去震撼的目光 冬域第一天骄虽然名头响亮 但其实很多人都只是闻其名 而未见其人 如今 当他们真正地见到了 这传说中的冬域第一天骄 才明白什么叫做天之骄子 放眼整个冬域 无论是超凡神子 义或者圣地道子 根本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燕北听着周围阵阵 传来的恭维之词 摇了摇头 正当他想要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轰隆隆 外界的虚空 突然猛地开始颤抖起来 轰 空间坍塌 一大片虚空瞬间破碎 露出了层层叠叠的空间隧道 而在空间隧道的尽头之处 一道恐怖无比 犹如天神一般的身影 正屹立在那里 周身环绕着 无尽恐怖的气息 仿佛镇压无数时空天地 来人正是从太初圣地而来的夜天云 这是 这股气息 是圣王 有圣王降临 难不成是李道然前辈 不不不 我曾感受过李道然前辈的气息 此人绝不是他 无数人仰望着虚空中 那道恐怖的身影 脸色露出 无比惊骇之色 圣王的气息 镇压还宇 让在场中人 都有些感到喘不过气 体内的血脉 仿佛要炸开一板 但也就在这时 哄 一股惊天波动 从青云圣宗爆发 一股浩大的气势 猛然散发而出 雁北横空而起 周身爆发出 无尽恐怖的气息 耀眼的金芒 贯穿天地 树头真龙虚影 在他周身肆虐 挡下了圣王威压 直到此刻 在场中人才感觉呼吸 顺畅了一些 目光震撼地望着虚空 没想到冬裕之中 除了道然前辈 居然还有不知名的圣王强者 雁北目光凝重地 看着站在空间隧道中的身影 内心颇为震撼 他本以为整个冬裕 都只有李道然一尊圣王强者 如今没想到 不知从哪里 又冒出来一尊 叶天云此刻的目光 正注视着雁北 同时也暗自心惊 他此刻也明白了 为何太出圣王会 死在对方手中 从此刻雁北 所散发出的气息波动来看 已经不亚于一位半部圣王 并且 他还清楚地感知到 雁北此刻的修为 竟然才不过半圣七重天 半圣七重便 能够爆发出半部圣王的威势 这是什么概念 这已经不是七境天才 所能爆发出的力量了 照他看来 雁北至少也达到了八境 甚至九境天才的地步 这种级别的天才 一旦成长起来 简直无法想象 同境界 根本无人能敌 如今才半圣 便能有如此力量 要是让他成圣 岂不是 就连他也将不是对手 想到这里 叶天云深吸一口气 目光饱含杀意地 看向雁北 陈生说道 死子绝不能留 既然已经和对方结仇 那么必定要将其扼杀于摇篮中 否则后患无穷 雁北看着叶天云 久久不语 目光不由地闪过一丝疑惑 但也就在这时 仿佛是感受到了什么 雁北如触电一般 浑身的汗毛瞬间炸起 心中警铃大作 鬼影迷踪 没有丝毫犹豫 雁北 直接使用了 瞬移拉开距离 在他瞬间的刹那 哄 虚空之中 一只散发恐怖气息的大手 突然出现 煞时间 无数时空乱流崩乱 空间纷纷坍塌崩碎 雁北原本站立的虚空 竟然被大手一把抓走 露出了一大片虚无 这一幕 无数人为之震动 心中惊惨 一把将空间都抓走了 这便是圣王的力量吗 嗯 全跑了 叶天云发出一声轻疑 右手之中 正有一片空间 在他的掌中沉浮 他的手掌微微一震 就连空间也化为飞灰 他没想到 自己堂堂圣王出手 竟然还让一名半圣 从手中逃脱 简直不可思议 但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要斩杀雁北的决心 这次看看 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 叶天云嘴角露出一丝 轻蔑的笑容 他不幸一味 半圣真能从他的手中逃脱 叶天云抬手探落 一只遮天大手镇压而下 掌中有无穷道光显化 化为秩序锁链 朝着雁北而来 场面震撼人心 雁北神色大变 仰天长笑一声 真龙拳 天地拳 双拳合二为一 整片空间的天地灵气 瞬间暴动 无数法则奔腾 化为一道浩荡的拳印 哼 两股能量相撞在一起 恐怖的能量波动 席卷天地 空间崩裂 狂风肆虐天地 区区半圣 也想与本圣王抗衡 叶天云眸光冰冷 大手猛地压下 煞世间 拳印直接轰然炸开 化为漫天光雨消散 而叶天云的大手 还在落下 第217章 圣王对质 千年恩怨 燕北神色俱变 他本以为自己的力量 已经能够与圣王抗衡 但现在看来 他还差了许多 小心 清云圣宗之人 纷纷发出一声惊呼 因为叶天云的大手 击溃全印后 便势不可挡地 朝着燕北拍落 燕北的目光 也一直在注视着 眼前的遮天大手 此刻的他 竟感觉到 一种无法喘息的压迫感 圣王的力量 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远远超出 圣者所能够达到的层次 不过 燕北也没有慌乱 正当他想要取出万物武器 顶挡下攻击时 住手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这道声音宛如大道天鹰 令整片虚空都在震动 无穷道光闪烁化为一柄圣剑 哄 圣剑与大手相撞 恐怖的能量席卷天地 最终两者皆化为一片虚无 又一道散发 恐怖气息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青云圣宗上空 来人正是东欲圣王李道然 前辈 燕北朝着李道然拱了拱手 李道然点了点头 随即目光朝着空间隧道注视而去 陈生说道 好熟悉的气息 不知是那位道友降临 从眼前这道人影身上 李道然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只是时间相隔太久 一时间他也记不起到底是谁 但他可以肯定 此人乃是一位故人 叶天云此刻发出一道狂笑之声 也不再遮掩 直接从空间隧道中走出 李道然 连本作的气息都认不出 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 听着这道熟悉的声音 加上这嚣张的语气 李道然眉头一挑 他一瞬间便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李道然不由得有些惊讶到 叶天云 居然是你 你不仅没死 还突破了圣王境 两人目光相对 李道然心中微微一震 早在一千多年前 东狱中曾出过数位精彩绝艳的天骄 而李道然与叶天云两人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早在千年 他们二人便已经相识 两人身为同一时期的天骄 不仅相识 更是有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恩怨 其中以黄与圣王最为关键 因为作为曾经的东狱女圣王 拥有无数的追求者 作为东狱天骄 最为顶尖的两人 自然成为可最为有力的竞争者 当年两人为了追求黄与圣王 还曾多次爆发冲突 不过 身为凄净天才的叶天云 在修为实力方面 总要压着李道然一头 在那个时期 叶天云便是李道然 最为头疼的人 因为他不管怎样 始终无法在实力上面 赢过叶天云 至多也只能是平手 不过好在在情感方面 李道然要略胜一筹 对于气焰嚣张的叶天云 黄与圣王 则更愿清静 为人低调的李道然 为此 争风吃醋的叶天云 还曾多次出手对付李道然 不过最终都没有成功 没想到 当年的上苍结光 竟然没有将你磨灭 李道然淡默地 看着叶天云说道 当年叶天云的圣王劫失败后 身躯被上苍结光侵蚀 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整个冬域的人 都以为叶天云 已经被上苍结光尽数磨灭 可没想到 时隔这么多年 他居然又完好无损地出现 并且还突破到了圣王境 你坠入时空乱流 都没事 本圣王岂会被区区上苍 结光磨灭 叶天云冷冷一笑 与此同时 叶天云身后的空间隧道 一阵颤动 太出圣地的各大长老 也连眉而至 虽说是一起进入的空间隧道 但叶天云的速度 是他们无法比拟的 所以直到 此刻他们才赶到这里 看着不断降临的人影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一变 太出圣地的各大长老 居然全部降临了 难道他们 这是准备 与青云圣宗决一死战 天空中的人影 还在不断出现 太出圣地 可谓是清朝而出了 数十位半圣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空间不断轰鸣 场面震撼人心 李道然 如此兴师动众 难不成 是想输死一搏 李道然淡淡一笑 神色古井无波地说道 半圣虽强 但也要分人 对于他以及燕北来说 这种存在 几乎是抬首可灭 根本不值一提 数死一搏 没想到这么久时间过去 修为没增长多少 你嘴皮子功夫 倒比之前厉害不少 叶天云 嘴角邪魅一笑 随即将自己 体内的力量 完全释放 哄 几乎是刹那间 一道恐怖到难以形容的 威压笼罩一切 仿佛将整片天地 都镇压了一半 圣王二重天 李道然感受着 这股气息波动 瞳孔猛的一缩 满脸不敢置信 这叶天云的修为 竟然是圣王二重天 这怎么可能 他早在五百千年 便成为圣王 但如今 过去这么多年 他的修为 也不过才到达了 圣王一重巅峰 而叶天云 不过今日 才突破圣王 便一举达到了 圣王二重天 这太匪夷所思了 圣王一众与二重 虽然只隔着一个小境界 但其中的差距 可谓是天差地别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怎么 吓到了 千年前 本圣王能够将你 压得喘不过气 如今亦然呢 叶天云神色僻逆 一股无敌之意 从身上 由内而外散发 让人震撼 第218章 燕北出手 圣王化身 早在千年前 叶天云 便是李道然 最为头疼的人 没想到 直到如今 竟然依旧被压一头 这让李道然心中 感到很憋屈 不过他的心中 倒也没有丝毫畏惧 在北域游历的那么多年 他也获得过 属于自己的机缘 如今的他 有自信 哪怕落后一个小境界 也依旧能够镇压 叶天云 圣王二重又如何 今时不同往日 露死水手 也还不一定 李道然冷哼一声 叶天云大笑一声 眼中尽是不屑 既然如此 星空中一战 我倒要看看 当年的手下败将 如今到底长进了多少 花音落下 叶天云整个人 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太空冲去 圣王体内 所蕴含的力量 无比恐怖 随便泄露一缕 便能让万里山川 化为赤地 只要达到了 这一层次的修饰 交战之时 都会选择进入星空 以免造成生灵涂炭 正有此意 李道然眼中战意沸腾 千年前 一直被压制 如今 他一定要反败为胜 一步迈出 李道然整个人 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 哄咚咚 如同天地发怒一般 上空中不断有 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宛如天雨 即将崩塌 轰鸣不已 燕北目光凝重地 望着上空 只见捏得有些发白 好可怕的力量 这才是战力 全开的圣王吗 他本以为自己的实力 已经够用了 可没想到 突然出现的夜天云 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的实力是很强 但那也只是在圣人层次 面对如夜天云 这般的圣王 他就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看来这件事情结束后 他必须尽快 要将修为提升到圣人了 否则再突然冒出一尊圣王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不过他虽然 插手不了圣王之间的战斗 但这些从太初圣帝而来的 一群废物 他还是有能力收拾的 看来夜天云 也并不在意 你们的死活 也罢 就由我来了结你们 燕北目光冰冷地 朝太初圣帝的各大长老看去 一股惊天杀意 从他体内爆发 夜天云不在 他在这群人面前 就如狼入羊群一般 感受到燕北的杀意 太初圣帝之人所有人脸色都是一变 他们此刻忽然也意识到了危险 老祖不在 他们根本不是燕北的对手 也就在这时 哄 一道恐怖的人影 从星空中降临而下 落在了太初圣的众人身前 当所有人看清楚 眼前这人的模样时 纷纷发出一声惊呼 因为 从星空中降落而下的人影 居然是夜天云 准备屠杀太初圣帝众人的燕北 此刻也停住了脚步 他看着眼前的人影 瞳孔猛地一说 怎么可能 夜天云不是在星空中 与李道然大战吗 怎么又出现在了这里 难道李前辈 他已经败了 燕北摇了摇头 瞳孔中一缕金芒散发 在空间神眼的注视之下 他发现了端倪 属然是一道身外化身 燕北深吸一口气 目光凝重地说道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原来是圣王化身 难怪气息 要比刚刚低了不少 不过就算这样 燕北他真的是 圣王化身的对手吗 清云圣宗中 不少人忧心忡忡地看着上空 也就在这时 一头散发 夺目神光的凤凰 从清云圣宗飞出 落在了燕北深前 圣王化身不可小觑 我们二人与你一同作战 冰皇的声音传来 极寒的气息笼罩天地 让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寒战 燕北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 他绝不可以失败 否则身后刚刚才建立的 清云圣宗便会遭到大劫 一起出手也好 也省得我一个个来找你们 叶天云发出一声冷笑 直接一掌朝着燕北拍来 小心 凤凰发出一声嘹亮的凤鸣 一道神皇虚影飞出 直接印上了叶天云的手掌 哄 煞时间 一股恐怖的能量扩散 神皇虚影在叶天云手中 宛如纸壶的一般 瞬间破碎 就连冰皇二人化为了凤凰 也直接被一掌拍飞了出去 将一座山峰都撞得倒塌 前辈 燕北神色一变 他没想到冰皇二人的合体 在叶天云手中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要知道化为凤凰的他们 战力直逼 圣境巅峰 没事 别管我们 他这具身外化身 至少拥有半部圣王的力量 你要小心 火凤两人的虚弱的声音传来 刚当那一掌可不好受 如果不是他们融合 恐怕一掌便能要了他们二人的命 有时间担心别人 不如担心 担心自己 叶天云 发出一声冷笑 挥手而动 一拳轰出 赤红的气血冲天而起 渲染半边天际 第219章 对战圣王化身 天雨之上 叶天云化身悬空而立 周身涌动着赤红的霞光 萦绕之间 显得妖异而不凡 没了李道然的庇护 我看你这冬雨第一天叫 还能翻起什么风了 叶天云冷喝一声 一拳轰出 煞时间 宛如混沌初开 无穷的太出之力涌现 化为一道浩荡的权益 这乃是太出圣地十足所创下的无上神通 太出神权 配合叶天云强大的肉身之力 太出之力笼罩所有 神权所过之处 虚空寸寸崩碎 摧毁一切 燕北见状 也是目光一宁 不敢丝毫大意 区区一句化身 便想镇压我 可笑 他仰天长笑一声 整个人的气息轰然爆发 金色的气血涌动 如潮水一般汹涌 会聚成一股极为可怕的压迫力 朝着夜天云轰去 哄 几乎是一瞬间 惊天动地般的爆炸声响起 在青云圣宗上空席卷 宛如苍穹即将崩裂 震撼人心 好可怕的力量 这才是燕北真正的实力吗 下方 无数人发出惊呼 眸光死死地盯着上空 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就在众人讨论之时 天语之上又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只见 虚空不停地震动 一尊无上伟岸的虚影 自燕北身后浮现 恐怖的威势席卷四方 天地拳 燕北爆喝一声 一股恐怖的威势弥漫八方 身后的虚影随即一拳轰出 化为一道浩荡的拳影 瞬间将夜天云淹没 紧接着 一道狼狈的身影轰然倒飞而出 节节败退 差点直接坠落下来 众人望去 这败退的身影 居然是圣王化身 夜天云 此刻 整片天地都被一片金海笼罩 向外扩散 燕北的身影显化而出 映入眼帘 远远看去 惊灰之下 鲜光璀璨 白袍在风中烈烈作响 整个人气血浩荡 无比惊人 仅仅是这一幕 众人就很清楚了 刚当的对决中 是燕北占得了上风 燕北此时昂首而立 目光辟腻地看去 发出一声冷笑 你这句话声 看来也不过如此 如若同静 一招便能将你震杀于此 文言 下方的众人激动得有些发抖 如若同静 一招便能将圣王震杀 这是拥有何等自信的人 才能说出这种话 并且他们也知道 燕北并未狂妄 他说的乃是事实 如今的他 不过才半胜七重 便能力压圣王化身 如果他真的是一尊圣王 恐怕叶天云的本尊 也根本挡不住他一招 此刻 叶天云的神色阴沉得可怕 经过刚刚短暂的对决 他已经收起了最开始的轻视之心 眼前的燕北 看似年幼 可这肉身的强度 比起一些专修体术的妖兽 都要强上不少 他甚至怀疑 这家伙到底是不是人族 肉身居然如此强大 再来 燕北眼中战意沸腾 散发出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 直接飞身朝着夜天云而去 哄 无穷的金芒遮蔽天地 诸多异象同时浮现 一道横扫天地的剑光 朝着夜天云斩下 见此 夜天云目光一明 没想到 此次他真的看走眼了 这燕北的确很强 不过作为圣王化身 他也不是吃素的 来得好 夜天云眸光森冷 手中结印 一枚古老的符文符线 周身出现密密麻麻的道文 化作一道洞穿天地的光束 朝着燕北镇沙而来 这乃是太初圣地的镇教绝学 太初神光 夜天云所施展出来的太初神光 可不是当初太初圣皇所能比拟的 此刻 太初神光所过之处 虚空都被瞬间融化 简直无物可阻 燕北神色一变 想要闪躲 不过这太初神光速度实在是太快 加上他又是向前俯冲的样子 此刻根本必无可避 他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就算他使用鬼影迷宗瞬移到另一处地方 也会被太初神光瞬间洞穿 这下我看你如何抵挡 夜天云发出一阵狂雷般的笑声 眼中尽是杀意 他这句化身所施展的太初神光 哪怕是圣王级别强者被击中 也会身受重伤 一名半圣 纵然实力强大 但他可以肯定 只要燕北被太初神光击中瞬间 就会被轰成虚无 燕北此刻神色无比凝重 他从太初神光中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也知道 如果被击中 恐怕他将直接陨落 下方 无数人神色紧张地看着上空 不少人都想上去帮燕北抵挡 可奈何他们实力低威 就连靠近战场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出手相助了 所以只能站在原地干着急 给我死 夜天云目光猙獰 驱动太初神光 直接洞穿了燕北的身躯 不 燕北 无数人此刻发出一声惊呼 声音充满恐惧 终于死了 我看冬月还有谁能阻我 夜天云仰天大笑 除去了燕北这一个心腹大患 让他感到浑身轻松 燕北的存在 比里倒然更具危险 也就在这时 夜天云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笑声戛然而止 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眸光闪过不可置信的神色 在燕北刚刚站立的位置 一株青莲徐徐绽放 而令夜天云无比忌惮的身影 依旧站在原地 完好无损 第二百二十章 半步圣王也不过如此 这 这是 夜天云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眸光震动 在他不远处 一株青莲徐徐绽放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本以为 已经被太出神光磨灭的燕北 居然此刻完好无损地 从青莲身后走出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 夜天云看着燕北 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他的太出神光 哪怕是圣王被击中 也要深受重伤 他刚刚明明击中了燕北 可对方此刻却安然无恙 下方青云圣宗之人 见到燕北无恙后 也是长出一口气 燕北目光冰冷地盯着夜天云 不由地暗暗心惊 刚刚要不是他反应迅速 在一瞬间 开启了神体意向混沌种青莲 否则他真有可能被太出神光 直接磨灭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今日 你这句化身 我收了 燕北眸光冰冷 轰然而动 璀璨的身影悬空 身后浮现出一尊伟暗身影 整个人发丝飞舞 携带着无尽恐怖的力量 朝着夜天云镇压而下 仙王灵九天 当即他长笑一声 天地震动 万千亿象浮现 诸多虚影席卷 双拳挥动间 掀起一股难以想象的大事 如仙王灵世 气吞巴荒 镇压一切 夜天云面对如此惊人的威势 神色震动 目光凝重到了极点 但此刻的对决 已经没有了退路 夜天云怒吼一声 整个人冲天起 掀起一道恐怖波动 伴随着半部圣王的强大威势 直接迎上 继而 在仓穹之上 爆发了无比恐怖大战 可怕的波动席卷天地 整片天地都昏暗了下来 宛如日月沉沦 燕北左手施展天地拳 右手紧握轩辕剑 同时体内也在运转真龙宝树 这一刻 他将自己的力量 催动到了极点 下一刻 一缕圣血挥洒而出 飘散虚空 其中所蕴含的恐怖之力 将百里大地都化为赤土 不可能 此刻 夜天云看着肩膀上的剑痕 面色大变 目光中明显闪过了忌惮之色 他无论如何也有想到 自己这道拥有半部圣王实力的化身 居然与燕北对战起来 如此吃力 他看了一眼 还在星空中 与李道然大战的本尊 内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李道然也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饶食他本尊亲自出手 在高于一个小境界的前提下 如此之久 都无法将其拿下 星空中 李道然站在一颗大星之上 发出大笑 看来你这句化身 也不行啊 连一名半圣都拿不下 他们二人 虽然一直在星空中战斗 但神念 却一直在时刻 关注着下方的大战 叶天云本尊此刻脸色阴沉得可怕 不得不承认 此子的确非凡 饶食心高气傲 从未看得起任何人的他 此刻也不得不承认燕北的恐怖 一名半圣 居然将他的化身 打得有些难以招架 这简直太过匪夷所思了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他恐怕根本不会相信 世间还存在 有这种盖世天骄 之前他以为 燕北不过与他一样 乃是一尊七镜天骄 如今经过一场大战后 他才知晓 自己之前看走眼了 燕北的天赋绝对不止七镜 至少了达到了八镜巅峰 甚至传说中的九镜 至于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神镜 他不敢想象 因为 神镜那是古之大地 都无法达到的恐怖镜底 叶天云想到这些 掌心也不由得有些发汗 心中对燕北的杀意更加浓烈 他知道 如果今日不将其斩杀 将来必定后患无穷 哄 他直接施展出一道恐怖神光 朝着李道燃轰去 而自己却以急速 朝着下方暴射而去 李道燃自然是看清楚了 叶天云的动作 他心中早有提防 躲开太出神光的同时 以更快的速度 直接拦在了叶天云的身前 哄 两者瞬间激战 再在一起 恐怖的能量波动 让周围的陨石不断蹦碎 就连一些大星也不停震动 下方 叶天云的化身 感受到了本尊现在的情况 内心顿时沉入谷底 本尊被李道燃死死拖住 根本无法出手 燕北只能由他自己解决 可燕北的实力 实在是强得离谱 让他有些束手无策的感觉 虚空中 燕北持剑横空而立 周边万剑营绕 恐怖的剑气 如若奔雷呼啸 无比惊人 半步圣王也不过如此 话语平淡 很是缓慢 可从燕北的口中说出 霸气十足 令人心惊 无数人此刻都激动得浑身颤抖 好生霸气的燕北 凭借半圣之力 硬是将圣王化身打得喘不过气 没有比这更震撼人心的事情了 叶天云化身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陈生说道 未到最后一刻 露死水手还不一定 他堂堂圣王化身 被这么压着打 也实在是丢尽了颜面 他此刻心中只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 斩杀燕北 至此 叶天云站在原地 准备着殊死一搏 他整个人发丝飞舞 一股赤红的气血营绕 红色的霞光不断朝外扩散 血月凌空 哄 当即 一轮血色的弯月 在叶天云身后浮现 将整片天地都染成血色 远远望去 宛如一方血色世界降临 九天之上 有一轮血月悬空 映射而来 显得格外妖异 第221章 一箭开天 斩灭化身 轰隆崩 天地共振 一道血影昂首而立 恐怖的身影 撑开天地 双眸开合之间 如一轮血月悬空 凝视之间 让人心惊 在我的道场内 看你还能如何反抗 夜天云神色冷冽 身后血色世界 轰动不已 浮现万千雷霆 伴随着血光笼罩 化作无数削手 呼啸之间 尽数朝着燕北而去 这一刻 燕北目光 凝重到了极点 他所承受的压力 前所未有的巨大 就如同一方世界 朝着自己坠落 可怕的压迫感 让他几乎无法动弹 夜天云身后的血色世界 就如同某种 至强的领域一般 极大地限制了 对手的一切行动 如果不跳脱而出 等他来到近前 真的也只有 任其百步了 天青事件 燕北内心 低音一声 一股耀眼的青芒 自他体内喷涌而出 一瞬间便让他 挣脱了血色世界的束缚 他瞬间腾空而起 体内的混沌领海翻涌 汹涌浩荡荡 通过齐精八脉 磅礴的混沌之气涌动 尽数朝着双臂 汇聚而去 哄 一拳轰出 蕴含金氏之力 混沌弥漫 惊霞漫天 所过之处 无坚不摧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下 无数血手轰然炸开 顷客之间化作虚无 消失殆尽 好恐怖的手段 圣王化身 使出浑身解数 居然都奈何不了燕北 是啊 燕北神资 当真举世无双 不能以常理度之 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之强 我二十岁时 还不过是一位神功镜的小子 而他便已能与圣王交战 太可怕的天赋了 难不成 他真的在娘胎里 就开始修行了 无数人目光骇然地望着上空 燕北的强大映照 在每个人的心中 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上空的战斗还在继续 轰隆隆 血色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只见叶天云撑开双手 无穷法则萦绕周身 古老的气息弥漫 继续镇压而下 天地封界 叶天云双手合十 无穷秩序锁链 从他身上涌现 将整片虚空封锁 天地合一 虚空封锁 他这是想准备 将燕北困死在里面 不愧是圣王手段 当真恐怖 燕北看着四周 封锁天地的秩序锁链 神色自若 眸光根本没有丝毫变化 要是换作旁人身陷其中 定然难以脱身 但体内有天青世界存在的他 除非有能够镇压 一方世界的存在出现 否则根本就没有任何空间 能够将他封锁 如此轻易便想困住我 燕北摇了摇头 不屑一笑 手掌挥动 一道横扫天地的剑光 直接将身前的秩序锁链碎 如此一幕 让叶天云眼中 闪过不可置信之色 在我的圣域内 你怎么可能如此轻松 要知道 当他使出血月凌空开始 被月光笼罩之处 所有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哪怕是有同等级的存在陷入其中 也只能任由他摆布 根本不可能挣脱 而燕北再度给了他一个极大的震惊 哪怕在他的圣域之中 居然还是如此泰然自若 宛如九天之上的血月 根本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一般 区区一轮弯月 便想镇压我 看我如何将其斩面 燕北手持轩辕剑 一股滔天剑意 猛然爆发 汹涌之间 万剑在其四周浮现 不断凝聚 转眼间便在上空 形成了一柄遮天巨剑 鲜光璀璨 横跨天雨 剑六 一剑开天 燕北冷冷地开口 巨剑轰然而动 爆发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势 如若万剑归宗 所过之处 任何事物瞬间湮灭 强大的波动 席卷四方天地 咔嚓 九天之上的血月 终究无法抵御 巨剑横扫 逐渐开始崩裂 最终化为漫天血舞 轰然炸开 这一刻 在燕北的攻势之下 血色世界开始崩塌 无数血手不断消融 转眼间 一切皆是被摧毁 叶天云的身影也是 轰然倒飞而出 猛地砸在地面 无法动弹 燕北自然不可能 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步向前 遮天巨剑 再一次轰然而动 掀起一阵浩荡的剑势 直接朝着叶天云斩下 我不甘心 叶天云仰天长笑 想要起身抵挡 但这具化身的灵力 已经在刚刚的连番大战中 消耗殆尽 如今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遮天巨剑落下 哄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巨剑直接将 叶天云的身躯斩灭 就连那一缕本命神魂 也直接磨灭 这一刻 天地寂静 无数人一脸呆滞地 望着上空的燕北 燕北他 真的斩了圣王化身 他真的只是一名半圣吗 与此同时 星空中 正在与李道然缠斗的 难舍难分的叶天云 突然猛被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絮乱无比 碰 李道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直接一掌 轰在叶天云的心口 化身被斩灭 其中的神魂也被磨灭 叶天云的本尊 也同样遭到重创 加上李道然的一掌 叶天云再也无法抑制 住体内的伤势 喉咙一甜 一口暗红色的血液 直接喷出 气息瞬间跌落一大箭 怎么可能 叶天云脸色苍白如纸 恐怖的眸光 如透过层层空间 看向下方的燕北 拥有半部 圣王实力的化身 居然真的 被一个半圣修为的小子 斩灭了 第222章 大战落幕 圣王败退 燕北抬头 朝星空中摇摇看去 他自然是感受到了 叶天云那吃人般的目光 不过他依旧无所顾忌 转头看向太出圣地的众人 没了圣王化身的庇佑 看你们如何抵挡 燕北直接探出大手 狠狠地朝着 太出圣地的各大长老拍下 哄 煞时间 虚空中 瞬间凝聚出了一只 金光璀璨的大手 恐怖的威势 让人心惊 快逃 张海脸色巨变 大吼一声 连忙朝着远处顿去 没了叶天云的壁火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 燕北的对手 可他们逃顿的速度 却远远不及 那金光大手的速度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响彻云霄 一位圣地长老 当场被燕北拍成血舞 根本无法抵抗 就在燕北大开杀戒的同时 星空中的战斗也在持续 叶天云 神魂受损滋味 不好受吧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李道然目光冷冽 根本没有准备给叶天云 任何喘息的机会 催动浑身全部力量 直接杀去 叶天云脸色大变 捂着胸口 不断朝身后报事而去 不敢与其硬寒 一缕神魂被斩灭 就连带他的本尊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如今再站下去 恐怕真的有可能 阴沟里翻船 加上下方 不断被燕北屠戮的 太初圣地长老 让叶天云方寸大乱 今日 将圣地长老带来此地 恐怕是他 最为错误的决定 不仅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此刻 还成为了他的累赘 不过 这也怪不到他 他本想让 太初圣地长老们来此 见证他斩杀燕北 击溃圣王的壮举 可谁承想 燕北居然这么猛 将他的化身都斩灭了 这是让叶天云 始料未及的事情 叶天云咬紧牙关 神色难看 他不能再与其纠缠下去了 否则太初圣地的长老们 就真要被燕北 全部斩杀殆尽了 毕竟 他可不想刚复苏 便成为一个光感司令 随即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摆脱李道然的束缚 朝着下方顿去 下方 正在追杀圣地长老的燕北 突然眉头一跳 连忙往后退去 一道恐怖的人影 瞬间降临 正是叶天云 他大手一挥 便将所有圣地长老 拉到了自己身后 同时 李道然也瞬间 出现在燕北身旁 他自然能够看出 叶天云的心中想法 不由得淡淡一笑 怎么 堂堂圣王 也准备跑路了 叶天云胸口 本就挨了一掌 如今 被如此嘲讽 顿时间气血翻涌 面色轻一阵白一阵 很是诡异 这次算你们走运 希望下次 你还能笑得出来 叶天云努力 平复自己的心情 冷声说道 今日这场战役 总体来说 的确是他落了下风 圣地的长老 几乎被斩杀了一半 就连他的身外化身 也被灭杀 他虽然很想斩杀燕北 但如今的情形 已经无法支持 他这么做了 哄 叶天云一拳震碎虚空 深深地看了燕北一眼 随即带着太出圣地 长老头也不会地 冲入空间隧道 消失不见 前辈 如今叶天云身受重伤 不如我们 燕北目光冰冷 他竟然是想趁着叶天云 重伤之际 一举将整个太出圣地灭掉 四周听见这话的人群 顿时脸色一变 目光骇然地看向燕北 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斩了圣王化身 还不过瘾 居然还想将圣王本尊 也给灭掉 这要是真让他做成了 恐怕整个洪武大陆 都得镇上一镇 李道然看着战役 昂然的燕北 眼中透露出一丝苦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什么话也没说 便朝着清云 圣宗深处走去 燕北有些不解地看着 李道然的背影 他不知为何前辈 要错失良机 今日过去 再想要斩杀叶天云 恐怕将会难如登天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李道然之所以如此 定然有他的考虑 燕北朝着清云圣宗众人 吩咐了几句 便也随着李道然 朝着清云圣宗深处飞去 清云圣宗深处 某座大殿中 前辈 我们为何不一劳永逸 将叶天云见面 来到大殿中 燕北最终还是没有忍住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李道然坐在椅子上 双眸微闭 并未回答 下一秒 破 原本看上去 神采意义的李道然 居然一口鲜血喷出 随即气息 更是一落千丈 整个人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前辈 这一幕 让燕北心中一惊 飞快地跑上前去 随后经过一番查探 燕北震惊地发现 刚刚还看上去 神采十足的李道然 体内有着数不尽的伤势 原来 本就落后夜天云 一个境界的李道然 为了能够 尽量拖住对方 只能选择与其硬撼 最终导致她的身体 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刚刚的一切 也都只是她运用 强大的修为 将伤势 全部镇压了下去 否则 饶使她是圣王级别大能 也早已经无力再战 此刻 整个人放松下来 李道然体内的伤势 如洪水掘地一般 汹涌地爆发 燕北此刻眼中 充满自责 他刚刚还在疑惑 为何他们不去 将太出圣地一国端掉 原来是因为 李道然为了能够 拖住夜天云 居然付出了 如此巨大的代价 他的伤势 恐怕比神魂受创的 夜天云还要恐怖 第223章 朱雀不死药 清云圣宗身处 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 提着药箱 从房间中走出 燕北等人立刻围了上去 神色担忧地问道 袁神医 前辈她如何了 老者名为袁雀 乃是东玉有名神医 不仅有着半圣镜的修为 她的医术更是出神入化 整个东玉都无人能够出其左右 自从李道然昏迷过去后 燕北便花了重金 请来了神医 为其治疗 袁雀叹息一声 有些无力地摇了摇头 圣王大人此次伤得非常重 我虽治好了他的外伤 但他体内的伤势 我却束手无策 他虽号称神医 但那也只针对寻常修饰 如李道然这种圣王级别的存在 他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因为普天之下的大部分灵药 都对其无用 加上他体内那霸道的能量护体 纵然有通天医术 也根本无从施展 就连你也束手无策吗 燕北神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李道然可谓是黄与圣帝 与清云圣宗两大圣帝的支柱 如果他倒下了 等下次夜天云来袭之时 恐怕无人可以抵挡 圆雀沉吟一声 欲言又止地说道 其实圣王的伤势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燕北立刻问道 其余人也立马凑了过来 目光纷纷投向圆雀 圣王体内的伤势实在太重 寻常药物根本无用 但如果能够拿来一株圣药 老夫便有把握 将圣王完全医好 圆雀神色凝重地说道 圣药 闻言 凤九天等人浑身一震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天品灵药也不行吗 毕竟圣药这东西 已经在冬域绝技多年 根本无处可寻 灵药一共分为 天地玄黄四个等阶 其中 天品灵药极为珍贵 服用者不仅能够治愈伤势 甚至能够使其修为突飞猛进 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灵药 至于圣药 则已超脱于灵药的范畴 乃是一种更为稀有的天地之宝 甚至传闻一些年久的圣药 甚至已经诞生出自己的灵质 还能化为各种形状 与万族一般能够修炼 所以 其药效极为逆天 乃是得天独厚的疗伤圣品 圆雀摇了摇头 如果天品灵药可以治愈圣王的话 老夫自然不会吝啬 不过圣王的修为实在高深 灵药已经对他无用 只有圣药才能治愈他体内的伤势 作为神医 自然有着天品灵药 倒不是他舍不得拿出来给里道然使用 只是他很清楚 达到圣王这个层次 体内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灵药这种东西 早已经对圣王无用 就算用了 也不过是白白浪费 众人沉默了下来 圣药成长条件很是苛刻 并且一旦成形 便会诞生灵质 极为难遇 圣药的消息 如今让他们突然拿出一株圣药 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燕北摸着下巴 沉吟一瞬 神医 不知道这东西 算不算圣药 只见燕北手掌一番 一枚如同朱雀形状的果实 便出现在他手中 这枚果实的形状栩栩如生 姿态宛如一头翱翔九天的神情 极为美丽 并且此物出现的瞬间 整个大殿的灵气瞬间暴增 就连四周的天地也在发生变化 天空降下万千瑞彩 不知从哪里飞来了无数灵鸟 在青云圣宗上空盘旋 仿佛在朝拜一般 圆鹊看着燕北手中的果实 瞳孔猛地放大 呼吸立马急促了起来 就连身躯也在不停地抖动 颤声说道 猪 猪鹊不死药 猪鹊不死药 众人听着这个称呼 一头水雾 不过燕北却是了然 今日迁到之时 番茄便告诉过他 这枚果实叫做猪鹊不死药 不过当时 忙于开宗大典的他 并未过多了解 如往常一般 将千道所获得的宝物 随手便放进了系统空间 元神医 这枚猪鹊不死药 能够治疗道然前辈吗 燕北开口问道 他虽然不知道 猪鹊不死药如何 但看着模样 应该不必所谓的圣药差吧 面对询问 元鹊仿佛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瞪大双眼 目光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燕北说道 燕圣主 您确定准备拿这株猪鹊不死药 来救治圣王大人 难道这株猪鹊不死药 还无法治愈道然前辈吗 燕北皱了皱眉 难道自己预想错了 这东西 还不如圣药 元鹊知道燕北误会了 连忙罢首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株不死药 当然能够治愈圣王大人 只不过 圣主您当真愿意舍弃 这株猪鹊不死药 世人皆知 圣药的药效极为逆天 堪称无上至宝 而眼前的这株猪鹊不死药 则更为恐怖 乃是一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药 圣药固然珍贵 但与不死药相比 却如地上的草经 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纵观整个洪武大陆的历史 不死药也就出现过一次 还是曾在数百万年前 当时一株青龙不死药现实 让整个世界的修饰都为之疯狂 甚至就连其他生命古兴上的智强存在 也插手其中 掀起了难以想象的大战 不死药 顾名思义 服用者能够有机会获得永生的机会 其药效更是难以言喻的强大 纵然你已经死去数百年 只要躯体保持完好 服下不死药后都能成功复活 是真正意义上的起死人而肉白骨 第224章 炼花不死药 朱雀复苏 燕圣主 朱雀不死药的珍贵程度堪称逆天 服用后可参悟长生奥秘 您确定要给圣王大人疗伤 原却有些不确定地看着燕北说道 眼前的这朱朱雀不死药致好理 道然那可谓是轻而易举 不过圆雀却有些不敢相信 燕北居然愿意用一朱不死药来救一个人 哪怕此人乃是一尊圣王 因为对于永生 每一位修士都有着极深的渴望 毕竟修道之人 何人不想长生不死 大部分修士之所以在这修炼 还不是因为想要多增加几年寿元 而仅有了这朱雀不死药 燕北完全可以不拿出来自己服用 凭借他的悟性 极有可能参悟其中的长生奥秘 从此成为一尊不死不灭的永恒存在 周围兵皇等人 听到这朱雀不死药的作用后 也是纷纷感到震惊 对于这种神物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燕北 这等神物你还是留着吧 毕竟长生是每一位修士毕生所追求的东西 兵皇沉思一番 开口说道 凤九天此刻也走上前来 拍了拍燕北的肩膀说道 收起来吧 我相信就算前辈苏醒 也断然不会同意 你因为他浪费此等神物 至于圣药 我们再想办法就是 我不幸整个冬域还找不出一株 其余人也纷纷劝说燕北 让他将朱雀不死药收好 燕北的天赋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逆天的天资 再服下一株不死药 就连他们也不敢想象 燕北到底能够强横到什么地步 至于圣药虽然稀有 但如果想想办法 也不一定弄不到 燕北看着在场对着自己劝说的众人 一脸苦笑 大家也太小看我了 当我拿出这株草药开始 便从未想过收回去 李道然是因为庇护青云圣宗 才受的重伤 如果他真的 因为这株不死药很珍贵 而收回去自己服用的话 他自己都将看不起自己 众人张了张嘴 又准备劝说 不过燕北却罢了罢手 不必多言 我意已决 原神医我们即刻 便去治疗道然前辈 原却看着燕北的坚定的神色 叹息一声 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才好 燕北服用不死药的话 将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但他却选择用来治疗他人 我做事从不后悔 我知道你们为了我考虑 不过我的道路 并不是区区一株不死药 所能够左右的 没了他 我依旧能够横扫私放 燕北看着手中的朱雀不死药 神色霸气 眸光辟腻地说道 众人仿佛被他身上 所散发的自信感染 点了点头 感慨道 也是 如你这般绝世天骄 岂会因为一株不死药 而落后于人 此刻 众人心中一片豁然 随即都跟随原雀 前往了电雨之中 救治李道然 电雨中 李道然的身躯 悬浮在大殿中央 周身被一团金光包裹 不过明眼人能够看到 李道然此刻 虽然神色静谧地躺在那里 但他的眉宇之间 却隐隐透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原神一 开始吧 燕北将手中的朱雀不死药 缓缓推向李道然的进前 随即看着元雀说道 元雀也不含糊 点了点头沉声说道 这不死药诞生有灵质 一旦将其唤醒 恐怕会遭到反扑 待会还请圣主出手将其镇压 否则我也没有办法将其炼化 不死药不同于圣药 一些圣药 虽然也有灵质诞生 不过不具备很强的攻击性 一般的修士都能将其镇压 不过这不死药却远远不同 其中所诞生的灵质 不仅聪慧过人 甚至强大非凡 寻常修士根本不会是其的对手 甚至一个不注意 还会被其反杀 要是被一株药给杀了 说出去 恐怕都会很丢人 我明白 你尽管炼化便是 其他的交给我 燕北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一尊四方大顶便出现在场中 万物母气顶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迁道 也只差一百枚碎片 便能够完整地将其复原 如今的万物母气顶 所蕴含的力量 无比恐怖 这也就燕北才半生的缘故 要是他的修为强大到 足以完全催动万物母气顶的话 其未能足以镇压一方世界 哄 万物母气顶被激活 一缕缕厚重的玄黄母气坠落而下 将整片虚空都压得隆隆作响 在场之人 无不感受到一股恐怕的压迫感 好顶 有了圣主出手 必定能够将这株不死药成功炼化 原雀神色震撼地 看了一眼万物母气顶 随即抛出心中杂念 开始专心地炼化 朱雀不死药 不知过了多久 烈 一道嘹亮的凤鸣 响彻整片电雨 原本如同果实的朱雀不死药 此刻周围竟然燃起了熊熊火焰 宛如小太阳一般 无比夺目 炽热的能量席卷四方 仿佛要焚烧一切 圣主 此物复苏了 圆雀神色一变 连忙大吼道 烟北时时刻刻地盯着朱雀不死药 在他复苏的瞬间便已经出手 哄 万物母气顶 直接落在了朱雀不死药的上方 恐怖的力量 直接让其身上的火焰都暗淡了不少 这一举动 仿佛是将朱雀不死药完全触怒 爆发出璀璨的红光 照耀整片天际 第225章 重塑圣王体魄 不死药直接化为一头朱雀 浑身燃起熊熊火焰 与一山洞之间 炽热的能量将空间都焚烧出一片虚无 冰皇等人看着这一幕 纷纷神色骇然 这朱雀不死药 居然有着堪比圣人巅峰的实力 难以想象 一朱药居然能爆发出如此神威 这让他们心中骇然 如果不是燕北实力足够将其镇压 贸然催动的话 别说用来救人了 恐怕就连他们的小命也将难保 烈 朱雀发出一道道恐怖的音波 随即奋力地向上空冲去 企图挣脱万物母气顶的镇压 就在朱雀疯狂冲击着万物母气顶的同时 场中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一指震天 只见燕北缓缓伸出手指 对准朱雀猛的一按 哄 刹那间 一根通天手指瞬间在虚空凝聚 营绕着无穷大道法则 朝着朱雀镇压而下 几乎是一瞬间 被万物母气顶 镇压的朱雀根本无法躲避 直接被通天手指击中 朱雀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气息也随之跌落一大截 气息违靡 再也不负之前的灵力 燕北也抓住机会 运用万物母气顶 瞬间出手 将朱雀不死要完全镇压 不知过了多久 最终在众人合力的炼化下 原本气势磅礴的朱雀此刻 已经重新化为了醉果实的模样 静静地在虚空中沉浮 成了 圆雀眼中神光暴射 面色有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身为医者 能够有幸见到 不死要已经是祖坟冒清烟了 而如今能够亲自出手将其炼化 这让她的心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以后与老友喝酒时 她也就多了一样吹嘘的资本 圆雀手掌轻轻一推 朱雀不死要便缓缓落到了李道然的口中 化为了最为精纯的灵力 进入到了她的身体 随着李道然成功服下朱雀不死要后 她的身躯开始轻轻颤动 燕北注视着李道然的身躯 目光闪烁 她能够感受到 李道然的体内 此刻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朱雀不死要 正在治愈她受伤的躯体 就在这时 哄 一股惊天气息 猛然从李道然身上爆发 一股恐怖的赤焰 从她身体喷涌而出 她的整个躯体 就宛如着火了一般 正在焚烧 她的四肢百骸 嗯 李道然此时仿佛也苏醒了过来 发出略微痛苦的低营 额头不断有汗珠低落 身躯不停地抖动 李道然此刻的状况很是吓人 那些赤焰 正在不断焚烧她的躯体 身上的衣衫毛发等 全部已经化为了灰烬 前辈 凤九天等人脸色一变 便要上前查探情况 先别动 你们仔细看 燕北伸出手 将众人拦下 目光紧紧地盯着李道然的身躯 众人停下脚步 目光也仔细地注视过去 也终于发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此刻李道然身上 虽然燃起了炽热的火焰 但那些火焰仿佛并未伤害她的身躯 而像是在锻造她的体魄 如果注意看的话 便能发现 李道然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黑雾 从躯体中涌出 不过在瞬间便被赤焰稍微灰烬 这是朱雀不死药 在帮助前辈洗水伐脉 重塑体魄 冰皇捂着红唇 有些震惊地说道 李道然乃是一尊圣王 早已经过了洗水伐脉的时期 到了他这一境地 体内的经脉比神兵还要坚韧 根本无法扩展经脉 而今 在朱雀不死药的帮助下 李道然居然正在扩展经脉 体内的杂志也在一点点地排出 看到李道然没事 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火缝看着身旁美眸一眨不眨 盯着李道然的冰皇 面色有些不爽地嘟囔道 臭娘们就知道一直看 也不怕长睁眼 此刻李道然身上的衣物 竟是被赤焰焰烧殆尽 正浑身赤裸地躺在那里 可谓是一览无余 兵皇一直盯着李道然看得不停 让火缝心中有些不舒服 便随口吐槽了两句 不过火缝的声音很小 但在场之人修为最弱的也是半圣 自然都听到了他的嘀咕 众人神色一顿 纷纷朝着火缝投来疑惑的目光 不过 当众人看到他身旁的兵皇时 脸上顿时露出了了然之色 表情也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兵皇此时也正好将目光 从李道然身上移开 他看着周围人的神情一脸疑惑 不过想到刚刚火缝说的话 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兵皇看了一眼李道然 又看了看众人的神色 饶食他脸上也不由地闪过一丝红韵 他刚刚一直担心李道然会被赤咽灼伤 根本没有去看别的地方 如今被这么一说 就好想他一直在垂涎李道然的身体一般 这不禁让他都有些害臊 不过这股羞意也只是持续了一瞬 随即便又爆发出一股彻骨的寒意 兵皇目光痴人的 看着火缝一字一句地说道 今天不撕碎了你 老娘就不是兵皇 说完直接朝着火缝扑了过去 大有一副要生吞活剥了他的意思 看着暴怒的兵皇 火缝猛地打了一个寒战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身便朝着大殿外逃去 你们先看着前辈 我有点事先走一步 火缝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头也不回地朝着大殿外逃顿而去 兵皇也因为害臊 一点也不想在此地久留 直接朝着火缝追杀而去 众人看着这一幕 嘴角一阵抽动 不过大家也早已经习惯了他们两人的争斗 倒也没有多少意外 第226章 东玉格局 临阵倒戈 东玉 自从青云圣宗的那场圣王级大战后 已经过去了半月时间 整个东玉的格局 在这半月之中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原本东玉只有李道然一尊圣王 世人皆以皇与圣帝为尊 大有一统东玉的趋势 而叶天云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格局 让太初圣帝 也有了与其分庭抗礼的资本 这不禁让一些心智不坚的人内心动游 大家都知道 太初圣帝与皇与圣帝 必将有一个会倒下 而另一方势力则会一统东玉 这是一次很关键的站位 各大势力都想要分一杯美根 毕竟雪中送炭 可比锦上添花来得更为实在 如果现在能够站到圣者的一方 那么对方功成名就之后 必定少不了自己的好处 但如果站到了失败的一方 那么恐怕自己身后的整个势力 都将败亡 当然 也有势力有着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但这样做 不仅不能从此次大战中 获得任何好处 甚至两方势力一个不高兴 灭了你也说不定 所以 有些底蕴的大势力 都是不会选择去中立的 这样无疑是得罪了两方势力 与其这样 还不如选择一方站位 这样也能在乱世中 博得一线生机 自从上次的圣王大战后 已经有消息传出 在上次的大战中 李道然身体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床上 甚至直到此刻 都还是昏迷不醒 这消息一出 不禁让无数人为之动摇 并且从太初圣帝 也有消息传出 圣王叶天云亲口证实 上次大战中 他带给李道然的伤势 没有一年半载 根本不可能恢复 这消息一出 如同飓风一般 席卷了整个冬域 很多原本站在 黄与圣帝这一方的势力 纷纷转头投靠到了 太初圣帝一方 虽然也有很多人看好 与黄与圣帝 同气连支的青云圣宗 毕竟燕北的潜力 可是有目共睹的恐怖 但这也就只是看好罢了 燕北的潜力 虽然非常恐怖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 让他去成长了 据说 叶天云的伤势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日便会再度攻打青云圣宗 到时候 没了李道然的庇护 纵然燕北的天赋再恐怖 也根本无济于事 虽然他能敌半步圣王 但一尊真正的圣王来袭 燕北是万万抵挡不住的 所以 无数实力 纷纷如墙头草一般 向着太初圣帝那边投靠而去 而反观黄羽与青云两大圣帝这边 却有些门阙可罗 四处都充斥着一股凄凉的味道 甚至一些之前与黄羽圣帝交好的事例 为了避免日后被太初圣帝清算 纷纷与黄羽圣帝划清了界限 想要撇清关系 大有一种兔死狗烹的意味 真是忍不住让人唏嘘 青云圣宗 圣殿 圣主 刚刚收到消息 拜月魔教选择投靠了太初圣帝 这水秒真不是个东西 我当初就不该答应他的要求 一名圣帝长老很是气愤地说道 青云圣宗成立之初 自然有着无数势力投靠 而拜月魔教便是其中之一 拜月魔教前任教主水浩天 被燕北斩杀后 便又选出了一人新教主 水秒 成为新任教主的水秒 自然不想刚刚成为教主 便被人青云圣宗灭掉 所以 在青云圣宗开宗大典的那一天 他亲自前来 放下一些面子 找到了圣帝长老 祈求能够网开一面 让他拜月魔教 成为青云圣宗的附属势力 最终圣帝长老 请示了燕北一番 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 可以说 拜月魔教乃是青云圣宗 第一个附属势力 这也让这位圣帝长老 记忆犹新 而今拜月魔教 居然临阵倒戈 这将圣帝长老气得不轻 有了拜月魔教这个先例 其余附属势力 纷纷都已经开始动摇 恐怕不日也将加入太初圣帝 所以 拜月魔教这个举动 可是杀人诛心 不仅自己当了叛徒 还让军心动摇 毕竟第一附属势力 都临阵倒戈了 其余实力该怎么想 这无疑是大大削弱了 青云圣宗的力量 燕北此刻 坐在圣主宝座上 神色淡然道 无妨 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圣帝长老闻言浑身一震 意料之中 原来李道然受伤昏迷不醒的消息 便是燕北派人扩散出去的 为的便是让一些人占好位 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势力 光靠一个人的强大是不行的 要所有人都心朝一致 齐心协力 他故意将李道然受伤的消息放出去 为的便是将那些 各自心怀鬼态的人清出场 他不需要鳄鱼奉承的下属 要的是 能够在你危难之际 与你一起共患难的真兄弟 毕竟如果说出 李道然此刻已经伤势痊愈 甚至修为大境的事实 恐怕无数势力 又将来巴结青云圣宗 第227章 修为精进 决战时刻 时间匆匆而过 七日后 清云圣宗某座大殿之中 李道然正盘坐在大殿中央 此刻的他气色红润 体内的伤势 在服下朱雀不死药后 便早已痊愈 他之所以一直还在闭关 便是在参悟朱雀不死药中的长生傲义 同时 在不死药的强大药力下 他的修为也在这短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也就在这时 闭关修炼的李道然缓缓起身 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让周围的虚空不断震动 仿佛承受不住他的气息一般 产生一道道涟漪 不过好在 仅仅一瞬 李道然便收敛了气势 那股志强的威压 瞬间消失不见 一切归于平静 他整个人也看上去反扑归真 比以往更为高深莫测 恭喜前辈修为大剑 燕北站在一旁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李道然的气息 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了 但具体强到什么地步 他也不确定 李道然此刻来到燕北境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神色无比感激地说道 此次修为能够大剑 还多亏了你 如此大恩 老夫都不知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苏醒过来这么多天 他已经知道了 燕北为了救治自己 不惜给他服用了一株不死药 他常年在外游历 自然有听说过这种神药 当初的他 也不过以为是传说 可没想到 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居然服用了一株朱雀不死药 前辈无需如此 你为了守护我们而受伤 区区一株不死药 并不算什么 燕北轻轻一笑 神色真诚地说道 这点他并未有半句虚言 李道然之所以受伤 便是为了守护青云圣宗 将不死药给他服下 也是理所应当 并未有半分不舍 这株不死药 带掉我的好处 前所未有的巨大 不仅让我的修为 连破三个境界 达到了圣王中气 甚至还将我的天赋 推到了七境巅峰 说真的 如此大安 我当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你 李道然神色感激 说着说着 还朝燕北行了一礼 这一株不死药 已经将他的人生都已改变 他的天赋 本来只是勉强达到了六境中气 而服下朱雀不死药后 却硬生生地将他的天赋 推到了七境巅峰 这无疑是超级恐怖的 要知道 将他一直压得喘不过气的 叶天云的天赋 也不过才勉强达到七境 而今 他的天赋达到七境巅峰 修为也一举冲到了 圣王四重天 如果再与夜天云交战 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输 当然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燕北 七境巅峰 这是什么 燕北显然并没有关注李 道然从不死药中 获得了什么好处 而是有些好奇 这所谓的七境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在东狱之外 广为流传天才等级划分 李道然也知晓 燕北并不清楚这些东西 所以便给他讲起了 当年他在外游历 所见到的一些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 听着李道然口中的北域 燕北眼中产生了浓郁的好奇 听说那里人杰地灵 各处都是修为强大的存在 整个北域圣人 足足有数百位之多 就连圣王也有十几尊 更为让他震撼的是 就连传说的大圣极强者 也有一尊 听着这些 燕北更为向往外面的世界了 那才是 他向往的黄金大事 两久 燕北深吸一口气说道 等处理完太初圣地 我便去寻那天机子 让他助我修好诸天传颂阵 如果不是有着叶天云这一隐患 他甚至便想现在就前往北极 寻找天机子 与此同时 太初圣地深处 终于恢复了 李道然看看 你这次如何阻我 一道狂笑声响彻整个太初圣地 随即一道恐怖的人影踏天而出 降临在了太初圣地上空 叶天云此刻站在虚空 眺望着青云圣宗的位置 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他很清楚 李道然当时为了拖住他到底 受到了怎样的伤势 那等伤势 哪怕就算用圣药治疗 也没有个半年时间 他也不可能痊愈 如今 经过这七日时间 他已经将那一缕缺失的神魂修补完毕 甚至就连身外化身 也重新祭练出了一尊 恭迎圣王出关 见到叶天云重新出现 无数太初圣地之人 纷纷露出激动的神色 虔诚地跪在地上 向着他朝拜 经过这几日的时间 太初圣地的势力 可谓是空前的强大 无数实力 纷纷前来投靠 可以说整个冬域 几乎大半的势力 此刻都站在太初圣地这一方 而清云与黄羽两大圣地那边 却无时无刻都充斥着一股落寞的味道 叶天云也不想耽搁下去 直接振臂一呼 开口道 诸位即刻整备所有弟子 随本圣王前往清云圣宗 今日便是我太初圣地一统冬域的日子 无数人纷纷浑身一震 神色振奋的大吼道 是 随即各大长老纷纷下发命令 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弟子集结起来 包括那些刚刚加入太初圣地的附属势力 这一战 不仅要灭掉清云圣宗与黄羽圣地 更是要借此机会一统冬域 完成数千年以来 从未有人做到过的壮举 第228章 大军压境 霸道姿态 清云圣宗 圣殿 此刻的圣殿站着诸多人影 他们都是清云圣宗的高层 就连黄羽圣地的强者也纷纷在此处 因为就在刚刚 他们从眼线手中获得消息 太初圣地正在集结大批人马 是准备再度进攻清云圣宗 圣主 圣王前辈 他的伤势如何了 一名黄羽圣地的长老 神色有些担忧地问道 李道然伤势恢复一事 只有极少最为亲近的人才知道 其余人皆以为 他还依旧处在昏迷中 所以 此刻的黄羽圣地 与清云圣宗人人心中 都仿佛蒙上了一层阴霾 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燕北环室在场众人 故作叹息道 前辈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妙 不过诸位放心 道然前辈说过 关键时刻他会出手 虽然这么说 不过众人的心中 还是有着一些担忧 毕竟李道然全盛时期 都无法抵过叶天云 更别说 如今这受伤的状态了 今日一个不好 恐怕两大圣地 便要遭劫了 也就在这时 一道如狂围一般的笑声 从外界传来 好一个他会出手 本圣王道要看看 身受重伤的李道然 如何阻我 哄 虚空崩开 一道深邃的空间隧道 出现在青云圣宗上空 叶天云的身影 从中走出 同时 一尊尊气息 强大的身影 在他浮现 宛如十万天兵降临 让人不禁感到战力 青云圣宗的弟子 见到如此浩大的场面 身躯不由的 有些颤抖 上次的攻打青云圣宗的声势 虽然也很大 但却那都是叶天云 一个人的气势 如今 太出圣地 几乎集结了 东域大半个势力的强者 全部降临青云圣宗 上方那如十万天兵一般的阵容 恐怕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将一座顶尖势力淹没 燕北此时飞身而出 周身金光弥漫 如同一轮大日 一般璀璨 散发着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息 他所散发出来的金光 照耀在了青云圣宗每一寸大地 让无数人感到心安 叶天云 上次化身被斩的滋味 不好受吧 如果我是你 就乖乖地待在太出圣地 等着我去将你灭掉 而不是前来上门送死 燕北站在虚空 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说道 在他口中 仿佛叶天云 就如同一只随手 便能捏死的蚂蚁一般 不值一提 无数人目光震撼地看着燕北 面对圣王 他居然还能如此 不卑不亢地对话 甚至言语如此霸道 简直太过震撼人心了 青云圣宗这边的弟子们 顿时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神色都变得亢奋起来 因为他们没有从圣主的眼中 看到一丝一毫的担忧 有的只有一往无前的霸气 这种气势感染了不少人 让原本有些畏惧的他们 瞬间变得热血起来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跟太出圣地的人大战 而反观太出圣地这边 人人都是阴沉着脸 上次他们降临此处 圣王化身被斩后 他们全部人都 差点被燕北一个人灭掉 如果不是叶天云及时出手 恐怕他们现在已经死了 此刻看着燕北如此嚣张 他们心中很不适滋味 不是他们来灭人宗教的吗 怎么搞得像真的是他们 前来赴死一般 全军的士气 瞬间变得有些低落 叶天云原本张狂的神色 顿时也沉了下来 好一个灵牙利齿的小子 不会以为斩了化身 就真的能与本圣王交手吧 也不妨告诉你 那句化身 不过只有本尊千分之一的力量 如果这也能让你 引以为傲的话 那可就太让本圣王失望了 半部圣王与圣王的差距 简直如一道天欠鸿沟一般 根本无法比较 我并未以斩你一句化身为荣耀 而且你真的以为上次 与你化身对战 我就用出了全力 燕北背负双手 一股滔天气息 从身上猛然爆发 金色的气血贯穿天雨 让整片虚空隆隆作响 无数人此刻的目光 全部聚焦在燕北身上 神色一片骇然 他们此刻才默然想起 眼前这个男人 可是最为擅长创造奇迹 难道他真的有 匹敌圣王的实力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在他身上的奇迹 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也是 燕北眼中毫无畏惧 看样子有着 稳操胜券的把握 难道他的底气 就是他自己 好霸道气势 不说今日战果如何 光是这份气势 燕北便已经将圣王压下 此刻无论是 太出圣帝一方的人 还是青云圣宗这边的弟子 纷纷神色一片震撼 燕北的话语 实在太有冲击力了 一句话 便让无数人心中为之忌惮 谁人知晓 他能不能敌圣王 叶天云神色难看 眼中仿佛有怒火燃烧 看样子气得不轻 他发现自己 根本不能与燕北做口舌之争 这才几句话的功夫 不禁让他都觉得 产生一种还未打 但他已经战败的错觉 狂妄的小子 我看你的实力 是不是也如你嘴皮子一般凌厉 叶天云怒喝一声 让无数人耳膜生疼 一些修为低下的存在 甚至直接被震得口吐鲜血 他携带着一股浩荡的威势 直接朝着燕北沙来 恐怖的气息 席卷八方 下方无数修士 疯狂撤离 圣王级别的强者大战 必然是摧枯拉朽 哪怕一出一缕圣威 也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 第229章 叶天云的震惊 青云圣踪上空 叶天云神色冷冽 携带着一股 令人窒息的恐怖力量 朝着燕北沙来 冷笑着说道 莫了李道然的庇护 我看你 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燕北此时站在虚空 背负双手 神色古井无波 面对叶天云的攻势 他根本没有做出 任何抵御的动作 就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分厚 他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是被吓傻了 无数人不解地看着燕北 见过拖大的 但也没见过如此嚣张的人 面对圣王的权力一击 竟然不做出任何抵挡 难道他是 准备以肉身接下这一击吗 叶天云也是 露出诧异的神色 他本以为燕北 如此嚣张 是因为有着什么底牌未出 可没想到 对方竟然被他的力量 给吓傻了 这也实在太过戏剧了 还不出手 既然如此 那便死吧 叶天云 可不会给燕北 任何活命的机会 直接一拳轰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剑光呼啸而来 冲破无尽圣域 席卷八方 撑起一方天地 将叶天云的攻势 全部隔绝在外 继而 剑光璀璨 一道恐怖的剑气 冲天而起 不好 叶天云神色俱变 身躯不断向后方 暴退而去 可还是晚了 是啦 一抹气焰的血花炸开 叶天云的胸口 瞬间被剑气 划出一道 深可见骨的伤口 同时 一尊伟岸的身影 凭空在燕北深盼浮现 穿着一袭紫袍 神色威严 气质潇洒 似一尊剑仙灵士 极为惊人 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 远处叶天云捂住 剧痛的胸口 神色难看地说道 李道然 你竟然偷袭我 没错 这道突然出现的人影 正是东玉圣王李道然 李道然 从始至终 一直都在燕北身旁 只不过他的气息 被燕北的天眼内脸法 完全掩盖 所以 就连叶天云 都没能发现他的存在 这也还是燕北 为何一直不出手的原因 就是为了叶天云 拧到身旁 随后李道然 再以雷霆一击 将其重创 到了你我这一境地 根本不存在偷袭一说 你不过只是 记不如人罢了 李道然摇了摇头 神色漠然地说道 到了圣王这一层次 想要偷袭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天眼内脸法的特殊性 加上燕北的巧妙勾引 想要达到刚刚的 出手效果 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叶天云阴沉着脸 没有说话 李道然说的没有错 刚刚他的确大意了 以为就燕北独自一人 心急之下 便想要出手 将他斩杀 虽然他知道 李道然可能 就在附近准备出手 但也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一直应在燕北的身旁 那么近的距离 就算他心中有所防备 但还是晚了 刚刚的对拼 只能说他奇差一招 就算你偷袭了 我又怎么样 如今身受重伤的你 又能出手几次 叶天云将伤口控制住后 对着李道然 神色讥讽地说道 不好好待在黄与圣地养伤 这么着急出来送死 李道然身受重伤 乃是他最为清楚不过的事情 根据他的预算 身受那等恐怖的伤势 李道然最多 就只能再出手一次 否则将会牵动伤口 直接遭到强烈反噬 送死 叶天云 恐怕你还没搞清楚形势 如今上门送死的人 是你才对 李道然仰天一笑 周身散发出一股 令人窒息的波动 圣王的威压盖压天地 让无数人都为之胆寒 所有人神色一阵 目光震撼地盯着李道然 李道然此刻身上气势如红 如同一尊九天神王将士 压迫的人无法喘息 众人心中一惊 他这哪里有半分受伤的样子 难道 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众人心中出现 难道 李道然受伤的消息 是假的 看着气血冲天的李道然 叶天云神色也是一阵 不可置信地道 怎么可能 你的伤势居然全部恢复了 当初星空那一战 他几乎将李道然的五脏六腑 打得全部受损 可没想到 这才过了七日时间 他居然就奇迹般地 完全恢复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圣王的身体 可不等同于其他修饰 他们的体魄 惊人地强大 也正是因为太过强大 所以身体每一处受伤 都会花费大量 晶圆恢复伤势 李道然的身体 受到了多处的创伤 其中几处 更是无比严重 他深深知道 就算李道然服下 传说中的圣药 也只能勉强恢复一些 而如今 他却痊愈了 这家伙到底设什么灵丹妙药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叶天云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李道然祭出圣剑 背后有一片剑海浮现 逐渐化作一方遮天剑阵 涌动着极为可怕的气息 伴随着浩荡的剑气 有着纵横三万里之势 就算伤势恢复了又如何 你永远不可能是 不我的对手 叶天云冷哼一声 神色极为不屑 两人相识一千多年 交战次数不计其数 但无论如何 李道然始终都被他死死压制 他从来没有将李道然 放在眼中 因为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就算拖着受伤之躯 李道然也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第230章 震惊世人 太玄护体 青云圣踪上空 两尊如同神明一般的恐怖身影 屹立在虚空之上 李道然手持圣剑 轰然向前 化为一道璀璨的剑芒 直冲而去 转眼间便与叶天云 消失在了众人身前 继而 九天之上 爆发出一场惊人的圣王大战 轰鸣而起 可怕的波动 席卷星空 刹那间 虚空崩碎 宛若日月沉沦 天昏地暗 千年前 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也依旧如此 夜天云神色辟靡 一股狂霸之意散发而出 哄 一道恐怖的拳印 直接轰碎虚空 朝着李道然震杀而来 志强的力量 让空间都变得扭曲 往日我承认 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现在 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 面对夜天云的攻势 李道然眼中并未 出现任何慌乱 谭笑间圣剑挥动 一到惊天剑芒 便将一切抚平 同时 他的气息 开始疯狂飙升 圣王二重天 圣王三重天 圣王四重天 直至修为提升到 圣王四重天 李道然的气息 才稳定了下来 夜天云 感受着这股气息 脸上露出 不可置信之色 你的修为 怎么到了圣王四重 他一时间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眼中满是震撼 上次交战时 李道然的修为 还不过圣王一重巅峰 就算突破 也最多只能达到 圣王二重天 而现在 什么情况 圣王四重天 有没有搞错 这可不是恋气棋啊 这特么是圣王境界 难道圣王境界 还能跳断呢 夜天云心中 头上出现了一个 大大的问号 我说了 现在的我们 已经不在同一个水平 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李道然神色淡漠地说道 气息射人心魄 虽然他表面 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表情 但李道然 现在内心 可是极为畅快的 整整一千多年了 他一直都被 夜天云死死压制 如今 终于能够翻身 做主人了 这种心情 难以言喻 如果不是这么 双眼睛盯着 他甚至都要兴奋地 仰天长笑了 你的修为 怎么可能提升得这么快 你这几天 到底干了什么 夜天云目光死死地 盯着李道然说道 七日时间 连续突破三个境界 这太可怕了 他很想知道 李道然到底干了什么 修为才能提升得如此迅速 李道然冷笑一声 自然不可能回答这问题 随即开口道 一个死人 知道那么多 也没有任何用处 说吧 他也不再废话 直接寄出圣剑 哄 李道然挥动圣剑 施展无上功法之术 伴随着圣威浩荡 一到惊天剑芒 便朝夜天云斩去 感受着这道剑芒的恐怖 叶天云眉头直跳 连忙躲避 但境界的差距 此刻就完全体现 他的速度 居然远远不及里道然 下一刻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一缕圣血挥洒而出 在虚空划出一道血红的流光 叶天云的右肩处此刻 多出了一个可怕的伤口 其中蕴含的剑意 还在翻涌 剧痛感 让他脸色一阵变幻 经过这一见 叶天云的面色 无比凝重 眸光之间 闪烁着忌惮之色 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被他压制了 一千多年的李道然 居然能够 将他逼到这个程度 李道然手持圣剑 踏天而动 再度以霸道的姿态 朝着叶天云杀来 趁你并要你命 李道然 根本不打算 给叶天云丝毫的喘息时间 准备迅速了结这场战斗 以免徒增变数 面对浩瀚如潮的剑光 叶天云神色大变 连忙大吼一声 太玄忠 一尊骨铜色的大钟 瞬间从他体内飞出 将他整个人护在其中 当当当 剑光劈砍 在太玄忠之上 爆发出一道道 震耳欲容的钟声 周围的陨石 带在这股恐怖的声波之下 瞬间爆碎 无数碎屑横飞 下方 各大势力都在使用秘术 或者法宝 观看着这场圣王大战 当太玄忠出现的那一刹那 不少人纷纷动容 太玄忠 太出圣地的镇娇至宝 传闻太玄忠 乃是太出圣地始祖的武器 乃是一尊准大圣器 有着镇压 万世气韵之威能 又号称东玉最强的防御法宝 不过太玄忠 不是早已经随着太出始祖消失了吗 没想到 一直在夜神王手中 有眼尖之人 立即道出了太玄忠的来历 而此刻的太玄忠下 叶天云的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刚刚如果不是及时祭出太玄忠 他恐怕就真的要死 在李道然的剑光之下了 他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李道然 是如何在短短七日时间里 从圣王一重提升到圣王四重的 就在他思索之际 浩荡的剑光再度袭来 太玄忠是吧 我看你这龟可 能护你到什么时候 李道然冷哼一声 催动圣剑 疯狂地朝着太玄忠劈砍而去 太玄护铁 叶天云咬紧牙关 催动浑身力量 不断地注入太玄忠 一股轻芒贯穿天地 一尊玄武虚影 在他身后浮现 厚重的龟甲 让他看上去 无比英识 坚不可摧 叶天云一边挨打 一边看着身后的玄武虚影 这一刻 他的脸色绿到了极点 第231章 用我的剑试试 星空中的大战还在持续 叶天云 这种滋味如何 李道然手持圣剑 傲力虚空 冷笑着说道 他被叶天云 足足压制了千年 如今心中的那团怒火 终于得以释放 恐怕没人能懂 此刻他心中的快感 看着叶天云 艰难抵抗的样子 比直接杀了他还要痛快 叶天云此刻的神色 难看到了几点 一千年以来 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憋屈 他此刻背里 道然打得根本无法还击 只能依靠着泰旋中 这尊准大圣器 才能勉强地站在此处 否则 他感觉凭借此刻李道然的力量 顷刻之间 便能将他斩灭于此 这么多年 你也不过第一次 站到上风罢了 有什么可得意的 叶天云冷哼一声 神色阴沉地 能够滴出水来 不过他也知道 此刻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他此刻能够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 完全都是靠着泰旋中 如果再这么耗下去 等到他灵力耗尽 泰旋中也将失去作用 届时 恐怕就真的麻烦了 当即 他催动秘术 手掌挥动之间 演化出诸多世界虚影 随即猛地朝着李道然推去 哄 那些世界虚影轰然炸开 形成了可怕的空间风暴 能量席卷之间 叶天云准备趁机溜走 就在叶天云即将逃脱之际 一道白衣身影从爆炸中踏步而出 你跑不了的 如死神一般的声音响起 李道然的身影瞬间浮现 他早有防备对方溜走 所以根本不可能会给叶天云逃走的机会 李道然直接将手中的圣剑插入虚空 一股浩荡的剑翼 瞬间从他身上爆发 哄 这一刻 天地仿佛都在振战 无数道光显化 化为一柄柄炽热的长剑 剑狱 李道然大手一握 那些横空的长剑 瞬间如同雨点一般 疯狂落下 密密麻麻遮蔽整片星空 在恐怖的攻势下 叶天云所建立的空间隧道 不停轰鸣 仿佛随时都要坍塌一般 本来已经完全进入空间隧道的叶天云 此刻见到空间隧道的变化 脸色巨变 连忙从中飞出 就在他走出的瞬间 无数箭雨落下 空间隧道瞬间坍塌 叶天云露出骇然之色 还好 他刚刚及时从空间隧道中走了出来 否则恐怕 他将会永远迷失空间乱流之中 该死 叶天云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他唯一逃走的机会竟然也失败了 这让他的内心沉入了谷底 同时 无数的箭雨还在疯狂落下 叶天云不得不再度催动泰玄中 护住本尊 别想逃了 今日你必死无疑 李道然神色冷冽 疯狂轰击着泰玄中 准备破开这尊准大圣祭 叶天云没有回应 站在泰玄中的中央 心中在思索着对策 也就在这时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眸光一宁 李道然此刻看着手中的圣剑眉头微皱 因为他的圣剑居然断了 他疯狂的攻击泰玄中 令手中的圣剑承受了极大的负荷 在此刻终于承受不住 直接寸寸崩断 化为一地碎屑 无数人此刻不由的神色震动 纷纷开始一轮 不愧为准大圣祭 居然连圣品宝剑都崩碎了 实在是太坚固了 这还只是准大圣祭 如果要是一尊真正的大圣神兵 恐怕根本无人能挡 没了圣剑 李道然该如何攻破太玄中的防御 太玄中下 叶天云见到圣剑崩碎 顿时眸光闪动 随即仰天大笑 圣品宝剑居然断了 这下 我看你能奈我何 没了圣剑 有着太玄中护体的他 李道然拿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此刻叶天云也不慌了 既然无法逃走 他直接盘坐虚空开始疗伤 吸收星辰之力补充几身 这样便能源源不断地为太玄中补充能量 李道然看着这一幕 眉头皱成一团 他乃是一名剑修 虽然他也能以万物为剑 但没了圣剑的他 实力将会被削弱一大截 根本无法威胁到太玄中里面的叶天云 这可让他犯了难 他也没想到 这尊准大圣器 居然如此坚固 将他的圣剑都崩碎 就在他思索 如何攻破太玄中的时候 下方传来一道声音 前辈 不妨用我的剑试试 燕北将轩辕剑取出 双指并拢 向着上空一滑 去 仿佛接收到了某种指令 轩辕剑不断抖动 随即直接冲天起 化为一道恐怖流光 朝着星空中飞去 李道然手掌一握 轩辕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看着手中的长剑 李道然眸光闪过一丝疑惑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情 那便是 这柄剑有几个部分 居然是虚幻的 经过坚持不懈的迁道 如今的轩辕剑 已经集齐了五个部分 剑阁 剑柄 它一共由八个部分组成 如今已经集齐了五处 所以 此刻的轩辕剑已经算是大成 不弱于任何剩起 这真的可以吗 李道然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他的圣剑 都在攻击太玄中的时候报废了 而这把有些虚幻的长剑 真的能行吗 不过这种疑惑 也仅仅只是持续了一瞬 下一秒 李道然的内心便坚定了起来 燕北既然专门将这柄 长剑给他 那么便必定有奇的妙用 第232章 神剑之威 圣王陨落 轩辕剑 那便让我来看看你的威力吧 李道然手掌亲手掌的轩辕剑 一股恐怖的剑意 瞬间从他体内爆发 轩辕剑仿佛也感受到了 这股志强的剑意 整个剑身不断颤动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太玄中下的叶天云 看着李道然手中的轩辕剑 不知为何 他感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此刻 李道然双眸威闭 将轩辕抵于眉心 仿佛在酝酿什么 下一秒 轰隆隆 煞世间 仿佛整片世界都寂静了下来 一尊手持神剑的恐怖虚影 缓缓从李道然身后浮现 一股浩荡的剑意纵横四方 弥漫整片心语 诸天一剑 李道然豁然睁开双眸 双眼爆发出璀璨神光 那手持神剑的巨大虚影 也爆发出恐怖威势 直接朝着夜天云斩下 星空之中 一尊手持神剑 如同古神一般的虚影一剑 朝着夜天云斩出 这一刻 整个星空都仿佛被一分为二 恐怖的剑光横扫天地 所过之处 无数陨石崩碎 场面震撼人心 当 这一剑 结结实实地砍在了太旋中之上 爆发出一阵阵龙发聩的阴浪 就连身在太旋中之中的夜天云 此刻也被震得头皮发麻 脸色一阵苍白 李道然眼中神光暴射 他能够感受到 这一剑之下 薛元剑并没有任何损伤 甚至剑身之上的光芒 更加璀璨起来 上面所刻画的图案开始发光 演化出一个一个的世界 仿佛蕴含某种大道真理 无比恐怖 见到这一幕 李道然便再也无所顾忌 开始疯狂攻击太旋中 叮叮叮 剑光不断斩在太旋中之上 发出金铁交加的爆响 而太旋中的终身之上 居然开始浮现一丝丝 如细发一般的裂纹 而且 这裂纹随着那无数剑光的披展 叶天云此刻也注意到了太旋中的情况 望向李道然手中的轩辕剑 眼中涌出浓浓的金具灰紫色 这柄剑 绝对是某种质宝 并且 是一柄品阶远超的太旋中的质宝 要知道 太旋中作为一剑防御力圣兵 虽然只有准大圣的品级 但却可以抵挡大圣器的攻击 而此刻 太旋中仅仅在轩辕剑劈砍出的剑光下 坚持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就要崩碎 由此可知 这轩辕剑的品阶远远超过了太旋中 极有可能的是一柄大圣后期 甚至巅峰的恐怖大杀器 轰隆隆 在李道然的疯狂攻势下 太旋中不断震战 上面的裂纹更加明显 仿佛随时都将崩裂 摇摇欲坠 今日太旋中也就不了你 李道然长笑一声 随即无止一个须抓 刹时间 星空中弥漫的所有剑光 疯狂汇聚在一起 化作为一道足以贯穿日月的 惊天剑红 散发无尽恐怖的气息 直接朝着太旋中斩下 哄 随着一声爆响传出 准大圣器的太旋中 直接崩碎 这一剑镇压太初圣帝 数千年的不朽圣器 就这么被一剑斩碎 化为漫天碎屑 漂浮于虚空之中 没了太旋中 里面神色巨变的叶天云 顿时显露了出来 太旋中 碎了 叶天云此刻浑身浴血 掌中死死攥着一块太旋中的碎片 一脸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 这剑镇守太初圣帝气韵 守护了圣帝数千年时间 多次驻太初圣帝 渡过劫难的圣兵 就这么被轩辕剑斩碎了 李道然此刻看着手中的轩辕剑 目光也是无比震撼 他原本自己的圣剑 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炼 也已经达到了圣王气的层次 但就算这样 在攻击太旋中的同时 还是碎裂了 而轩辕剑却不同 经过了这么疯狂的攻击 他的剑人居然完好无损 这说明 此剑的品级恐怖到有些吓人 并且他还很清楚 此刻的轩辕剑 竟然还是残缺不全的 其中有几处地方 全是由灵气据成 根本不是实物 但就算这样 他的品级 却依旧要远超太旋中 他有些不敢想象 如果一柄完整的轩辕剑 到底能够爆发出怎样的神威 恐怕如太旋中这种准大圣器 就连一剑也扛不住吧 收起心中的震撼 李道然的目光头像 站在星空之中的叶天云 此刻的叶天云浑身欲血 头上的发关早已崩裂 周身的衣袍破烂不堪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无比凄惨 叶天云 没了太旋中 你不可能再有反抗之力 受死吧 李道然目光冷冽 直接一步踏出 化为一道剑芒 朝着叶天云而来 他的修为 如今处在圣王四重天 天赋也在朱雀不死药的提升下 来到了七境巅峰 别说现在手中持有 轩辕剑这等神兵 就算赤手空拳 叶天云也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叶天云看着朝着自己斩来的剑芒 眼中透露出一丝不甘 仰天长笑的吼道 不 但他的底牌早已经进出 一股绝望将他的心肩完全笼罩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 叶天云的声音 渐渐淹没于剑海之中 直至消失殆尽 太出圣帝的老祖 一尊圣王静的超级大能 就此陨落 圣者陨落 天地悲动 无数人都可以看到 在星空之上 有一颗璀璨的流星坠落 伴随着血光照耀无穷时光天地 冬玉种种异象开始纷纷显化 血红的雨水 如从天上倾泻一般 让无数生灵惊距 第233章 冬玉第一 觉醒见魂 天空中一阵冷风拂过 下方的人群 都感受到了那股弥漫于四周的素冷伎凉 引起了莫大的震撼 看着天穷不断倾泻的血雨 无数人神色惊距 一尊顶天立地的圣王静人物陨落了 原本那浩浩荡荡而来 遮天蔽日 宛如十万天兵般的联军 此刻不知为何 背脊感到一阵发凉 也就在此时 燕北横空而起 抬手便斩出一道惊天剑芒 哄 刹那间 那宛如钢铁洪流的联军 瞬间土崩瓦解 全部溃散 在仅仅两剑之后 那些身影便已经化为一片残骸 一阵冷风吹过 带起浓烈的血腥气味 无数人为之惊具 他们这些人 没了叶天云 这位圣王存在 根本就如土鸡娃狗一般 无法抵挡 片刻后 李道然的身影也缓缓落地 映入众人眼中 引起莫大的震撼 此刻的他 手持轩辕剑 就宛如一尊绝代剑仙 气息震天射地 盖压诸天万古 我们赢了 清云圣宗内 无数弟子抬头神情激动地看着 站在上空的两道身影 目光有些震撼 这场战斗在叶天云陨落之后 完全就是摧枯拉朽 横推碾压 所谓的东御数百顶级势力联军 在燕北手中 根本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瞬间便被全部碾碎 无数人目光震撼地望着天空 久久不语 如今这一幕 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在他们设想之中 今日的清云圣宗 必定会被灭门 而燕北两人 则会被叶天云镇压 亦或者当场斩杀 但谁也没想到 李道然的伤势 居然是装出来的 不仅如此 他的修为还达到了圣王四重天 完全将叶天云碾压了 清云圣宗不可欺 我东御第一更不可犯 尽数千名弟子当众 不知是谁 忽然这么低吼了一句 下一刻 所有清云圣宗的弟子 齐刷刷地全部抬起了头 目光狂热地看向李道然与燕北 清云圣宗不可欺 东御第一更不可犯 一位是东御第一强者 一位是东御第一天骄 这两人都处在同一座势力当中 清云圣宗的崛起之势 根本无法阻挡 日后两人必定横推东御无敌手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初始没有任何热放在心中 但此时此刻 却如同大道之音般 在他们脑中震笼发聩 所有清云圣宗的弟子们 包括清云 风寒等等元老心中 都生出一股自豪骄傲的感觉 澎湃的热血 在他们胸膛来回激荡 弱大的长空之中 燕北屹立在虚空之上 他双眸淡漠如水 满头黑发乱舞 如同一尊盖世魔神压在众人心间 从今日起 太初圣帝从冬域除名 明日我将亲自接管 燕北的声音一出 顿时如九天神雷乍响 一道道音波扩散出去 汗天动地 响彻四方天地 谨遵圣主御令 谨遵圣主御令 无数人胆寒若惊 纷纷跪在地上 不敢大口喘息 看着无人在反抗 燕北便没有多说什么 派遣了几位圣帝长老清理战场后 便随着李道然 重新回到了清云圣宗 当他们二人都离去后 在场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休息 才长出一口气 这两人实在太恐怖了 这一战 必将载入冬域史册 称之为史上最强之战 也丝毫不为过 今日起 燕北的名号 将会再度席卷整个冬域 清云圣宗身处 这柄轩缘剑 归还于你 李道然有些爱不释手地 看着手中的轩缘剑 但还是没有犹豫 回来后 便立即归还了燕北 燕北也没有多说 将轩缘剑收了起来 他能够感受到 李道然眸光中的炽热 对方定然是很喜爱 这柄神剑的 要是别的东西 燕北说不定会忍痛割爱 将其送给李道然 不过这柄轩缘剑却不行 轩缘剑对他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不仅仅只是一柄神剑 更是炎黄子孙 对于先祖的情怀 这柄剑 饱含了他对于蓝星的一切情感 所以 纵然李道然再喜爱 他也不会将其割爱 前辈 这柄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否则 我便将它赠予你了 燕北收起轩缘剑后 有些抱歉地说道 李道然闻言 摇头一笑 不必 身为剑修 自然喜爱宝剑 不过你当真将它赠予我 我也是不会接受的 燕北眸光闪动 不由得有些疑惑道 哦 为何 李道然既然都说了 剑修喜爱宝剑 那么为何又说自己 如果真的将轩缘剑赠予他时 却不会接受 神剑有灵 则两主而欺 倘若这柄轩缘剑真的跟了我 那定然将埋没他 本该绽放的光辉 这等神剑 也只有你 才能够彻底驾驭 也只有你 才能够让它爆发出该有的风采 李道然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是一位真正的剑修 才能说出的话 修剑的同时 手中的长剑不在 只是一柄冷冰冰的武器 他早已经将剑荡 成为自己最为重要的伙伴 燕北一阵漠然 这是一种 他还未曾领悟过的剑道造诣 手中的轩缘剑仿佛是明白了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 哄 一股莫名的波动 燕北他身上散发 同时 一股陌生的意念出现在场中 李道然看着这一幕 瞳孔猛地一缩 目光充满着不可置信的样子 鬼知道他刚刚见到了什么 燕北这小子 居然在他眼前 觉醒了轩缘剑的剑魂 第234章 棒上大款的错觉 燕北有些奇怪地 看着手中的轩缘剑 他此刻在轩缘剑之中 居然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念力 这股念力还非常弱小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小子 你居然觉醒了剑魂 李道然目光激动地看着燕北 甚至已经有些手舞足蹈 仿佛遇到了某种极为震撼人心的事情 我觉醒了剑魂 燕北目光露出一缕疑惑之色 对于剑魂并不了解 不过李道然很快便为他讲解了剑魂的作用 听完全部讲解后 燕北盯着手中的轩缘剑神色 顿时变得精彩起来 据李道然所说 他这次觉醒的 乃是轩缘剑的剑魂 所谓剑魂 便是给剑赋予灵魂 让其拥有独立的思维 能够觉醒剑魂的宝剑 已经跳脱出了武器的范畴 毫不客气地说 可以成为他们另一种生灵 强大的剑魂 不仅拥有独立意识 甚至还能够 在宿主不在身边的情况下 驱动所栖息的宝剑 爆发出不亚于宿主使用时的力量 在交战之时 剑魂能够帮助宿主杀敌 甚至还能够提升其 使用剑法的威力 说是 一句拥有独立思维的身外化身 也不为过 也就是说 往后的燕北 不仅拥有过去身这句化身 也同时还拥有着轩缘剑魂 真是惭愧 我修剑千年 还不及你一个二十余岁的毛头小子 李道然一脸备受打击的样子 有些感慨地说道 他从开始修习剑道之时 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可就算这样 他却依旧还未达到 觉醒剑魂的境界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苦心修剑一千年 却不及燕北的一招顿武 天赋这东西 真的是没得说 燕北挠了挠头 一脸无辜的表情 随即说道 前辈 你的圣剑已经破碎 应当是 没有衬手的武器 我这里还有几柄圣剑 不如你瞧瞧 说吧 燕北手掌一番 近十柄圣器级别的宝剑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些宝剑 是他斩杀圣尊 以及太初圣皇 金阳圣主手中得来的 一直放在系统空间没有动用 如今正好可以拿出来 让李道然挑选一把 衬手的兵器 李道然看到场中 近十柄圣器级别的宝剑 也是吓了一跳 这一刻 他的目光没有放在圣剑上 而是盯着燕北 好家伙 他不禁有些好奇 燕北身上 到底哪来的这么多宝物 又是神器万物母弃顶 又是神剑轩缘剑 如今又一下子 掏出了近十把 神器级别的宝剑 这家伙身上的宝物 真是取之不尽的吗 前辈 燕北看着 站在原地发呆的李道然 不由得发出疑惑的声音 您看上那一把圣剑 随便挑 当然你全要了 也不是不行 反正留在我这里也没用 李道然回过神来 听着这些虎狼之词 神色一阵古怪 这也太毫无人性了 他的心中 居然生出了一种 磅上了大款的错觉 一日 太阳刚刚升起 燕北从一座殿宇中走出 静止来到了 青云圣宗的圣地广场 此地 已经有数千名弟子 早已在此等候 恭迎圣主 所有弟子 全部神色恭敬地 对着燕北恭身一拜 这几场战斗下来 燕北在他们心中 完全就是如战神一般的存在 其威望 甚至与圣王里 道然不相上下 甚至隐隐有高出的意味 毕竟圣王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尽头 但燕北却还很年轻 所有人都几乎肯定地 觉得他绝对有着 冲击大圣境的机会 燕北级有可能成为 东玉记载以来 除混托大圣外的 第二尊大圣级别强者 东玉虽然广阔 但与其他大玉相比 却显得有些贫瘠 这里所指的贫瘠 并不是指资源匮乏 而是指这方天地 相比于其他大玉的天地 东玉天地之中 所蕴含的秩序法则 有些残缺不全 这也是为何 东玉这么多年以来 只出过混托大圣 这一尊大圣级别强者的原因 就如天青世界一般 在秩序法则不全的情况下 内部的修饰 至多也只能修炼到 神功境巅峰 根本无法突破到四级境 这也是众人 如此崇敬燕北的原因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他未来必能成为一尊 横推一切的无敌大圣 不过关于未来之事 燕北并不在意 此时 他看着圣地广场上站姿 整齐的弟子们 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今的青云圣宗 比以往的青云宗规模 不知道扩大了多少 圣地中半圣级别的长老 便有十五位之多 其余四级 神功境等强者 更是数不胜数 眼前圣地广场组成的阵容 便是由数百名四级境修士 以及上千位神功境弟子组成的 今日之所以集结这么多弟子 便是为了彻底铲除太初圣地 经过昨日一战 太初圣地几乎可以说是 已经名存实亡 但燕北还是决定亲自前往 一举铲平太初圣地 以免徒生事端 当即 燕北神色傲然 大手一挥道 清云圣宗弟子听令 即刻随我出发 前往覆灭太初圣地 此话一出 天空中昨日大战所留下的阴霾 仿佛瞬间退散 晴空照耀万里 让人感到心情无比振奋 是 数千年弟子神色激动 兴奋的大吼道 随即 一搜搜战舰从清云圣地使出 浩浩荡荡地 向着太初圣地而去 第235章 清理叛敌 铲平魔教 拜悦魔教 魔魂大殿中 水秒坐在教主之位上 面色无比沉重 并 报教主 刚刚收到消息 从清云圣宗中有五艘战舰 驶往了太初圣地 一位魔教长老 神色凝重地说道 听闻此言 身在魔魂大殿中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一位白发苍苍的护法走了出来 颤生说道 太初圣地从今日起 恐怕便要在冬域除名了 在如今的情形下 所有人都感到岌岌可危 特别是昨日大战中 站位于太初圣地一方的势力 更是焦虑地不行 生怕清云圣宗会秋后算账 水秒此时 神色极为凝重 他伸手掐着眉心 心中不禁有些懊悔 早知道李道然受伤一事是假的 他也就不会临阵倒戈了 如果没有叛变 他拜悦魔教 可还是清云圣宗的第一附属势力 可现在说什么都有修晚了 身为第一个叛变的势力 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他知道清云圣宗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唉 水秒长叹一声 神色无奈地说道 传令下去 拜悦魔教从今日开始 解散 当说完这句话后 他的双眼有些空洞无神 整个人也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 教主 不要解散啊 我们都不怕死 大不了就和清云圣宗于死网破 和他们拼了 在场数十位黑袍长老 神色悲呛地大吼道 水秒此刻豁然起身 一股强大的气势 将在场所有人都震住 呵斥道 放肆 我刚刚已经说了 拜悦魔教已经解散了 谁要再提此事 休怪我夜魔不留情面 现在就将其斩杀在此 说吧 水秒真的从身后抽出了一把 散发森然寒意的大刀 仿佛在告诉在场所有人 只要谁敢多说一句 他便会立马出手 在场所有长老见到这一幕 心中都是一惊 在水秒成为拜悦魔教的教主之前 便是魔道中有名的魔头 外号叫做夜魔 夜魔乃是让不少魔道之人 都畏惧地存在 他不仅实力强大 做事更是肆意妄为 让人搞不清他心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在魔道之中 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因为跟他相识的人 差不多全部被他杀光了 可能上一秒 你还跟他拔酒言欢 但下一秒 他可能便已经将你杀死了 他有个癖好 便是喜欢猎杀认识自己的人 他几乎将认识他的人都杀死了 所以 没人敢和他交朋友 也没人敢得罪他 这也是 他在魔道中威名大圣的原因 夜魔不仅喜爱杀人 同样沉迷美色 不过相比于清纯的少女 他更喜欢一些有父之父 只要他见到任何好看的女人 都会想方设法将其得到 如果他跟你交朋友 那便说明他看上你某种东西 或者是你的女人 在他担任拜月教主的期间 门下已经有数位长老和上百位弟子离奇失踪 不过对于这些失踪的人去向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因为这消失的人全是一些身材活辣 长相貌美的女人 不过凭借水秒的手腕和实力 整个拜月魔教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反抗 只能任由他 此刻见到水秒 爆出他曾经夜魔的名号 所有人都胆寒若惊 因为他们知道 一个不好 恐怕就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毕竟真正的魔头杀人 可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特别是如夜魔这种 喜欢杀自己认识的人 水秒此刻瞪大双眼 见到没有人敢在说话后 便收敛了气势 诸位 本作也是没有办法 与其让你们留在这里送死 不如就地解散 虽然他很享受当教主的感觉 但相比于自身性命 他肯定更倾向于后者 毕竟 就算没了拜月魔教 他依然可以当一个逍遥自在的魔头 哪怕青云圣宗再恐怖 只要他避开了风头 也相信根本没人来管他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笑声从远方传来 那小子果然预料不错 你们真的准备跑路了 听见这道声音 在场所有人脸色都是一变 水秒更是心中一惊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施展出平生最快的速度 朝着外面逃顿而去 可没还没逃几步 大地中突然冲出几道火柱 将他死死地困住 本作既然已经到了 你还想逃 火凤出现在虚空之中 大手一挥 一刀刀炙热的火焰 瞬间便将整个拜月魔教 都笼罩起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 今日是肃清反派势力的重要日子 他一早便接到了燕北的传讯 让他赶往拜月魔教 以免他们逃走 对于拜月魔教这个势力 清云圣宗之中 所有人都深恶痛绝 火凤同样如此 所以马不停蹄地便赶了过来 可谁承想 他刚一到这里 便听到了拜月魔教 居然要解散跑路了 这他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火凤大人 当初我们是被太出圣地逼迫的 不是有意背叛圣宗的 被困在火柱里面的水苗 此刻彻底慌了神 跪在地上哀求道 他虽然拥有超凡后期的实力 但他知道 这种实力在火凤面前根本不够看 对方的一根手指 他都挡不住 被逼迫的 火凤背负双手 缓缓向着地面飞来 当初李道然受伤的消息传出后 拜月魔教可是想着太出圣地主动投诚 甚至还连带着几个实力一起 现在给他说被逼迫的 对对对 真的是叶天云逼迫我们的 否则我拜月魔教 是绝对不敢叛变的 水苗仿佛看到了一丝生机 连忙磕头说道 听到这话 火凤简直都要被气笑了 叶天云逼迫拜月魔教 有没有搞错 叶天云再怎么说 也是一位圣王级别的大能者 他会出面逼迫一个冬域的超凡势力 开什么玩笑 火凤叹息一声摇了摇头 撒谎也不过过脑 一尊圣王岂会 来逼迫你这等破烂势力 说吧 他直接一掌轰出 被困在火柱里面的水苗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便被瞬间拍成一团血舞 随即 火凤带领青云圣宗的人马 将拜月魔教的一些高层诛杀后 便带着拜月魔教的宝库 赶往了下一个叛变势力 第236章 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冬域 今日注定是一个让世人 都难以忘记的日子 但凡昨日大战中 有加入太初圣帝一方的超凡级势力 都在一日 直接被青云圣宗横扫 这些被清算的超凡势力 没有例外 要么选择臣服 要么直接被覆灭 如此雷霆手段 让无数人为之心惊 与此同时 太初圣帝 哄 远处的天际尽头 虚空突然崩开 一艘艘如宫殿般庞大的战舰出现 每一艘战舰都缭绕着绚丽神光 可怕的气息席卷而来 仿佛一头太古凶兽出动 在战舰之上 各自树立着一道飞扬的旗帜 尚书青云二字 来了 青云圣宗 终究是来了 在太初圣帝中 无数人望着虚空中的战舰 都不由得脸色一变 此刻在战舰之首处 有着一道挺拔的身影矗立 周身缭绕着可怕的混沌气息 眸光冷冽如电 正俯喀而来 散发一股极为可怕的压迫感 强如太初圣帝各大长老 在感到这股气息时 也是内心一阵心悸 燕北 到了 太初圣帝中 一位紫袍青年 神色震撼地望着虚空 他便是圣帝盗子 张楚云 早在火凤谷的天交宴会上 他看上了燕北的妻子启梦 最后还因为此事 与其大战数百回合 可如今时过境迁 别说与其大战数回合 甚至连一道眼神 他恐怕都扛不住 他的修为 早已被其圆圆甩在身后 以前的他 还能勉强与其分庭抗礼 如今却连其背影不遥望不见 道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位圣帝 只是此刻脸色苍白地 看着张楚云问道 在昨日一战中 叶天云与圣帝各大长老 全部陨落 如今的太初圣帝身份 最为尊贵的便是道子 所以 张楚云也成了此刻的最高画世人 如果是常人 此刻面对现在这种场面 定然早已经被吓破了胆 但身为圣帝道子 张楚云自然是有着一定的胆破 还保持着冷静 如今的青云圣宗 根本无法立敌 我们投降吧 张楚云紧紧攥着袖中的双拳 神色艰难地说道 当投降两个字说出后 在场所有人都瞬间沉默了下来 有人露出一份甜音的神色 但下一秒 仿佛又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只是张了张嘴 便又好像瞬间被抽干了所有精神 低下头无力的叹息一声 众人心里都清楚 投降乃是如今最好的选择 昨日一战 太初圣帝的高端战力几乎全军覆没 现在的圣帝之中 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根本不可能抵挡住青云圣宗的攻击 所以思量再三 张楚云还是决定选择投降 虽然投降是一种丢失尊严的做法 但这样总比白白送死后 至少有机会活命 这时 一位圣帝只是面色苍白地望着虚空浩浩荡荡的阵容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可是 他们会接受我们投降吗 青云圣宗如此来势汹汹 完全就不是一副想让你活命的样子 众人望着虚空中的战剑 也是内心沉入谷底 张楚云此时站了出来 神色无力地说道 我们好歹是一座圣帝 相信他不会做得这么绝 太初圣帝 好歹是一座圣帝 如果选择投降 可比直接覆灭要获得的好处多得多 那谁去投降 一道突兀的声音传出 让场中的气氛再度陷入了冰点 在修炼界中 投降无疑是一种丢失尊严的做法 不论谁去宣布投降 必定会被羞辱 到时候将会被所有人都瞧不起 认为此人是一个懦夫 毕竟修炼界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只有站着赴死的壮士 没有跪着活的奴隶 现在出去宣布投降的人 必定会被载入史册 一臭万年 在场所有人都不想去当这个 被钉在耻辱著上面的人 张楚云眉头紧皱 正在考虑派遣谁去才好 可突然 他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抬头看去 发现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自己 这时 一位年迈的圣帝元老站出来说道 道子 这件事 恐怕也只有拜托你了 如今的张楚云 身为太初圣帝的最高化石人 此时自然当由他来做 毕竟 如果随便派出去 一个只是去投降 清云圣宗的人 定然不会同意 张楚云此刻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让他出去投降 简直比要直接杀了他 还要难受 就在他准备拒绝之时 那位年迈的长老再度说道 道子 如今也只有你才能挽救圣帝 如果你能救圣帝于水火之中 我相信 圣皇他在九泉之下 也得以瞑目了 听到这话 张楚云张了张嘴 想说的话 最终化为一声无力的叹息 他的师尊 乃是上代太初圣皇 圣皇一生都对张楚云极好 两人形同父子一般 而太初圣帝乃是圣皇的心血 张楚云也不想让其 就这么毁于一旦 可接受了这个要求 就等同于 他将会被永久地 定在历史的耻辱株上面 后世之人皆会认为 他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张楚云思量了许久 最终嘴唇有些颤抖地说道 好 我去 为了师尊 为了太初圣帝 他最终还是决定前往 如果此次大难不死 太初圣帝将会永远铭记 你今日所做的一切 长老伸手重重地拍了拍张楚云的肩膀 与众心肠地说道 其余人也是一脸感激地看着张楚云 现在太初圣帝所有人的身家性命 全部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看着众人期盼的目光 张楚云的眼神也变得坚定了一些 这次没有犹豫 他硬着头皮 朝着上空飞去 准备在圣帝大阵毁掉之前 让青云圣宗的人停手 第237章 你也配于本作论道 燕北此刻站在战舰之上 正准备出手 将太初圣帝的大阵摧毁之时 一道声音便从太初圣帝中传出 且慢 我太初圣帝愿意向青云圣宗 无条件投降 伴随着声音 张楚云的身影从太初圣帝飞出 落到了战舰前方不远处 张楚云感受中 燕北手中所蕴含的恐怖气息 连忙举起双手再次说道 别动手 我太初圣帝愿意向青云圣宗投降 投降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全部汇聚在了 双手举高的张楚云身上 神色不由的有些怪异 张楚云身为太初圣帝道子 平日里性格极为高傲 向来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没想到此时 居然能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投降二字 燕北同样目光有些微微诧异地 看了一眼张楚云 他对张楚云自然不会陌生 此人曾经想要追求启梦 自己还在火凤谷 与其发生了一场大战 想到这些往事 燕北的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淡淡地说道 太初圣帝现在投降 是不是有些晚了 他这么大张旗鼓地前来 怎么可能区区一句投降 便放过太初圣帝 张楚云此时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继续艰难地说道 还请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太初圣帝从今以后 愿意向青云圣宗臣服 这段话几乎是张楚云 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 如果不是为了师尊 以及从小生活的太初圣帝 他是宁死 也不愿如此卑躬屈膝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放你们一条生路 闻言 燕北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他的声音如滚滚雷霆 让无数人为之胆寒 下一秒 突然 燕北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死死地盯着张楚云说道 你让我现在放你们一条生路 那如果战败的是我青云圣宗 叶天云岂会放过我们 这一刻 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 无数人纷纷漠然 燕北说的乃是实话 如果这场大战是青云圣宗战败 按照太初圣帝以往的铁血手段 恐怕根本不会给青云圣宗 留下一丝活路 看到如此情形 张楚云的内心顿时沉入谷底 他很清楚 今日恐怕对方 根本不准备放过太初圣帝了 不过 一想到师尊 以及太初圣帝的亲人们 张楚云还是硬着头皮 拱手说道 何必要赶尽杀绝 一座圣帝臣服 必然比毁灭获得的好处更多 太初圣帝位于东域西方 在此地盘踞数千年之久 手中掌握的资源数不胜数 如果将其直接毁灭 必定会损失很多重要的东西 所以 此刻张楚云便挑明了这一点 想要让燕北心中有些顾虑 毕竟达到了圣帝之主 这个层次的存在 其实 恩恩怨怨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 更为重要的 其实是修炼资源 如果太初圣帝真的选择臣服 那么必然能够给青云圣宗 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不过张楚云明显预料错了 换做是旁人 恐怕还真的会因为一些修炼资源 而选择暂时饶过太初圣帝 但他现在对面站着的人可是燕北 如果用修炼资源 便想要打动他 那也太小看了燕北了 看着燕北没有答话 张楚云此时手掌微微发汗 虽然他有些把握 对方应该会同意放过太初圣帝 但张楚云还是有些紧张地问道 道友 意下如何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整个西方的灵脉 我们全数奉上 甚至 可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一声冷哼打断 燕北此时眸光一冷 神色冷冽地看向了张楚云 可怕地压迫感令的对方心中一惊 冷哼一声 道友 你也配于本作论道 哄 几乎是一瞬间 燕北直接出手了 抬手便是一直点出 一根通天手指 直接从虚空中冲出 缭绕着无穷大道法则 震动天地 向着张楚云镇压而去 这一刻 整片天地仿佛都凝固住了 张楚云的修为 虽然也已经达到了超凡境 不过现在的他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镇压 让他使出浑身解数 也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根如同天柱一般的手指 朝着自己镇压而下 哄 煞世间 一抹七雁的蟹花炸开 张楚云整个身躯 都直接被一指点碎 哪怕他是传说中的天生圣人 拥有无比强悍的体魄 也根本无用 整个人连惨叫都未能发出 便直接炸开 无穷的血光迸发 如同烟花一般璀璨 照耀了整个虚空 道子 太出圣地中的所有人 见到这一幕 目自尽烈地嘶吼道 还不等众人为之震撼 突然 轰隆隆 这一刻 天地突然暗了下来 上空无数雷蛇涌动 好像上苍发怒一般 种种异象开始显现 血雨纷飞 仿佛天地也在哀伤 天生圣人陨落 仿佛唤醒了某种天道意志 燕北站在虚空覆手而立 抬头看向九天苍穹 眸光平淡如水 看着上空不断涌动的雷霆 他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张楚云不愧为天生圣人 将其斩杀后居然 还会出现这等恐怖异象 第237章 你也配与本作论道 燕北此刻站在战舰之上 正准备出手 将太初圣地的大阵摧毁之时 一道声音便从太初圣地中传出 且慢 我太初圣地愿意向清云圣宗 无条件投降 伴随着声音 张楚云的身影 从太初圣地飞出 落到了战舰前方不远处 张楚云感受中 燕北手中所蕴含的恐怖气息 连忙举起双手再次说道 别动手 我太初圣地愿意向清云圣宗投降 投降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全部汇聚在了 双手举高的张楚云身上 神色不由的有些怪异 张楚云身为太初圣地道子 平日里性格极为高傲 向来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没想到此时居然能够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投降二字 燕北同样目光有些微微诧异地 看了一眼张楚云 他对张楚云自然不会陌生 此人曾经想要追求启梦 与其发生了一场大战 想到这些往事 燕北的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淡淡地说道 太初圣地现在投降 是不是有些晚了 他这么大张旗鼓的前来 怎么可能区区一句投降 便放过太初圣地 张楚云此时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继续艰难地说道 还请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太初圣地从今以后 愿意向清云圣宗臣服 这段话 几乎是张楚云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 如果不是为了师尊 以及从小生活的太初圣地 他是宁死也不愿如此卑躬屈膝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放你们一条生路 闻言 燕北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他的声音如滚滚雷霆 让无数人为之胆寒 下一秒 突然 燕北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死死地盯着张楚云说道 你让我现在放你们一条生路 那如果战败的是我清云圣宗 夜天云岂会放过我们 这一刻 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 无数人纷纷漠然 燕北说的乃是实话 如果这场大战是清云圣宗战败 按照太初圣地以往的铁血手段 恐怕根本不会给清云圣宗 留下一丝活路 看到如此情形 张楚云的内心顿时沉入谷底 他很清楚 今日恐怕对方根本不准备 放过太初圣地了 不过 一想到师尊 以及太初圣地的亲人们 张楚云还是硬着头皮 拱手说道 何必要赶尽杀绝 一座圣地臣服 必然比毁灭获得的好处更多 太初圣地位于东域西方 在此地盘踞数千年之久 手中掌握的资源数不胜数 如果将其直接毁灭 必定会损失很多重要的东西 所以 此刻张楚云便挑明了这一点 想要让燕北心中有些顾虑 毕竟达到了圣地之主 这个层次的存在 其实恩恩怨怨 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 更为重要的 其实是修炼资源 如果太初圣地真的选择臣服 那么必然能够给清云圣宗 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不过张楚云明显预料错了 换做是旁人 恐怕还真的会因为一些修炼资源 而选择暂时饶过太初圣地 但他现在对面站着的人可是燕北 如果用修炼资源 便想要打动他 那也太小看了燕北了 看着燕北没有答话 张楚云此时手掌微微发汗 虽然他有些把握 对方应该会同意放过太初圣地 但张楚云还是有些紧张地问道 道友 意下如何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整个西方的灵脉 我们全数奉上 甚至 可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一声冷哼打断 燕北此时眸光一冷 神色冷冽地看向了张楚云 可怕地压迫感令的对方心中一惊 冷哼一声 道友 你也配于本作论道 哄 几乎是一瞬间 燕北直接出手了 抬手便是一直点出 一根通天手指 直接从虚空中冲出 缭绕着无穷大道法则 震动天地 向着张楚云镇压而去 这一刻 整片天地仿佛都凝固住了 张楚云的修为 虽然也已经达到了超凡境 不过现在的他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镇压 让他使出浑身解数 也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根 如同天柱一般的手指 朝着自己镇压而下 哄 煞世间 一抹气焰的蟹花炸开 张楚云整个身躯 都直接被一指点碎 哪怕他是传说中的天生圣人 拥有无比强悍的体魄 也根本无用 整个人连惨叫都未能发出 便直接炸开 无穷的血光迸发 如同烟花一般璀璨 照耀了整个虚空 稻子 太初圣地中的所有人 见到这一幕 目自尽烈地嘶吼道 还不等众人为之震撼 突然 轰隆隆 这一刻 天地突然暗了下来 上空无数雷蛇涌动 好像上苍发怒一般 种种异象开始显现 血雨纷飞 仿佛天地也在哀伤 天生圣人陨落 仿佛唤醒了某种天道意志 燕北站在虚空覆手而立 抬头看向九天苍穹 眸光平淡如水 看着上空不断涌动的雷霆 他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张楚云不愧为天生圣人 将其斩杀后 居然还会出现这等恐怖异象 第238章 冬域 世界之灵 此时 上方的雷霆不断涌动 仿佛将要随时落下一般 让无数人为之惊惧 燕北此时内心也是有些诧异 他不过只是斩杀了一位天生圣人而已 居然能够引出如此巨大的异象 要知道 哪怕是夜天云陨落之时 也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天生圣人 难道 燕北脑海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很惊人的想法 红武大陆一共分为五玉 其实这五玉并非是五处大陆 而是五方世界 东玉其实也是一方世界 并且其等级比 天青世界要高出不少 既然是一方世界 那么在东玉之中 也是有着类似于小青一般的世界之灵 他刚刚想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可能 张楚云陨落后 之所以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异象 那他极有可能 便是东玉世界之灵所选中的气韵之子 气韵之子 秉承一方世界的气韵 难怪张楚云能够在二十余岁 便能够达到超凡境 想必与他所获得的机缘脱不了干系 不过 就算他是气韵之子又如何 还不是依旧被自己斩杀 此时 上方的雷霆不断涌动 仿佛随时都要落下一般 场面骇人无比 不过 一句天生圣人罢了 我抬手便可斩他千万次 如果你要为此降下雷劫 那就来吧 燕北此刻目光一宁 抬头大吼一声 身上的气息瞬间全部绽放 恐怖的混沌气息将整片天雨都完全遮蔽 让无数人为之惊惧 所有人惊骇地看着燕北 他这一举动 无疑是在与天道正面硬汉 这种做法 极有可能被天道直接抹杀 果然 这话一出 天地震怒 劫云中爆发出一个无比惊人的波动 仿佛要压垮诸天万古 感受着劫云中传来的恐怖波动 饶食燕北也是眉头一条 他意识到 自己今天好像完大了 惹怒世界之灵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今天恐怕有些麻烦了 燕北神色警惕 已经随时召唤未来身前来 毕竟能够对抗一个世界的存在 目前也只有未来身能够做到 不过好在那股波动 仅仅持续了一瞬 就伴随着一道若有若无的悠然叹息声 那股波动便又逐渐消散了 不过就在劫云即将消散之际 一道白光在燕北眼前一闪而过 燕北整个人 整个人宛如化为泥塑一般 呆愣在原地 而他的意识 却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地方 放眼看去 燕北此刻身处于一座农家小院旁 一旁有着如同银河般的瀑布正在奔流 此地鸟与花香 四周都种着细长的绿柳 仿佛一片室外净土 并且燕北还发现 在这座农家小院旁的一片土地里 居然有不少如同精灵一般的东西 在到处田里到处乱窜 定睛一看 差点没让燕北眼珠子瞪出来 如果他没有感知错的话 那些如同精灵一般的东西 居然全部都是圣药 甚至其中有一株药王级别的通天藤 正在往神藤的方向进化 如果一旦完成 那边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不死药 看到这里 饶式燕北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一道苍老的声音从他的背后响起 我观小有头顶紫微凝聚 周身又有龙气盘绕 如你这等逆天人节 怕不是我这冬遇之人吧 燕北豁然转身 只见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 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看着他 老者的气息极为神秘 宛如深邃的星空 根本无法探查 不过燕北差不多已经猜到了 这老者的真实身份 老者极有可能便是冬遇的世界之灵 而看着世界之灵的模样 恐怕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 毕竟小青存活了数万年 也还是一副志同的模样 这等老牌的世界之力 想要对他出手 恐怕他没有一点招架之力 而且自己刚刚斩杀了气韵之子 这世界之灵 就宛如一颗定时炸弹一般 随时都会要了他的性命 想到这里 燕北的掌心微微发汗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对方还没有展露杀意 他甚至已经开始召唤未来生了 大可不必紧张 如果我想要你死 你纵然有着百般神通 也早已经化为了一杯黄土 老者淡淡一笑 端着一壶热茶 便走到小院边的一把藤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听闻此言 燕北紧绷的神情也逐渐放松 老者说的没错 如果对方想要杀了自己 恐怕他连召唤未来生的时间都没有 看着老者悠闲的邪倚在椅子上 这日子也是如此田径吧 这时 老者手指轻点 白光一闪 一把椅子与一张茶案 立马出现在了场中 坐吧 燕北也不拘谨 既然已经想清楚了 他也便不再紧张 直接便龙行虎步地走了上来 静止坐在了椅子上 多谢 就这样 两人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期间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一边品铭 一边欣赏着瀑布落下的美景 不知过了多久 眼看着燕北手中的杯子里面的茶水 也剩余不多了 燕北此时 仿佛也实在忍不下去了 便主动地开口说道 我斩杀了你精心培育的天生圣人 现在你还如此心平气和地与我饮茶 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气愤吗 话音一出 整个空间都仿佛凝固住了 就连那奔流而下的瀑布 此刻都被定格在了半空 一动不动 第240章 魔奴 燕北坐在藤椅上 双眼瞪大 整个人如同雕塑一般 一动不动 双眼充满了亥然之色 这一刻 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压 从老者身上爆发 在这股恐怖的力量下 周围的空间仿佛都瞬间凝固 一切事物都被冻结 燕北双眸不断转动 内心一片骇然 他想要打破这种禁锢 可他震惊地发现 此刻的他 连手指动弹一下都做不到 体内原本无比磅礴的力量 也无法调动分毫 尽数被镇压 甚至 无法调动灵力的他 连召唤未来身都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镇压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世界之灵的老者想要杀他 他连一丝反抗也做不到 想到这里 燕北的内心顿时沉入谷底 早知道就不招惹这老头了 没想到他实力居然如此惊天 老者此刻坐在椅子上 神色阴晴不定 天生圣人的确不是偶然 乃是他 花费了诸多精力 才培养出的一尊绝顶天才 其天赋 甚至有望达到八境天才的地步 乃是万古罕见的天骄 可现在 被他寄予厚望的张楚云 却被燕北给斩杀了 这让他的内心自然也有一些怒火 大劫将至 张楚云可是整个冬狱未来的希望 可这希望却在刚刚破灭了 冬狱作为红武大陆武道最为落后的大狱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再培育出一尊 如张楚云般的天才来 老者缓缓站起身来 虽说他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气息散发 但那古无形中所流露出的气势 却让燕北为之心惊 燕北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此刻他就如砧板上的鱼肉 老者只需心念一动 他立即便会在这令人窒息的力量中化为飞灰 也不知过了多久 燕北此刻的背后 已经完全被冷汗所禁湿 场中一片寂静 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存在 老者看着静止的瀑布 深邃的眸光轻轻一凝 随即缓缓重新坐回椅子上 发出一声叹息 哎 小友说得不错 你都说 可以抬手将他斩杀千万次 大劫将至 我又岂能放心 将冬狱交付于张楚云的手中 话音落下 那股镇压天地的气息 也随之消失不见 静止的瀑布 开始继续奔腾 田园里面的圣鸟 吓得连忙钻回地底 周围的鲜雾 也继续缓缓飘动 一切恢复如常 燕北此刻也重新恢复了行动 深呼出一口气 心脏疯狂跳动 虽说并未发生什么 但他刚刚完全是等同于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清楚地感受到了 老者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杀意 不过好在对方并未对他出手 燕北伸手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宁声说道 前辈所说的大劫 难道是天魔 刚刚老者所说的大劫 他隐隐猜测 跟天魔降临有关 上次在龙界之中 便曾听闻龙奥天提起过 清帝所化为的古镇即将失效 届时天魔便会降临 听到天魔二字 老者的身躯一阵 目光豁然朝着燕北看来 开口道 你怎么知道天魔的 难不成你见过魔族生灵 这一刻 一股可怕的压迫感从老者身上爆发 目光审视地看着燕北 天魔一族生性残暴 那些修为有成的天魔 更是残暴绝伦 动不动就毁灭一方世界 吞噬世界本源 强大己身 冬玉曾经在数万年前 也遭受过天魔入侵 其中更是有至尊级别的天魔降临 那一战 冬玉世界之灵 差点被那尊至尊级别的天魔炼化 不过好在 当时的清帝座下的金龙及时赶来 一找便将那尊至尊天魔灭杀当场 连同那些来犯天魔 也被其尽数斩杀 那一战 虽说所有天魔都被金龙斩杀 但时隔数百年 在一次偶然的巡视中 老者发现在冬玉的各处 居然都有一些修为 强大的魔头出现 为祸四方 老者起初也并未过多在意 以为只是一些魔修作乱而已 可没过多久 他便震惊地发现 冬玉之中 到处为非作歹的魔头 与普通魔修并不相同 他们虽然也有着人类的外表 但他们的肌肤之下 却隐藏着密密麻麻的魔纹 原来在上次天魔入侵之时 那尊至尊天魔 带着无数的魔器进入冬玉 他虽然最终被金龙斩杀 但这些魔器 却一直残留了下来 而这些魔头 则都是被魔器所侵染的人类 经过魔器长达数百年的感染 他们本体的意识 早已经被魔器中 所蕴含的邪恶意志所占领 他们没有 虽然也有着灵智 但却极端暴力 这种状态下的他们 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而是被魔性领导的奴隶 也称之为魔奴 这些魔奴 不仅如天魔一般 凶狠残暴 力量更是在魔纹的增幅下 强横无比 远超同境之人 至此 百年时间内 他们的修为都增长得无比迅速 修为有成后 便四处杀戮 一些城池纷纷惨遭屠戮 一时间 整个冬域在这些魔头的祸乱下 生灵涂炭 哀嚎遍野 老者在巡视世界的途中 发现了这些魔头的秘密 内心一惊 这些魔头修为强横 一般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其中甚至有成长 到了圣境的魔王 至此 老者连忙调动天地规则 出手震杀这些魔头 不过就算是他出手 也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 才将整个冬域的魔奴全部肃清 那些能够感染人类的魔器 他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才完全将其进化 而燕北刚刚居然说出了天魔 这不禁让老者怀疑其 见过魔族生灵 毕竟如今冬域的人 根本不知道天魔的存在 难道他也是魔奴 老者眉头紧皱 伸手一把将燕北的衣袖拉开 检查他体内是否有蕴藏魔纹 他怀疑 燕北之所以拥有如此超高的战力 极有可能是因为魔纹增幅的原因 第241章 亲帝选中的人 老者松开燕北的手臂 眉头紧皱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 他并未从燕北的身上 发现一丝一毫属于天魔族的痕迹 这让他的心稍微放松了不少 既然不是魔奴 那你又是在何处听说过天魔的 据我所知 黄与圣地可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老者宁神朝着燕北看去 目光充满了审视的意味 我并未见过天魔 这些都是我在一位前辈口中得知的 他告诉我 数百年后古阵崩塌 天魔大劫也会随之降临 燕北有些吃痛的揉了揉手臂 刚刚老者身上所产生的压迫力 无比恐怖 他的身躯简直都要被撕裂了一般 老者闻言沉默了下来 足足扮上才继续问道 你口中所说的前辈是何人 整个东狱 几乎没有人知道 古阵即将崩塌 天魔也会随之降临的事情 他不禁很好奇 燕北口中的前辈到底是谁 燕北沉吟一瞬 目光朝着身后的瀑布望去 神色敬仰地说道 前辈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 乃是清帝坐下的五爪金龙 清帝坐下的五爪金龙 闻言 老者浑身一震 目光死死地盯着燕北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难道 你就是前段时间 曾去过龙界的那人 老者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龙界乃是五爪金龙尸骸的栖息地 身为东狱世界之灵 自然也知道 这一地方的存在 甚至他也不止一次去过龙界 看望金龙的残魂 所以对于那里无比熟悉 并且为了警方天魔发现龙界的存在 他也分出了一缕世界本源 留在龙界之中 前段时间 经过他曾留存在龙界的 一缕本源反馈的消息中 得知了龙傲天苏醒 并且龙界之中来了一位青年 深得龙傲天的欢心 甚至太古石兄宝树中 最强横的真龙宝树 传授于此人 最终 在龙傲天准备传授青年真龙宝树之时 那里世界本源也做了一次顺水人情 先一步将真龙宝树交给了青年 当初得到这些反馈的老者 内心无比震撼 这些消息 要不是从那里世界本源中得来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 毕竟 龙傲天是何等一天存在 岂会为了一位青年苏醒 更别说还要将他龙族的终极奥义 真龙宝树传授于一位人类 收到这些消息后 老者曾亲自动身前往龙界一探究竟 可惜当他到达后 整个龙界之中 除了那具浩瀚无边的龙诗之外 再无一物 就连龙傲天的残魂也陷入沉睡 任凭他百般呼喊也未曾复苏 老者也尝试过推演天机 想要找出那位传承真龙宝树的人 到底是谁 毕竟此人的存在关乎重大 当年龙傲天复苏之时 曾告诉过他 他是受亲帝之命 专程在龙界之中等待一人的到来 至此 老者也隐隐猜到了 这位获得真龙宝树的青年 极有可能便是亲帝预言之中的那人 也是让龙傲天 再次苦苦等待了上万年的人 既然亲帝如此看重此人 不惜让龙傲天在这里专程等待 那么说明 这位去往龙界的青年 便是亲帝所选中 未来能够对抗天魔的人选 可当老者尝试推演天机 想要找出此人是谁之时 却发现天机一片模糊 宛如被一片混沌笼罩 根本无法探寻其任何踪迹 所以 当燕北说出他曾去往过龙界之时 老者的表现才会显得如此震惊 如果燕北没有说谎 那么他便是亲帝所选中的那位 既然你去过龙界 那么定然得到了真龙宝树 老者看着燕北 随即眯着双眼凝声说道 小友若是方便 不妨给老夫露两手瞧瞧 也好证明你的身份 虽然他已经猜到了 燕北级有可能是当时 出现在龙界的那位青年 但当年天魔入侵之时 曾有不少修为通天的天魔 伪装成冬玉生灵接近他 从而吞噬他的世界本源 这也养成了世界之灵谨慎的性格 毕竟当年他差一点 就被那位至尊级别的天魔给吞噬了 所以他不敢轻信于任何人 所以他想要让燕北施展一番真龙宝树 对于此数 他也有所了解 只要一出手 他便能判定燕北的真实身份 燕北看了看老者 也知道对方存在着什么顾虑 老者是怕他乃是天魔幻化而成的 所以必须要让他施展真龙宝树 以证明身份 燕北想明白后便没有丝毫犹豫 只见他大喝一声 抬手便是一拳轰出 真龙拳 好 恐怖的龙吼之声涌现 一道浩荡的拳印冲出 伴随着一头模样神武的金色巨龙 仿佛灭世一般 所过之处 虚空进阶暴碎 摧毁一切 巨大的金龙 直接一股脑地朝着老者轰去 场面骇然无比 这一击 哪怕是刚刚步入一重天的圣王级别强者 也只能选择暂避锋芒 可老者看着迎面来的金色巨龙 不仅没有丝毫的慌乱 甚至浑浊的双眼 瞬间爆发出了一团金光 是了 是了 真龙宝树没错 老者有些激动地说道 当见到这条金色巨龙的瞬间 他便能认出了真伪 燕北施展的 乃是无缺的真龙宝树 甚至其中带有龙傲天的虚影 第242章 让我成为气韵之子 恐怖的真龙虚影洞穿一切 整片虚空在这种压迫之下 瞬间爆碎 露出一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场面骇人至极 燕北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右拳 经过一番苦修 如今他的权力一击 已经足以媲美圣王级强者 如果夜天云复活 哪怕是没有李道然的帮助 现在的他 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好 恐怖的龙音之声响彻云霄 遮天蔽日的真龙虚影 一股脑地全部朝着老者冲去 志强的力量仿佛要撕碎一切 燕北此时微微抬头 瞬间发现了不对劲 他脸色猛地一变 开口抱和道 不好 快躲开 他为了艳明 自己不是天魔化身 所以这一拳也是 没有丝毫留守 而老者见到这完整的真龙宝树之时 却也光顾着激动了 便没有做出任何防御的姿态 如今这一拳蕴含着圣王之力 就算老者的本体 乃是世界之灵修为通天 但按照燕北估计 哪怕是世界之灵恐怕也会很不好受 虽然燕北并不担心老者的死活 知道自己这一拳定然灭杀不了老者 但让他心中有些不安的是 他怕万一这一拳不小心将这老头打伤了 对方恼羞成怒发飙 可就完大发了 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 让燕北感觉自己刚刚明显是想多了 哄 就在巨龙即将轰在老者身上之时 老者收敛起了笑意 目光看向朝着自己冲来的巨龙 只见他微微抬手 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瞬间从他身上爆发 煞时间 在老者周身所环绕的恐怖气势之下 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仿佛都被凝固住了 哪怕是拥有圣王级力量的巨龙 此刻也停止了奔腾 宛如一尊神圣雕塑般 在空中一动不动 半圣镜便能使用出 能体敌圣王之力的天骄 亲帝大人的眼光 果然非我能及的 老者身手轻抚身前的神圣巨龙 目光有着惊叹 有着震撼 随即又轻声地说道 散 当他话语一出 能够比肩圣王之力的巨龙 开始不断消融 最终化为了最为浓郁的灵气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这一幕看得烟北目瞪口呆 他此刻才知晓 自己还是低估了世界之灵的力量 这一拳居然如此 就被轻易化解了 老者所拥有的力量 至少也要达到大圣级别 这无缺的真龙宝朔 能够证明 我不是天魔化身了吧 烟北此时开口说道 这老东西 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天魔 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 他也迫不得已 才展露出了真龙宝朔 老者文言微微一正 脸上浮现一抹和蔼的笑容 这是自然 小友乃是亲弟大人所选中之人 都怪老朽眼拙 大水冲了龙王庙 还请小友不要跟我计较才好 听到这话 烟北嘴角一抽 还不要跟你计较 我倒是想计较 但也要有实力才行啊 刚刚他的权力一击 都被老者如此轻易地化解 他哪里还敢跟对方计较什么 他现在只想从这诡异的空间 我不是天魔化身 那前辈为何还不让我出去 烟北贪了贪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近来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 外面将太出圣的拿下了没有 真是让他心急如焚 出去 老者若有所思地盯着烟北 笑了笑道 小友斩杀了 我借的气韵之子 难道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 如今大劫将至 东宇没了气韵之子的带领与守护 在大劫之中 极有可能被天魔吞没 所以 此刻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老者的脑海中涌现而出 听闻此言 烟北的脸色顿时一沉 前辈的意思是 如非必要 他真的实在不想动用未来身 因为一旦动用了未来身 极有可能会是青天古阵提前崩溃 毕竟 未来所蕴含的力量 是此界无法承受的 如果青天古阵崩溃 导致天魔提前降临 那么红武大陆 恐怕就真的危在旦夕了 所以 能不动用未来身 他就绝不会使用 但如果这老头 真的准备将他困在这里一辈子的话 那么他也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打不了于死网破罢了 大劫将至 我借 没有了弃运之子的守护 在大势中将举步为奸 老者此刻目光紧紧地盯着烟北 顿了顿 再度缓缓开口道 所以 被老者的目光紧紧盯着 让烟北顿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就好像 自己已经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一般 所以什么 还请前辈明示 烟北沉生说道 心中顿感不妙 看来今日要大出血了 自己斩杀了张楚云后 便知道 这老头 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恐怕今日 没有万八千的事 走不出这诡异的世界了 罢了 罢了 大不要忍痛割爱 拿出一本千道所得的神迹吧 也算是对杀了张楚云的赔偿吧 老者此时自然不知道 烟北脑袋中在想些什么 只见他淡然一笑 缓缓开口道 张楚云既然是被小友所杀 也许便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所以便请小友接过他手中的担子 成为东玉新一代气韵之子 新一代气韵之子 烟北有些愕然地看着老者 有些茫然 他本来以为自己斩杀了张楚云后 老者必然不会如此轻易放过他 至少也会从他手中要一些赔偿 他都准备大出血 咬牙给出一本神迹之石 却没想到事情来了一个大反转 东玉世界之灵 竟想要让自己成为气韵之子 第243章 世界之子 让我成为东玉的气韵之子 烟北有些惊讶地看着世界之灵说道 没错 本作正是想要让你成为 我东玉的气韵之子 老者轻腐胡须 笑着说道 距离大劫来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根本没有时间 让他再培育出一位 类似于张楚云一般的天骄出来 所以 世界之灵的目光便盯上了烟北 烟北乃是亲帝所选中的人 将来必定君临天下 前途无量 如果能够将东玉托付于烟北的手中 这也能让他心里再无担忧了 毕竟 普天之下 他还真没有见到过 如烟北这般绝世人物 不过半圣境便能施展出圣王之力的存在 前辈 你是认真的 烟北还是有些不敢想象地问道 气运之子乃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整个世界都会以你为中心 无数的好运也会接踵而至 他本以为斩杀张楚云后 老者是不打算放过他了 可没想到 对方居然让他成为东玉的气运之子 真有这么好的事情 当然是真的 本作不仅想让你成为我东玉的气运之子 更想让你成为戒子 只是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老者沉吟一声 随即笑着说道 闻言 烟北浑身一震 戒子 戒子 也被俗称为世界之子 虽然名字与气运之子相差不多 但其中的含义与好处 可是天差地别 如果说气运之子 已经算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拥有无数好运以及机缘 那么戒子便是真正上天的宠儿 因为戒子所运有的气运之了 是气运之子 根本无法比拟的 就好比气运之子 今天运气 好在路边捡到了一本天阶功法 那么同样的地方 如果是戒子到来 极有可能获得一本神级功法 并且 戒子不仅气运逆天 手段也是异常恐怖 烟北作为天青世界的主宰 整个世界都可谓是掌握在他的手中 身处 在其中的生灵的性命 也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而戒子也拥有类似于主宰一般的手段 虽不能一念执掌生死 但被戒子所记恨上的人 将会霉运连连 仿佛与世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最终在无数的恶运之下 生死到消 当然 气运之子 还有一处与世界之子不同的地方 气运之子 身为世界的守护者 需要以保护世界为己任 不过 当世界遭遇到无法抵御的外敌之时 气运之子也是可以离开 逃遁到其他世界的 但世界之子却不同 他的命魂 已经跟世界进行绑定 他的生命跟世界所关联 他不能像气运之子一般 打不过 还能逃走到其他世界 因为 如果他所关联的世界毁灭 世界之子也会随之消亡 就算躲到天涯海角 也根本无法逃避 燕北体内的天青世界也是如此 天青世界早已与燕北进行了绑定 如果天青世界被天魔入侵 最终导致毁灭 那么燕北也同样会在一瞬间灭亡 所以 成为世界之子 乃是一个极为慎重的问题 老者看着燕北站在原地久久不语 心中也难免犯起了嘀咕 难道这小子不同意 不行 燕北的潜力 他是见识到的 假以时日 必定俯瞰万族 极有可能正道 成为一尊无敌羽内的大帝 如果冬玉能够留下他 那么必定前途无量 甚至有机会超过他的几个老对头 燕北心中沉思了许久 心意横 妈的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天青世界 再多一个冬玉也无妨 一方世界带给他的好处 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他不能拒绝 再说 冬玉乃是他的故土 这里有着无数的记忆 如果未来冬玉遭到天魔入侵之时 想必他恐怕 也不会袖手旁观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大礼 大不了等他实力强大后 将冬玉也像天青世界这般收入体内 这样也好守护这一方人间净土 可还不等燕北开口答应下来 老者却有些坐不住了 他以为燕北犹豫这么久 是想要拒绝他 所以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如果你不愿成为世界之子的话 我可以破例 让你成为冬玉的主宰 正准备说话的燕北 听到世界之灵的这番话后 立刻瞪大了双眼 吞咽了一口口水 有些结巴地说道 主 主宰 第244章 抉择 你没有听错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成为冬玉的主宰 老者此刻 神色颇为有些凝重地 点了点头说道 为了能够留下燕北 他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就连主宰之位都愿意让出 由此可见 他对于燕北 到底如何看重 前辈 你认真的吗 此刻燕北都有些不敢相信了 他本来以为 能够成为世界之子 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 对方现在连主宰之位都让出来了 自然是认真的 不过 你现在实力低微 如果贸然成为冬玉的主宰 恐怕瞬间 便会被无穷的能量 瞬间抹杀 老者轻抚胡须 但笑着说道 如果你愿意 现在可先让你成为戒子 等你的修为达到圣王境后 我便会让你成为冬玉的主宰 能够被亲弟看重 对于燕北这个人 他自然也是极为放心的 所以 让燕北成为冬玉的主宰 也未免不可 只不过 冬玉乃是一方大世界 所承载的能量 根本不是天青世界 所能比拟的 如今的燕北 不过半圣境界 如果直接成为冬玉主宰 其中所蕴含的规则之力 以及浩瀚的能量 便能将他瞬间称爆 想要成为冬玉的主宰 至少也要达到圣王境才可以 燕北文言点头 老者所说的话属实 如果他现在贸然成为冬玉主宰 恐怕他的气海 根本无法承受那庞大的能量冲击 小友 如果这些要求你同意的话 我现在便可让你成为戒子 至于主宰之位本作 可现在立下天道誓言 待你实力强大后 成为冬玉主宰 老者走到瀑布下方 神色无比郑重 随即顿了顿 转头看向燕北继续道 当然 你也可选择不同意 毕竟大劫将至 天魔入侵无人可以幸免 冬玉必将遭受强大冲击 不论是成为戒子或者主宰 都将站在最前方的沙场 为冬玉浴血奋战 你是亲弟大人所选中的人 就算你不同意 我依旧会让你出去 绝不为难 老者的声音落下 燕北的神色同样无比凝重 他知道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 几乎关系到了他的一生 一旦答应了下来 那么他肩上的担子 就会变得无比沉重 这关乎了一个世界生灵 不过燕北仅仅思索了一瞬 他的目光便又变得无比坚定 冬玉本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哪怕不成为什么戒子主宰 往后天魔降临之时 我也当毅力世界的尽头 杀尽所有侵入者 哄 这一刻 无数的恐怖杀意 弥漫整片空间 燕北肩上的发丝 也在空中乱舞 宛如一尊行走在世间的少年大地 就连老者此刻 也仿佛被燕北的话触动心神 就好像此刻的他便 已经从燕北的身上 看到了他站在星空浴血杀敌的场景 当老者回过神来后 也是不由得仰天长笑 感慨地说道 好小子 不愧是清帝大人选中的人 有你这番话 我也就彻底放心了 这一刻 他也彻彻底底地放心 将冬玉交给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只见老者大手一挥 一道白光便从他体内迸发 瞬间落在了燕北的眉心处 现在 便让我为你送上一份机缘 煞世间 天地间猛然爆发出一阵恐怖的轰鸣之声 无数的灵气开始暴动 疯狂地朝燕北体内汇聚而去 老者将自己体内的本源 愤出了一小部分到燕北体内 以此本源为联系 让燕北成为世界之子 虽说不过只是老者的一小部分本源 但其中所蕴含的能量 以及大道规则 无法想象的恐怖 燕北此刻的脸上 呈现一抹痛苦之色 他感觉到了一股浩瀚磅礴的能量 在他的体内乱窜 身体就好像要炸开一样 哄 一道混沌虚影 从燕北身后浮现 大口张开惊吞海稀般的 疯狂吞噬天地能量 竟然是传说中的混沌天体 老者看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露出大惊之色 眼中涌现难以掩饰的震撼 混沌天体 这种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体质 居然真的存在 哪怕它是世界之灵活了 不知多少岁月 也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一神话体质 而今没想到 燕北就是混沌天体 有着天眼内脸法的存在 世间的一切都无法窥破燕北的真身 如果不是这浩瀚磅礴的世界本源能量 恐怕它一辈子 也将无法知晓 燕北所拥有的体质 难怪如此逆天 原来竟是这样 老者深吸一口凉气 终于明白了 燕北为何如此强大 不过半圣镜便能发挥出圣王之力 这万古无双的混沌天体 果然名不虚传 第245章 突破 半圣九重巅峰 虚空中 燕北盘歇而坐 自从融合了冬域的部分世界本源 吞噬了无数天地能量后 它的气息也便开始疯狂攀升 半圣七重 半圣七重巅峰 仅仅一瞬 在一道轰鸣声中 燕北的修为 瞬间突破到了半圣八重境界 并且 它身上那股疯狂攀升的气息 还未停止 随着时间的流逝 燕北身上的气息 愈发地恐怖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盘坐在虚空中的燕北 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眸 它的双眸如光似电 一道神光从眼中爆发而出 直接便将虚空洞穿一片 哄 它不过微微动身 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气息 顿时席卷天地 煞时间 地动山摇 那些本在药田中玩耍的圣药 吓得连忙钻回了地底 瀑布的山峰也在不断摇晃 仿佛随时都要崩裂一般 臭小子 你是要将老夫的小院捣毁不成 还不收敛气息 就在此时 世界之灵的声音传来 让燕北瞬间恢复了清明 它连忙收敛起了气息 当它将浑身气息完全内敛之后 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 燕北此时看着自己的手掌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吸收了部分世界本源 以及天地能量后 它的修为竟然如同做火箭一般 直接冲到了半圣九重巅峰大圆满境界 如今的它 只差一步便能够超凡入圣 成为一尊顶天立地的圣者 恭喜 如今已经达到半圣巅峰的你 恐怕就算是一尊出入圣王的强者来此 恐怕也非你敌手了 老者此刻来到境前 同样一脸笑容地说道 半圣中期之时 燕北便能施展出圣王之力 如今修为达到半圣巅峰 所拥有的力量恐怖绝伦 怕是夜天云复活 也根本接不了它几招 燕北一脸振奋地看着自己手掌 随即拱手对着老者深深一败 多谢前辈赐福 到达半圣中期后 它的修为愈发得难以进步 每一个台阶都需要大量时间的沉淀 而如今得到了这部分世界本源 竟让它一连突破多个境界 更是从天地本源中 感悟到了无数秩序法则之力 这对于它未来成圣 打好了英识的基础 这其中的好处前所未有的巨大 老者轻抚胡须淡淡一笑 随即将燕北扶了起来 你从此刻起便是冬裕介子 同样是未来的主宰 你我之间不必太过客气 身为世界之灵 他的职责便是造福冬裕 而今遇到了燕北 这样一位盖世天骄 成为未来的冬裕主宰 他能够遇见冬裕未来的繁荣景象 如果真的鸭宝成功的话 说不定能够一举超越他的几个老对头 让整个冬裕重新焕发生机 燕北点了点头也没再客气 而是看着老者询问道 前辈说起来有些惭愧 我俩交谈了这么久 还不知您的名讳 他虽知道老者便是冬裕的世界之灵 但却一直没有机会知道对方的名讳 老者轻轻摇头 但笑道 无妨 我的名字叫做东荒 正好印证着我们冬裕的名字 燕北文言一证 东荒 冬裕的名字 世人皆知 我们所处的世界名为红武大陆 而你可知 红武大陆又分为几个部分 东荒对于燕北茫然并未感到半点意外 而是开始细心地为其讲解 红武大陆共分五欲 也就是五方世界 东欲 有名东荒 乃是数万年前对于此方世界的称呼 而被后世之人称为东欲 而在红武大陆上 除了东荒外 还有四方世界存在 分别是中洲 南蛮 北渊 西末 有着这四方世界 加上东欲的存在 才组成了红武大陆 半想后 燕北终于回过神来 东荒对他讲述了很多几方世界间的心秘 让他久久沉浸其中 两人期间又聊了很多 东荒是越看燕北越顺眼 喜欢得不得了 又过了几个时辰 燕北终于有些坐不住了 拱手说道 前辈 既然此件事了 我想 我也该回去了 也不知道太初圣地那边如何了 不知为何 当时进入太初圣地中的时候 他的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可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他也说不上来 东荒此刻也回过神来 笑着说道 罢了 我也该休息休息了 为这方世界挑选了 你这么一位守护者 我也终于可以放心了 随即 东荒伸手在虚空轻轻一滑 一到空间隧道便展露而开 这是回去的道路 去吧 燕北看着身后的空间隧道 随即对着 东荒再度一败 便静止走了进去 不过 在他即将踏入空间隧道之时 东荒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不由地提醒了一句 小子 此行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燕北脚步一顿 正准备询问之时 一道强力的进风便服来 将他瞬间送入了空间隧道 第246章 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进入空间隧道后 燕北意识便仿佛陷入了无尽的轮回 在他的耳畔中 不断响起一道道交集的声音 圣主 圣主 你怎么了 完了 圣主他老人家 不会刚刚摔傻了吧 这些声音开始还很模糊 不过随着空间隧道的深入 这些声音愈发的清晰 下一秒 燕北缓缓睁开双眸 朝四周看去 此刻 在他的周围布满了人影 他们神色焦急地看着自己 醒了 醒了 圣主他苏醒了 一名清云圣宗的长老 见到燕北睁开眼睛 顿时神色大喜 连忙朝着周围大吼道 下一秒 鼠道脚步声 连忙走了过来 燕北此刻也缓过神来 从地面站了起来 开口道 别大惊小怪的 我没事 圣主 刚刚您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站在虚空一动不动 最后还掉下来了 要不是您肉身强大 但是从千米高空掉下来的冲击力 恐怕就得变成一滩肉泥 当时可吓死我们了 大家伙还以为您出了什么事呢 见到燕北苏醒后 众人七嘴八舌地诉说着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不过 当燕北听完这些话后 不知为何 脸黑得如同锅底一般 站在虚空中一动不动 最后还掉了下来 还是从千米高空 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衣裳 果然满是泥土 还破了一个大洞 这让他忍不住地对着众人怒道 我从那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 为何没人将我接住 刚当他的意识 被世界之灵拉入了本源空间 肉身则无意识运转灵力 遇空飞行 这才从高空掉落下来 不过这群家伙也是 这么多人站在自己身旁 其中步伐有超凡镜 甚至半圣镜的长老存在 这些人完全可以赶在自己落地之前 将自己接住的 可偏偏这些家伙 都一副看戏的模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他脸着地 将大的都砸出了一个深坑时 才一个个大惊失色 屁颠屁颠地跑来 不得不说 这还真的亏他肉身强大 否则从这么高的地方坠落 没有半分灵力护体 恐怕就是四级镜的修饰 也得摔个半死 呃 圣主息怒 宁修为通天 当时我们还以为 宁是想到地面上去探查什么 没想到 没想到摔了个狗吃 一位半圣镜的长老 思索起刚刚的一幕 对着燕北说道 不过 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突然感受到了一道杀人的目光 这一刻 他也意思到自己说错话了 赶忙闭嘴 额头有冷汗低落 你说 本座摔了个什么 燕北目光一凝 死死地盯着长老问道 长老被燕北的目光下得一击灵 直接跪倒在地 圣主息怒 属下口无遮拦 还请圣主责罚 这名长老 名为王丰 乃是清云圣宗 从黄与圣地中抽调过来的 一位半圣镜长老 修为达到了半圣镜七重 在黄与圣地中 也算是老资格了 对于此人的口无遮拦 燕北也没打算计较 罢了 此次就免了 若有下次我定然不饶 身为一方圣主 自然要有这一定的威严 此次从高空坠落 摔了个狗吃屎 已经颜面扫地 自己转头问道 太出圣地战况如何了 王丰从地上爬起来后 连忙拱手回答道 回禀圣主 太出圣地基本已经被我们控制 只不过 王丰的话语一顿 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只不过还有一处地方 甚是诡异 我们无法攻下 甚至李镇长老前去 也被一股暗黑的能量轰退 还受了不轻的伤势 那些太出圣地的余孽 也都藏在了里面 哦 燕北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摸着下巴有些惊讶道 诡异的地方 李镇都无法将其拿下 要知道 此次来攻打太出圣地的人手中 不乏有半圣境 强者作证 而李镇更是前段时间 加入青云圣宗的一位散修 其实力强横无比 达到了半圣巅峰层次 竟然连他出手 都无法将其拿下 还被一股暗黑能量轰退 要知道 太出圣地没了太出圣皇 以及叶天云的存在 根本无人 可以抵挡这些半圣境强者才对 加上燕北攻破了他们的护宗大阵 太出圣地本该已经灭亡了 可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处地方 那是一根连接天地的巨大石柱 在其周围萦绕着无穷幽光 仿佛里面镇压 这一头绝世魔头 让我等不敢接近 当时圣主昏迷 我已经将消息禀报给了圣王大人 他此刻正在赶来的路上 王峰想起当时见到的场面 目光不由地闪过一丝金锯 脸色也同样无比凝重 而当燕北听到他这番话后 顿时神色一震 连接天地的巨大石柱 难道是 他突然想起 在从本源空间出来之时 东荒前辈曾给他说的一句话 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当时他正准备询问东荒时 却被对方送进了空间隧道 没想到 这么快这句话便应验了 天柱之下的鬼魂 难道里面镇压着一尊绝世凶物 燕北目光一宁 思索一番后 对着王峰说道 带路 本座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 吃美王俩在作祟 众人一听 神色顿时一震 眼中闪烁着激动之色 燕北圣主的实力 他们可是见识过的 独占圣王分身 最后还将其斩杀 在整个东域 除去圣王里道然外 燕北成为天下第二 丝毫不为过 甚至假以时日 以他的天赋 必将超越所有前人 举世无敌 第247章 一点小机缘 太出圣地 天柱山 圣主 就是这里了 太出圣地的余念 都藏在这座山里面 王峰指着前方的山峰 不禁心有余悸地说道 也不知此地是有何等阵法守护 李震长老 不过刚踏进一步 便被震退了出来 燕北此刻的目光 也注视着前方的山峰 目光略微有些震撼 此地云雾重重 不过他 依旧能够看到前方 有着一根冲入云霄的 晴天巨柱 矗立于山峰之上 就宛如天地间的支柱一般 让人无比震撼 这便是天柱吗 果然有些不同寻常 燕北来此后 并未贸然前行 他记得世界之灵 临行前 给他的忠告 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虽然他不知道 这句话里面的具体含义 但想必就是这天柱之下 有着不为人知的大恐怖 空间神眼 开 燕北伸手在眉心清点 顿时间 他的瞳孔深处 一抹金色的神光涌现 为了一探究竟 决定使用空间神眼 先查探一番 空间神眼 能看破一切虚妄 任何阵法 幻境都将对他无用 在空间神眼的扫视之下 燕北神色不禁震动 他知道李震长老 为何不过刚刚进入天柱山 便被一股暗黑能量 轰了出来了 燕北探出大手 一股飓风便从他掌中形成 一团飘散在天柱山周围的雾气 落在了他的手中 圣主 这是 王峰看到燕北 将一团云雾抓在手中 他知道 圣主自然不会无聊到 抓一团云玩玩 必然有其中的深意 其余人也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燕北注视着手中的一团云雾 目光便得有些凝重 这并非普通的云雾 而是一种煞气 经过空间神眼的扫视 他发现了这些云雾的不同 这些飘散在天地间的云雾 竟然都是一种 至恶至邪的煞气 煞气 所有人都是一脸猛圈 煞气不都是红色或者黑色的吗 为什么这团白色的云雾是煞气 虽然大家心中都有些好奇 但却没人敢质疑燕北的话 圣主 难道您的意思是 浙江漫山遍野包裹的云雾 全部都是煞气 王峰瞪大双眼 有些震惊地说道 其他人眼拙情有可原 而他身为一名半圣九重巅峰的强者 在燕北的点拨下 自然也看到了这些云雾之间的不同 没错 此地并无任何阵法存在 想必李镇也是被这煞气所伤 燕北淡淡地说道 随即当即下令 所有修为低于超凡境的弟子后退 切勿沾染上半点云雾 当弟子们撤离后 王峰看着天柱山 目光不由地有些惶恐地问道 圣主 这煞气的强度前所未见 此地必有大恐怖存在 我们现在怎么办 身为半圣后期的李镇长老 不过仅仅只是踏入了一只脚 进入天柱山 便被恐怖的煞气所伤 要知道 这还仅仅只是煞气 煞气之所以在此地长存 必然是有恐怖存在 而能够释放出如此煞气的存在 岂微能必然是惊天动地 看样子 至少也是圣王级别 就在此时 一道如惊涛骇浪般的神念 从远方铺天盖地而来 嗯 此地到底镇压了何等魔头 居然能散发出 如此惊人的煞气 一道爽朗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伴随着惊人的威势 瞬间降临在了燕北身旁 看着来人 燕北的脸上出现一抹笑容 拱手道 道然前辈 您也来了 没错 来人正是冬裕圣王 李道然 李道然见到燕北后 伸手在对方后脑勺上轻轻一敲 扬装怒道 你小子 也真够让人操心的 本座还以为 你出什么事了呢 当时他接到消息 说燕北在攻打太初圣地之时 突然从高空坠落 昏迷不醒 收到消息后 李道然可是吓得不轻 连忙从圣地赶来 生怕燕北出现了一丁点意外 好在没过多久 在他赶来的途中 便收到了王峰传来的传讯 说燕北终于苏醒了 已无大碍 虽然收到了这消息 但李道然还是有些不放心 便而马不停蹄地赶来 劳烦道然前辈担忧了 当时不过是出了点小意外 不过最终 也算是因祸得福 获得了一点小机缘 燕北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小意外 你这小意外 可是吓坏了不少人 恐怕现在 大家都在赶往此地的路上吧 李道然没好气地冷哼一声 不过当他吐槽完了后 目光便一眨不眨地盯着燕北 仿佛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下一秒 李道然的瞳孔猛地瞪大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燕北道 等等 你刚刚说 获得了一点小机缘 燕北有些心虚地轻轻点头 李道然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上手拎起了燕北的衣精 声嘶结里的狂吼道 不过一早上没见你 就连破了数个境界 周身还被紫荆气韵 神龙环绕 就连天地秩序 都在你脚下沉浮 你现在告诉我 你不过只是 获得了一点小机缘 第248章 长河见绝 驱散煞气 周围的王峰等人 现在都是一脸猛逼 根本不知道发什么了事情 让这位平日里 温文尔雅的圣王大人 如此势态 李道然此刻盯着燕北 他简直极度的尖发子 他以前是一个 从不惧怕鬼神 也不相信命运的热血之人 可当他认识了燕北之后 他的这些观念 便开始了逐渐崩塌 他已经开始 渐渐想象了命运 认为有神明 在暗中操控着世间的一切 他敢保证 无论是在东狱 还是游历北狱的那些年 他都从未见过 如燕北这般 升级像开挂 金钱如粪土 各种逆天宝物信手拈来 站立报表 横跨数个大境界对敌的男人 被李道然拎在手中 被看得有些心虚的燕北 露出尴尬的笑容 也还勉强吧 够用 听到这话 李道然再绷不住了 差点一口唾沫喷了出来 你小子 行 学会了装逼是吧 李道然脸色略微痛苦地点了点头 心里已经拿小本门记好了 准备以后 等他获得了逆天机缘后 再来报仇 对于李道然的神情 燕北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随即连忙转移话题 前辈 此地煞气之浓郁 前所未见 燕北指着天柱山深处 缓缓道 想必这天柱之下 必定镇压有绝世魔头 太初圣地的余孽 都藏在天柱山中 他不能放任其不管 必须要想办法拿下天柱山 消灭所有余孽 李道然此时也收起了玩笑心思 目光同样有些凝重道 我刚刚感受了一番 散发这股煞气的主人 想必修为至少也要达到圣王境界 并且 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股煞气 应该有意识在操控 否则凭借太初圣地的余孽 根本不可能进入天柱山深处 在太初圣地的余孽当中 修为最高的 不过也只有半圣境界 想要凭借这等实力 强行突破煞气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这股包围在天柱山周围的煞气 是有意识在操控的 能让太初圣地的人进入 却不让我们进入 也就是说 这散发煞气的魔头 也是太初圣地的人 王峰目光震惊 神色有些惊骇地说道 太初圣地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尊 圣王级别的强者 燕北陷入沉思 正想着 如何能够应对 天柱之下的魔头 但此时的李道然 却发出一声冷哼 管他是谁 哪怕里面真有一尊圣王 本作也要将他诸于剑下 让我开破开这煞气 李道然此刻手持神剑 屹立于虚空之上 一道道恐怖的剑气 在天地间肆虐 大有纵横三万里之势 自从炼化了朱雀不死药 让他的修为 突破到了圣王四重 天赋也更是推到了 七境巅峰 斩杀了千年仇敌 叶天云后 他的自信心 可谓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长河剑绝 李道然嘀吼一声 手中神剑挥动 一股浩然磅礴的剑气 轰然爆发而出 宛如奔腾的大河 朝着天柱山而去 顿时间 场中狂风大作 无数人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无论是谁都感觉到 自己在这股剑气之下 宛如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都将可能轻覆 烟北目光闪动 淡淡一笑 看来前辈的剑道 又有精进了 在李道然的长河剑绝之下 原本将整个天柱山 完全笼罩的煞气不断消散 逐渐露出了天柱山里面的真容 此刻 天柱山深处 在大战中残存下来的 太初圣地之人 全部躲到了这里 此刻他们正一脸恐惧地 望着天柱山外的那道 手持神剑的身影 完了 完了 李道然居然也来了 没了始祖气息的保护 他们很快便会攻到这里的 有人惊慌失措地呐喊 眼中充满无尽的绝望 大家都知道 如果只凭借那些雾气 根本不可能阻挡的 助一尊真正的圣王 我不想死 谁能救救我们 始祖 如果你再天有灵的话 也应该不想看到 我们太初圣地 被斩尽杀绝吧 不少人此刻都跪在天柱下方 不断地朝着天柱磕头祈祷 企图十足显灵 在太初圣地中 有着一则传说 传闻太初圣地的十足 一尊准大圣级别的志强存在 就作画在天柱山中 化为神奇 一直守护着太初圣地 没人知道 这则传说的真伪 不过天柱山 的确是太初圣地的禁地 而天柱山都周围 也确实常年包裹着 一层浓郁的雾气 非太初圣地之人不可进入 所以 太初圣地之人 也渐渐相信了这则传说 认为太初始祖化为的神奇 一直在暗中默默守护着太初圣地 轰隆隆 就在太初圣地众人祷告之时 一道恐怖的剑气袭来 直接斩在了天柱之上 哼 天柱山 我倒要看看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妖魔鬼怪 李道然冷哼一声 直接再度一剑斩出 恐怖的剑光横扫天地 就连那根毅立在天地间的晴天巨柱 也直接被他一剑拦腰断 轰然倒塌下来 啊 救命 快跑 天柱倒塌所造成的威势无比害人 那些站在下方的太初圣地之人 更是被吓得魂都要出来了 连忙四处逃窜 燕北站在李道然身后 眉头微微一皱 他没想到李道然如此直接 明知道天柱之下 镇压了绝世大魔 他却竟然准备 将这天柱之下的东西给挖出来 也不知道是否自信心太过爆棚了 不知为何 他隐隐觉得这天柱下方的东西 恐怕不是什么善差 否则世界之灵也不会专程提醒自己了 不过他之所以未曾阻止李道然 也就是想看看 这天柱之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虽然知道这鬼东西恐怕不好惹 但燕北今天也没有丝毫要打算放过对方的意思 他准备今日将这鬼东西给解决了 一劳永逸 不然一直有着这么一个未知的东西 存在于东狱之中 始终也让他心里有些担忧 怕以后一不注意给他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到时候再来处理可就晚了 第249章 恐怖鬼影 太初十足 轰隆隆 天柱的倒塌是极为恐怖的 整个大队都在不断震动 宛如天地之柱崩塌 造成的声势无比浩大 太初圣地之人双眼惊骇地望着上方朝着地面砸下的天柱 在地面上疯狂逃窜 企图迅速逃离此地 想走 都给我留下来吧 李道然神色默然 对于这些太初圣地的余孽 他可不会半点手下留情 直接便是一箭斩下 圣王的威势无可抵挡 灰红的剑气斩断了所有人求生的欲望 只能站在原地等死 所有太初圣地的人眼中都是充满了无尽的绝望 但也就在这时 轰隆隆 大帝突然开始剧烈颤抖 被拦腰斩断的天柱下方 猛然有无数漆黑的魔气喷涌而出 仅仅一瞬之间 滔天的魔气便遮蔽了整片天空 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 那魔气更是在天地间肆意狂涌 仿佛要吞噬一切 那原本倒塌的天柱此刻 还未落地便化为了无数尘埃 消散在天地之间 这 这是 在场所有人此刻都死死盯着天柱所在的位置 不知为何 从那喷涌而出的魔气之中 大家都感受到了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仿佛自己被洪荒猛兽盯上了一般 燕北此刻眼中金光涌动 他正使用着空间神眼 死死地盯着天柱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 有什么东西从天柱之下出来了 李道燃手持神剑 盯着前方的天柱 目光也是有些凝重 他隐约感觉到了 其中传出了一道令他也感到心悸的波动 也就在此时 燕北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瞳孔猛的一说 前辈 快退 不等燕北提醒 李道燃此刻 也感到了 自己被一股恐怖的神念给锁定了 他脸色一变 直接挥手展出一道圣王剑气 便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就在他前脚刚离开的瞬间 哄 一个巨大的鬼头 凭空出现在李道燃刚刚所站立的不远处 直接张口 便将整片虚空给吞了进去 场面骇人无比 李道燃见此情形神色一尘 看来这天柱之下的魔头 比想象中更强大 光是 这一手吞噬虚空的手段 便是常人无法做到的 每一寸虚空之中 都蕴含着无数天地法则秩序 哪怕是他也 根本无法轻易炼化之中的秩序法则 更别说吞入腹中了 与此同时 在那滔天的魔物中 一道若隐若现的鬼影浮现 星红的双眸注视着在场的所有人 何方妖念 还不速速显出原形 李道燃目光一宁 剑指鬼影 属于圣王强者的威压 此刻展露无鱼 太出圣地的人 此刻也是围绕在一起 瑟瑟发抖地望着 上空魔器中的鬼影 哼 没想到在沉眠的岁月里 本座一手创建的圣地 居然落魄到这等地步 还被人追杀到家里来了 一道冷哼声 从滚滚魔器中传出 这道声音如天雷 一般在所有在场之人的耳畔乍响 让人感到头晕目眩 差点匍匐在地 话音落下 在场太出圣地的人 脸色顿时一喜 如果他们没猜错的话 这真的是十足显灵了 是 十足 是你吗 一名半圣镜的太出圣地长老 连忙跪在地上 身躯颤抖地望着魔器中 若隐若现的鬼影 虽说传闻十足之魂 的确沉眠于天柱山中 他也隐隐猜到了 那道鬼影的身份 但十足如今这番模样 实在让他不敢相认 我夜临天建立太出圣地时 何等强盛 威震八方 无人敢为命 可没想到 到了你们手中 却落魄至此 被人追杀到了家里 真是一群废物 夜临天怒骂一声 直接探出一只鬼手 将地上的半圣长老 如临小机般地抓了起来 他当初决定来天柱山沉眠时 为太出圣地留下了无数强者 天才地宝等资源 更是数不胜数 在他看来 就算他不在太出圣地 这做他亲手创建的势力 也将在东玉永远繁荣盛下去 可这才没过几千年 太出圣地 居然便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略微用神念感应了一番 整个太出圣地 居然连一个圣人都没有 这跪在地上的半圣 居然就是太出圣地的最强者 这简直将他给气得个半死 要知道他所留下的资源 就算是给一头猪 那头猪都能达到圣王境 夜临天刚刚苏醒 就差点被这情形给气死了 十祖饶命 是我等不孝 饶命 半圣长老被鬼手抓住 顿时无尽的恐惧 从心底涌现 他拼命挣扎 企图能够活命 但夜临天根本没有打算 要放过他的意思 如此废物 留着也没用 还不如用你的血气 来滋养本座肉身 破 他手掌轻轻一握 那半圣长老便当场炸开 化为一团血物 并且这团血物 顺着鬼手不断地 融入到了夜临天的体内 如此一幕 吓坏了在场所有太出圣地之人 他们本以为十祖的出现 将会让他们得到生还的希望 可没想到 这个十祖他不仅不救人 还杀了自己人 第250章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天柱山上空 一尊鬼影站在虚空 发出肆意的狂笑 周身被一团血色雾气包裹 此时的夜临天 也露出了真身 不过当众人看到 他此刻的样子后 纷纷脸上涌出 浓浓的惊骇之色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李道然看到如此一幕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在众人眼中 夜临天此刻浑身 没有一丝血肉 完全就是一副骷髅 结结结 好久没有尝到如此美妙的滋味了 夜临天忍不住露出舒坦的神色 从他自封在天柱山开始 已经足足快万年岁月 没有吞噬过如此美妙的气血了 将太初圣帝那名半生的血气吞噬后 他原本干枯不剩下一丝血肉的骨架 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滋生血肉 很快 夜临天便从一副骷髅 恢复成了一位面色苍白 看上去缺少血色的中年男人 真真的是十祖 太初圣帝的人 看着上方中年男人 在场不少人都曾见过十祖画像 确认了夜临天的身份 不过此刻 他们眼中却没有半分喜悦 刚刚十祖斩杀半圣长老的一幕 在他们脑海中回荡 这样的无情冷漠的十祖 给不到他们丝毫的安全感 反而让他们感到很是畏惧 太初十祖又如何 现在的你 不过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 实力早已不足全圣时期二三 李道燃此刻冷哼一声 手持神剑直指叶灵天 眼中没有丝毫畏惧 恐怖的剑气冲天气 他已经感受到了 眼前的叶灵天 不过只是一道残魂 根本不是本尊 叶灵天目光阴冷地看了一眼李道燃 口中发出一阵怪笑声 没想到 居然还是一尊剑中圣王 难怪能够攻破 太初圣地 不过 这万年来死在我手中的圣王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 凭借圣王修为 便能吃定我吧 叶灵天站在虚空 发出肆意的狂笑 周身环绕着恐怖的魔气 一道道音波 从他口中散发而出 仅仅是笑声 便能让虚空不断颤抖 激进崩溃 无数人此刻捂着耳朵 神色痛苦地匍匐在地 目光惊骇地望着虚空 这音波之力极为恐怖 蕴含着一股魔性之力 心智不坚者 瞬间便会被其控中奴役 装神弄鬼 李道燃神色冷冽 身上直接爆发出了 一道灰红的剑气 瞬间便将大部分音波 全部拦截了下来 好恐怖的力量 仅仅只是声音 便让我难以抵挡 王峰脸色骇然地 看着站在虚空中的叶天云 刚刚仅仅只是一道音波 便差点让他也找了到 不过好在 李道燃及时出手 将大部分音波全部挡下 否则光是这一手 便能让青云圣宗损失惨重 竟能破解我的音波 不错 不错 叶灵天见音波被全部拦下 当即发出一道诡异的笑声 便从虚空凭空消失了 当燕北见到 叶灵天消失的瞬间 脸色顿时一变 对着众人提醒道 大家小心 李道燃神色也变得无比 认真起来 神念铺天盖地地展开 环顾四周 以防叶灵天突然偷袭 也就在这时 燕北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他使用空间神眼 不断地扫视四周 下一秒 他的背后 突然传来了一道刺骨的寒意 燕北脸色俱变 心中大喊 鬼影迷踪 在连续使用了近二十次的鬼影迷踪后 他终于停了下来 伸手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目光骇然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处虚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能够提前预知 我要对付的人是你 还有你刚刚使用的技能 居然是瞬移 叶灵天的身影 从虚空中走出 口中喃喃自语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燕北 虽然他开始连看都没看燕北一眼 但叶灵天的目标却一直是他 因为他从那死去半圣长老的神魂中 知晓了现在冬玉所发生的一切 当他看到自己太出圣地的后背圣王战死之后 心中已经目不可遏 但他还是将半圣长老的记忆全部读取 最终经过他的推断 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虽说叶天云是被李道然所斩杀 世人皆以为是李道然偶然获得机缘 所以才修为大镜 从而击败叶天云 可在叶灵天的眼中却是不然 根据他活了万年的推断来看 这李道然获得机缘仪式根本就不是巧合 而是有人在暗中主导着这一切 而以他活了万年的毒辣眼光来看 可以肯定这个人就是燕北 东玉第一天交 不过半圣境便能斩杀圣王化身 这是一个多么离谱的一件事情 就算放眼整个古今未来 都没有人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而拥有大气韵加深的天交 自然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机缘 在叶灵天看来 也正是燕北将他的机缘分给了李道然一部分 所以便造成了李道然灵不仅恢复伤势 还临阵突破反杀了叶天云 所以叶灵天的目标很是明确 他知道自己主要对付的人并不是李道然 而是这个拥有半圣境修为的燕北 第251章 玄武阵势 神兽虚影 你没事吧 李道然此时一个闪烁 连忙将燕北护在身后 神色警惕地盯着叶灵天 在场之人刚刚都没有想到 叶灵天居然会对燕北出手 要知道从始至中 燕北都只是站在远方略阵 一直都是李道然顶在前面 可没想到叶灵天这家伙 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直接对燕北动手 就连燕北本尊此刻都感到有一些后怕 还好我反应迅速 否则还真就被他给伤到了 燕北有些后怕地说道 此刻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完全禁尸 其实他反应快是一回事 主要是他虽然站在一旁掠阵 其实心里或多或少也还是有些警惕 毕竟 在他从本源世界中出来时 东荒前辈可是亲口告诉过他 要让他小心天柱之下的鬼魂 所以在叶灵天出现后 他心里也一直在提防着对方 就是怕一不小心在阴沟里翻船了 没想到果真如此 要不是他心里提前有所准备 刚刚在叶灵天出现的一瞬间 他恐怕便要受到致命的创伤 小子 你怎么可能提前知道 我要来杀你 叶灵天目光阴厉地盯着燕北 直到此刻 他还是有些想不明白 要知道他在进宫前 可是从始至中连看都没看燕北一眼 就是准备来个出其不意 可没想到 居然还是被对方给躲了过去 实在有些让他不能理解 你的本体不过就是一只大王八 凭你的归宿就想偷袭我 简直可笑 燕北嘴角发出一声冷笑 直接一语道破了叶灵天的真身 在场所有人听到此言 看向叶灵天的目光 纷纷变得有些怪异 身为东玉修士 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 太初圣地这位始祖的传说 叶灵天的本尊乃是一头龙龟 修炼近万载岁月得以成道 最终创建了太初圣地 可就是这么一个 拥有部分玄武神兽血脉的一种 落在燕北口中 就是一个大王八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 叶灵天平生最痛恨别人 叫他王八 为此他不止一次发怒 屠杀了数百万生灵 在他所横行的时代 从未有人敢如此当着众人的面 称呼他为王八 更别说他的本尊还在此处了 牙尖嘴利的小子 我要你死 叶灵天冷哼一声 伸手虚空一点 一道恐怖的魔光 便从他的指尖迸发 以不可阻挡之势 朝着燕北而来 你的对手是我 李道燃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斩出一道惊天剑芒 与那魔光撞击在一起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天地 在这股强大的威势之下 天柱山周围的山峰 瞬间被夷为平地 李道燃连连后退数百米 手中的神剑不断颤抖 深吸一口气 目光极为凝重地说道 好强 光是硬拼一击 便已经将我的虎口震裂 燕北同样点头 刚刚那道魔光 让他也颇为感到心迹 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至少也要达到圣王后期 叶灵天目光阴冷地盯着李道燃 口中发出节节节的怪笑声 不愧是剑中圣王 不过四重天便能挡下我的随手一击 但也仅限于此了 什么 随手一击 李道燃与燕北两人对视一眼 都察觉到了眼中的凝重之色 刚刚那种程度的攻击 居然才只是叶灵天的随手一击 圣王强者本做倒是杀过不少 但剑中圣王还是头一次遇到 如今正好用你的血 来迎接我的归来 叶灵天张狂地大笑着 根本没有把李道燃放在眼中 拥有准大圣修为的他 根本不拒一切 哪怕只有全圣时期一半的实力 但他相信 无论是李道燃 还是燕北 都将逃不出他的掌心 悬魔阵势 叶灵天长笑一声 手中不断结出晦涩难懂的印记 身上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 轰隆隆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 一头遮天蔽日的玄武虚影 从虚空中显现 顿时雷霆肆虐 一道道古老的纹路 自其身上浮下而出 交织成天地秩序的轨迹 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滑 宛若从远古时空撕裂而来 镇压一切 玄武虚影出现的一瞬间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骤然在天地间响起 雄魂磅礴的力量 让世间的一切生灵沉沦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一股窒息感扑面而来 让人难以喘息 这是 玄武神兽的虚影 好强的压迫感 我有些不能呼吸了 此刻无论是身处太出圣地 还是站在远方观战的修士 都感到到了扑面而来的压迫力 纷纷神色震惊地 盯着上空的玄武虚影 李道然脸色极为难看地 盯着玄武虚影 周身的剑气 在这股压迫力下不断消融 就连剑势也将随时溃败一般 不得不说 叶灵天的 这一首玄武阵势 当真是极为恐怖 在他的玄武虚影的压迫下 所有人体内的力量 都仿佛凝固了一般 这就相当于一方领域 在玄武虚影的压迫下战斗 无论是谁的力量 都将会被压制得实不存一 这就是来自上古神兽的压迫 任何人都无法避免 这就不行了 叶灵天看着李道然 周身不断溃败的剑气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这一首玄武阵势 乃是太古石凶宝术中 玄武宝术中的一门神迹 曾是他在北域的一处遗迹中 九死一生才得到的 加上他体内 本就流淌着神兽玄武的一丝血脉 很快便学会了玄武阵势 凭借这一门神迹 让他立足于冬域足足万年 修为更是一路突破到了准大圣境界 只差临门一步 便能成为盖世无敌的大圣 可奈何 在他即将突破大圣的关头 最终没能抵住心魔的诱惑 最终破关失败 叶灵天在突破大圣的杜劫中 身体遭受到了大道之力的伤害 并且在突破失败后 身体更是不断坏死 逐渐走向破败 在大道之力的伤害下 无奈的他成立了太初圣地 并且亲手修建了天柱山 最终将他本身自封在了天柱山 沉眠至今 第252章 真正的龙威 不愧是太古石凶宝术中的玄武宝术 单单只是玄武虚影所散发出的压迫力 便已经让太初始祖 立于了不败之地 当真是恐怖如斯 强如圣王 在玄武虚影的压迫下 居然也显得渺小至极 无数人盯着天柱山的方向 一脸惊叹地说道 李道然此刻面色苍白 在玄武虚影的压迫下 他周身的剑气 几乎全部溃散 就连他体内的圣王之力 都难以流转 这就是神兽的力量吗 我不甘心 李道然单膝跪在虚空 口中不断喘着粗气 神色有些不甘地 望着上空的玄武虚影 论战斗 李道然是一点 也不虚叶灵天的 虽然对方是一尊准大圣 但万年的自封 早已经让他的修为实不存一 可对方偏偏召唤出了 一尊玄武虚影 根本不给他以命搏杀的机会 李道然现在就有一种 空有一身惊天力量 却无处释放的感觉 这种感觉 实在让他的心里太憋屈了 别痴心妄想了 在本作的玄武虚影下 圣王九重之下接楼椅 叶灵天发出肆意的狂笑 看着一尊剑中 圣王跪在他的身前 这种感觉难以想象的美妙 他虽然力量现在实不存一 但修为却还是处在准大圣境界 根本不是圣王四重可以挑衅的 而就在此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只见燕北露出一丝冷笑 目光不屑地盯着 上空的玄武虚影道 不就是一只大王八吗 看你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大王八 此刻不论是李道然 还是叶灵天 或者是周围围观的修士们 都屏住了呼吸 静 天地间仿佛在这一瞬间 陷入了寂静 玄武神兽的虚影 此刻居然被人称为大王八 还好这话是燕北说出的 不然此刻定然会有不少人 吃笑他的无知 哎 本以为燕北圣主 是一位难得的盖世奇才 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玄武神兽吓破了胆子 是啊 玄武神兽岂是能随意污蔑的 哪怕是他的虚影 也根本无法亵渎 无数人此刻纷纷都在议论着 目光同情地看了燕北一眼 神兽通灵 哪怕是玄武的虚影 也是一样 此刻上空中原本只是 散发着压迫力的玄武虚影 仿佛听到了 有人在随意诋毁他 一双绿油油的双眸 瞬间锁定到了燕北神色 玄武虚影 此刻身后的两条 如天柱一般的蛇影 仿佛也发怒了一般 张开血盆大口 便对着燕北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顿时间 恐怖的音波 从玄武虚影口中扩散而出 空间寸寸崩碎 宛如蔑氏一般 一只大王八 叫什么叫 给老子闭嘴 现在便让你看看真正的龙威 燕北怒吼一声 直接一拳朝着玄武虚影轰出 刺眼的金芒贯穿这片天地 而在那耀眼的金色光芒之中 一头遮天蔽日 比玄武更加庞大的虚影浮现 好 一道恐怖的吼声响彻云霄 一头长达数千丈的金色巨龙 在燕北身后浮现 直接张开龙口对着玄武 发出一声震耳欲龙的咆哮 一瞬间 山河破碎 天地间的修士 直接被这一道咆哮声 震退了数百里 就连那本来熊啾啾气昂昂的玄武虚影 此刻也被五爪金龙的咆哮声震 退出去了不少距离 本来神色坦然的叶灵天 在见到这一头五爪金龙后 顿时脸色巨变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也拥有石胸宝术 还是太古石胸之手的真龙宝术 叶灵天发出不可置信的声音 目光死死地盯着烟北 要是眼神宛如能够吃人一般 刚刚能够预判到 他出手已经够离谱了 而没想到 现在居然又施展出了 太古石胸宝术之手的真龙宝术 并且 他还敏锐地察觉到了 在五爪金龙出现的瞬间 自己所召唤出的玄武虚影 居然在后退 仿佛在畏惧什么一般 怎么可能 无论是真龙还是玄武 都是同一级别的神兽 而自己的玄武 怎么会惧怕他的真龙 难道 他的真龙宝术是无缺的 细思极恐 叶灵天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 神色震惊地盯着烟北 他凭借一首玄武阵势 不知道多少仇敌 死于这一招之下 而这玄武阵势 不过只是玄武宝术里面的一种而已 而面前这小子 居然拥有无缺的真龙宝术 想到这里 叶灵天的呼吸 瞬间都变得急错了起来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其中的含义 这一刻 他看向烟北的目光瞬间发生了转变 目光中的贪婪之色 毫不掩饰 无缺的真龙宝术 也不知道我今日是走了什么大悦 居然能遇到这种好事 叶灵天现在心里简直开心地要死 有一种被幸福砸晕的感觉 一首玄武阵势 便能让他横行世间 那要是让他再得到这无缺的真龙宝术 恢复大道创伤 突破大胜 简直是轻而易举 甚至是连传说中的大帝之位 他也有信心去争一争 好恐怖的龙威 将玄武虚影的压迫力 直接抵消了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真龙吗 无数人望着盘旋在上空的五爪金龙 目光闪出浓浓的惊骇之色 烟北所召唤出来的这一头五爪金龙 无比凝实 根本不是那玄武虚影所能媲美的 所以 哪怕这尊玄武虚影 乃是一尊准大圣召唤而出 五爪金龙的龙威 也能将那股压迫力 完全抵消 没了玄武虚影所造成的压迫力 李道然瞬间便恢复如常 重新站了起来 好尽人的手段 要不是你 恐怕根本不用 战斗我便将会败于他手 李道然望着夜灵天 心有余悸地说道 修为越网上 李拼的便不仅仅只是个人所拥有的力量 更是强大的神通宝树 如是今日这般 李道然便在神通宝树上吃了大亏 要不是燕北及时解围 他恐怕就真的栽在了这里 第253章 圣王不敌 燕北出手 天柱山上空 一头长达数千丈的真龙 与一尊体型硕大的玄武对峙着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到 那玄武仿佛在畏惧真龙一般 不愧是完整的真龙宝树 竟能破了我的玄武阵势 夜灵天眼睛微眯 发出一道诡异的笑声 虽说玄武阵势被破掉 但夜灵天此刻不仅不怒 甚至心中无比愉悦 因为 他马上就要得到一门 比玄武阵势更加厉害的无敌宝树了 小子 今日天上地下 无人可以救你 夜灵天目光伶俐 直接祭出一把大忌 朝着燕北冲来 一路所携带的威势 无可匹敌 李道燃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刚刚的他 被玄武阵势搞得无比憋屈 心中早已经有满腔怒火 此刻直接提起神剑 便正面迎了上去 哄 两人像撞击的瞬间 发出了阵龙发溃的恐怖声音 一大片虚空直接崩碎 露出了无数骇人的空间裂缝 哪怕你是剑中圣王 但区区四重天 就敢跟本座硬汉 找死 夜灵天右手大忌不断挥动 将身前的剑芒死死地压制 随即腾出右手 化为一道恐怖拳印 直接朝着李道燃砸下 李道燃见到夜灵天 居然还能腾出手来 顿时脸色一变 连忙将剑横挡在自己身前 砰 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强如圣王 此刻也如一根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狠狠地撞击在了地面 什么 如此一幕 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大家本以为 太初始祖对上冬裕圣王 将会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可没想到 这么快便奋出了胜负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前辈 烟北脸色一变 连忙朝着地面的大坑俯冲下去 就连他也没想到 仅仅交手不到一回合 李道燃居然便已经败了 他连忙将李道燃扶了起来 只见他面色无比苍白 嘿嘿 我没事 李道燃强忍着伤势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心有余悸地盯着上空的夜灵天 不愧是准大圣级别的强者 哪怕实力实不存一 却依然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力量 他圣王四重的修为根本不够看 实在无趣 没了玄武虚影的压迫 你在我手中 连一回合都没撑下来 如今的冬裕圣王 这么不堪一击吗 夜灵天降落在地面 摇了摇头 仿佛一脸兴致缺缺的样子 对于李道燃这种圣王四重天的人 说实在的他是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哪怕自封万年时间 很多力量都无法发挥 但他依旧可以横推世间一切敌 而至于燕北 夜灵天那就更没有放在心上了 虽说 他在半圣长老的记忆中 得知燕北可以越级挑战 但终归是有个限度 半圣修为能够对敌圣王强者 这的确够惊世骇俗的 但那也仅仅限于 如夜天云那般的初阶圣王 而他夜灵天 乃是一尊拥有准大圣 修为的存在 放眼整个冬域根本无人能敌 在他看来 纵然是十个燕北 也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你 你别太嚣张了 李道然此刻 被夜灵天的嘲讽 弄得面色战红 他也实在没有料到 自己居然连对方的一招都戒不下来 他本以为 自己凭借圣王四重天的修为 对战一尊实力跌落的准大圣 应该不成问题 可没想到 结果居然是这样的 准大圣不愧是一只脚 迈入了大圣境界的存在 根本不是圣王可以敌的 嚣张要有嚣张的资本 对于你这种蝼蚁 我实在懒得跟你废话 夜灵天嗤笑一声 身上的气势猛然生疼 直接单手举起大吉 猛地朝着李道然 致出 准备直接将这可笑的 冬裕圣王定死在大地上 李道然神色大变 他已经感觉到了 自己被一股可怕到极致的神念锁定 以那大吉的速度以及力量 他根本无法躲避 难道 我今日真的要陨落在这里了吗 李道然眼中浮现出一抹不甘 奋力地拿起配件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恐怖一击 远处关注此战的修饰 此刻也不禁感到浑身颤抖 一位顶天立地的圣王强者 居然即将救药 被钉死在大地上 真是若梦幻境 实在不真实 死吧 夜灵天神念驱动大吉 直接携带着无可匹敌的志强波动 朝着李道然轰然杀去 但眼看着大吉 即将接触到李道然的瞬间 哄 一到今天的爆炸声响起 只见一道白衣圣雪的挺拔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李道然的身前 而当所有人看清楚场中的情况之时 纷纷露出惊骇至极的神色 嘴巴张开 足足能够塞下一个鸡蛋 但 单手 静平借一只手 便拦下了准大胜的权力一击 燕北圣主当真只有半圣镜的修为 没错 那站在李道然身前 帮他挡下夜灵天权力一击的人 正是燕北 只见此刻场中 燕北神色淡然 大手张开 静平单手便将大吉挡下 让其不能寸进分毫 第254章 他真的只是半圣 这便是准大胜的权力一击吗 看来也不过如此 燕北挡在李道然身前 手掌轻轻一挥 那威力无边的战绩便被拍飞了出去 无数人看着场中的一幕 纷纷都露出震惊的神色 哪怕是夜灵天此刻也脸色一变 目光死死地盯着燕北 怎么可能 刚刚一击的威力 他自己最为清楚不过 那可是他用来准备斩杀李道然的手段 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足以震杀一切圣王七重天以下的任何人 可就算这样 蕴含恐怖力量的大吉 还是被燕北轻松接了下来 甚至还是使用单手 一副根本没有用权力的样子 这简直是离谱给离谱他妈拜年 离谱到家了 燕北此刻站在场中 虽是神色淡然 但内心却有些凝重 他的确接下了夜灵天的权力一击 不过 那是他动用了一丝冬域的法则之力 才能达到的效果 身为冬域的世界之子 能够调动冬域的部分天地秩序 也正是这样 他才能轻易地接下大吉 否则 哪怕是他如今突破到了半圣九重天 想要接下准大圣的权力一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什么不可能的 让我看看 准大圣到底有何能耐 燕北动用一丝世界之力 加持在身上 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朝着夜灵天冲了过去 我迷马 这家伙怎么这么生猛 搞不清楚的 还以为他是准大圣呢 就是啊 这真的是一位半圣 能够做到的程度吗 无数人一脸震撼地 望着场中的一幕 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被彻底颠覆了 一位半圣 居然主动去硬撼一尊准大圣 这种事情 真是破天荒头一次了 夜灵天此刻也有些猛逼 不过下一秒 他就回过了神来 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 既然你值一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了 他刚刚还在愁 怎么将燕北给抓住 毕竟这家伙的速度 可不是盖的 快得一屁 没想到下一秒 对方竟然就送上门了 简直太爽了 玄规拳 夜灵天直接迎面上 口中爆喝一声 冲天的青色光芒覆盖苍穹 一头巨大的龙龟虚影 在其背后浮现 重若千军的恐怖力量 撕碎一切 燕北见状也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吃笑一声 区区王八拳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他也没有丝毫藏桌的意思 直接便是动用了大杀招 真龙拳 好 恐怖的龙吼之声涌现 燕北直接一拳轰出 一头神武的金色巨龙 仿佛蔑视一般 携带着无尽恐怖的力量 朝着夜灵天冲去 所过之处 虚空进阶暴碎 宛如要摧毁一切 玄规拳与真龙拳相撞的瞬间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从地面升起 两道身影 同时从爆炸中心倒飞而出 场面无比骇人 好恐怖的波动 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飞出 看样子 居然是打成了平手 燕北到底是什么怪胎 凭借半圣镜的修为 居然能跟夜灵天这种老牌的准大胜 打成平手 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今日一战 无论是哪一方落败 其身后的势力 多将逃不脱败亡的命运 围观的众人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像急了菜市场有人打架 而站在一旁 看热闹的大妈们 嗨嗨 燕北艰难稳住身形 伸手擦去嘴角溢出的血迹 神色凝重地望着前方 他还是有些低估了夜灵天的力量 刚刚对拼一击 差点让他右臂骨折 好在他的混沌天体坚不可摧 否则刚刚胜负难料 而另一边 夜灵天也是很不好受 此刻的他 右臂手腕处 已经是血肉模糊 清晰见骨 传来阵阵剧烈的疼痛感 刚刚对轰一击 他这还未完全恢复的身体 差点就被肝骨折了 同时 他心中也是不敢相信 燕北与他对轰一击 其肉身居然完好无损 他虽说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但他的骨骼 却是货真价实的准大圣级别 而燕北不过是一个半圣镜的蝼蚁 居然能够跟他对轰一击而不受伤 而此刻 那些周围的吃瓜群众 仿佛也发现了 夜灵天受伤了 随即将目光看向燕北 死 无数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震撼地看着燕北 仿佛在看一只怪物一般 我去 燕北的肉身难道是铁打的吗 居然一点事情也没有 他真的只是一位半圣 这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无数人此刻纷纷惊叫了起来 一脸不可置信 第255章 我不跟你这便太打了 夜灵天忍着手臂传来的剧痛 目光阴冷地看着燕北 你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体质 硬拼一击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他的目光仿佛要吃人一般 想要将窥破燕北的体质 不过有着天眼内脸法的遮掩 就连身为世界之灵的东荒 都未能窥破燕北的体质 更别说只有准大圣 修为的夜灵天了 他实在不敢想象 凭借自己准大圣级别的体魄 居然会在一个半圣镜的 蝼蚁手中吃亏 我什么体质 你再来试试 不就知道了 燕北经过刚刚短暂的恢复 他刚刚身体内部所受到的震伤 已经完全恢复 并且肉身变得更加的坚韧 这就是混沌天体 加上混沌不灭精的恐怖之处 无论身体受到任何创伤 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 狂妄的小子 夜灵天身为一尊准大圣 何时一个半圣镜的蝼蚁 如此挑衅过 当场大怒 他的本体 乃是上古一种 龙龟 而龙龟的肉身强度 本就在妖兽之中名列前茅 虽比不上真正的神兽 但却也以肉身强大而名震天下 如今在刚刚肉身的比拼下 他居然落了下风 这自然让夜灵天心里很是不服气 他神色变得无比认真 在运转了自己龙龟族的半生功法后 顿时间 一层暗黑的光泽 在夜灵天的肌肤之间涌动 让人看上去有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夜灵天长笑一声 也根本不顾肉身传来的剧痛 直接轰然朝着燕北杀去 他就不信 以自己的体魄 会拿不下区区一个半生 来得好 燕北看到夜灵天朝着自己杀来 眼中同样也燃起了熊熊战役 直接迎面对轰而去 身为天地间排行第一的混沌天体拥有者 他对着自己的肉身 有着绝对的自信 别说区区一只王八 就算是一只真正的神兽 来到他的面前 他也丝毫不带怂的 就是干 这就对混沌天体的绝对自信 砰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两人轰然撞击在一起 与刚刚的爆炸声不同 此刻两人皆是动用了肉身之力 每一击下去 都发出了拳拳倒肉的恐怖撞击声音 如此一幕 看到无数人 神色有些怪异的同时 又有些震惊 两人如此战斗的样子 根本就像是强者之间的斗法 更就像是市井流氓打架一般 你一拳我一拳 仿佛不知疼痛与疲倦 不过修为高深的存在 看到这一幕 却是另一副表情 他们眼中闪过浓浓的惊骇之色 虽说看上去 两人都没有使用任何灵力 就像是单纯的护殴一般 可在他们眼中 却看到了 两人对自身力量极致的运用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拳 但却牵动 这天地法则秩序 随便泄露一丝能量 都可令山河崩碎 这是一个极为比拼肉身强度 以及意志力的对战 不知过了多久 此刻的夜灵天浑身都是鲜血 脸庞早已经肿得跟一个猪头一样 身上有着数不清的权益 而燕北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同样嘴角挂着一缕鲜血 眼角也是乌黑一片 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 看上去有些凄惨 但众人有些惊议的是 燕北虽然看上去略微处于下风 身上不少地方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攻击 但 他的恢复能力 也是极为恐怖的 明明刚刚才挨了夜灵天一拳 将他打得一脸乌青 不过下一秒 他的伤势 居然就奇迹般地复原了 而夜灵天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越打越心惊 越打越震惊 你到底是什么怪胎 恢复能力居然如此恐怖 夜灵天有些绷不住了 一脸惊骇地问道 他明面上看去 的确是和燕北在互 但其中的辛酸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虽然给燕北造成了不小的伤势 不过这家伙 居然下一秒 就靠恐怖的自愈能力恢复了 而反观他 挨了燕北一拳 那可就是真的挨了一拳 他可没有燕北那般恐怖的自愈能力 所以导致他此刻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浑身早已经被鲜血尽湿 身体所承受的伤势 比燕北要严重不知几何 他实在想不通 燕北到底是什么体质 居然有着如此之强的自愈能力 少说废话 再战 燕北此刻打了这么久 内心也早已经打出了真火 他仿佛没用痛感一般 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 一拳拳的轰击在夜灵天身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不跟你这变态打了 夜灵天终于有些坚持不住了 刚刚燕北一拳砸在他脸上 他只感觉头脑一阵冒惊心 差点栽倒在地 第256章 复苏 恶魔之手 夜灵天看着燕北继而朝他挥来的拳头 眼中浮现了一抹惬意 连忙往后 想要往后退去 他已经不想再跟燕北这么继续肉搏下去了 因为打了这么久 他已经发现了燕北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怪物 他上一秒给对方一拳 下一秒 对方的伤势便又恢复如初 就像是一个打不死的战神一样 让他心中不得不萌生退役 毕竟这种恢复力恐怖的怪物 让他怎么打 打了这么久 夜灵天倒是看明白了 就算有十个他 恐怕也耗不过一个燕北 不过倒是一件事 令夜灵天很奇怪 刚刚打了这么久 他硬是没有窥破 燕北到底拥有着什么样的体质 不过虽不知燕北到底是什么体质 但他心中已经很清楚了 以他的肉身想要取胜 恐怕根本不现实了 所以他已经不打算跟燕北肉搏下去 连连往后退去 准备跟这个变态拉开距离 可此时夜灵天想要后退 但燕北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夜灵天退一步 燕北便紧追一步 大王八 现在想霸战 是不是太迟了些 燕北见到对方想要霸战 当即直接使用瞬移 一把抓住夜灵天的手臂 准备与他再战三百回合 夜灵天连连摇头 不断想要挣脱 可燕北就像是复古之躯一般 将他粘住死死不放 夜灵天无法摆脱燕北 无奈之下 只能再继续肉搏 可仅仅被轰了几句后 夜灵天便已经完全招架不住 哄 燕北见到夜灵天心神失守的瞬间 一拳轰在了他的头骨之上 直接将其砸飞了出去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看到夜灵天居然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所有人都捂住嘴巴 发出了震震惊呼 而一旁里道然看到这一幕 更是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你小子怎么这么强 居然连准大胜都不是你对手 他修到足足千年 才勉强达到了圣王四重天 本以为能够横行冬域的时候 今日却被夜灵天狠狠打击了一番 本以为今天要栽在了这里 可没想到 在这种紧要的关头 燕北站了出来 更是以强横的肉身 完胜夜灵天 将其打的神志都有些不清 最后更是一拳将其打飞 生死不明 燕北轻轻地摇了摇头 目光却一直紧紧地盯着夜灵天 砸出的深坑处 虽然看上去 他的确在肉身方面完胜了夜灵天 但实则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 单论肉身而言 他的肉身强度的确高于夜灵天 不过 这仅仅是肉身强度 但肉身所蕴含的力量 却还不及夜灵天 对方每次出手 都会裹挟着部分狂暴的秩序法则 直接轰入燕北体内 好在燕北身为东狱的世界之子 能够调动天地间的部分法则秩序 与大道亲和 也就是这样 那些涌入他体内的狂暴秩序法则 都在世界之力下纷纷化解 这也是他伤势恢复的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 否则 哪怕他是混沌天体 也会极为不好受 就在众人都在惊叹燕北刚刚的壮举之时 在夜灵天落地的深坑中 突然传出了阵阵的怪笑声 可恶 没想到我堂堂准大圣 居然会在肉身方面 败给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不过你越强大 就越证明了你的不凡之处 今日我要剥夺你的全部造化 助我登灵即到巅峰 夜灵天的声音从深坑中传出 不过他此时的声音无比沙哑 宛如从九幽地狱而来 仅仅听到声音 便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轰隆隆 在夜灵天的话音刚刚落下 整个大的突然便开始震动了起来 燕北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豁然死死地盯着天柱下方 宁众道 这股气息好熟悉 他感应到了天柱下方 有着一道极为恐怖的力量苏醒 那股力量让他有些熟悉 但却又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 夜灵天此刻从深坑中飞出 一步便来到了天柱上方 感受着下方的波动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 复苏吧 恶魔之手 夜灵天口中念诵着晦涩难懂的皱纹 仿佛在召唤天柱下方的东西 也就在这时 天柱下方的东西 仿佛接受到了召唤 轰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气息波动 随即一道黑色的光柱冲天起 裹挟着一条 类似于手臂一样的事物落到了夜灵天身前 这是一条硕大的手臂 跟人类手臂的形状相似 不过却粗壮了不止多少倍 更诡异的是 这条手臂的各处 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鳞片 看上去给人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而且 在这条手臂出现的那一刹那 在场修饰 无不感受到了一股制邪制恶的气息 从中散发而出 但凡感受到这股气息的人 都仿佛从这条手臂中 看到了尸骨如山的血腥场景 这是天魔 目光死死地盯着夜灵天所召唤而出的恶魔之手 直到此刻 他终于明白了 刚刚为什么自己从天柱下方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原来这股气息的源头 竟然来自天魔 夜灵天召唤而出的这条手臂 来自一头真正的天魔 第257章 来自九幽地狱的恶魔 天魔 无数人对于这个称谓感到无比茫然 他们并不知道天魔是什么存在 不过看到燕北那神情巨变的模样 此物定然极为恐怖 而站在虚空的夜灵天 当看到燕北一眼 便将天魔手臂认出后 不禁露出极为吃惊的神色 你怎么知道这手臂的来历 这条天魔手臂 是他曾经在北域的一处遗迹中偶然所得 哪怕是他也花了足足数百年的时间 查阅了各种古籍 才知晓了 这条手臂来自于上古天魔 天魔这等存在 在如今的世界中 早已经销声匿迹 就连大部分的古史也难以查找 可没想到 现在居然仅仅一眼 便被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给认了出来 这不得不令他心惊 燕北此刻神色极为凝重 怒斥道 你身为万族生灵 居然炼化天魔手臂 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这一刻 燕北真的怒了 在上古年间 天魔大帝曾带领其族人 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 所造成的杀戮 难以想象的恐怖 就连红武大陆 也遭受到了天魔的恐怖入侵 差点就彻底沦陷在了天魔的攻势之下 好在清帝大人及时出手 拯救于鸿武大陆与危难之间 最终更不惜以自身化为青天古镇 以此来为人世间留下了万年的喘息时间 天魔无疑是万族所痛恨的存在 他们曾奴役万族 涂落了不知多少生灵 任何居住在鸿武大陆上的生灵 都应该远离这些残忍血腥的魔头 不该与其为伍 而如今 叶灵天居然祭出了一条上古天魔的手臂 而且从天魔手臂所散发的气息来看 这条手臂已经被他给炼化了 叶灵天此刻脸色一变 神色略微有些不自然 得到天魔手臂后 他也曾翻阅过大量的古史 也曾在其中 看到记载天魔入侵 鸿武大陆的种种行径 古史中记载了 天魔入侵鸿武大陆 对待万族的种种残忍手段 仅凭借文字记载 就看到当时的叶灵天浑身发颤 由此可见 当时天魔入侵之时 整个世界到底经历了 怎么样的黑暗岁月 叶灵天自封天柱之下的 这万载岁月里 也曾多次犹豫 到底要不要炼化天魔手臂为己用 毕竟他也知道 这是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 一旦被人知晓 他将身败名裂 受万族唾弃 不过最终 在无数次的犹豫徘徊中 他还是没能抵挡住 力量给他带来的诱惑 最终历经数百年的时光 他终于完全将天魔手臂给炼化 那种恐怖的力量增幅 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 在融合天魔手臂后 他的力量将成倍的增长 你说报应 在我决定炼化天魔手臂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怕报应 世间纵然有人能制裁我 但那人却绝不是你 叶灵天此时看着燕北笑得很是癫狂 就仿佛已经彻底堕落魔道 随即没有半分犹豫 伸出右手 瞬间握住天魔手臂 狂吼一声 融合 这一幕 让燕北脸色巨变 大吼道 绝不能让他融合 哄 刹那间 天地拳 真龙拳 万物母气顶 薛元剑 各种各样的神通 燕北直接一股脑的使出 只为打断叶灵天与天魔手臂融合 叶灵天看着朝他而来的漫天攻势 神色异常平静 双眸不带有一丝色彩 冷笑道 现在想阻止我 太晚了 话音刚刚落下 突然 整个天地瞬间暗了下来 宛如天狗时日 整片世界变得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无止 虽说看不到 但此刻所有人都从无尽的黑暗中 感受到了一股如惊涛骇浪般的滔天魔气 哄 燕北所轰出的神通 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震碎 化为虚无 结结结 本作真是好奇 你小子脑袋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不过好在 我马上就会揭晓了 一道怪笑声从黑暗中响起 随即一双星红的双眼 在滔天魔气中一闪而逝 煞时间 黑暗退去 滔天的魔气开始疯狂朝着一处晦去 夜灵天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此刻天地恢复一丝清明 大家都看到了夜灵天如今的模样 顿时身体一颤 目光闪过浓浓的惊骇之色 此刻的他已经发生了大变样 比之前从天柱之下走出来的模样 更为圣人 夜灵天此刻头上长出来一对鸡脚 口中遍布疗牙 就连体型也变大了一些 浑身都是像浓包一样的肌肉块 更恐怖的是他的右手 他的整个右臂已经彻底 和天魔手臂融合 上面不仅布满了黑色鳞片 更是有着密密麻麻的魔纹 正在朝着他的全身不断蔓延 此刻的夜灵天 已经不能称作为一个人类 而像是来自九幽地狱的恶魔 怪怪物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突然变成了如此模样 变得好阴冷恐怖 我感觉到了一股极为邪恶的气息 已经彻底苏醒了 如此浓郁的魔气 恐怕就是冬玉的魔道之主 也根本不及他半分 他已经彻底堕落成魔了 无数人此刻 看着夜灵天如此的恐怖模样 眼中纷纷闪出浓浓的惊骇之色 第258章 天地法则 震惊世人 天柱山上空 夜灵天站在虚空 此刻他的全身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魔纹彻底覆盖 尖锐的獠牙 在夜空中闪烁着寒光 硕大的天魔手臂 给人极强的压迫力 残暴誓杀的模样 让无数人心生畏惧 还不够 力量还不够 夜灵天双目通红 仰天嘶吼一声 随即将目光盯在了周围观战的修饰 那些在周围观战的修饰 此刻纷纷感受到了夜灵天的目光 不知为何 在感受到这道目光的那一刻起 一股彻骨的寒意 瞬间从脚底升起 让他们浑身一颤 不好 快撤 一旁观战 有些反应迅速地修饰 仿佛是预感到了什么 脸色豁然一变 连忙朝远方顿去 而另一部分有些呆萌的修饰 依旧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夜灵天此刻发出一声冷笑 想逃 魔吞天殿 哄 天地猛的一阵 虚空中突然映照出一道庞大的魔影 只见这道魔影直接张开大嘴 顿时间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犀利涌现 宛如饕贴一般 吞天是地 天地间的一切事物 都无法抵挡魔影口中所产生的巨大犀利 纷纷朝着他的口中汇聚而去 宛如一口黑洞 吞噬世间一切 一瞬间 那些刚刚未曾逃离的修饰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魔影巨大的犀利给吞入了口中 不知死活 而那些朝着远方逃顿的修饰 此刻也面色大变 他们此刻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居然在不受控制地 朝着魔影口中而去 就算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根本无法逃脱那股恐怖的牵引力 人类血肉的滋味 真是让本座怀念 叶灵天伸出星红的舌头 舔着嘴唇 神色感到无比美妙 吞噬了一部分修饰后 让他体内的血气不再干涸 肉身得到了极大的滋养 就连实力也瞬间恢复了不少 那些被不断被魔影吸入口中的修饰 疯狂挣扎着 神色无比绝望 一股悔恨之意涌上 他们的心头 早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他们说什么也不会前来观战 而是躲得远远的 也就在这时 灭炸 还不停手 一道怒喝声响起 烟北凌空而立 手持轩辕剑 抬手便是斩出一道 仿佛能将天地一分为二的恐怖剑光 哄 剑光瞬间斩在了魔影之上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叶灵天在这道剑光的压迫下 脚步也是连连后退 那天空中的魔影 也在这一刻 被烟北身上强横的剑气 搅个粉碎 看到自己即将盗嘴的血石 居然被烟北救了下来 叶灵天当即神色大怒 滚开 叶灵天伸出右臂 直接对着烟北横扫而来 顿时间 恐怖的魔光迸发 撕裂天地 烟北将剑身横压 一道巨大的剑气虚影浮现 至此才将魔爪挡下 而等还不退去 挡下叶灵天的攻击后 烟北转头 对着身后的修士大喝道 那些刚刚差点被吞噬的修士们 此刻浑身一颤 没了魔影所产生的牵引力 他们的行动 终于恢复如常 他们大口喘着粗气 有些惊魂未定地 看了一眼身后 那宛如魔神一般的叶灵天 如果不是烟北及时出手 他们此刻恐怕会像 先前那些修士一样 已经被叶灵天直接炼化了 多谢圣主出手相救 不少修士擦去额头的冷汗后 纷纷对着烟北道谢 当然 也有一部分修士 连一个谢字也懒地说 行动恢复正常后 直接疯狂朝着远处逃顿而去 这些修士在对着烟北道谢后 也不敢在此地久留 毕竟叶灵天可是极为恐怖的 稍有不慎 他们便会落得一个 到消身死的下场 就这样 很快周围那些原本观战的修士 纷纷离开了此地 前辈 你也离开吧 这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当所有人都走后 烟北看着站在身后 帮着自己抵御叶灵天攻击的 李道然说道 李道然此刻 神色有些愧疚地看着烟北 咬紧牙关 有些不甘心 他堂堂东欲圣王 这场战斗的资格也没有 简直有些可笑 最先前夜灵天一击 差点变要了他的性命 要不是烟北及时出手 哪怕他具有圣王修为 也早已陨落了 唉 都怪老夫没用 居然还要让小辈出来 替我解围 李道然有些愤愤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神色无比愧疚 不过他也很清楚 自己虽然是圣王四重天 但面对这种级别的战斗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自己继续待在这里 别说帮助烟北杀敌 还极有可能拖了他的后腿 你一定要小心 如果不敌 便不要恋战 立刻退去 李道然神色异常凝重地 对着烟北说道 语气无比正重 我知道 前辈放心 烟北也是连连点头 示意李道然放心 至此 李道然也不多说什么 便朝着后方顿去 临走时 还是目光担忧地 看了一眼烟北 他也是被逼无奈 要是他有圣王后期的修为 说不定还能 或多或少地 帮助烟北一点 可现在他的实力在此 根本就起不到半点作用 当所有人都离开后 场中便只剩下了 烟北与夜灵天两人 可恶 你实在该死啊 夜灵天神色无比狂怒 接连出手 疯狂攻击烟北 那些修饰 本都是他恢复 肉身与实力的养料 可烟北此刻 却将大部分人都放走 这让他迅速恢复 实力的想法也破灭了 烟北不断挥动轩辕剑 将夜灵天的攻击 全部化解 随即道 你这等魔念 根本不配为 东狱圣地始祖 无 今日便要替天行道 花音落下 烟北身上的气息 便开始疯狂攀升 转瞬之间 他的气息 便已经达到了 一个惊人的程度 举手台族之间 都能引动天地共振 万道轰鸣 这一刻 烟北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直接将自己能够 调动的东狱世界之催力 动到了极限 煞世间 无穷的天地法则 都感受到了 世界之子的召唤 纷纷产生共鸣 化为一道道神灰 营绕在烟北身旁 放眼看去 烟北就宛如被九彩神光笼罩 照耀无穷时光天地 你还未成圣 怎么能调动如此多的天地法则 叶灵天此刻也清楚 感受到了烟北身上的变化 双眸瞪得如铜铃一般 不可置信地说道 天地法则 乃是修饰成圣后的 才能拥有的手段 但不乏有资质逆天的修饰 在半圣境 便领悟出了一丝天地法则 可此时的场景 让叶灵天有些梦了 烟北是半圣境没错 但你见过一个半圣 还能将这些天地法则挥之如臂 叶灵天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现在他所处的每一寸空间的天地法则 都已经在燕北的掌控之中 要知道他可是准大圣级别的存在 但就算这样 也还不如燕北能够调动的天地法则 十分之一多 叶灵天虽然已经觉得 燕北的资质很逆天了 但没想到这么离谱 他娘的 这家伙真只是个半圣 而不是一尊大圣 第259章 引魔袭杀 天道不公 燕北站在虚空 周身被无数的天地法则所环绕 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将随他心念而动 这一刻 他已经将自己能够调动的世界之力 催动到了极致 面对叶灵天这等敌人 他根本不敢丝毫马虎 毕竟他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半圣 你这家伙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手段 叶灵天看着 被天地法则层层包裹的燕北 目光第一次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之前不管燕北再如何逆天 但终究是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因为半圣与真正的圣者之间 存在着一个力量的分水里 在修士晋升为圣者后 体内的力量便会发生一个质的转变 体内的力量也会有开始的灵力 而化为只有圣者才能拥有的圣源 一旦修士成长为圣者后 不仅灵力会化为圣源 躯体也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虽说强度没有提升多少 但却对于普通的灵力 却拥有着一部分的免疫 最开始的叶灵天之所以有恃无恐 就是因为他心里知道 哪怕燕北再逆天 拥有超出圣王的手段 也根本不可能将他斩杀 可现在不同了 面对着浩瀚如海的天地法则之力 别说是叶灵天了 就算是一尊真正的大圣强者来此 恐怕也会感到头皮发麻 燕北此刻也在观察着 围绕在周身的天地法则 虽说在天青世界中 他也曾动用过天地法则之力 不过天青世界的法则力量 跟眼前这些比起来 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刻 他恍惚间又有一种 自己身处于天青世界 天地以他为中心 万物都随自己掌控的感觉 叶灵天神色凝重地看着天空 饶视他身为准大圣此刻 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下一秒 叶灵天突然轻轻摇晃了一下脑袋 目光重新变得凶恶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他可以察觉到 对面的燕北 好像也是头一次使用这等力量 所以 还有些不熟练的感觉 所以 他要趁着这个时机 主动出击 否则 等燕北完全熟悉了天地法则 恐怕他的局面 就会变得很是被动 隐魔袭杀 叶灵天心中嘀喝一声 身上隐约散发出了一道莫名的波动 随即 整个人便站在原地 死死地盯着燕北 燕北自然是注意到了叶灵天的变化 正当他准备一探究竟时 突然 燕北的脸色瞬间大变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一股 冷意从他正前方袭来 一只漆黑的利爪 从虚空中探出 对着他的脑袋 就是猛的一抓 恐怖的力道 让虚空不断震动 几乎是一瞬间 燕北的反应也是极为惊人 看着已经躲不过利爪的袭击 他直接便将身子猛地向后仰去 虽然燕北的反应速度已经很快 但还是有些晚了 刺啦 一道肌肤撕裂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一缕血光 洒满天空 与此同时 本在下方不远处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叶灵天 身体居然开始逐渐消散 最终化为暗淡魔光 消失在了原地 受死 下方消失的叶灵天 突然出现在燕北身前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凝聚出一道恐怖的魔掌 狠狠地朝着燕北拍下 哄 本就身体后仰的燕北 根本没有做出丝毫反抗 直接被叶灵天一掌轰入了地底 生死不明 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燕北 动用五道真眼的李道然 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 他目自尽力地嘶吼一声 直接变化为一道剑光 朝着燕北坠落的地方冲去 哈哈 终于死了 一个乳羞未干的矛头小子 也敢于本作为敌 叶灵天站在虚空放声狂笑 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唱款 能够亲手击毙一位这样的盖世添骄 比斩杀多少圣王强者 都更有成就感 啊 该死的魔头 我要你偿命 李道然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伴随着一道惊天剑芒 直接朝着叶灵天杀来 叶灵天看了一眼满脸愤怒的李道然 目光不屑地冷哼一声 蝼蚁 现在没工夫搭理你 滚 他直接探出魔掌大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掌印 直接便将李道然抽飞了出去 死 远方的修士们看到这一幕 不禁道息一口凉气 一位圣王居然就像一只苍蝇一般 被叶灵天直接给抽飞了出去 这一幕直接看得他们浑身发颤 实在太恐怖了 完了 完了 没了燕北圣主 以这魔头的残暴程度 恐怕整个冬域都将遭受大劫 无数人神色悲观地望着地面上的大坑 不禁感到一股悲凉 连圣王这魔头都能一掌抽飞 更别说他们了 整个冬域也只有燕北能够阻挡住这魔头 可现在燕北居然陨落了 地面上被拍飞了出去的李道然 此刻再度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伸手擦干嘴角的鲜血 仰天怒吼 神色无比悲愤道 贼老天 你瞎了眼啊 如燕北这般心地善良 忠肝义胆的盖世人杰 居然就这么折在了这里 天道不恭啊 某个不知名的空间内 东荒一脸乌黑地 看着咒骂自己的李道然 伸手使劲揉了揉眉头 他虽说一直没有出现 但却一直关注着此战 这魔头毕竟是一位准大圣 他也不放心 让燕北一个半圣镜的小子 与其死战到底 不过他也没有打算 直接出手斩杀叶灵天 因为在他看来 这也不妨是一个磨练燕北的好机会 所以他一直关注着此战 就是准备在燕北招架不住的时候 出手相救 这样也好让这个未来的冬玉主宰 欠他一个人情 心底打着如意算盘的东荒 一直就隐匿在不远处的虚空 准备随时出手 可他一等再等 却发现燕北这小子的底牌 根本层出不穷 哪怕是刚刚那等危难的时机 东荒眼看着 就要出手相救之时 却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因为 燕北施展了一个令他 也颇为震惊的神迹 第260章 万古青天一株莲 哈哈 燕北已死 我看整个冬玉 还有人能阻我 叶灵天站在虚空 发出震耳欲聋的狂笑声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癫狂起来 无数魔气发疯似的 从他身上爆发 没了燕北的阻挡 往后冬玉 就是他的一言堂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吞噬人族 用来恢复自己的肉身与实力 就在叶灵天狂笑之时 他突然好像发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不,不对 这天地间的秩序法则 怎仍未散去 叶灵天的笑声戛然而止 脸色瞬间一沉 燕北虽然被他一击轰入地底 不过他刚刚所牵动而出的天地法则 却没有半分变化 还是依旧凝聚于虚空之中 能让天地法则持续凝聚 没有消散的情况 只有一种 也就是说 燕北并没有死 与此同时 下方刚刚被燕北撞击的大坑处 燕尘逐渐散去 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只见一位样貌无比俊朗的年轻男子 安静地躺在地面 雪白的衣裳一尘不染 哪怕是闭着双眼 但浑身却依旧散发出一种 令无数女子都心最神秘的绝佳气质 叶灵天此刻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下方 不可置信道 怎么可能 不仅没死 居然还一点事情也没有 叶灵天有些不敢相信 要说燕北没死透的话 他倒是还能接受 可现在这种情况 简直太不科学了 他刚刚明明结结实实地一拳轰在了燕北身上 以他所轰击出的力量来看 哪怕是与他同级别的准大胜强者 硬挨上一击 恐怕也会当场去世 可这家伙倒好 不仅没死 居然还没受到一点伤害 将地面都砸出一个大坑 却特么得连白衣服都没有弄脏 我就不信你这么邪门 叶灵天目光充满杀意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俯冲而下 准备再补上一拳 也就在这时 安静躺在深坑中的燕北 缓缓睁开了双眸 没人看到 在他的瞳孔中有一朵青莲徐徐绽放 让他的双眼变得无比深邃且妖艺 不得不说 刚刚叶灵天的那一招隐魔袭杀 的确恐怖至极 哪怕是周身被天地法则层层环绕的燕北 也没能躲过对方的杀招 燕北当时见着自己 完全必无可必识 也只能动用神迹 混沌种青莲 使用混沌种青莲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仿佛置于另外一层空间 显而又显地将叶灵天的攻击躲避过去 不过混沌种青莲只能隔绝法术攻击 所以 刚刚虽说将权硬中的法术力量全部隔绝 但里面蕴含的肉身之力 还是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燕北身上 让他直接被轰入地底 这才给叶灵天造成了一种 燕北已经被他一拳击杀的假象 燕北此刻看着叶灵天再度朝他杀来 眼中没有掀起半分波澜 刚刚他面对隐魔袭杀时 的确大意了 没料到对方的招数 可现在 只见燕北轻轻一挥手 那些本安竟在虚空凝聚的天地法则 瞬间暴动起来 哄 如九天狂澜一般的天地法则 瞬间将夜灵天包裹 一瞬间便将他拍飞了出去 混沌种青莲 青帝前辈 您又救了我一命 燕北一步一步踏入虚空 看着脚下一朵朵绽放的青莲 神色有些追忆 混沌种青莲 虽说是他曾在登天梯时牵到所得 不过经过他后面的了解 混沌种青莲乃是青帝的独门绝技 也正是依靠这一招 令天魔大帝数万年 不敢进犯红武大陆一步 可以想象 一位大帝级强者 使用混沌种青莲免疫 一切道法攻击后 与你殊死搏杀 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场景 那当真是万君如无物 七进七出天魔老巢 无人能够伤他分毫 所以 别说单论战力 天魔大帝也不敌青帝 哪怕是天魔大帝的实力胜于青帝 凭借这一手混沌种青莲 天魔大帝也不敢丝毫放肆 毕竟要是将青帝惹极了 直接开启大招 便冲到他的老巢 那将造成的伤亡 定然是难以想象的恐怖 甚至有可能直接将天魔一族全部涂漏 而独留他一人 某个不知名的空间中 东荒看着烟北脚下 徐徐绽绽放的莲花 不由地感叹 这一招多少年没见过了 万古青天一珠莲 这一刻 在东荒的眼中 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身穿青衣 屹立于诛天之上 镇压万道的伟岸身影 第261章 万道风静 天气之人 虚空之中 清光大盛 一朵散发着混沌气息的莲花 徐徐绽放 展露出无尽光滑 烟北踏立而上 层层套叠的秩序法则将它环绕 看上去就如大道化身 无比震撼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能驱动天地法则 夜灵天此时从地面爬了起来 目光颇为有些惊骇 刚刚烟北不过轻飘飘的一掌 居然便将它掀飞出去 这实在太过惊世害俗了 它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那一掌之中蕴含的大道法则数量 连它也感到战力 那是一种可以碾死一切的力量 哪怕它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准大胜强者 但在这股力量面前 还是显得有些弱小 这是一种来自天道的力量 只是夜灵天始终想不明白 为何烟北能够驱使这股力量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 烟北屹立在混沌清廉之上 神色屁腻道 在整个东域 还没有本作不能镇压的人 轰隆隆 此话一出 天地共鸣 仿佛在回应着烟北的话语 夜灵天脸色巨变 此刻它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烟北身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天地间的一切仿佛 都汇聚在了烟北身畔 它犹如凌驾于万岛之上 这一刻的烟北 让夜灵天心中 晋升出了一种不可抗拒之感 好像自己此刻必须向对方臣服 否则瞬间便会殒灭 怎么可能 夜灵天连忙摇头 想要清空脑海中杂念 认为刚刚心中所感 不过是错觉而已 可下一秒 烟北已经将自身能够调动的世界之力 催动到了极限 此刻它自然也没有丝毫 想要放过夜灵天的意思 只见它大手对着夜灵天探出 淡淡道 你生性残暴 又炼化天魔躯体为己用 如今日不将你镇压 来日 你必将犯下滔天罪孽 至此 本座今日便代表冬裕天道 镇压你 烟北手掌对着夜灵天猛地一握 万岛风镜 哄 夜灵天此刻突然只感觉 脑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轰得炸开 直接让它连连后退数步 最终跌倒在地 它有些慌张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双手在虚空不断挥舞 仿佛用尽全力 想要抓住什么 不过无济于事 夜灵天惊骇地发现 自己对周围的一切事物的感知 都在逐渐消失 仅仅过了几个呼吸 它手中便只剩下微弱无比的触觉 双耳已然失聪 入目看去 也只剩下了无尽的黑暗 甚至 它体内原本雄厚的圣元 也正在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削减 不 夜灵天捂着喉咙 却发现自己居然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只能在心中绝望地嘶吼 这一刻 无感尽失的它 彻底感到恐惧了 就好比它已经知道 这是自己即将陨落的前夕 内心开始剧烈地惶恐不安 哪怕夜灵天体内 还存在一部分 还未完全消散的力量 但失去所有感知的它 心中也还是充满了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当我使用出万道风镜后 这片天地都将不会再容你 除非你的实力足以打破这方天道 才可跳脱出世界之外 可很显然 你并没有这样的实力 燕北将浑身的气息都收敛了起来 一步步地朝着如蜂魔一般 胡乱攻击四周的夜灵天走去 可此刻的夜灵天 哪怕是燕北 已经来到了它不足百米的位置 它却依旧无法感知到 只是用双手疯狂地轰击四周 仿佛在惧怕什么 燕北使用了戒子 目前能够使用的最高级别手段 万道风镜 被万道风镜的生灵 将不再被世界所容纳 并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压制 就好比气韵之子 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 而此刻的夜灵天 则恰恰相反 在万道风镜下 他已经不被天地所认可 彻底成为了一个天气之人 如今的夜灵天 就等同于 已经不被此方天地所认可 他拥有的一切都被天道所不容 无论是他的所有感官还是修为 都将被天道一点点的磨灭 他 他这是怎么了 圣主大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 竟能让一位准大圣强者 变成如此癫狂的模样 不知道 不过夜灵天此刻的样子 看得让我有些胆寒 太可怕了 如此强劲的魔头 居然也被圣主玩弄于鼓掌之间 无数人此刻都看到这一幕 目光转向燕北时 不禁背脊感到一阵发寒 刚刚不过随手一握 竟能让一位准大圣级别的强者 成为这副模样 实在令人震撼 被天一气的滋味 不好受吧 看着在地面胡乱抓狂的夜灵天 燕北不由地冷笑道 夜灵天此刻仿佛感受到了燕北的到来 由于不能说话也看不见 他的情绪变得更加暴力起来 只见他口中发出呜呜的惨叫 居然便朝着燕北所在的位置 扑来 燕北见状 神色依旧冷漠 大手探出 直接狠狠地朝夜灵天拍下 哄 几乎是一瞬间 一只金光璀璨的大手出现 一掌便将夜灵天拍入地底 死死地将其按在掌下 哪怕对方疯狂挣扎 但却依旧无法挣脱 经过万道封禁的镇压 夜灵天此刻体内的实力 几乎削落到了极致 早已不复刚才 燕北看着手中不断挣扎的夜灵天 随即目光转向四周的修士们 神色异常冰冷地说道 这就是与天魔为伍的下场 如让本作知道 东玉有任何人胆敢与魔为伍 此人便是你的下场 破 话语落下 燕北大手猛地一握 在他的掌中 夜灵天根本无法抵御 轰然抱成一团血物 第262章 正道成帝 混沌天地 轰隆隆 夜灵天陨落的瞬间 天地也发生了共鸣 众所周知 但凡达到圣人级别的强者陨落之时 天地间都将充斥着一股悲伤的气息 从而降下血雨 但此刻夜灵天的陨落 却截然不同 天地之间并没有那股悲伤的气氛弥漫 反而原本阴霾的天空 瞬间晴空万里 温暖的阳光照耀整片大地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一股柔和的气息笼罩四方 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 夜灵天的陨落 仿佛并未让天道感到悲伤 反而流露出一丝喜悦 就好像它是冬裕的毒瘤 如今终于除去了一半 将夜灵天斩杀后 燕北并未急着离开 而是来到了天柱山的上空 燕北看着下方 还有一些残存的魔器 眉头顿时一皱 他直接探出大手 虚空一拖 轰隆隆 大地开始疯狂震战 天柱下方的大地 居然被一只金色大手全部拖起 天柱山被金色大手连根拔起后 无数人瞳孔都是猛的一缩 因为那条天魔手臂的原因 此时的天柱山内部 竟然已经完全被魔器所腐蚀 化为了充斥无尽邪恶气息的魔土 燕北看着手中的天柱山 眉头紧皱 此地魔器颇重 留着也是祸端 话语落下 他便召唤出轩辕剑 直接虚空一滑 一道巨大的虚空裂缝顿时呈现 他直接便将整座天柱上 给扔了进去 进行永恒的放逐 随后他再对整个太初圣地检查了一番 发现此地没有其他魔器 滋生的地方后 才放心地带着负伤的李道燃 返回青云圣宗 春去秋来 三月后 自从太初圣地覆灭后 冬域迎来了大统一 各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如今都已经臣服于青云圣宗 同时 燕北的修为 在与夜灵天大战后 也迎来了重大突破 他于两月前 便已经突破圣境避掌 成为了一尊真正的圣者 跨入圣者境界后 燕北的实力可谓是能用暴涨来形容 自从他在本源空间成为戒子 突破到了半生九重巅峰后 李道燃便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但李道燃好歹是一尊圣王 就算不是对手 也还能与他相抗数百回合 燕北突破圣境后 李道燃提出要与燕北切磋 倒不是他想要自取其辱 只是他想要知道自己和燕北 到底有着怎样的差距 燕北自然答应了切磋一事 在跨入圣者行列后 放眼整个冬域 也只有李道燃能够与他交手了 并且他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力量 两人当夜便在青云圣宗的上空来了一场切磋 引得了无数修饰观看 所有人都以为这将是一场史诗级的大战 可结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可以说是让无数人大跌眼镜 突破圣境的燕北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哪怕是以攻击力著称的剑中圣王李道燃 也仅仅不过在燕北手中坚持了两招便已经落败 并且大家都看到 这还是燕北故意留守的缘故 否则第一招实力道然便会被无情碾杀 当初在太初圣地与夜灵天一战 不少人都没能亲眼目睹 而如今 亲眼看到燕北大败圣王 显露无敌之姿 让无数人为之折服 至此一战 不仅让那些暗中的萧萧 吓得瑟瑟发抖 更是奠定了燕北的威名 让无数强者心生畏惧 而后在几年的时间里 燕北的修为不断突破 最终达到了圣王境界 当初东荒曾提起 在燕北达到了圣王境界后 他便可以彻底融合整个冬域 由于燕北的体质 乃是混沌天体的缘故 对于冬域的融合 也是异常的顺畅 在融合了冬域后 燕北的修为 又再度迎来了极为恐怖的提升 在不过五年的时间里 便冲到了准地境界 在达到准地境界后 燕北曾以肉身横度虚空 降临其他大域 他在其他大域之中 也发现了类似于当初夜灵天的情况 有不少强大修士 都与天魔有瓜葛 对于这些魔虐 燕北向来是不会手软 当即便肃清了所有 至此 他便在红武大陆的五座大域游历 四处珠魔 所过之处 黑暗退散 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身份 只知道 这位斩妖除魔的至强者 好像来自冬域 还有他的身上 无时无刻都散发着一股 令人心机的混沌气息 世人皆是崇拜强者 一些崇拜燕北的修士 四处传送着燕北的光辉事迹 甚至不少强者 都想要追随他 不过燕北的行踪神秘莫测 根本不是常人所能预知的 直到数年后 都没有任何人知晓他的身份 虽然不知道身份 但这并不影响那些追随者 其中更是一些狂热之人 更是在红武大陆 四处为燕北建立雕像 最后 由于不知他的名秽 便取其名为混沌天帝 当燕北本尊 听到混沌天帝这个名号时 也只是玩耳一笑 便由着大家去了 大概又过了十余年 某一天 轰隆隆 突然 仿佛上舱之上 有什么东西炸开一般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在红武大陆 每个人的耳边 那 那 那是什么 这股气息 有人准备成帝 这人影 是混沌天帝 无数人此刻都发现了异样 纷纷抬头往星空看去 只见浩瀚无垠的星空之中 一尊如古神一般的伟岸身影 屹立在那里 他双眸微闭 周身散发出一股 压制万道的可怕气息 不知过了多久 燕北豁然睁开双目 一团鲜光乍现 仰天长笑一声 来吧 成帝结 煞时间 无尽的混沌气息 从燕北身上爆发 整片星空在这股气息之下 仿佛都将步入轮回 燕北此刻浑身都在发光 以无上神力 一拳一拳的鸡向苍天 神威迸发 以无上伟力 硬汉万道 哄 宇宙之内 各种雷光闪耀 惊天劫难迸发 令无数人惊惧 燕北浑身欲血 却依旧坚持 哪怕他的双拳 已经布满裂纹 但他却没有后退一步 眼中满是坚毅 他现在要走的路 要遭受万道的冲击 哪怕将他肉身碾碎 也不会回头 在无尽的劫难中 哪怕是他的混沌天体 也摇摇欲坠 在雷结中 破碎在重组 哪怕经历世人 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他的意念 却始终不曾动摇 艰难地抵抗着 我要完成 清帝前辈所未完成的事 我不能倒下 成帝结 给我破 燕北此刻周身都在发光 仰天怒吼 无穷的金色血气 贯穿整个世界 哄 一道阵龙发聩的声音 从星空中传来 无数人此刻 都吓得跪在了地上 朝着星空朝拜 在星空之中 无数的大星已经蹦碎 雷结已经止住 不过宇宙看上去 已经残破不堪 所有人都能看到 一具伟岸的躯体 正从高不可攀的天外坠落 浑身是血 满是破败 混沌天地 不 不可能 他失败了 无数人看着 从天外不断坠落的躯体 心中都是猛的一颤 脸色下得发白 燕北此刻的意识 处于一片混沌之中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好像在坠落 不过他却无法控制躯体 哪怕是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 他能够看到 自己的躯体满是道痕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好肉 胸前更是被最后的雷结洞穿 前后透亮 鲜血淋漓 我 终究还是败给了天吗 下方红武大陆的人们 不少人此刻 也都跪在地上痛哭 看着混沌天地倒下 这一刻 他们仿佛感受到了 天地间都充斥着一股悲凉的气息 他们好像能够看到过不了多久 自己等人都将要被天魔奴役的下场 上苍不公啊 我人族大帝 岂能陨落至此 让混沌天地回来吧 上天我求求你 在无数人的祈祷之下 鸿武大陆各处的混沌天地雕像 此刻都在开始发光 无穷的念力 化为一道道白色的光柱 冲天起 顿入虚空 这一刻 时间仿佛陷入了永恒 鸿隆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突然响起 虚空之中无数大道之花浮现 伴随着天地轰鸣之声 那原本从天外坠落的身躯 也停在了半空 还不等众人震惊 哄 一股钙压万古的惊天气息复苏 那原本已经寂灭的躯体 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紧紧一瞬 那残破的地区 竟已经恢复如常 燕北缓缓睁开双眼 此刻就连他也感到一丝不真实 他刚刚分明 已经感受到了 自己即将陨落 可没想到 突然一股浩瀚的神秘力量 便一股脑的冲入了他的体内 这股力量拥有着极强的治愈能力 比他的混沌天体更为恐怖 哪怕是他身上不满的大道创伤 也在一瞬间尽数修复 并且在这股力量下 他终于度过劫难 成功正道成帝 原来 想要成为一尊真正的大帝 并非仅仅是力量达到了便可 都是我以前糊涂了 燕北感受着 体内能够镇压诸天的力量 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 正道成帝 所谓正道不仅是以力正道 更是正人道 只有二者合并 方可成帝 燕北游历五方大狱这么多年 斩妖除魔 做下了无数善事 也正是因为这些 他才会拥有无数的追随者 为他建立了不少雕像 而正是因为那些雕像 让燕北彻底神话 被世人所膜拜 供奉烟火 所以 在燕北即将陨落之际 五欲之人都对其产生了不舍 祈祷上苍 这些举动 帮他积攒了无数的念力 也正是因为念力的原因 才能让原本已经冰死的他重生 而这些念力 也真是所谓的人道 拜见混沌天地 拜见混沌天地 第263章 无为天地 当镇压世间一切敌 完结 在燕北复苏的这一刻 无数人为之雀跃 仿佛比他们 自己晋升了正道成帝还要开心 燕北看着下方的人们 他第一次由衷地感到庆幸 庆幸自己能够守护这方世界 庆幸自己能够守护这些人们 无计已成帝 便请大家放心 本地绝不会 让天魔踏进我洪武大陆半步 燕北一句承诺 顿时换来了诸天万界的欢呼声 甚至他站在星空 也能清楚听到 混沌天地万岁 有混沌天地在 我看天魔大帝 如何入侵我洪武大陆 自从知道天清古镇即将崩碎 可是吓得我几个月都没睡着觉 如今有了混沌天地的承诺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燕北成帝后 魏武裕降下了不少福元 甚至由于一尊大帝的诞生 整个洪武大陆的修饰 仿佛都受到了恩泽 修为晋升得更快了 天地灵气都更为浓郁 随后 经过了半年的修整 燕北决定征战天魔 他独自一人离开了洪武大陆 前往了天魔所在的星域 那一日 宇宙震战 一场惊天大战爆发 宇宙各地 但凡达到至尊层次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他们浑身战力 纷纷骇然 很快 消息便传了出来 引动这场惊天大战的强者 便是来自洪武大陆的混沌天地 宇宙各地大为震动 不少至强者 纷纷赶往大战爆发的地点 查看情况 可当他们赶到了现场之时 眼前的一幕 看得无数人头皮发麻 天魔星域的天魔大帝 此刻居然半边身子已经消失 被手持轩辕剑的燕北切掉了 并且将其的魔爪 也打得血肉模糊 无数至尊准地看到这一幕 都感到了恐惧 天魔大帝的威名 响彻诸天万界 乃是除万年前的轻帝外 最为恐怖的一尊大帝 而今 以无敌著称的天魔大帝 却被一尊新晋大帝 给打成了这副模样 天魔大帝此刻也恐惧了 对面这混沌天地的手段 层出不穷 哪怕是当年的轻帝 也不及其一二 他不过与其交手数百回合 便被打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战到如今 他甚至连混沌天地的 一根头发都没有伤到 他也曾无敌天下 也曾屁腻人间 也曾震骨朔惊 可现在 他却迎来如此大败 难不成真是一尊天地崛起了吗 可不等天魔大帝多想 一到照耀星空亿万里的金光沙来 瞬息便将他的躯体轰碎 燕北伸手用力一抓 天魔大帝的地魂 便被他拘禁在了手中 天魔大帝的地魂 此刻的双眼也充满绝望 但他并未求饶 只是死死地盯着燕北 身为大帝强者 哪怕身陷万劫不复之地 也不可能说出半个求饶的字来 这是强者最后的尊严 你也算是个人物 可惜是我的敌人 燕北看着一脸不屈服的天魔大帝 也没有打算折磨对方 手中用力猛地一握 掌中晶莹闪烁 天魔大帝的地魂瞬间炸开 化为无数道 则消失在天地之间 对方到死也没有说一句话 星域中 无数人看着惨死的天魔大帝 纷纷感到毛骨悚然 一尊大帝 居然陨落了 还是被人杀死 这可是在以往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纵然有大帝不敌 但却还没有被人斩杀的事情出现过 如今有人当着他们的面 徒弟了 看着混沌天地那种镇定从容的神色 让他们心颤 忍不住往后退去 一瞬间 宇宙各地各族惊颤 他们都感受到了天魔大帝陨落的气息 也知晓了 乃是红武星域的混沌天地将其斩杀的 珊瑚海啸 当消息传遍各地时 宇宙诸多生命的都响起了惊叹声 混沌天地四个字彻底响彻了诸天万界 天魔星域 燕北将天魔大帝斩杀后 并未直接离开 而是开始了又一轮的清算 他深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所以他准备今日彻底一举 将天魔这个种族灭掉 啊 放过我们 混沌天地 你不得好死 求求你别杀我 燕北像是一尊无情的杀戮机器 对于那些天魔求饶的话语 根本没有听到一般 所过之处尸横遍野 那些星空中还未离开的各族强者们 看到这一幕 心里发寒 灭人族群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像是万年前 如果红武星域 不是出了一位清帝力挽狂澜 恐怕诸天万界之中 也已经没有人族这个种族了 所以对于混沌天地 决定铲除天魔一族 并没有任何一人站出来说话 况且 天魔一族生性残暴 又仗着有天魔大帝撑腰 近万年来在诸天万界 可谓是恶事作敬 毁灭了无数星球 如今混沌天地此举 也算是随了众人的心愿 燕北依旧在疯狂地杀戮着 大帝级的气息 镇压了整片天魔心域 我跟你拼了 你这个屠夫 混沌天地 你真该死啊 无数天魔此刻都在奋起反抗 其中不乏有至尊准地级别的天魔存在 但这些人 燕北根本不放在眼中 就连天魔大帝都死于他手 更别说这些天魔了 当即 燕北便仰天大吼一声 无为天地 当镇压世间一切敌 轰隆隆 志强的力量席卷整个天魔心域 无数天魔还未接触到这股力量 便已经化为飞灰 最终 燕北站在心域之中 不断挥动地拳 将天魔心域彻底打爆 至此 诸天万界再也没有天魔这种生物的存在 在随后的时间里 混沌天地的名号 响彻诸天万界 有燕北的存在 红武新域的等级 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达到了世界之巅 而身为混沌天地本人的燕北 更是受万界敬仰 成为了宇宙唯一的天地 他的故事 更是被有心人扒了出来 编辑成了一本天地传 在诸天万界广为流传 书中内容精彩万分 讲述混沌天地 从一位南蛮之地的三流宗门弟子 一步一步成长为 镇压诸天万古的无敌天地 压圣子 拜天骄 入秘境 灯神梯 龙入海 仇圣尊 斩超凡 灭圣帝 统冬玉 图天魔 混沌天地的一生经历 已经成为了传奇 本书完